小林啊 对于你父亲的去世我也很心痛 但是你们厂子的欠债 已经超过六百万了 再还不上镇上也没办法 万叔 您再帮帮忙吧 我在阿美认识了些朋友 我再找他们想想办法 唉 你都叫我一声万叔了 这个忙我不能不帮 下个月底信用社才有检查 到现在四十天 你好自为之吧 邻居目送着中年人离开家门 转身看了眼空荡荡的家 闭上眼睛 长舒一口气 他穿越了 从2024年穿越回了2014年 穿越到了刚毕业的时候 现在是七月 也是他经历中最痛苦的时候 邻居的父亲 在镇上开了十多年拖拉机场 家里原本也算殷实 可接下来的时间里 母亲患癌去世 几个老人也都很快去了 只剩下他和父亲相依为命 可能是遭受母亲去世的打击 以及拖拉机场设备老旧 经营状况越发艰难 今年的时候 父亲为濒临倒闭的拖拉机场 拿到了一笔救命生意 生产一批抽水泵 生产这种小机电设备 对拖拉机场并不难 而且利润不低 整个厂子就指着单子起死回生 然而谁也没想到 邻居的父亲 在随车运货的时候 遇到山体滑坡 带着货一起滚到了山谷中 人没了 货也没了 让这个两个人的小家 遭受了灭顶之灾 刚完成阿美杜金留学的邻居 连夜飞回来 根本没有能力处理烂摊子 按照原来的历史 由于地皮在邻家手里 邻居在父亲友人 心远振兴用社副行长万叔的帮助下 做决定 以地皮冲底欠款 再将设备和房子车子全部建卖 好歹还上了拖欠的工资 债务也算消掉了 接下来的十年里 邻居独自打拼 从小在拖拉机场长大的 他对工业情有独钟 最后成了一名高级工程师 在穿越前 他正在阿美现场观看空插的星剑发射 没想到星剑飞了一会儿 发动机熄火了一半 竟然转向180度 向下砸过来 32岁的邻居被五倍因素下坠 5000多吨重的星剑砸了个阵阵 再次醒来 就已经重新站在熟悉又陌生的家中了 记忆中的场面再次发生 代表债务方的万叔 再次劝他卖掉地皮 不过这一次邻居选择了拒绝 凭借他自己当然无力回天 即使有了十年后的经验 也同样如此 但这一次跟随他重生的 不只是记忆 还有个宇宙大航海系统 这个系统据说是由高维度的人类文明所创造 目的是提升其他维度人类文明的科技进度 只要有自己的基地 并不断提升宇宙探索进度 就能获得各种高科技 穿越过来后 大航海系统直接将邻居名下的最优产业 新远镇拖拉机场 注册成了初始基地 除非创建第二个 否则无法更改 一旦失去基地 系统也就会消失 所以 邻居压根没得选 必须保住场子 再从系统获取高科技发展 然而看着系统中显示的探索进度 大大的零 十分刺眼 根据系统提示 最低级的探索 是发射一枚探空火箭 飞到距离地面一百公里以上 也就是 至少越过卡门线 进入实质上的太空 每提升一点进度 就能获得积分奖励 兑换各种科技物品 然而 就邻居凭现在的实力 就算加上拖拉机场 也绝对没办法造火箭啊 综合考虑一番目前的状况 已经是个成年人的邻居 决定使出两项技能 卖惨和扑啊 至于对象 当然是系统啊 系统不是规定程式 自带智能助手 智力绝对MAX 系统 不是说穿越者都有福利的吗 怎么也得给我来个新手大礼包吧 对不起 系统给予的物品 必须符合系统规则 新手大礼包不属于规则类物品 无法给出 系统拒绝的干脆利落 让邻居有些傻眼 但还是不死心继续的 可是 你这样让我很难罢啊 除非马上给原料设备 否则别说宇宙大航海 就连基地都保不住了 就算设备不行 能不能给点贷款 现金黄金白银都可以啊 检索关键词 贷款 疑似接受到宿主援助请求 系统正在评估 评估中 确认宿主处于需要援助等级 请问您是否需要援助 注意 援助并非无常 会在探索任务中调整难度 邻居眼前一亮 没想到这系统还挺有熏中特色 隐藏着援助功能 至于代价 反正都是白嫖的 先渡过难关再说 接受援助 不仅要援助 还要全面援助 确认全面援助请求 正在制定援助方案 请稍候 方案A 援助贷款2000万美元 以小额现金形式发放 来源 墨倩哥 调整难度 越过卡门线的科学载荷 增加到250公斤 方案B 援助DX一型火箭全套图纸 及制造资料 系统C级工程师型号1 D级技能升级卡型号3 D级技地升级卡型号1 DX一火箭减件 三级构型液体火箭 直径2 5米 起飞推力120吨 起飞质量95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400公斤 调整难度 首发将380公斤科学载荷 送进近地轨道 系统工程师 为援助项目匹配 技能是等级而定 可随工作项目升级 给定行业平均工资后 工程师将永远忠诚 技能升级卡 可用于基地从业技工 提升专业水准 随技工自身基础 提升幅度有所变化 提升后 只要维持技工行业平均工资 技工将保持忠诚 可视为系统人员 基地升级卡 一定程度 全面提升厂房设备 和生产线水平 助全面援助 即为援助对象 提供足以完成 全套自主生产的援助 系统给予资金 和技术两种方案 方案均理论可行 本次援助任务 截至时间 2014年9月1日 同时 援助方案将自动社会合理化 无需宿主操心 系统的援助方案展现完毕 邻居已然听得热泪盈眶 系统就是系统 援助也太豪横了 2000万每刀 一亿多人民币 说给就给 还帮助合理化 简直太妙了不好 另一个也差不多是 手把手喂饭吃 要人给人 要设备 给设备 这都玩不成就是傻子了 至于选哪个援助方案 邻居倒是没怎么犹豫 方案A虽然钱多 但想要在一个多月内 就砸出一枚火箭 也没有可能 再说 作为一名工程师 邻居也希望 拥有自己的工业能力 做真正的制造业大拿 系统 我需要援助方案B 接受援助请求中 援助物品已到达系统空间 请尽快使用 系统空间栏里 立刻多来了三张道具卡 一个头像卡 以及一块硬盘 只需要到拖拉机场 实地使用升级卡 就能马上开工造火箭 不过在去拖拉机场之前 邻居还得解决一个问题 工人工资 作为镇上的小厂 邻居父亲给的工资不算低 否则技工们早就跑大城市了 可因为经营不佳 和突遭变故 厂子已经有三个月没法工资了 还拖欠了些奖金 不把这些补齐 拖拉机场职工 大概是不会认邻居这个老板的 邻居找出拖拉机场的账本 翻了翻发现 拖欠的工资奖金 已经达到了40万 至于怎么先补上这笔钱 邻居还有一个办法 贷款 为了只取资金 邻居父亲 已经卖掉了两套房子 和名下所有车 只剩一套现在的老房子 和市里的一套 以及一辆破旧的二手车 镇上的老房子不值钱 但市里的贷个100万没问题 与其资不抵债的时候再卖 银行最后以房价70%折算 提供一年期贷款140万 利率4 35 实际上 这时的邻居压根不在乎什么利率 除了卡上的钱 又额外取了45万现金 当他提着旅行包的 走出银行的时候 旁人都是眼皮一跳 毕竟这样 大额提现还是比较少见的 也就是现在治安好转 放在20年前 估计都有不下十股车匪路罢盯上了 将旅行包放进后备箱 邻居开着破捷打 一路向厂子 同时翻出副厂长 和会计的电话打了过去 副厂长陈荣 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汉 提拔上来 是因为他是四级前工 技艺高超 有他坐镇厂里 才能保证产品质量 这对自动化程度不高的拖拉机厂 很重要 喂 荣叔叔 我是小林啊 先是和对方寒暄几句 又悼念了一下已故的父亲 邻居才说出真实目的 荣叔 我跟阿美的朋友联系上了 他是个富二代 也是开机械厂的 他决定借我五十万美元 还派人帮我们厂子技术升级 你现在把工人都叫到厂子里 我要补发工资 什么 五十万美元 五百万 陈荣的汇率观念 还停留在多年以前 直接将数字诚实 顿时被吓了一跳 对呀 荣叔 电话里说不清楚 你快把人都叫过来 阿美工程师也要过来考察 邻居说完就直接挂了电话 而另一端的陈荣 还在追问 什么什么 本来陈副厂长还有所怀疑 但听谁说 阿美工程师都要来顿时信服了许多 一边急匆匆打电话 将工人重新叫过来 陈荣同时也忍不住看了看场子 就这破乡镇拖拉机场 有甚可升级的马 而在一片空旷无人的公路上 邻居停下车 召唤系统工程师 反正系统说会帮助合理化 他也就相信超自然力量了 但他刚刚使用召唤 手机就来了短信 显示从银行卡上支出二十万 随即肩膀被人从后面一拍 吓得低头看短信的邻居 原地起跳 一个三十岁的地中海男人 背着包突兀地出现在他后方 见他被吓到恍若未觉地 推了推眼镜 林老板 虽然我回国 是因为阿美宇航局辞退华裔 但是我依然有一颗爱国的心 你给的一百万年信我也能接受 二十万安家费 也勉强够我在国内生活几天了 九月份必须开始发工资哦 满脸猛逼的邻居听完他的话 脑海中又浮现出一些信息 郭深 前阿美宇航局中级工程师 应遭费笔对华裔中诚调查 被迫辞职 意外结识在阿美留学的邻居 受邀回国工作 相关手续已被系统调整完毕 请放心使用 这就是系统的能力 太夸张了吧 邻居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不过对郭深这样 前世也要仰望的大牛 他还是很客气 对系统私自划走二十万安家费 也没有意义了 不过在继续开车前 他又和郭深说了 假装阿美援助工程师 和基地升级的事 郭深对包含系统道具的内容 也没有任何特殊反应 只是点头答应 这也让邻居更加扎舌 按郭深的说法 他也是从小生长到大的地球人 拥有自己的人生 可邻居还是很怀疑 这是系统制造的克隆人 然后灌输记忆 高呼一声系统MB 邻居对未来有了更多期待 听说要补发工资 原本都回家摸鱼的职工们 又飞速赶到了场子里 聚在一起七七八八讨论着 听说了吗 邻居厂长儿子在美国发了财 要回来继续把场子开下去 咦 不是说 小林棒上了美国富豪的女儿吗 这孩子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才十岁呢 长得确实不错 哎 副厂长说的是朋友吧 怎么扯帮富豪了 你懂什么 什么朋友能借五百万美刀 肯定是被爱情迷了眼的女人啊 妙啊妙啊 一旁默默听着消息 越传越歪的陈副厂长 有些无语 对这些家伙的脑回路无法理解 他只是去找会计说了几句话 回来居然就传承这谣言了 简直离谱 不过原因他也能猜到一些 拖拉机厂基本都是七八年以上的老职工 很多人是厂子开起来就在的 他们对厂子有感情 又都看着邻居长大 老厂长对人也不错 其实看得比较开 对于拖拉机厂要倒闭也早有预期 大多数人都四五十接近退休 对金钱美那么大执念 反而好奇邻居的八卦 好在谣言的发酵没有持续太久 邻居的破解答就开进了厂子 一众职工都为上前 先看到邻居下车 然后居然给后座拉开车门 下来一个年纪轻轻就谢顶的眼镜男 邻居先让陈荣教工人们都站好 然后搬了一张桌子过来 先对着熟悉的面孔们 拉几句家常 才拉着郭身做起了介绍 我的阿美朋友也是开机械公司的 这就是他派来给我们的升级工程师 不过郭先生本来就是华裔 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 说到是阿美工程师 三十多个职工都稀稀拉拉鼓掌几下 他们对文化人还是很尊重的 小林厂长 我们厂子升级后干什么 还是造拖拉机 站在前面的一个工人问道 众人立即竖起耳朵 毕竟这关乎到他们的生计 新远镇拖拉机厂技术实力其实不咋地 基本只能算个有一定技术实力的组装厂 最关键的柴油机是外购 电器部件也是外购 自主生产的主要是农机部件和轮毂之类的小东西 近年来拖拉机的生意其实很难做 主要收入都是代加工小机电设备和金属部件 听到这个问题邻居微微一笑 当然不是生产拖拉机了 我们要生产的是为新型人工降雨机械 他会带领大家继续前进 郭深听到自己被任命为了副厂长 毫无心理波动 但还是微微鞠躬示意 表示自己接下这份工作 听到要生产降雨机械 一众职工都有些茫然 但还是感觉莫名地高端起来 配得上阿美工程师援助了 为了让这些职工更安心 邻居直接开始下一项流程 发工资 当着所有人的面 他将全部现金取出来落在桌子上 一打打捧好的钞票堆成小山 给了众人极大的震撼感 邻居叫来财务 一个瘦瘦的中年男人 让他按照工资薄 发放拖欠的工资和奖金 见到现金的蔡远发十分激动 作为中专毕业 曾经学历傲视全镇的知识分子 他还是很想做一番事业的得知 厂子不但起死回生 还将接受阿美企业援助 顿时感觉自己的地位 也将直线上升 他以不符合年龄的精干 快速翻动一张张工资条 准确无误地分发工资 由于几个月拖欠 每个人到手的都至少一万 厚厚的一打现金拿在手里 令人无比心安 发完拖欠的工资 现金还胜不手 邻居让职工们再次聚起来 这一次众人都听话了许多 队列也变得十分整齐 只要发工资 小林厂子和老林厂长 就是一样地 邻居对他们的表现很满意 再次发表重要讲话 既然大家工资都到手了 那么今天就进入工作时间了 有没有意义 没有 回答的声音很洪亮 那好 明天从阿美运回来的设备就要到了 今天我们的任务 就是在郭副厂长的带领下 整理干净厂区 达到国际化标准 对接欧美品质 郭厂长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接到任务的郭深毫不犹豫 立刻开始清点各级小组和车间人数 按照宇航局的惯例 明确每个人的责任 作为统一十多个精英的中级工程师 他的管理能力也不弱 几下就让职工们很是折服 即使什么国际标准很麻烦 也本着学习阿美的精神 老老实实照做 而邻居则是把陈荣叫到一边 又让他叫来了 常理能力最强的两个师傅 根据系统说明 技能提升卡的作用效果 与人员的基础 知识水平都有关系 潜力越大提升越多 陈荣是四级前宫 其余两位虽然稍差一些 但都比较年轻 而且文化更高 都是合适的提升对象 带着三人来到办公室 邻居启动技能卡 三人都一瞬间失神 然后又恢复清明 脑海里多了些不一样的东西 邻居的脑海中 同时都成为系统人员 邻居又为他们重新签订合同 将工资福利提升到 略微超过行业平均水平 不需要藏着腻着了 有了这三个高级技师 再有郭深的帮助 操纵系统设备生产火箭 就问题不大了 毕竟也只是没小火箭 而三人也明白了 拖拉机场真正的目的是 生产火箭 一个个都有些激动了起来 火箭与拖拉机相比 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了 等到了晚上 郭深已经指挥一众职工 将整个拖拉机场 收拾得干干净净 各种物资原料 分门别类收房好 各种设备也经过了 简单检修 卫生打理干净 排除用电隐患等等 因为厂子规模小且比较简单 收拾起来还算顺利 只是那种粗陋感 还是无法散去 怎么看都还透露着 乡镇小厂的气息 下班前邻居说明放假三天 厂区进行改造升级 等一众员工都散去 才留下了郭深 和三个升级过后的技工 晚上九点钟 不会有其他人 但此时突然有远道 竟传来了卡车的轰隆声 十多辆重型拖车 和几辆大巴车 以及各种工程车辆 驶进厂区 不断响起气沙放弃的声音 两辆巴士下来了 一百多名穿戴整齐的工人 在头戴红色安全帽 和穿衬衣的阿美白人 命令下集结好 白人又小步跑向邻居 递过项目计划书 林先生 康尼迪格像树工程公司的 设备和人员 已经全部到位 我是设备提供方的项目 监理凯特 请您确认 厂房已准备完毕 我们将立即开始施工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的 邻居麻木地点点头 就任凭这伙 突然冒出来的施工队 自由行动了 白人监理凯特 立即指挥工人 一快地不向人类的效率 就在厂房上搭建钢架 同时在围墙上 又竖起铁皮 吊车也展开了支撑腿 将升级的设备 一台台卸下 有序而高效准确 郭深 陈荣和两个技师 也跟随施工队一起 他们将协助进行技术指导 再次被系统力量震撼的邻居 看了好一会儿 才回到家去 第二天 等他再次来到场区外时 发现施工队伍已完全展开 到处都是脚手架 上百名工人的身影 出现在各处 如快进班地进行作业 场外还有一些看热闹的职工 见到邻居到来 纷纷打招呼 小林 小林 邻居听到有人喊自己 发现竟然是万叔 万叔见到他之后 一脸不受信任的表情 小林啊 你真是瞒万叔瞒得好苦啊 前天还愁眉苦脸的 嘿 今天阿美施工队 就热火朝天地干上了 你小子肯定早就弄好了是不是 那五十万每刀贷款呢 要不要转到信用社书给你存账 万叔昨天晚上的时候 听人说拖拉机场复工 今天想着来看看情况 没想到看到的 却是一片大工地 在一听职工们的说法 顿时被震住了 而且由不得他不幸 从阿美请来的工程师 和国际工程队 都已经在干活了 这下五十万每刀的贷款 肯定也是真的了 拖拉机场虽然还欠着债 但含金量刷刷就上去了 他觉得 小林对他这个父亲多年的好友 也瞒着太不地道了 却又为拖拉机场的新生 和烂账问题消失而高兴 万叔 其实阿美不来人我也不敢肯定 不是故意要瞒着 你应该也听说了 我们是要转行生产 新型高端降雨设备 国际上 五百万一台的那种 镇上和势力 能不能给点扶持 五百万 万叔觉得有些夸张 但觉得高端降雨设备 确实可能值这个价钱 小林 要是你们真实搞这种高科技 可以让镇上来考察一下新厂房 只要科技达标 肯定有专额补贴和优惠政策 咱们镇子里 要是镇出了 能产五百万一台机器的厂子 绝对会被视力 当作典型大力宣传 大力扶持 邻居对这样的回答十分满意 拍着胸脯保证 放心吧 叔 过几天厂子就升级好 绝对是一等一的高科技 别说新远镇 就连更上级的新远市 很快都听说了阿美工程队的消息 一想到镇拖拉机场 居然和阿美的机械公司搭上线 使领导们各个精神 都感觉有些恍惚 新远镇拖拉机场 他们是知道的 刚开的时候 还算是经济龙头 现在早就是累赘了 可是现在不但有阿美工程师指导 还有阿美工人改造厂房 简直让人惊诧莫名 而且更让他们吃惊的是 这些阿美工人施工速度 一点也不慢 各种工程机械同时作业 日夜两班倒 整个工厂肉眼可见地发生变化 这三天 每天都有领导来视察 然后和白人包工头凯特合影 最后发表几句 支持乡镇企业 向高科技进军的套话 而市里的媒体 则盯着爱国华侨郭申 尤其是无意间知道 他之前供置于阿美航天局 更是连夜撞告 从航天局到拖拉机场 爱国华侨建设家乡 这还真不是乱说 根据系统资料 郭申的爷爷就是新远人 年轻的时候去了阿美 新远镇就是 郭申素未谋面的老家 经过系统工程队的日夜施工 在第三天晚上的时候 整个厂区的升级改造任务 已经全部完成 已经开始拆脚手架了 邻居干脆拉着还在场的领导 草草办了个竣工仪式 捡了红绸袋 然后康涅狄格 像术工程公司的全部人马 就收拾家当 几十辆车呼啦啦消失在夜色中 连夜回阿美去了 与镇领导陪同参观的万副行长 目瞪口呆 有些感慨地对邻居说道 都说阿美人懒 发达国家效率低 这完全是片面印象吗 人家72小时就没停工一分钟 施工快又不乱 验收完毕 马上就走一点都不拖泥带水 我们还是要正视差距 不能盲目自大 头发稀疏的郑领导边听边点头 对一旁的办公室主任吩咐 老安同志说得好啊 我年轻的时候就在向阿美学习 现在看来还是要学习 这三天拍的照片 笔记全部整理出来 到时候上交室里 给我们的建筑公司 也发发学习文件 学习阿美工人的敬业精神 邻居看着一行人 煞有介事的总结经验 努力憋住脸上的笑容 干咳两声 领导 天色这么晚了 升级也结束了 不如今天的参观就到这里 谁知阵领导大手一挥 不行 我要看看你们的新厂房 小林说 好不容易从阿美引进的高端设备 能造出五百万一台 降雨机器的生产线 一定要好好看看 邻居无奈 他原来是想自己 慢慢对比升级后的基地 有什么不同 现在只能一起研究了 郭深也陪同参观 他全程参与了这里的改造 对厂房了如指掌 当他带着众人进入厂房 一行人包括邻居在内 都被惊呆了 原来由钢架和铁皮 组成的厂房 是灰暗色调 现在贴上了 不知名保温阻燃材料 又白又整洁 连照明系统都换了 将整个厂房照得透亮 地面铺设了绝缘胶 又用不同颜色的线条 划分工作区 各种设备 按工序分区拜访 一切都紧紧有条 这和之前水泥地面 布满灰尘和油污 脏兮兮的机器 与零件混合摆放的样子 完全不相干了 至于原来的设备 几乎全部没了 都换成了新设备 一个个像小房间一样 高度集成的竖控加工中心 取代了裸露加工的老式机床 在一众领导看来 整结和液晶屏幕 就是高科技啊 等走到最后的总装车间 看到七八台橘黄色的机械臂 一行人更是激动地 上前东摸摸西摸摸 镇领导抚摸着机械臂 回忆着自己的青春 这个我知道 三十年前 小鬼子那里就有这个了 用起来比人方便多了 一吨多的零件 拿在手里甩来甩去 对不对 整个参观下来 邻居和众领导 都觉得这场房 确实大变样了 和电视里看到的火箭车间 相差不大 甚至还略微高级一些 离开的时候 镇领导心满意足 对邻居十分亲切 小林啊 拖拉机场这下 是火鸡变凤凰了 我走南闯北 建了那么多场 比这个大的多的是 但比这仙境整洁的 绝对没几家 你们放心 我马上打报告 把新远镇拖拉机场 列入高科技企业名单 对了 这下不能叫拖拉机场了吧 准备准备 换个新名字报上来 还有老万 贷款的是缓缓 人家高科技企业 岂不正式花钱的时候 镇里不能拖后腿 放心吧领导 现在拖拉机场这么一改造 卖几台机器就还上了 不着急 虽然镇上信用社没什么钱 但贷款的事 依然被领导做主暂缓 让邻居十分感谢 不得不说 这其中一半功劳得归阿美工程队 否则绝不可能这么顺利 等将所有外人都送走后 邻居又在厂房里转了一圈 越看越满意 拉股郭深问道 现在基地升级完毕 能进行火箭生产了吗 郭深已经拿到了 DXE火箭的资料 心中早就有了答案 一级一台120吨级 二级两台30吨级发动机 三级一台30吨级发动机 全都采用液氧没有燃料 全流量分级燃烧循环 是最费时间的 因为测试需要一共要造五台发动机 加上部分零件 采用间歇的两半导加工 预计28天左右 完成其余部分 都可以外包给普通工厂 大大减少我们的时间 虽然大部分材料都有库存 但包括燃料和其他加工费用 还需要400万元 不过老板 我们的在盒是什么 这枚火箭禁地轨道极限运力 有430公斤 这个重量已经算中型卫星了 钱的是 邻居并不担心 大不了把地皮抵押出去 钱是都借卖了400多万 贷款的话也问题不大 至于在盒用什么 邻居这才想起来系统要求 是要把科学在盒送上轨道 可问题是 什么样的物体 才算科学在盒呢 卫星肯定算 但拖拉机场 大概没这个技术实力 他又向郭深问了下 得到的答案也确实如此 要防辐射 防震动 在几百公里高度正常运转 还要搭载科学探测设备 显然不是个小工程 邻居突然想到了什么 问郭深道 我听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备份星还在地上 我们能不能把它买下来 好像也才300公斤 回答他的是郭深看傻子的目光 老板 那都是博物馆藏品了 再说 那也没科学探测功能啊 那你再联系下阿美宇航局 他们那有没有不要的残次品卫星 苦思冥想的邻居 干脆蹲在地上思考了半天 也没个办法 忍不住抱怨 人家马一龙都是发射火箭赚钱 怎么到我这儿就要 嗯 我有办法了 邻居灵光一现 一下从地上跳起来 他是没卫星 但别人有啊 用他的火箭帮人发射卫星 是要收钱的 哪里还用得着自己花钱 格局一下子打开的邻居脑海中冒出来各种想法 很快就有了主意 直接打广告说代发卫星肯定没人理 可以从熟人入手 他恍然间记起 自己在国内读的寻常本科 曾经和一所985高校合作过一个卫星项目 可惜最后火箭名额被另一所更高端的学校强了 此后不了了之 但毕竟造过卫星 说不定原来的还在 时多时多还能用吗 在好久不上的学校论坛找了半天 邻居终于找到了前几年卫星项目的一些信息 说来当时学校希望申请一流专业打响名气 集结最优秀的老师和教授 展现技术实力后才和那所985一起搞了这个卫星项目 作为老牌工业院校 南方机械学院虽然等级不高 但积累的经验很多 在几个工业领域居然有全国先进的评价 可惜那个时候时间比较早 造小卫星容易 申请国家火箭的时候出了岔子 被另一个国防院校抢了 此后就没了后续 邻居想办法找到了当时参与这个项目的老师 发现其中一个居然是教过他机械专业课的 顿时松了口气 第二天的时候 郭深已经带着大呼小叫的职工们进行培训 尽快熟悉设备加工零件了 邻居直接成立了项目组 郭深担任总工 交出大权后 带着删减后的火箭资料 去了荣城装作学生混进学校 邻居很容易在办公室里找到了周锐教授 此时的周教授已经是60岁的老头 没再参与什么项目 已经在位退休做准备了 见到邻居站在自己面前 还以为是严毙的英介生 来找自己通融 顿时心情就不好了 然而邻居开口第一句 就让他愣住了 周老师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学校的卫星项目 低头看书的周锐猛然抬头 眼睛也变得锐利起来 他先是看了几眼邻居 然后有些不确定地说道 当然记得 你是 是那个交换去阿美的学生 邻居没想到 周锐还能记得自己 直接拿出了毕业证 周锐回忆了一会儿 也确实想起来了这么一号人 毕竟交换生还是很少的 但是在他的印象中 邻居成绩只能说中上 参与的竞赛也不多 对他的来意就很好奇了 然而 他一问 就得到了完全超出意料的回答 周老师 是这么回事 我和阿美的朋友一起 改造了家里的工厂 准备造一枚能入轨的火箭 但是造不了卫星 听说咱们学校 以前参加了卫星项目 我就想问问 那卫星还在吗 一边听一边喝水的周锐 扑得一口直接吐出来大半 喷在面前的电脑上 全是水雾 赶忙抽纸擦拭电脑 周锐还不忘戴上眼镜 反问邻居 什么 你要造火箭 办公室里正无聊的其余老师 也一直听着这边的动静 当出现卫星 火箭两个词 瞬间来了精神 纷纷围了过来 同学 你是实际的吧 邻居文言看去 居然是机械系的主任同培强 同样是参与了卫星工程的牛人 看到办公室一众老师都在 邻居干脆从手提包里拿出电脑 摆在了会客的茶几上 打开郭深座的火箭技术参数PPT 以交给周锐和同培强等人 即使是他十年后的水平 也不敢说能比上这两位 于是干脆不讲解 让他们自己翻看 PPT里 不但有火箭的详细设计和性能指标 也补上了拖拉机场新厂房的设备 也表示 他真的有实力造火箭 不是开玩笑 同 周二人参与过卫星计划 对火箭也有一定了解 看出了这份PPT是有真东西的 心里就有些惊议不定 他们还是有些不敢相信 一个应届生竟然已经要上天了 邻居 这份PPT是你设计的吗 不是 是火箭总设计师郭深制作的 瞧我这脑子 忘了给您介绍 面对同培强的疑问 邻居直接甩出了郭深的履历 当看到宇航局工程师身份12人再无疑虑 只是惊讶于邻居的手笔老周 这学生看来是完真的呀 技术资料也太详细了 都可以照着生产了 同培强靠在周瑞身边语 其意识 基本认可了造火箭的可行性和真实性 周瑞点点头 他已经不再怀疑邻居的能力 终于开始说起了卫星项目 当时我们合作设计的卫星还是很不错的 是一颗空间辐射探测卫星 重量80公斤 可别以为小就看不起 这个重量是好不容易才减下来的 至于卫星 在另外一所大学那里 估计已经用作展览品了 毕竟火箭载荷已经没这个项目的份了 所以 你想要那颗卫星不太可能 一是协商困难 二是90% 100%的可能性都无法使用 听周瑞这样的说法 邻居有些失望 不过同培强却接过话头 可 其实呢 我们学校也有设计制造卫星的能力 这才过去一年 零部件生产商能协调到 校办工厂加工能力也还在 而且有400公斤的重量 同主任却又话锋一转 不过邻居同学 你们准备花多少钱买卫星呢 花音落下 邻居刚要挤出的笑容 又硬生生憋了回去 买卫星 他的钱加上贷款 也就构造完火箭 哪里还有钱买卫星 而且他打的注意 可是挣火箭发射费用了 按照国际卫星发射 一公斤一万美元报价 400公斤能挣到至少400万美元 一笔就把钱挣回来了 所以 此时邻居犯了难 他突然意识到 不是学校要发射卫星 而是自己需要再合 供需关系反过来了 这还怎么收钱 毕竟学校压根没发射卫星需求 现在开口要钱 肯定也没戏 邻居正决定拿起资料走人 却突然发现 同主任和周锐两个人 露出兴奋的表情眼神交流 看了眼邻居又都平静下来 有猫腻 联想到周锐和佟培强之前 刚听到卫星时的兴奋神情 现在又拿捏姿态 肯定是有哪里不对 邻居隐隐猜到了答案 于是故意叹口气 起身就要收起笔记本电脑 对不起啊 周老师 同主任 我们公司刚刚创立 钱都投入到火箭里了 实在没钱了 我突然觉得 第一次发射 还是谨慎点好 就送个探测一上去 知道飞到哪儿去了就行 卫星的话太冒险了 见邻居居然直接就要撂挑子不干了 同主任也有些手足无措 但还是赶忙制止他离开 重新按到了沙发上坐着 先别这么急嘛 邻居同学怎么说 也是学校的学子 我们不可能做事不管 你先等等 我去给领导汇报一下 说着 同培强就拉起了周锐 急匆匆出了办公室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你不想要发卫星了 但是那火箭第一次发射 不好说 那只是没小火箭 而且有阿美宇航局的工程师坐镇 再不靠谱 也就和咱们卫星一样 你还说 忽有人小林说 我们能造卫星 当时我们就参与了个几个零件设计 自己搞疯了吧 我就问你 想不想做这个项目 做 做他妈的 同培强和周锐两人 躲在办公室外的阳台 立刻展开了对话 并以光速确认了彼此的想法 卫星项目想不想做 当然是做梦也想做 两人都快要退休 虽然职称不少 但从来没做过 如此高大上的项目 前几年那次擦肩而过 是每一个参加者永远的痛 现在机会就在眼前 绝没有再次错过的道理 刚刚之所以故意提卫星报价 只是学校习惯性的 想从企业薅羊毛而已 虽然是普通院校 但南方机械学院 每年的经费绝对不少 学校上也是一样 为了提升学校档次 他们已经做出了无数努力 但哪一个都没有 现在的卫星项目打 他让周睿先去安抚住邻居 自己则马上打电话 联系一切能帮上忙的人 当邻居看到周睿教授先进来 跟自己套家常聊天的时候 心里就安稳了下来 也就不急不忙地说笑 直到半个小时后 几位校领导冒着汗 出现在办公室里 加上同周二人 六个参与卫星项目的教授 和其余专业老师 一起对火箭方案进行了论证 最后让校方相信 火箭可行性很高 设计成熟 技术参数真实 心里有底的蒋校长 当即做了决定 最后要求去工厂考察 都没来得及吃午饭 邻居开着车带着校方的巴士 一路就到了拖拉机场 途中一众老师教授们 看着越来越偏的路 有些狐疑 当看到新远镇拖拉机场的招牌时 更是眼皮直跳 好在一进入厂房 扑面而来的高科技感 就浮去了所有的不信任 一行人在郭深的带领下 看着各种机械设备 评估着生产能力 周睿眼睛一扫机床设备的名牌 发现都是些不认识的牌子 有些惊讶 但是一看技术参数 又都是比较高端的机床 国内很难买到 有国产也产量不多 邻居对此的解释是 这些机床是代理商提供的 避开制裁换了名牌才糊弄过去 好在周睿也没有追问 不管怎么说 无论是内行人 还是外星人 参观完的感受都是 好 厂房的条件和机器都太好了 又是全新安装的 感觉都在闪闪发光 爱国华侨郭深 更是能以标准的 英语专业术语讲解 更是让人幸福的 叫一声郭总师 当参观完毕 学校一行人的心理 也发生了变化 觉得相对不靠谱的一方 反而是自己 接下来的合作方式 就在拖拉机场会议室 这里也被装修一新 这次双方相对而做 有郭深等专业人士压阵 校方也不得不认真应对 到了下午 郭深为总师 同培强 周锐担任副总师 邻居和郭深 都不了解南方机械学院的 具体实力 所以觉得还算不错 还拿到了一千万资金 这下资金完全充裕了 但站在学校一方 众人则是强行忍住 千万不要笑出来 只要项目成功 学校明年的预算 随便增加两个亿 同时还能通过航天项目 增强实力 打响名气 简直是双赢 只他们自己赢两遍 唯一的问题是 邻居给的时间很紧 30天完成卫星设计制造 不过好在也不需要复杂功能 大不了全体吃住实验室 拼了也要搞出卫星来 临走的时候 我很欣慰 下个学期新生典礼 邻居同学务必要到场 以优秀校友身份做演讲 校长您太客气了 客气了 邻居两辈子 第一次被如此吹捧 整个人都有些飘了 蒋校长向他许诺 还要把大头罩挂在宣传墙上 送着众人远去之后 都还在傻笑 有了学校的帮助 想必一颗卫星是手到擒来吧 南方机械学院 当天深夜 所有出差的 休假的 能在卫星项目 帮上忙的教授老师 全部被叫了回来开会 第二天 一些能力强的学生 也被导师温柔地哄到了学校 在容成的学校圈子里 突然流传一个消息 南机院要造火箭 还要把自己的卫星送上天 谣言传得有鼻子有眼 但没人相信 毕竟南机院什么水准 大家还是有数的 火箭 卫星 清北都不敢自己打包票好吧 可过了几天 动静越来越大 甚至流出了南机院采购金箔和防辐射 DSP芯片订单 容成高校界就开始怀疑了 再托熟人一打听 什么 南机院的火箭和卫星项目 居然立项了 2014年 国家刚刚下发正式文件 允许民营资本进入航天市场 这时 马一龙的猎鹰火箭还没成功回收 但是国家也同样看出了 民营航天的潜力 只是在国内干航天 一听就是个困难事 此时 几个半官方的民营航天 才开始注册成立呢 结果谁也没想到 南机院跳出来 吃了第一口螃蟹 南机院将这个大项目 也作为了锻炼队伍的地方 一口气将有点能力的教师 和优秀学生都调了进来 组成一个个小组 不比工厂 在学校的压力和动力下 各个实验室马力全开 尽全力加班开展工作 这么大的动静 早就在学校论坛里传开 南机院要上天的消息 已经算是实锤 南机院的学生是激动 但同在荣城的几个高校 就是友邦惊诧了 卫星项目开展10天后 晚上23点 周睿才带着满身疲惫走出校门 他完全没有了 往日高级教授的样子 随意坐在路边小摊上 点了份炒盒粉 呼啦啦吃了起来 在路边人看来 这个小老头 简直和民工没什么两样 周睿埋头才吃了几口 突然背后被人拍了拍 哟 周教授这是要去 小媳妇正财里呢 晚上就这么对付过去了 唐伟天 周睿看着眼前这个 穿着西裤衬衫 一头白发梳的一丝不苟的老头 毫不在意的 也坐在油腻的桌子前 唐伟天 去年刚被评为科学院院士 西南工业大学教授 也就是与南基院合作 搞卫星的985学校 两人是高中同学 又一起工作一年多 有意十分深厚 此时见到老朋友周睿很开心 就要拉着他去下馆子 不过唐伟天 却只是点了碗盒粉 就这么在路边摊 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先是聊了同学旧情 又问候了家人近况 唐伟天才问出了真正目的 老周 我最近来蜀川参加一个会议 听说你们是不得了啊 要搞卫星 搞火箭 虽然早就知道 老朋友不会无缘无故找自己 但周睿还是很开心 况且又不是什么机密 也就原原本本把始末说了出来 唐伟天听地两眼放光 尤其是听说 居然火箭是名企自己造的 更是坐不住 故意装作不幸的样子 国家才刚刚开放航天市场 他一个小年轻就造上了 还说一个月发射火箭 不会是骗你们经费的吧 这一招果然管用 戳到了周睿大半辈子的希望 他当即就急了 骗 人家总工是阿美宇航局的中间呢 这才多久 一级火箭发动机 120吨的煤油机样机就造好了 正好明天上午 我先休息一天 你去不去 去 怎么不去啊 看着唐伟天打折随上周睿 就感觉自己上了当 可说出去的话不能收回来 也就硬着头皮刃了 第二天他就和唐伟天 坐着车到了与拖拉机场 隔座山头的试车台 同样是系统出品 这座试车台是双工位的 能同时测试两台发动机 最大可承受推力250吨 已经算是很大了 他们到的时候 发动机已经就绪 正在电气系统自检 郭深正在向邻居介绍 这台样机 是我培训工人的过程中 让几个老师傅边学边做的 内部命名是K120 K是没有的英文首字母 120是推力 K120是一台既简洁又高效的发动机 重量1 2吨 单燃烧式 最大直径1 3米 即使半人工制造也不复杂 等下一台正式版生产 只需要168个小时 效率很高 邻居对这个数据十分满意 突然想到什么问道 如果要装7台 不9台这个发动机 中间一台四周八台的设计 舰体直径要多大 郭深思考了一下 用圆珠笔在桌子上画了几个圈 又思考了下布置方式 很快给出答案 6米8 您是想造大火箭 这样的话 推力就有一千吨了 禁地运力差不多30吨 可是 为什么要把一台放在中间 中间放三台的话 结构会空隙大些 更安全 邻居笑了笑 他想到了 空插会在几年后成功的 猎鹰9火箭和重型猎鹰 不管怎么说 他们的思路已经被证明是对的 秉承拿来主意并不丢人 中间一台的话 垂直回收的时候 只要启动中间的一台发动机就好了 省燃料还方便 您相信马一龙的回收理论 郭深有些惊讶 这时候 老马的空插 还在持续放烟花呢 不管是行外行内 都不相信他能成功 甚至老马自己都被炸得有些不自信了 看不出来 林老板的航天想法 也很超前啊 一个陌生的声音响起 邻居想看看 是谁在偷听 就看到唐伟天笑眯眯地走了出来 邻居啊 这是我的老同学 也是科学院的院士 唐伟天 听说你在搞火箭 非要来看看 我擅自把他带过来了 还请不要怨我啊 周睿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邻居一听 是院士马上机灵起来 哪里哪里 周老师严重啊 唐院士过来 这是我的荣幸才对 没关系 我也就是随便看看 我刚刚听你说 要一级并连九台发动机 这么多的话太冒险了 五到七台就很合适 有个十五到二十吨运力 就已经是大火箭了 也别叫我院士了 喊声老师就行 唐伟天态度 像是长辈一样的态度 让邻居感觉很舒服 不过作为穿越者 他还是有几分不服气 既然你让我叫唐老师 那也直接叫我名字就好了 不过您知道 我问九台还有个原因吗 哦 看来邻居同学 还有些其他想法 说说看 邻居得意了起来 只见他左右手握出一圆形 轻轻往中间靠拢 采用星级九台发动机的设计 再利用CBC构型江星一级 作为助推 那么总推力就超过了三千吨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 就能接近一百吨 而这个运载能力 登月 郭深 周睿 唐伟天三人同时说出这两个字 上个世纪 阿美用来登月的土星五号火箭 一级也就是三千四百吨推力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一百一十多吨 以现在的技术 登月飞船肯定能减重不少 能把一百吨的飞船送上太空 就一定带着三个宇航员飞到月球去 唐伟天很激动 邻居的话 让他看到了宇航的新方向 CBC构型能极大简化火箭设计难度 因为助推器和主火箭一级完全一样 生产起来也更简单 不过他立刻又冷静了下来 这个想法确实 确实非常的巧妙 但是控制多台发动机太难了 发动机太多了 三个星级 一共27台发动机 坏一台都是麻烦式 容错率太低 这下不仅仅是控制系统 对发动机的要求性也很高 可就是因为 难我们才要去做 只有这样才能把火箭的成本降下来 如果再使用回收技术 其实只能回收十次 航天货运的价格 都将下降到极为恐怖的地步 航天的未来一定是廉价 只要向这条路走一定不会错 现在电子技术如此发达 总有一天能达到这个能力的 邻居已经知道 明年年末 同样一级9台发动机的 列英9号回收成功 接下来一路顺风 所以路不但能走通 而且不远 然而在三人眼中 邻居就是年轻人的自信 不过他的说法又确实很有道理 更多的是感慨 此时 试车台已经准备完毕 随着广播员清场 控制台内的人员开始向发动机注入燃料 十 九 八 三 二 一 点火 从窗户望去 发动机喷管出现了屡屡白烟 那是一散到空气中的夜氧 随即 燃料也蹦入燃烧室 喷管开始释放火焰 发动机的节流阀慢慢打开 推力慢慢增大 喷出的尾焰越来越长 直到节流阀最大值 120吨推力的气流撞击地面 轰鸣声和震动几公里内都能感受到 所以为了不影响机床加工精度 才特意搬出来这么远 当前推力122 三吨 节流阀开启100% 广播声音响起 观察室里响起一片掌声 一众参与了发动机制造的职工一边高兴 同时又感到了一些迷茫 老三 不是说咱造的是降雨设备吗 这咋还喷火呢 俺看着像电视上的火箭发动机呀 俺 俺也不知道啊 120几吨的K120是车程工厚 简化缩小版的K30就更简单了 相比目前各国的火箭发动机 K120的最大特点就是简单 它的身上没有密密麻麻的管线 全部尽可能集中 体积也尽可能缩小 技术标准还比同类型低一些 天生就是为了大批量生产准备的 而按照传统路线 大多是在制造方式上下功夫 比如几年后开始成熟的3D增彩打印技术 不能说谁好谁坏 但简单的结构容易提高可靠性 是毋庸置疑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 因为有从南技院及其附属工厂 调来的高级技师和教授 火箭各部件的制造速度陡然加快 由于是第一枚实验性质 较少的零件可以直接手工制作 造出来的产品反而会比批量生产更精良 至于一般而言 难度较大的翘体和燃料炷箱 因为火箭直径只有二 五米 完全没有任何技术难点 多的是厂家能制作 声称自己来开会的唐伟天 也赖在了拖拉机场 以参观和协助指导的名义 整天东摸西摸 郭深发现这个老头不简单 虽然穿着看起来像学术败类 但有极其深厚的航天知识 一问才知道 要是能给他打工那该有多好 可惜差距太大没可能 这边邻居在琢磨 以自己的小身板 怎么尝试撬科学院的大牛 另一边舆论却开始起来了 随着南基院全力投入到火箭和卫星项目中 慢慢有一些细节开始流传了出来 南基院主要负责卫星 火箭则是与名企联合研制的内容 也被人知道 好事者顺着线索顺藤摸瓜 最后居然发现 合作协议里写的名字是星远镇拖拉机场 要不是文件是从某位教授邮箱中意外流出 真实性无庸置疑 但这个结果也太离谱了 这是很快出现在南基院的学校论坛上 然后就向社会传播 几天后 一篇标题为引领民营航天先锋 高校与拖拉机场合作造火箭的文章出现在媒体上 迅速吸引了大量目光 刚好邻居这段时间也在水南基院论坛 立刻看到了有关这条新闻的帖子 原本不怎么活跃的南基院论坛 最近关注量暴涨 这条帖子热度直接达到了最高 那边的沙雕新闻 南基院怎么说也是老工科学校了 咋可能和拖拉机场合作 开玩笑好吧 学校的附属工厂都至少比拖拉机场强吧 我觉得好像是真的 我师兄跟他导师好像去拖拉机场做技术支援了 合作单位确实叫心远赠拖拉机场 楼上戏说 戏说加一 戏说加一 不是 你们自己去学校官网看 都发了三四篇稿子了 什么 正经人谁看学校官网啊 邻居默默关掉手机 他对这种事其实有一点预料 当时签协议的时候拖拉机场还没更名 又因为时间很紧 所以就用了心远赠拖拉机场的名字 至于新名字他还没想好 毕竟作为有系统加持 注定不凡的拖拉机场 名字不能太草率 但此举确实给了吃瓜群众们极大震撼 就连南基院自己的师生 每次看到都得无脸 然而更让他想不到的是 这是居然还引起了航天局的注意 这天蒋校长正难得勤证 亲自跑到实验室 查看卫星研发进度 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 一看号码 接通电话 喂 领导 我是南基院的蒋玉归啊 哦 最近我听说你们南基院 可是做了个大项目啊 不但要搞卫星 还要用自己的火箭发射上天 是有这么回事 不过 我们那是小卫星弄着玩的 火箭是跟民营航天一起研发的 听到民营航天 电话对面常常的N了一声 明显这才是电话的真正目的 那个民营航天 是怎么回事啊 蒋玉归连忙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河盘拖出 也难为他每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拖拉机场成立比较短 但是人员和设备上 确实有造火箭的技术实力 领导 严格来说 只是他们的前身是拖拉机场 现在已经不沾边了 不过 我们也肯定经过了详细考察 绝对不存在弄虚作假的行为 我们的项目也是半公开的 媒体和业内人士 只要向我们报备 都是可以参观的 这么一番解释 电话另一端的人 已经相信了此事的真实性 也听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不要妄自菲薄 南基院这些年的努力 我是知道的 国家刚刚开放航天市场 民营企业这么积极 也是好事 而且 400公斤的卫星也不小了 我们第一颗卫星 也才300公斤 你们的起步很高 只要你们确实是在认真做事 航天局可以给予一些支持 听到老领导最后的鼓励蒋玉 瞪大了眼睛 隔着电话就鞠躬道歉 航天局给予支持 可不是客套化 而是确实有可能 华国航天 由于起步较晚 运载火箭谱系丰富度 大火箭和深空探测项目 压力很大 扶持一点民营企业 并不算侵害他们的利益 得到大领导 默许支持的蒋校长 思考半天 然后指示学校官微 发了条博客 内容是一张几个教授 围在半成品卫星面前的照片 配文则模糊的暗示 要探索航天 本来南基院的博客流量不多 结果没多久 航天局官方号 和几个航天科学院的官微 一起组团过来点赞帮忙转发 瞬间就带起了热度 现在下2014年 大火箭长征5号 还有两年首飞 几家未来的民营航天 还在墙堡中 大学研制卫星说实话新闻不少 但自己搞火箭 把卫星射上天 就是蝎子巴巴毒一份了 然后就随着各种小道消息 拖拉机场开造火箭的事 就越传越广了 卫星因为没有命名 我们采用内部代号W61 最大直径2 1米 总重398公斤 主要功能是宇宙辐射探测 也同时安装了多功能摄像模块 性质主要是平台试验 科学探测性质其次 因为时间紧急 W61没有太阳能电池板 而是使用内置银芯电池 预计在鬼寿命50天 足以完成预定的科学目标 8月初 卫星的基本设计已经确定 大多数指标也确认下来 邻居来南极院 听具体讲解汇报 南极院的动作还是很快 利用自身优势 得到了近地轨道的主要参数 和卫星注意事项 预计20多天就能完成卫星制造 而且是一次两颗 主要还是400公斤重量太充裕了 设计起来余地特别多 不像他们之前合作的项目 总重才80公斤 每一颗重量都要仔细斟酌 坐在前排的邻居 频频受人关注 尤其是曾经教过他的老师 谁都想不到 这个学生居然刚毕业就干航天 简直不可思议 而且现在他的身份还多了一层 民营航天实质第一人 不管最后成功不成功 民营资本这儿八斤造火箭 这就是现在华国的第一份 外界传的是校企合作 肯定侧重于学校提供技术支持 但实际上 火箭完全是拖拉机场主导的 南机院对此心知肚明 明明是卫星的设计汇报 却还不忘在末尾大拍了一番邻居马屁 让后者尴尬不已 邻居听完汇报 装模作样地参观了一番南机院的实验室 看了看上在强保之中的卫星 就准备离开 结果等他回到拖拉机场 却发现外面围了十几个人 还有辆挂着电视台标志的采访车在路边 邻居本能地想要悄悄溜走 结果正在厂房外 与记者交涉的陈荣副厂长 见到他的车 立刻跑了过来 邻居厂长 电视台 电视台的人来 采访你了 我不想采访 老陈你快应付一下 我先走了 别走啊厂长 这是省电视台的 人家说了一起的 还有市里的人 看上咱们厂了 准备列入高新产业名单 邻居对虚头巴脑的采访不在乎 但是对工厂的实际利益可看重得很 听到这里 就决定应下 早就等不及的省台记者和设置组 已经赶到了车边 不过在知道面前的年轻人 就是邻居时还是很惊讶 一是他的年轻 而是邻居并没有换坐架 这辆浑身磕碰掉漆的杰达 还不如采访车值钱呢 采访记者 立刻心里多了几分佩服 怪不得人家年纪轻轻就成事 自身能节俭至此 确实不容易 他哪知道 邻居其实不敢花钱 虽然拖拉机场账上钱不少 但这可是造航天气 鬼知道有什么意外 保险点最安全 省台已经被领导打过招呼 这次过来 其实只是拍点照片 最后跟邻居对对话 本就完成任务 这让邻居也感到很轻松 整个采访的流程都平平无奇 也没有什么敏感内容 就在他很快完成采访的时候 脑海中的系统面板 却突然跳出了提示 完成一次主动舆论引导 任务结算增一整百分之一 完成援助下发的系统 沉寂了半个月 突然冒出来的提示 让邻居眼前一亮 赶紧询问意思 原来是作为引领星空的系统 每个任务不仅仅只有完成度 还可以通过任务影响力 增加结算式的权重 影响获得的奖励数量或等级 不过影响力只进入主动引导的部分 也就是说 必须是系统个体主动 而非其他渠道 这让原本打算 悄悄进村的邻居 瞬间改变想法 决定主动出击 第二天 厂会计蔡远发得到了一份新任命 宣传科主任 作为厂里的高材生 兼刻板印象文化人 邻居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价担子 马上把宣传工作做起来 虽然是跨行业 但瘦高瘦高的蔡会计 胸脯拍得震天响 马上用自己的权力招兵买马 回镇上没事干的计算机系大学生 网络运营就是你 整天发短视频的网瘾妇女王寡妇 那是宣传科副主任 老王家36岁失业的程序员儿子 王小腾 别挑了 来做官网 蔡会计以自己的目光 挖掘出了一套豪华班子 准备大干一场 然后接到邻居的正式任务 组建官方平台和账号 宣传火箭进度吸引人气 第一个简单 下档程序员虽然技术不对口 但申请个网站 装饰页面也是不错的 一套PPT制作法套上去 高大上的X1 Tractor Factory 星远拖拉机场 官方网站就出炉了 黑白配色简约风 放两张网上到的高清火箭图片 详情页面贴厂房照片 再放个电话和邮箱上去 完美 第二个申请账号也极为简单 在主要视频平台和社交网站上 花点钱弄个官方认证 官号也开张了 将郭深制作的DX1火箭 星远一号效果图和尺寸 发给专业的视频团队 一顿模板剪辑 不行 这是2014年 最后还是在南纪院找到人 制作宣传视频 然后交给邻居审核 然后邻居看着 浓浓乡镇企业风的开头 以及透露着动画感的火箭 模拟发射场面砸嘴 不得不说 在某英铺开前市场上 还没有成熟的视频制作体系 画面效果也远不如后面精良 但在这个时代 也就凑合着用视频发布 然后花点小钱买个热搜 这个时代的热搜 还没那么贵 投入不多 官微同样如此 在上的小小的热搜 与南纪院官微互赞联动一番 自然就将流量吸引了过来 为了刻意制造反差感赚取流量 邻居决定拖拉机场更名一世暂缓 果然 没过几天 华国民营航天企业首美火箭 9月发射的消息就传遍了 数量庞大的网友 先是被南纪院的博客吸引 然后转到新远拖拉机场的官微 不是吧 照片和资料 看着都挺正经的 怎么这名字这么奇葩 新远镇拖拉机场 你以为你是巴伐利亚发动机场呢 国人能不能证实一下自己 拖拉机场哗众取宠造火箭 不是一想天开 就是纯粹炒作 阿美民营航天 都还需要阿美宇航局支持 华国的自己能行 听说 是从阿美买的技术和图纸 工人都是阿美工人厂房 都不让华国人进 完全是给阿美做配套的分歧 邻居本来想看看自己的引流效果 结果看到后面眉毛一拧 他恍然想起 这不是航母下水 空间战舰程的2024 2014的华国 公之恨国党 还在满地爬呢 随着热度炒起来 这些家伙闻着味就过来了 一个个都还带着黄色认证呢 在兔子的军力 工业实力彻底崛起 并露出锋芒以前 面对的最大批评声 从来不是世界 而是自己的内部 长久的技术落差 与某些心怀不轨之人的刻意引导下 一大批人疯狂地攻击自己的国家 否定任何成果 比如费尽国力修建的 世界第一高海拔高原铁路 竟然被批评 破坏沿线生态健康 像偏远山区的通水通电工程 竟然被说是 毁灭当地特色文化 科技方面更是如此 但凡国内没有的 一律是领先50年的高科技 而国内突破的 那一定比不上国外 此时航天系统还处于 基载实力的阶段 离爆发式增长 还有六七年 在阿美登月和航天飞机的势力在前 任何取得的努力都会被嘲笑 人家早就做过了 这都是多少年前的技术了 由于这时期的华国 也并未达到强盛状态 民众也对如此自贬的言论很认可 甚至觉得 华国人就是不行 所以 在国内普遍对自己的官方航天局 都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突然冒出来一个民营企业 要进军航天 面对的质疑 当然是铺天盖地的 不仅仅是星远拖拉机场的官威 就连南机院也顺带躺枪 一群闻着喂过来的大V 疯狂泼脏水 甚至还很前卫地 开始编造故事了 邻居经历过这个时代 只是后来的几年 民众爱国意识崛起 将公知大V的生存空间不断缩小 让他几乎忘了 现在是什么样子 昨天发的宣文 今天就背对 到了晚上 已经开始传谣言了 某个科技圈自媒体评测人 竟然大摇大摆地写了一篇 对星远一号火箭的技术分析 还很不要脸地宣称 自己对视不对人 邻居看了他的文章 扑斥一声就笑了出来 那个评测人不知道 哪里摆读了火箭的几个部件名称 然后和国外某相似重量火箭 一通瞎对比 以此判定 星远一号火箭 从设计上就不合理 完全是骗人的 最后还不忘 对拖拉机场造火箭的行为 明朝暗讽 而南机院也遭受到了攻击 有大V称自己和南机院内部 清醒的教授取得了联系 说南机院的卫星火箭工程 是为了骗取国家经费 又是一起精心策划的学术造假事件 短短两天时间 全网的舆论 就朝着与邻居相反的方向一路狂奔 差点被气歪鼻子 他先是打电话给南机院的同培墙 说了此事 结果对面一脸淡然 邻居啊 不用理会这些人 从四十年前 他们就再说 也没见说出个什么 我们还不是一点点突破了技术封锁 还不是送人上天 航母下水 这种苍蝇 叫没什么大不了的 完全没必要担心 邻居又打了几个电话 才发现不仅同培墙如此 整个学校都是淡然的想法 对于南机院的人来说 挨骂还能挨少了 这才算啥 但是邻居可不一样啊 系统面板中显示 此次主动舆论引导正在进行中 当前情况对结算的增益是 二 百分之五 如果光是被说说 他也能忍过去 但现在可是实打实地影响自己的任务 不过现在 他还没有直接 与这些公知大V舆论对抗的能力 能做的只有一个 直接展示成果 实物都摆在你面前 总没有办法否定吧 邻居直接回到工厂 召集人手下命令 要把火箭发动机测试 可以完成撬体部分的视频资料放出去 扭转不利的舆论影响 这倒是不复杂 但令他意外的是 院士大牛唐教授居然要离开了 邻居同学啊 这段时间吃住都在你们厂里 实在是辛苦你们了 我也待得差不多了 再不去餐会 人家就结束了 面对唐伟天的离开邻居很不舍 郭深已经跟他说过不少次 在唐教授参与到火箭制造中时 提出了很多有用的建议 能多留一天都是好事 可面对邻居的挽留 唐伟天最后也没答应 在众人的一片不舍中 才潇洒离开 只是在他离开后 却并没有先去参加什么会议 而是来到了市里的招待所 两个年轻男人 很客气地招呼他进去坐下 倒上茶后才问道 唐教授 有没有看出什么问题 问题吗 有一点 但不是你们所关心的问题 我可以确凿说明 他们的技术是很成熟的 这应该跟小国总是有关系 火箭方面普普通通 有些新意 但也是时代进步理所当然的 不过那个发动机很厉害 虽然推力与我们研发的 YF-100差不多 但重量降低了整整36% 比冲多出40S 而且 YF-100采用的负氧分级燃烧 他们的K120 是全流量分级燃烧 K120实际上更加先进 而且设计简洁成熟 很可能是阿美宇航局留出来的 不然他们绝对没有这个技术实力 一个人认真听 另一个人埋头做笔记 很快对唐教授的卧底成果 做出了总结 没错 这次唐伟天混入拖拉机场 实际上是受安全局所托 进行了一次技术调查 突然出现的民营火箭企业 还跟阿美有联系 当然吸引力安全局注意 不过他们更关心的是 幕后有没有什么黑幕 对技术其实并不太在意 只是恰好碰到来鼠川的唐伟天 请其帮忙掌眼 唐伟天其实主要感兴趣的 就是邻居的K120业氧煤油发动机 因为华国前两年 才自言成功了推力相同的 YF-100发动机 而且是花了12年之久 才通过验收 K120直接试车 有点吓到他了 尤其是在发现其技术指标 更加先进后 就对技术来源有了怀疑 最后这口锅被安在了锅身身上 准确地说是他的前单位 阿美宇航局 对于可能的阿美先进发动机 唐伟天很是眼馋 对比之下国产的YF-100 都显得太臃肿复杂 不过他虽然在这几天了解到了 K120的详细技术资料 但进场的时候 他也是签了保密协议的 以他的地位 也做不出那种无耻之事 回到自己的宾馆打开电脑 唐教授写了篇长长的邮件 附上一些图片后 发网了一个邮箱 虽是半夜 但仅仅几分钟后 邮箱就受到了已毒的回复 华国最大120吨级液体火箭 发动机试车300秒 拖拉机场接住了诋毁 并反手甩出一个大新闻 此时虽然同为120吨级的 YF100已经交付两年 但此时还没有像后世一样 改进将推力从120吨 提升到125吨 最新制造的 K120试车的最大推力数据是123 5吨确实小超YF100一点点 就靠这一点点 说它是现在的华国最强 还真没错 华国航天局现役的 其他几款发动机 最大推力都只有70吨级 直到6年后的YF130 那个500吨推力的大家伙 样机造出来 才是真正达到 航天强国的大推力发动机 说来也是因为DX X-E的结构设计就很简洁 所以干脆给一级 就塞了一台大推力发动机 而不是通常两到四台 小推力发动机 而且也有一定取巧 120吨级发动机 本身并不算很大 路西亚和阿美 都有几百吨级的怪物 和他们相比 这只能算中等偏下 但华国最大的消息 一放出 还是瞬间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由于放出了 发动机试车的完整影像 原本跟着质疑 星远一号的声音 顿时就消失了 十几个穿着 星远拖拉机场工作服的人 站在镜头前 一同观看 火箭发动机试车的视频 狠狠打了那些 公之大V的脸 尤其是还盯着 最大推力的名头 虽然听起来不现实 但仔细一看 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 民营企业 造出华国最强火箭发动机 就连国外媒体都很惊讶 转载了最新的试车视频 带来了不小热度 不过最关心的 还是周边小日子过得不错 和整天肯泡菜的小伙伴 连他们的官方新闻 第二 效果立竿见影 同样投来更大关注的 还有本国航天局 过了几天 在拖拉机场的总装厂房里 火箭的翘体 已经静静躺在了这里 星远一号火箭体积比较小 高度只有31米 直径2 5米 也就是长征二号驻推器的水平 不过后者推力只有75吨 此时全部发动机和主要舰体 已经制造完毕 少数零件 也可以在主结构完成后安装 由于南机院的投资和人员支持 火箭的进度比预期 还提前了约一周 有更多的时间调试检查 当邻居看着出具雏形的火箭 新潮澎湃时 突然陈副厂长跑了过来 告诉他来的消息 厂办突然收到了 自称航天局六院的拜会请求 希望来考察K120火箭发动机 并有可能进行商业合作 电脑值班的人员 查了发现邮箱地址是对的 就赶紧去报告 邻居一头雾水 然后去度娘搜索六院 然后才发现 YF100的设计单位正是六院 难道是盯上了K120 邻居心里有些猜想 他亲自给六院发去了同一回信 然而没想到对方马上回复 称后天就有人到工厂 邻居被这速度有些震惊到 同时思考怎么安排拜会请求 于是问郭深的看法 星远一号火箭没什么可说的 唯一有价值的只有K120 这绝对是他们的目的 也许可以在那天安排试车 正好我们要做550秒 长时间试车试验 邻居同意了这个安排 然后就等六院的考察团队 结果考察当天 他才发现带队的 竟然是老熟人唐伟天 唐教授 邻居看了看后面 七八个青年中年皆有的队伍 马上明白了唐伟天的单位 没想到您就是六院的 原来我们厂居然还受到过 航天局六院的指导呢 哼 我还想说 请邻居同学 不要怪我之前隐瞒身份 其实六院这次的合作 也是我提议发起的 唐伟天说着不好意思 但脸上可没有半分尴尬 完全是自来熟的表现 倒是后面的其他人神色各异 眼睛不停地四处打亮 对此邻居看在眼里 不过却并未说什么 由郭深介绍参数和设计思想 六院的队伍中 两人正悄悄交流 合宫 这就是全流量 明明比我们多个蹦 怎么看起来还更简洁 喷管也小了一圈 不清楚 不过工艺好像和我们的差不多的 但设计确实 确实非常简洁 而且肉眼可见的零件少得多 怪不得能比我们的轻700公斤 700公斤啊 被叫做合宫的男人 看起来平平无奇 但他确实深度参与了 YF100整体设计的研究院 其实 当他听说民营企业 造出了120吨级 液氧没有发动机时 心情是非常震惊的 90年代 华国航天看着一票 使用偏二夹井的毒发 比冲击污染 大还只有七八十吨推力 下决心要研究 大推力火箭发动机 YF100的论证由此开始 为了他 华国航天还买了 前联盟的几台RD120火箭发动机 想要寻找参考 RD120同样是液氧没有发动机 或许是研究了几年 觉得问题不大 千年一史 YF100项目正式立项 然后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 项目多灾多难 到处出问题 直到12年交付才稳定下来 这其中的艰辛不必多说 虽然 YF100的数据指标 其实只能说平平 但好歹是能用的大推力 发动机了 然而突然有人说 有家民营企业 蹭的一下 比YF100更先进 更可靠的同级发动机 已经造出来了 要不是发邮件的是唐教授 何宫都很想拿锤子 敲传消息人的沙冠 来的路上 他已经看过了 K120的首次试射视频 心里更加复杂 现在听着 郭深讲解 K120的设计思路 只感觉他们以前 犯了好多愚蠢的错误 到处都是明明这里 可以更好的 他忍不住打断了对方问道 郭总 请问你们的发动机 是完全自产的吗 当然 就在现在有一台简化版的 K30上面 及发动机正在制造 听到这话何宫更加郁闷 想不通 为什么别人的成功 如此轻而易举 他其实还想问问 K120是不是从 阿美宇航局弄了资料 可惜这种话只能想想 绝不能说出来 稍后 他们又被带去看 550秒试车 当与YF100雷同的火焰 喷射而出时 六院的各个人员 眉毛都快凝成麻花了 一整天参观结束 六院的众人 就拿着K120的技术说明 回到了镇上的宾馆 九个人包下了 宾馆餐厅用来开会 当门一关上的时候 唐伟天持续一天的笑容 终于消失了 都说说吧 是怎么个想法 其余七八个人 翻看着手里的技术说明 听闻此言 都是愁眉苦脸的哀声叹气 不科学 他就不科学啊 这肯定是阿美的技术 喊不科学的人 说出了众人心中的困惑 纷纷拼命点头 就是啊 我们搞了15年 现在都在改 突然告诉我们 别人吹口气就成了 全流量 小体积 结构简单 推力还大 单凭这些K120 都已经是世界一流了 我感觉YF100再怎么改 都到不了这个水平 设计着发动机的人 脑子怎么想的 原本那么多部件 统统用一个结构搞定 这不是天才 这是因为 设计者一定有 相当丰富的 发动机设计经验 要么阿美 要么是前联盟 除了他们 没人做得到 自己十几年辛苦 被人轻松超越 众人都在不满发牢骚 只有何宫一个人不说话 唐伟天便转头看向他 何宫 你的意见呢 虽然年龄不是最大 但何宫对 YF100最有发言权 所以轮到他时 众人都安静了下来 何宫还在看着 手里的技术手册 听到喊自己 才放下册子 站起来给大家举了个功 首先 我代表项目小组道歉 不管K120怎么来的 不如人家是事实 我们用了15年 还是没有做到 世界先进的水平 不能这样说啊 YF100指标完全达到预期 只能说K120太遥了 就是 我们都是从头开始 哪里像别人经验 多到数不清 此言一出众人连忙劝阻 但何宫只是摇摇头 YF100已经落后是事实 K120先进也是事实 我的意见是 既然设计时就参考了 RD120 现在再抄一下 K120也无妨 不过 YF100不变 没有必要再改进它 唐伟天听出了言外之意 突然想到了什么 你是说 YF480 现在它的名字 应该会改成 YF130 以及衍生型 YF135 河宫缓缓看开口 众人立刻想起了 这两个项目 准确地说 他们还没有立项 目前航天局 已经在规划的是 长征5号 YF100也是为此准备 这个时候 再改已经太迟了 必要性也不大 但未来的重型 乃至超重型火箭的发动机 内部代号 YF130 以及YF135还在论证中 同样是 液氧没有 火箭发动机 用K120 改进未来的 重型火箭发动机 最为合适 也有充足的时间 吸收技术 唐伟天主持完会议 将结果发回六院 第二天晚上 才接到回信 六院整体 对获取K120技术 持积极态度 愿意与民企 进行商业合作 并倾向于购买样机 以及生产许可 也就是 和当年获得 外国公司技术一样 买你的产品 但是必须教会我 决定是否购买 这是华国的一项传统 不管什么好东西 一定要是你自己 用的我才买 不然说的再好听 都不买账 当然 在资深的研究人员眼中 K120是很可靠的 但有时候 真正排版的上级领导 必须考虑更多 不能落下把柄 于是 邻居就收到了六院 持续驻厂考察的请求 然后立刻批准 在他眼里 这哪是难为他 简直是来送福利啊 六院这么多人往内站 厂里的技术人员 问几个问题 交流一下没问题吧 生产发动机的时候 问一问 哪里需要注意 有什么经验能避避坑 总不好意思不说吧 这么多大牛在厂里 不好好利用起来 简直愧对着 来之不易的机会啊 郭深也对此心知肚明 带着本厂和这段时间 额外招募的技术人员 时不时就开技术研讨会 还偏偏拉上考察团一起 美名其约 听取优秀单位的意见 交流技术盲点 考察团也不拒绝 毕竟也不是太大机密 也是给自己找点试做 在如此迅速的增益下 火箭比预期早了9天装配完成 只要竖起来再通电检查一遍 就能夹住燃料发射了 2.5米的直径 虽然在火箭中是较小的一类 但是在感官上并不小 毕竟差不多快一层楼的高度了 火箭在总装车间内 刷上了南机院 和新远镇拖拉机场的 单位名称和标识 然后沿着舰体 竖着写上新远一号四个大字 最后 本厂职工 加上参与的南机院支援人员 考察团一起拉着横幅合影 新远一号总装下线仪式 圆满成功 在场的 还有特邀的省台摄影师 特意对横躺的火箭 进行了全方位拍摄 之前采访过邻居的记者也在场 看着这枚像模像样的火箭 目瞪口呆 他之前其实对这个 口出狂言的拖拉机场 印象不佳 只是完成任务过来走个过场而已 谁知道这才多久 真的就造出火箭来了 或真架实的火箭 往这儿一摆 想不服都不行 当天省市的领导听到拖拉机场 真给火箭造出来了 一个个都惊得差点跳起来了 航天在传统印象里 一直是个高大上的行业 似乎只有国家级别才能搞定 谁都没听说过 私人能搞航天 第二天 大大小小的领导 就往拖拉机场跑 纷纷要见识一下 民营企业的火箭什么样 原本最先来祝贺的万叔和镇领导 还没看一个小时 就不得不挨个陪同 越来越高的上级晚上的时候 省台就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 来报道星远一号 还有各大领导跑来视察的影响 地方领导对火箭最后 能不能成功发射看得不重 毕竟这本就是 华国民营航天的第一次尝试 能造出来就很了不起了 报道都是夸奖 尤其是听说发动机先进 更是狠狠地吹捧一番 而在网络上 当下几个视频平台还未没落 星远一号总装下线的视频 也是四处传播 在某市和某库的网站里 火箭和正在热播的网剧 一起冲上了热门排行 证明了 关注航天的人还是不少的 邻居对博客上的公知大V 已经厌烦 干脆不管不顾 转而在视频平台 看看反应如何 点开某市站内 热度最高的火箭总装视频 不是吧 我还以为说说而已 拖拉机场这是来真的 发动机试车都放出来了 舰体不是更简单 而且说白了 这火箭也就是长征一号的水平 根本不值得太关注 民营航天也太逆天了吧 一个多月就造出火箭 比航天局都快 光看外表有什么用 能飞起来不炸才是王道 阿美私人航天 都没成功几个好不好 这个120吨级发动机 和YF100好像 几乎一模一样 而且 合影还有六院的人 不会是航天局下辖的公司吧 相比博客 这里的评论要正常的多 没有那么强攻击性 连续刷了几个视频平台 邻居才想起 这个时代的贴吧论坛还没没落 各种大神还在干货满满 对于星远一号 一定有不小热度 于是登陆了贴吧 看航天板块的消息 令他惊讶的是 整个航天板 居然基本都在讨论星远一号 不过这时候 贴吧可是牛人遍地 很多都是实打实的技术贴 分析星远一号的技术参数 和发动机等 有些专业程度还极高 原因其实很简单 这几年 长五还没成功 华国最大的火箭 就是长三尹 延续十几年的老火箭 大家早就看腻了 空间站 也只有简单的一两个舱室 可供讨论的内容实在不多 突然冒出来的民营航天 几乎立刻引起了贴吧的关注 实际上 从K120发动机 试车开始 就不断有热度 只是之前邻居一直没注意而已 邻居突然玩心大起 也发了个帖子 我是拖拉机场 门卫王二狗 小道消息 8月26日星远一号 就会在如下地址发射 想要现场观看的速来 导流草雅座 还有三个 地址 星远镇老刘村 慢点慢点 我说司机开慢点 这滴坏了怎么办 传感器金跪着呢 老周你担心个屁 这卫星上天的时候 火箭的过载和震动 不比现在强 这几下就不行了 那还能安全上天 坐在公路上的 卫星运输车里 铜培强和周锐 看着被固定好的卫星 一路上不停伴嘴 哎呀 时间还是太紧了 要是时间长点 从航天局协调 两面太阳能电池 做到五年都有把握 五十天 这也太短了 差不多行了 这四百公斤 一半是电池 只有六十五公斤 是辐射探测器 剩下的位置 都给摄像机 咱们学校升格 就靠它了 卫星包裹在 专用的运输箱里 但两人手却 时不时搭在上面 一刻都舍不得离开 这颗卫星 已经被正式命名为 南星一号 与火箭总装 几乎同时下线 然后就立刻起运 发射场地已经选好 就在星远镇的一处平原 这里发射 起飞后途经的 都是人烟稀少的山区和森林 最后落区在南洋 将坠毁的风险 控制在最小 由于火箭起飞质量小 25日用吊车竖起来 放在发射架上 不远处的空地 是两辆分别装有 液氧和煤油的灌车 将会在发射前 一个小时内 夹住燃料 因为这个发射场地 建立仓促 发射控制室布置 也很简陋 就在几百米外的 山头后方 搭了简易板房 不得不说 30米的火箭立起来 还是很壮观的 好歹是十层楼高度 站在山头上 也看得清清楚楚 明天就要发射了 发射前 我们务必做好自检 发射时有任何问题 马上停下来 绝对不允许危险作业 明白吗 邻居正在叮嘱郭深 和几个较高级别的技术员 虽然他很希望任务成功 但绝不希望冒着危险出事 好歹是几十吨的燃料 炸开的坑 能把厂里所有人 整整齐齐 带着一家老小埋进去 稍有不慎 就是大事故 放心吧老板 星远一号是很成熟的设计 制造上绝对达标 出厂前四次检查发现的隐患 一共不到二十处 而且已经全部修正 发射前还有自检 不会出问题的 邻居点点头 郭深至少资料室 是前阿美工程师 对火箭发射流程应当不陌生 他还是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 还有宣传科 直播器材准备的怎么样 到时候是要全网直播的 兼任宣传科主任蔡远发 拍着胸脯打包票 放心吧林总 我请了电视台的人指导 绝对不会出差的 卫星 卫星呢 邻居转头问南机院 派过来的负责人 对方一直在厂里 负责卫星和火箭的 安装对接工作 截至昨天的测试 卫星各项指标正常 与舰体安装得很好 只要能送上去 就一定能用 各方面全部都准备完毕 邻居的心情十分美妙 又看向了系统面板 又经过后面的几次操纵 结算增益已经增加到了4% 再经过直播发射积攒的人气 再增加到5% 6%都不无可能 8月26日清晨7点 发射场周围 已经亮起了一片灯光 所有参加了火箭 和卫星研发的人员 总共300多人 聚集在控制室的山头上 一起观看发射架上的火箭 星远1号将在上午的11点发射 此时正在进行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自检 主要视频平台的直播已经开始 但此时人数只有几百人并不多 不过在发射场外的公路上 一辆车上的两个人 正骂骂咧咧地开着车靠近 那个燃烧的火炬 也太不靠谱了吧 发了贴又不回 给个地址就没消息 他不是说自己是保安吗 没准因为泄密被抓了 这话你也信 他还说他叫王二狗呢 你不信 那大早上开车过来干嘛 没错 这两人就是听信了 邻居帖子的航天爱好者 不过也不诠释 因为稍晚一些 星远官V就发布了发射消息 发射场地确实就在这里 等他们赶到预期的地方 已经为了不少人了 这里距离发射场就远了 为了保证安全 当地政府和公安 拉出了几公里的警戒线 派了上百名人员 防止路人闯入 消息灵通的附近村民 和镇上的人 早就通过各种渠道知道消息 一大早就起来看火箭 这可是现场观看 之前火箭发射 都只有电视直播 早上9点 控制室批准了燃料加注 约80吨燃料 缓缓加注到炷箱 火箭和发射塔周围 顿时被白烟笼罩 这是气坏的液氧 为了防止炷箱压力过高 会将小部分气坏的氧气 不断排除 任何国家的火箭 只要采用了液氧作氧化剂 都能在发射前 看到不断的白烟飘出来 所以 看到火箭飘白烟 就说明它 已经做好了发射准备 随时可能点火 这时 网络直播的热度 也终于起来了 镜头牢牢锁定火箭 观看人数急速膨胀 已经过万 而且还在不断增加中 控制室里的众人 都无比紧张 一遍遍检查 火箭的各项参数 发射前60分钟 又一轮自检开始 邻居和唐伟天 周瑞等人 站在控制室外的山头 一边看着火箭 一边聊天 邻居同学 其实我一直有些话想说 你们的火箭发动机非常好 但是箭体设计 说实话有些问题 不是安全问题 是其他方面 我有些看不懂 但当时 你们已经进入加工 所以我没有问 哦 唐教授快说出来 是什么问题 邻居连忙问道 唐伟天拿出一个笔记本 边写边说起来 一般而言 火箭是根据载荷目标设计的 比如说 我要打多少公斤载荷 去近地轨道 火箭质量差不多 结构差异也会很大 你们的火箭 如果稍稍增大 舰体直径到三米 起飞质量扩大十吨左右 至少能把近地轨道运力 提升四倍到一 六吨而不是现在的四百公斤 这只能说明 设计者的目的 其实不是近地轨道 但是我计算了 它的太阳同步轨道 和地球同步轨道 静止轨道都不太对 都不像是设计得到轨道目标 这枚火箭的设计很成熟 不是为了特殊的目的 没必要特意牺牲如此多的运力 你看现在的星远一号 其实要浪费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燃料 只需要小小改动上面级 和一级的质量分配 就能获得翻几倍的运力提升 我不相信它的设计者想不到这里 对啊 我原来觉得 可能是第一次设计比较保守 但这保守得过分了吧 周瑞等人也纷纷附和 他们也是一听就懂 邻居听得心中一灵 连忙在心中问系统 系统很快就给出了答案 系统给的图纸 来自无数个平行时空的人类 每个地球都有一定差异 火箭设计时 也不一定就是为了在地球发射 而系统没有修改能力 只能找近似能满足要求的火箭 于是就把DXE甩了出来 所以很显然 DXE的设计发射地 绝不是地球 也不是地球轨道 才会导致现在的运载能力 严重缩水 这种错误 在行家看来就一头雾水 明明舰体设计不错 怎么就会有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邻居心中思路飞速运转 好半天才编出来个解释 可 是这样的唐教授 你也知道这个 火箭的设计 其实跟阿美航天局 有一点点关系 见唐伟天和周围其他人 都露出了原来如此的表情 邻居才好继续编下去 其实星远一号 是从阿美宇航局 助推器的非案上改的 又考虑到我们没经验 所以仓促之间 用了最保守的改动 就是怕出现故障 这个解释成功忽悠了众人 这样就能解释了 因为星远一号原始设计 压根就不是打卫星的火箭 原来如此 果然是阿美宇航局 他们设计经验是真的丰富 改动的人肯定水平不怎么样 这改得过分保守了 是啊 这么优秀的梅游机 居然也废弃了 实在是太看不起人了 在邻居亲口承认 技术来源是阿美后 尤其是六院的人不淡定了 对自己的怀疑 也减轻了许多 毕竟是半个世纪前 就登月的阿美 他们有这样先进的设计 实在是情理之中 看不起120吨级没有发动机 也符合他们的高傲和自信 见自己终于圆了过去的 邻居大松口气 连忙转移话题 将众人注意力 转移到火箭发射上来 上午10点55分 发射前5分钟 最后一轮自检无故障通过 过身请示邻居后 批准发射程序正常进行 在网络直播室里 5分钟倒计时开始跳动 视频的弹幕急速增加 铺满了画面 此时各大平台统计的观看人数 已经超过20万 不过最活跃的 却是几千南机院的学生 毕竟学校要是靠此生重点 他们的毕业证 也是跟着水长传高 邻居看了眼 笔记本电脑上飘过的弹幕 大致都是南机院666只卫星 我也参与了给学长 点赞华国航天加油 新远拖拉机场NO 一等都在期盼着火箭发射成功 发射前60秒 发射塔架的广播 发出提示音 发射前30秒 发射前20秒 此时全部围观人员都明白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倒计时 纷纷在心中默默数数 不再交谈 十九八三二一点火 主机点火 最后一声落下 直播放大镜头中 火箭底部先是冒出一缕白烟 然后一束火苗急速扩大 在尾烟扩大 而火箭离地之前 四周扩散的烟雾 几乎笼罩了整个舰体 给人的感觉像是爆炸前的烟雾 不明真相的围观群众 都是心中意境 但随后白色的尖锥 就从烟雾中露出 并带着其后的舰体 越来越快地离开地面 此时火箭发动机的咆哮声 才传到众人耳朵里 虽然只是一台120吨级的发动机 但强大的冲击力 让人感觉像是地震一样 星远一号 在众人的视野中快速升高 稳稳地向天际飞去 遥测信号正常 光学 雷达跟踪正常 程序转弯 当火箭成功飞起来 而不是原地炸成烟花的时候 大多数人就已经开始欢呼了 但真正的从业和知情人员 却只是稍稍松了口气 接下来还有两次分离 多次调整轨道 最后精准地将卫星送入轨道 才能算作圆满 整套从发射到入轨的流程 全部由郭深综合了 阿美和华国特典后制定 理论上非常可靠 虽然没有国家级的雷达战测控 但依靠民用雷达 同样能达到要求 直播的摄像机 一直稳稳地将火箭矿在画面中央 一直到火箭一集脱离以前 都能拍摄到清晰的光学影像 当看到火箭的尾艳稳定而强烈 姿态也平稳时 通过网络直播观看的人 基本已经认为火箭发射成功 纷纷在弹幕上表示了祝福 和进行许愿 虽然不知道 对着向上飞的火箭 而不是向下飞的流星 许愿会不会结果相反 但每年这样做的人确实不少 或许这个就叫科学迷信 一集脱离 当火箭飞到肉眼 几乎看不见的时候 火箭一集按程序进行了分离操作 同样没有任何意外 两台二级的K30液氧没有发动机 顺利点火 继续将上面两集送往太空 又过了一分钟 二级火箭脱离 只剩一台K30发动机的三级火箭 带着卫星继续向近地轨道前进 此时火箭的速度已经足够 发动机关机将会等十分钟左右 飘到离第三百公里左右 近地轨道时再减速 最后驳入轨道 到了这个时候 控制室里的人还不能掉以轻心 但对于场外的研究员来说 成功已经是90%的事了 邻居 祝贺你们 第一枚明英航天的火箭 就送上去了质量400公斤的卫星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见你吉言 唐教授 不过 还是要等几分钟 我才安心 邻居回应唐伟天的道喜 然后又看向周锐和佟陈强二人 周老师 佟主任 马上就到你们的卫星大展身手的时候了 邻居你放心 卫星绝不会出问题 里面有两套冗余系统 我们绝对保证卫星的安全可靠 是啊林厂长 这个机会 我们可看中得很 下一次代价就大了哟 佟陈强还开玩笑地打去了一句 邻居听后 也只是黑黑一笑 星远一号发射成功就证明了 它有商业卫星发射的能力 之后肯定是要收钱了 别以为商业卫星发射 就是高大上的间谍 通讯卫星 其实小国的需求也很多 很多国外国内大学 都会制造小型卫星 但一般无力支付全部费用 会采用搭便车的方式 也就是造一个几公斤 或十几公斤的迷你卫星 和其余的卫星发射商业订单拼团 这部分市场相当庞大 所以 小型火箭的利润其实不小 只要接到单子 就能养活自己 而且 按唐伟天的说法 星远一号改进改进 禁地轨道运力能增加到一 六吨左右 这个重量的卫星 已经是中大型卫星了 大部分红外摇杆 探测卫星都这个重量 就在众人交流之际 邻居脑海中突然传来系统提示 新手任务 援助任务已完成 已将398公斤科学载荷 送入禁地轨道 本次任务综合结算增益 六 百分之四 任务奖励如下 系统C级工程师星号3 C级基地升级卡星号1 C级技能升级卡星号1 D级技能升级卡星号3 火箭发动机 3D增采打印制造机 星号1 RX-01数据总线技术 C级火箭回收技术 下一任务 经过了初步探索 您已对太空有了初步认识 请将一名人类送入禁地轨道 至少一小时并安全返回 实现一次火箭回收 任务期限 365个自然日 系统一股脑地将奖励和新任务下发 沉浸于系统面板的邻居 丝毫没有注意到 控制室和周围巨大的欢呼声 此时控制室也已经确认卫星入轨 并且信号正常 飞行阶段任务已经全部圆满完成 我宣布 星远1号摇一运载火箭发射任务 取得圆满成功 随着郭身用力在话筒前宣布任务成功 一众人员纷纷离席庆祝 带着众人来到控制室外的郭身舰 邻居在发呆 立刻向周围的人使了个眼神 众人默契地绕到邻居后面 分工有序地抓住他的胳膊和腿 等邻居反应过来时 自己已经被抛向了空中 然后又被十几双手托住 又一次被抛起来 看着大呼小叫的邻居 唐伟天对一旁的周瑞说道 年轻人就是有活力啊 不过他们的成功 确实值得这样的夸奖 你们的卫星也是 马上南基院就要出名了 那可不是 周瑞春风得意地摸了摸下巴上的胡子 然后突然感受到背后有动静 只见一群满脸欣喜的南基院学生 向他跑了过来 好像迫不及待要做什么一样 周瑞愣了一下 然后看向远处 已经被抛起来的同时顿感不妙 就要转身逃跑 可五六十岁的他那里 跑得过一群精力过剩的学生 刚转过身就感觉身体一清 随即就看到了天空 唐伟天先一步跑进了控制室 但倒霉的同主任 因为胖了些落后一步 还是没能逃脱被扔起来的结局 晚上十九点十八分 中央新闻播报完一条国际快讯 然画面切换到了一枚总装厂房里的火箭 中央记者报道 我国民营航天与高校联合研制的卫星 通过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火箭 于今日发射进入太空 这是我国第一家民营航天企业 第一次发射首枚火箭 就将卫星送入太空的势力 标志着我国航天市场开放后 民间资本积极踊跃地投入到航天事业中 三分钟的画面里 清晰展现了星远一号的外观 以及星远镇拖拉机场 和南方机械学院的联名 又给了卫星的特写 和发射视频的剪辑 最后 还有一名航天局的大佬接受采访 并给出了肯定的评价 星远一号的政治意义 远大于实际科学意义 发射成功后 立刻被政府大手推了一把 让星远拖拉机场一夜成名 当天晚上 邻居本来在看着卫星情况 结果电话差点被打爆 有时候 推销电话不一定是让你掏钱 而可能是给你送钱 当天晚上 邻居和厂办都接到了许多电话 来头各异 但中心意思大致相同 基本可以概括为如下流程 喂 星远拖拉机场 我是邻居 老板 游泳健身 不 投资 天使轮 上市了解一下 国内国外皆有 基本都是专业的投资公司 这些投资公司 手里捏着大把资金 看到个项目就会插一脚 压根不在乎钱 毕竟投资这种事 很多时候求融资的对象 就是为了投资人的钱来的 但凡是有前景的项目 他们都会撒钱 航天这种一看 就回报周期长的也是 金融家有的是办法 给自己谋取利益 不过大晚上打电话的 一律被邻居化为 没节操的对象 统统拉入黑名单 然后马上换卡 泄露手机号的原因是 不知道哪个大聪明 竟然把厂长电话 也放在官网 导致邻居遭到了电话轰炸 而且对于融资邻居 根本不考虑 至少星远拖拉机场 不考虑 毕竟 这可是系统认证的基地 有一点点风险都不可以 当然也不是完全拒绝合作 现代商业里股份交换 是很普遍的行为 大不了多利几个马甲就是了 他现在思考的是 系统的下一个任务 在一年内 送一个人上境地轨道 至少一小时 这基本就是重现送人上天 星远一号火箭 指定是不够用了 得开发新火箭 同时还有更大的问题 载人舱和其他维生设施 后者才是重点 这些东西 才是真正的技术难点 连个航天大国 都不敢轻易冒险 华国的载人运载火箭 CZ-2F 自03年 将第一个航天员送上天 直接就把火箭技术状态冻结 也就是说 此后不管技术怎么进步 CZ-2F永远使用 当时的成熟技术 连一颗螺丝钉都不能改 就是为了不增加任何风险 路西亚的联盟系列火箭也是如此 就用老技术 有新的更好技术 也不升级 就连阿美 都没有在开发自己的载人火箭 转而使用路西亚的联盟火箭 都是为了安全考虑 要想把人送入禁地轨道并返回 至少就得突破好几个技术 首先是返回舱 得承受落地几千度的高温烧时 保证航天员生命安全 轨道舱 一般用来货运 或者装载科学仪器 以及航天员活动空间 可以省去 推进舱 发电以及推动载人飞船进行机动 变轨时必须用到 逃一塔 火箭发射时放在载人飞船之上 火箭故障时 带着航天员脱离火箭逃生 它的最大任务 就是让每一次发射都用不上它 但必须配备 这一套下来 一年时间哪里够 即使加上任务奖励之后 也几乎不可能 涉及到的技术太多 太复杂了 怎么看 这都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邻居因此又忧愁起来 不过第二天的时候 几个好消息 还是让它精神一振 首先是星远一号上的央视 受到了来自官方的鼓励 铭记打响了 现在是民营航天实打实的一哥 虽然目前就这一家 听说 国家正在认真考虑 像补贴新能源和太阳能一样 第二是 六月发来了正式商业请求 希望购买三台K120发动机 以及全套制造技术 以及生产许可 还有一个在邻居认为 不算好消息的消息 已经有好几家投资公司找上门 希望认购股份 这几个好消息 基本都是在资金的方向上 能提供不小支持 技术上则没有任何用处 邻居对投资没有兴趣 觉得还不如研究一下 怎么实现系统的第二个任务 来到办公室 邻居先使用了三张系统工程师卡 办公室电话立刻响起 各亚洲面孔都站在了他的办公室里 两个华裔工程师 都是留学后在欧空局工作的 一个是路西亚航天局工程师 是达达人 已经办下了华国国籍 他们分别侧重于材料 电气控制和总体设计 系统安排非常全面 三人名字是陈炫 柯云和安德罗夫 当三人分别接受了邻居的合同 系统立刻做出了提示 已拥有四名同等级系统工程师 可将其中一名工程师技能升级后 组成科研单位 火箭研究所 火箭研究所 可进行火箭及发动机研发 增加投资或技术 可以提升进度 可以招收非系统人员为学徒 学徒成熟后 可成长为系统工程师 邻居没想到 系统又给了新的惊喜 马上叫来了郭深 对他使用了唯一一张C级技能卡 这是因为系统限制 不能对系统认证级别人员 使用比本身低级的升级卡 否则无效 郭深升级后 也没有成为B级工程师 而是变成了C加级别 邻居随即要求 四人成立研发部 系统里马上出现了新板块 将研发部认证为研究所 研究所 星远拖拉机场研发部 当前代研发任务 5 研发进度 暂无 已完成任务 5 已拥有C加级工程师星号1 C级工程师星号3 学徒星号0 等邻居说完研发部的事宜 郭深立刻提出了小说已久的建议 老板 为了提高效率 我建议拖拉机场 立刻改名并改组为公司 同时马上开始招募人才 我们人手太少了 还得扩张才能达到 小型航天企业的标准 邻居点头表示同意 拖拉机场确实人手紧张 而且也确实需要换个名头了 星远宇航动力 这个名字怎么样 Aerospace Power 所写Zab 是个好名字 郭深对名字没意见 只要不是拖拉机场那么扎眼 就表示赞成 这个名字的意义 即在于邻居的主要思想 动力才是航天的基石 没有大推力发动机 大型航天器就是空想 航天中对动力的要求 可比其他行业重要得多 更名定下来后 邻居立刻就给研发部 发布了新任务 下一个阶段 星远宇航的任务 是送一个人上太空 并安全返回方案自由 我希望研发部 能尽快给出设计 如果可以 我要求最好能在一年内完成 郭深等四个工程师 听完好都没有反对意见 前者还向邻居保证 一年的时间虽然短了些 但如果参考各国方案 设计小型的载人飞船 是没有问题的 放心吧老板 邻居心到你误会了 轻咳一声 可 我的意思是 一年内就把人送上天 四个工程师 用看傻子的目光盯着邻居 好半天 郭深才悠悠开口道 这个时间 确实只能送人上天 希望老板你进去后好好改造 多倍以备安全规定 在郭深以各种角度 阐述了载人航天的难度 和技术突破点后 邻居才对这件事的难度 有了清醒的认知 除非直接购买 世界各国的载人飞船 否则自己设计一年 绝对只能做个铁罐子 安全系数最多10% 航天局绝不允许 你带人上天 一年时间 最多最多搞出 能发射载人舱的火箭 而且 至少有两次成功的 无人式射后才能载人 可邻居在心里询问系统 制造火箭 可以外包部分材料 但系统 有一套平定标准 一旦超过某个范围 就会被判定 非完全自主制造 不合格 显然直接买载人飞船 并不在此脸 可要指望自己也不现实 于是邻居准备让四人离开 再问系统能不买进行援助 结果突然接到电话 六院的洽谈队伍来了 他只得暂停思考新任务 转而准备与六院的合作谈判 当他迎接队伍时 才发现唐教授不在 这次领头是六院的赵总师 同样是一位顶级专家 在会议室内 郭深替邻居喊出了报价 三台发动机 每台800万元 一共2400万 技术资料与生产许可2 4亿 生产出的发动机不能外售 安装的火箭不能进行 国际商业订单承接 总报价2 64亿元 郭深话音刚落 6月那边就响起了一片 乱糟糟的声音 2 6亿 这么多多 都能买30台发动机了 我们还自己生产什么 800万一台也太贵了吧 你们火箭造价 好像都不到2000万 安静 好在赵总师 立刻制止了众人的声音 转而和身边的几个人交流几句 这才面露难色对郭深说道 郭总 这个价格实在太高了 18次火箭任务使用的 这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心理预期 6月希望发动机单价在600万左右 至于生产 许可和技术资料 总共可以出5000万 这次轮到郭深带着几方摇头了 他直接搬出了 自己在阿美宇航局的经历说道 800万一台的价格 我们根本不赚钱 这个级别的发动机造价 就在100万美元左右 全靠技术授权挣钱 你们研发YF100的投入 至少15亿元 K120更先进 但只要2 4个亿就给生产许可 要不是我们老板 希望支持航天局 价格绝对在5亿元以上 郭深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对YF100研发费用 估计的也大差不差 但赵总师可不吃这套 100万美元是算上研发成本的 况且 我们并不是缺少120吨级没有机 800万一台的价格 我们可以接受 但二 5亿实在是太贵了 6月可以出到7000万 这已经是我能做主的全部 双方又拉扯了几次 郭深将许可费用降低到2 2亿 但6月咬死了不松口 连买发动机一起表示最多1 2亿 差距太大 亦是根本无法谈拢 其实 6月一方心知客观上二 4亿就授权 还真算减个便宜 但一方面 他们自己有YF100不甘心 另一方面 6月实在拿不出这么多流动资金 每年6月的经费 虽然都是远大于这个数字 但那是国家拨款 而不是自由支配的钱 要想拿那么多钱出来也行 那就是把这个谈判规格 从6月升级到航天局 但这样 6月估计就得全体检讨 领导就会和善地问 同志们 怎么我们投入 研发了十几年的项目 还和一个民营企业有差距呢 那就坏事了 不下两个人做半年检讨都不算完 就连这1亿多 都是6月掏遍小金库搜出来的 再多是真拿不出来了 谈判陷入僵局 一直当甩手掌柜的邻居 终于出手了 他身体前倾 众人立刻将注意力 集中到这位几乎透明的老板身上 邻居先是看了看6月众人 又叹了口气 和郭深耳鱼几句 只见郭深先是摇了摇头 然后又皱着眉思考了一会儿 才双手交叉放在桌子上 低着头不说话 邻居这才看向6月众人 轻声说道 郭总师在阿美工作时间比较长 所以确实对价格比较敏淡 他对我说二 4亿真不能再降了 K120的研发历经七年 当时就花了3000万美元 二 4亿是绝对的键卖 不过 我告诉他 一定要降低价格 我们明银航天 也是要支持国家的 所以我 做出了一个违背组 资本的决定 连发动机带技术资料 一亿 听到前面赵总师 还面如止水 但一听到邻居 居然反向降价2000万时 立刻有所动容 但又止住了感谢的冲动 因为直觉告诉他 一定不止这些 果然 邻居话锋一转 不过呢 作为刚成立的民营企业 我们的实力还很弱小 尤其是人员方面 所以呢 我们希望6月 能提供给我们一些人才 帮助星员宇航渡过难关 不知道邻总的意思是 哦 就是希望6月 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有兴趣 加入我们的科研人员 多一个选择 赵总师刚刚升起的一点感激 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不就是要挖墙脚吗 坦白说 比起被挖墙脚 他宁愿多出钱 这些有经验的航天从业者 可都是经不换的宝贝 放一个都得心痛半天 要是放开了让民企挖 肯定要流失不少 可6月是真没更多钱了 赵总师自知无权决定 便申请修会 向上级汇报去了 修会过后 邻居和郭申也没闲着 而是继续讨论 人才扩张计划 南基院的人联系得怎么样 有多少愿意过来 郭申伸出五指 五个 太少了吧 我不是说薪资开高点吗 郭申摇头 伸手一抓 不 是几乎全部 除了两个人以外 16名教授都同意过来任职 十多个优秀学生也签了协议 毕业后直接签十年合同 死 看着邻居倒吸一口凉气 郭申心里偷笑 其实被南基院派来工厂技术支援的人 本来就大都在校附属工厂工作 早就有跳槽想法 都不要说服 勾勾手 就自己送上门了 学生更是不用提 工资一辆 一个个都是争先恐后的留下 邻居倒是没想到这么容易 不过还是很高兴 又增加了十几个脑力 所有的研究员 以及高级技术人员 都要进入研发部 还有 明天再找两个有潜力的高工 我要对他们进行技能升级 之所以是两位 是因为还有一张邻居令做他用 技能升级卡 是升级人物的当前主要职业和能力 有多种拾取最强的一类 邻居将最后一张D级技能卡 决定给会计兼宣传科主任蔡远发 这个瘦瘦的中年人 管理水平比财务能力好得多 陈荣副厂长有名无实 只是因为技术好富裕的虚值 以前拖拉机场运转很多时候 都靠蔡远发维持 这也是小厂的现实 邻居得把公司具体事务管理让出去 蔡远发资历够 又能用技能卡升级管理能力 转为可靠的系统人员 再合适不过 当晚邻居就将三张技能升级卡 用了出去 系统研究所立即多出了 两名高级技师 搞完这一切 他又开始第二次尝试 向系统申请援助 系统 我希望得到 针对第二个任务的技术援助 收到宿主援助请求 援助请求通过 确认类型为技术援助 方案制定中 方案一 可附有二段式飞船 可搭载成员1到6名 自带逃逸系统 最大直径4 8米 长度7 9米 最大起飞质量19吨 空重13吨 可改为货运版本 运力8吨 任务调整 将至少三名航天员 送入禁地轨道 并安全返回 完成一次火箭回收实验 方案二 小型航天飞机 可搭载成员1到6名 整体长度13米 采用中央生理体设计 最大起飞质量21吨 空重16吨 货运版本 可在两人与四 5吨货物 任务调整 将至少5名航天员 或2名航天员 和3600公斤科学载荷 送入禁地轨道 并安全返回 完成一次火箭回收实验 传统飞船 还是航天飞机 这要是在传统航天项目选择上 当然是前者 后者已经被连续证明 昂贵 低效 且安全风险高 阿美在11年 执行了最后一次航天飞机飞行任务 然后就终止了整个航天飞机计划 90年代 华国规划载人航天工程 备选方案里也有 小型航天飞机 但最后还是被否决了 航天飞机主要从发射方式分两种 一种是自己飞上太空 一种是被当作载荷用火箭送上去 阿美的是前者 航天飞机起飞时 绑在燃料罐上 再加两个固体火箭助推气 飞起来 抛掉燃料罐 进入太空 这需要航天飞机 自带大型火箭发动机 而且返回大气层后 是滑翔降落 不能像飞机一样机动飞行 前联盟则采用后者 硬生生用巨大无比的能源火箭 把一百多吨的 暴风雪航天飞机 硬推上太空 这就省去了 航天飞机自带的大发动机 暴风雪的尾部 取而代之的 是四台用于大气层内 飞行的涡扇发动机 和仅供变轨的小型火箭发动机 能在进入大气层内后 自由机动 前两个国家的航天飞机 都是重达一百多吨的怪物 华国曾规划的 和系统提供的类型 差不多都比较小 起飞重量不超过三十吨 可以放在中大型火箭顶部送上天 虽然从历史经验上证明 航天飞机不可行 但考虑到是系统给的方案 邻居还是觉得 需要好好考虑 可惜系统不肯给出详细资料 只给了两种方案的基本参数 不然可以叫系统工程师进行分析 想了半天 邻居虽然心里清楚 方案一更加简单且保险 但心里还是倾向于方案二 毕竟从感官上来说 航天飞机就是比飞船更先进 实际上也是如此 不过他没有急着做决定 先将这个问题压在心里 第二天 与六院的谈判再次开始 这次邻居看到赵总师一脸疲惫 显然是和其他人在通宵开会过了 赵总师坐下来也不废话 直接伸出一只手掌 一亿 五个人都是拿了职称的 除了两个正在参加国家重点工程的团队 愿意走得都放人 不行 二十个 一亿四千万换十个研究员 十个工厂的高工 绝对值得 邻居可明白赵总师的主意 研究院的研究员那可太有说法了 水平参差不齐 而且都可以通过航天人才体系 快速补齐 只有附属工厂的高级技师 才是有一个算一个的珍贵人才 尤其是在航天事业里 很多时候都依赖于手艺高超的技师 然而赵总师比他更清楚这些 听到二十这个夸张的数字 一把年纪的人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 双方为此你来我往 一直到下午才勉强达成共识 八个研究员 六个高级技师 而且不能挖的名单都给出来了 上面的人就算你说动也不会放行 第三天的时候 双方签订了正式合同 交易正式生效 星元宇航要在两个月内交付三台发动机 同时还要派出技术团队到六院 指导对方掌握K120的生产工艺 后者其实无所谓 K120的主要优点是设计 利用相当丰富的经验 极大减化零部件数量 加工难度反而比YF100还低一些 这一笔交易 一次就给邻居带来了一亿的流动资金 虽然不是一次到账 但维持星元宇航完全够用 不过如果是要进行载人航天项目 就比较紧张了 即使通过系统支援 省去了占大头的研发经费 但仅仅是材料和加工支出 想必也不会少 一个亿肯定不够 至少两亿 说起来 星元宇航比其他所有火箭企业 都有个极大的优势 研发 毕竟火箭不是汽车和飞机 能几百几千的大规模生产 一种火箭能发射十次 就不算少了 或许火箭的成本只有几千万 但要是把十几亿 甚至几十上百亿的 研发费用均摊下来 一次发射的费用 就会急速上升到一个夸张水平 阿美登月的土星五号就算如此 研发费用一摊 结果发现 一枚火箭和航母一样贵 这就是再财大气粗也受不了 要是其他航天企业 知道这点钱就能搞航天 早就哭晕在厕所了 而对于明英航天来说 挣钱当然是挣卫星发射的钱 实际上 2014年的世界 各国的私人航天公司 基本都在发育阶段 商业卫星发射的成本 也是居高不下 直到老马的猎鹰火箭成功回收后 才通过重复使用 大大降低了成本 这个时期的商业订单很不少 绝对不愁挣不到钱 邻居找到正在厂里的 系统工程师安德罗夫 先问他星远一号改进的事 既然唐伟天说 能将运力改到一 六吨左右 那一定是可行的 他也相信 系统工程师有这个实力 果然他只是一说 安德罗夫就已经掏出了电脑 星远一号的设计 我已经完全了解了 他的应用场景 并不是近地轨道 而是有些像太阳同步轨道 不过也不准确 我已经做好了几个改进方案 安德罗夫一共做了三个方案 一个是三级改型 能将近地轨道运力提升到一 六十五吨 而且成本基本保持不变 第二个是二级构型 降低了些许成本 近地轨道运力一 四吨 第三个改进了第三级火箭 主要目标是 SSO太阳同步轨道 可以打出七百公斤的载荷 而且他还帮助邻居估算了成本 星远一号发射一次 在1200万到1900万部等 成本极低 每公斤再赫 只需要1万元左右 对外报价 甚至可以压到5000美元 这样也是大有转头 如果是国际行情 一吨左右的商业卫星 现在报价差不多是 2万到3万美元左右一公斤 一单利润近乎十倍 只不过这种单子不好接 毕竟这么重的卫星 肯定都比较高端 搭载的八成有阿美生产的零件 按照十年前阿美颁布的法案 任何搭载阿美零件的火箭 都不能由华国火箭发射 否则出了问题 制造商就该不负责 不过其他小公司 或者院校的需求 也是订单啊 况且又不是不能拼单 卫星拼团发货 可比后来的拼兮兮 早了好几十年呢 安德罗夫 把这些火箭的数据 做得详细些 我们要承接商业订单 火箭发射后的第三天清晨 三个拖拉机场的职工 勾肩搭配的来厂里上班 靠 我们现在居然也是造火箭的了 前个月 我还在车拖拉机传动轴呢 降雨设备就这 这火箭咋降雨 这就不懂了吧 气象局人工降雨 是用高炮炮弹 咱这火箭 一次不比得上几千发炮弹 降雨算个屁 哎哎 咱们造的发动机是亚洲第一 小鬼子的都赶不上 前天网上新闻转载了 他们网友的评论 那酸的 哟 从拖拉机场职工 到火箭工人的转变 让许多人兴奋莫名 也极大激发了职工的工作热情 只要想到 自己造的 是能上天的高科技 干起活来 都不由自主地认真了三分 职工三人走到厂门口 却发现郭副厂长 现在是郭总经理正在门口 先到的人 正在一次排队做什么 研发部 培训 所有的职工到了厂里 发现郭深颁布了向新决定 不管是设计 还是加工的技术港 统统需要参加研发部的培训 理论15天 实训15天 总计一个月 理论学习期间 这样学习的工人 就会转化为系统人员学徒 不仅提高了安全性 而且能提升工人素质 研究所单位 只要增加投入 就能获得有最低保障的提升 比起实际效率高得多 而且 外派的理论学习15天 正好用来进行工厂的二次升级 C级基地升级卡的作用时间 已经提升到了15天 根据系统说明 C级基地占地面积 加工能力和技术层次 都会再次提升 幸好拖拉机场DP不小 剩余的空地利用起来刚好够 随着工人遣散 工厂随即封闭 来自阿美康涅狄格州 橡树工程公司的 高级外国施工团队 又开来了30多辆卡车 又以惊人的速度 将工厂围了起来 六院 陈荣带着几个优秀的工人 正在这里移交K120资料 并解疑答问 对接也是六院的专项小组 艾教授 您太客浅 我这资历叫我生 小艾就行 而且陈公你才是来指导我们的 惭愧惭愧 看着面前 这个一脸惊叉的年轻研究员 憨厚老实的陈荣 客气无比 哪里的话 我才高中文凭 你是博士生 喊你教授 那是相当的合适 再说都30多的人了 你们是六院的中间力量 马上就是 你们的六院 资历上也一点问题没有 这 爱 性爱的研究员想说什么 但一想到资历两个字 又生生厌了回去 体质内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那就是资历 让人又爱又恨 爱的人是自认为 劳苦功高之重 没啥大错 也没啥大功 凭着老资历 最后也能混得不错 但对于年纪较轻 又有一番报复的人 就十分难受了 因为上升的渠道是有限的 一个萝卜一个坑 排资历给排到猴年马月去 这种规则 是伴随体制一起出生的 几乎不可能更改 所以知道也无可奈何 爱教授 我老陈在拖拉机场干了半辈子 现在也就是走狗屎运好些 真正的未来啊 还属于你们这样的年轻人 陈荣越是夸 他就越发叹气 陈公 别说了别说了 然而 陈荣一副没听见的样子 自顾自说道 你是不知道啊 现在的小林厂长 压根瞧不上我们这些老人了 那些从大学工厂 拉的年轻人和优秀大学生 啥成绩没有工资 就跟我差不多 年薪都是四十万起 四十万 爱研究员听到这个数字 不由得惊呼出声 对啊 可不是吗 这小年轻就拿四十万 还就是个二流大学出来的 我跟厂长 董事长说 那我们要是招到了 航天局里的高级工程师钱 怎么给 你猜他怎么说 一百万 至少一百万年薪 还给股份 啊 这 这好像不公平啊 爱研究员被一百万的数字 也震撼到了 跟着陈荣 这个老实人一起打抱不平 他也觉得不对 就二本里的那些人 都能拿这么高 邻居实在是给的太多了 那他过去 岂不是就是一百万那一档 还是至少 还好 我们这些民营企业 哪招得到那些高级人才 要不然 又给得出几个一百万 不过听说董事长 又在联系 阿美航天局的华裔 算了不说了 工作工作 爱研究员 笨笨应付两声 心里却是涌现出一股危机感 是啊 能拿一百万的 又能有几个 就算对于在阿美工作过的人 也不少了吧 然而他丝毫不知道 这全然是陈荣的套路 六月愿意放人 当然不是卖猪仔一样 挑两个不顺眼的赶出去 而是允许邻居 一定程度上自由挖人 给放行不拦路而已 更没有在院里说 现在都2014年了 体制内的领导 也见识多了资本手段 那花花的现金摆在面前 几个人能忍得住诱惑 所以 邻居也不光明正大的 来述招聘告示 而是借着技术转移 潜移默化的翘墙脚 陈副厂长不够灵活 是在商业上不行 但活了几十年了 谁也不是傻瓜 忽悠一下 本就向往物质更多的小年轻 还不是手到擒来 不得不说 人们总是有技术好 一定是老师傅的刻板印象 航天局里的年轻人才 还是不少的 这才七八天 六院的领导就坐不住了 四五个三四十的年轻人 沉不住气流露出 想走的迹象也就罢了 现在居然连五十多岁的老人 也扭扭捏捏地来 表示想另谋出路 老陆啊老陆 你都是成家立业的人了 怎么也要走 六院没有亏待你吧 面前这个陆师傅 可是汉街好手 六院也就四五个相同水平的 培养一个很不容易 这让领导十分头疼 领导 我三个儿子都要结婚了 现在一套房子都没有 总不能再跟着我挤一起吧 我知道还有指标 但是再拖下去 就三十多了 姑娘都老了 领导福娥 先是打发了陆师傅 然后立刻呼叫对接 K120发动机的技术小组 尽快学习 必须用最短的时间 学会K120的技术 再把它们留下去 六院就没人拉 对不起 暂时我们确实没有融资需求 而且商业航天赚不到什么钱的 我怕你们亏本啊 林先生 航天才是未来 我们Lodge资本在乎的 从不是赚钱多少 只是想为人类进步的事业 多贡献一份力量 真的不用 这是为了全人类崇高的理想 邻居被一众投资集团 烦了好几天 偏偏这些资本都是大鳄 他还没到能甩脸色不见的地步 尤其是国外资本 对华国民营航天很感兴趣 投资最低的也给了一千万美元 当然 他们的目的没那么高尚 一旦接受融资 肯定就要上市 然后炒概念 割全世界股民的韭菜 这跟当年一个草创的互联网班子 就能随随便便 拿几千万美元投资一样 人家压根不在乎 公司赚不赚钱 也不靠这个获利 资本集团最擅长的是 接着公司炒概念 然后通过股价赚钱 这可比辛辛苦苦的操持公司 赚取利润来钱快得多 但这样的后果 就是公司的死活不被在乎 经营也会受到干扰 互联网还好 实体企业尤其忌讳这一点 所以邻居绝不可能如此 就连分给职工的股份 也只有分红效益 不具备决策权 整个工厂牢牢掌握在邻居的手中 工厂升级的几天里 除了应付杂事和改变管理架构 还有就是让系统工程师决定 如何选择系统援助 理论上传统飞船更好 但是 但是航天飞机是真的酷啊 生力体 这意味着一面小 体积小 一面重量轻 空间利用率很高 二级飞船也很先进 不需要逃一塔自带逃逸能力 能可重复使用 每次只需要换推进舱 相比整个发射项目并不贵 但 但那是航天飞机 四位系统工程师 当然可以放心地讨论两种方案 并且连续几天都在晚上一起研究 到了最后他们给邻居的答案是 两种方案都计数完备的化性能上 航天飞机稍逊色 但潜力更高 二段式附用飞船更保险 但上线就到这里 在工程师们的研究室里 邻居盯着到处散落的分析图纸 和黑板手术好一顿纠结 捏住下巴缓缓开口 作为航天企业 慎重和安全才是第一要素 见到老板终于做出决定 同样纠结的锅身也松了口气 是啊 所以方案一 所以我们选航天飞机 啊 啊 四位工程师都被邻居的突然转折闪了腰 不是说稳重的吗 看什么看 我们是开挂的 当然符合常理 邻居很理所当然 既然两者难度差不多 那就航天飞机了 他偏要逆着潮流来一回 系统面板中 研究所添加第二个任务 第一个是星远一号的改造项目 根据技术援助 将至少五名航天员或两名航天员 和三千六百公斤科学载荷 送入境地轨道并安全返回 完成一次火箭回收实验 当前进度 百分之零 投资 零 得 任务已经建立 郭深与其余三人相视一眼耸耸间 执行就对了 邻居将系统的援助和任务奖励的火箭回收技术 一股脑拿了出来 把硬盘摆在桌子上 各位 我们只有359天了 请发挥出你们的潜力 三天后 研究所的工程师将得到的技术梳理了一遍 3D火箭发动机增采打印是个好东西 能极大缩短火箭发动机制造时间 基本达到了后世老马的空插生产发动机的速度 K120的制造时长又能砍半 RX-01数据总线 是与C级火箭回收技术配套的软件标准 使火箭的控制更加精细可靠 C级火箭技术 是指5米直径级火箭一级的回收技术 采用的是自带脚架 垂直降落 其包含了相当丰富的火箭回收时 姿态数据库 使自动控制系统能提前预判火箭的动作 使得及时调整姿态 以免失控 整体可靠度达到97%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内部代号H 一型航天飞机技术指标 当技术资料被解读的那一刻 郭深就直呼 剪刀宝了 航天飞机最大的麻烦不是安全性 而是价格太贵 单纯非一次的发射费用不贵 贵的是外面的隔热瓦 陶瓷绝热板 它像一块块砖一样贴在航天飞机的外表 使得后者能以百吨重的机体穿越大气而不被烧毁 每一次飞行任务都要重新贴 数量更是几万块之多 光是贴隔热瓦的费用 就能让巅峰时期的老美都肉痛无比 数量太多还导致安全隐患 脱落一块就可能砸到整个火箭的某一部分 引发事故 A71航天飞机也有隔热瓦 但它的隔热瓦先进太多了 面积更大 重量更轻 性能更好 整架飞机采用了几百块 和初始的航天飞机简直是天壤之别 而且根据设计可以重复使用至少三次 每次的发射成本又能降低不少 整体设计也非常超前大胆 外形上将机翼与机身几乎融为一体 让机体也能产生生力 使得它看起来圆滚滚的就像没有机翼一样 如果是外航 可能会怀疑这飞机压根就不能飞 内部空间也叫传统航天飞机有所变化 人机功效更好 操纵性更好 看到它的第一眼 就能给人科幻大片里未来的感觉 资料里还有配套的舱内宇航服 外表设计也十分简约 比起现在各国的轻便许多 邻居看了电脑画的效果图后 恨不得马上就让它飞起来 甚至专门做了个小模型 准备放在办公室当摆件 兴奋了好一会儿 邻居才想起最后一个问题 这架航天飞机虽然小 但也有足足20吨 用什么火箭把它送上天 系统工程师们 当然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并且给出了两种 老板 如果稳重些 我们就直接全部用现有技术 开发3 5米直径舰体 装四台K120发动机 再捆绑两枚现有的2 5米直径驻推器 分别搭载一台K120发动机 起飞推力732吨 载荷系数约3% 禁地轨道运力21 5吨 刚刚好给航天飞机用 如果捆绑4枚 那起飞推力就是976吨 禁地轨道运力30吨 这个方案的好处是 唯一的技术难点 只有3 5米直径舰体 但这个直径并不难 其余没有任何新技术 非常可靠 极度成熟 那激进些的呢 这 我更倾向于是远期计划 安德罗夫接过话查 拿出一张手绘的火箭图纸 在K120个基础上 发展一款新发动机 将推力增加到150吨左右 开发5米直径及舰体 搭载7台新发动机 起飞推力1050吨 进度轨道运载能力 约31吨 并且这种构型 可以实现火箭一级的回收利用 结构简单 且具备CBC潜力 方案一能在三个月内 就制造出第一枚火箭 几乎没有任何新技术 方案二制发动机和舰体一起 最少用两年时间 制造出第一枚样舰 那这可不就是只有方案一吗 邻居抱怨道 他刚被方案二打动 就被浇了盆冷水 方案二好啊 一次性满足了5米直径大火箭 可重复使用 CBC构型 有超重型火箭潜力三个优点 还顺便能开发新的大推力发动机 当然 现实也是残酷的 已升级后的基地 以及科研力量都需要两年 时间上是绝对不够 况且 H1航天飞机的制造 也需要很多时间 方案二很完美 但是需要等等 而且 火箭设计是靠工程师自己解决的 没有系统方案自带的超高可靠性 显然方案一最稳妥 安德罗夫的意思也同样如此 不过他将方案二拿出来 则是希望将其作为一个长期项目 方案二才是未来 系统的研究所任务里 又增添了几个新名录 任务 星远二号火箭研发 任务 星远三号火箭预言 捆绑星三 五米直径系列是星远二号家族 五米直径是星远三号 星远一号的改进型号 分别给了甲乙饼三个后缀 以用来区分 九月 大学的新生计 今年的南方机械学院 开学季是格外的热闹 虽然发射卫星的撞举有点迟 没能改变今年招生 不过前来报道的新生 可比以往兴奋得多 无阳校领导 专门让人做了梅星远一号模型 竖在学校大门的正后方 特别显眼 银星的宣传栏内容 大半也都是星南一号卫星 一个400公斤的小卫星 衍生出了两列100米长的宣传内容 也是南卫宣传部了 卫星项目的主力电子学院 热度最高 系主任看着一个个 送上门的新生脸 笑得跟菊花一样 有卫星的高效不守 但是那么大 张开双臂 那么重的卫星 还是自研 合作 得火箭发射上去的 放眼国内 有吗 即使科学意义有限 南极院也算在省里挂上了号 倾斜的资源必然更多 同时也坚定了 他们报警航天新发展道路的决心 借着新生典礼之名 把邻居请了过来 在学校里 一贯默默无闻的邻居 突然要在几千人面前演讲 心里还是非常激动 和有些害怕的 这可不是长林那几十个工人 台下都是黑压压的一片 好在系统加深的邻居 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 也没整什么花活 就照着校方提供的稿子念了一遍 重规重矩罢了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 肉系在后面 在参加了南极院 关于卫星科研成果的分析会后 周睿 同培强等人 拿着他一起顺理成章地吃饭 这才谈到正题 邻居 你可真是害苦了我们啊 同培强一坐下 就唉声叹气的样子 邻居也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 邻居一口气 几乎将南极院校办工厂 一半的精锐全部挖走 确实有点不道德 他也自知理亏 不过学校显然不是想兴师问罪 这一点 心远都能提供帮助 此话正中同培强的下怀 他是代表学校来联络感情的 目的当然是和企业建立良好联系 实际上 国内的高校教育体系有点不正常 因为社会上的企业工厂 一般都自成体系 往往毕业的学生 都无法直接进行工作 几乎要从头开始工厂学习 而学校也没有企业的技术 和资金保证自己时刻处于技术前沿 所以非常热衷于校企合作 或者说自办工厂 部分高校的附属工厂实力 确实处于行业尖端 不过这往往会因为高校精力有限 经营不佳 所以高校其实更愿意 与实力雄厚的企业合作搞技术 现在他们就是打得心远的主意 尤其是航天 无法置疑的尖端项目 一旦做出成就 那就是全国都数得招的尖尖 南基院的想法 是想投资心远宇航 直接将其作为科研实力的一部分 这当然被邻居否决 但邻居同样也基于南基院 虽然不是顶尖高校 但能有学术圈的门路 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 最后他提出建议 让学校有能力的教授专家 都去公司的研发不挂职 同时 每年能接受一定的优秀实习生 至于共同的研发成果 则南基院拥有无偿的使用权 具体情况根据实际而定 南基院接受了这个协议 也成为了心远宇航的 第一个正式合作商 协议达成 宾主静欢 邻居也放松下来 和极为合作过的专家教授聊天吹水 时不时说说心远的未来规划 火箭的极限 设计师太大胆了 参与过一部分火箭设计的教授 看了邻居分享的 心远一号改型火箭 忍不住感慨 国内的航天局一向非常保守 如果火箭的运力有28吨 他们就打得折遍25吨 说的就是你 长武 游的余量很大 好处是安全余地更多 能增大抗风险能力 坏处就是给人一种 华国火箭设计差的印象 因为国外的机款中 大型火箭运在细数 运力与火箭质量比例 干干净净 扣出了770公斤的SSO运力 在百吨级起飞重量的火箭里 算得上效率极高了 邻居当然无条件 信任系统工程师的能力 其他人看来就十分惊讶了 众人热火朝天地讨论着 突然有人说道 如果是改三 5米直径 Leo运力1 6吨 SSO运力770公斤 怎么感觉这个数据很熟悉呢 我也觉得 等等 长征6号 周瑞突然说出 一型火箭的名字 一串技术资料涌入脑海 由于他和唐伟天的关系 知道一些航天局 在演火箭的数据 而且 这也不是什么机密 众人纷纷反应过来 发现星远1号 甲和平改型 和长征6号完美撞车 周瑞福娥 想到八院 魔都 的长征6号 明年才首飞 常常叹口气 航天局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YF100撞车 长征6号也撞车 邻居 你是从未来穿越回来 专门截胡的吧 嗯 巧合 巧合 邻居也方才意识到 事情确实太巧了 不过此时 也只当是个玩笑 全然不知 周瑞一语成衬 2014年的国际商业航天公司 还处于发育阶段 主要航天大国的火箭很吃香 份额都要强 老马的猎鹰九明年年末 第一次回收成功 虽然现在也早就开始了商业发射 但成功率不怎么样 还处于堵运气的状态 国内 国内的卫星发射需求 同样旺盛 对于国内的顶尖高效 和有太空需求的企业 冷火箭实在是个麻烦事 首先是贵 按公斤算前的发射费用很高 所以要压缩卫星的体积和重量 第二是难 以国内的现役火箭运力 发射小卫星大材小用 但价格是不会降低的 一颗卫星和十颗卫星都是一个价 只要是同一枚火箭 所以要等 要拼单 尽量将火箭的费用摊薄些 第三是缺少合适的火箭 长征二 三号 这样几吨十几吨的运力太大了 国内一两年的卫星发射需求加起来 可能都没这么重 况且 不同的卫星工作的轨道也有差异 不能集中起来一起发射就完了 发射窗口也不相同 对于这一种情况 魔独团队设计了长征六号 目标正式设计一种结构简单 运力小 价格低廉的火箭 供给这部分需求 长征六号的一级正好是一台YF-100发动机 新一级直径3 35米 Leo运力约1 5吨 SSO运力 目前东北 陕西 京城的高等学府和国防高校 以及几个军工企业设计的小卫星 都是为了长征六号准备的 按照计划 长征六号将在一年后带着这些卫星首飞 并送到700千米的SSO太阳同步轨道 现在的长六还在舰体测试呢 YF-100都才验收没几年 还在改进中 这些高校和企业慢悠悠地造好了卫星 然后就坐等火箭 结果被新远一号吸引了眼球 尤其是看到南基院400公斤的卫星 更是酸到流口水 为什么呢 因为长六的SSO运力只有700公斤 首飞的载荷20多颗加一起的重量 也不能超过这个数字 现在 一个在他们眼中处于中下游的院校 竟然独享了400公斤载荷 还就花了1000万 一公斤才2万多人民币 要知道长六的报价是六 4万每公斤 贵了几倍 自南基院的卫星在天上转圈圈后 一脸刷了好多篇论文 凭借热度在高校圈子里都传了一圈 普通人看了是羡慕 但在真正的一流高校眼中 这简直是爆铁天物 那么大的重量和体积 就装了个空间辐射探测仪 还有一半是电池 正所谓极度使人扭曲 这些高校和企业 没事也盯着星远宇航 没等几天 官网就更新了 安德罗夫的星远一号甲 一并三种型号被列了出来 并表示 星远宇航将正式用这三种火箭 对外承接商业航天发射 其中 星远一号并采用新的三 5米直径舰体 SSO轨到载荷770公斤 最低报价 3 99万元起 这样一枚 几乎是翻版长六的火箭 价格直降了三分之一 至于改型 还没有飞过 也无所谓 明年搭载的长六也是首飞 风险没啥区别 再说 星远一号都飞过了 一个改型怎么说 也比全新的长六可靠性更高才对 9月的第一天 厂办收到了南方一家军工企业的问询函 询问星远一号并的具体技术参数 对于这真正的第一笔订单 邻居高度重视 让安德罗夫亲自回复 之后的一周里 双方通过邮件交流了几天 然后对方表示了考察意想 邻居爽快答应 此时工厂刚刚升到C级 正好撑门面 经过系统团队的升级改造 新的厂房占地面积 扩大了整整三倍 拥有了最大六米极舰体直径加工能力 新增了研发场地 新增七八年后才成熟的3D增采打印机 以及先进的加工机床 同样是不明品牌 至少在基础设施上 星远宇航的制造能力 已经与航天局持平 甚至略胜一筹了 插指在规模和技术积累上 当军工厂的代表来到星远航天时 差点没怀疑自己是不是飞错了地方 这怎么和金箍的火箭制造厂差不多呢 而且还看起来更先进 而且此时工厂正在制造 要交付给六院的火箭发动机 并且拿出一台首次尝试 用新增的3D打印机 加工部分零件 比如以往的火箭喷口 事先做出个椭圆的模型 再放在断模机上旋转挤压 加工成最后的成品 现在打印机在机座上从零开始 一点点就能做出合规的产品 连旗上的部分零件和架构 也一次性加工成型 既提高了效率 还减少了焊接工序和重量 一个字 先进 陈代表 像这样的发动机 现在完整生产一台 只需要86个小时 而我们能一次同时生产4台 平均一台不到22个小时 也就是说120吨推力的液氧没有发动机 我们厂平均一天就能生产一台 六院向我们采购三台 只需要三天就能完工 负责接待的副经理 拍着胸脯 一副无比自豪的样子 厉害 厉害啊 军工厂代表陈旺 对星远宇航动力公司的技术实力 是完全信服了 不住地拍手称赞 这下连航天局都来买了 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他哪知道 这个副经理完全是在吹 86小时的理论工时是事实 但受限于经验和熟练工人手 这个数字水分很大 目前只存在于理论上 但即使是这样 也足够令人敬佩了 胡经理 请问你们的星远一号饼 单次发射费用是多少呢 不多 人民币正好3000万 载荷越多 单价就越划算 最低41公斤 不只是宣传 实际也这个价 当然如果载荷重量轻了 也是这个价 毕竟我们每一枚火箭的成本 都是固定的没法改 陈旺点点头没有反驳 火箭运输不是计程车打表 既不能重复使用 也不能说少载荷 就能偷工减料 自家110公斤的载荷 如果单独发射 那每公斤价格得飙升到28万 显然不合适 如果单价是4万元 这个数字会翻一倍 而且还有三四家 和我们有差不多需求的企业 运行轨道都是 SSO太阳同步轨道 凑在一起 接近600多公斤 总价如果不超过2500万 就能接受 但是这个发射有时效要求 必须在今年12月之前入轨 不过 我想对你们不是问题 陈旺难得没有讲价 因为41公斤的价格 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了 除非打 利欧低轨 国内拼团才差不多能摸到这个线 新元宇航收到了异想 回头上报给邻居 邻居仔细思考一番 如果这600公斤载荷 升空拿到2500万 盈利空间在700万左右 但如果考虑到 新元一号改型的研发投入 也就能赚500万 他丝毫没有将 全部改进成本 算进去的黑心自觉 反而觉得自己太善良了 虽然赚得少了点 但毕竟是 第一个商业订单 就当优惠吧 过了一天 陈旺就看到胡副经理 一脸难为情的样子 说实话 我们火箭的制造成本 就是2000多万 3000万本身 就是一个非常低的数字 陈旺 我相信你 但是呢 作为首个选择 我们的商业用户 林董事长说了 2600万 我们不赚钱交了朋友 并且 火箭两个月内 择机发射 卫星到位就没问题 至于发射保险 全看你们的自愿 嗯 航天发射也是有保险的 至少现在有 再过几年 经历了私人航天 几次惨痛的失败 生生让瑞士一家保险公司 都承受不住退场了 2600万 正好摸到了 陈旺的价格最高点 稍稍超出一些 这个价格 他去联络其他企业 压一压价格 把自身成本降到4万出头 就是有希望的 就在双方情投意合的时候 正在努力推进 长征六号的八院领导 突然打了个喷嚏 晃晃脑袋 看向窗外念叨了句 又是谁想害我们啊 和高校不同 企业发射卫星 是从自己账上花钱 所以是能省就省 高校参与的卫星项目 很多是国家牵头 高校参与 大多时候 不会出发射费用 所以 民营航天对高校的吸引力 是能够自由享受 载荷重量和轨道 不需要考虑 拼团带来的额外因素 大约一周过后 新远宇航 与四家企业 一起签订了发射合同 四家一共大小9颗卫星 韩子星 总重620公斤 全部是在SSO轨道运行 将使用新远1号柄型火箭 发射升空 这些基本都是 原本要使用长征6号的卫星 现在全部因为价格 导向了新远航天 事实上 国内目前打 SSO轨道的火箭 有长征4号椅 长征4号柄 长征2号钉3种 运力在2到4吨不等 一次发射是真的贵 只有国家级 以及军事卫星 能享受它们 长征6号 就是为了更偏向民用的企业 和高效准备的 专门服务价格敏感型客户 更有实力的的 都去选现役的涨2长4了 谁等长6 所以 新远1号改型成功 用更低的价格 吸引到了客户 平均每家能省下600万以上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一笔不少的钱 9月中旬 在确定了发射时间和方案后 新远宇航低调低对外 公开了首次的商业发射订单 处于保险和卫星的适配考虑 此次发射将在11月进行 对外披露的发射单价是 4 9万元一公斤 总发射费用3000万 实际上单价是4 2万左右 不过谁会嫌以后挣钱多呢 要知道 长6以后 对外销售再赫的单价 都是8万起步 现在新远宇航对外的报价 都低了至少40% 火箭价格低 倒不需要担心扰乱市场 毕竟 航天现在稀缺的是 火箭不是订单 而且不同火箭 不同载荷 不同轨道 都有自己的报价 不可一概而论 此时 新远宇航在火箭发射后 热度已经降了下来 但当这份商业合同签订时 还是悄悄冲上热门 普通人对3000万媒概念 只会理所当然地感慨 航天真花钱 但对于航天从业者和爱好者来说 看到这条新闻 就十分惊悚了 尤其是八院 这天早上 大家都在有条不紊的陆续上班 突然有人喊道 那个新远航天 抢咱生意了 深层的企业 找他们打卫星去了 刚坐下喝茶的八院副院长 何唐听到这句话 不解地发问 哪儿的消息 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院长 刚刚新远宇航官网发的 部分合同跟签约仪式照片 都放出来了 何唐这才顿绝不妙 赶忙来到那人身边 看着电脑上的内容 合同上的公章 都写得很清楚 就是原本意象 搭载明年长六首飞的几家企业 它并没有多少被抢生意的愤怒 反而觉得十分奇怪 八院和靠着订单吃饭的私企区别 还是很大的 十一月发射 我记得那个新远一号 只有几百公斤 六运力 太阳高轨根本打不了多少 这也发射不上去啊 好像是有了改型 这次足足要打620公斤上去 跟咱长六差不多了 等等 官网有这个火箭介绍 院长您看 几番操作后 何堂跟着文声过来的几人一起 凑在屏幕前 细数着新远一号柄的公开参数 每当眼神略过一行数字 几人就要发出疑惑 新一级一台K120 120吨级液氧煤油 发动机长六用的YF100也是 新一级三 五米直径 二级 三级二 五米 长六也是 不过是换了三 三是五米直径 700千米的SSO运力770公斤 嗯 用没有机差不多 你一句我一句地总结下来 众人得出结论 这分明就是翻版长六吗 何堂并没有被抄袭的感觉 只是觉得 新远一号柄的定位和长六 几乎一模一样 再一看发射报价 他顿时松了口气 然后又觉得有些不对 三千万美刀虽然高了些 但首发也正常 不过那些老抠 怎么舍得多花钱 难道就为了多抢点时间 但是民营企业这两个月 就要打一发 连测试流程都走不完吧 怎么看也不靠谱啊 院长 不是美刀 是人民币 三千万人民币 有人小声纠正何堂的错误 后者愣了一下 然后重新回到屏幕前 好半天后 拧着眉毛怪叫起来 三千万 三千万 这是亏了血本吧 不怪他如此震惊 长征六号一发的发射费用 现在估计是一 六到一 九亿 与此对比 星远一号柄的价格低得惊人 就算出去测控 指引了设施辅助费用 怎么也要一亿出头 三千万也就买几台发动机 舰体一小半都造不出来 其他参与了长六项目的研究员 也在心中估算了下成本 也是倒吸一口凉气 三千万 还是对外公布的价格 考虑到自身盈利 那星远一号柄的成本该有多地 不仅仅是研发没花钱 而且是在用黑奴造火箭 才能压到这个价格吧 要是这个驾星远宇航都有钱赚 那长征六号 是哪来的一亿多成本 等八月的早会结束 何唐就叫来几个人单独开会 专门讨论了这件事 讨论的结果也是一片迷茫 他们怎么也想不通 这么低的报价是 怎么给的 难道是新火箭首发收的前哨 不像啊 这也亏得太多了 至少收个均价吧 四万八十万呢 要不我们去问问得了 看发射价格到底是不是这个数 于是他们通过星远宇航的邮箱 进行了询价 结果是相同的 回复的内容是打SSO轨道 只要再合凑齐 差不多700公斤 就是这个价 何唐又给南方的那几家企业打电话 得到的内容也是如此 顿时就感觉有些心慌 倒不是怕失去订单 而是想知道 星远一号价格那么低的原因 这明显低得不正常 如果他们也能把成本做这么低 显然就是大功一件 他哪知道系统火箭的真相 那些都是无数的人类世界线 精挑细选的型号 结构做了极致优化 零部件数量比起同类 能低30%以上 并利用丰富的设计经验 降低了材料和加工的要求 几乎做到了降低成本的极致 再免去平摊研发费用 多利用自动化设备 减少工人和工时 这才将成本降低至此 来自其他世界线的智慧结晶 哪里是如此容易达到的 9到10月 是邻居卯足利器挖人的时间 按照基地的规模 至少要配置80名工程师 和200多名技术类工人 光是之前的安排根本不够 6月能挖的人不多 就只能面向社会招募 好在仅仅是招募加工类的 高工和工程师 并不需要死抓着航天专业 那更倾向于空间飞行 需求较少 可以依赖系统工程师 制造类的工人 在华国还是很好招的 只要肯给好福利待遇 招满还是比较轻松 新元宇航的规模 以吹气球的速度迅速膨胀 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压力 这时候 邻居用技能卡提升的菜会计 就发挥了作用 作为高管 还是能保证300多号人不生乱子 只可惜工厂不是写字楼 不能做到站在云端俯瞰众生 不过看着火箭 同样挺殆尽的 由于专业上比起系统工程师 略有差距 邻居也没有太强地赚钱享受欲望 所以他的爱好 开始向老马发展 吹牛 画饼 当然 他的画饼是科学的 有一定可行性的 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 最让人省心的是系统单位研究所 这才是究极外挂 一般而言 科研投入与产出是没有必然关系的 有可能突然出个了不得的东西 也可能石沉大海毫无成果 但系统研究所不一样 建立任务后 只要进行投入 研发进度就一定会长 相当于不管怎样强大的怪物 只要你砍一刀 对方就减一血量 邻居试过直接新建任务研发核聚变飞船 同样显示可行 只是预计时间后面 多了一长串铃而已 进行载人航天的任务的火箭 新月2号 预计的首飞时间是三个月后 航天飞机则是预计九个月后才能首飞 而且必须在一个月内频繁测试 虽然H1航天飞机的性能数据系统给得很清楚 但仍然需要再做一遍 熟悉飞行性能和流程 而且这期间邻居得找个地方建立发射场和跑道 供给新月2号火箭和航天飞机使用 不过也是容易解决的小问题 唯一有点紧缺的是资金 六院给了一亿 这次商业天发射能赚小一千万 前中期的费用勉强够了 后期就只能指望继续承接商业订单 不过现在还不到担心的时候 现在邻居觉得 目前的第一要务是扩大名气 有了名声才有订单找上门 这段时间他找系统工程师 一起制定了许多登陆月球 登陆火星 空间站的大饼 都是看起来很牛逼 听起来可行 但实际上纯属忽悠的计划当然 主力还有载人航天计划 也不需要隐瞒 因为现在星员宇航 就已经在研究 从哪儿找航天员了 这可是上天 还要驾驶航天飞机 不是传统的 坐在飞船里等地面包办 对航天员要求很高 自己培养肯定来不及 直接去挖现役航天员 更是妄想 唯一可行的 就是去寻找技能优秀的飞行员 经过培训后来驾驶航天飞机 至于怎么找 当然不是发招聘广告 世界上有一个理论 无论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之间的 距离和身份差得有多远 都能通过不超过六个人 建立起联系 所以只要想找到 特定目标的人 总会有办法 左 向左 你没听懂什么是编队 你的手是水泥做的吗 佩平 佩平啊 手游门 撞上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对教官的不杀之恩 带着菜鸟 完成第一次编队训练 邓维感觉比跟当年在边境 和外军缠斗还累 每次带完新飞行员 他都会有疑惑 像这种蠢蛋 是怎么靠上飞行员的 教官对不起 我下次一定不会再犯错了 下次 现在就回去 给我飞模拟机 等到下次 你就要带教官上天堂了 将菜鸟赶回模拟基地 邓维突然又赶到一些空虚 他已经42岁了 当教官也当不了多久 可能过几年 就不能上天了 作为曾经的优秀战斗机飞行员 后来又险些选拔上预备航天员 最后却沦落到来 飞行学校训练菜鸟 就这样默默地退役 对他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事 再挨过他骂 因为放弃了六院去私企 之后几天都没联系 喂 你小子 被人赶出来了 舅舅可帮不上忙 不是的老舅 听说你以前参加过航天员选拔 邓维一愣 这句话勾起了他十年前的回忆 那个时候 杨将军刚上天 掀起了一股航天员的热潮 航天大队就在飞行员队伍里 扩大了航天员招募 当时在飞歼82的邓维 也去参加了 甚至都已经完成了 几个月的航天员训练 成绩优秀 最后却被刷了下来 原因是他未婚妻劈腿 婚事吹了 按照规定未结婚 不能当航天员 就这样 事业爱情双双被打击的邓蕾 和航天员擦肩而过 工作也不太顺利 之后一直单身 又随着年龄增大 来当飞行教官 虽然不知道外甥的意思 但他还是自豪地说道 当时我都已经进入 预备航天员队伍了 该有的训练都走过一遭 当时老子样样满分知不知道 不但见过杨将军 还一起吃过饭呢 要不是那档子事 说不定 现在我都在天上了 哦 老舅 我们公司在招航天员 你有没有兴趣来试试 工资免疫 但肯定不低 对了 已婚未婚都行 什么 招航天员 邓蕾忽略了最后一句 被这个消息震了一下 然后马上反问 你们私人公司咋 可能招航天员 知道在人航天有多难吗 现在我过去了 到此说不定都上不了天 虽然邓蕾全然是不幸的语气 但外甥却从他的口中 听出了几分期待 顿时生出信心 不能啊老舅 我看的内部消息 明年就要送人上天 而且是坐航天飞机 过不了多久 计划就公开了 现在专门在招能驾驶 航天飞机的特级飞行员 我就想着 舅舅您飞行技术好 尖巴都能玩出花 开这个肯定没问题 而且也就是问问 人家要不要都不一定啊 您要是有想法 可以过来看看 不来的话 但我没说 我飞得肯定好了 整个大队 我都是排得上好的 邓蕾下意识地 肯定了一番自己 然后过了一回才说道 你让我考虑考虑 邓蕾用了好几天的时间 仔细在网上 查了星员宇航动力公司的 资料和试迹 分析着他去当航天员的可行性 作为能驾驶 现代战机的飞行员 他同时也具备工程师资格 对航天也有很多了解 虽然星员宇航 作为国内第一家民营航天 确实很厉害 还拿下了几千万的商业合同 但似乎看起来 也没有载人航天的实力 但是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 又因为自己外生的话 有些不确定 直到这天 他关注的星员官微 发了新动态 点进去一看 正是星员二号火箭 和H1航天飞机的组合想象图 不过够劲爆 作为私人航天企业 吹牛那是传统艺能 短短半个月 邻居连续发了 三个登陆月球的方案 一个火星城市畅想计划 两个万吨级太空城市想象图 最开始还激起了不小的热度讨论 但毕竟他没有阿美的养狗费用 很快就归于平淡 与之相比 载人航天和航天飞机算什么 大家只当又是一个饼 除了几个粉丝和爱好者讨论几句 就没了动静 但对邓磊来说就不一样了 他相信外甥的内部消息 这个可能是真相 当天晚上 邓磊按照官网的号码打去了电话 询问是不是真的在招航天员 对面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然后邓磊就表明了 自己现役教官的身份和之前的履历 电话另一端的声音立刻恭敬了起来 并且极力邀请他去公司面谈 一路上时速全部报销 邓磊也终于下定决心 趁着休假 坐飞机来到了新远市 然后就被专车接到了工厂 接待他的是邻居本人 邓磊也不露窃 直接了当地问 航天飞机是不是真的 载人航天是否真实存在 面对质疑 邻居也不废话 转而将他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厂房 只见空地上摆着一架一 一的H1航天飞机木质模型机头 地步固定在液压支架上 邓磊一眼就看出 这是专门用来设计训练的飞行模拟器 此时 这台模拟器也才刚刚完工 两名系统工程师正在设定参数 模拟舱室内部完全按照真实情况还原 原本窗户的位置改成了屏幕 发出的操纵指令 也能通过液压系统做出反馈 邓先生 这就是以后你将驾驶的航天飞机 发射阶段和太空阶段都不需要你操纵 只有大气层内返回的时候需要人工干预 我想 你有充足的经验 听到只是大气层内操纵降落 邓磊就有很强的信心了 太空里不好说 空气中还是很有把握的 林董事长 你们真的要在一年里就把它造出来 当然是 而且绝对要在一年之内带着人送上天 当然前提是 有顾无人实验和绝对的把握 绝对不会让你们冒着生命危险 邓磊呜了一声 然后走到模拟舱内 看着陌生的陈设不说话 要不您试一下呢 反正是模拟机 邻居恰当地插一句嘴 顺势就把邓磊按在了座位上 不待他回应 就让系统工程师上前来 教他如何操纵 邓磊一坐在宽大后市的航天座椅上 心里就忍不住想多体验一会儿 就连四周的仪表 看起来都十分新奇 工程师坐在副驾驶指导 这个拥有二十年经验的老飞行员 学习速度惊人 十几分钟就了解了基本操作 邓先生 马上我会让模拟舱竖起来 我们完整体验一遍 发射到降落的流程 邓磊点点头 然后就感觉重力作用的方向慢慢改变 闲窗的屏幕上看到的 也变成了天空的蓝色 模拟发射 十 九 三 二 一 虽然没有现实的超重 但屏幕与液压系统 联合制造出发射时火箭的震动 还是让座椅上的邓磊 有种切实的感受 心跳都远远超出了应有的水平 模拟舱的姿态不断改变 甚至倒转模拟 用底部斜朝前抵御热胀 两分钟后 震动戛然而止 闲窗的画面变成了大半的黑色 和一抹亮蓝 即使知道是假的 邓磊还是忍不住伸手想去触摸 举着手好几分钟才放下来 在模拟的太空环境 漂了五分钟后 模拟舱进入降落环节 这一次 有工程师和模拟舱系统 不断发出矫正指令 引导他操控航天飞机调整姿态 向模拟的机场靠近 虽然手感陌生 但邓磊还是稳稳地将飞机降落 系统打出了97的高分 完全是优秀水准 当最后 他从模拟舱中走出来时 觉得身体有些不适应 好像真的从太空下来了一样 看向模拟舱时都恋恋不舍 邻居见此 偷偷对系统工程师竖起大拇指 然后又正式邀请邓磊加入 这一次邓磊不再犹豫 咬咬牙道 只要能让我开上他上天 豁出命来也行 不过 我必须得到保证 两年 两年内就要上太空 邻居一笑爽快地硬承下来 这才算什么 和系统的实现比起来不值一提 他还问邓磊 有没有合适的人 选能继续拉过来 但被告知航校的飞行员 大多都是成家立业多年 像他一样 还有对航天热情的狠手 年轻的也不是没有 但那都是现役战机飞行员 绝不可能因此就直接退役 邻居有些失望 不过觉得有他一个 已经是个好开局 便也不再抢求 回到部队 作为航校公认的好手 众人对他的退役还是很可惜 关心地问他 退役后准备做什么 邓磊则是用非民航的理由 搪塞过去 几天后很顺利地 就办完了手续复员 一年的时间不算长 他一到公司 就要立即进入密集的封闭训练 学习航天知识 和掌握航天飞机的性能和要领 至于身体素质上 只要保持现状即可 以他特级飞行员的身份 40岁也依然处于壮年 飞行员兼指令长 Gate 在方R2的目标中 系统让邻居二选一 送五名航天员 或者两名航天员与三 六吨科学在赫 邻居当然选择后者 让他找五名航天员 难度也太大了些 拥有丰富经验的邓磊 加上前军人身份较为冷静 而且服从命令 让他在邻居心中 已经内定为了指令长 上天可不是美式科幻大片 让航天员撇开地面 和人工智能手操 就完成不可能 必要的时候 必须服从指挥中心的命令 不过缺额的航天员位置 却有人给他做出了提醒 一个跟随系统工程师 改造模拟舱的高工 无意间说了句 上天虽然危险 但是不出事的话 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普通人都能承受 那为什么不选个 搞技术的上去 没准哪坏了 还能修修飞机 邻居一正 行道对啊 航天飞机操纵 已经有地面控制 和飞行员控制双保险 另一个成员不会开飞机 问题也不大 送工程师上天也可以啊 这才航天界 已经有了许多先例 例如国际空间站里 就有不少是科研人员 培训后上去操作 仪器做实验的 也没要求 全部是王牌飞行员 还有那些花钱上天的富豪 那么大年纪 又没有长时间训练 不还是好端端递上来下去 邻居陷入思考之中 正在调试模拟舱的系统工程师 不知道为什么 突然感觉背后一凉 心有所感地转过头来 就对上了自家老板危险的目光 他咽了口唾沫 老板 我工作很忙的 一天16个小时都在研究 HE 实在没时间训练 去不了 嗯 系统工程师数量稀少 另有他用 就算减少训练强度也不行 单选身体不错的倒是简单 工厂保卫科的人就行 但好歹是要上太空 还是得有重大意义的人上去 将工厂的员工在心里过了一遍 发现要么是抽不开身 要么就是没有科研意义 邻居看着看着 甚至在想要不要自己上去 不过仔细考虑后 他还是放弃了这个打算 万一真出点意外 系统没了 那是对全人类的重大损失 自己上天虽然也挺有诱惑力的 但还是在等等嘛 时间一晃到了下班时间 星元宇航实行的是严格的八小时制 虽然还是得不时加班 但也只称得上一般的轻松水平 毕竟不加班 没法做到这么快的制造速度 系统工程师说 一天16个小时 虽然包含了吃饭和一点休息时间 但真实情况也差不多 不过这些高度 疑似非人类经历多多的惊人 从没见过偷懒和生病 邻居的伙食和普通员工一样 都是去工厂食堂 他也没觉得怎么亏待自己 就算是亿万富翁又怎么样 是两会一粟喂不保你了 还是免费汤不好喝了 厂长好 林厂长 董事长好 一路走过来 都有员工给他打招呼 原拖拉机厂的都习惯喊厂长 新来的更多喊董事长 这让邻居能一眼区分出新老阵营 由于经常过来吃饭 员工们也没觉得太过惊奇 邻居打完饭刚坐下 两个小老头也端着盘子 坐到了他的对面 邻居 同学 好久不见啊 童培强和周瑞两个老家伙 现在是春风得意 由于之前参与过卫星工程 南基院在与星远研制卫星时 他们也是主力 现在卫星的使用权 大部分时候也是归他们 不仅仅能用卫星上的设备 来发自己专业的论文 其他专业想要使用也有求于他们 两人在院里的地位急速上升 成了学校的当红人物 他俩上课的时候 只要一提自己参加了火箭和卫星工程 就能收获底下一大片崇拜的目光 往常枯燥的专业课学生 也变得专心起来了 这让他们如何能不高兴 而一切的根源都是邻居 这比让南基院双赢的合作属实 把其他高校也看得眼馋 所以 二人看到 邻居那叫一个热情 明明都快吃完了 看到邻居 又去打点菜坐下 邻居在饿补了很多航天知识后 也明白过来 南基院的实力 并非他们吹的那样 但也没有气弄 毕竟 这也算一个 愿打一个愿挨 真说起来 他也不亏 和两人聊天的同时 他看着同培墙 有些矮胖 和周睿稍瘦高些的身材 突然冒出一句 不知道哪里传出的话 最优秀的组合 总是一高一矮 一胖一瘦 三人正在愉快交流 却听见邻居 突然指着两人的盘子说道 两位老师真是老当义壮 这份量我都有些吃不下 看来搞科研 确实很费精力 周 同相识一眼 不确认邻居是开玩笑 还是什么意思 周睿可一声说道 虽然我也快五十六了 不过再也没经常做办公室 还是经常运动的 是啊是啊 我们还要经常出去调研 不是工厂就是工地 每个好身体 是真的不行 看两人都是红光满面 中气十足的样子 邻居心里突然冒出个大胆的想法 H1航天飞机搭载3 6吨货物时还有1 7吨的运力 实际上还能安排 四个空间充足的座位 改成三个也没有问题 正好二人都有一定科研能力 不如 大胆的想法 在邻居心里慢慢成形 并且越来越清晰 看向两位教授的目光 也有了变化 邻居半天不说话 让周睿和同培强有些疑惑 正于开口时 却听他说道 佟老师 周老师 心远的新项目 已经在开展中了 你们要不要参与进来 还以为有什么坏事的 同培强一愣 随即马上回应 要 肯定要 不管是卫星还是火箭 南机院绝对会全力支持 谁要是反对我就校尾开会批他 邻居 只要你看得起我们 母校就是砸锅卖铁 也要支持你啊 周睿也同样作态 表示邻居尽管使唤他们 绝不含糊 邻居示意二人凑近些 伸头然后小声说了几句 才坐回去 周 同二人 先是有些错愕 过了好几秒 才收身思考 刚刚邻居的话 又相识一眼 确认没有听错之后 表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犹豫 这个 上天这种事 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吧 邻居 主需要你 微笑 周老师 周老师 老周 你别走听我说啊 我不听 我不去 我这一把年纪了 上有老下有小的 怎么走得了吗 邻居对没能劝动周 同二人早有预料 转身就通告了蒋校长 老蒋一听 哟 载人上天 做科学实验 这是大项目啊 现在要他们出人当航天员 那是南基院的好事 怎么能拒绝呢 刚好开学前 学校组织过教师体检 他直接就抽取了两人的报告 同培墙有慢性的支气管炎 有哮喘风险 所以肯定是去不了了 但周睿的身体 倒是出乎意料的好 身体指标非常健康 上天训练也扛得住 完全符合要求 所以这天周睿刚从教室出来 就被老蒋堵住了门 老周啊 正是因为你上有老下有小的 孙子都能打酱油了 伯母去得走 伯父也有你的大姐 能照料 你怕什么呢 我也这个年纪了 要不是我有高血压 也想舔着脸去找人 小林毛岁自建 我好歹还是水木机 电习毕业的研究生 能让我上去 那是巴不得 你就放心的去 系里我都给你安排好 几个学生另外找人带 绝对没问题 不去不去 什么歪理 那载人和卫星是一回事吗 两人就在楼道里说话 不时还你推我让 这时 两个来找周睿的研究生 刚好凑上前 直接被蒋校长拉了过来 你们倒是不得了了 要坐飞船上天当航天员 做空间实验 只是他舍不得 你们这些学生不想去 快来劝劝 啊 两个研究生一脸茫然 好几秒后才反应过来 周老师要上太空 那肯定要去训练 我们的论文是不是 系里还有三个老师 我让他们给你改 绝对不耽误你们毕业 只要你们周老师上了天 想考博 我都给你们想办法 看着校长笃定的表情 两个摸鱼滑水的研究生 只感觉被大饼砸中 突然齐齐抱住了周睿的大腿 周老师你放心的去吧 师弟我会看好他 绝对不会搞坏一气的 论文有赵老师和佟老师帮忙 我们绝对不会辜负您的 老师我们舍不得您啊 但是我更期待您像闪电般归来 周老师X2 周睿被恨铁不成钢地 看着两个马屁精表演 但同时意向已经松动 其实吧 我主要是觉得安全问题 一年就上去 感觉不太靠谱 周老师您怕啥 新远一个月都能射火箭载人 也说不定能行 您就去呗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男老师赵小文 是物理系搞激光的 之前也参与过火箭项目 不过用处不大 此时路过正好听见就插了句嘴 然而周睿还没回应 蒋校长突然两眼放光地转过头来 那一双钛合金狗眼 让赵小文有些害怕 感觉要有什么不好的事 要发生在自己身上 只听见老蒋的声音 如同恶魔般低语 小赵 我记得你身体素质很好 去年运动会 还是教师组第三啊 不不不 那是我们物理系的第三 而且我们就四个老师 还有一个没参加 哎 我看你的样子 就很有航天员潜力吗 走走走 跟老周一起去体检 刚好专业对口 激光在太空中肯定不一样 邻居 一个电话 让男人为我抓了两个壮钉 经过体检 两个人身体都过关 完全可以训练后上天 反正又不让他们操纵火箭 单纯当乘客 没有任何问题训练也不难 有邓磊在直接购买 飞行员的地面训练设施 按照流程一年下来 就没多大问题 指令长加乘客信号二 三个人整整齐齐 载荷就简单多了 南机院包了一千公斤 成员舱科学载荷 当然 这次不是凑数 是真的准备做项目 这一吨放在成员舱的设备 主要用于材料实验 和物理系的高能激光实验 并且能转化为实际成果 是实打实的高价值项目 此项目 南机院准备申请三亿元经费 其中六千万元 用于载荷发射和人员费用 几乎把能挪出来的资源 全压上面了 剩下的二 六吨货舱载荷 当然也不能闲着 实际上 再带三个人的时候 还可以带四 两吨载荷 也就说 比起系统要求 还能多出六百公斤 也就是还有三 两吨的货舱可支配重量 用途当然是不舍卫星 这才是航天飞机最初设计的用途 算是回归老本航 H1航天飞机的货舱尺寸很宽大 可以容纳大型卫星 或者几颗小卫星 但从赚钱的角度 当然是大的好 按照行规 可是越大越重收的越多 邻居心想 等11月的星远一号丙任务成功 有了名气 应该就有这样的大客户找上门了 大型卫星 主要是间谍卫星 和电视转播卫星 前者当然不能委托商业公司发射 但后者想必没什么问题 这次与南机院的合作 再次带来了经费和人员支持 差不多能支撑一年了吧 应该 吧 老板 K120的升级项目必须进行 否则将来重型火箭 没有发动机用的呀 易得志公司资金又充裕起来 郭深和另一位系统工程师 就找上门了 目的 当然是任何科研机构的家传手艺 要经费 经费充足的时候要哭穷 经费一般的时候死命要 缺少经费 那就去领导家里赖着不走 这都是华国科研机构负责人的惯例 邻居计算经费时 只考虑了推进的主任务 和几个能赚钱的项目 远期投资不是不想 是真的花钱啊 系统研究所的推进方式 是在现实中批经费 然后就会有神奇的力量 保证每一分钱都有效益 但这花的钱也不少 系统工程师们都是非常自信 在手里资源强大的情况下 会自发规划各种项目 比如基于K120 和燃料铸箱 供底铸箱 滑翔自航式火箭回收 单单是项目名称 就列了好几页 偏偏每一样 都能给你找出能说服的答案 让你感觉到必要性 这就是内行忽悠外行的容易处了 他说话你都觉得很有道理 天然就对专业人士抱有信任 邻居同样也是如此 仅仅是几分钟后 他就相信 不开发新发动机 就是毁灭未来 于是名字1000资金负1000万 科研项目加1 从星远拖拉机场 到星远宇航动力 除了让人羡慕的技术 和加工实力外 剩下的奇怪之处 就是研发部 研发部 几乎是任何技术类企业 都会存在的部门 当然 以前也有叫技术科的 但是星远的研发部不一样 不管是实地干活的 还是理论设计 只要是技能类 统统要在研发部挂职 江天昊虽然年轻 但他已经是三年的老员工了 没错 拖拉机场时期 他就进来当学徒 主要工作是前工 这可是个忙碌的活 尤其是拖拉机场 加工的部件比较少 为了省钱一些工序 都会交给前工解决 后来拖拉机场改造火箭 他这样一个普通技术类工人 也没有被辞退 反而继续跟着工作 不过只能负责边缴部分 曾经带过他的师傅 现在也只能算中游 多次告诫 他要提升技术 不然迟早待不下去 但江天昊本身就不算聪明 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 来震拖拉机场找工作 虽然也不算懒会学习 但有的人天生学习天赋有限 不能说没有效果 但提升是真的缓慢 八月底工厂二次升级 研发部就拉着全场工人 一起搞培训 加上新人 每三四个人能有个师傅 但教他们的师傅 同样也要学习 自学更高深的技术 以及航天的生产标准规范 按理说 这时候他们的学习进度 不会太快 成年后接受新事物的速度 很慢才对 然而在研发部的计划下 学习的时候 江天昊感觉自己脑子 似乎都变聪明了 学习进度也是开始变快 不仅是他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 原本看不进去的技术书籍 能一点点啃动了 电焊的手越来越稳 摸过弓箭表面 也能体会到大师傅们的手感了 在邻居的超能力推动下 这些员工都成为了 系统研究所学徒 和低级工程师 增加投入或者开展项目 可以进行训练来提升技能 这个提升速度不算快 但是同样盛在 只要能学习就有收获 和开挂学习机差不多 当然 从低到高提升的速度 会越来越慢 不过工厂的中间 本就是低中级工程师和技工 高级的需求并不是很多 江天昊在培训的15天里 体会到了从小到大 都没有过的感受 每次获取新知识的时候 都感到了发自内心的愉悦 完全没有以前的迟钝 哪怕是培训结束进入岗位 工作的时候 也能感觉自己的手艺 在慢慢提升 带过他的师傅已经说 再过一年 就有考四级前工的实力 让他更加兴奋 要知道 一般能取得四级前工证明的 都是十年以上从业人员 这岂不是说 他也算个天才 现在研发部每周都会开技术会议 讲解从低到高 从加工到设计的逻辑思路 和分享新的技术方法 效果更是显著 厂里技术人才 普遍素质上升 使得郭深能够将高标准的规范 彻底落实 这就进一步提升了生产效率 更能够降低成本 外人对此并不清楚 只有本厂员工 能清晰感受到自身的神奇变化 不过讲出去 也没有什么大反应 毕竟他们基本都是刚接触航天 也许是换了赛道 升级薄发呢 K120V 即在K120基础上改进来的 可重复使用发动机 将首次应用于一级和二级 都为直径为三 5米的星远一号一型运载火箭 它的主要用途 是作为火箭回收实验 新一级将会保留10%左右的燃料 通过可动隔山垛 与火箭喷口的摇摆条件姿态 实现在预定区域的垂直降落回收 四个强有力的支撑腿 采用高强度弹性材料 伴随这段文字的是 星远宇航官微刚刚上传的 星远一号一可重复使用火箭的 动画模拟视频 没错 林总又来发PPT了 网友们已经对邻居的花火免疫了 底下的评论都是搞怪居多 没多少人真的相信 从平流层再掉下来 这么高的速度燃料撑不住吧 上百公里的高度下坠 然后精准降落在篮球场大小的区域 林总是不是在阿美留学的时候 天天听老马吹牛被传染了 有中国版猎鹰的烟花看了 这个预期回收时间 是2015年6月之前 请问这之前准备炸几枚 可以在喷管后面放摄像机吗 我想看爆炸一手录像 现在的华国企业越来越浮夸了 空差是什么实力 有阿美航天局撑腰 一个民营企业 他能做吗 没那个实力知道吧 按照往常 邻居都会回复一些有趣的评论 碰到最后一种开喷的直接删评论 甚至是现在带认证的工之大V 全部拉黑不准评论 不过现在他在飞机上 陪同的是新晋的生产部副经理湖白 他们将要去的地方可不一般 是北方一座半公开的军用机场 下了飞机 一辆军车将他们带往目的地 一座颇有年代感 看上去荒废实际 依然在低级值班的军用机场 或者说基地 机场的停机坪上停满了飞机 有歼6 歼7 歼7 运7 运8早7型 轰5 以及四驾图154克机 显然 这里是专门存放淘汰老爷机的地方 虽然按照规定 这些老爷机理论上是封存 拉出来十多十多 还能继续战斗 但是实际上 如果有一天 真到了这些老家伙 都要上战场的地步 恐怕全人类都剩不下10亿人了 所以 这座基地 虽然依然隶属于军方 但实际上 已经和企业差不多 干些看管保养的活 还允许自力更生 赚些外快 不过 平时他们赚外快的方式 大概只有给路过的牧民修下摩托 又或者自制农机去自制区脉 基本聊胜于无 然而邻居这次 却带来了价值上千万的合作 合作对象 则是停机坪上的四架已经封存 但还能飞得图154颗机 上个世纪 华国从联盟购买了一批 很便宜的图154颗机 作为民航使用 而当时的民航 也是空军运营的 老毛子造的飞机没话说 皮势 耐操 兼职的空军飞行员 开着他玩各种大洋角 快速爬升 恶劣天气 降落是家常便饭 现在都在传说 毛子航空怎么怎么厉害 延误了还能提前到达 暴雪降落等等 但那都是那时候 军方飞行员完胜的 现在民航很多 不允许起飞的天气 他们都是照飞不悟 又快又狠 坐的乘客感觉 跟过山车一样 后来空军放开民航管制 这儿八斤的民航开始运营 就不敢再玩这些极限操作 空军想把图154卖了 结果这飞机太费油 民航承担不起不要 90年代又摔了几架出大事故 彻底没人要 就只能自己留着 做电子干扰机 或者情报搜集机 其余的偶尔跑跑运输 但最后也被专业的运输机挤掉 随着年限增加 就扔在这里封存 而邻居的目的 就是让这些封存的老飞机 继续发挥价值 图154怎么用 有两个用途 第一 训练航天员 按照正规训练流程 航天员必须在地面上 进行失重状况下的练习 提前适应失重环境 但是如何在地面上 制造失重环境 当然不行 现在的人类 大概是造不出反引力装置的 不过还有个办法可以取巧 那就是利用牛顿第二定律 人会受到引力的作用 具有数值为G的 方向数值向下的重力加速度 只要想办法 让这个加速度暂时失去作用 理论上就处于失重状态了 如果一架飞机 先飞到万米高空 然后压低机头向下俯冲 并保持下降率的加速度 同样为G 机舱里的人 就不会被束缚在地板上 轻轻一蹬就能飘到空中 飞机不断爬升 俯冲 运动轨迹就像是连续的抛物线一样 每次下降 能提供25到28秒的失重时间 一次飞行 能持续做20到30次抛物线运动 运用着短暂的时间 经过训练的航天员 可以模拟 进行各种应急操作演习 同时学会失重状态下的运动要领 当然 能做这样飞行的 首先必须是舍得开造的高性能飞机 虽然目前的民航客机性能上都差不多 但肯定没有航四愿意给你这样飞 航四都希望飞机稳稳妥妥 尽量延长寿命 多飞几年赚钱 哪里舍得这样折腾 什么 自己买 七 八个亿的价钱 把邻居卖了都出不起 只能租平 而图154倒是便宜多了 这种老古董 当时邻居通过中间人寻驾 才开出了300万的价格 注意 是人民币 但是 就这他也不打算买 宁愿租 因为图154太老了 好友不说 维修保养也很麻烦 他自己买回去 再组建后勤维修队伍 那不是给自己找最受吗 况且租平 还有个好处就是 能找到技术高超的飞行员 让民航出来的飞行员 这样飞抛物线 他们八成不愿意 但对于军队来说 那就是家常便饭 图154的第二个用途 运输航天飞机 以及做飞行气动测试 H1航天飞机 只有火箭发动机 不能在大气层内转场飞行 而宽度又超过公路限制 运输起来很不方便 最好的办法就是空运 在大型客机 或者运输机的机杯安装支架 再将航天飞机固定在上面 采用背负的方式 进行专场运输 又快又方便 另外 航天飞机在去太空之前 也要进行大气层内 飞行性能测试 但它本身不能从机场起飞 怎么办 同样是被大飞机 背着运到高空 再解除固定与运输机分离 利用高度进行滑翔 同时进行气动测试 什么 你说用火箭 把航天飞机送上高空 不是也行吗 但是那成本多贵 邻居通过翘抢脚的员工 联系到的军事基地 代号96533部队 全称空军后勤部乌兰哈山修理厂 属于国内中型的封存基地 迎接邻居的是基地的一名少校 基本是这里的最高领导 林董事长 我代表96533全体人员 欢迎您来到这里 王志少校很是热情 显示出他对邻居的重视 因为乌兰哈山修理厂太苦了 而且又没活干 说是保养飞机 但问题是 这些老飞机都他娘的停产三四十年了 飞机制造厂生产线都卖废铁了 哪来的备件保养 大多数时候 都是组织大家 把飞机擦一擦洗一洗 较新的间期 如果多拆几架的零件 能拼出一架状态不错的 闲着弹腾的养老型飞行员 开着他上去溜一圈 虽然他们算是可以转向民用的企业 但问题是在乌兰哈山这鬼地方 生产什么 卖什么 卖给谁 牧民倒是不少 但他们可能最喜欢的是电饭包和手电筒 修理厂倒也不是不能做 不过就这点需求量 怕是连改造设备的工时都赚不回来 所以当邻居透过渠道来寻驾时 王志差点没感动哭了 不管邻居说什么 他都一口答应 总算来得跟航空沾边的大企业 这样的客户能放走 邻居进入基地 还接受了两列士兵兼工人的热烈欢迎 一个个眼神都在放光 让他颇有些受宠若惊 不过他也没忘了自己的目的 王队长 咱们还是去看看飞机吧 好 没问题 马上带领董事长去看飞机 看看我们的保养能力 绝对不是吹的 王志带着邻居来到图154停放的区域 只见四架虽然干净 但依然掩饰不住老旧的客机 整齐停成一排 其中一架周围有十多个士兵 旁边还堆着不少零件 包括几台用木架固定的发动机 飞机尾部吊着的两台发动机 已经被打开外壳 末尾的那台设备维修盖也被打开 几个人正在作业 林先生 别看这几架图154 都是20多年的老飞机 但都才退役三四年 再飞15年都没问题 当初进口的时候 我们就买了不少配件 剩下的也能从其他基地那里拆 绝对能保证这四架飞机 稳稳当当的飞行 做抛物线机动一点问题没有 这绝不是吹牛 我都可以亲自上去飞 邻居看着地勤快速而熟练的作业点点头 他是相信王志说的话的 华国的维修保养能力 那叫一个绝 说是世界第一毫不为过 到什么程度 军舰过路房的管道都没有一点油泥 坦克干净到可以上嘴舔 阿美加军舰出去巡航半年 回来满身袖剂跟废弃三年一样 反观国内退役军舰 放十年还是干干净净 和出船务时一样的状态 当然 究其原因 还是华国军队起家的时候太穷了 穷到司令员都说 要当裤子的程度 任何对武器的懈怠 都会成为重视之地 有王志的保证 邻居就觉得硬件上没有问题 王队长 那不知租这两架飞机的费用如何呢 听到邻居干脆利落就开始询驾 王志心里倒吸一口凉粉 心到大老板就是爽快 这就准备给钱了 早就准备好的造价 不知为何居然说不出口 而是验了下去 变成另一句话 邻居先生 两架飞机对您来说可能不够啊 哦 邻居有些疑惑 一架载人训练 一架转运 哪里会不够 您看 您说要得及 那失重训练 绝对很多对不对 邻居点点头 时间紧迫 当然要多飞几次 王志马上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那就对了 图154他毕竟是老飞机了 实话跟您说 每飞一次的保养流程 要比新飞机更长更仔细 像现在的民航一样 高强度飞行是有风险的 尤其是还要做连续抛物线飞行 所以我建议您 最好两架轮换 大大提升安全性 也能少消耗一些机体寿命 而且价格不贵 我们准备好一架飞机 要换不少备件 差不多180万 之后每飞一次 飞行员地勤工资 加上保养燃油加起来 一共10 20万 这个价格绝对比航四便宜 而且我们上天不需要审批手续 96533管的这的地随便飞 就算申请航线 也只是打个招呼 方便得很 直接给你们免费 邻居心中算了算 三架飞机整备540万 飞一次20万 500万就能飞25次 完成训练和航天飞机专场 是绰绰有余的 这与他准备 头1000万预算的目标是相符的 甚至感觉有些便宜 联系的几家民航 要么不愿意 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 那么老的737飞一次35万 还不愿意深度改造 航线和飞行时间也不好安排 简直就没有诚意 况且 为了安全考虑也是应当的 虽说客机保养 得当用四五十年的都大有人在 但图154吧 不过 为了显示自己的资本家本色 邻居还是得砍砍价 王队长 这三架的费用超出我们预算了 恐怕一架180万的价格 是不能接受的 这都能买大半架飞机了 这样吧 一口气三架五百万 您看行不行 王志开始听到 邻居还价心中意紧 尤其是知道自己报价虚高后 也有些心虚 结果一听到邻居给的最终报价 煞时绷住了脸 用咬牙切齿的表情 握住邻居的手 林先生 您这个架 确实让我们比较为难 不过谁叫我们居民于水情呢 整备飞机 我就不赚钱了 之后每次飞行 能有点劫余给同志们家家餐就行 邻居看着机场上的一片破烂 再联想到乌兰哈山在大草原深处的偏远 完全相信 面容近乎争鸣的王队长是很下心来 只赚点辛苦钱 再说 人家还免了空域申请的费用呢 谢谢 谢谢您王队长 有你这是我们这样的民营公司的幸运啊 不谢 这都是为了我们载人航天的崇高理想 那个谁 小张 快去牧民家买几只羊 晚上我们要请林先生 尝尝大草原鲜美的牛羊肉 记得买小羊犊子 别牵了老羊回来 是 迫于乌兰哈山修理厂的同志们的热情 邻居也只好留下来 吃了顿丰盛的烤全羊 酸酸的麻奶酒 还体验了草原风情的跳舞和篝火 等深夜邻居困得步行 在基地的房间睡下时 压抑了一整天的王志回到营房 握紧双拳仰头大笑 吓得来打听情况的几个军官都一缩脖子 放肆地笑了好半天 王志才春风满面地看向 找自己的几个上位 中位 完全不负白天苦哈哈的形象 对 队长 哦 是你们几个 来来来 再去拿盘花生米 我告诉你们 咱赚大发了 几个卫官 听此也是十分激动 连忙拿来下韭菜 听王志说明交易的详情 我跟你们说 新远公司要了三架飞机 你猜他们愿意出多少钱整呗 看着几人摇头 王志伸出五根手指 五百万 整整五百万啊 张副队长 你说说咱们能赚多少 四 被点到的副队长倒吸一口凉气 掰着手指头计算 纳图154老是老了点 但是电器管路修整一下 顶多两三万 发动机 库存不算钱 修整一下 一台算十万 缺不见找友军协调不要钱 人工 咱这才值几个钱 一架飞机就是换个便 再升级一下 航电也不过五十万 三架一百五十万 五百万 五 五百万 啊 副队 副队你怎么了 快掐人钟 好半天张副队长才缓过来 扶着小心脏定了定神又问道 那飞行呢 飞子多少钱 二十万 我们成本顶多七万 一次就赚十三万 啊 张副队长又躺了过去 第二天邻居要走 王指狠还表示很遗憾 因为有一架图154已经完成整备 如果再等一等试飞一下 都可以带邻居飞回去体验一把专机 虽然后者很心动 不过一想到图154的几次重大事故 算了 小命要紧 于是蜿蜒谢绝 他得回工厂 观看星远一号义的试摄 星远一号义 两极夜仰没有火箭 一 二极直径三 五米 高度三十九米 缩写代号X1B 他采用了K120V型可重复使用发动机 K120本身就有很大可重复使用潜力 只是小改了点火系统 地面试车一周后就搬上了火箭 最重要的还是星远一号义地部 四个贴着舰体的黑色支架 他将在火箭回收时 落下作为支撑腿 星远一号的核心 就是来自系统的回收控制系统 和超越目前人类1553B的RX-01数据总线 它相比1553B带宽更大 抗干扰能力更强 多信道同时处理能力翻倍 可靠性全面提高 星远一号义的手射非常激进 一次性要实验新的三 五米舰体 实验K120V型可重复使用发动机 隔山舵控制精确落点降落 高强度支撑腿等多个项目 激进程度堪比苏联发射N1火箭 但是系统工程师有充足的信心 因为按照他们的经历 与系统可靠的技术资料 星远一号义的发射成功率是98 9% 回收成功率是97% 完全值得一睹 再说了 一起测试不是省钱吗 最后一点 成功说服了邻居 于是批准了星远一号义的发射 发射应该问题不大 回收的地方在荒郊野地 就算炸了就几吨燃料 液氧没有也不存在污染 地方政府也能批准 发射前三天 火箭在总装车间最后测试准备转运 星远宇航同时也对外公开了此次发射 实打实的火箭摆出来 立刻又掀起了航天界的波澜 就连老马都在小蓝鸟上转发并点赞 我炸了那么多火箭 总算有人来陪我一起受冷潮热讽了 2000年 老马第一次准备进军私人航天 愣头青一样飞到路西亚 想买导弹技术用来研究火箭 结果被一顿冷潮热讽加扫地出门 被羞辱的老马回了美国 就开始认真鼓刀起来 并且最开始就瞄准了 可重复使用火箭 因为他那个时候 就已经相信航天廉价化是必由之路 过了几年 空插造了没代号炸猛的小火箭 他在2012年到2013年间 全部押在搭载9台梅林发动机的猎鹰9号火箭上 就在上个月的9月21日 第11次猎鹰9号火箭发射任务 一级回收失败 炸出一朵漂亮的烟花 此时 国内虽然也有嘲讽空插的 不过收集了数据 这是探索未来的代价等每分也不少 至于在小蓝鸟上面 外国网友的阴阳怪气 就占绝大多数了 因为回收火箭这种事 从直觉上就感觉不靠谱 老马其实很早就关注到了华国的星远宇航 对这个华国第一家私人航天有些兴趣 不过星远1号火箭数据不佳 并没有让他太过关心 K120发动机也是 虽然之前号称亚洲第一 推力也比猎鹰9的梅林发动机更强更先进 但他并不是太相信 内行人都知道 私人航天的话是不能信的 他还说要建立火星城市呢 但他自己就第一个不信 结果等星远1号已溢出来 老马就来兴趣了 因为其回收路线和猎鹰9一模一样 不管成功与否 岂不是都证明他的路线还是有人赞同吗 无道不孤吗 反发点赞的消息 又热的一群人闻风而至 称赞外国企业家的心态 至于本国网友对星远1号已的反应 当然是不相信 要么不相信回收技术可行 不然就是认为星远1号已必然失败 毕竟回收火箭这是太邪乎了 航天上阿美都做不到 华国肯定更不行 不管是冷嘲热讽 还是表示质疑的评论邻居都没放在心上 他知道现在有多不相信 成功之后带来的影响力就有多强 想想老马明年年末第一次回收成功之后 那可真是一下子扭转局面 哪怕是后来的重型兴建连连失败 也没人说坏话了 因为你不知道他万一炸着炸着就成了呢 至于对星远1号已的信心 邻居选择相信系统 反正参数都是系统给的 现在本宇宙中系统优先级高于物理学 他只需要做好宣传 提升系统最后任务的结算增益就好了 比如直播的摄像头更高清一点 发射控制式改造的科幻一点 直播画面UI高级一点 简单的说 先抄的作业 该作秀还是得做 每个操作人员都戴上耳机 穿黑白元素构成的工作服 屏幕上一定有半透明的地球 和闪闪发光的火箭图标 异形的图框里 不停地有数字和折线图闪过 在郭深和一众系统工程师看来不明所以 他们不明白 为什么要给直播看一群新员工 盯着一点有用信息都没有 花里胡哨的画面看 整个直播区域唯一有点用的 就是念发射指令的位置 直接把这部分去掉 还能简化一下发射流程 直播时套的UI也是 明明几个数字就能搞明白 但一定要改成实时动态图 完全是多此一举 就连弧形的火箭飞行轨迹 都是完全乱化的 他们不明白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高级感 好像是有那么点意思 邻居倒是十分满意 毕竟这是他为数不多 能完全参与的活 发射场呢 涂装画好没有 画好了 不过老板这没必要啊 火箭尾宴一烧就白了 回收的时候肯定还有塑料位啊 郭总师 只要不影响发射安全 这都是小问题 没错 邻居连火箭发射场 兼着陆场都画了彩绘 什么叫刻画啊 后仰 郭深对此已经麻木 反正只要不影响火箭安全就行 他转说起其他 星远镇太小了 只能发射这样的小火箭 而且说实话 这里本来就不是很适合发射火箭 星远二号和航天飞机返回 都需要新的着陆场和发射场 我们应该选个新地方 最好维度低一些 能增加不少运力 众所周知 地球并不是完全的圆形 而是的南北两极略长的椭圆 一部分需要保密发射的任务 火箭发射场都尽量选址在低纬度地区 这样能增加百分之几的运力 对火箭来说着实不是个小数字 邻居很赞同另选发射场的说法 而且他心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答案 穷州 2014年 好像就是在这个月 09年开工 为长征五号准备的文昌发射场 已经建成了 邻居上网一搜 果然如此 这意味着 穷州有完善的发射配套设施 以及建设经验 只要花钱 就能建起来自己的发射场 再看看 建设文昌发射场用了多少钱 度娘一搜 总投资额 200亿 邻居捂住手机屏幕 对郭深说道 其实我觉得 星远镇维度也不是很高 咱火箭不差那点韵力 郭深沉默了一会儿 心想老板 您就不能多看几眼新闻吗 指了指手机屏幕的上面 那里是关于文昌发射场的第一句介绍 首个完全对外开放 广泛开展国际合作的发射场 也就是说 有可能对外承接发射业务 邻居有些不敢相信 但郭深反而说到文昌发射场 有四个发射位 现在航天局根本没有在那里的发射需求 他们设计的 需要在穷州发射的火箭 都还未研制成功 发射场反正也是空着 为什么不能借给我们 郭深觉得没什么 这可能是因为他履历上 在阿美宇航局的工作经历 毕竟阿美宇航局就是这样 老马的猎鹰九火箭 还是在阿美空军基地发射的呢 不过这也说动了邻居 他记得文昌发射中心的第一次任务 要在2016年进行 也就是说还要空两年 那他还真可以去问问 10月5日 国庆假期周正式旅游出行高峰期 今年的黄金周有两个传统节目 大阅兵和旅游人次再创新高 以及一个新节目 10月5日下午14点 新远一号已首飞 并进行第一次新一级回收 中午11点 新远镇的发射场外 已经聚集了超过700人 其中100多人都是来自外地的吃瓜群众 新远宇航的公司员工 南基院的熟人 还有来自六远的几个人 都来到了发射场 观摩新远一号已的发射 由于是二级火箭 新远一号已 比起新远一号 看起来要短胖些 四个收起的支撑腿 让它看起来更加粗犷 这一次发射控制室 和观察场移位置了 离火箭发射地整整三公里 只能借着地势 看清楚一个小小的白色物体 没办法 毕竟这里也是着陆场 要是火箭偏了 在人群中炸响 那可就是翻版的聂杰林灾难了 前苏联一次违规导弹发射 还有个大佬 唐伟天 这老家伙听说有可重复使用火箭 专门跑过来看笑话的 邻居啊 你这技术到底可不可行 暂且不论 首先这流程就不对 星远一号已本身 就用了太多新技术 从发动机到舰体都是新的 完全不符合航天器的安全标准 新技术占比绝对超过了70% 另外 火箭回收也没有一点前置研究 直接一步到位是要不得的 况且 这条路线从根本上就不可行 未来应当属于空天飞机 而不是可重复使用火箭 唐伟天毫不客气地泼冷水 邻居也不是很意外 因为这时候不相信火箭回收成功 是行业共识 航天局的某位大佬 就曾公开发表意见 认为垂直回收技术 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妄想 不具备可行性 其他人有相同意见也属实正常 实话说 这次火箭回收实验 在航天界没什么水花 大家都是在等看笑话 除了邻居自己和系统工程师们 旁观者普遍是不乐观的 讨论的时候 都在看着火箭摇头 嘴里念叨着 太激进了技术方向错误等言语 充满着不信任 为了避免控制室受到影响 邻居直接禁止控制室人员进出 里面的系统工程师 只会不断加油打气 当然 其中还是有人会不自信 比如从六元挖过来 正在发射控制室 监控发动机状态的爱原围 不得不承认 他虽然才过来一个月 但是却很快就理解了 K120的大部分技术 同样也很清楚 K120V的高可靠性 但垂直回收火箭 这是太玄乎 他也压根没信心 嫌疾无聊的爱原围 走到直播位旁 想要看看情况 火箭发射的直播平台很多 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博客和官网 其中还是博客最多 但是这两个平台的人数 就超过五万 估计其他架在一起 可能有十万人正在看 让爱原围都捏了把汗 画面上不时飘过弹幕 其中大部分 都是在问发射时间 爱原围觉得他们 可能是看不见画面 右下角的倒计时 少部分则是如他预想的讨论 在回收上 甚至有人开盘 毒火箭回收时 在什么阶段炸 是空中还是陆地 会不会如计划般 在落点处降落 宣传科 选了个人美声田的妹子 当主持人 不时问作为技术嘉宾的 系统工程师一些弱智问题 至少他是这么认为的 偶尔开些小玩笑 活跃气氛 画面在发射场 聊天直播室 以及控制中心内切换 当切换到漂亮的主持人时 小屏幕和墙上的超大屏幕 一排严肃带着耳机的工作人员 以及 单开一个直播间和网友互动 为什么不叫拖拉机场 这位网友 你可以来我们公司看看 拖拉机场的招牌 我还留着一起挂着呢 有空欢迎参观 心远在抄袭老马 当然 没有 航天的事怎么能叫抄呢 这个叫技术驱同演化 老马已经炸了十枚了 林老板准备炸几枚 这位网友 我现在觉得 我一定会成功 不成功 我直播道理洗头 邻居想起了后事的一个梗 立即引起了热烈相应 评论滑的一下就增多了起来 纷纷表示见证了他的话 不许反悔 幸亏这时候 短视频还没兴起 要不然他发个视频出去 可能分分钟十万赞 还得被挂出来好几年 当然 如果真的失败了 邻居也不可能倒立洗头 不过这倒是一下活跃了气氛 评论也开始逐渐歪曲 林总立字句 不许反悔 林总NB 太年轻气盛了 主播结婚了吗 在发射之前 现场气氛还是过得去的 不过失败了 封屏绝对会瞬间逆转 数不清的小报 和刚刚兴起的自媒体 已经在写稿子了 而且绝大多数 都是以回收失败为基础的 只等发射后 就发出争抢热度 航天局里 也有很多大佬注意到 不过他们都是在摇头的状态 对此漠不关心 当然还有些人 正看着邻居的直播 热血沸腾 他们也是有意进军航天的 民间选手 按照历史 他们将在几年后 陆续创办自己的私人航天 现在却提前收到了鼓舞 原本他们都抱有害怕 担心难度太高的想法 现在既然有先行者在前 一个个心思就都躁动起来 凭什么我就不行 在外网也有直播的转播 不过会有些延迟 万看的外国网友数量不多 老马 他研究了半天怎么挂梯子 现在正看着邻居 轻松地和网友吹水 忍不住对助理说道 这个中国灵很像我 我们是一类人 就是不知道他遇到失败后 会怎么样 XEB的技术 在我看来也是非常冒险的 而且 星远的技术力量 远远不如我们 对于各方反应如何 邻居并不是很关心 肯定会更高 靠 拖拉机场真是一刻也不消停啊 姓林的 简直跟吃了春药一样 几个月的新花样 比我们十年都还多 新火箭拉出来就射 试验不做还要回收 有这么搞航天的吗 要我说啊 年轻人就得吃点苦头 八院 何堂与六院的领导 躲在办公室里 看星远一号已发射直播 两人都有不小的怨气 一个是被邻居挖墙脚 一个是项目被撞车 还被成本碾压 他们本来是商议YF100小改后 你一句我一句都没什么好话 不过赵总是突然想到K120奇高的性能 突然说道 那要是这回收成功了咋办 成功 之前那几十次研讨会 你又不是没参加 火箭回收 我们还不是也研究了那么多年 结果是什么 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等腾云工程成功 空天飞机溢出来 他们才知道谁是正路 可重复使用火箭 就是一个阿美商人骗头子的把戏 资本家不懂 我们还不知道 万一 我是说万一呢 万一 何堂想象了一下 突然一个机灵然后猛摇头 这才不过第一次实验 等他成功了 空天飞机早出来了 空天飞机什么时候出来 航天口现在的计划是2025 也就是说至少十年呢 赵总师不再说话看着屏幕 不知道在想什么 老安 你说实话这玩意真的可靠吗 发射场外 穿着一体式训练服的周锐 悄悄问系统工程师安德罗夫 当然了周 X1B运用了最新的控制技术 我有101%的信心 安德罗夫按照本来的轨迹 肯定也是不幸的 但当研究所接受了C级回收技术后 又变得极其坚定 没有人比他们更懂系统 周锐摇摇头 觉得心想 毛子看起来挺老实的 没想到也激进 搁这儿搞技术大跃进呢 等着八周 还有15分钟就要发射了 我对我设计的火箭很有信心 祝你好运安德罗夫 控制室内 邻居已经停止了网友互动 盯着屏幕的脸慢慢表情严肃 虽然对系统有信心 但空插一次次的失败 在前还是让他有些紧张 要知道他重生的原因 也是因为那枚失控的星剑砸下来 如果是有打赏渠道 没准都能把燃料钱赚到手了 异散的夜仰 环绕在星远一号以四周盘旋上升 就像是石柱上雕刻的游龙 似要冲破天际 倒计时 30秒 由于火箭起飞重量只有百吨 发射塔架只是个简单的基座 火箭完全依靠自重屹立着 这次首飞没有搭载载荷 二级是假的模型 反正技术与星远一号二级相同 干脆省点事 15秒 直播的画面中 左下角的倒计时不断跳动 下方中间的发射轨迹上 代表火箭的图标一闪一闪发着白光 10 9 8 3 2 1 点火 直播画面切换到导流槽上的摄像头 画面正中央的发动机 随着数十万马力的涡轮泵运转开始颤抖 喷出橘黄色的一道火焰 节流阀慢慢增大压力 越来越多的燃料进入燃烧室 当达到75% 发动机推力超过自重 火箭脱离了发射塔架 画面被一大片从橘黄的火焰覆盖 星远一号已拖着比自己长两倍 逐渐从橘黄过渡到湛蓝的火焰 以极高的加速度向天穷飞去 发射控制室内一片安静 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火箭飞行姿态 不断汇报一个个传感器的数据 直播间的评论也快速减少 大家都知道 重头戏在后面也都摒弃宁神等待 火箭点火后150秒 一级发动机关机 二级弹出分离 在直播画面的UI上 火箭简笔画里代表燃料的填充白 还有底层的一点点 在一级顶部的摄像头里 一级上面的四个气动隔山舵展开 并开始转动 此时 火箭由于发射后进入拐弯程序 舰体姿态是横躺着的 必须尽快回正 避免侧向受到的压力太大 导致舰体变形 火箭的翘体很薄 轴向能承受很大过载 镜向却很差 一旦姿态横过来 还容易失控和进入滚转 那就彻底无法纠正了 但四片隔山舵灵活的旋转 让开始自然下坠的火箭 通过气动压力 慢慢向树枝方向摆动 由于底部的发动机很重 只剩一点燃料的一级重心很靠下 所以一旦竖过来一些 就能依靠重力自行回到树枝 只需要隔山舵微微作用 以保持姿态稳定 不发生剧烈摇晃 这样依靠重力的下降 一点不比飞起来慢 原本还在大气层边缘的火箭 高度迅速降低 直播画面上的高度数字 以惊人的速度减少 这么快 一定无法减速 会坠毁吧 电脑前的核糖 在心中计算了下降率 又看到控制室里众人严肃 却依然在掌控中的表情 心里暗暗吃惊 当高度掉到7000米 地上的追踪摄像机 已经捕捉到白色的小点了 火箭垂直下落的姿态 就好像发射式一样 只不过方向反了而已 5000米 3000米 2000米 1200米 1100米 直播的画面变成两个 一个是地面摄像机 已经清楚拍摄到的整枚火箭 一个是发动机上方的摄像头 1000米时 K120V再次点火 短短两三秒 高度掉到900米时 发射场外的人 已经能看到 火箭重新喷射出长长的尾焰 在直播画面中 高度下降的速度终于开始放缓 但依然在快速向地面坠落 何坦看到这里 已经极为惊讶了 因为星远1号已 真的通过隔山多的调节 将火箭成功地控制在了着陆场的附近 这已经是非常厉害的技术了 发动机依然在继续工作 此时气动隔山多的作用开始变小 但火箭离落点中央的X还有很大距离 发动机上方的摄像头中 喷管开始在25度范围内不停摆动 将下降速度越来越慢的火箭 推向着陆场的正中央 邻居此时后背已经离开了沙发 眼睛死死看着姿态越发稳定的火箭 心中已然开始安定 就在他以为已经接近成功的时候 火箭的姿态突然猛地倾斜 几乎是斜躺着超下加速坠落 控制室内的众人都是突然一惊 坐在电脑前紧张的冒汗的河躺下意识喊出声 风 是风 接近地表时由于热气流使温度急速变化产生的强力横风 老马的猎鹰9正是多次败之于此 阿美 正在看直播的老马也都快怀疑奇迹将要发生 正如他每次看猎鹰9最后的时候 但这事他也知道 不过又是一次理所当然的失败 因为此时火箭距离地面只剩400米 倾斜角度已经超过火箭发动机的摇摆角 不可能再调整过来了 同时又生出懊悔 难道真的是自己太激进?系统也并非全能的吗? 然而 控制室内的郭身双手撑在控制台上 脸色虽然阴沉 但却没有失败后的神色 只是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小声自语 燃料还有4% 够了 足够了 此时在发射场外 大幅度倾斜的火箭看似已经要坠地 众人正要惋惜 却突然听到一声报名 那是埋射在火箭顶端 轴型与火箭垂直 成扇形分布的一圈超小型固体火箭发动机 它们分为三层 保证每一个镜像方向都有一台 可以瞬间点燃 产生短暂却强大的推力 迅速纠正姿态 这一技术普遍用于导弹 喜欢军事的朋友 每次看导弹 明明是树枝发射速度很高 却在高空突然变为横向 就是因为舰体上安装的微型固体发动机 喷射出强劲的火焰暴力改变姿态 火箭上常用喷出氮气等气体的RCS Reatrosist反推力系统更柔和 但顺势推力小 也更加容易控制 但此时明显微型固体发动机更加有用 能在几秒内完成火箭姿态的变化 原本大角度倾斜的火箭 立即向相反的方向摇摆 然后另一端的固体发动机启动 还未然进食对象 剩下的固体发动机也启动 双向作用将火箭的姿态 重新固定在竖直状态 与此同时 底部的火箭发动机截流伐扩大 猛然扩大的推力 让已经掉到发射场外 离地只有一百多米的火箭下降率 降到只有两三米每秒 几乎是要静止在空中 然后发动机喷口再次微微摆动 控制火箭缓慢下降的 同时向着陆点移动 这一过程很复杂 但发生的总时长不超过五秒 就已经将一级火箭起死回生 硬生生救了回来 河躺旁边的赵总师一拍桌子 直接站了起来 俯身似要将头塞进屏幕里 好认真看个究竟 这一次再没出任何意外 火箭底部倾斜的尾焰一点点回正 然后逐渐关闭节流阀 火箭的高度 在地面遭受轰击的震动和声浪中 一点点下降 升腾的热浪 让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出现了大片扭曲 100米 50米 30米 火箭姿态不变 稳稳地降低高度 离地20米 四条支撑腿在液压缸作用下流畅展开 使末端低于发动机喷口 在邻居四要四开胸膛的心跳中 发动机的尾焰越来越小 再离地不到一米时关机 四条支撑腿随即接地 33米高的心一级因自重落地产生震动 但在弹性的支撑腿作用下迅速停止 直播画面最后切到着陆场 此时一枚外表受大气和尾焰烧时 而看起来吊气一样的白色火箭 展开黑色的四爪 完美地遮挡住了X型落点的正中央 邻居像重重摔在沙发里 双手捂住脸大口吸气 成功 哎呀呀 撤 撤撤撤撤 原本一直保持安静的控制式 被疯狂地欢呼淹没 几乎刺破邻居的耳膜 但他自己恍若未闻 紧紧握着拳头不断挥舞 这一次 他开创了历史 星远一号以不仅回收成功 而且是真逆风翻盘 用强大到离谱的飞控 生生把自己从坠毁边缘救了回来 这不仅证明垂直回收可行 还说明他抗干扰能力一点也不差 甚至超出场里的稳定 老头 你看 成功了 这火箭居然成功了 哈哈 周瑞看着火箭不停拉扯旁边的铜培墙 却只听到嗡嗡嗡啊 含糊不清的声音 啊 老头你怎么 快来个人 铜主任下巴脱臼了 但是他的喊声淹没在一片高声的欢呼中 好半天采用卫生室的医生跑过来 将铜主任抬走 周瑞转去摇晃安德罗夫的肩膀 看看 华国人实现火箭回收了 安德罗夫面无表情 周 我是达达人 和蒙古同渊不是白人 而且现在 我是华国籍 火箭也是我设计的 所以应该是我们才对 哈哈 对 是我们才对 八院副院长办公室 和躺像抽干利器一样 躺在椅子上喃喃自语 不可能 这不科学啊 难道真的是我们太保守 不敢迈开步子了 同样震惊不已的赵总师摇着头说道 航天界的天要变了 火箭可回收是可行的 就算附用十次 成本将降低80%不止 我们要来活了 可重复使用火箭将彻底改变一切 他奶奶的 开了那么多会 不如人家十分钟来得快 大洋彼岸 老马看着画面中央定格的新一级火箭 听着完全不明白 意义只知道很厉害的甜美主持人 继续毫无营养的讲解 双手交叉撑住下巴 总裁 助理提醒他注意手机 上面是小蓝鸟的界面 现在正有无数人疯狂at老马 不用想 他也知道这些什么内容 斯科特 我们下一次安排的火箭发射 是什么时候 明年一月 还是在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 助理恭敬地回答 这次有信心吗 看着老马说不清道不明的眼神 斯科特连忙说道 没必要沮丧先生 我们收集了数据 非控正在进一步改进 好了 老马打断了他 闭上眼几秒后重新睁开 眼神中重新充满坚定 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华国私人小航天企业 完成我十年没有完成的事 确实很令人 或许就是沮丧 我承认这一点 尤其是还是该死的第一次就成功 但是这也正好告诉我 我们是对的 而且 差得不远只有一点点 只要我们在家把劲 就一定能成功 科学研究最大的恐惧是 不知道是否会成功 现在我们已经从开创者变成了跟随者 应该发挥后发优势 迅速追上来才对 现在起 我们要一个月生产一枚猎鹰9号火箭 每个月都发射一枚 直到成功为止 我们有几千名员工 有最强大的生产能力 还有航天局的支持 斯科特 我们会成功的 一定会的 RX-01数据总线 能同时感知火箭全身的传感器 并行处理所有的外部因素 这才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单单只有C级火箭回收技术 是做不到这样效果的 短暂的庆祝过后 专门的团队已经去着陆厂 回收星远1号已了 他们将把火箭拖回厂房仔细检验 判断其状态如何 回收的目的是为了再次装填打出去 单单弄个回来的空壳子可没有用 与此同时 邻居与主要参与回收的工程师们 一起开总结会议 不仅有系统工程师 还有很多挖来的高级研究员 郭深是牵头搞定控制系统的小组组长 RX-01规范真的是我们心愿创造的吗 一个后来的软件方面的高工忍不住询问 因为RX-01的数据指标太惊人 而且在此次回收中十分耀眼 根本不像是一个小公司能开发出来的 目前世界上最广泛应用的1553B数据总线规范 由阿美上世纪60年代创造 至今依然是先进的代表 华国都学习并用在自己的航空航天领域 郭深 当然是我们自主创造的 不过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90年代 阿美航天局的一个废案 当时他们希望创造一种新的规范 用于登陆火星的飞船提出了设想 安德罗夫提供了联盟上个世纪非常多的发射数据 以及欧空局的部分经验 最后我们共同完成了RX-01的设计 现在我可以说这是全世界最先进的总线协议 技术的来源总要有个出处 正好系统工程师来自路西亚、阿美、欧洲三个地方 甩锅也是轻轻松松 从控制系统到发动机再到回收流程 众人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做了简单总结 确认虽然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改进 解决的办法简单粗暴 尽量多射观察站 尽量让着陆场空旷且没有地形起伏 最理想的位置是近海 既能避免失败导致火箭爆炸影响周围 也可以利用水汽传递热量 不过海上回收难度又会增加一个等级 到会议结束的时候 检验团队初步的评估报告也送了过来 通过对发动机和舰体等部分的碳伤 检验团队基本确定没有出现缺陷和破损 只需要重新刷上涂料和加注燃料 一周以内就能恢复到发射状态 邻居没有看详细内容 直接翻到最后 上面用红色的张盖着合格 这意味着 只要再将这枚火箭发射出去 两次发射的平均成本就将降低30% 如果重复使用5次 平均成本就将降低45% 如果是10次 平均成本就只有50%了 也就是说 星远一号家族在实现一级回收后 只要保证能成功回收4次 每枚火箭的成本都能压在1000万 可回收版本 火箭禁地轨道运力是1 3吨左右 4万美元汇率刚刚好1000美元 主打的SSO轨道运力缩水到680公斤 一公斤成本也仅有1 4万元 折合2000美元 这还是星远一号火箭小 一级成本占比只有60% 火箭越大 一级越重 成本占比越高 回收的效益越高 如果设计中的星远三号也回收 5次平均发射成本将降低70% 在纸上粗浅算了算账 邻居狠狠咽了下口水 如果接下来所有发射的火箭都能回收 那成本不得再大砍一刀 当然 同样有人跟自家老板想到一块去了 走出会议室后 跟在邻居旁边的副总胡白兼临时助理 看似无意地说道 下个月的星远一级好像也是三 五米直径 要是我们用这个回收的一级装上去 能省下至少900万啊 这一单的利润都才不到800万呢 邻居一颤 随即严肃地批评了他的不健康想法 跟客户说好了是星火箭怎么能改 况且这也才回收一次 万一下次就出问题了怎么办 虽然他确实很心动 但这种是不道德 首次商业订单给人用二手火箭说出去也不好 那我问问安德罗夫总师 能不能把星远一号饼的一级也改成可回收的 这样也不亏 这你去问问安德罗夫 是 星远一号以火箭回收创造了历史 但这个影响有多大 大到私人航天界马上就翻天了 有更多的风头来找邻居了 而且这次态度极其坚定 比上次还要火爆 因为可重复使用火箭代表着一件事 私人航天真的能赚到钱 天可连剑 航天虽然是高科技 但一向都不存在完全能盈利的说法 都是靠衍生技术 间接创造利润 无法直接就获得高回报 但如果可重复使用火箭成功 随着发射单价的腰斩 会挖掘出一大批客户 大大拓宽航天市场 而且真的能实现持续盈利 邻居如何应对投资人暂且不论 影响反正已经扩散到阿美了 老马的空差在股市持续被人看好 股价已经有了高涨的趋势 毕竟猎鹰9和星远一号以路线相同 说不得过不了多久就会成功呢 其余阿美的几个私人航天连夜赶PPT 表示自己也有火箭回收开发计划 虽然看起来各不相同 但本源路线依然是垂直回收那一套 投资人还就吃这一套 以前你说要搞火箭回收 他们会痛骂一顿 并认为你是要放烟花 现在只要拿着PPT去给投资人看一眼 随便就给几百万美元进来试水 就跟当年互联网时代兴起一样 只要有创意就有大笔投资甩过来 邻居的一次回收 直接让上处于萌芽时期的私人航天市场 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国内原本还要几年 才会陆续成立的私人航天公司 现在已经在准备材料注册商标 也准备改PPT去找投资人了 而在本国的航天局 原本凭劲连续的环境 也如被扔了块烧红的铁块一样 翻滚起来 因为此时的航天局 也处于关键时期 以长征5号为代表的大火箭研制 即将进入尾声 YF100为基础的长征6号 长征7号 长征8号三兄弟也在临盆边缘 接下来的几年将极大扩充航天家族谱系 因为这些新型火箭 月面探测和火星探测工程启动 新一代载人航天飞船进入测试 新一代大型空间站也在规划中 再往后一些 就是超重型火箭长征9号 于目前还只有代号921的新一代载人火箭 以两者为基础 载人探索月球和火星 再廉价和可重复进入太空领域 重任则寄托在尚未完全立项 但已基本确定的腾云工程上 腾云工程 航天局规划的远期空天飞机项目 具体由两极组成 3万米以上临近空间的大型飞机 而在它的机背上 则是与H1类似的小型航天飞机 不过起飞重量大一些在30吨左右 当组合体飞到大气层边缘 小型航天飞机脱离并点火 利用自身动力飞抵近地轨道 执行太空任务 大小两个飞行器最终都能完整返回机场 只需要维护保养后加入燃料 就能不断重复执行任务 航天局把这套系统合称为空天飞机倒也不错 反正确实结果差不多 科幻电影里那种从地面起飞 一路飞上太空的空天飞机难度还是太高 而且对于航天局来说 投入与成果不成正比 到此为止 航天局的廉价航天思路就这个 预计2025到2030年之间搞定腾云系统 就谢天谢地了 火箭回收思路也想过讨论过 方案和创意还很多 但最后还是平定没有必要 难度太大无法实现 反正以华国的物价发射一次性火箭的成本 其实也不高大家都能接受 不像阿美和欧空局那样一次动辄十几亿美元 现在星远一号以的成功回收 就相当于打了航天局的脸 至少从他们的角度看来就是 一个私人航天企业简简单单的 就完成了火箭回收 根本没有我们认为的那样复杂吗 这是在否定之前的路线和决策 但航天局肯定不会硬着头皮 就不搞火箭回收 但肯定要马上搞自己的回收技术 几个下属研究院的头头 同时被叫到京城开会 航天局将重新审视星远宇航动力 以及自己未来的路线 在网络上 星远宇航的名气也终于直线拔高 星远一号以火箭回收的全过程视频 被到处剪辑转发 热度连续几天冲上第一 大多数人不懂技术 但一看有人能把从天上掉下来的火箭 稳稳接住落在地上 也能清晰感知其中巨大的难度和极致的技术力 2014年末的尾声 4G网络还没有完全铺开 但此时的互联网已经较为成熟 许多高质量的论坛还建在 网民中高知识人群占比更高 在这个公知盛行 依然自卑不承认自己努力的年代 星远宇航硬生生逆流而上 收获了一大批的称赞 甚至邻居看到了人类之光的字样 那可是原本用来称呼阿美航天局 后来交给空插的词语 现在居然有人开始用此来夸赞星远了 就连平时百忙之中 不忘嘲讽的那些人也都演气息鼓 不是干巴巴的表示庆祝就是装死 人类第一次运载火箭垂直回收 创造历史 已经无可争议的落在了星远宇航的头上 当然 更大的肯定来自官方 回收成功 当天晚上 CCAV中央新闻中途 查播了星远一号以的成功回收讯息 简单配了几张图 到了第二天晚上 央视记者亲自跑到星远工厂 拍摄了一大片素材 还要来采访郭深和邻居 现在邻居一下成传奇人物了 年纪轻轻接连创造奇迹 将一个拖拉机场 变成航天界冉冉升起的星星 背靠着隔绝走廊和车间的玻璃 邻居在这里接受记者的采访 记者 林先生 我们的采访播出前会经过审核 这次采访也比较简单 您可以放松些 现在可以开始吗 邻居 谢谢 我准备好了 记者 您曾经在阿美留学一年 请问你创办航天公司的原因 也与此有关吗 邻居 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梦想 最开始是想当宇航员 等我长大到了 阿美发现个人也能进军航天 再加上国内开放了航天市场 我才最终确定如此 记者 我们注意到星元宇航的技术层次很高 屡屡创造奇迹 并成为全世界首个完成火箭一级垂直回收的企业 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邻居 我不是航天专家 但我用我的信念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很多都是出国在航天领域工作过的杰出人才 我们为共同的理想回到祖国 并且华国有庞大的人才储备 让我们组建了充满活力的技术团队 这才能保持不断创新 记者 星元宇航在三个月内先后实现了国内私人航天第一枚入轨火箭 第一次火箭的成功回收 这都是之前被认为不可能的项目 这是否意味着星元宇航的其余大型计划都有实现的可能 邻居 做PPT 科研我们是认真的 包括远期的月球 火星计划都是存在且经过严密认证后的 而且在这里我可以透露一个小秘密 记者 哦 是什么样的小秘密呢 邻居 星元宇航动力下一步的方向是载人航天计划 我们的全新型载人航天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并且将在七到九个月内首飞 目前已经有三名航天员开始了训练 包括两名非专业的科研人士 记者 林先生 这是真的吗 记者显然不太相信 暗示邻居如果是在吹牛的话 他就让人剪辑掉 毕竟是要上央视的 邻居 确定以及肯定 这确实是我们的下一步计划 星元宇航动力下一步的方向是载人航天 新闻播出了邻居的采访 画面中的邻居年轻且自信 说话时已经让人有种不由相信的感觉 这种感觉 源于星远的多次成功 也来自其他人连续两次被震撼的基础 已经拥有哄骗投资人的能力了 但航天局的大佬不是来看这些的 他随手关掉电视 重新看向长桌两旁作者的众人 他的视线到哪里 哪里的人都低下头 明明都是头发花白的老人 此时却都像做错了事的孩子一样 说话 论技术 大家都不比我差 从你们的角度说说吧 为什么我们论证的结果是死路一条 人家一下子就走通了 不是要怪罪谁 也不是找人负责 我们就好好再讨论一下火箭回收技术 桌子被敲的帮帮响 众人指的一一发言 尤其是之前力主火箭回收不可能的人 也只能硬着头皮 重新一点点推翻自己的观点 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好处是明白着的 既然能够实现 那航天局没理由不跟进 这一年的十月 是华国航天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当航天局连续开了三天闭门会议后 整个后续的发展计划都做出了重大调整 首先 航天局确认要尽快开发自己的 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 尤其是未来的长5 长6 长7 长8 都还有一两年左右的时间才首飞 存在一定的改动空间 不过不幸的是 除了长征6号 其余火箭都不适合一级回收 因为除了长6的一级 是单独一台YF-100发动机外 其余三种星级都是并列 安装两台YF-100或者YF-77发动机 这种并列安装的方式 使垂直回收的难度直线增加 比操控单台难得多 但如果更改布局 只安装一台发动机又推力不够 此时再研发一种新型大推力 可复用的单燃烧式发动机 也肯定来不及 只能在YF-100上 改YF-100推力 只有120吨 怎么也不可能一个顶俩啊 所以 最后的决议是 有可重复使用潜力的长征6号附用型 CZ-6R立即上马 构型直接逮着星远一号以印钞就行 还有 六院不是买了K120的技术 不管你怎么搞 必须也拿出复用型号出来 供给CZ-6R使用 并且要求明年年末之前 尽量完成一次成功回收 六院八院 面对大佬的压力不敢说不 硬着头皮接了下来 至于其他型号的团队 则给了两条路 一是在已经确定的构型上 研究怎么复用 二是推导重新设计 一款定位相同的 可重复使用火箭 选一可以推持一年首飞 选二可以推持两年 几个研究院 一下子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 但也纷纷领命而去 当然 最大压力的是六院 因为回收火箭 首先要有能大范围调节推力 且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发动机 目前就指着 YF-100一根毒苗 没发动机全是白搭 而六院 买K120的事 也被摆出来了 很明显 上级的意思是 这都不行的话 就要怀疑 你是不是故意代工了 原本六院还在熟悉K120技术 并尝试改进YF-100 现在直接立向为YF-100K项目 要求指标对等K120V 一年内样机试车 最迟两年 要是搞不好 那四个火箭项目的总师 都可以把摘来在六院身上 看吧 不是我的问题 是没有发动机啊 至于六院的打工人们 则迎来了最黑暗的加班时光 外面的风风雨雨甚是喧嚣 而罪魁祸首邻居 却安静地躲在乌兰哈山机场 体验失重训练 他被金融机构骚扰得不胜其烦 推给 基地的王志队长 飞行大队队长 王后不以军衔称呼 容易进去 非常热情 非要带着他一起体验 心痒痒的邻居也就答应下来 结果刚上飞机就后悔了 虽说他相信地勤的能力 也相信王志亲自带飞的自信 但当进入机舱的时候 还是沉默了 不愧是六十年代设计的飞机 这内饰没有内饰 为了方便训练 增加爬升率 飞机进行了减重 机舱里除了增压设备 所有无关的东西都被拆得干干净净净 甚至包括地板 座椅就是固定舱壁的两排钢管和不组成的结构 配有X型安全带 理论上很结实 清空的机舱看起来也很宽敞 但是地板和天花板上都能不时看到线路管道 尤其是褪色的内部结构 让人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感 但此时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王志和另一名基地飞行员驾驶客机 起飞速度远超民航 才感觉飞机动起来没多少时间 机头就高高扬起 在三台所落维耶夫第30KU涡轮风扇发动机的推动下 快速爬上天空邻居背靠机舱坐着 感觉飞机好似已经竖了过来 全靠安全带拉着 周瑞和赵小文两人坐在他对面 也是死死抓住安全带不放手 生怕松脱开向机尾掉下去 只有邓磊跟没事人一样 还有兴致看向窗外的景色 甚至轻松地打去道 这角度绝对不到30 爬升不可怕 最害怕的是俯冲下降 你坐在露出半个身子的驾驶舱里 以超音速向下俯冲 地面在眼前急速放大 血液像双腿流 啊 邓大哥你别说了 我感觉我腿也开始中了 小赵说的对 这破飞机跟那有可比性吗 你听听声音 该想的想 不该想的也在想 老夫真是猪油蒙了心跑过来啊 邻居听着也是头皮发麻 由于拆除了隔音设施 高速气流打在飞机表面的噪音杂乱而清晰 给人一种飞机要散架的感觉 好在没过一会儿 舱内的广播就响了起来 表示飞机即将开始俯冲 俯冲后不要擅自解开安全带 只有基地陪同的人员表示 可以后再解开 十几秒后 已经远远超过云端的图 154压低机头开始俯冲 邻居刚开始 还感到飞机和过山车一样 急速下降的加速度 但随着飞机不断加速 很快就发现 作用在身体上的重力慢慢减退 整个人开始变得轻盈 他尝试挥了挥手 感受到的 只有舱内的加压空气 没有了重力的感觉 各位乘客 现在可以解开安全带了 我们有28秒时间 请保持在座椅周围 有任何不是随时说出来 四人和基地的训练员 陆续解开安全带 邻居迫不及待地 用脚后跟在舱壁上一用力 整个人就慢慢朝对面飘了过去 再用手拨一下舱顶 身体就开始自发地旋转 当他刻意收起四肢不触碰物体 身体完全失去支撑点 就好像溺水一样 有种无助却别样的空灵感 但还没来得及细细感受 训练员已经主动靠近四人 将他们固定在座位上 因为第一次俯冲 已经快要结束了 这一天 在乌兰哈山大草原上的牧民和游客 看到了一幅奇景 一架纯白色看起来就有年代感的飞机 一会从云上冲下来 然后又迅速爬高 过一会再度俯冲 这个循环持续了26次 有不少人都拍了照留念 发到了网上 不过飞机上的邻居可是过足了瘾 加起来一共体验了十多分钟失重 一起训练的三人组 也都感受到了失重的奇妙感受 落地之后 重新适应重力的邻居接到公司电话 得知今天来的一个投资集团 开出了10亿美元30%股权的融资报价 心脏顿时感觉一阵绞痛他辛辛苦苦 才挣了不到零 五亿美刀 这些狗大户随便出手 就够他吃一辈子 挂不得那么多人喜欢拉投资 来钱这么容易 我也想啊 老马的空差 就是因为投资人多 才这么有底气 一直炸火箭 邻居突然停住 脑海中浮现出了特拉斯的T型标志 谁说航天企业就要死磕发射火箭 也能用衍生技术赚钱养火箭业务啊 回到公司 邻居就在研发部的房间里 翻找着任何有赚钱钱力的技术 RX-01数据总线 安德罗夫 这个除了火箭用 还能做什么 飞机也可以 尤其是未来高兴能多电子设备的战机 但我不建议您打它的主意 军用订单太少 民用汽车和民航用不上这个东西 那这个呢 火箭回收控制系统 是不是可以用在智能驾驶上面 嗯 理论上它的学习算法 具有很大的潜力 但如果要向这方面转化 投入成本至少三到五个亿 陶瓷隔肉啊 它的保温效果很好 但恐怕四千元一块的成本 卖不出去的 4 空间对接复合雷达测距系统 恐怕汽车的运动轨迹 相比航天器慢得多 将新远的技术库翻了一大半 邻居发现 厉害的技术储备那是相当不少 但能变成民用品 赚钱的基本没有 或者说远达不到它的预期 入局其他行业 好像也不太行 星远没有专业领域的独门技术 也没有先知能力 还是别去和那些搞金融的搅在一起 至于买比特币 虽然是重生者致富捷径 但邻居现在看不上这东西 虽然老马能炒狗币 但在华国好好的企业家 不做去炒币 多少有点那啥 投资短视频 是个好主意 不过 那至少是2016年以后的事了 安德罗夫看邻居在纸上写写画画 不时将一大段内容涂黑 终于忍不住说道 老板 我们不应该总想着赚这些辛苦钱 投入太大 而且不是我们的特长 邻居抬头 看着浓眉大眼大胡子的安德罗夫 不赚他们的钱 赚谁的钱 谁有钱赚谁的钱 怎么赚到有钱人的钱 我可不融资 安德罗夫一拍大腿 起身拿来了H1航天飞机的木质小模型 这个和联盟飞船 神舟飞船 哪个好 哪个更先进 那当然是航天飞机了 而且这个空间大得多 2001年丹尼斯 蒂托搭乘路西亚联盟飞船 前往国际空间站旅行8天 收费2000万美元 阿美对路西亚的行为很不满 地图还被阿美宇航员当孙子训 我后来的档案馆里看得非常详细 我们的航天飞机 能在太空停留24小时 有可以关紧的货舱 甚至可以坐下喝咖啡 比飞船舒适 而且专为旅游设计 这样的飞行体验该收多少钱 邻居一番对比 前者丹尼斯是路西亚前往空间站顺带的 自家可以专门做太空旅游 再考虑到丹尼斯是空间站8日游 想了想伸出一根手指 我觉得怎么着也得这个数吧 1000万 那是成本 安德罗夫狠狠摇头 将模型啪的一下按在桌子上 然后帅气地伸出三根手指 要3000万美元 还不打折 付得起1000万每刀上太空的富豪 根本不在乎再掏出2000万 到时候指令长还要板着脸 但凡富豪想要摸什么东西 就要用正宗的铁领枪说 你瞅啥瞅啊 贝尔有面子 啊 就这么让人上去溜一圈 还要挨骂 就收3000万每刀 两个多亿 邻居想了想 发射H1的星月2号 预计成本是4800万一发 H1制造成本是2亿出头 加起来算整个任务成本2 5亿 但只需要带一个人 就能收回全部成本 安德罗夫还继续煽风点火 H1航天飞机的底部 是有对接口的 依照我们已经掌握的技术 完全可以制造一个 长期载轨运行的舱段 最大直径5米 空重15吨左右 内部容积 可以做到70-80立方米 专供旅游观光使用 因为不搭载科研设施 成本在3000万左右 在这样的舱室里待7天 再多收2000万每刀 不过分吧 5000万每刀 上太空还大空间畅想7日游 贵吗 一点都不贵 要知道 现在通货膨胀 可不比十多年前 反而算得上很有性价比了 如果一次送两个富豪 光是运费就收7个亿 一次性收回所有成本 还能再赚两架H1 邻居深吸一口气 颤抖着摸索到手机 拨通蔡远发的电话 蔡叔 之前是不是除了投资机构 还有一些个人投资人 找我们要投资 好 你把提供资金 超过2000万每刀的个人 都给我列出来 帮我问一问 太空7日游来不来 空差想和我交换股份 10亿每刀融资和10%股权 还请我去做CEO 老马疯了吧 不去不去 邻居挂断电话 朝着手机呸了一口 刚刚蔡远发告诉他 老马居然主动联系 想用空差的股份和资金 换取交叉持股 以及邻居兼任空差CEO 这是要空手套白狼啊 老马的狼子野心也不收敛一下 这也太离谱了 不过除了老马 企鹅和阿里两个巨头 也多次表示了投资意向 但他们 对火箭并不是非常感兴趣 只是巨头企业习惯性的东插一角西插一角 搞互联网的都这样 邻居倒是真的想从两马那里掏出钱来 那就是忽悠两个人上太空旅游 不过PPT还没做好 得暂缓几天 这几天里 他还和唐伟天教授通过电话 知道了航天局的大拐弯 不禁感慨扬多 前世等老马的猎鹰酒不断回收成功 后面的长征系列火箭都完全结束了开发 没有了修改的必要 航天局就只研究后面的两型超级火箭怎么复用 而现在几个项目都还未成熟 还能再做修改 航天局以极高效率 掉头往可重复使用这条路上狂奔 至于他们能不能成功 邻居觉得以华国的国力肯定行 毕竟可重复使用火箭本身 也不是只有开挂才能行 只是没有控制系统开挂 会不会像老马一样狂炸 就不好说了 而且 华国航天还有个特点就是 产能不高 通常一枚火箭排班生产都是一年时间 最多两三枚 要炸多久 还很难说 当然 航天局会不会提出前世省网回收 新急助推器整体回收 这样奇奇怪怪的路线也难讲 万一其他路走得通呢 不管怎么说 华国航天 反正已经是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估计往后的火箭构型 忽悠凯子坐航天飞机 10月14日 星远一号尔的一级火箭 又被拉到了发射场 一次成功回收远远不够 前世的老马2015年末 第一次成功回收猎鹰9火箭 但直到2017年多次成功回收后 人们才彻底证明了 垂直回收技术的可行性 于是在工厂重新整备后 距离上次回收9天 星远一号尔的一级 再次放上了发射塔架 这次的二级依然是水泥配重 重新刷漆后的火箭 与上一次看起来并无不同 只有火箭底部的烧石懒的处理 不影响性能 而且尾烟一烧就没 除美观外没有必要 算上水泥配重 重新整备火箭加住燃料 总共才花了160万 其中140万是用来贴隔热瓦的 安德罗夫 为什么我们不用不锈钢 邻居看着纯白色的火箭表面 向安德罗夫表达自己的疑惑 前世的空插火箭外壳 就很爱用不锈钢 因为它比火箭常用的铝合金耐热且结实 价格还更加便宜 既有扎实的知识功底 又学会了毛子宰人的精髓 这段时间和邻居很聊得来 他解释道 不锈钢确实价格便宜的优点 但这点成本对我们不算什么 铝合金更轻 而且下一部研究所将对现有箭体做出一定改进 更加简化结构 翘体还能再简化 取消燃料罐的设计 将外壳与燃料罐融为一体 并且使用供底助箱 集分装氧化剂和燃料的空间 共用一个底部 以此让翘体简化到极致 并且回收的可靠性大大提高 成本还能继续降低 研发技术也是HE包含的技术之一 只要复用起来 增加的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还能这么晚 邻居想象了一下 这相当于翘体就是一个燃料罐 中间隔开分别储存燃料和氧化剂 确实做到了极致简化 不愧是划时代的航天飞机 HE身上能发掘的宝藏太多了 一边聊着天 二手的星远一号已却已经点火发射 第二次开始了飞天之旅 直播的热度依然不减 甚至更多 但这次大家心里都期待的是 火箭回收成功而已 相比恒生波兰磕磕绊绊的第一次飞行 这次回收显得是如此平常 火箭从下坠到降落 几乎没怎么修正方向 也没遇到意外 而且落地的速度比第一次更快 几乎和自由落体差不多 直到十分接近地面时突然增大推力 一下子降低速度到0 同时展开支撑腿 稳稳的立在着陆场中央 索然无畏 JPGE 郭深在发射时 看着状态显示屏点点头 比上次节省了40%的燃料 这才达到了理想水平吗 与此同时 发射场外的邻居也非常满意 不停地拍手鼓掌 明明只是回收第二次 但似乎已经给了他一种 火箭回收 如吃饭喝水般容易的感觉 而这正是航天平民化的前奏曲 小林 小林 呀 万叔 领导 好久不见 邻居听到有人在喊自己 居然发现是万叔和郑领导 三人一顿寒暄加商业互吹 邻居才知道 两人是专门来找自己的 嗯 不是来催贷款的 虽然邻居上个月还了 但反手又从信用社与省银行那里 联合借贷5000万 还款73年 这也算和地方加强联系的方式 两人来这里 一是看发射火箭 二是通知邻居 有外宾要来星远 并且很可能会来星远宇航 而且规格很高 头上顶着白布的那种 邻居愣了一下 然后大致猜到了原因 现在是10月 正好赶上今年行展 狗大户肯定来买买买 导弹坦克什么的 一把把往家里揣 估计是正好想来看看 屡创奇迹的星远公司 才提交了访问申请 如果是其他外国人 邻居会态度冷淡 但如果是那些国家穷山恶水 家里只剩黑乎乎石油的狗大户 那就可以另外商量了 狗大户身上可太能挣钱了 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航天实力 但前世硬是靠超能力加持 不断把人往国际空间站送 上天的人还不少 要是能忽悠他们 进来掺一脚 资金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做好准备 能 那可太能了 邻居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哈曼德王储到底是谁 毕竟大户家的王储多了去了 但是能带队来华国买买买的 肯定不是一般王储 而且这些王储 哪个身价不是几十亿美元打底 而且靠着石油挣钱源源不断 定制一辆豪车都能扔掉几千万 邻居和安德罗夫对视一眼 两个人的眼睛中都闪烁着的形状 晚上 邻居和安德罗夫在网上查 这个哈曼德王储的信息 不断发出牙酸的声音 年龄三十岁 身价七百亿美刀 名下光豪车价值超过十亿 二十多架私人飞机 还是长得帅 会写实的文艺青年 多才多艺 才得皆备 灵 柠檬金 巨 安德罗夫 谢姆夫斯基 此时深深体会到什么叫做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然后给你拆迁 送了两千平负游泳池停机坪的海景大别墅 这乃是行走的高富帅 这是行走的印钞机啊 老安 你懂我意思吧 邻居狠狠压住安德罗夫的肩膀 咬牙切齿地看着哈曼德王储的个人帅照说道 安德罗夫狠狠点头 面容扭曲 老板 路西亚航天局画饼的精髓我全部都毁 我一定要让哈曼德王储有来无回 不掉两斤肉 就对不起这狗娘养的天选之子 当天晚上 邻居连夜召集全部高管和工程师 专门将哈曼德王储的详细内容做了通报 三十多个人都沉默两久 然后身上冒出莫名的坚定气息 尤其是从六院和国企挖过来的精英们 一种来自前辈的记忆正在复苏 通红的心脏也慢慢黑化起来 三十年前 狗大户一亿美元 买一枚造价一千万人民币导弹的豪气 几乎令人窒息 今天星园宇航的众人 再次感受到了熟悉的力量 郭森站起身 眼睛通红像要吃人的野兽 环顾四周直接下命令 明天起 所有车间三班倒 先把HE的工程样机造出来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涂着鲜艳腮红的小学生分开两列 露出诡异笑容的同时 手持鲜花上下跳动 哈曼德王储一手扶踢 一手向迎接的人群打招呼 明明是大晴天 但他不知道为什么 总感觉背后有点凉 就好像踏入了什么危险区域一样 但是哈曼德转身 就将这个念头抛在脑后 他的身份摆在这里 而且 又身处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 怎么可能有危险 坐上刚买的 从京城空运过来的红旗轿车 哈曼德王储也开始想着 星圆宇航到底是什么样子 别看狗大户全身都是爆发户的气息 但他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就是肥羊 每年都要心甘情愿地买几百上千亿阿美国债 还得笑着说自己赚了 而且那些什么专家不是说了 石油是有限的 到时候 王室几千个王子 依大家子人生计怎么安排 于是 狗大户一方面大力发展旅游业 同时到处投资高科技 亏了也不怕 不就是原油减产涨涨价的事吗 星圆宇航虽然才出名不久 但展现的实力已经是独领风骚的一档 而且还是高大上的航天领域 哈曼德当然是有兴趣的 不过他 还是在当地政府的安排下 先参观了星圆室的历史遗迹 红色景点 体验特色人文风俗后 最后才能安排去星圆公司 10月26日 一列前面交警铁骑开路 警车守卫护航 由考斯特和墨黑色轿车组成的长长车队 缓缓抵达星圆宇航动力公司 原星圆镇拖拉机场的门口 然后领导就傻眼了 没有预想中的红地毯和和花篮 也没有欢迎标语和横幅 更没有组成整齐方阵的员工热烈鼓掌 只有邻居和几个不管技术的高管 带着宣传科的人冲冲门面 而且一个个西装革履 沉稳中透露着高冷饭 陪同领导心里直骂娘 明明前十天就说好了 邻居也是满口答应 结果就这阵仗还在那里形象 王楚殿下 现在可能是工作时间 星圆宇航的工作很忙 我们日程安排或许有些冲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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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这样很好 我不需要他们多么欢迎我 我只是想看看 华国最先进的私人航天企业 他们有骄傲的实力 哈曼德王楚倒是不觉得有什么不同 反而觉得有些新奇 之前他也去过几个科研单位 那里的人似乎都会放下工作 专门接待他 反而看不到想要的具体工作 就好像只是去一个高科技园区转了一圈一样 没有什么收获 他看到了最前方微笑却不失礼仪的邻居 在他快接近时同步走上来握手 欢迎你 哈曼德王楚 我也很高兴见到你 华国最年轻 却统领着最先进航天公司的领头人 希望我的到来没有打扰到你们的工作 侧耳听着翻译 邻居调整表情带上了一点骄傲 当然没有 因为我并不是科学家 他们都有很忙碌的事要做 依然在努力工作 邻居没再多寒暄 而是做出寝的姿势 直接带着哈曼德王楚走向总装车间兼机库 仅仅是从外表看 近50米的高大洁白的机库从就非常震撼 中央还画着巨大的飞船简笔logo 湖白走上前 是一众人离40米高的大门保持距离 然后拿出对讲机小声说了几句 哈曼德王楚 我们对您的到来非常高兴 所以我决定向你展示 星园宇航正在研制的最先进保密项目 保密 看着一脸神秘的邻居哈曼德更好奇 连带陪同的是领导 都不由向大门里张望 抗 抗 巨大且沉重的总装机库门 伴随齿轮的撞击声缓缓移动 动静让地面都在有规律的震动 它像是卷轴展开时宏大的伴奏 机械的敲动人的心灵 机库的中央的裂缝缓缓增大 逐渐展露里面的情景 哈曼德王楚嘴慢慢张大 用母语念叨着 真主保佑 其余陪同人员更是眼睛睁得溜圆 嘴里能塞下鸡蛋 这 这这 航天飞机 只见在庞大的机库里 一大一小两架银白色涂装的航天飞机 半掉在空中 上面布满了爬手架和机械 上百名工人分布在各处进行作业 高量的电焊火花像星星一样闪烁 邻居大步走上前转身 双手平举 在我的左边 是H1型小型航天飞机 长度13米 一窄约5 5米起飞重量21吨 可载6人与2吨货物 采用中央胜利体与一身融合设计 而右边的则是H2型大型空天飞机 长度61米 一窄22米 起飞重量130吨 分为客运与货运两种 前者可在赫50名 后者可以已运载4名宇航员与85吨货物 哈曼德王储激动地向前走了几步 站在H2航天飞机高高扬起的机头下 网上看到了底部黑色的隔热层 与浅蓝色的弦窗 机头下方开口处 几个工人开着电动工程车 正在安装起落架 密密麻麻比人都要粗的线路 捆在一起垂下来 戴着白帽子灰色工作服的工程师 将其连接到电脑 不停地在调试什么 嘿 不能过线 一个工人朝他喊了句 然后又匆匆走过 哈曼德听不懂中文 但顺势看到了地面上的黄线 随即明白里面是工作区域 里面正在忙碌的作业 自己进去肯定会打乱他们的工作流程 刚好看到 背着大门挡住光芒的邻居 缓步走过来 哈曼德激动地问 0 你们在制造航天飞机 他们可以飞起来吗 当然 不过H2型现在还是个1 1的地面样机 用于测试电气管路布局和抗震性测试 下一阶段制造的才具备飞行能力 但是H1型已经进入到气动测试阶段 是真实可以飞行的 与最终目标极为接近的样机 最快明年上半年就将下线 装上火箭发射升空 其中H2将是人类制造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航天飞机 H1在气动技术上则是最领先的 邻居一边说着 不带翻译完全翻译过去 就像哈曼德示意 带着他往H1航天飞机的方向走 同时迎面走过来 三位系统工程师三人一一介绍自己 哈曼德听说是分别来自阿美 路西亚和欧洲航天局的高级设计师 顿时觉得这里的技术层次又上了一档 他们一起领着哈曼德穿上鞋套 从裸露的货舱进入了H1航天飞机内部 这是空气循环装置 能吸收宇航员呼出的二氧化碳 转化为氧气输出 这是阿美进口的恒温调节器 保证内部空间的湿度和温度 一直处在最舒适的状态 哈曼德看着一个个机柜眼花缭乱 这些设备大多还未安装好 部分线束裸露 但地板减装已经完成 露出的合金色让人感觉很踏实 再往前来到成员舱 只见六个分布两列的座位 整齐排列在弦窗旁 中间有能过两三个人的宽敞过道 他被不知道哪来的手按进座椅 顿时感觉全身都被包裹一样 身体的每一个角落都得到放松 而且异常宽大舒适 顺着只是转过头 椭圆形的厚厚弦窗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 并且具有黑色的过滤层 听讲解是过滤太空中强光辐射的 接着是最前面的驾驶舱 不管是头上还是脚下 都布满了各种开关和案件 一个穿着舱内宇航服 面色沉溢的中年人 正不停地拨动调试各种开关 同时朝身后站着的工程师说着什么 这是未来将驾驶H1的指令长邓磊 他正在测试案件分布的人机工程 我们将根据他的意见进行调试 邻居说着 板着脸的邓磊转过头微微点头 哈曼德连忙予以回应 心里充满了尊敬 他看到副驾驶的座椅 与后面的乘客有些不同 回头比较时 却被善解人意的工程师 邀请在副驾驶座下 眼前立刻被复杂的操作台锁填满 蒙着白布的前窗 完美营造出太空的梦幻感 哈曼德在工程师的指导下 拨动几排开关 并缓缓推动左边的阀门 有些不敢置信地说道 我只需要完成这些 就能够起飞了吗? 是的 虽然这里案件很多 但平时大部分都有计算机控制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 需要飞行员手动控制 不过现在还不能起飞 因为您的身体还没有固定好 工程师说着 在他的座椅下方按了一下 哈曼德顿杆椅子动了起来 双腿被慢慢拖起 弹出的弧形夹板 扣住大腿并压紧 脖子与椅背的间隙之间 伸出的可变形颈脱护住脆弱的脖梗 哈曼德像是与椅子融为一体 却又因为极其贴身而放松 只有腿部有种被挤压的感觉 起飞时 您将承受三到四个G的重力 我们最新研发的谢赫乙 能帮您抵消一半以上的过载 同时收紧腿部血管 使血液流向大脑避免缺氧 现在只要指令长发出点火命令 飞机就能正式起飞了 太棒了我的兄弟 太棒了 这就是宇航员的感觉吗? 在H1的座舱里 赖了一个小时 哈曼德才依依不舍地走出来 还不忘跟周围的人炫耀 指令长邓说我很有天赋 学起来比他教过的所有菜鸟都快 或许我也有成为航天飞机驾驶员的潜力 真主在上 虽然我最小的私人飞机都比H1更大 但他们从来不能给我这样美妙的感受 坐在里面就好像真的到了太空一样 哈曼德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的新奇体验 和各种神奇的装置 听得陪同领导也忍不住想要去一探究竟 邻居从善如流地让工程师带他们进去 微笑着听他们此起彼伏的呼声 安德罗夫假装捋自己的大胡子 悄悄朝邻居比了个OK的手势 整个下午 哈曼德除了震得他头昏眼花的航天飞机 还看了回收后的星远一号以一级火箭 发动机试车等一看就很有料的节目 在这之后 还改变了晚上的行程 就在食堂吃了晚餐 当然不是普通的员工餐 而是特别准备的太空餐 零 我还以为在太空只能吃到咖喱和糊货 这些真的是在太空能吃的吗 哈曼德在一下午的游览中 已经和邻居成为了好朋友 觉得这个年轻人身上有数不清的好东西 此时正指着桌子上的菜好奇 你说的糊糊是第一代的太空食品 经过这么多年的进步 我们已经能做到 将完整的菜品送上太空 并且尽量保留他们的口感 邻居指了指桌子上的土豆牛肉 肉末姜豆等菜品 还命人拿来一个粉包 用冷水冲泡开 尝尝这个用浓缩果汁制成的果粉 不含任何添加剂 加水后就能体验到纯鲜榨的果汁 哈曼德随口评价了下果汁 倒是对手中的杯子爱不释手 这是采用深蓝色陶瓷和复合材料的太空杯 可以 一顿对王储而言 可以说极为寒酸的减食 却让哈曼德非常高兴 甚至从邻居这里要走了一个太空杯 饭后 安德罗夫和郭森两人 早已在大型会议室里等待 绘声绘色地讲解了太空飞行的要点 和未来星际旅行方式 以及端上各种新鲜的PPT 虽然大多数都听不懂 但哈曼德还是不住点头 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样子 终于在晚上邻居送别的时候 哈曼德忍不住停下说道 林 你真是了不起 如果我的国家有这样的企业 父王一定愿意把最好的私人飞机都赐给他 原本都有些困乏的邻居陡然精神 心道终于到这一步了 狗大呼是豪 但同样不傻 忽悠他们可不是简单活儿 王储殿下 虽然贵国的科技发展还需要一定时间 但是全人类的航天成果是可以共享的 尤其是商业航天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是的 我们花了很多钱 把我们的优秀飞行员送到阿美 送到路西亚去训练 然后登上了空间站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成为了航天国家 相反 很多人都说 我们不懂得科学 愚昧而落后 邻居连忙做出夸张的不相信表情 这实在是一种偏见 哈曼德王储 您给我的感觉明显是自由的 而且非常崇尚科学 他表现得义愤填膺 我觉得 阿伯发展自己的航天同样也是为了太空视野 世界应当予以支持 哈曼德摇摇头 可是邻 阿伯没有能力制造自己的火箭 就连到太空去都要受到歧视 我能随心所欲地选择做哪一架私人飞机 可是却没有任何办法靠近太空 我很羡慕你们 有能力追求比地面更高尚的东西 听完王储的抱怨 邻居皱眉思索了一下 故作豪气的大手一挥 我不允许我的朋友受这样的委屈 王储殿下 如果不是因为场地限制 我甚至可以送你一架航天飞机 可惜 航天飞机的发射非常复杂 不像普通飞机可以通用 必须依赖专用的发射和着陆设施 邻居又不住叹气 好像真的很惋惜一样 我的兄弟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阿伯修建了发射厂 航天飞机也可以卖给我们发射吗 当然 嗯 这 这种高端航天器 似乎还没有过国际出口的案例 邻居强忍住 揪住哈曼德伊领质问的想法 平静点头 心里出口成章 大哥 你是怎么想到这一茬的 他刚刚提航天飞机 只是想暗示这个计划 可以对哈曼德开放投资机会 可不是真的准备卖这玩意啊 再说 就算卖给你 你知道发射程序吗 会进行维护保养吗 有可以依赖的产业链吗 等等 不对 就是因为你没有啊 一道闪电划过邻居的脑海 阿伯现在钱也有了 还差什么 面子 他们自己能不能造自己心里是有点数的 那为什么哈曼德还要提 邻居慢慢回过未来 原先准备好的计划慢慢修改成型 看向哈曼德的目光慢慢柔和 傻骆驼 这可是 你自己送上门的啊 那兔夫黑笑 哈曼德原本见邻居脸色突变 有些失望 却又被邻居突然握住手 好似做出了什么重大决定一样 王楚殿下 恕我直言 航天飞机这样高技术水平的航天器 是很难在本国以外进行作业的 但是在国土之外 进行发射和降落并非不可能 只是在其他时间 必须在制造工厂进行维护保养 这样啊 哈曼德仔细想了想 邻居的意思很明白 不论如何 航天飞机不可能长期放在阿伯 而刚感受了一天航天氛围的哈曼德 已经明白航天飞机的养护流程很麻烦 恐怕只有制造商能完成 所以干脆换个角度说服自己 阿伯买了航天飞机 就跟买跑车差不多 只是这个跑车比较娇贵 每次用完要送回厂家保养维护 用的时候提车就行 哈曼德王楚突然就觉得很容易接受了 于是小心地问了一句 零 那不知道 如果要在阿伯修建发射厂 并且买一架完整的航天飞机 要花多少钱 这个问题直接难住了邻居 他也没料到 还有这么一出啊 但此时必须趁热打铁 于是直接开始在心里估算 发射厂就以穷州文昌发射厂为例 投资200亿 折合30亿美元 但那是四个发射塔 它一个发射塔 要10亿美元 出国人工贵15亿 没毛病吧 阿美的航天飞机100吨 造价17亿美元 HE中20吨 再考虑40年的通货膨胀 就算10亿美元很合理吧 运载火箭新月2号 成本4500万 就算5000万美元当个天头 15加10加1 26 算一起30亿没毛病 每次发射HE保养费900万 可以忽略 不知道是不是天色太黑 邻居胆子变大了 脱口而出 心里想的夸张数字 发射基地建设25亿 因为是出国作业成本 要上升很多 约35亿左右 航天飞机只能出售 HE型价格15亿 每次发射成本 1亿 发射间隔周期不少于45天 总寿命不少于15次 哈曼德掰着手指头计算 飞行15次 也就是总共花65亿 每次飞行任务4亿 如果按6个人计算 就是7000万一个人 好像并不贵的样子 这都不贵 你简直是个数学天才 邻居弱弱地补充道 王储殿下 我刚刚是一美元计算的 当然是美元 哈曼德听完翻译的耳语 满不在乎的挥手 临时看不起阿卜杜拉的家族吗 我们计价 从来只有美元 50亿美元 就能换来至少90个阿卜人 上太空的机会 还拥有了自己的航天飞机 和发射场 一边按骂狗大户 同时如是将哈曼德的话翻译出来 邻居沉默了 身后的高管沉默了 在一旁打酱油 却莫名其妙 被50亿美刀震撼的领导们沉默了 在后方暗中观察 本应接着彻夜工作的安德罗夫 看着一行人停了一会儿 竟然都不说话 还以为出了岔子 在后方急得抓耳挠腮 邻居双手交叉 快要握出青筋 十分诚恳地说道 王储殿下 您的魄力超乎我的想象 过奖了 我也只是想为王国做一点事而已 哈曼德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 他确实很惭愧 他原本只是随便抱怨几句 好找个理由 看能不能蹭几张心远的船票 搞一点投资而已 老马那里 他们同样有股份 但是比较少 结果邻居突然说道 送他航天飞机 于是就试探性地开了个玩笑 结 真的成了 50亿美元算什么 就算父王不给钱 他省吃俭用也出得起 大不了明年忍住不买新跑车 再卖掉一艘游艇 都是为了阿伯 苦一苦自己又能怎么样吗? 不对 还有自己的几百个弟弟妹妹 都应当为国效力 一人一役摊派 哈曼德走了 揣着一大筐周边行天气模型 和一大计划书走的 当邻居等人 怀着复杂的心情 将哈曼德送上车队时 本应高兴的自己 却发现竟然无言 这一刻 他们真正感受到了 来自土豪的力量 怎么样 票迈出去没? 迫不及待的安德罗夫 终于找到机会跑了过来 急切地问邻居 为了忽悠猪狗大户 他们连夜制作模型 动员工人排练演习 H2航天飞机当然是假的 看不到的地方 都是钢管和木板支架 高级的部件如起落架 都是从乌兰哈山修理厂界的库存配件 拉出来演戏的 H1的样机是真的 但匆忙赶工的质量完全不可用 设备完全没时间调试 很为了充实空间 甚至塞了台空气净化器充数 至于神奇的太空椅 你知道电视购物8800一台的按摩椅 有多舒服吗? 为了换上科幻配色的真皮 和外观改造 可费了好些心思 幸亏邓磊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飞行员 才能对着一群乱七八糟的开关严肃模拟 为了不笑场 硬是绷着脸三个小时 腮帮子都开始痛了 一百多人在总装车间演了出完美的戏 成功忽悠到了哈曼德 对于参与的员工来说 简直比加班还累 面对安德罗夫的疑问 邻居摇摇头走开了 前者只能看向一起陪同的宣传科妹子 被毛子大汉盯着的美女主持人浑身不自在 指得将刚刚的事重复一遍 安德罗夫的面色变化极为精彩 听完只感觉便秘一样难受 好半天才吐出一句 苏卡布列特 我的孩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老国王阿勒特接到来自小儿子的电话 听完后感觉跟做梦一样 区区五十亿 能买一架自己的航天飞机 还可以在阿博发射和降落 虽然这些年阿博通过金钱攻势 在阿美和路西亚都有训练航天员 但从阿博发射的意义可完全不一样 如果能在他的任上完成这件事 整个阿博世界都将是他阿勒特为英雄 中东可不止阿博一个国家 到时候其他的兄弟一定会求着 把自己的航天员送到阿博 阿博的领导力和影响力将大大提升 父亲 我以真主的名义启示 我已经看到了 零的航天飞机样品 最快明年就将首飞 他们自己的载人航天计划都在那里 甚至从空军挖来了特级飞行员 而且 星远还聚集了阿美 欧洲和路西亚的高级工程师 华国航天局也与他们进行合作 还派出了科学家支援 我已经查证过了是真实的 哈曼德信誓旦旦 阿勒特也不由地相信了 但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又和哈曼德聊了会 阿勒特才叫来了几个亲近的大臣 将此事说了出来 于是在一天后 外交部收到了来自阿博航天局的入境申请 想了想就通过了 没错 阿博也有航天局 虽然他们更贴近事实的名字 应该叫阿博航天采购局才对 阿博航天局带队的人是一位亲王 他一来就直奔心远 同样经受过一番震撼后 还被安排去乌兰哈山 看图154在天空上上下下 王储来了 王储走了 亲王来了 亲王走了 阿博来了两拨人 他们都走后 究竟一周没有阴性 邻居和一群高管等的花都谢了 觉得是不是自己吹得牛皮太过 把狗搭户下跑了 然后他就接到了唐伟天的电话 喂 唐老师 邻居 你对阿博的人说什么了 刚刚阿博大使馆召会我们 说跟你们达成了价值100亿美元的合作 要将阿博宇航员送到你们那授训 开航天飞机 啊 不是只有50亿 你还真敢说啊 事情回到五天前 阿博国内 老国王把哈曼德和阿博航天局的人马 都叫进王宫 问结果到底怎么样 这事靠不靠谱 哈曼德当然是极力吹捧 航天局的亲王谨慎地表示 虽然有一定风险 但是很有潜力 风险就是 新元宇航不自卖得太大 万一出了变数不好说 潜力当然就是成功后的价值很大 阿博能获得的好处 不是50亿美元能衡量的 老国王仔细思考一番 又看了看亲王拍摄的H1航内照片 以及带回来的一些可合作的航天计划 比如出售阿博专属的空间站 旅游舱 只有生活保障设施 物美价廉只要5亿美元 与阿博大学合作发射卫星 友情价比国际上第三分之一 然后阿勒特觉得 这是可行 风险吗 投资不都这样 现在人家在开发 才愿意让你插一脚 是可行的 我想阿博不会害怕这么些风险 不过现在的计划太保守了 不符合阿博航天的远大之项 H1航天飞机可以买 但阿博的发射和回收设施 必须按最高标准修建 要足够大气 让我们全世界的SL兄弟 都能感受到航天的魅力 还有卫星 空间站 只要出钱就能买到就都买 一个舱段太少了 阿博要至少三个舱段 还有我们同属莫罕默德的兄弟 他们也要一起参与 有自己的舱段 然后 阿博就把一群富得流油的兄弟国家叫了过来 把阿博缝合的航天计划往桌子上一摆 看到航天飞机空间站的字样 还有大哥都上了 一群兄弟还能说什么 有早没早打凉杆 一家出个几亿试试水呗 坦白讲阿博想在航天上也买买买的想法 大家都知道 但是要么阿美和路西亚的政府不卖高技术 要么就是人家航天局也忙 没有精力再去理会阿博 华国倒是挺愿意的 此时的华国航天和阿美路西亚还差距很大 现在也没能力和阿博合作 此时碰到星远宇航 简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矮 于是 华国外交部和航天局 就接到了阿博联合几个周边国家的召会 像这么大的事 肯定要先向政府通报 三年 航天飞机 空间站 太空科研 发射场 零零总总接近80亿美元的计划 摆在了大佬们的桌案上 大佬沉默了 转给航天局 航天局心想 邻居给狗大户灌了什么迷魂汤 然后一看计划内容 去探探虚实 航天局就让和邻居比较近的人去打听打听 唐伟天打来了电话 唐伟天飞到了星远 星远机场 一架图154 停在跑道上等待起飞指令 它的背上是一架H1的样机 将在空中释放 进行无人气动测试 然后遥控降落 在这近10天里 系统工程师觉得不能浪费 好好把展示用的H1样机重新收拾了 可以进行飞行性能测试 然后就联系了乌兰哈山修理厂 派图154来接 星远市机场民航班次很少 所以空闲很多 让H1能在这里装上图154 飞到乌兰哈山的大草原进行测试 在唐伟天一脸猛地看着图154背起 H1从跑道尽头起飞的同时 一些在后机厅的乘客 也趁机拍摄了不少照片 用不了几个小时 这些照片就会在网上疯传 给航天爱好者加入更多话题 机场的气流 没有吹乱唐伟天的头发 但他的内心 简直如在八级大狂风中那样凌乱 他恶狠狠地抓住邻居的肩膀 邻居 你来真的啊 当然是真的 我做事一贯的风格就是老实 邻居一脸无辜 让唐伟天有种愤怒无处发泄的冲动 妈的 航天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唐伟天走了 就在星远机场买了最近的票 连夜去找大佬打报告去了 穆卡拉航天发射场 即希拉空间站建设计划 邻居等了一周 等来了阿伯翻倍加强版的太空计划 他们计划在阿伯最南边的穆卡拉港口附近 建设发射场 既低纬度又靠海方便运输 同时联合其余三个国家 一共四个国家五个舱段 组成希拉空间站 预计在鬼寿命十年可常驻三杠七人 购买的H1型航天飞机 已经被他们取名为自卖家号 取自他们的默罕默德神话 整个计划要求三年内完成 发射场总投资额35亿美元 按15、10、10逐年支付 由星远宇航组织建设 自卖家提前支付50%也就是7 5亿美元剩下一半在完成后支付 空间仓段项目启动即支付全款25亿美元 但阿伯派人监督进度 合作计划80亿美元资金 然后阿伯同时启动自己国内一系列航天配套工厂和大学建设 全部加起来100亿美元 合作开始的同时 第一批10名阿伯飞行员将在两个月内完成选拔 前往华国受训 也就是说 只要星远接下单子 今年就将获得 5亿美元 约340亿人民币的资金 三年计划总额约570亿人民币 现在邻居的整个C级基地 如果全部设备和厂房折算资产可能价值30亿左右 现金流还有2亿 现在这笔生意足够再建10个基地 现在阿伯亲王带着他们航天局的人马 又坐着土豪专机抵达了天府 就等着邻居回复 邻居先稳住对方 然后就拉来了全部能参与决策的工程师与高管 阿伯的庞大航天计划以及资金被贴在了白板上 还特意换算成人民币 除了较早知情的系统工程师和几个高管外 其余才知道消息的人一时无言 差点惊掉下巴 他们也知道公司在寻求商业合作 还要卖太空船票 但怎么想也就一两亿顶天了 谁知道突然来个这么大的惊喜 有了这570亿 我们能做些什么 邻居手放在桌子上交叉 率先打破了沉默 从惊讶转换到自己能做的事 众人的心思一下活跃了起来 郭深率先举起手 150吨不200吨及液氧没有发动机 要马上开始 大火箭的一级需要 也要上马 高比冲的优点适用于上面级 而且效率更高 液氧甲烷发动机也可以进行研究 开发5米到10米极巨型火箭舰体 在现有基础上 将可重复使用技术 扩大到10米直径的火箭 还有 算了先这些 等我写报告 从六月挖来的艾元维紧接其后 他也被这充裕的预算充脑 一大股想法涌现出来 林总 我建议开发组合动力技术 将航天飞机过渡到空天飞机 还有核热火箭发动机和霍尔推进器 为深空探测做准备 我是主管地面发射的 我们要在建立全球测控中心 在同步轨道和近地轨道发射监测卫星 数量10颗左右 总投资在15亿以内 有这么多资金 要将公司规模扩大三倍以上 人员超1000人 建设属于我们自己的发射场 新远是有长江之流 我们还要买船运输火箭和回收火箭 新远3号可以同步开始研发了 新远自己的空间站也可以进行 当听到这么多的可支配资金 一众研究员瞬间陷入疯狂 各种计划一股脑地抛了出来 而且各个听起来都十分诱人 邻居原本还担心自己吃不下 现在看来担心纯属多余 联合 裂变 火箭发动机都冒出来了 这也太离谱了 不要吵了 各个组回去裂计划 要详细可实施地交到研发部 审核后上交 回到阿伯的问题 他们的订单我们有没有压力 安德罗夫起身 新远可以用一年时间进行扩张 研发部有能力将其转化为实际可用生产力 应付这些订单一点问题没有 唯一注意的是发射厂建设 我们没有任何经验 这不是问题 我们可以问穷州的发射厂建造团队 一个发射塔价和跑道 五六十亿元应该就差不多了 疯了疯了 真是疯了 新远公司再发疯 也不怕吹破了牛皮 阿伯仁也是下试心风 怎么就信了邻居的邪 八十亿美元啊 从九十二年航天工程启动 到十二年总共二十年我们也就花了七百亿 就新远的小身板吃这么多不怕撑死 唐伟天坐在办公室的沙发上 看着大佬端着空茶杯 dun dun的敲桌子 语气中有羡慕 不甘 质疑 愤怒等一系列复杂的情绪 但他自己其实心情也差不多八十亿美元啊 这么多钱给航天局不知道能做多少事 他忍不住开口 领导 其实我实地看了下 恐怕新远真有技术储备 航天飞机是真的 假的又怎么样 有八十亿美刀假的也能变真的 要是中央给我P500亿 我敢立军令状五年登月 就算是用钱堆都能堆到月球去了 大佬还是有些不愤 发泄了好一会儿才颓然坐进椅子里 冷静下来思考了一会儿 他才看向唐伟天 一个私人企业和一个国家开展如此大的合作 肯定有很多不足之处 尤其是跨国合作变数很大 你去问问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助 航天局可以保驾护航 保驾护航是眼红了收保护费吧 唐伟天暗自付匪但不敢说出来 而且他也羡慕了 这都多少钱了 不过还没等他去问 邻居就主动打了电话过来 大佬知道是邻居的电话 递了个眼神过去 唐伟天心领神会 于是在邻居不知情的情况下 唐伟天打开免提 大佬全程偷听 近半个小时后店 唐伟天以一句我帮你转达结尾 这才挂断了电话 大佬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笑容 故作不在乎地说道 这胆大包天的邻居也有害怕的时候 看似是找我们合作 其实是想要国家背书怕 横遭变数呀 邻居的目的有五个 联系航天局帮忙建发射场 包括阿伯的和欣远自己的 规模都比较小 阿伯的严重缩水 只能用来航天飞机起降 欣远自己想在穷州 践兴双攻卫和带跑道的发射场 欣远 阿伯与航天局 进行航天员联合授训 这个算是百层经验的 阿伯周边环境复杂 需要借助航天局和官方力量 撇清障碍 欣远希望参与华国未来的航天建设计划 第一找航天局 牵线建发射场没问题 估计穷州领导还得敲锣打鼓欢迎 第二航天员受训也是小事 大猫小猫都是蛋 不差这三两只 第三海外建设 当然需要华国官方力量的帮助 不然绝对寸步难行 这也是国内输出资本的方式 政府会予以支持 第四第五 参与华国航天计划 只能说有一定可能 开放航天市场 也同时包括了国家项目 只是具体需要商议 地面测控体系也没问题 交钱就能用 大佬觉得 这么一套下来 从心愿手里抠出一百亿 没什么问题 顿时觉得平衡了许多 转而夸奖起了邻居 邻居这个小同志 虽然急躁了些 但考虑还是周全的 尤其是出售航天飞机 实际上 阿伯只有使用权 安排很妥当 听着这不嫌不淡的称赞 唐伟天暗自撇嘴 大佬这根狗脸似的 说变就变 一给航天局画出利益 就变了口风 小唐 你先让他等一等 晚上和明天我们开个会 与华国航天科技集团 新远宇航动力公司 达成三方合作意向 将进行深度载人航天合作 以及新型航天器 与空间居住设施建造 预计总投资一百亿美元 记者带来报道 11月8日新闻 新远航天又双弱上新闻了 而且这次的报道长达三分钟 内容更是劲爆 专门飞到乌兰哈山 拍了一大段图 154背着H1飞行的录像 包括尾部被整流罩包裹的 H1语图154分离 进行自主飞行的测试图样 还插入了一身宇航服的邓磊 在模拟舱内训练的视频 这很容易让人第一时间 因为H1已经进入有人驾驶阶段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 周瑞和赵小文两个人 也道貌黯然地接受了十几秒采访 表示自己是为了科学事业现身 将在太空开展前沿科学研究 最后还有一段模拟动画 H1安装在星远2号的最上面 被一级半火箭发射入轨 停留12小时后 再入大气降落返回 没错 那可是航天飞机哎 不管现在如何 从理论上证明 过去的航天飞机技术 是怎样的滑而不实 昂贵且不安全 但是 那是航天飞机 仅仅是观感上 航天员坐在一人高的铁罐子里落地 和坐着小飞机 呼呼地停在跑道上 就完全是两种境界 关于星远的大新闻结束了 但今日的新闻 似乎特别关注航天 紧接着 又是航天局下属几个月的新闻 表示他们正在开展 可重复使用火箭的研究 甚至2016年才会公开的腾云工程 居然提前两年有了消息 可能同样是遭受了刺激 最后是罕见的航天局大佬出来总结 我国航天已经进入了新时期 新赛道 航天局将坚持稳中求进的原则 发扬开放的合作精神 力争将我国航天事业 带入一流航天强国的序列 嗯 这个时候 华国航天确实与先进水平差距很大 现役的长征二、三、四家族 都还是采用偏二甲井的独发 技术上较为落后 运载能力也只能算中等 三年前发射了实验性质的空间站天宫一号 天宫二号要两年后才发射 原本航天局的思路是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不跟外国人争 自己省点钱多花点时间而已 结果突然冒出来 邻居这么一次机航天局坐不住了 落后于阿美大家都不怕 可要是比后期的私人航天 还不如就丢大人了 当新闻播放完 还未因移动互联网彻底强大的网络上 才开始了热火朝天的讨论 进入十年代 华国的各项都在崛起 2011年 北约代号火焰獠牙的第四代隐身战斗机首飞 2012年 6万吨重的航母入列 然而航天上虽然有进步 却无法给人耳目一新的震撼 怪指怪冷战的时候 两家超级阵营太拼了 几十年的工业劳底 加上不要命的竞赛 从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到游里 嘉嘉林飞上太空 只用了4年 又用1961到1969的8年 努力将人类送上月球 要知道 嘉嘉林坐的东方号飞船压根没电子计算机 只有原始的继电器 在入大气层的时候 返回舱没有带人安全着陆的能力 而是在一定高度将嘉嘉林弹射出去跳伞 最后有理 嘉嘉林自己操控降落伞降落到了一片农田 穿着黄色的太空服 走向一个带着女儿和牛的妇女 问他们找到电话 让人来接自己第一个上天的阿美人艾伦 谢波德 坐在陆军改造的中程弹道导弹上飞上太空 他的飞船比嘉嘉林乘坐的东方更简陋 总重裁一吨 甚至到不了轨道 只能在太空停留15分钟就返回 当谢波德被记者问到他坐在红石火箭顶部等待发射的感想时 他回答 这艘太空船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由出价最低的承包商生产的 顺带一提 谢波德发射前没憋住尿 宇航服也没有排泄系统 黄州的液体流进了呼吸装置 所以艾伦 谢波德先生的太空之旅可能并不是非常美妙 也算开创了独特的记录 而且 这位老兄本人和嘉嘉林不同 嘉嘉林是位严于绿脊无不良事号的军人 谢波德抽烟 喝酒 烫头 不 泡妞 发射前两周还去泡酒吧 不过和不幸遇难的嘉嘉林不同 谢波德后来执行了阿波罗14号任务 在登陆月球后的首次电视彩色直播里 站在月球表面上打了三杆高尔夫 最远的有500多米 而他乘坐的阿波罗飞船控制计算机内存只有16K 水果4的内存是512兆 是阿波罗飞船控制计算机的32000倍 后世有个笑话说 阿波罗宇航员是坐在滚筒洗衣机里飘到月球 这个说法有问题 因为滚筒洗衣机的芯片性能并没有那么糟糕 况且滚筒洗衣机按下按钮就能用 阿波罗飞船极端情况下 考虑了宇航员手动操纵飞船 人力计算轨道跨越38万公里回家 补充一句 在联盟失败的登月计划里 登月宇航员要去登陆舱 还需要从生活舱爬出去 从外面进入 现在明白 那时候的航天有多粗 疯 糟 糟 了吧 为了登月 阿波罗计划用的土星5号火箭 使用了五台单燃烧式推力680吨的F1氢氧动力开式 循环火箭发动机 联盟为了能源 暴风雪航天飞机 计划研制了四燃烧式推力800吨的RD-170火箭发动机 后者被路西亚修改衍生出了各种改型 此家族的一系列型号至今依然是全世界最先进 推力最大的液氧没有火箭发动机 阿美都在买 在那个疯狂时代的产物面世以后 即使他们已经销声匿迹 即使他们的国家都无法再制造出来 依然给人以深刻影响 成为人类航天时抹不去的辉煌 而华国航天起步较晚 大部分时候做的还是走上世纪别人走过的路 很少有什么开创性的成就 不过现在有了 航天板块上面HE的图片传的铺天盖地 航天局的一系列大步走举动也让人感到不同寻常 当然 新闻播出后 最震撼的还是路西亚和阿美国家航天局 以及老马的空差 可能 是为了表示不满 第二天11月赶工的第12枚猎鹰9在回收时 于4000米高度姿态失控 舰体折断发生爆炸 煤0EC发动机库存-9 猎鹰9火箭-1 穷州 航天发射管理局 郭深的对面是管理局副局长 和建设一局的发射厂建设负责人 郭总 我建议新远的发射厂就建在这里 可以与国家共用转运通道 能降低至少20的成本 皇副局长在地图上圈出一块地 并简单化出火箭从港口上岸的转移路线 郭深不停点头 皇副局长的目的 除了帮郭深降低成本和减少建设时间 最重要的还是能降低管理难度 不然协调起来很麻烦 共用通道不会影响到发射效率吗 这个请放心 运力上安排没有一点问题 火箭又不是罐头 哪有隔几天就一车的 延误也不会超过24小时 不会错过发射窗口 可以 郭深表示认可 然后看向一局的负责人 一局的长经理 现在其实是很高兴的 原本随着发射厂完工 大部分工人和机械都在装船准备撤出 没想到 转手又是一个 不 两个大单 星远要求 建设一个包含两座能容纳十米直径级火箭的发射塔 四个回收工位 一个双跑道着陆厂 阿博的穆卡拉发射厂 则是减少了一个发射塔 和部分设施 两个单子一起 又够他们吃很久了 星远航天发射厂 按照你们的工期十个月要求没问题 大部分机械还没有撤走 半个月内就能开始作业 整个发射厂的费用预期在50亿元 穆卡拉发射厂还未实地考察 虽然设施更少 但成本指高不低 总体约60亿元 110亿人民币 换算过来就是15亿美元 这个价格在郭深看来毫无问题 如果是NACA的作风这个数字至少翻倍 可以 不过我希望在六个月内 先建设出一座发射塔 一个回收工位 一条跑道 并且达到使用要求 这应该没有问题 秦经理答应了下来 三方随即签订协议 对 侧控站都归发射管理局管理 不过 除了穷州发射厂 与航天局达成协议后 滨州卫星发射中心 也迎来了与星远的合作 首枚星远一号柄运载火箭通过公路运输 已经抵达滨州卫星发射中心 在这里完成了总装和测试 滨州卫星发射中心 是国内目标SSO太阳同步轨道的主要卫星发射基地 搭载拼团卫星的星远一号柄在这里发射 能享受到更好的发射条件和测控范围 同时也是纳入国家测控体系的一次测试 三二一点火 导流槽的下方喷出炙热的橘黄色烈焰 星远一号柄挣脱重力的舒服 以极高加速度奔向太空参加拼团的几个企业负责人 仰头看着天际的小白点 心里十分紧张 毕竟航天这种事最不缺的就是意外 好在短短几分钟后 几颗卫星都顺利抵达了太阳同步轨道 向地面发出正常工作的信号 外面的人纷纷松下一口气 控制中心主任则在与星远的人闲聊 你们这星远一号柄干脆改名叫长征六号得了 舰体和发动机一模一样 八月还没你们快 明年才有首射 哦 还是有区别的 你们还要回收 星远一号柄的一级火箭也被做成了可回收式 反正这一家族的一级都是通用的 但不是星远一号以的那枚 那枚一级火箭已经完成了第四次回收 现在星远的回收经验已经非常娴熟 已经在筹备海上回收了 星远一号柄的一级现在也已经接近地面 在星远的着陆场完美降落 一点意外都没有 八月知道这个消息 气得连续三个周末加班 因为航天局已经做了内部通报 将会对明英航天开放部分国家发射任务 现在明英航天不就星远一根毒苗吗 什么 最近又注册了两家 那个不算 八月业务有两块 一是导弹 二是火箭 导弹是主业 而火箭就是专门瞄准商业发展的 星远跳进来搅局 那他们的竞争压力就空前增加了 长征六号二的开发刚刚进行 虽然舰体不需要大带 但是支撑腿和精确控制 还很让人头疼 何唐想来想去 单脆打电话催六院 说自己进度飞快就等发动机 成功转移释放了一波压力 卡擦 卡擦 在闪光灯的见证下 邻居和市政府签订了购地协议 五千亩土地 其中三千亩是运在火箭和航天气生产区 剩下的还有个小型发射厂 星远真太小 还有条从总装机库直达的跑道 给未来航天飞机转运用 建设成本也不高 总投资预计40亿人民币 但是买地不要钱 价格是半卖半送 银行还出了全部贷款 前五年还利息就行 因为市火箭制造厂位置很偏 地价根本不高 市里和省上都希望培育出一个大型的航天企业 通过产业链带动各地经济增长 一点地皮给了就给了 这么一个高新科技企业 对地处中西部的省份来说 犹如珍宝 政策上一路绿灯 全方位配合企业要求 当然省里也有要求 比如希望这个发射中心 命名为熊猫发射中心 再拉动拉动旅游 邻居没有意见 区区改个名字而已 然而就在这五千亩土地 正式完成所有全更迭 进入星圆宇航动力公司名下时 脑海中沉寂已久的系统 突然跳出提示 检测到已注册分基地 满足B级基地面积要求 请问是否变更主 分基地次序 如果选试 系统绑定单位将变更 邻居心中一惊 没怎么思考就选择是 原拖拉机场位置太小 转移到这里正合适 主基地已更新 系统将再次进行评估 评估完成 宿主成功通过自身努力 成为当前世界一流航天制造商 初步具备较大影响力 将开放商城部分物品 希望宿主再接再厉 主 商城解锁范围 与太空探索进度和影响力成正比 道具可使用资金购买 邻居 商城 终于开放商城了 系列物品已经出现在了商城之中 注意 资金以RMB计价 道具不可退还 从系统商城购买的道具 可在合理范围内指定使用方式 系统C级工程师 1000万 系统B级技能升级卡 1亿 B级技能升级卡 100万 C级技能升级卡 500万 B级基地升级卡 3000万 C级基地升级卡 3亿 B级基地升级卡 30亿 C级轨仓段建造基础技术 5000万 90KN涡轮 超燃冲压组合动力发动机 2亿 500吨级单燃烧式液氧液氢 开始循环发动机 8000万 100KN气冷堆和热火箭发动机技术 3亿 X32035三进制通用芯片技术资料 10亿 SC09智能飞船控制系统 适用于X320系列芯片 10亿 50N霍尔推进器技术 邻居快速浏览了一圈以开放道具 差点没因为气庞大的数量窒息 系统商城提供的种类过于丰富 以至于还贴心地设计了分类效果 就比如 传统发动机主要有液氧煤油 液氧液氢 液氧甲烷三种 又分别有开式循环 分级燃烧循环 全流量三种 还有真空版 附用版等多种类型 十分博杂 按照系统提示 大部分的C级技术都已开放 只要花钱就能购买 但几乎已经囊括了人类的所有航天成果 B级只开放了两项 一个是B级技能升级卡 一个是B级技地升级卡 两个B级道具都极其昂贵 后者还有使用条件 施展地域不能少于2000亩 且建设时间长达210天 而且要全面启动B级基地 必须有一名B级工程师和三名C 级工程师管理 否则部分设备无法使用 但邻居反而很高兴 买升级卡 比起自己建设基地要方便得多 新地块建设 是以国内航天局金箍火箭制造基地 为衡量标准的 预期建设费用是40亿 实际上可能会破50亿元B级基地升级卡 加上几张工程师卡也不过30多亿 况且系统作用起来绝对是又快又好 与常规施工没有可比性 回到公司 他用5亿3000万购买了5张B级卡 3张C级卡 将三位系统工程师升级为B级 郭深升级为B级 C级网上 使用同级技能卡只能升级为增强版 必须使用更高级升级卡才能跨级 在四位系统工程师都升一级的同时 系统弹出提示 当前拥有B级工程师 1.B级工程师 4.研究所科研速度增益 9.将C级工程师增加到100名后 可升级为高级单位 研究院 升级后可容纳学徒数量增加到1500名 获得全面科研能力 现在全公司C级工程师还不到20名 但邻居果断使用4个多亿 硬是矮个子里把搞个 几乎有点科研能力的 全部用升级卡升到了C级 最终刚好消耗10亿元 组建了升级后的系统研究院 与研究所不同 研究院拥有 人类已知所有专业门类的研究能力 只是不同专业方向的研究能力 会受技术基础和工程师影响 但依然能持续开展研究 最后是经过与4位B级以上工程师商议 一致同意购买B级基地升级卡 至于合理化方式则完全交给系统 在茫茫荒地上使用升级卡后 十多秒后邻居就听到了地面的震动声 往后一看 几百辆卡车和工程车呼吱呼吱地开进了荒野 很快就停满了视野能及的区域 一辆皮卡上下来的戴白帽子的中年人走到邻居面前 建设二局 三局 六局 第一批施工队伍已经到达 请邻总和队施工图纸和项目 无误后我们即刻开始施工 而这个时候 邻居才能知道B级基地到底有那些车间 具体的机械设备和厂房设计 翻看着说明目录 邻居在其中一页停下 指着一行问道 这个星在计算机芯片生产中心 是什么 邻总 这里将放置一条极晶片生产 电路刻时 防护封装的14纳米全自动碳滑硅芯片生产线 将根据不同设计日产能力在40到150片不等 只需要很少的工程师进入关键岗位 就能根据图纸调整最佳工艺生产 那这个碳滑硅芯片和硅基芯片哪个强 这不属于施工方所能解释的范畴 红帽子直接保持沉默 这才让邻居意识到 对面其实只不过是系统的意志罢了 于是他很干脆地确认进行施工 对方很快消失在庞大的施工队伍中 开始架设围挡和修筑施工便导 邻居又接着疯狂翻动目录 可大部分都是一看属于航天的领域 只有这条碳滑硅全自动生产线 让人心动不已 好在他虽然看不懂技术资料 但已经升级为B的系统工程师郭森 却有相关储备 仔细查看技术说明 然后用邻居可以理解的方式说明 这条碳滑硅芯片生产线是专为航天设计的 因为相比于传统硅基芯片 碳滑硅作为机体抗干扰 抗辐射能力更强 功耗更低 散热能力更佳 同工艺同标准下性能 与传统芯片基本一致 是B级基地的标配 从原料合成开始 到各种使用到的化工药剂 与封闭式加工环境一应具有 只需要傻瓜式的提供初步加工后的原料 就能持续生产芯片 虽然日生产能力最大也不过150片 但对于航天需求来说已经完全够用 这让邻居十分兴奋 因为这意味着高端领域心远 也没有任何威胁了 航天用的DSP高速数据处理芯片 虽然国产也有 但产量很少 基本只供应给自家航天局和军方 民企能买 但数量不多 现在至少自己用事绰绰有余 解决了高端用料问题 而让人惋惜的 则是整条线产能一年也只有5万多枚 没法商业化赚钱 不过系统商城中 还提到了与芯片相关的道具 X320353进制通用芯片 与SC09智能飞船控制系统 在公司里 邻居组织起系统工程师 对这几项技术进行了研究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 通过系统的描述和道具里的技术简介 可以知道 在不知名位面 存在一个叫X320系列的芯片 X32035就是其中之一 X32035是通用芯片 意味着可以承担各种任务 理论上可以将整艘飞船或火箭的一切数据 都交给X32035处理 而且 X32035是三进制芯片 比起二进制同制成下数学性能高出1 58倍 有更大空间和更强处理能力 同时 因为除一和零以外多出了第三状态 系统工程师认为有模拟量子计算的潜力 SC09智能系统则是能综合分析全飞船 或者火箭的控制系统 能利用AI自行安排部分指令 并简化后提供给操纵者选择 而且他们发现 RX01数据总线 竟然也能与三进制芯片配合使用 或者说 它的设计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适配三进制处理 这下邻居的表情变得极为精彩 系统这是要逼它上三进制的邪落 上个世纪搞三进制的只有联盟 原因是 他们认为自家阵营计算机进制和阿美一样 那啥不正确 不过 还真被他们硬生生推进了不少 而理论上三进制效率确实比二进制强 可惜只发展了一点点 就随着联盟的倒塌淹没在历史中 但系统显然证明了人类可以走通三进制 取得的成就还不一定比二进制低 得知阿博航天局要与华国达成100亿美元的航天合作 NACA破防了 路西亚航天局也破防了阿博一直是众所周知的超级狗大户 身上的羊毛就跟打了激素的韭菜一样 割了一茬又一茬 ISS国际空间站的发射部分都是由阿美和路西亚负责 后面陆续也对除了华国以外的国家开放 阿博自然也在此练 交了不少钱把航天员送去路西亚训练 然后去ISS空间站溜一圈下来 什么科研目的是不存在的 阿博自己也清楚没那个命 但狗大户也是要有追求的 不管怎么说离地面300公里高的地方 有阿博人飘着还是件很仗志气的事 然而事与愿违 ISS自1998年曙光号多功能货舱 作为第一个部件进入太空 就代表着16个国家的协作正式开始 而后还有不断的国家加入 带来了众多的科研项目 人员也需要频繁往返 并且随着时间流逝 ISS的早期舱段开始老化 漏气 渐渐不能承担科研任务 甚至不能助人 仅作为空间站的结构部件留存 维护空间站进行科学研究 发射与对接任务 都已经在多国协调中很麻烦了 阿博送一些没有突出专业技能的航天员上去 并不受欢迎 可以说 当了冤大投出了钱 还要看脸色 所以阿博也开始觉得是自讨没趣 所以邻居勾勾手 一把又一把的美元就塞了过来 当然具体原因 也有因为星远的报价是真的便宜 让阿博觉得 失败了也亏不了多少 虽然邻居事先已经在合同里 声明了种种限制 例如 航天飞机只有在任务时期才能在阿博 并且需要严格看管 非任务时期运回星远保养 几个空间站舱段 也没什么正经的科研功能 基本就是个太空房间 这才能给5亿美元包发射的报价 不然光是科研设备可能都不止5亿 要知道 星远给他们设计的舱段 甚至有独立卧室和卫宇 哪个国家敢这么糟蹋航天器宝贵的空间 甚至阿博大学发射卫星打折也有限制 重量有限等等 但正是如此 王储和老国王才觉得这是真的做生意 而不是把阿博当铠子玩 所以 阿勒特在看向NACA和路西亚航天局都态度冷淡 甚至不予理睬 吃了个闭门羹的NACA无能狂怒 如果只有星远 那他们可以搞点小动作 但有华国航天局亲自下场 也只能无奈作罢 最后的结果是 某前NACA官员宣称 私人航天是高风险且技术不够可靠的 希望有关合作方擦亮眼睛 误要上当 专业的是 但是还是要交给负责人的老牌航天机构云运 但也仅限如此 NACA还确实挺忙的 ISS空间站 火星 木星深空探索 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等等 真的抽不出精力去管阿博 不过平白无故损失掉一只备胎 确实挺难受的 倒是老马十分兴奋 连续发了十几条推 邻居耗到100亿美元羊毛 他的空差这么多年 都没能拿到过这样的大生意 而且他也有火箭 猎鹰9号 重型猎鹰都比星远现役的火箭更强 怎么没人给他豪至100亿 也不管投资人和董事会态度如何 老马直接任性发推 对ZAPP取得的合作成果表示祝贺 并认为这是私人航天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进行了好一顿商业吹捧 然后才气气哀哀的表示 我马一龙不比邻居差 空差比星远拖拉机场 外网了解邻居发家时候 E-TRACTOR工厂 拖拉机场带指星远宇航 牛太多了 他能做的 我们也能做 虽然没有航天飞机 但有星舰啊 区区上太空算什么 星舰是可以登陆月球和火星的 空间站也是 龙飞船都能设计造空间站 有什么难度 空差不仅能造空间站 太空酒店都行 专门给你一个舱室 当餐厅都可以 空差也能在阿美本土外建发射基地 而且和星远扣扣 搜搜限制使用不同 你爱放哪放哪 给了钱 空差什么都慢 老马也是真的急眼啊 星远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步 看起来好像要后来居上 还获得了如此大的资金支持 就算80亿美元相比计划所需来说 还是偏少 但老马直接以美式思维思考 却觉得再正常不过 如果一个项目预算太高 可能审批不过怎么办 A 精简项目结构 仔细分析市场 尽可能在满足要求的同时减少成本 然后再送审 B 直接以超低价爆出预算 使项目通过 后期不断让投资方追加 不加就项目烂尾 以此时总预算远超预期 显然 老马一眼认定 邻居在阿美留学的时候 也学会了当地企业家的特色方案币 所以隔天邻居就看到了空差发布的99亿美元 远你航天强国梦特会套餐 包括未来飞船基地重型猎鹰加龙飞船 可在6人重复使用 超大第5代空间站5美元 卫星发射带金券等一系列项目 三年之内全部安排明白 你还别说 老马的PPT和模拟动画真的可以 堪称是世界一流 NACA和星远根本是拍马都追不上 单看宣传资料都无比心动 如果真的只花99亿美元买来空差推出的这些套餐 面子上确实杠杠的 比星远也差不到哪去 但是 他真的只需要99亿美元 真的能按老马说的三年以内搞定 邻居对此表示强烈怀疑 嘿 真主在上 我亲爱的兄弟林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 哈曼德王储端着一罐青岛啤酒 走到邻居面前好饮一半 然后鬼鬼祟祟的观察发现 没有人看自己后才放下心 王储殿下 刚刚也发布了新消息 他们也将对外出售飞船和空间站 邻居美元隐瞒 因为在晚会开始前 就已经签订了三方合作协议 5亿美元已经躺在了对外专设的账户里 反悔是不退钱的 哈曼德王储看了看手机里的内容 微微点头 看上去是很不错 虽然不如航天飞机 但如果是之前我们可能确实很心动 里面的内容很丰富 不过放心吧 我现在正和邓认真学习 我是有飞行执照的 将来 我要亲自驾驶航天飞机降落在阿博 会有无数的少女为我欢呼 老板 买吧 明显从碳化硅芯片生产线到 SC09系统是一整套完整的技术 只有配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出最大作用 对啊 三进制计算对人工智能学习应该很有优势 未来复杂的深空载人航天器非常需要 停停停 邻居打断了一众已经开始力劝的工程师 怒斥道 刚刚我们就已经花出去了40亿 发射场施工110亿 今年的300多亿一半都没了 SC09和X32035又要20亿 这么花下去钱根本不够用 而且我们哪有那么多项目 现有技术完全够用 邻居是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刚拿到几百亿巨款 眼睛都没眨 就没了一半 这谁顶得住 而且 买来这么多技术 也不能当饭吃 也没有用得上的计划 虽然剩余资金还很多 但如果B级基地运转起来 仅仅是维持人员和机械 就是一笔天文数字 尤其是芯片生产线 典型的聚号电耗水 运转起来就不能停 况且暗系统的尿性 下一个任务估计不是登陆月球就是火星 没资金说个屁啊 几个系统工程师转过头面面相去 一番眼神交流后 众人把安德罗夫推了出来 大胡子答答人咳嗽一声 老板 作为一家大型企业 我们要有社会责任感 金钱可以再赚 但技术进步对全人类刻不容缓啊 再说 这些技术并非没有产出能力 邻居看了他一眼 又转过头 愿意花钱上太空的富豪是有数的 而且不可能扎着堆一起上 赚他们的钱不需要如此复杂的技术 不 不是太空旅游 安德罗夫摇头 软件技术同样赚钱 研究院有强大的科研能力 虽然我们能购买的技术 都是航天领域 但很多地方是相通的 比如 基于三进制芯片的人工智能 会比二进制更成熟 学习能力更强 不管是用于数据处理 还是交通工具智能驾驶 都非常有用 而且能与二进制计算机体系共存 这些技术还有很多 只是需要花一点时间去转化 我们不需要亲自下场去做产品 只要把握住核心技术 就能以最低的风险 最少的管理成本 攫取最高的利润 这 安德罗夫见邻居意志松动了些 继续趁热打铁 就比如华国落后的芯片体系 其实制造都并非最大的麻烦 主要是二进制的架构专利 都被他人掌握 未来早就被瓜分完毕 而三进制依然是一片蓝海 只要我们携成熟的三进制体系入场 说不得能将二进制计算机 扫入历史的垃圾堆 甚至更早的拥抱量子计算机 说到芯片有可能弯到超车 一下子戳中了邻居心仰的地方 毕竟这一块是国人心中永远的痛 制造能力 华国一直在进步 迟早有一天高制成工艺会取得突破 但设计这方面确实非常麻烦 最庞大的民用市场 基本被ARM与X86两个古老价格瓜分 剩下的要么是封闭体系 要么受众较小 为了进入市场 就必须向这两个体系妥协 然而最底层的设计能力 都有专利限制 没有授权 在现如今的和平年代 除非你要退出国际贸易 否则就不能够生产 但是三进制体系不一样 现在人类的发展轨迹 是从二进制过渡到量子计算机 但严格意义上的通用量子计算机 也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造出来 要是真如安德罗夫说的那样 你们真是害苦了我呀 邻居叹了口气 找到笔记本 将系统商城里的上百个道具费 大进罗列出来 干脆让几个系统工程师 来决定购买哪些 等他写完工程师们一拥而上 立刻挤在一起 浏览起各种珍贵的技术资料 800吨级氢氧发动机 要不要来一套 你要那玩意有啥用 还是燃气发生气循环的老东西 除了推力一无是处 涡轮泵技术拿到手也好啊 现在我们的技术 扛得住液青导致的金属脆化 看看我找到了什么 M3越面移动基地车 还有部族式机器人 这个只要5亿 一定要买 300吨级液氧甲烷发动机 不过是分级燃烧循环 这个很有价值 我觉得不如这个 S700单段是固体火箭发动机 一段推力700吨 串四段就是2800吨推力啊 这么大要给什么玩意用 液体火箭发动机才是王道 组合动力发动机 还是三马赫就能启动的好东西 这不赶紧买 邻居听到最后差点睡着 干脆离开 让这些工程师选个一天再说 反正他是打定主意要节省预算的 一众工程师吵来吵去 用了三天时间选择技术 又拖到一周后 总结了份研究院的 下一年度研制计划表 一起交上来 购买的技术有 S109智能控制系统 X320353进制芯片技术 技术与K120同源的 380吨极液氧没有发动机 负氧燃烧循环 500吨极液氧液氢发动机 200吨极液氧甲烷发动机 90天然组合动力发动机 和热火箭发动机 11米极巨型可回收舰体 一种测控卫星图纸 一种大型卫星平台等 研究院的研究任务 也随着技术的丰富大幅度更改 星月2号 3号将基于新发动机和舰体重新设计 由于科研力量大大提升 首飞进步并不会推迟 H1型航天飞机暂且不变 H2型上马 H2将基于新到手的技术进行改进 增大发射重量到100吨 同时将强化外表 尝试舍去隔热瓦 降低单位发射成本 以X32035芯片 以及SC09系统为基础 吸收三进制计算机技术 研究商业化可能 进行人工智能预言 通过系统技术 研制多种型号先进火箭发动机 包括液氧液氢 液氧煤油 液氧甲烷 大推力可附用固体火箭发动机 推力从8吨到1000吨不等 研制高度模块化 通用化 直径从3 5米 6米 11米的液体火箭家族 灵活配置发射任务 研究起飞重量百吨以下的小型快速机动固体火箭 开展近地轨道运载能力 100-300吨的巨型火箭前期方案论证研究 开展整体式空天飞机方案论证研究 开展太空港口方案论证研究 开展和热火箭发动机改进项目 为深空旅行前期准备 以上从系统购买技术的资金需要约30亿 其余开展的研究计划开支 人员扩张 技术培训 购买技能卡等多方面费用预计约三年90亿 第一年投入约40亿 预计一年后 星远的固定人员将增加到2000名以上 将成为世界第一梯队的太空公司 按照郭深的说法 当星远把这些任务一一落实 就连NACA都得小幅度落后 欠缺的只有太空经验了而已 光是发动机 总共包括近15种不同推力和路线的液体火箭发动机 两种固体火箭发动机 一种组合式航空发动机 一种核热发动机 一种大推力或推进器 可以说人类已知的航天发动机都齐全了 基于这些技术星远已经能称霸航天界 当然 这些复杂的技术已经不是DEX一火箭那么简单 一个高级总师 带几个C级技师 和一帮过得去的普通工人就能干 即使有全套技术 也需要不短的时间才能吃透 这也是B级基地强制要求高级工程师数量的原因 你找个汽车修理工 火箭图纸和设备给他都造不出来 后续的航天器精密和复杂程度都在急速上升 不但零件数量增加 还需要大量的配套设施建设 光是这些投入都将是个夸张的数字 但在系统工程师们不断的灌输下 邻居还是忍着痛一个个加入购物车 在支付后收获了一大堆移动令盘 不过系统工程师答应的寻找赚钱的可民用化技术也没有食言 尤其是在拿到具体技术分析过后 安德罗夫最先将几个最有可能的挑出来 不到一天就给邻居画好了饼 第一是三进制体系 这和我们刚开始想的没错是个巨大惊喜 我们获得的三进制计算机技术演化程度 根本不亚于人类目前的二进制体系 而且更惊人的是兼容性 即使在三进制为主的世界 依然有大量二进制设备存在 所以三进制芯片和计算机对二进制几乎可以完美兼容 S109同样是高度通用化和人机功效极佳的系统 完全具备民用潜力 即使是落后工艺的三进制芯片 使用它后也能和更高制成的二进制系统性能相媲美 第二是从空间站的技术中 我们拆出了一套高效电池管理系统 可改进后用于交通工具即使应用在传统电池上 也能带来极高的性能提升 而且还能提高安全性 不过需要配合人工智能 要么联网要么内置AI芯片才行 第三是一套来自于微月表设计的不足式机器人技术 很符合现在的科技潮流 第四应该也算是WC209涡轮冲压组合式发动机 涡扇发动机部分设计的很巧妙可以拆出来 单独设计几种航空发动机 邻居掰着手指头 计算机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BMS 机器人 航空发动机 不得不感慨航天产业是真的强 单独拎出来的技术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可航天产业居然硬生生连在了一起 而且听上去都是很有前途的技术 三进制计算机到底能不能强势入场不论 BMS肯定会随着新能源汽车的逐渐流行大卖 机器人技术也算世界潮流 航空发动机更不用说 但尚不清楚做出来的性能指标如何 那么这四项技术选哪一个呢 帕邻居草草翻了几下材料扔到桌子上 就这样吧 先都开展一点研究看看具体前景 先投十亿进去 作为成年人了 要选择全都要 是老板 三进制芯片的制造和设计都需要很长时间 差不多需要等B级基地完工才行 航空发动机也需要至少两个月改造样机 BMS和机器人技术可以马上开展研究 等安德罗夫离开 邻居才坐在椅子上不住叹气 好不容易从狗大户那里 薅了一大把羊毛 结果商城只是略微出手 近百亿资金就没了 不过系统技术能极大缩短自行开发的时间 配合科研神器研究院 以后基本就能做到 予取予求了收到狗大户 哈曼德王储此时已经到了乌兰哈山基地 已经开始受训了 按照王储的说法 对于阿卜杜拉的子弟来说 也只有太空能让我们感受到兴起了 而且作为王储 哈曼德绝不可能乘坐图154这样的老业机 直接以国家级协调 从北方军区租了架1276M运输机 动力又强也更宽敞和安全 这点小钱直接由阿博航天局包了 甚至为了改善王储火石还额外出钱 导致整个乌兰哈山修理厂的火石水平都大幅提升 航天局也按照约定 派来了两名资深预备一航天员 予以指导训练 邻居知道他们后来都成功上了天 林总 久仰大名啊 你好你好 我也很高兴见到陈总 办公室里 邻居尴尬不失礼貌的 和面前的商务精英打招呼 这是他第一次这儿八经的 和真正的大型企业高管见面 毫无经验的他 只能尽量少说话 以免闹出什么笑话 这些都被陈军看在眼里 不过他也并没有轻视的想法 反而心生羡慕 他是山城南方工业汽车 以下简称南方汽车 的分公司总经理 最近正好在心远附近考察 见到心远大动作不断 就想过来拜会 到了心远公司他发现 这里与其说是 企业不如更像学术机构多一点 上下级交流 都很浅显直白 架构简洁清晰 各部门之间交流 也仅限于工作 完全不像大企业应有的互相制衡 权力交织轻压 到处都是利益交割 明面上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直到见了邻居他才大致明白 老板年轻敢放权 管理港股干 全是技术大牛 职责分割清晰 从上到下就没有这种风气 才是根本原因 比起百年历史的 从民国延续下来的南方汽车 这里的环境对科研人来说 绝对是极度友好 不愧是专心导航天的公司啊 或许是心生感慨 陈军也没有使出生意上的弯弯绕绕 很轻松愉快的和邻居交流 原来是今年南方汽车 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 成为首家进入千万俱乐部的华国品牌 这是国产汽车开始崛起的标志 从此以后 国产品牌逐渐将合资与进口车赶出市场 以至于后者需要降价来应对国产车的扩张 或许是为了在总公司面前表现一下 陈军盯上了新元宇航 南方汽车前身是兵工厂 现在依然是国内几个大型军用车辆和工程机械生产商 民用车也是一方巨头 要是再在航天上插一脚 整体层次还能再上一层楼 当然 国企间军工巨头的南方工业 并没有真的去搞航天的想法 但是冠名买一枚火箭 对外宣称联合研发超超股价涨涨面子 还是很不错的 陈军委婉地表示了这个想法 邻居表示 完全理解就是想少花钱装大币嘛 这个简单 把已经是四手的星远一号 以一级火箭刷个涂装 装上新的二级火箭 随便发射个小玩意就行 价格也便宜 只要回收成功 付出的成本不到五百万 报价一千万呗 这个价格完全在陈军的可接受范围内 一千万买一发火箭 就当宣发投入 简直太便宜了 双方一拍即合 以星远一号里的产能 一个月就能交货 可以在过年前发射 也算给集团高层冲冲洗 简单敲定合作 但邻居没送客 陈军也不急着走 后者是想多看看星远航天 了解民营航天的运转 邻居则想着 怎么继续从南方汽车兜里掏钱 现在的南方汽车牛啊 有销量有技术 有资金有人脉 要是让他们购买星远的BMS 以后再加入到智能驾驶计划里 又能承担研究资金 还不用担心打开市场 抽半天时间 陪陈军在不敏感区域瞎溜达了一圈 后者看着各种新奇的东西不断赞叹 邻居假装不经意地说道 现在国家好像在推广新能源汽车 南方汽车应该也有座吧 有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陈军看起来兴致缺缺 现在无论是市场环境 还是技术都不成熟 你看到那些吹牛皮的了 都是在骗补贴的 生产几十辆车 就联合经销商伪造几万辆的交易 随便拿个七八亿的补贴到手 真正做技术的没有 我们再研究 技术方面的人说了 电动汽车是个新的标准体系 现在还不如琢磨琢磨混动 陈军可能是比较高兴 给邻居讲了好几个 现在行业内骗保骗补贴的例子 行内厂家一看就有猫腻 但神奇的是 这些漏洞百出的操作还真就成功了 邻居也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么多隐秘 渐渐有了自己的思路 比亚蒂和祝德两家的电视技术 还没有后来的性能 市场上也没有成熟的BMS系统 新能源汽车还处在生长期 虽然陈军表示很多方面都不是时候 但实际上最大的问题 还是新能源汽车的性能问题 以及后世倚仗的智能驾驶 解决这两个问题 新能源汽车依然会不可阻挡的 侵占传统市场份额 而且现在入场还有先发优势 等到几年后群魔乱舞的时代 尤其是一众互联网公司带资本下场 电车技术进步飞快 传统厂商追赶起来都费力 但现在邻居先把这些压在心里 他要等新远的BMS有了成果才好谈合作 现在先笼络关系 潜在合作伙伴加一 从11月末到整个12月 在外界眼中 新远总算消停下来了 再没有什么大新闻 唯一对外披露的发射还没开始 新远购买了一艘托船 改成海上起降平台 现在才赶往南海 准备进行海上火箭回收测试 但事实上 这段时间 星远宇航内部忙的飞起研发部 正在一一梳理得到的系统技术 调整为具体的项目 修改火箭构型 除此之外 又要扩招100名员工 并且用升级卡 对有潜力的进行技能提升 由于到手了一大把新技术 为H1航天飞机准备的火箭 星远2号 基本上被推翻重来 新的参数如下 全舰直径6米 高度75米 采用2级火箭设计 1级将安装7台220吨 及液氧甲烷发动机 外圈6台 中心1台 地面推力1540吨 2级安装1台50吨 及液氧液氢发动机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高达45吨 并且1级将设计为可回收 甲烷发动机系列 以M开头 主打低成本 M220是在系统的300吨级 分级燃烧液氧甲烷发动机上简化而来 降低了重量和体积 使之能把7台塞进6米直径的舰体 之所以选择甲烷机而不是没有机 则是因为分级燃烧大推力甲烷机 比K系列全流量没有机技术更简单 生产更快 研究院决定 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完成研发 不可谓信心不足 新月2号预计可回收次数将达到30次 5次复用后每次发射成本 将是一次性发射的30% 仅仅需要1 3亿 平均每公斤的发射成本不到4000元 即使算上测控 转运等费用 也不会超过4200元 而且这其中最大的成本是那台2级的氢氧火箭发动机 氢氧发动机和液氢燃料是真的贵 新月3号则被改成了巨型火箭 1级直径11米 2 3级直径也为11米 高度116米 采用3级火箭设计 1级安装19台380吨及液氧没有火箭发动机 从外圈向内以12加6加1的布局摆放 2级安装4台240吨及液氧液氢发动机H240 地面总推力7300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270吨 月球轨道运力130吨 火星轨道运载能力60吨 这是为登陆月球准备的火箭 同样可回收20次 但平均发射成本还是飙升到整整4亿元 三级火箭在登月时将替换为H2型航天飞机 登月方案也有了草案 最大起飞重量100吨的H2空重只有40吨 登月版的货舱要增设生活舱和月面着陆器 总重控制在95吨左右 可以携带7名航天员 这么重的航天飞机要完整飞过去再返回地球也是有代价的 传统发动机太消耗燃料不可行 它预计将安装一台单价预计超过3亿人民币的10吨集合热火箭发动机 非常节省燃料 只能说有钱有技术的工程师们也开始放飞自我了 但邻居还是批准 因为后两者的研究计划都以两年为期限有时间调整 另外就是从90天安组合动力发动机上拆下来的涡扇部分 经过评估后认为可以发展出两种改型 最佳改型是作为战斗机轰炸机发动机 因为这台暂命为XW-9的涡扇发动机 按照系统介绍是能推进飞行器飞到33,000米高空 马赫数达到整整34 单独拎出来做成小寒道比航发后 加力状态下推力高达13 9吨 推重比10 6 并且可持续40分钟 起飞重量40吨以下的战斗机使用它能轻松飞到3马赫 第二种就是加大寒道比 以降低最大速度为代价 砍掉加力 作为科技或运输机发动机 单台推力15吨 耗油滤 52 在同级别中属于较为省油 两种发动机的制造成本都在1500-2500万一台 而同等级发动机售价前者在500万美元左右 后者则在2000万美元以下 显然是利润极高 BMS电池管理系统也已经修改出具原始方案 研究团队正在选择汽车平台择机进行测试 德州 阿美 SpecX在超能力的加持下 成功完成老马的期许 做到了一个月生产一枚猎鹰9号火箭 距离上一次炸火箭还不到28天 12月份的猎鹰9号再次带着马一龙的期许 冉冉升空 三分钟后 只差10米落地的猎鹰9号 突然抽风倾斜着 快速向着陆场旁边的一落库房飞去 摧毁了里面价值上百万美元的零配件 空军基地的阿美大兵们对此见怪不怪 一堆地勤还打了赌 此刻正在分配赌资 老马坐在他的特拉斯跑车上 毫无形象地盘起腿 一头精心打理的头发也被弄得乱糟糟 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ZAP 星远宇航动力的英文缩写 完成了第一次海上回收实验 虽然最后落得很偏差点到海里 导播都准备一开镜头 可好歹还是一次成功了不是 现在那枚星远一号以德星级已经被成为劳模了 连续五次可重复发射 完全表明回收技术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 更让人糟心的是 阿博与华国的巨额贸易订单 其实只算给星远的也有80亿美元 不过星远公布的H1 H2型航天飞机让它有些迷茫 那不都是过时的技术吗 成本高安全性低 龙飞船和星舰才是未来 虽然它的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 但好在星远一号已成功后 空插投资人的耐心也好了许多 这算是落后者的一点微不足道的福利 老马也尝试了拉拢星远 甚至听说邻居在阿美留过学 而且有阿美朋友后 还尝试用这方面关系进行资本交换 结果后者一点经济学都不懂 像个农场主一样死抱着股权不松手 后来空插集团内部有高管私下去联系了一名华裔技术人员 想要其打入星远内部获取一些关键技术 老马很不高兴 却也没有制止 但结果很让人意外 那名技术人员应聘成功 然后就在无消息 跟他们断绝了所有联系 与此同时 在星远宇航系统研究院里 学徒加一 紧接着C级材料工程师加一 这位以归国华裔身份 要求加入星远宇航的工程师漏洞百出 但星远的人士不思毫不在乎 只要有本事直接过 只要加入研发部签了合同 就是系统认证的自己人了 心怀鬼胎加入星远的人数已经多达七八个 不过都是有来无回 至于想要勾搭星远的员工叛变 然后这些事里就会发现 星远宇航就连保卫科都加入了研发部 充分说明了邻居对人才的看重 星远公司的总装机库内 一架拆掉图154被缓缓推了进去 由于哈曼德王储的仗义出手 培训航天员的那架图154失去了作用 被拆开送到了星远工厂 它将发挥最后的价值 作为星远的空中测试平台改造 图154尾掉两台发动机 尾部中央一台发动机 完全可以拆掉一台 装上自行粘制的航发进行实验 剩下的两台原装发动机 有一台就能保证安全降落它的机体 也有研究价值 能让研究院获得实际飞机设计的经验 不过现在等待图154的是全面检查 翻修以及现代化电气升级改造 还没有新发动机能装上给它测试 但这些也不会在今年完成 因为星远公司马上也要放假了 毕竟除了四个系统人以外 其余人马都是能够确定的地球人 过年不放假是不行的 而为了庆祝新年 星远宇航也有自己的节目 此刻的穷州的航天发射场 即将迎来它的首次以及第二次发射 四个发射工位竖起了两枚火箭 一枚是星远一号乙 一枚是星远一号饼 两者的一击一个回收了七次 一个回收了四次 都是不折不扣的N手火箭 星远一号已被刷成了喜庆的红色 一面喷涂着南方汽车的标志和字样 另一面是今年南方汽车主推的CS75自动豪华版 同时也是邻居的座驾 邻居名下的车 依然是那辆已经停在场里吃灰的破解打 平时都是乘坐公司的商务车 大奔商务车和A6 与技术高管评级 在与南方汽车达成交易后 对方赠送了一辆内饰特别豪华版的CS75自动挡SUV 或许是出于对国产的期许 邻居也就顺水推舟的接受 他对于车并不是很敏感 反而觉得这辆车很低调便于出行 要知道他现在也是大名人了 也就是短视频还没有兴起 不然除了被当猴围观 还要被发到网上去太丢人了 就连想去吃大排档 几次尝试后他还是妥协让人去带 开一辆十多万的国产车 再穿的低调鞋 不轻易露脸的话 就容易隐藏身份多了 林总 你们星远不愧是航天公司啊 听说你们那火箭上面装的都是烟花燃料 要在跨年夜放 企业文化嘛 为了庆祝年关 星远公司固体燃料部的工程师 专门参考了烟花配方 并且丧心病狂的设计了重大18吨的上面级 那没属于星远的星远一号饼一级火箭上面不是二级 而是一个巨型的烟花罐 按照工程师的说法 就连罐体都是可燃烧的 爆炸后 会因为金属化合物的燃烧产生超高亮度的火焰 为加满燃料的一级 将会把这个巨型烟花罐送到5000米高度 然后就脱离自己去降落 烟花罐在坠落到2000米时被引爆 产生的火光足以在夜晚照亮大地 这个极具暴力美感的方案在发射场程序里当然是通不过的 不过报备的任务目标是向近地轨道送燃料罐 为太空加注燃料做技术准备 你看 我发射失败了 燃料在空中爆炸 很合理吧 这事儿属于司马昭之星 但燃料清洁又是在海上 所以 在支付了500万海洋环境保护费之后 也就被默认了 而南方汽车的这枚火箭所有权 完全属于他们 名字很简单 就叫南方汽车号 从陈军没停下的笑容可以看出 他肯定收到了表扬 大领导都将在明天到场 亲自指挥发射 而且 南方汽车还无比鸡贼地将火箭运力转卖 以此为代价和一所高效搭上了关系 让校方卫星不用等明年的长征六号 代价仅仅是一些技术专利授权而已 总的来说 就当拓展民营市场了 1月17日 南方汽车号火箭带着北方一所高效的卫星 于傍晚20时发射 尾焰的火光照亮了半个天空 由于是穷州发射厂首次发射 一大波本地领导 航天局的领导 南方汽车的班子都聚集在了一起 观看了火箭发射 同时 还有不少网民和电视台团队 南方汽车宣称 火箭是他们和高效 星远三方联合研制的 大家也就姑且相信吧 在控制中心传来消息 卫星成功进入5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的时候 邻居同时对南方汽车的大领导展开了忽悠 电动汽车的前途这么好 就和当年国家扶持太阳能一样 大浪逃杀 总会有人真的去做 等配套基础设施成熟起来 电车就会跟飞一样推广开来 至于原因和决心 我想您比我更清楚 星远有基于航天的高效智能 BMS技术 新能源汽车的痛点 已经被解决掉很大一部分了 南方汽车是国企 大领导的级别可够高的 邻居忽悠的时候都有些紧张 但以航天领域高科技代表人 和未来的真实发展脉络为基础 大领导还是听得很认真 也仔细分析其中的可行性 国家费大力气扶持 对那么多浑水摸鱼的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不就是为了营造宽松的环境培育市场 让厂商大胆下场干嘛 大领导不怀疑这份决心 但始终对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抱有疑虑 不过邻居的表现让他很吃惊 这个年轻人积极笃定 新能源汽车会在几年内迎来爆发 信心十足 不过作为巨型企业的掌舵人 大领导没有立刻给出答案 但在几天后 陈军带着几份合作方案上了门 南方汽车将成立一个新的子品牌 将与新远合作研发新能源电动汽车 双方都是既有资金也有技术 份额就直接一半一半 其中BMS系统南方汽车获得生产权 可自用不能转卖 智能汽车驾驶系统则是共同开发 由分公司持有专利 分公司名字两方母公司各取一个字 就叫新安 标志是一个艺术加工后的X 一片小鬼的新能源汽车领域 两个巨头漠不作声地悄悄入场 2015年的新年 春节正好是1月31日 1月18日的当天 新远官威发布了一个活动 从19到25日 向全网征集10万张新年赫卡 将随着五马号火箭一起升空 每张赫卡要求重量和大小 不超过一张A4纸 寄送时预留真实手机号 总中预计约一吨以下 只要将赫卡寄出到指定地址 在确认是10万张以内后 会通过预留手机号 发送一条加密编码 新远会在27日进行编码随机抽选 其中10人将会获得穷州现场发射VIP体验 报销全部参旅费并发放精美纪念品 同时还有一千个安卫奖 是火箭 航天飞机 空间站的小模型 活动一发布 立刻就激起了极其热烈的回应 新远官微迎来了注册以来最高的访问量 粉丝量节节攀升超过200万 热度连续4天冲上热搜榜 为了保证时效和便于管理 新远与邮电达成合作 10万个寄出名额全部免费 剩余名额会由快递员手动上报实时调整 略超一些也问题不大 一时间被三通一达和SF所占领的快递市场里 邮电啪的一下又站了起来 一转常态 硬是在临近春节的时候做到了短时效 顺带开展了一系列的寄件活动 唯一苦的只有站点配送员 不得不拿着补贴辛苦加班 更尤其是穷州分布 当十万多封邮件抵达穷州站点 临时工正式工家一起一百多个人已经在等待了 他们要干的只有一件事 拆邮件 十万张邮件 最后几大箱子贺卡被送到了发射场 新远的员工将其部分贴在烟花罐的周身 剩下的直接塞进燃料罐里套上整流罩之前拍照 新远官微上传了这些照片 一时间评论区都是来认领自己贺卡的 也让人更期待那一千零一十个幸运 发出结果前邻居审核了下十个观景名单 看到其中一人时挑起眉毛 这矮大箭 是我知道的那个吗? 恐怕是的 我们核对了地址 只能说确实很巧 邻居看了眼贺卡上那首狗屁不通的现代诗 揉一揉扔进了垃圾桶 换一个 等下把垃圾桶给我拿出去扔了 明白 当然 除了抽奖来的幸运观众 新远自己也邀请了一些人 导师 我们可想您了 滚犊子 你俩论文写的什么狗屁 同培墙闭着眼睛指导你的吧 哎老周 我还在这儿呢 倒是你怎么训练几个月 还胖了 我那叫壮 小赵才厉害 再过几个月就能拿飞行执照 万一指令长没了 就指望他开航天飞机 一旁 唐伟天默默无言地看着 在夜色里被探照灯照的极其明亮的火箭 准确地说是火箭的一击 唐老师 你怎么瘦了这么多 四处走动的邻居 看到了面容受虚的唐伟天吓了一跳 发现对方精神都有些憔悴 唐伟天叹了口气 指着以生效命名的吴马浩说道 你们的K120V都附用十几次了 我们的YF100K 还在做推力大幅度调节的改进式车 现在的六院可是万众瞩目 有时候我半夜都在想 是不是真的老了 怎么你们的K120设计的就那么好 YF100处处不如呢 邻居在心中默默说句对不起 六院的压力山大确实有他一点原因 对唐伟天这样的老同志来讲确实有些不讲武德 但是YF100落后也是客观事实吗 他含糊几句应付过去安慰唐伟天 然后就去了粉丝席 十个抽票选中的幸运 基本都是航天爱好者 不然也不会闲着没事记贺卡 大多数都是邻居的忠实拥促 和几个粉丝一一握手 合影颁发纪念品 然后就听其中一人问 林总 吴马浩的在赫是什么呀 怎么没看到你们官微帖 对呀对呀 是不是电台 收音机一开就能听到恭喜发财 邻居微微一笑 暂时保命 春节的晚上 发射场的周围的嘉宾 基本都是拖家带口过来的 星远公司的几位高管也不例外 唯有邻居和四个系统工程师极为突兀 尴尬的凑在一起 在星空下度过了专属于系统人的新年 临近十二点 春晚按流程连线各地春晚现场 连接到玉台 表演的是现代改编的戏剧 连接到闪台 正在进行黄土高坡的小调 连接到穷州台 也有当地的少数民族特色歌舞 就是背后的场地有些与众不同 那是穷州发射场的发射台 其上的五马号已经完成燃料加注 在灯光下不断一散出气化的夜仰 白雾笼罩了发射工位 此时春晚收视率小小的往上窜了一下 两位主持人也激动了几秒钟 经过了航天局的协调 今年春晚加入了像特别节目 直播火箭发射 而且还进行了提前预告 使今年的收视率狠狠涨了一下 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 让我们一起倒数 倒计时开始的时候 晚会背景墙上浮现出各地的春晚现场 但中央被放大的是穷州发射场 阿布穷州春晚现场 倒计时归零 五马号发动机点火 喷出的火焰占据了大半个镜头 在深夜中的发射 让它立刻成为最闪耀的存在 月光与之相比也变得暗淡 120吨煤油机 就像是升起的太阳一般 推动着火箭上升 70秒后 已经成为一颗闪亮明星的火箭关机 去寻找自己的海上落点 对于红外摄像机和雷达来说 黑夜和白天并无区别 20多秒后 当烟花罐落到预定高度 埋射在固体燃料中间的电击点火 被包裹在中央的夜氧罐引爆 在摄像头中 已经陷入黑暗四五秒的画面中 陡然产生一道璀璨的放射 15吨特别调制的燃料 以最凶猛的速度爆燃 一瞬间扩散出的爆炸云 就扩散到近三公里 夜色的天幕中亮起了一盏巨灯 瞬间照亮了整个发射场的天穷 持续三四秒后 等光芒暗了下去 来自云层仿若雷声的爆响才传到地面 璀璨的闪光和传到地面的震动 让每一个现场的人都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帽上全身 而此时被裂开点燃的铝合金金属外壳碎片 如同无数流星一样向四周分散坠落 成就了可以创纪录的超级烟花 春晚的摄像机切换到远处山丘上的画面采集点 清晰地看到了几乎包裹住天空的流星雨幕 导播被震撼地打了个哆嗦 然后接通台长电话 台长 不是说星远的节目是火箭发射吗 这大烟花是不是超纲了 我倒是知道些 但也没想到这么夸张啊 不过收视率是有了 明年还来 整整一分钟过后 这场极致的烟花秀才随着燃烧结束落幕 给观众留下了最深刻的新年印象 联合国动物保护组织和环境保护组织 对星远宇航动力公司极不负责的 非必要航天发射表示谴责 认为后者有备于航天的最初理念 对穷州岛以及周边海域造成了重大污染 国际社会不应当落井下石 且铝合金的火箭外壳碎片会被烈焰燃尽 不会坠入海洋造成污染 5码发射任务可以说是航天界有史以来 最不误正业的一次发射 毫至2000多万只为了给全国人民放个大烟花 早就对华国过年烟花爆竹燃放不满的 动保组织立刻谴责 并表示将会派调查员入境 如果真的造成污染 将会以实际行动作出抗议 对于国际动保组织来说 反高科技是老传统了 毕竟比尔盖茨要控制世界 都有几千万阿美人深信不疑呢 星远官方回应 你尽管放马过来 能拿到通行证 上岛算我说 一个国家发射场 一个星远航天发射场 带动了穷州本地多少配套企业 带来了多大的经济效益 领导可是说了 要打造以航天特色新生好吧 有趣的是 基本处于转发机器状态的老马国内官威 居然转发了5码号任务视频并点赞 国际新闻不止于此 阿波国王宣布在穆卡拉建设一座未来城 以宇宙为主题 并且讲征集创意建造一座一 一的宇宙飞船建筑 新城市将能容纳20万人观景 并在其中体会到未来感 预计投资200亿美元 比航天计划还要多一倍 邻居AP 航天局狂怒 SpecX猎鹰9号新年首诈 老马被小蓝鸟用户批评不误时 高层效率低下 导致回收技术一直不成功 老马的回应是公布接下来的七次猎鹰9发射计划 以及重新讲了一遍未来登陆火星的PPT NACA发言人称ZAP已经成为NACA CASA RKA以外的第四大世界航天机构 阿美航天界已经严重落后 国会应将阿尔特密斯登月计划预算提高到1000亿美元 才能在严峻的竞争环境中准时完成目标 阿美通过议案 对星员宇航动力以及其合作伙伴启动全面制裁 阿博当天表示 要撤回在路西亚宇航员训练中心的阿博航天员 又一堆大兵坐着C17运输机到了帝国坟场 路西亚航天局称国际空间站寿命即将到期 继续超期服役可能有安全风险 并展出了新的国际空间站方案 以路西亚为主视线转到国内 华国航天交流会将在3月于京城举行 航天科技、航天科工集团将参会 同时受邀的还有一众民营航天企业 星员宇航动力以及两个在辉省才注册 只有名字的航天公司 新一轮新能源汽车优惠政策及补贴力度公布 如下以申报车型将得到扶持 其中有一个小小的品牌叫星安 化合集团、华广合集团、华国电投集团 均拒绝了星员购买放射性原料的请求 最后一个没有公开是星员自己跑去接洽的 核热火箭发动机需要以碳化油为主的放射性物质 混合后加入流津通道的液氢等工制 将其加热加压转变为高能气体喷出 这就是核热火箭发动机的基本原理 这些核原料还要加工成特定形状 国内能拿得出这玩意和有加工能力的 除了数字代号的军方研究所 也就只有民用核电三巨头化合、华广合和华国电投了 三方都受到了星员的购买意向 然后果断拒绝 理由自己去想吧 显然没有最高层点头 这三家敢做这笔生意就是在自寻死路 而且做这些敏感东西相关的产业 需要复杂的手续批准 当然邻居也早有预料 只是没想到态度这么艰巨而已 所以他决定要好好准备三月的航天交流会 通过唐伟天他已经打听到这次会议非常重要 还有前三排出席 要是能好好表现 说不准就还是有机会的 出发去京城之前 邻居在公司研发部直属第二办公室车间 看到了第一台基于WCR-09拆出来的XW-9涡扇发动机 作为一台推力接近14吨的中等寒道比涡扇发动机 XW-9的重量只有1220公斤 相比路西亚主力战斗机SO-27和华国J10 J11采用的AL31F发动机最大推力13 5吨重量1530公斤 从系统商城购买的WCR-09组合动力发动机 是一台超燃冲压发动机和一台涡扇发动机组合而成 为了减小体积和重量 WCR-09不得不做出一些进气妥协 导致整体推力只有9吨左右 但其确实非常小巧 甚至可以再不对H1做改动的基础上再安装两台 且不造成显著性能影响 在单独拆除涡扇部分套上外壳后 XW-9的性能一下就得到了完全发挥 而将涡扇部分加大含倒比 为运输机设计的非加力版XW 使用于改动太多还没开始制造样机 需要继续等待设计完善 不过涡扇发动机研制需要高空式车台 B级基地同样包含有 但需要等到6月份基地完工才能使用 两型发动机下线肯定是要拖到2015年末了 但邻居对两型发动机相当有信心 这些指标别说是现在的国际先进水平 就算在10年后也是世界上第一梯队 尤其是XW10较低的耗油率和大推力 在过几年运20用的国产发动机WS20最大指标也就这个水平 另外与南方汽车合资的新安汽车也在研制之中 现在就有一台南方2015款异动正在工厂里乱跑 工程师们将与南方汽车的研发人员一起改造适配新的BMS系统 智能驾驶方面 研究院对成熟三进制体系有充分信心 但同样需要等B级基地完工才能进行实验 邻居看到透露着慢慢廉价和塑料感的家用车型不住摇头 脑海中浮现出几年后的优秀车型 那个时候的车身设计比现在看起来顺滑多了 别说合资车 中高档的进口车也不一定比得过 将改变外观这一条寄在备忘录里 邻居坐上客机直飞京城 本次在京举行的航天交流会主题是展望未来走向星空 根据已公开的内容 主要议程包括各方的未来航天计划 国家深空探测计划 未来航天员训练载人探月工程等研讨 以及传言对国内航天业界特批一笔扶持资金 甚至国家可以给予一定技术支持 除了各大集团企业 还有航天员大队的代表 以及乌兰哈山空军基地 这种交流会并不能真正决定什么 但它是决策层做出重大指示的根据 可能开一次 也可能要开几次才能满意 邻居抵达的时候 还要一天才开始 于是受邀请去了航天六院的京城分部参观 六院前身属于七级部 总部位于长安 被誉为华国航天动力之乡 京城分部主要是材料科学和控制系统研究 邻居一行人里只有安德罗夫是该机工程师 但也对这方面不甚了解 参观只是走个过场 现在研究院很忙 安德罗夫也是百忙之中过来讲PPT 他主要负责的舰体设计算是较为基础的一环 延缓几天没问题 第二天进入会场 邻居才开了眼界 租用的大会堂 比起电视上看到的壮观太多 不仅也是严肃庄重 一进来都能感受到那股压力 根据会场的座次安排 他能看到 此次参会的单位 绝大多数还是航天局内部人士 星员也就来了不到十个人 一个又一个 以前只在电视上看到的航天局专家大佬 走进会场 很多人还特意从来邻居旁边路过打招呼 都想认识一下这个航天界的风云人物 虽然血统上是亚洲人 但毛发旺盛的安德罗夫也吸引了很多目光 摄像机也频频对准这个虚假的老外 用了一个多小时 所有人才完成入场 坐在第一排的邻居看到 已经在移动录像的摄像机 微微调整坐姿让自己严肃些 乖巧 GPGE 因为台上的一排坐席也已经坐满 那里的不是从开国走来的总师 就是航天口的最高领导 邻居感觉好像其中几个还朝他笑了笑 也只能做出微笑回应 在预定的时间交流会准时开场 主持人说了一堆正确的废话 然后开始播放33年航天工程取得的成就MV 其中播放到星远系列火箭时 不少人都看向最前排的邻居 整个上午基本就是开场时 临近饭点时散会休息 做得浑身酸痛的邻居起身身揽腰 看到一人逐渐走近打量着自己 他主动自我介绍 你好林董事长 我是魔独火箭研究院的副院长 何唐 你好你好 邻居正疑惑着 对方下一句就让他明白了过来 同时我也负责长征六号 以及长征六号附用型的设计工作 原来是八院 邻居恍然大悟 然后脸色就不由浮现出尴尬之色 星远一号截糊了长六 把人家的路走完了 这可不是对头了吗 何唐看出了邻居的尴尬 但他并没有兴师问罪的意思 只是真的很想认识一下星远宇航的创始人 打个招呼过后就离开了 下午 第一个上去介绍的就是八院 但不是何唐 而是院长兼总师 而且介绍的第一个就是在沿的长征六号附用型 演示视频播放完CZ-6R火箭回收的全过程 在邻居眼中 这简直就是把星远一号柄的录像渲染了一遍 从外观上几乎看不出区别 但人家还真不是抄袭 长征六号早立项了 只能说是邻居太缺德 甚至他能感受到解说长征六号时 其中有些邻居直到变成了现实 有些则是未曾听闻可能被毙掉了 华国航天虽然被邻居狠狠刺激了一番 但还是偏向保守 唯一亮眼的也只有六月提出的未来500吨极液氧没有发动机 现在他暂时的代号叫YF480 未来会叫YF130 是四燃烧式结构 感觉就像是四个YF100拼在一起构成 但比充 推重比等指标只能说数据平平 甚至可以用落后来形容 轻氧发动机就是YF77和YF75D 一个推力50吨一个8吨 邻居听得昏昏欲睡 因为和自家丰富的技术库比起来 这些小家伙简直就应该被扫进垃圾堆 况且 现在讲的新东西在以后都是公开的 完全没有什么新意 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趣 坐在上面的大佬 将第一排众人的表情尽收眼底 绝大多数人是在认真听 有人在分析技术结构 也有人小声讨论 只有星远这边极为特别 虽然评价发动机的先进与否 绝不仅仅是推力 但这毕竟是正常人最直观能理解的东西 所以几个星远的高管想了想 自家动辄几百吨推力的发动机就兴致缺缺了 邻居的眼皮子在打架 全靠抓着扶手才能不睡着 双目无神 安德罗夫则更加明显 不停地撇嘴等小动作 脸上一股嫌弃 六院 八院 五院 科工集团也上 无数种展望未来的方案 从固体火箭到液体火箭 就没见星远的人真正用心看过 台上各研究院的主讲人也看到了这一幕 嘴上不说 但心里也冒出了火气 这样被人忽视的感觉是真的不好受 下午三会的时候 邻居刚走出会场就被一只手拉到角落 唐老师 我怎么没看到你 我就在后面坐着呢 只是没上去 我跟你说 你小子明天最好小心点 唐伟天揪住邻居的袖子 一脸无奈地说道 你居然敢在第一排走神 知不知道你是领导的重点关注对象 啊 邻居有些茫然 他更感觉自己是个小透明 连发言环节都没有安排 啊什么啊 领导刚刚说了 很期待你们明天上去讲个东西 今天那么多项目 是不是入不了你的眼 幸好我们播出的画面要审核 今天拍到你的画面都要剪掉 唐伟天一通吓唬邻居也有些不安起来 他平时在公司也开会 但基本上是做看系统工程师主持会议 然后审批预算就行 星远高层的会议 只讨论技术路线的可行性和生产计划 非常高效快捷 哪像今天这样哭做过呀 回到下榻的酒店 安德罗夫就被逮着一顿鼠落 安德罗夫 你现在是华国籍 要学会谦虚 今天你的表现都被领导看在眼里 要重点关照 下次不能这样了知道吗 谁知安德罗夫一脸淡定 我不是针对谁 我是说他们弄的全是一堆垃圾 YF480的指标 连70年代的RD-1701根毛都摸不到 这样的东西设计出来 完全是浪费工厂的材料老板 我早就忍不住了 明天肯定上去教他们什么才是航天 第二天开场打投的 是航天局新一代载人飞船实验船 现在已经完成了基础设计开始实质 作为最大起飞重量21吨 可在六人的载人飞船和系统 曾提供的方案一极为类似 终于让邻居提起了兴趣 国家队的展示到此为止 终于轮到民营队伍 不知道是不是故意为之 星远宇航被排到最后一位 前两位是今年刚注册的 上去真的就只能干讲PPT 不过邻居记忆中的双曲线 古神星都没有 反而他们展出的项目 和星远一号与空插的现役火箭极为类似 看来是受到了蝴蝶效应的影响 终于 安德罗夫收到了提醒 准备上台 一直坐在第一排的邻居 终于有机会 转过头观察众人反应 果然都将注意力集中了过来 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因为是交流会 讲解一部分后 会有提问流程 可以想象 安德罗夫收到的问题 应该不会少 我是安德罗夫 星远一号改型 星远二号 星远三号 星远四号系列火箭的总设计师 同时也是H1 H2两型航天飞机的副总设计师 我将向你们介绍 星远在未来的航天规划 星远二号 星远三号 最后是我们为火星 以及升空目标准备的超巨型火箭 星远四号 星远四号的舰体直径 与星远三号相同 但一级将改为27台240吨极富氧 分级燃烧液氧液氢发动机 以17加9加1的三圈布局放置 同时将捆绑4枚4段式固体助推器 每一枚推力2800吨 起飞推力17680吨 起飞重量15500吨 说到星远二号 起飞推力1600吨的重型火箭 台下安静 说到星远三号 起飞推力7000吨的超重型火箭 台下安静 但当星远四号摆出来时 没人坐得住了 顿时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 而且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才被压下去 因为台上的大佬刚刚正在喝水 被这数据呛到 正捂住脖子顺气呢 嗨嗨 安静 听 可安德罗夫总是继续讲解 缓过来的大佬 也是心里一片神兽奔过 星远二号和三号 他们都有对应的规划 你星远牛 有计划不不足为奇 但星远四号 这是什么怪物 起飞重量 比得上两艘导弹驱逐舰 安德罗夫根本不受影响 继续化他的金石大饼 星远四号的禁地轨道运力 将达到史无前例的800吨 火星轨道运力200吨 两枚火箭 就能将300吨重的组合飞船 送到火星 嗯 好了 现在是提问时间 刷 放眼望去 全是竖起的手掌 就好像是一片手掌灌木丛一样 安德罗夫随便伸手一指 反正他谁也不认识 站起来一个年轻人 安德罗夫总师 按照你们的三种运载火箭设计 将应用到甲烷机 煤油机 氢氧机 固体四种发动机 并且液体发动机推力 从80到380吨不等 单断是固体火箭 发动机推力 更是要有700吨 才能达到目标要求 请问 星远准备用多少资金和人力 同时开展四个类型 五种推力的巨型火箭发动机研究 这个问题直接问出了在场所有人的心声 一款大推力发动机 都差不多需要十年时间设计完善 星远这同时上马这么多项目 吹牛都不打草稿的呀 你的问题涉及到我公司商业机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代号M220的液氧甲烷发动机 已经在五天前于星远的试车台上 完成了样机试车 试车推力223吨 而380吨没有机K380 和240吨氢氧机H240 也即将进入样机试制阶段 什么 安德罗夫话音刚落 靠前的坐席传来一声惊呼 却见唐伟天被两个人压在椅子上 不让他站起来 坐在旁边的人清晰的听到了唐伟天的话 220吨的丹燃烧式甲烷机都下线了 我们还搞个屁 冷静 冷静啊 唐总工 我冷静不下来啊 不仅是直接让六院发狂 220吨级甲烷发动机 是车成功成功引起了全场骚乱 就连最上方的上级都问旁边头发花白的总失 这个220吨级发动机不是比我们的YS480落后吗 我们的要四个喷口 它们只要一个喷口 单燃烧式推力是我们的两倍 那我们能做得出来吗 这 需要经费支持 而且 我们没做过甲烷机 2025年前能搞定吗 上级懂了 一言不发 板着脸做回去 第一回合 安德罗夫完胜 紧接着是第二个人 这次的人邻居都认识 是未来重型载人火箭的副总师 您好安德罗夫 我看到你们的火箭一级发动机数量很多 达到了9台 19台和27台 都紧密的挤成一圈 多达27台发动机一起工作 将带来舰体的强震和极高风险 如果单台 发动机的可靠度是98% 那么整体可靠度 就将下降到58% 请问 你们如何确保火箭的可靠性呢 要知道 N1火箭的潜力 已经清晰地告诉了我们 多发病原的危险 其实 如果是别人话的PPT 台下当听众才 不管你的牛皮会不会破 只有心远太过离谱 以及之前的表现 才导致众人抓住机会针对 而且拿N1火箭出来 很有代表性 N1的一级 就安装了30台NK15叶氧默发动机 结果连炸4枚 已经成了航天界的知名反例 但安德罗夫丝毫不慌 因为他知道系统的参数绝对可靠 所以设计时可以不用担心 我要纠正一下 H240的可靠性不是98% 而是99% 所以 火箭的整体可靠度是76% 但这不重要 我们换一个思路 星远4号火箭的控制系统 允许最多4台发动机关闭 此时 其他发动机将通过偏摆修正航向 并以108%的功率输出至少6000吨推力 依靠冗余燃料依然能完成任务 而27台发动机 至少有26台正常工作的概率是94% 至少有25台正常工作的概率 是就已经超过了96% 而现在我们只要求它至少有23台能用 这个概率已经接近单台发动机的可靠度了 安德罗夫说完 全场陷入一片安静 然后不断有人打开计算机开始演算 提问的副总师也震惊了 他最先想的是 火箭还能这么玩 但好像真的可以这么玩 火箭每一级的燃料是超量加注的 这样能在遇到意外情况时有一定调整范围 这是常识 而火箭发动机短时间超功率运转更是常态 108%的输出都只能说一般不算多夸张 所以反过来想 控制系统不需要费尽保证27台发动机都完美工作 只需要23台以上就能完成任务 而一台发动机失效的概率为0 01 同时失效4台的概率确实已经低到了 可以忽略不计 可以说 只要火箭不半个一下炸成大烟花 几乎可以保证任务绝对成功 现在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了 那个时候 N1的火箭没有陷入今强大的控制系统 联盟的生产质量又一贯的堪忧 星远4号的思路是完全可行的 努努力将火箭发动机提升到99%可靠度 比起让27台发动机全都好好工作 简单太多了 其他人也都是精英 很快都得出了这个不可思议的结果 27台发动机的火箭可靠度 会比发动机数量少的火箭更高 不知是谁带头鼓起了掌 然后鼓掌的人越来越多 对安德罗夫的质疑此刻都转变为钦佩 只有邻居知道 H240是基于系统给的H500巨型氢氧发动机改进而来 而后者的可靠性不是9 99% 而是99% 2% 虽然在地球上这个系列发动机的首次点火还没进行 但实际上它已经被成功运用了上千次 经历过无数次改进 几乎是氢氧发动机的极致优化设计 第一部分提问环节简单结束 安德罗夫完美胜利 坐在上面的上级也忍不住点头原来概率学还能这么运用 龙总师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方法造巨型火箭 安德罗夫的后半部分继续又放出了H2航天飞机 A100核热火箭发动机两个大招 以及整体式登月方案 将大家又从头到尾震撼了一遍 这下完全涉及到新领域了 核发动机华国研究过吗? 肯定有 曾经还设计过装核发动机的截击战斗机 但都最后仅仅停留在纸面上 100KN也就是能输出10吨推力的裂便是空间发动机 由于经验稀缺 已经无法以自身知识判断了 这下航天局的大佬也不得不提醒 核热发动机原理不算复杂 但制造成本高昂 危险程度极高 生产它需要特别资质 而且反应堆原料价格高昂 所以 星元宇航需要国家的支持 A100每分钟只消耗2公斤的液氢 比冲接近26000S是传统发动机的几百倍 如果给300吨重的飞船安装上三台发动机 只需要50吨燃料 就足以完成从火星到地球的旅程 而这是化学火箭绝对办不到的 核热发动机最终也没能得到支持 政府现在并不认为自己需要这么强大的东西 况且技术指标过于吓人 老航天们认为风险太高 一番鼓励后表示婉拒 但星元带来的一系列未来计划 以及已经取得的成就 已经赢得了大多数人的尊重和信任 这也达到了邻居的期望 因为在大会终于圆满结束之后 重头戏才正式开场 2015年度 国家将拿出200亿元作为未来航天项目的扶持资金 其中100亿分给民营企业 而最上级领导在专家们的评估基础上做出了决定 这100亿 星元获得80亿 80亿无利息10年期贷款 10年后分15年偿还 基本等于白送 因为上级领导对航天领域了解并不深入 但星元的PPT明显吸引人的多 况且人家都有进度了 不是胡吹 散会之时 邻居还和这位真正的上道天的领导合影 被拍肩膀的说好好干 国家就缺你这样 有报复有理想的年轻企业家 差点没飘起来 不仅仅是因为被赏识 还因为这次的交流会以及扶持资金 是全靠它改变了历史轨迹所争取到的 这让邻居真正感受到 自己可能已经对未来产生了极大影响 此时 老海中也突然传来一条信息 作为宇宙大航海系统的拥有者 你第一次成功 对个独立实体国家的太空事业决策 产生重大影响 你应当认识到 走向星海是人类最为崇高的理想 但同时 地面上的一切也需要珍重 长期任务飞得更高发布 当人类第一次仰望星空 宇宙就已经掌握在我们手中 自看见鸟儿的那一天起 就没有一个人 不为飞行着迷请利用基地的能力 尽可能对人类进行影响 引导他们向往航空和航天 同时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航空航天 收益 每一年度1月1日零点将进行统一结算 将获得一定范围内的技术或成品支持 不限等级 住 2015年度进度已从1月1日零点开始计算 请继续努力 老板 老板 当当走神了 哦 是在考虑 这80亿太多了 怎么花吗 没关系 虽然核热发动机没了 但我们可以开展火星基地项目 绝对把预算花光 安德罗夫还没说完 就已与他魁梧身材不符的速度扭腰 躲过了自家老板飞起的一脚 安德罗夫 你说有没有什么办法 才能让人们花钱去投入到航空航天里去 系统的任务做不做 当然要做 注意看系统的奖励 不限品级 要是直接抽一艘光速飞船 岂不是直接迈入星际时代 但要完成任务却不简单 系统显然是让他对人类社会都造成重大影响 大街上随便拉一个人上天溜一圈刷人数 显然不太可行 安德罗夫几乎没怎么思考 就给出了答案 竞争 当然是竞争了 就是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 飞机用30多年的时间 就从帆布和钢管造的玩具 变成了超音速喷气式战斗机 50年代的女武神轰炸机 就能飞到三倍音速 也是为了竞争 他们才不遗余力的发展航天 从齐奥尔科夫斯基给出火箭飞行理论 到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 也不过半个世纪而已 哪像现在都忙着做生意 火星计划都往2050年排了 邻居提炼出两个关键词 战争 太空竞赛 一个是为了在战争中取得优势 所以大力发展航空 一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制度优越性竭力比拼 都促使航空航天产生了极大进步 所以 系统是想让我当战争贩子制造焦虑 摇摇头甩掉这个想法 邻居也觉得自己大概没有能力左右世界局势变换 还是务实点好 老板 你这是想要找投资人了 不 我要为了人类的精神境界进步而做出贡献 此 邻居无视这位不怎么尊重老板的系统工程师 继续思考如何劝劝人类抽点时间抬头看 林先生 请问 林先生 听说 谢谢 我们不接受采访 在安德罗夫一马当先的冲撞 以及高管门的舍身保护下 伟大战无不胜的林总 抵达了他忠实的商务车说来惭愧 这些记者大多并不是专为航天交流会来的 而是冲着邻居堵在这里 但邻居可一点都不想人前险胜 至少不是现在 他现在必须要转变心态 心远数大招风 还是要稳妥一点 老板 我们回去了吗 不 好像我们和阿伯的航天员现在都在京城 正经的航天员训练还是很复杂的 做飞机飞抛物线只是其中一环 专业的训练设施 还是得在京城才能享受到 邻居也是曾喊出我长大了要当航天员的90后 对训练基地很感兴趣 况且 还很可能见到已经上过天的航天员 上去握握手拍个照 可以挂在办公室墙上显摆一辈子好发 邮金之间也有一些小插曲 有众多单位和个人都对邻居进行了邀请 但他都以公司日程繁忙推掉了 心远宇航当然繁忙 虽然开展的计划不少 但不到400人的规模注定研发力量有限 主要还是倾斜在心远2号火箭和H1航天飞机上 毕竟是系统的任务 完不成 后果是很严重的 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 位于京城H地区 前身507所 从92年载人航天工程启动 截至到现在 一共有10名航天员曾上过太空 整个航天员队伍也还不到30人 但心远的三人组 以及阿伯航天局即将加入的10人组 一下就将整体数字增加了近一半 训练中心也还是有点压力的 毕竟心远三人组两个是普通人 其中一个还是老头 阿伯虽然送来的是飞行员 但语言也有点麻烦 由于提前通知的时间很短 邻居来的时候 没什么特别的欢迎仪式 倒也正中他下怀 不过看到领头的稍矮一些的人 邻居一下激动上前 李伟先生 没想到你也在这里 哈哈 林董事长说笑了 我现在也是预备役 如果祖国需要随时可以出征 李伟作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华国人 开创了载人航天工程的新时代 影响了不知道多少年轻人 作为优秀飞行员 出身的职业航天员 李伟依然保持着军人特质 虽然个子不高 但站在那里就给人一种刚毅的气质 但邻居却在听了他的话后 暗暗感到惋惜 即使到他穿越前 李伟也没能重返太空 有人说是他那次上天 受了不可逆转的创伤 也有说是因为李伟作为首位 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已经成为一种精神象征 不能承受任何风险 邻居觉得多半是后者 创伤不太可能 要是真有那么严重 当年就不会完完整整的回到地面 国家肯定也不希望冒任何风险 要是真的让第一名航天员 因航天出现意外 绝对是了不得的重大事故 想到这里 他也只能安慰式的祝福道 李队长 您的身体还很好 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一定还有机会 能够进入太空的 那就成林总集言了 不过机会 还是让给新同志比较好 以老代新不是我们的传统吗 谁能比您自立老 听着邻居如此说法 李伟的眼中 也出现了期待的光芒 不过很快消失 转而带着邻居参观训练中心 虽然载人航天任务90年代才正式开始 但早在60年代 国家就曾组织过载人航天工程 还训练了第一批航天员 可惜最后因为技术和资金终止 训练中心里也有邻居眼熟的设备 比如大型离星机来模拟高过载 邻居就在这里看到了邓磊 周瑞 赵小文三人 赵小文已经第一个进入了离星机 林总XR 周瑞和邓磊见到邻居都打招呼 同时还向李伟敬礼 林先生 两位在赫专家训练的G值不会超过5G 这是根据你们航天飞机技术参数所设定的 这也是他们短时间训练的极限水平 不过邓磊同志身体素质很好 我们就自作主张给他提到了专业水平 邻居点点头 邓磊作为特级飞行员多点过载自然毫无问题 不过他发现 李伟一来邓磊整个人都变得有些局促 似乎都有些紧张了 周瑞也看出了这一点 打去道 指令长的航天梦可是断了十多年 每次想起来都很遗憾 刚来训练的时候 直接握着人不松手 四十多岁了 跟追星的年轻人一样 邓磊有些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不过却也没有否认 哈哈 我能有这样一个粉丝 可是我的荣幸啊 李伟倒是很亲切地辅助邓磊的肩膀 我回去掉了当年的资料 要不是小邓出了意外 以他的指标绝对选得上 只是天意难测 最终还是回到了我们的队伍里 也将成为一名光荣的航天员 说起来邓磊同志 你成家多久了 孩子上大学没有 哈哈 在周睿没有忍住的笑声中 李伟的脸上也多了几分尴尬 暗骂自己怎么没认真看看邓磊的资料 邻居倒是觉得十分有趣 但也同时琢磨起来 虽然他还年轻 但几个系统工程师似乎还是担着的 绝不能让他们做大龄青年 以系统的出身 想必二代的科研水平也不错吧 这可不是妄言 飞行器设计大师图伯列夫的儿子小图伯列夫 紫程副业也是名优秀的航空专家呢 安德罗夫突然感觉身下一梁 奇怪地摸了摸自己毛茸茸的手臂 邻居还上离心机体验了一番过载 由于毫无经验 载荷只加到3G就暂停了下来 体验还不错中午 在训练中心体验航天员标准自助餐的时候 邻居和李伟聊起了星远的载人航天计划 你们的H1真的打算今年就首飞 并且预计9月就完成载人任务 邻居 按照我们目前的日程 5月份星远2号首枚火箭下线 6月份进行一次火箭试射 6月的二次发射任务就搭载H1 进行两次全状态无人飞行 最早将在7月就进行第四次飞行 也就是载人发射 李伟摇头感慨道 太快了 太快了 一个月就发射两次火箭 哦 你们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 不需要另外制造新的 邻居 那倒也不是 二级就是一次性的 但生产起来比一级火箭快得多 而且所占的成本不算太贵 就没有复用 还是太夸张了 我对火箭也有一定的了解 但不管怎么说 我都很希望你们成功 航天局在90年代 对再人航天提了一系列方案 最终选择了神州飞船方案 我后来多次拜访前老 我知道他是想要航天飞机的 当时我们的小型航天飞机 就和H1差不多 但是国家没钱 也没有足够的技术储备 以成本和风险逼掉了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国家也没有停止 对航天飞机的研究 你们不是历史倒退 邻居知道 现在很多人其实在批评心愿 认为航天飞机无用 毕竟连阿美的航天飞机 都在十年退役了 难道NACA没有你聪明 但李伟说前老 希望搞航天飞机 邻居也是相信的 前老是谁 NACA创始人之一 航天界的大智圣先师 人家几十年前写的 《星际航行概论》 现在能公开的 也只有一小部分 那可是星际航行 还有工程控制论上的成就 奠定了华国航天事业 高质量高标准 连连胜利的基础 如果前老都这么说的话 那我实在是太高兴了 H1航天飞机 当然和过去不一样 每次发射的成本很低 而且最短一周 就能进行一次发射 通常半个月一次 按一次六个人算 今年送五十个人上去 都没问题 可惜星远的专业航天员 只有邓伟算一位 指令长 还是得需要优秀的专业人士才行 甚至李英配两名专业航天员 指令长和副指令长 都要有熟悉航天飞机操纵的能力 那么多啊 李队长很是感慨 航天局到现在十年间 也就五次载人发射任务 所以 航天员队伍人才那么少 就这不到三十个人 想上天机会都很少 说不定有人可能退役 都不会靠近太空 这是多么可惜啊 要是有航天飞机 想必每个人都是有机会 不用一次次擦肩而过了吧 不知道是不是感慨太多 李队长突然说到 不瞒你说 上周啊我还去了乌兰哈山基地 你们不是为了方便 还放了台模拟舱在那边吗 我不仅去看了H1 还去实地驾驶了一番 说实话 这可比坐在飞船里有感觉多了 邻居心中一动 他从这句话中 嗅到了不仅仅是感慨的意味 李伟队长 星远已经获得了 参与国家航天工程的资格 如果载人航天工程也算在里面 那么星远也有能力 有信心送大队的航天员上太空 增加我们的航天经验 这应该也是算的 邻居走出训练中心时 感觉到肩膀上都沉重了许多 下午训练休息的时候 他见到了航天员大队的大部分成员 透露出了 星远有参与载人航天工程 并短时间内送大量成员上天的能力 那一刻 预备队员们虽然都没什么动作 但眼睛里仿佛有炽热的太阳在燃烧 谁不想飞上300公里高的太空呢 长达10年的训练 难道不就是为了那一天吗 航天交流会结束 流出的只有几张照片 和经过精心审核的文字报道 官方媒体对这类非正式会议也就提了一下 但各类娱乐媒体可是疯狂转发 为什么他们会愿意来转发 因为有热点啊 从星远2号到星远4号火箭 一听参数 15000吨 世界最大 H1航天飞机 H2航天飞机 核热火箭发动机 更是再明显不过的炒作热点 况且 星远都帮你想好怎么吹了 又是超级空间站 核动力飞船登陆火星 技术比阿美先进100倍等等乱七八糟的 足够写十几篇报道 自2010年起 各种阴谋论 才想 震惊的标题 就已经开始流行于传播学 很快就出现了 林厂长栗战马一龙 一年之内登陆火星 国产核动力飞船发动机 一秒消耗燃料不到一勺 叶阳甲烷发动机将创造人类航天新时代 轰2时最新消息流出将是空天轰炸机 星远宇航独占全国40%付出资金 专家这样说 世界最大 厉害了380吨级叶阳没有发动机 罗玉凤 对不起 邻居 只有小黑子能配上我 等等 关罗玉凤什么事 原来是邻居闲来无聊刷博客 看到罗玉凤依然活跃给他点了个赞 结果被蹭热度了 看着普通而自信的凤姐大谈自己很优秀 但我这样的女人是你的不到的 好一番隐忍后邻居才放弃应对 这摆明了来蹭的越给机会越麻烦 就当不存在吧 至少不是慕子美 交流会结束 星远终于正式在国家挂名了 不仅拿到了准入国家发射任务的资质 还可以以民营企业身份 申请一定的技术支持 星远有需要技术支持的吗 有 舱外宇航服对材料和加工工艺要求很高 B级基地有设备 但由于6月底才能完工 根本没有足够的员工开动设备 按照计划 现在的拖拉机厂只会保留100人左右 以后用作配套生产基地 B级基地要扩张到2000人才勉强算是足够 从招人到熟悉工作 哪怕有升级卡也需要时间 所以 载人工程还是得靠现有工厂 虽然能做宇航服 但过于费力 委托航天局 而且 华国航天执行过多次载人航天任务 有相当多有价值的资料可以参考 代工星远的宇航服也可以帮助进行调整 毕竟是要送活生生的人命 听听老航天的意见 不丢人 航天局当然答应了下来 也能按时交货 就是价格小贵 星远提供的新技术太多 需要调整设备和原材料 一件单价5500万 不讲价 林内局很小气的 只买了三件 两件作业一件备用 等B级基地拥有了自产能力 成本最多只有这个的三分之一 不过航天局也不嫌少 因为过去十年 他们自己也就买了三件 说起来 航天科技还应该挺感谢邻居的 因为在人航天在中央那里 一直都处于 是件好事 挺不错的 但是不急慢慢来的状态 虽然稳妥是稳妥 但是知识少走的慢 现在星远宇航跳出来搅局 上级总算感觉到了 一点点航天事业的紧迫性 决定倾斜更多的资源进入航天 3月14日 一台YF100K 125吨及液氧没有全流量 大范围推力调节 蹦后 白脚30度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发动机 在长安装上一架运酒运输机 非抵八院的火箭制造厂 6月从K120的技术中 以最快的速度 逆向仿制出了K120V附用版 而不是在自己的YF100上改进 自11月受到高压 不得不启动 可重复使用发动机项目 6月就尽全力砍下了K120的技术资料 然后一番对比后发现 YF100无论哪方面都落后 拿K120的技术改进 YF100毫无必要 K120本身的设计 就已经没有了任何缺点 小巧 大推力 可靠 简单 任何修改都是多余的 所以 6月决定直接大拐弯 走心远走过的路 研究研究怎么把K120改成复用 而不是傻乎乎的硬抱着 YF100琢磨 结果令人惊喜 K120非常适合复用 几乎不需要怎么改动 感觉就是为了可重复使用而设计 它的甘质比很高 比冲也足够优秀 设计也足够耐久 本身的白脚也不小 在K120的基础上 进行可重复版本改进 犹如水稻驱成 2月底连续进行了三次尝试车 改进后的版本依然稳如老狗 挑不出任何毛病 唐伟天对八月的落镜下石 还历历在目 不是要催我吗 我现在就把发动机运过来 于是 YF100K的编号就用上了 但它和YF100没有任何关系 完全是两种技术路线 六月自己都想通了 YF100完全没有任何改进的必要 相反 K120是个宝藏 尤其是同为全流量液氧没有发动机的K380 被安德罗夫爆料 六月现在也在想 K380技术参数和K120这么想想必是同源 那我们也在K120技术上改进 是不是也能改出这样级别的发动机 于是内部代号暂时为YF380的项目 在六月获得通过 火速研究380吨及液氧没有发动机 至于被报到星远已经试车的 220吨及液氧甲烷发动机 六月忽略了 因为甲烷机和没有机的性能上差别不大 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 什么 他大爷的 这么快 知道六月已经不声不响的 把发动机都运到了冰州 八月抓狂了 我舰体都还在完善设计呢 改进的发动机就搞定了 何唐打电话确认的时候 还被六月嘲讽 星远一号两个月就搞出了复用版 你们这都四个月了 怎么这么慢啊 看来八月是不是在魔都被花花世界迷了眼 失去了艰苦奋斗的信念 何唐咬牙切齿却无可奈何 他也没想到六月的YF100K那么快 该不会又是去星远买的吧 当然 这也就是说说而已 要是真的话 六月的领导层那得从上到下都入一遍 接着他就去了火箭车间 看到了一节白色的圆柱体躺在那里 这是长征六号的一级火箭 整枚火箭的一级 其实去年就完成了样舰核链 欠缺的只剩上面级的发动机和舰体设计 即使按照原来的历史 今年七月第一枚长征六号也要出厂了 进度实际已经非常高 只是突然要求进行复用改进 拖延了一点时间 但其实 火箭的复用技术难点主要都在控制部分 舰体和发动机绝大部分火箭只要不出现故障 都能重复用好几次 通过向车间的负责人确认 何堂知道 现在长征六号的舰体加班加点的话 一个月可以制造两枚 现在库存的配件也能在十天内再制造出一枚 于是他的心里也有了决定 回头就宣布 立即将火箭回收支撑腿 可控隔山舵与新一级配合安装 4月中旬运抵冰州发射场 2、3级由模拟配重代替 5月之前 长征六号R要进行一次回收实验 我们模拟团队 难道要输给六院和私人航天吗? 当天晚上 SpecX的3月猎鹰9号 因降落速度过高坠毁 马一龙发送推文 我们已经很接近成功 本次发射任务是一个传感器工作 不正常导致火箭出现了错误判断 4月份的猎鹰9号将增加一次检测程序 星远的系统工程师们也看了这次发射的简报 认可了老马的说法 同时 郭深对邻居提出了 星远建立自己的零件供应体系规范的问题 星远已发射的火箭都是小火箭 用到的传感器和电器部件不多 其中大部分外购就可以满足要求 航天是尖端事业 但火箭的技术却不见得样样都是最好 许多民营产品的标准同样很高 而且多样化定制化 对于星远宇航来说 之前火箭小 发射任务少可以轻松外购零件 但现在不同了 星远2号 3号 H1 H2 都是大家伙 结构复杂零部件多 而且很多需要定制化 B级基地都做不到大包杆 大部分次要零件还是外包出去 又快又减轻自己的工作量 但郭深不打算和普通厂家那样 需要什么零件 标准发出来 你去做就行 我验收合格交易就完成 星远的很多技术并不来自这个世界 有自己的一套技术规范 要想降低成本 保持质量稳定 就必须和各个供应商签订协议 以星远的规范进行生产 验收打造自己的供应链体系 邻居对此表示赞同 不过他想到的却是另一件事 扩大航天供应链 是不是也意味着使更多人靠近航天 加强与太空的联系 能完成系统任务呢 对系统提问 得到的回应是可行 而且系统给出了判断航天器 是否由星远生产的标准 从数量和关键程度占比多个方面 综合评定的细节 使得邻居可以清晰地划分 哪些关键部件要自产 哪些可以外包 趁着交流会结束的余温 星远召集了与他们有合作的 机电产品和燃料供应商 要求推广自己的标准 结果令邻居意外的是 这些企业几乎没有拒绝 都很顺畅地接受了 甚至愿意接受星远派出的工程师 进行指导升级 几乎没有任何阻力的原因是 大部分国内企业 自己的标准都很混乱 如果能把自己 融入到航天产业体系 那当然是求之不得 甚至这些供应商 邀请邻居入股 半推半救下 后者也没有拒绝 最后星远派出工程师 对各个供应商 进行设备升级和改造 钱也是星远出 但以股份回报 这些供应商也不拒绝 纷纷在第一时间对外宣布 我也是航天企业 我们的标准和产品比同行好 还有星远餐股 有资格为国家航天工程供货哦 供应商望风而降 供应商股价涨了 供应商名气加一 邻居还因为餐股 把推广标准的钱赚了回来 这就是所谓的 越有钱越能赚钱 无意中当了一回资本大佬的邻居 转移注意力 集中到系统任务上来 他要尽自己的能力 扩大人们对航空航天的认识和兴趣 3月 南方机械学院的开学季 学校里开始出现留言 星远宇航动力将联合几个学校 开设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培养相关人才 随后校方出来澄清 这不是留言 学校已经在组织师资力量 组建航空航天学院 机械系 物理系和电子工程等系的大义学生 可以在下学期申请转专业 进入航空航天学院学习 现在已经确认 包括空气动力学与飞行器设计 宇航动力学 空间高能物理 航天员专业等专业 实习将在星远宇航动力公司进行 可提前签订就业合同 邻居前天才找到了蜀川的几所高校 表示希望与他们合作 增加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扩大航天领域招生 引导更多人走向航天产业 别人都还没答应下来再考虑呢 南基院第一时间表示 别说了不用商量 也别组建一个专业 我直接抽掉几个院系的精华师资 组建航空航天学院 以后就是我们的王牌学院了 原本南基院接着接连的太空项目 大大提升了升重点的速度 将在2016年正式更名为南方工业大学 现在连申报的名字都改了 就叫南方航空航天大学吧 如此舔狗做派 让其他学校鄙视不已 然后也赶紧对邻居表示 虽然我们没法组建一个学院 但我们的技术力量更强 增设一两个专业完全没问题啊 手握巨资和技术的邻居无往不利 真正体会到了呼风唤雨的感觉 最终星远和几所高校都达成了合作 其中两所还是重点985 不过要说最舒服的 还是一心磅上大腿的的南基院 他们虽然综合力量不是最强 但给的最多 几乎是完全要靠上星远的架势 没办法 又是卫星火箭 还派出人上天 邻居也感受到了诚意啊 况且之前的合作也很深入 绝大部分有科研能力的人员 都在星远挂了名 要不是还挂着公办的牌子啊 外人都要怀疑 这是不是星远的下属学校了 邻居也不含糊 易英航空航天学院的教授 全部扔一张升级卡 从此都是铁杆系统人 挂名系统研究院 开始为星远服务 学院要在9月的下学期才正式行课 但这些老师教授也不能闲着 有空的都去星远工厂搞研发任务领双份津贴 没空的授课之余也有活干 要给有能力的学者加加担子 4月的清明节 邻居站在父亲的墓前 将一落落印着八六版西游记玉皇大帝头像的铭币扔到火堆里 考虑到近年来 铭币厂家越来越不讲武的面额越来越大 生怕父亲钱不过花的邻居拉了整整一车的纸币 路上还因为客户混装警告一次 老板 老板 正在因重生也失去父亲 而陷入忧伤的邻居被随行助理喊醒 这才发现由于扔的钞票太多 坟头石上镶着的相框玻璃被熏黑了 爸 助理将打开的灭火器塞进他手中放下车上带着的灭火器 邻居乖乖给父亲磕了个头 然后才小心地擦掉玻璃上的黑印 总算没烧炼 胡板 我觉得烧纸是种漏习 我爸要是有在天之灵肯定会制止的 以后不能再烧了 是 老厂长从来就都强调要环保 4月6日 首枚新月2号所需要的七台液氧甲烷分级燃烧循环发动机全部生产完毕 同时 两枚6米直径的新一级舰体进度接近完成 原本预计5月17日将同时装配起两枚火箭 然后通过和运转海运 5月29日抵达穷州文昌发射场 6月1日到2日择机进行发射 新月2号太大了 起飞推力超过1600吨 起飞质量约1400吨 内陆没有能发射它的大型发射场 新远自己的发射场也没有修建好 所以还是蹭航天局的 就当为长征5号攒攒经验了 倒是回收的着陆厂修好了 这是新远发射场最先修也是最早完成的 顺带一提 狗大户的木卡拉发射场刚刚完成选址和位置测定 国内的施工团队才开始装船 穷州发射场已经得到了新远2号的转运信息 然后发射管理局就抹了 上一次的新远1号起飞重量还不到100吨 新远2号就1400吨了 长征5号都没这个大 皇副局长亲自打电话询问 话里话外其实就表达了一个意思 发射场你要用我们没法拒绝 不过这么大的火箭夹住满后1000多吨燃料 要是炸了那个发射工位也就废了 新远那么急匆匆搞出来靠不靠谱 邻居当然是保证新远2号绝不会炸 至少不会炸在发射塔架上 但它现在也有些急了 因为海运严重影响了火箭的发射日程 每次回收运回整备装船 就算轮船以最快的速度来回一次都要一个月 一个月最多打两发 6月初的新远2号摇移验证火箭靠不靠谱 6月底的摇2火箭带着航天飞机上去无人飞行 7月中的摇3火箭再次带航天飞机无人飞行 7月底或者8月初的时候才能进行第一次载人发射任务 问题来了 这中间的变数太多 几乎是卡着系统规定的时间完成 中间顶多有25天的时间空余 万一遇到台风什么的 运火箭的船只停运半个月 完蛋 穷州狂风暴雨 发射也要延迟 但两次无人飞行是底线 即使让第一枚新远2号就带上航天飞机也不行 因为第一架可以真正载人的 H1必须要6月才能下线 赶不上火箭转运 路上转运也不可行 6米直径的新远2号过不了隧道 隧道能通过的最大火箭直径也就卡在3 5米 多一点是真的不行了 公路虽然能过 但属于特种货物 连续这么几次折腾 路管局绝对不给许可 被交通影响太大了空运 空运呢 邻居让系统工程师们分析可行性 新远刚好还有两架图154呢 既然能被H1 那能不能被新远2号 答案是 不能 新远2号一级 多达7台液氧甲烷发动机就有近10吨 新一级空重39吨 已经超过了图154的最大运载能力 拆掉发动机也不行 即使是39吨中的翘体也太重了 图154因为机尾的发动机进气口在上方 导致背部支架很高 以免影响进气 39吨质量导致的重心变化 绝对会导致击毁人亡 要想空运 必须有最大起飞重量200吨以上的重型运输机 比如路西亚IL-76MB-N124-N225 国产Y-20 阿美C17-C5这样的大型运输机 当然除此之外 一些大型民用客机也行 比如空客A380和波音7等 甚至客机保养维护起来还经济些 使用单价还更便宜 没事可以带着员工出去团建 虽然发射场的气象学家已经说过 8月底到9月份才会有台风过境 但邻居还是不太敢堵 毕竟意外太多了 飞机也别无选择 既要是大型飞机 还要申请特殊货物航线 显然最好的选择就是联系空军 通过乌兰哈山机场 星远成功和空军高层取得了联系 并希望租用一架运输机以运输火箭 对于星远的问题 军方还是给予了高度重视 尤其是邻居愿意 以一年两亿元的高价租用 连忙上报 最后 上级同意租借一架自家的1276MD运输机 对于星远 穷州航线可以特批快速审核 自带飞行机组 华国的1276还是不少的 直接从西部军区调来一架直飞星远市机场 在那里接受改装 至于星远2号出厂后 转送到机场也很简单 虽然宽度超限 但毕竟是在星远市里 领导给开开绿灯车队护送没问题 穷州同样也是 这样就能将火箭的转运时间 从至少10天缩短到3天以内 有更充裕的时间用于调整 星远厂区的空地上 一辆工程测试样车正被拖上拖车 准备运往山城 第一套智能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正式生产完毕 生产了4套 以及改装了一辆样车 将送往山城的南方汽车基地 进行更为详细的测试与磨合 第一代BMS我们选择的电池是18650电池 来自国产厂家 一套电池板采用12个电池组 每个电池组有600枚18650锂电池 选择18650锂电池 并不是因为它很优秀 虽然这也确实是个优点 市场上的三元锂电池 磷酸铁锂电池 18650锂电池性能相差不大 但18650锂电池因为推广多年 技术标准非常成熟 大量单体的参数近乎完全一致 而且生产厂家众多溢价权很大 综合起来风险和成本都比较好控制 听着工程师介绍第一代BMS的参数 邻居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可毕竟是7000多枚电池 它们之间的性能应当差距不小吧 老板 您要知道 业界对18650电池是这么评价的 如果两枚18650电池测试 发现参数不一样 那一定是测试机器坏了 它非常成熟 反而是三元锂电池和零分铁锂电池虽然略有优势 但实际上质量控制并不稳定 邻居没再多说话 他选择相信专业人士的判断 XBMSE 零倍系统工程师成为全世界第一套成熟且高效的电池管理系统 通过自主设计的电路控制能智能维护电池寿命 系统能独立根据7200个小电池灵活分配容量 尽量节省锂电池有限的充电次数 达到延缓寿命和尽量保持性能的目的 同时可以分区域安排电池组使用强度 控制电芯温度并利用内置的液冷结构进行散热 虽然使用的芯片都来自市场成熟设计方案 但设计和软件绝对是远远超前 并应用了三进制多通道并行处理 减小计算量压低成本 其中最贵的零件是一颗来自英伟达的高性能图形处理器 不过系统工程师认为可以在未来用三进制芯片替代 依靠三进制芯片以及相应软件体系 预计三进制芯片的制程最低只需要40N 现在国内就能批量生产 就算是国际委托代工也没有任何限制 功耗高一点也无所谓 汽车上不差那一点 至于使用的电机是来自南方汽车的一款永次同步电机 蔚来将在一辆车上安装2-4台 西安规划蔚来的车型主要有三种 降低成本砍电池规格的出租车 网约车专供以及工地扎土车 以及定价30万到50万的豪华车型 前者说白了就是做底盘 想办法降低运营成本取得优势 生产速度很快 后者就是细致活 需要配合开发进度缓慢的智能驾驶系统 必须等B级基地完工 配合三进制芯片才能取得优势 为什么后世菊花厂介入电车后 智能驾驶系统飞速发展 就是因为自身的软硬件基础啊 没这些搞不定智能驾驶 所以这还是个长期工程 4月22日 滨州卫星发射中心 一枚长征6号附用型刷着CC-62的白色火箭 竖在了发射工位上 寥寥白烟环绕在它的周围 飘向碧蓝的晴空 除了一级 二、三级和整流罩都是配重 当然CC-62的主要测试目的也只有新一级 上面级都很好搞定那台债版K120V YF-100K已经装在了CC-2的底部 它的周围是跟星远一号改型一模一样的可收支撑腿 当初上级领导企划干脆超星远一号 秉得了被八院变成了现实 除了上面级略有不同 新一级和星远一号改型不能说一模一样 也算得上似曾相识 唐主任 你们的YF-100K改进挺大的吗 直接从富氧分级燃烧循环变成了全流量 K120的技术没有白买啊 彼此彼此 何总设计的长征六号二和星远一号饼 看起来也就涂装变了 希望回收的时候也一次成功吧 唐伟天和何唐各自带着六院和八院的人马 躲在发射控制室里 虽然嘴上都在互不相让 但其实大家都很紧张 太他娘的快了 心里不踏实 YF-100K研制时间不到五个月 CZ-6R更是匆忙上马 火速生产比长征六号原定的今年九月首飞 都足足提前了五个月 华国航天一向讲究稳 这完全是违背了祖师爷的决定啊 可是舰在弦上不得不发 去年跟领导立了军令状 长征六号附用型构型和星远一号改一模一样 发动机都是同源的 这都要是今年搞不定 那就别干航天了 去包头造拖拉机吧 5 4 3 2 一点火 YF-100K喷出了与他亲兄弟K120V一模一样的火焰 在宾州卫星发射中心面前上演了去年11月一模一样的场面 顺畅的带着CZ-6R起飞 队伍中的针老航天松了口气 对于他们来说 这样匆忙造出来的火箭不原地爆炸就是胜利 一级关机 二级分离 此时 CZ-6R正式进入回收程序 新一级顶部的隔山舵摇摆调整火箭姿态 这个时候地面还很有信心 因为可控隔山舵不是新技术 过去就经常用它来控制火箭残骸落区 这一点大家还是有信心的 火箭高度一点点下降 最后肉眼已经能看到它徘徊在冰州卫星发射中心上空了 老河 你们这火箭别把我发射场炸了 落到咱们这栋楼里 咱可都光荣牺牲了 偏不了 火箭下降至预定高度 地面对YF-100K发出开车指令 没有意外 在燃料蹦入燃烧室后 发动机以25%公率输出推力 唐伟天大松一口气 六院的全部任务就到这里了 只要发动机不炸 接下来任何事都怪不到六院头上 新一级火箭不断减速 同时调整方位 一点点与红外摄像头中的准星重合 尾部喷口不断摆动 以几里每秒的速度下坠到离地不到百米的高度 一切好像和星远一号改型的新一级没什么区别 就连回收的模样的相同 就好了 控制式突然响起波报员冷静的声音 01B高度传感器信号离线 01B高度传感器 等等那是 CC-62尾部的火焰在离地20米时急剧减小 转变为高空模式工作 骤然失去大部分推力的火箭 立刻失去姿态 斜着坠向发射场外的草地 控制式看到了一团包裹着浓烟的爆炸云从地面升起 早有准备的消防队一拥而上 急速驶向坠毁区域 长征六号附用型摇曳任务 因高度传感器异常 在回收阶段失去控制 发动机输出推力骤减 坠毁于回收场地600米外的草坪 马一龙的猎鹰9回收失败 空插的职员们一样嗤嗤呵呵 顺便把下一枚猎鹰9拉出去 再诈一发 8月的CZ-622回收失败 总是带头做自我检讨 其实并没有 大家的第一任务还是找原因 仅仅12个小时后就发现了问题 好消息 01B传感器事实上没问题 质检是合格的 坏消息 是控制系统误报 麻烦比一个传感器搭太多了 但对于6月来说就是完全的好消息了 本次涨时间多次点火任务中 YF-100K表现是无话可说的 没有任何责任 意味着冒进也是成功的 它们在最短时间攻克了可重复使用发动机技术 唐伟天 Omega Y 何唐 哦 8月可没有能力一个月乍一发长征6号 虽然有这个制造能力 但毕竟长6只是一个项目 并没有到全力倾斜资源的程度 另外 华国航天一向以高成功率闻名 要是长6也学SpecX一样炸炸炸 20年来的航天工程成功率 就要被它以一己之力拉低了 长6附用版回收失败的第一时间 上集就收到了消息 立即只是要找出问题 收集经验不要急于求成 按规定时间完成任务就可以 什么叫规定时间 就是今年年末了 按照长征6号的产能 到12月份还能造4枚 8月还有4次机会 所以领导表面和颜月色加鼓励 实际上完不成任务那就难说了 晚上 长征6号附用型首次回收失败的消息 就通过官方媒体流出了 网上还出现了新一级坠地炸成烟花的视频 幸好这里不是小本子 不然何唐就要鞠躬90度斯密马赛了 星远的工程师晚上看了看坠地前的姿态 得出结论是 控制系统的并行处理能力低下导致误判 传统办法就是 尽量提前把可能的情况塞进去 免得系统临时判断出错 这就是马一龙的路子收集经验 可烈鹰9炸了那么多次 长征6号R要炸多少呢 算了 还是看看远处的火箭吧佳人们 一枚星远1号甲已经装上了拖车 将通过专列运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他将在那里装上由阿伯高校和北大联合研制的科学实验卫星 从这里发射进入禁地轨道 这是与阿伯航天合作计划的一部分 阿伯仅仅需要支付500万美元就能把一 三吨重的卫星发射进入禁地轨道 一公斤才3000美元 国际上没有比这更优惠的价格 这枚火箭的一极虽然还是附用过十多次的劳模 但为了匹配阿伯的地位进行了全新采图 一点都看不出被射了十几次的模样 邻居在这次友情交易中扣除发射场和测控体系使用费 仅仅赚了不到3000万 也就勉强维持生活的样子 星远到现在已经收到了七个卫星委托发射意向 三个是国内的高校 三个是企业 剩下一个是一个印尼 最后一个被邻居拒绝了 印尼委托航天局制造了一颗三吨多重的电视转播卫星 原计划明年让长征三号一发射 见星远发射费用便宜想来问问 首先不提星远并没有往地球同步轨道打这么重卫星的能力 单说印尼的违约行为他就看不过去 以没有能力为由拒绝了 剩下六位国内的可以一次性发射上去 不过要等他们先把卫星都搞定再说 4月29日 星远市提前两天发布公告 部分路线应运输特种货物 实行道路交通管制 当天特定路线的车辆若想节省时间需要绕行 四辆警车 四辆摩托车护送的星远二号样舰 从工厂起运运往星远市机场 这枚火箭不是用来发射的 而是用来测试的样件 像这样重量超过千吨的巨型火箭 必须做足地面测试 比如先造出来撬体 燃料箱里灌满水 在试验台上来回震荡 模拟发射时的阵战找出缺陷所在 当然测试已经完成了 这一枚火箭是模拟火箭空运程序的 除了不能发射 它和真的火箭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现在将提前演练转移路线 在运输机上的安装程序 以及穷州发射场的迎接 总装调试过程 以免真的火箭因没有经验造成损伤 由于长度超过70米 火箭的二级和一级分开运输 其中一级最长45米 宽度6米 当车队护送着新月2号 出现在道路上时 无数人停下车拍照 对着粗壮的舰体发出惊呼 如果按照原历史 直到航天局规划的2033年首飞的长征9号有时 6米直径 否则新月2号6米直径 将一直保持华国最大直径火箭的记录 就连直径5米 捆绑4个助推器8台YF100和2台YF77的长征5号 总重也不过800多吨 根本比不上起飞质量近1300吨的新月2号 如此庞然巨物 即使静静躺着也能感受到 它是怎样强大的航天重气 人们无法想象 当它立起来指向天穷的时候 是多么威风凛凛 我去 这么大的火箭 站满了两个车道 这是长征几号 这么大的火箭 应该能登月了吧 你没看到蒙布上写的字 新元宇航洞里 我滴个乖乖 上次他们造的火箭我也看到了 也就比半挂车宽一点点 一辆车就拉完了 这个火箭至今少说五六米 竖起来肯定有三十层楼那么高 好像听他们老总说 要发射航天飞机 就是用这个 五蕴长久 五蕴长久啊 不远处停下的两辆公车外 几位领导也是目瞪口呆 我之前听新元说 要造六米的火箭还觉得没多大 这一上路也太夸张了 比我们国家最大的火箭还要大一倍 其指 发射质量1270吨 可以把45吨货物打上太空 是航天局最强火箭的三倍多 四 省里下来 考察的上级也是惊得合不拢嘴 他已经通过几个市领导 了解到了新元二号的意义 顿时觉得 省里给这样一个巨无霸企业的支持 还是太少了 这样的超级企业 省里要重点予以支持 不要吝啬一点点政策倾斜 要让我们蜀川 成为华国最强大的航天制造基地 几乎是在市民的十八相送之下 新元二号一级才运抵新元机场 早就准备好的吊装团队 将会给新一级的两端装上整流罩 以椭圆形的姿态 让1276背着运输到穷州 清诚 航天局几位大佬 开着市民家道相送新元二号样件起运 以及机场上1276背着6米宽 因为太长 还超出机头一节的新一级起飞的画面 沉没29点频道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45吨 如果采用他们私人航天最喜欢的CBC构型 再捆两个新一级上去 禁地轨道运力就有140吨了 完全可以执行登月任务 6米直径整体加工 新远公司的设备了不起啊 不知道是哪里的门路 找来能加工这么大直径的机器 满头白发的蛇院士 掉出新远官网的火箭想象图 满脸难以置信 去年他们发射的新远一号 才是个起飞重量100吨的小火箭 但第二枚就已经是巨型火箭了 而且制造速度那么快 这个运力已经是长征5号的一 5倍还多了 而且还可以复用 大佬也是抱以苦笑 上次交流会 邻居从我叫到了准入国家工程的资格证 我原本想着丢一些小卫星过去 反而能让航天局专注于自己的事 但这要是新远2号我们也用 马上就可以上马载人登月了 蛇院士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说道 我不认为新远的人就比我们聪明几倍 我要去新远公司看看 看他们是怎样创造出这样的奇迹 这是个好想法 另外你可以先去乌兰哈山基地 听说真正完全状态的 H1航天飞机已经造好了 那边已经接到通知 准备让图154飞过去接 动5 动6 请检查连接器状态 动5收到 动6收到 一架图154静静地停在乌兰哈山基场的起飞点 它的背上是一架全状态 可执行载人飞行任务的H1航天飞机 此时两名驾驶员已经就绪 指令长05 动5 邓磊 副指令长06 动6 李伟 01-04 是图154的机组成员 赵小文和周瑞两个 还在507训练中心的离星机里转圈圈 他们没有必要 也没有能力短时间内学习如何操纵航天飞机 乖乖当作再合就好了 至于为什么会多一位副指令长李伟 据他自己说是 担心邓磊一个人操纵部保险 作为大队长有责任为受训学员护航 星远当然也在继续找能开航天飞机的驾驶员 已经联系上了四位即将退役 但身体状况良好 也愿意过来的优秀飞行员 但得等到9月去才能退役来受训 话说星远在乌兰哈山放的H1模拟舱 可并没有因为只有邓每一个指令长就空闲 相反 除了每天三个小时停机维护 几乎随时都有人在用 首先是乌兰哈山的养老型飞行员们 有的是退居二线的 也有可以飞飞机 但在地面做机师的地勤 邻居租用的YAR76机组人员 也是一有机会就要上去试试 还有航天员大队的诸多人兄 硬是想办法 把势众训练的场地挪到了乌兰哈山 每次下来就要先把模拟机飞个爽 星远光是为这台模拟舱就付出了敬意的资金 还原度几乎可以达到百分之百 甚至连机身的震战都模拟了出来 屏幕也是索尼最新最昂贵的高分辨率显示屏 在昏暗的环境中和时机几乎没有区别 这才能让人念念不忘 得亏大家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邓居规定的做讯时间倒是没被挤占 但人们对航天飞机的热爱还是超乎想象 这次是H1第一次载人飞行测试 将由图154倍到12000米高空后投放 由驾驶员操控到机场着陆 得知邓居还差个副指令长 大队里的队员们争先恐吼地表示要来帮忙坐镇 结果一一被李队长以航天飞机水太深 你们把握不住 还是让老航天来为由抢到了座位 虽然H1还剩两个空位 但一次性带这么多人不合安全规范 不准再上人了 几个月来 李伟早就将H1的内部结构烂熟于心 钻模拟舱的时间比邓居都还要多一点 此时他身穿灰白相间的轻置舱内加压宇航服 戴着大面积观察窗的头盔 用手指拨动电器开关 和邓磊一起做飞控 合与图154连接点的状态检查动摇 唯一检查完毕 一切正常 可以起飞 动摇收到 塔台 动摇请求起飞 塔台收到 允许起飞 请注意爬升率 避免背部进气口流量不足喘震 完毕 动摇 王志缓缓加大节流法 松开机轮刹车 图154开始地面滑行 直到机场尽头时才温柔的抬起机头 进入大螺旋航线飞往预定高度 嗯 他这么柔和的起飞 是为了保证发动机进气 绝不是因为李队长就在他头顶上 地面 一众航天员大队的队员们羡慕不已的看着展翅高飞的图154 蛇院士也一手挡住阳光 仰望着轮廓已经被图154几乎覆盖的H1航天飞机 星远地面部分的员工跑了过来 邀请他去地面控制室观察H1的飞行姿态 蛇院士点头答应 然后发现这个人有点眼熟 你 是小爱吧 去年我才在六院看到过你 好像带头做了涡轮泵的技术突破是不是 嗯 没想到你还记得我 蛇老我现在是星远的液体动力部门副部长 在搞几款发动机 艾元威有些不好意思 当时蛇院士还垮了他 结果自己几个月后就跳槽了 莫名有些羞耻 倒是蛇院士宽心地安慰他 没事 都是在华国的企业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 思琪也是个大舞台 星远现在就干得很不错嘛 带我去看的话 会不会涉及到你们的公司机密 那当然不会 明来是指导身份 哪会做出那种事 看着艾元威一脸真挚的表情 蛇老心情复杂 不知道怎么跟艾元威说 他能说 90年代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又被翻出来重新认证了吗 等H1顺利回到地面 且确实能证明消费比 那新一代在人飞船相比就完全落后 会丧失研究的必要 现在他已经在着手 准备复活当初的小型航天飞机方案 到时候一旦论证完更有用 就火速上马 新月2号的样舰运往穷州 如此巨大的场面自然没有瞒住人 向世人提前宣告了 又一枚重型火箭的诞生 新月2号代表了多个历史 亚洲第一枚 起飞重量超过1000吨的重型火箭 亚洲第一火箭 路西亚现无重型火箭生产能力 亚洲第一枚 采用液氧甲烷发动机的火箭 亚洲星级直径最大的火箭 至此火箭心急不算 世界第一台投入实用的大推力 液氧甲烷发动机M220 世界私人航天公司最强大的火箭 世界上最重的可回收运载火箭 世界第一种采用隔山舵支撑回收的可回收火箭 尤其是气势磅礴的1276 带着肉眼看去比机身都大的 星月2号样舰一级空运的场面 更是惹得无数航空爱好者 疯狂能与之媲美的飞行任务 只有联盟的安225超重型运输机 运输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才有那样的壮观景象 安225相比1276可是不折不扣的大家伙 最大起飞质量640吨 机背能承载200多吨 机舱能再承受200多吨 从诞生的那一刻起 就是世界上最大的运输机 咦?要不要现在去把安225买回来? 邻居将这件事记在心里 准备什么时候去联系联系安东诺夫? 指纹解锁自己的菊花87 这是去年9月才发布的尊爵版 支持双卡4G搭载了海斯麒麟925处产入 小小怀念一下全面平时代 邻居打开博客 果然又是望不到边的后台消息 他的个人账号粉丝数已经突破了100万 不过平时邻居大多是转发心远官微的消息 一般不发消息 心远2号样舰起运 一下子又有无数人add他 邻居摇摇头 直接拍摄了一张总装厂房里 真正准备发射的心远2号手枚火箭的部分舰体 配文心远2号准备出击 发出去后就关掉手机 现在是5月8日 心远2号样舰早就抵达了穷州发射场 刚刚完成舰体测试和模拟总装程序 第一次空运转场 有些让人手忙脚乱 浪费了不少时间指定程序 不过好在火箭没有问题 穷州发射场的厂房进行总装也快捷稳重 所以 西远2号摇曳火箭将改为空运 不再等到坑爹的内核转海运了 航天局的制造基地是金箍 出来就装船一路到穷州 心远处于内陆 从长江支流装上内核船到出海口换上海船 这才能抵达穷州 简直麻烦的要死 空军1276机组的水平很好 只要没有复杂天气状况 风险实际上和海运差不多 在他的不远处 安德罗夫正在监督一个大型的异形部件装车 星远2号火箭的二级直径6米 H1航天飞机的尾部不是标准的原型 所以需要气动连接舰进行过渡 安德罗夫利用了这部分空间 将其设计为逃逸器 他正常状态下是航天飞机和火箭的连接舰 但如果火箭出现问题 底部的爆炸螺栓 航天飞机推敌火箭 斜着往高空飞行 这时候逃逸器脱离 反应过来的航天员可以手动 如果出现意外 也可以地面遥控或者计算机自行调整 将航天飞机配平 然后寻找机场进行着陆 毕竟阿美的航天飞机事故还历历在目 最后一架航天飞机2010年才封存 防疫手很有必要 安德罗夫见逃逸器装好 跑过来邻居身边 老板 星远5号家族和星远6号设计已经完成了 是否开始制造样件 很早之前 现在终于给出了方案 星远5号家族 星远5号基础型 采用3 5米直径舰体 三级火箭设计 星级搭载一台K380液氧煤油发动机 起飞推力384吨 最大起飞质量316吨 近地轨道运载能力7 9吨 一级可回收 星远5号甲 在基础性基础上捆绑两煤2 5米直径推器 各一台K120发动机 也就是星远1号的新一级版本 最大起飞推力628吨 最大起飞质量508吨 Leo运力14吨 助推器和星级可回收 星远5号乙 捆绑4煤2 5米助推器 起飞推力880吨 最大起飞质量770吨 Leo运力21吨 星远6号 直径3 5米级4级固体火箭 一级搭载一台S85固体火箭发动机 起飞推力85吨 起飞质量50吨 近地轨道运力500公斤 其中 星远5号家族是涵盖中 大型发射任务的多用途可回收模块化通用火箭 星远6号则是能快速机动发射的固体运载火箭 用于紧急发射请求 按照原定计划 H1其实可以有小一些的星远5号乙发射 刚刚好也不浪费推力 但为了快速考虑 新一级的K380全流量没有机有点麻烦 所以选择了直接上甲烷机的重型火箭星远2号 当然 也有可能是系统工程师过于自信 想要大玩具 邻居半推半就也说不定 星远6号虽然是不折不扣的一次性小火箭 但盛在制造简单 周期短 急用的时候就很趁心 从拉出来到发射 最短只需要4个小时 当然 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验证S80的母系发动机 系统出品的S700 5米直径单段700吨推力的固体火箭发动机 固体火箭发动机 和传统的液体火箭完全不一样 它的燃料是圆柱状的固态 燃烧是从中心向外圈燃烧 这就导致它有个特点 可以把固体火箭重叠起来 推力就乘一几 阿美的发射航天飞机的固体火箭助推器 就是由单段300吨的固体火箭串联4个而成 一枚推力总共1200吨 如果S700也串联4节 那么整体火箭推力就是极其恐怖的2800吨 星远4号巨型火箭星一级27台发动机 加起来才6500吨推力 但捆绑的4枚这样的助推器 推力总和就有11200吨 当然 那是忽悠人的 固体火箭发动机推力几乎不可调节 没什么捆绑结构 承受的助突然爆发的1万吨推力 串三节有2100吨推力的助推器 捆绑两枚就完全够用了 这基本就是人类目前材料学的极限 所以固体火箭是大推力的捷径 唯一的缺点就是过于昂贵 虽然可以回收在装填 但恰恰昂贵的就是燃料 邻居一应全批 不过即便如此 也要等到B级基地投入实用才有精力 就当是技术储备吧 乌兰哈山机场附近的大草原 零零散散的汽车散布在周围 一群装备齐全的人正用大炮摄像机拍摄H1分离测试的图像 一辆军车停在不远处默默注视着这边 这些人不是间谍 而是闻风赶来的航天爱好者 自H1第一次被图154杯到了这里测试 就开始聚集来拍照的爱好者 当然他们能拍到的信息也很有限 光是外形和气动NACA光看官网照片就能分析出来 想要详细内容只能进机场 但不要忘记 乌兰哈山修理场 机场的内部代号是96533 可是正经的军事基地 安保工作自然是极其严格 星远倒是很乐意泄露些无关紧要的照片 也没有让感人 爱拍就拍吧 空中 邓磊和李队长驾驶着H1流畅地进入降落航线 由于采用一身融合和中央生力体设计 H1没有明显的机翼划分 整架飞机任何位置都能产生生力 看起来就好像动画中的飞行器 胖嘟嘟的身材配上小巧的一间就构成了全部 航空界曾经戏称中央生力体为飞行版砖 这无论是从外观 还是实际上来说都很正确 虽然这能极大节省空间和重量 但带来的坏处就是操控性不佳 做大机动失速失控的风险很高 操作规范只允许保守驾驶 当然作为航天飞机H1失速后也有保险 只要尾部的液氧液轻发动机启动 强大的推力直接让整机的推重比超过一 二虽然燃料较少开机时间有限但也足够改出了 邓磊开始降低高度 在智能驾驶系统的帮助下修正风向带来的偏航 李伟向外拉开关放下小巧的前三点式起落架 H1的以一定的仰角触地 后起落架的轮胎与跑道接触产生白烟 然后机头压低 机轮液压刹车泵增加压力 滑行到跑道尽头后 缓缓停止不远处临时当作指挥中心的屋子里 蛇院士看到星远的工程师们纷纷站起来 一言不发互相击掌 代号H111的大气层内载人飞行测试圆满完成 全程航天飞机状态正常 没有任何差池 跑道上 航天员大队的队员们与地勤一起奔向航天飞机 从外部解锁侧面的客舱门 随着气压叉发出的声音 他们看清了里面的景象 总是严肃的邓磊拉开面罩转过头 对他们比了个噎的手势 李伟的面罩也半拉开 闭眼阳躺在座椅上 双手轻轻放在方向舵旁设置的扶手上 他在享受航天飞机降落时的感觉 好半天 李伟吐口气睁开眼睛 看到了几双灵动的眼睛 叹息一声解开X型安全带 我去问问星远的工程师 以后飞行的时候 能不能带上大队一起培训 说完剑队员们还是没反应 他又才说出下半句 上天的机会很难得 我会向上级反应 可行的话 星远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里来 哇 队员们终于爆发出欢呼 将穿着宇航服的李伟从航天飞机里抬了出来 就这么用人堆扛着跑向机库 剩下的人继续围在H1的旁边 温柔地抚摸着H1底部黑色的隔热涂层 虽然是在大气层内飞行 但还是能感受到机体表面的余温 对于航天员来说 它就像少女的皮肤一样温满 蛇院士看到了跑道上的场面 心里也叹了口气 在人航天开始到现在23年了 才送了10名航天员上去 是不是真的有些少呢 但是没有配套的空间站设施 上去人也没用 必须等长征5号才能有运力建设大型空间站 不 星远2号的样舰已经在穷州了 5月11日 老马德5月的第一枚猎鹰9发射 并且直接进入海上回收 当然 又双若着失败了 这枚猎鹰9直接掉离拖船20米的海里去了 倒是收获了完整的残骸 也就是在这一天 星远正式对外公布 星远2号摇一发射时间 5月26日 5月17日运到穷州 5月26日在1号发射工位发射 一级在星远航天发射厂1号回收工位回收 回收方式也不再是支撑腿回收 星远2号太高大太重 支撑腿难以承受 而且重心太高 这次的回收方式是 一级火箭控制悬停在回收工位的塔架 10到20米处 放平隔山垛 塔架伸出两根长长的钢结构 像筷子一样收拢 使一级火箭借助伸出的隔山垛 悬掉在塔架上 离地悬空15米左右 相比于支撑腿回收 这样的方式难度又上升一个数量级 但明显系统研究院也是有备而来 确定任务进度变成已完成 才应用的开挂的美妙之处就在于此 所有人都觉得 这样的这样的回收方式是天方夜谭 过于不可思议 但老马反而摸起了下巴 好主意 够高科技 抄了 与此同时 邻居在公司确认了首架H1航天飞机的命名 和火箭不一样 航天飞机有自己独特的意义 取一个合适的名字很重要 先是在全场职员里征集意见 每个人可以想名字 然后发送到厂办邮箱 取名活动实现三天 邻居每天都在翻看邮件 不过直到三天结束 也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 老板 要不我们抽二十个投票选择 邻居无意识地点点头 但景州的眉毛显示出他其实并不满意 突然 一个名字从心底浮现 进步 就叫进步号吧 郭神一愣 这名字又撞车了 不过爱怎么怎么着吧 虽然这有浪费全场员工心情的嫌疑 但谁叫邻居是大独裁呢 老板都这样说了 进步就进步吧 更进一步 于是乌兰哈山基地的那架H1 正式被更名为进步 将在载人发射前返场维护时更改涂装 而在新远工厂 第二架H1的机体也制造完成 它则被提前命名为团结号 事实上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 进步号发射时 团结号和一枚新远二号的组合体 会在穷州发射场待命 一旦进步号出现意外 无法返回 团结号就要在12小时内发射去救援 还是那句话 虽然系统工程师和系统的技术都非常可靠 但涉及到人命 必要的程序还是要走 新远二号摇曳发射任务 将于5月26日 于穷州文昌发射厂一号工位择机发射 5月16日早晨 新远官微与官网同步发布消息 5月17早上6点 有两辆半挂拖车组成的车队 从原新远市拖拉机场 现新远市五流开发区外出发 这次护送的规格相比上一次更高 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一枚相比半个月前是真正的火箭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反正新远市机场客流量也不大 干脆大半的道路直接封闭隔离 全力保障新远二号运输工作顺利进行 车队里面还有一辆属于蜀川旅游局 他们花一千万友情价买下了新远二号摇曳涂装权 将在舰体上画满蜀川时刻不再宣传的竹子和熊猫 作为小时候 每天骑熊猫上学的蜀川人 邻居怎么也想不通 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 新远机场专门划分出一块区域 确保火箭吊装时不会受到其他影响 一尔76将会在今天和明天各飞一次 把一级和二级送到穷州 至于整流罩可以拆开 顺便塞进货舱里就行 邻居亲自爬上运输机 这是新远开创新时代的火箭 必须时时刻刻守着才安心与此同时 巴阿院 何堂接了个电话 然后晚上宣布了个事 新远二号摇曳火箭26日发射 航天局允许各院派人去观察 谁要去 刷得举起一片手 只有20个名额 但可以带家属 还是一片手 同样的情景在航天局下属各研究院发生 毕竟是华国第一重型火箭 还是新远宇航 航天局大佬都受到了邀请 邓磊三人组不去 他们现在要加紧训练 但李伟和航天员大队的几位答应了邀请 同时 放出消息后 还有无数人想要来看 顶着诸多第一名头的火箭发射 有多少呢 仅仅是5月16日当天 穷州航空的机票销售量就上涨了4万张 在这样的非热门旅游计 三亚航空抓住机会 果断上调票价到旅游计价格 同时要求空城售卖的特产 要从手工艺品变成航天周边 截至到5月25日 累计抵达文昌观看发射的游客数量 已经超过了14万人 航天科技、科工也来了不少人 但他们是嘉宾席 不像游客只能在海滩远远观看 此外 进入穷州的游客中有一千多外国人 其中接近一半都是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岛国人 当地对此习惯了 小本子总是对自己的邻居过分关注 5月25日下午 在总装大楼完成组装的星远2号摇翼火箭 竖着被运输车缓缓拖向发射塔架 围观群众首先看到的是舰体上的竖着的一行 大字《美丽天府欢迎您》 背面才是星远2号的名称 除此之外 舰体全部被刷上了涂装 由绿色的竹子、白色底色、卡通熊猫组成 但这丝毫不影响星远2号的震撼力 总装后高达75米的高度 有20多层楼那么高 长征2号F算上淘一塔也才49米 直径6米 75米高的星远2号立在发射塔架上 就像是一颗指向天空的细长箭矢 即使是几公里外的游客海滩都看得清清楚楚 更能体会到来自重型火箭的震撼 本次发射任务 地面由星远和航天局共同组织 因为前者缺少地面监测体系的经验 后者则从来没有经历过接近1300吨火箭的发射任务 发射控制室里 一票的大佬坐在一起 唐伟天翻看着星远的任务流程 不停地摇头 时不时用看怪物的眼神盯着邻居 他心里想的是 年轻人不讲武德啊 星远2号那么大一支火箭 说造就造了 还有20吨的航天飞机 造一个运力45吨的火箭 这不是浪费吗 蛇院士坐在大佬的旁边 说着他在星远工厂的体验 邻居知道这样的大佬想来看看后非常重视 让系统总师带着蛇院士 把不涉及技术敏感的地方看了个遍 还一起开了几个技术交流会 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蛇院士深刻感受到了星远与众不同的环境 他留下了两个印象 先进 单进 首先是星远工厂 虽然扩建后也只能算是中小型 但自动化程度相当高 能用机器绝不用人 整个工厂绝大部分居然全是技术人员 纯粹的工人很少 航天局不是没有能力弄来同样先进的设备 但问题是国家预算有限 而且火箭产能没需求 用人手挫也一样达到标准 要知道 航空航天产业和汽车业不一样 前者依然停留在偏向手工定制的时代 而且是随着科技含量增高 越是如此 但这显然和航天平民化背道而驰 而星远就做到了这一点 尽可能将任何部件都通过自动化解决 比如他看到的工业打印机 就能直接完成一台发动机的主体 再安装上电器和控制部分就生产完毕 做到了六院想都不敢想的生产速度 第二就是 这里的员工给人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研发部的技术工作 随时都在组织学习进步 态度认真负责 而且上下级之间沟通顺畅 全凭技术说话 简直比学校都要纯粹 这就是干净 虽然尚不清楚 这是否是星远成功的原因 但的确给了舌院士几十年来 从未有过的感觉 当然 他研究最多的还是邻居本人 后者几乎是绝对放心的 把所有事物都交出去 只负责拍板做决定 不干涉任何技术工作 舌院士特别总结了最后一点 着重向航天局大佬汇报 大佬嗷了一声略有不满 他也是技术出身 就算干涉也不会是瞎干涉嘛 而且 就算他想学邻居放权 不斐 大佬也暗自觉得 需要向这个方向改进 不能让航天局继续保持落后局面了 当然 他向上级汇报的时候 着重提的肯定是预算问题 虽然每年也不少 但平坦到项目上哪里比得过星远 25日晚20点 控制室根据气象条件选择时间 星远2号姚逸决定于26日傍晚18 00发射火箭 大阳彼岸的老马看到消息 换算时差后给自己订了凌晨的闹钟 然后倒头就去补教 在梦里 他梦到猎鹰9号成功着陆回收了 小和 长征6号复用刑姚二什么时候发射 面对大佬的疑问 和躺吱吱吱吾吾 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大佬懂了 这事没把握 不敢再射了 再看向医院 李总师也略有尴尬 他是长征5号的总师 从09年就被任命带着人马搞长武 去年上面要求后续火箭都研究复用可能性 他们还处于润证阶段呢 结果八院啪的一下炸了一枚长六 再一想到 自家870吨重的长武 顿时不敢再去冒险 长武本身构型 就不适合回收 而且 即使改发动机 那也要有啊 原本李希想的是 就算回收搞不出来 长武也是华国第一火箭 这就是独一份的成就 结果没几个月 星远二号就立在了穷州要知道 一号公卫 原本是给长武的呀 你们这些穷州的领导 还要不要脸了 李总师心里全是委屈 但又不能说出来 只好含糊其词道 我们的方案还在论证 长武重量比较大 结构比较复杂 他甚至心里在想 要是星远二号失败就好了 至少不用再承担那么多压力 大佬的视线 在一个个下属院的脸上掠过 除了六院 和几个专职送人上西天的研究院 没有表情 其他人都低下了头 咦 怎么还有人在看着他 而且眼睛里光芒四射 仔细一看 是李伟和航天员大队的几个队员 大佬想起来李伟前段时间 给上级写了份报告 大意就是 队员们一直上不了天 军心不稳什么的 上级火眼金睛 当然是知道他到底想说什么 批复一句上天归航天局管 然后李伟就盯上了大佬 大佬伏额一开视线 让航天局委托私人航天发射航天员 NACA都没这么离谱好吧 控制室后方 VIP做的精彩表演 仅限于那一小片区域 前排还是一片和谐其乐融融的 南纪院 以及和星远合作的几个高校 都派了人来 但南纪院校长亲至 蜀川省旅游文化局工业厅也来了不少人 笑眯眯的坐在一起交头接耳 还有南方汽车 作为新安汽车的合资公司 派人来给火箭发射 助阵相比也是很合理的吧 林总 了不得 了不得呀 你们星远上次的火箭那么小 这次就已经快有发射塔高了呀 陈军不停的吹捧邻居 后者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开始转移话题 陈总 工程样车测试的怎么样了 我们的BMS和市面上比起来如何 说到自己的老本行陈军一下来了精神 可以 必须可以 他竖起大拇指 我真没想到 航天器也干汽车都这么厉害 7200枚小电池愣是没问题 温度和电量控制都没得说 而且这8斤的电动轿车确实快 现在0百加速才4秒出头 好好调教一下3秒没问题 你们说要瞄准轿跑市场 没有任何问题 可以一试 南方工业汽车的底蕴还是很足的 对待盒子的新安也拿出了不少好技术 同时也想抓住这个契机 将品牌地位往上升一升 看能不能借着轿跑摸到豪华车型的门槛 邻居也知道这一点 突然有了注意 陈总 轿跑方案你们有没有现成的 要那种大气 科幻 好看 但是又有量产潜力的 同时也适合改成电车 陈军不知道邻居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想了想说道 方案肯定有啊 概念车设计多的是 新安的新车型 就是在我们之前的概念方案上改的 怎么邻总想要私人定制一辆 我做主送给您 邻居神秘地摇摇手指 陈总 虽然现在国产车开始起来了 可大多是便宜车型 从零几年就有人想冲高端 一直不成功 但我有个主意 或许可以一试 愿文奇详 陈军也来了兴趣 这正是国产品牌最新养的地方 当年的东风跑车 每人报 都是国产冲击高端的惨痛教训 但直到现在 大家也还是乐此不疲 从不放弃 新月二号摇二 摇三任务将搭载进步号 和团结号航天飞机 无人飞行 进步号的货舱能装四 五吨货物 也完全能容纳下一辆汽车 如果你们能赶出来一辆样车的话 四 陈军瞪大了眼睛 感觉一股良意直冲天灵盖 浑身颤抖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把一辆车 送入太空 南方汽车的汽车到太空中去 全世界人 全世界品牌 比他们厉害的有很多 但是谁能把车设上太空打广告 这个想法一进入脑海 陈军就停不下来 双手紧紧握住邻居的双手 说话都不理所了 林 林总 敲我也让他们敲出一辆华国人的豪华车出来 您等着我 无论什么代价 南方汽车都答应 陈军一溜烟往厕所冲去 播出了集团董事的电话 5月26日 10点 CCAV13 新闻频道 画面的右上方挂着直播二字 演播室里的月牙型桌子后面 从左到右一次是主持人 航天局嘉宾 星远嘉宾 显然 星远2号发射任务得到了国家级发射才有的新闻台电视直播待遇 按照航天局以往发射惯例 在发射前进行-8小时直播 台里有过争议 但由于星远宇航是国内第一家私人航天企业 星远2号又是绝对创纪录的重型火箭 最后直播还是通过了 此时的星远2号已经加注完了燃料 1000多吨液氧和甲烷 需要4个多小时才能喂饱它的低温炷箱 直接用完了发射场的库存一半 现场央视记者连线 记者的背后先是出现了白烟缭绕的星远2号 箭体涂装上的熊猫若隐若现 摄像机画面缩小 露出了记者背后聚集的人群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与1号发射工位隔海相望的海滩 据我们所知 从前天晚上开始 就有游客为了看火箭发射再次扎营 很多爱好者还带了专门的发射装备 让我们对其进行采访 您好 你好你好 一个戴着鸭舌帽和眼镜的大爷出现在镜头前 大爷 请问您是来看火箭发射的吗 对 星远2号火箭是我们国家最大的火箭 邻居抽空看了眼新闻直播 撇撇嘴转过头 对着面前的笔记本电脑说到这么流畅接受采访的大爷 网友们你们信吗 不信 我是射恐分子 一看就假的不行 还是林厂长最真实了 前面的射恐是社会恐怖分子吗 邻居才看了几行评论 结果画面就突然卡住 顿时一阵无奈 折腾了半个小时后 关掉了评论和弹幕功能 直播平台工作人员告诉他 流量太大 服务器扛不住了 不关互动很可能会断线 邻居叹一口气 现在星远名气太大 导致人数突破了服务器上限 现在的互联网时代受限于硬件基础 还没有锻炼出后世的大流量服务器 心泪 大阳彼岸 大半夜守着直播的马一龙也面无表情地 关掉了小蓝鸟的信息提示 不就是猎鹰酒扎了几枚吗 老是at我干什么 为了完成系统的任务 尽可能扩大航空航天的影响 邻居额外花了不少钱和精力 除了想办法让航天局联系央视直播 还拜托上了蜀川教育厅 现在蜀川大部分学校里都装有古老的CRT电视 发射日是周二 不如把学生们留下来看看火箭发射吧 于是绝大多数高中 有晚自习的初衷都收到了指示 今天晚上18点 电视机打开 至于蜀川以外的地方 邻居还没有那个能力 等把人送上去了才能知道有没有机会 而在大洋彼岸 除了老马还有个搞火箭的富豪 也蹲在屏幕前看着星远二号 杰夫、贝索斯 世界最大电商网站亚马逊CEO 2000年创立航天公司蓝色起源 2012年 蓝色起源提出了新格伦火箭计划 将使用7台推力250吨的B4液氧甲烷引擎 单机入轨能把45吨载荷送入禁地轨道 不过直到现在 B4引擎都没有一次成功的试车 但看到星远二号数起的时候 再比对一下和自家PPT高度相似的新格伦火箭 贝索斯总有种被NTR的感觉 重新看向屏幕 此时已经是京城时间下午15点 距离发射还有三个小时 此时观景的海滩上很热 但为了占据最好的位置 加上本地人20多万人集中聚集 有很大的中暑风险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除了巡逻的警车以外 沙滩上开来了一行清卡队伍 上面站着戴熊猫装饰帽子的人 不停分发矿泉水和扇子 他们给每一个在面前的人 都发一瓶矿泉水 对没有帽子的 直接送上一顶 带有熊猫耳朵的天府特色旅游帽 同时不忘说一句 有空来天府看熊猫啊 蜀川又有景点又有高科技 来看火箭的 去海滩景点管理处林 九寨沟团体旅行 套餐优惠券 穷州太热了 还是我们蜀川凉快 七八月红圆是避暑胜地啊 为了最大化自己一千万的涂装价值 旅游文化局做了充足预案 瞄准了能有钱飞到穷州的人 也有能力飞到蜀川 一个劲的宣传鼠川三大特产 熊猫 景点 火箭 要不是邻居态度坚定 说不定进步号都要变成熊猫号了 距离发射还有 三小时 虽然火箭此刻已经进入了发射准备 但发射塔架里的工作人员还是忙得冒汗 毕竟 那可是重达一千三百吨的重型火箭啊 长征五号和长征二号F加起来也就这个质量 炸开后一号工位就得报废了 发射管理局皇副局长在发射工位外摆上了香坛 将本地土著神佛祖 耶稣和他弟弟洪秀全玉帝 冯 布劳恩 钱佬都败了个遍 祈祷星月二号千万别炸 海淀航天园训练中心 周瑞和赵小文看着七十多米高的星月二号 一想到进步号要装在最上面高度接近九十米 顿时双腿打战 倒是邓磊满脸兴奋 深呼吸握紧拳头 期待着自己坐上他上天的那一刻 CCAV 主持人现在距离发射只有一个小时了 通过记者画面 我们看到星月二号摇曳火箭已经快要和发射塔楼差不多高了 请问这么高的火箭如何确保稳稳立在那里不发生摇摆呢? 星远工程师 不想说话 看向航天局的嘉宾 航天局嘉宾 我们的发射工位呢 采用的方式和阿美不一样 倒计时十五分钟 晚上十七 四十五分 落下的太阳化作巨大的火红圆圈 挂在海平面上方 几乎和星远二号一个高度了 海边的椰树林在斜阳下映出长长的影子 发射塔楼的明亮灯光照在星远二号舰体上 显示出一只微笑的熊猫 此时 星远二号总是过身 副总师安德罗夫与航天局的人一起站在控制台前 严肃地看着屏幕 倒计时 一分钟 发动机再次通电自检 控制系统检查点火系统状况 海滩边 二十多万人一起跟着倒数 十五 十四 四 三 二 一 最后一声倒计时落下 七台发动机外圈对角线的两台首先冒出白烟 底部的七台发动机先点燃外圈再点燃中间 外圈以相对两台同时启动的方式按二二二一的顺序 依次点火 发射塔楼的零喷头开始喷出水雾 冷却发动机周围的高温燃气 在水雾 溢散的氧气中发动机推力逐渐增大 火红的烈焰迫不及待的从导流槽倾泻而出 和星远一号改型不同 十倍的推力下 海滩的摄像机先看到的是火箭周围的空气因热浪扭曲 几秒后才感觉到地面和空气的强烈震动 这还是隔了几公里 中间还有片海呢 刚刚离地的几秒内 星远二号的橘红色火焰和夕阳一并 看起来就好像一大一小两个太阳 此时 根据传感器检测 火箭一级输出的总推力高达1550吨 随着燃料的减少和推力的增加 火箭上升的速度逐渐加快 发射塔楼外 黄副局长看着姿态稳定的星远二号大松一口气 此时发射场周围已经有不少云了 他们将火箭尾焰的光芒散射到地面 铺在了每个阳气的脸上 而这个时候 火箭喷出的强劲气流终于跨过水域 化作一阵强风带着海洋的水气 吹在海滩上游客们的脸上 但还没过几秒 水气的清凉就变成了温热的气浪 发射控制室里 星一级燃料的剩余量在不断减小 火箭越来越快 此时已经变成天边最亮的一颗明星 从海面到高空 火箭飞行过的地方 产生出一道由云层空隙组成的航迹 在最顶端尾焰的照耀下宛如一条天梯 CCAV的记者画面中 女记者用尽全力呐喊 可声音还是被人群的欢呼声 和星月二号发动机工作的隆隆所覆盖 最后画面只能切到地面跟踪摄像机 看着星月二号底部 七台喷射出浅蓝色火焰的发动机 在航天局的观察区 他们已经开始小幅度鼓掌了 这么重的火箭 哪怕不能回收 只要能入轨 都是个了不起的成就 基本上已经是航天局未来十年的最高追求了 一级火箭推动整体越过大气层 视角切到二级尾部的摄像机 随着一二级分离 画面中出现了大气层温和的白光 然后二级中央的真空版氢氧发动机启动 无声地喷射出激进透明的尾焰 二级火箭将把模拟载荷接触到禁地轨道后 掉头返回大气层 它的任务只是测试那台氢氧发动机 被大气层剧烈的摩擦所烧毁 是它的归宿 在二级摄像头里 一级火箭关机直挺挺的躺倒一样开始远离二级 一级将借助惯性上升到约160公里高度 然后才会调整姿态开始下降 南海 远望一号雷达测量船的接收天线微微转动 对准锁定已经处于太空的星远二号一级 它将测定的高度、速度、姿态等数据 通过未通天线发送给通讯卫星 穷州的地面基站再以此接收 反映到模拟姿态图像上去 纳入国家航天测控体系就这点好 对火箭可以全方面无四角监控 地面可以根据火箭自行发送的数据 和主动探测双向验证 海滩上的观众依然没有散去 他们都知道此次星远二号任务将要进行一级回收 在这里同样也能看到 在海滩上等待回收的观众们四处张望 发现对面的发射工位有点不对劲 准确地说是发射位的旁边 火箭不是已经发射了吗? 怎么好像还在冒烟的样子?救火!救火! 挖机赶紧去挖隔离带 消防车还要多久? 皇副局长声嘶力竭 一脸便秘的表情看着熊熊燃烧的树林 星远二号发射的尾焰太大太猛烈了 穷州发射场没有考虑到这样级别的发射 发射工位离吸收噪音的树林距离有点近 好在发射时消防队随时待命 而且为了此次任务加强了力量 对树林火灾也有预案很快就控制住了火势 控制室里的众人自然也看到了画面中冒着浓烟的树林 被这个意想不到的小插曲冲淡了些许紧张气氛 和文昌发射场挨着的星远发射场一号回收工位 顾零零的塔架也在默默等待自己的环节 空中 星远二号一集已经调整为树枝下坠的姿态 急速向地面坠落 在一万米、六千米高度 发动机两次短时间点火降低速度 然后又等到四千米时才开机 M220液仰甲烷发动机发挥稳定 只有中央的那台启动 不过对于已经只有几十吨重的舰体来说完全是富裕的 距离地面两千米 节流伐增大推力 海滩上的人群又看到了熟悉的火箭 只是这次的尾焰小了许多 央视的追踪摄像机画面里 原本表面的熊猫涂装大部分已经被烧死掉 只剩下半根还能看出绿色的竹子 45米高的一集和整枚长征二号F一样高 这样的庞大的巨物一点点下落 给人一种磅礴的压迫感 在强大的控制系统指挥下 地面只需要引导坐标 中央的一号发动机不断摆动喷口 飘向一号回收工位 回收塔架准备就绪 液压驱动的钢铁支架随时可以伸出 由于体积巨大 星月二号的一集回收程序 不是从空中瞄准落点后直接下落 而是在距离塔架一定距离的地方控制高度 在斜着慢慢靠近塔架 海滩上的观众像看奇迹一样 见到粗长的一级火箭如同倒放一般 慢慢降低速度 并且一点点靠近百米高的塔架 控制室里传感器上的数字不断跳动 火箭此时离地只有不到三十米 距离塔架只有不到二十米 只要稍稍摇摆 就会撞上去变成一堆残骸 但是星月二号足够重 底部七台发动机压低了重心 除非是风力很大的横风 否则都能靠自己修正过来 持续喷射出尾燕的一集一点点向塔架靠近 就在远处的观众以为要平行撞上的时候 回收塔架伸出两根细长的手臂 正好拖在火箭顶部两旁的八个隔山垛 发动机立刻关机 星月二号的一集被回收塔架用两根钢铁碧梁架主悬在了上面 根据塔架顶部的摄像机 火箭的舰体距离两边的碧梁都有一定空隙 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十 星月二号首发即回收成功油管直播画面前 马一龙斜着嘴巴张成扭曲的O型 海滩上二十多万观众宛如见到神迹 不可思议地愣住了竟然一时没有了声音 央视演播室里的主持人居然重复三次才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航天局的嘉宾表情呆滞都忘了看提词器上的台词 发射控制室正对直播摄像头看着前方大屏幕的邻居在万千网友面前面色平静 潇洒地取下耳机慢慢开始鼓掌 这是在未来新建筑推器的回收方式 长征九号十号的回收模式也和这差不多 都预计要离现在差不多十五年才能实现 但是星月二号首发即做到了 即使早就对系统以及系统工程师充满信心 邻居心里还是激动得一时无言 航天局VIP区和躺神情复杂 对比了下星月二号和长征六号首发回收的场面 脸皮不断抽搐 包括控制室的工作人员在内 所有人都没想到这样近乎杂技的回收方式能够成功 直到一分钟后才反应过来开始鼓掌 而且越来越热烈像潮汐一样层叠增长 在发射场对面的海滩上 在蜀川上千所校园 在无数个家庭的电视机前 都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欢呼和欣喜 即使是对航天一点也不了解的普通人 也直观感受到了星月二号背后疯狂的技术力 还在和领导电话沟通的陈军也愣住了 电话另一端也马上知道了星月二号的创举 立刻表示由陈军全权负责 将新安打造成华国最好的国产品牌 星月二号以最快的速度 最强大的技术 创造了航天史上的一个奇迹 邻居转过身看着控制室里的众人 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 发射管理局的主任直接走过来狠狠按住他的肩膀 林董市长 看来穷州发射场将成为未来的太空事业郁郁之地了 我们将以最负责的态度组织好星月的每一次发射任务 恭喜你们 现在航天局都不如星月宇航了 咳 一声咳嗽打断了他的祝贺 主任不耐烦地转过头 就见到航天局大佬沉着脸站在身后 赶忙打声招呼 拾去地走开了 大佬走到邻居面前时 脸上是鼓励地微笑 然后仿若不经意地回头望了一眼自家的属下 一顿杀气输出后才握住邻居的手 庄重说道 星月宇航动力证明了自己有充足的技术能力 而且你们也拥有准入国家航天工程的资格 以后可以积极参加航天局的对外招标 另外我知道星月的一些项目可能涉及敏感技术 如果有确凿用途且能接受一定程度管制的话 也是可以交流的 大佬的意思其实很简单 你都那么厉害了 快来和航天局站一起 以后就真的进入到国家体系里了 还有敏感技术 明显指的就是之前问过的何原料 现在看来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这对于邻居来说完全是个大惊喜 意味着即使没有系统任务 也可以借助国家的资金和力量向前推动了 按照国际惯例 通常将利欧禁地轨道运力 在30吨以下的称为中小型火箭 30到50吨的为重型火箭 100吨以上称为超重型或者巨型火箭 星月2号的成功标志着华国航天 从此进入重型时代 有能力组建大型空间站 开展大型无人探测深空的任务了 这是自阿美、路西亚、欧盟以外的第四个政治实体 也是世界上首个有此能力的私人航天公司 老马的重型猎鹰还没发射 同时再可回收 燃料和舰体大小方面 星月2号也是独领风骚创下多个记录 路西亚航天局和NACA正在垂胸顿足 想不明白星月2号的总师和副总师怎么就被他们放走 而且一回华国就展现出那么大的成就 这一定是体制问题 下一周的Times已经披露 将会以邻居作为封面 并已经递交预约申请 而在互联网上 邻居更是逆着国产厂商挨骂的大潮流 硬生生以邻厂长身份出道 老员工表示亲书的称呼 现在大家都这样叫 哈曼德王储同样为邻居表示祝贺 表示一辆他从未开过的手工定制豪华跑车 已经从阿伯庄上飞机 两天后就将落在心远的地面上 不过到这里 哈曼德王储才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邻居居然没有自己的庄园 长期以来邻居都住在公司 系统的C级基地包含宿舍 有单人、双人两种 作为boss的邻居直接独享一方小楼 极为奢侈 当然 这里的另一个用途是召集工程师们开会的地方 方便又安心 但在哈曼德看来 邻居实在是过分节俭 一定是将所有钱都投入到了科研中去 要不是邻居竭力推托他 肯定要在当地别墅区买一栋楼王送出去 邻居自然觉得毫无必要 他孤寡一人 又没有使唤庸人的习惯 公司宿舍就已经是绝佳的住所 忠心耿耿的职员保护他的安全 也没有人敢进来骚扰 随时随地能看见航天器出场 还有比这更美妙的地方吗 至于王储的跑车 由于未提前通知就起运 邻居也只好接受 就当收藏件工艺品吧 别以为手工定制几千万美刀的跑车 就是什么完美神器 实际上娇贵无比 发动机可能一千小时就要大修 结构脆弱修理麻烦 没开一个小时 就要维护一整天 真的是有钱人的玩具 说到汽车 邻居拿出了一摞设计简图 陈军从南方汽车内部 找出了很多概念设计优秀 同时还具备量产潜力的方案 一应发给了邻居 让他来选择 之所以这样要求 是邻居想到了后世新品牌常用的套路 众筹造车 也就是车厂都还没有 先画个方案出来 再造一辆样车 就让用户提前支付定金预约 厂商收了钱才有能力开始量产 最后交付整个过程 短则一年 长则两年 甚至遥遥无期创始人跑路 但偏偏就这样 还有很多人交钱 邻居也想不通为什么 不过并不妨碍他来照做 他要选出一个足够有创意 足够漂亮的方案 陈军保证造个不能开的车壳子 花不了什么时间 几天就能搞定 然后利用太空狠狠的卫星远汽车预热 然后顺势利用自己的名气 来众筹造车 不是缺那点钱 主要是现在就开始抓住用户 既给了心安研发进步的时间 又能以高高在上的态度 进入汽车市场 起步妙哉 至于怎么选也很简单 尽量朝后世的发展方向靠拢就行 邻居很快就挑出了一个 双门两排的轿跑的设计 看起来就很有流线形质感 而且概念设计也比较完备 南方汽车还希望将它们原本放弃 又重新燃起希望的2T豪华SUV样车打上去 正好对应两架HE的两次无人发射任务 邻居也答应了下来 就当是模拟配重对发射任务没有影响 而且子品牌新安的宣传部收钱 是以心远增加持股替代的 但南方汽车的新车是要另外收钱 而且价格不菲 一口价8800万 这可着实是大出血 南方汽车虽然今年盈利又上升了20%多 但加大叶大花的地方更多 这已经足够彰显他们的重视了 新远2号摇一火箭的一级 现在被放进了穷州发射场的2号总装大楼 来自新远的工程师正在对其进行评定 如果没有因为回收产生质量缺陷 实际上不用返场 在当地就能完成整备 换上新的二级就能发射 最短周期18天 对于重型火箭来说已经算很快了 而就在发射后的第7天 新远2号摇二火箭完成场内测试 运往新远市机场准备转场 新远2号摇一 摇二两枚火箭将保持一枚发射 一枚随时可用的状态交替使用 为载人飞行做验证和准备 而在三天前 乌兰哈山机场进步号被吊起 重新安装在图154的机背上 它已经先飞到新远 接受为期一周的检查 然后才会被送到穷州发射场 于6月15日进行首次无人太空飞行 至于H12号集团结号 目前还在工厂最后安装调试电器设备 作为备份机待命 京城 航天局连续开了一周的高层会议 围绕的问题是 华国的未来航天工程要做怎样的调整 新远宇航技术强大 肯定不能排除在计划之外 但怎么参与 参与多少是个问题 而且参与的话又是否靠得住 涉及到航天这种大事 谁也不敢轻易做决定 所以最后写了两份报告交到最上级 一份是给外面看得密密麻麻的八股文 一份是简略不到两千字的建议 上级倒是雷厉风行 也相信老航天的判断 直接给出意见 私人航天用不用 用 但是是技术高度和可信度而定 航天计划调不调整 调整 有加快的方式 为什么不调整 但是不许冒进 依然要严格审批 另外 航天局可以针对自身技术 在世界上所处水平 结合国内优秀民营企业 对先进航天序列发起追赶 翻译翻译 意思就是 新远宇航动力很好 能加速航天计划 至于哪些能参与哪些 不能你看着办 你们才是负责的人 还有 努力提升技术 别继续落后了 缺钱打报告 对于这个结果 航天局已经是欣喜不已 这就是一道圣旨 告诉他们 可以加经费的圣旨 调整航天计划 要不要钱 追赶世界先进 要不要钱 上级知道 但还是允许 这就意味着 今年计划外的预算 也是能批的 2015年的华国 已经开始进入 经济和科技双重 快速增长的时代 在决定推行和计划后 星远公司内部 开展了正式的登月方案 计划制定 七八个工程师和邻居 待在阴暗的小黑屋里 一起进行着头脑风暴 首先 登陆月球要准备什么 第一 你需要至少完成一次无人探月 发射一颗卫星 抵达或者飞掠月球轨道 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 第二 通信中级卫星 尤其是在需要到月备 执行任务的时候 由于背对地球 什么都发不出来 必须有还月运行的中级卫星 这个中级卫星可以提前发射 也可以后续跟登月飞船一起发射过去 第三 登陆器 返回飞船 着陆器 在过去这些是装在一起 作为登月飞船 整体被巨型火箭发射到月球轨道的 阿波罗计划 和前联盟策划的N1火箭登月 都是这样 而在内部正式提出登月计划后 星远的工程师们想得周到的多 写出了两个版本的登月草案 第一种 前提是NAP无法按时投入使用 较为保守 先用一发星远2号甲 即CBC构型的星远2号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50吨 往月球轨道送一个大型舱段 作为空间站 然后取消中间的二级火箭 在侧面挂上大型航天飞机 实施登月 制造H2型大型航天飞机 长度约74米 自重85吨 最大起飞重量132吨 搭载三台A100和热发动机 12吨甲烷 可搭载成员5人 服务舱和成员舱加起来 共70立方米空间 同时也建造甲烷机的常规版 除了不能远行外 其他指标差不多 专用于禁地轨道任务 H2可以 先用一次无人任务 用货舱送过去35吨载荷 包括月球车 居住舱 核电站 第二次载人任务送过去5名航天员 H2与空间站对接后 其中4人用30吨重的着陆器登月 完成任务后 乘坐上升器 返回月球轨道 将上升器与空间站对接等待重复使用 然后5名成员坐着航天飞机 回到地球 完美 与星远的首字母X 原子动力的 嗯 数字是自重90吨左右 自己就从地面起飞到太空 然后在地球轨道的空间站 加住燃料 飞往月球 着陆 起飞回地球轨道 空间站加住燃料 着陆到地表 XN90同样可以带5名航天员 将返回舱 轨道舱 着陆器 上升器 融为一体 着陆和起飞 就像星球大战电影里一样 喷着火焰就飞向宇宙 科幻程度MAX 不过 虽然两个计划区别很大 但都可以用得上还月空间站 以及先发射过去无人建设的月面基地 郭深规划了星远 现在就能做的前期准备 先发射两颗卫星到月球轨道 一颗探测月球背面可能存在水的地方 一颗作为通信卫星保持不间断联系 找到水源后 就先用星远2号或者星远3号去建设基地 发电站 居住舱 飞船着陆场 以及能合成甲烷的燃料站 然后是还月空间站 提供居住场所和载轨燃料加注 月面的燃料站 可以通过无人的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 燃料上升器 没事就运点甲烷上来 以及建设禁地空间站 可以和天宫空间站一起 也可以独立运行 不管是H2还是XN90 都用得上这些设施 以上任务都需要发射5-6次星远2号甲 或者星远3号这样的巨型火箭 加上空间站等 前期投资准备80亿元 内部计价不公开 而H2或者XN90的造价 将在20-40亿元一艘 非常昂贵 NAPE和A100核推进计划 耗资约在300亿以下 整个登月计划的预算 初步定位400亿元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没有 关于禁地空间站 安德罗夫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前进大型离星式空间站 回转半径60米 以每分钟二圈旋转 可产生零 28G重力 空间站有两个纵向的14米直径核心舱 和中间的节点舱 作为旋转中央 向外辐射出6个辅条舱 连接外圈的舱室 外圈上有12个舱室 是边长11 8米的长方体 其中6个与辅条舱相连 彼此之间通过环形管道连接 轴线两个大型舱段和一个节点舱 重量共220吨 6个连接通道直径5米 每个长度43米 重量30吨 离星舱每个长度44米 重量90吨 连接的环境管道 每个重5吨 组装质量220加30 乘以6加90 乘以12加5乘以12 等于1540吨 而后续在添加燃料或者物资后 可以超过1800吨 12个离星舱中 6个式成员舱 一起提供2400平方米空间 6个电力 燃料 储备的服务舱 整体可供成员的活动空间 高达32000立方米 在轴线上还有4个大型对接口 可以停靠XN90飞船 或者H2 H1航天飞机 但必须有两架在对称面 以供转动的平衡 这将是人类第一个离星式 低重力空间站 停靠两架H2或者XN90 就能突破2000吨 更重要的是 0 28具重力 加上不断的锻炼 已经足以保证 宇航员在太空中 两年不发生严重的身体技能衰退 而两年 应用核火箭发动机 已经能在太阳系内 完成任意行星的探测了 到时候 在前进号空间站 就能依靠在轴线上 增加不超过500吨的质量 增加包含和发动机 和燃料的推进舱 当然了 前进号的整体预算也比较高 14个大型舱段 一共需要发射14次星远3号巨型火箭 12个弧形管道连接舱段 需要6次H2运送 6个服条舱 需要331组 由2发星远3号发射 光是各部分 就要发射一共16次星远3号巨型火箭 需要发射6次星远2号甲巨型火箭 运送H2 火箭发射费用就是878亿元 至于舱段 6个服务舱 每个需要5亿 6个生活舱每个零 8亿 两个核心舱每个零 8亿 6个服条舱每个零 3亿 4亿 两架H2交替直行 连研发费用造价40亿 6次飞行任务成本单次1亿 所以 前进号空间站的总造价就是87 8加39 4加40加6 已经来到了137亿 但这都是理想状态 算上其他支出 耗资约160亿元左右 其实 安德罗夫对前进空间站 还有过更进一步的设想 就是让离星部分转 而中轴舱段不转 需要做两个大型滑环 这个滑环 必须同时保证强度 气密性 低阻力 信号核电力 结构带来的问题相当复杂 气密性就不说了 单说阻力问题 离星部分可是1000吨的质量 哪怕摩擦系数很低 也会给中轴舱段 带来巨大的偏转扭矩 想要解决很是麻烦 轴承都不行 安德罗夫设想的是磁悬浮 滑环的内环和外环之间 抽高度真空 然后利用磁力悬浮起来 几乎没有阻力 但气密性又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连接键 可能要承受加速的强度等等 最后干脆放弃了这个设想 以后再说 现阶段就先用着吧 转起来对接的问题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 那就是别转了 对接的时候停转 再以二转 分钟的速度自转的前进号空间站末端 最大速度也不过13米每秒 减速起来并不需要很久 就是需要生活舱的航天员好好收拾收拾 免得失众把生活舱搞得一团糟 反正是验证式的产物 这点缺点能忍受 就算是一个月停转一次都可以接受 而将登月计划的禁地空间站 改成前进号 预算就不是400亿而是500亿 现在星远账上还有多少钱呢 在发射场 B级基地建设 火箭制造和人员开支以外 公司能动用的资金还剩差不多140亿 别忘了 和推进小组前期就要80亿 计划总支出300亿 等阿伯支付的尾款到账还有差不多50亿 所以和推进小组还有110亿的缺口 总的来说 星远宇航动力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 筹集至少390亿资金 邻居 阿伯你过来一下 9月10日 航天员训练中心 航天英雄邓蕾正在食堂跟航天大队一起吃饭 突然接到电话 喂 李阿姨啊 介绍了个女孩给我认识 周几啊 下周四啊 下周四我没空 周三也不行 诶 对 我17号还有个飞行任务 送五个航天员去国际空间站 就是一个阿美佬 两个欧洲的 一个路西亚和一个哈萨克的19号见面行步 嗯 好好 谢谢李莎 挂断电话 邓蕾看到周围的队员们都是黑着脸 想上来揍他的表情 连忙低下头加快吃饭速度 坐在他对面二代李胜 长叹一口气 哎呀 邓大航天英雄真是辛苦啊 这非一次天说的跟跑出租一样 还有些不情愿 他话一出 立刻就有很多人带着酸味复合 就是啊 三个月三次上太空 我坐飞机都没这么擒过 邓蕾你这么高强度飞行 身体扛不住吧 要不让我来 我飞HE模拟机十次九十分 就当是我帮你 不要临场场的飞行惊天 就你这成见 我模拟机飞行小时五百说什么了吗 不如请我去 我飞过歼82 超音速飞行经验多得很 嗯 作为商业航天员 邓蕾每飞一次 都有二十万元的飞行津贴 独立于工资之外 不过邓蕾忙碌的时间不会太长 其余招聘的四名专业飞行员 十一月左右应该就能驾机上天 而且传闻邻居 会在B级基地人手充足以后 调配工程师去兼职航天员 但即使知道这样 航天员大队还是十分羡慕 因为天工一期工程 就准备在春节前 送上去六名航天员 肯定是要学习HE驾驶的 现在航天员大队新增了个科目 非HE模拟机 120个飞行小时后 才有选拔HE指令长的资格 实际上 这个数字可能是300甚至更高 而且大队内部还有传言 李队长可能会再执行一次飞行任务 这个传言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但是最近李队长的训练时间明显增加了 搞得大家将信将疑 9月13日 礼拜日 阿博航天局高层成员 大使馆全部成员 来华授训阿博航天员 哈曼德王储 以及阿博的一些名流 聚集在星远原来的C级基地 在忙碌自己的载人任务 制造团结号 进步号的同时 星远生产了不少的备件 7月21日在人发射成功后 C级基地也没有停工 用一部分备件和新生产的一些零件 新造了一架HE客运版 也就是理论上属于阿博的自卖家号 工厂特意选在礼拜日下线 提前得到消息的阿博各界人士 都赶来了这里 共同出席下线仪式 同时 阿博国内的电视台 也第一时间飞了过来 以最隆重的布置准备拍摄 上午10点 封闭的总装机库前方 阿博国内的乐团开始奏乐 机库的滑门向两边移动 缓缓露出里面正中央披红挂彩 机头上搭着大红花绸布的自卖家号 虽然HE的样貌早就活跃在媒体上广为人知 但当阿博人看见 充满中式喜气的自卖家号露出真面目时 还是如初次见到一样震动 领导航天局的亲王 陶醉于自卖家号的闲窗 赞美真主 看看那蓝色的闲窗 简直就像是一颗颗宝石 他看了一眼 站在旁边露出职业微笑的邻居 表情疑速 在后者的一头雾水中 取下右手指上 那枚镶嵌着鞍纯但大小蓝宝石的戒指 不由分说地塞进邻居的手里 邻 你永远是阿博的朋友 华国人总是最友好的 只有你们是真心实意的 只想赚钱 只能勉强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 两边的欢迎人群突然再度爆发欢呼 原来是哈曼德王储坐在牵引车里 将自卖家号缓缓从机库中拖出 两边早有准备的人们开始向道路中间 撒出大量花瓣 狂热地迎接自卖家号的出场 接着在外面的红毯上 邻居和哈曼德王储共同为自卖家号剪彩 然后邻居将一把放在透明礼盒中的钥匙 移交给哈曼德王储 象征着所有权的移交 这之后 自卖家号就正是属于阿博航天局了 然后航天飞机舱门打开 每次可以让两个人在引导下参观一圈 作为制造商 邻居首先带哈曼德王储和亲王进入 一进舱内 哈曼德王储就看到了 机舱内部有相当多的金色部分 一看就是特别设计过 使内部看起来豪华又高贵 忍不住问道 这些金色的是黄金吗 为什么团结号和进步号没有 是中文 在华国经过几个月培训后 人上人上人哈曼德已经能用中文流畅对话了 邻居和哈曼德几个月里接触也不少 一下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 阿博人非常喜欢用黄金作为装饰 但由于自己的爆发户身份 其实一直隐隐被看不起 被觉得用大面积黄金装饰很土 哈曼德在西方留学 相比国内其他人感受更深刻 虽然喜欢却也有些害怕被说土 邻居对此则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每一批次的航天飞机我们都会有改进 金箔可以防止宇宙射线 我们加装这些金箔只是为了增强抗辐射能力而已 这个回答让亲王和哈曼德王子都满意的点头 不停地在自卖家号里都摸摸吸摸摸 哈曼德还做到驾驶时拍照发推 对亲王和邻居说道 再过不久 我就能驾驶自卖家号上天了吧 邻居 微笑 亲王 意味深长 老国王 不 你不想 在随后的参观中 其他阿博人甚至朝着自卖家号礼拜 据说阿博还请了好几位神棍 正在沐浴斋戒 不日还要来为自卖家号洒圣水开光 自卖家号的交付产生的影响力超乎邻居的想象 消息传回阿博三天后 就有无数真主信徒向阿博航天局捐款 总额超过了40多亿美元老国王阿勒特也是猛 直接宣布将天到100亿美元 花给阿博航天局 要将阿博的航天计划再次扩张加大投入 送整个中亚世界的兄弟国家航天员上天 100亿美元 哇 真是难以想象 到底是怎样的强大力量才能造出这样的空间站 在B级基地的小黑屋里 哈曼德王储和斯维坦亲王最先看到了前进号空间站的一 二十巨大模型 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站的正中央 空间站模型用细绳吊挂在空中 在黑暗的布景和模拟的惨白灯光下 仿佛就已经置身于宇宙中一样 房间里也摆放了地球 月球 火星的模型 小半个太阳系都在这里 模型轴线舱室的上面是一个等比例的宇航员玩偶 衬托出了前进号空间站的伟案 斯维坦 零 这就是你们未来将要建造的空间站 灵具 是的 而且它将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完成 并且承担载人登月的禁地轨道中继任务 还有一个小一些月球轨道用 载人登月 斯维坦亲王和哈曼德同时叫出声 接着 安德罗夫从黑暗中手持H2航天飞机的模型走出 先是放在地板上的地球一上 模拟发射对接补充燃料奔月着陆返回的路线 安德罗夫已经任命为了探月任务的总师 他绘声绘色地向两人描述了登月的全过程 加上精致模型的演示 对两人堪称绝杀 阿伯宣布 在投100亿美元进入航天 吸引了全世界的航天机构和私人公司 都在热切地上门推销 所以当邻居提出邀请 还在华访问的斯维坦亲王过来一续时 对方就知道了星远的意思 顺便把哈曼德王储也带了过来 由于研发和制造上的巨大优势 星远曾经和他们开出了相当优惠的报价 阿伯对此还是有数的 已经被阿伯人视为中亚世界的伙伴 也希望能有更多合作 邻居当然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等安德罗夫演示完之后就倾咳一声 王储 亲王殿下 你们应该已经了解到 华国航天发生了重大改革 也就是航发尾的存在 斯维坦点点头 我知道 星远在航天方面的话语权 和潜在市场大大增加了 航天局有很多任务 你们都可以承接 恭喜你们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然而令斯维坦意外的是 等他说完后 邻居非但没露出笑容 走上去你好像并不是很开心 邻居摆摆手不想说话 安德罗夫走上前 愁眉苦脸的说道 表面上看 我们是和航天局平起平坐 还可以参与重点的航天工程 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 航发尾其实是对我们更加严厉的约束 逼迫我们廉价出售技术 可以仅仅略高于成本的价格 帮助他们发射航天器 航天局将困难的项目全部抛给我们 却只以人民币计价支付 每一笔生意其实都是在亏本 就比如我们想要执行登月任务 航天局今年的预算才不到20亿美元 分给我们的能有多少呢 然而又是空间站又是载人任务 其实星远现在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 今年全靠你们支付的一点尾款 维持工厂运转 你看我们的基地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填满 怎么能够这样 哈曼格王储听不下去了 仗义的拍着胸脯 我个人出资10亿美元 包下你们宣传的空间站 旅游10天好不好 林 我们是朋友 我应该支持你 不能这样啊 王储殿下 我应该送你一次发射 我做主 自卖家号首次发射 星远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你们在星远弱小的时候 已经支持过一次 不能再这样了 邻居痛心疾首 一副你再说 我们就绝交的模样 硬是让王储不好意思接受了下来 心里感觉更加愧疚 那么 阿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吗 如果是资金问题 皇家银行可以马上给星远 提供50亿美元贷款 暗中观察的斯维坦亲王说话了 毕竟人老成精 对邻居的话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不过依然表达了善意 安德罗夫适时走上前 将H2的模型 放在亲王的面前 亲王殿下 我们不能用友情取换取金钱 虽然星远确实需要帮助 但等价置换 才是我们的原则 说着 他在把宇航员小人的模型 放在H2航天飞机上面 距离阿美登月 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世界上只有阿美人登上过月球 而我们正在努力 使更多人的足迹 也踏上月球表面 斯维坦和哈曼德 都捕捉到了关键词更多人 顿时心中一颤 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看向安德罗夫的眼神 也小心了许多 您是说 第一次登月行动的名额 我们可以为好朋友争取一个 而且 就连踏上月球表面的顺序 都可以讨论 除了第一个不行 其他都好商量 好商量 怎么商量 当然是用钱商量 哈曼德 那阿伯能插上自己的旗帜吗 国际合作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规格必须是 是同样高度同样地点 只要你们出钱 好了 邻居打断了安德罗夫 看上去很自责 两位殿下实在抱歉 你们还是请回吧 我不能这样做 你们已经在心远最困难的时候 提供了帮助 我不能昧着良心拿朋友的钱 这是对我人格最大的侮辱 邻居说着 就要走出大门 然后被哈曼德和斯维坦同时抓住 转过身 看到的是 斯维坦诚之中 带着恳求的眼神 林先生 阿伯也有自己的太空梦想 可是我们只有钱 就请您为了真主的子民委屈一下吧 这 这真是 安德罗夫看着上演苦情戏的三人 悄悄借着模拟恒星的灯光 看了一眼用笔写在手腕上 用袖子隐藏起来的价格表 一个登月名额 100亿美元 第二个卖出着陆器 10亿美元 与第一个人同时卖出着陆器 30亿美元 从木卡拉发射厂 用自卖家号 将本国的登月宇航员送入禁地空间站 再进入H2 返回时也用自己的航天飞机 调度和对接费用 20亿美元 第一次登月后 一个登月名额5亿美元 25亿美元购买一个月表专属居住舱 再用三分无奈 三分感激 三分犹豫 一分犹豫的表情将哈曼德和斯维坦送出门后 邻居和安德罗夫对视一眼 身体不断颤抖 泄露出恐怖的笑声 登月 第二人自卖家号禁地接送 一共130亿美元 资金缺口解决进度200 还有些项目阿伯现在还不太敢买 但登月成功后 安德罗夫还不幸抠不出钱来 从阿伯木卡拉起飞自卖家号 对接去登陆月球 然后返回的时候也从禁地轨道搭自卖家号 这就是斯维坦和哈曼德保证老国王会百分百赞同的方案 因为这实在是太仗阿伯面子了 即使花去798亿人民币 依然被认为完全值得 当安德罗夫说出一个人的价格时 为了给自己留下余地 只竖起了一根手指吐出了113个字 他很想含美元 可是怕这个价把人吓走干脆略去货币 没想到哈曼德当即就眼睛一亮 100亿美元 首次登月只要100亿美元 邻居几乎被狗大户的石油淹没到窒息 呼吸都不顺畅了 就是不知道航天局怎么想 管他呢 前到手再说 9月17日 坐得满满当当的团结号 述在已经是第四次重复使用的星远2号上面 等待升空 第三次上太空的邓磊显得游刃有余 一边轻松地检查电器设备 还有经历 不时跟五个成员开玩笑 来自不同五个国家的航天员坐在成员舱里 享受地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 同时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太空飞行 12点 国际空间站已经越过了哈萨克 星远2号点火 执行团结号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 下午13点55分 经过一圈多的追赶 团结号成功追上国际空间站 小心地与和谐号节点舱对接 改造后的基顶舱门打开 五名国际空间站航天员在接应下一次离开 然后四名返回者爬进来 在邓磊的帮助下系好安全带 这个过程中 邓磊应ISS航天员的热情邀请 短暂地进入了和谐号节点舱 拍摄了一堆照片 作为华国人造访ISS的证据 当一个多小时后 邓磊准备脱离返回大气时 ISS航天员在对接舱关闭前 拍摄了最后一张邓磊漫不经心调整路线的照片 看上去就好像是你叫的滴滴打车 司机确认路线一样 这些照片和邓磊几乎是同时返回地球 这次邓磊落地连面都不吃了 一丝一丝就快速离开去见没人 就好像刚刚下班匆匆离去的职员一样 其余四个ISS航天员则各自坐着飞机走了 他们又不是华国航天员曝光度也不高 一切显得是那么平常 但是对于航天局来说 邻居又双弱卓搞事情了 阿伯往华国的境外汇款管理账户打入了65亿美元 声称是为他们为合作登月项目费用支付的定金 航天局 外交部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当天星远和阿伯航天局低调地签署了协议 连金额都没有公开 只说阿伯将会与星远宇航动力联合进行月球开发工作 问星远回答是商业机密 无可奉告 月球开发 什么月球开发定金就要65亿美元 你是要去月球挖海三吗 航天局的大佬满脑子问号 但是又问不出结果 直觉告诉他们肯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赶忙动用特殊渠道获取到了一些内幕 然后就都骂了 2020年之前登月还有月球科考站 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 可你只是一家私人航天公司阿伟 要不要这么激进 还都开始卖票了 但关乎如此大的是 上级非常的重视 直接把航天局叫过去问 星远宇航动力要登月 有没有可能 是吹牛还是真的 航天局和工程院的专家 到场对星远宇航动力的实力进行分析 一一列举 然后发现好像真的可以 既然能造小型航天飞机 那登月的飞船自然就没问题 着陆和上升器也问题不大 最重要的是能登月的巨型火箭 他们估计星远大概有半年生产两枚星远二号的能力 扩张后这个数字可能是四枚 星远二号可以清风利用 CBC构型生产星远二号甲 禁地轨道运力135吨 登月轻轻松松也就是说 三枚星级的星远一号甲 三年可以至少生产四枚 即使是一次性使用也足够了 一次火箭试射 一次登陆飞船太空测试 一次有人绕月飞行 一次登月 如果加上大型航天飞机试飞和准备的时间 会再多几次发射任务 但不会太久 更何况星远二号甲是可服用的 按照他们的推测 算上相关着陆器以及配套设施研发部署时间 如果星远宇航动力铁了心 真要去登月 差不多要用掉200亿资金 耗时三年多左右 200亿听起来很多 但是换算成美元也就32亿 而阿伯已经送来了65亿美元定金 显然资金上几乎是没问题的 一众专家当着上级的面推出这个结果后 整个场面一下就僵住了 按照华国的时间表 大概是在2025年到2030年完成载人登月 用来登月的火箭别说研制 甚至连设计都没有呢 上级万年不变的表情开始如冰山一般凝固 过了好半天才带着一丝丝侥幸问道 登月是个很耗费资金的事情 为什么一家私人公司如此热衷于太空探索 他们真的回去吗 哪个空间X公司为什么没有 大佬 这一点我或许有一点猜测 邻居很年轻 所以带有年轻人的锐气 现在又获得了一大笔资金 又有实力 肯定会去的 或许在这个时候的他看来 登月比多赚钱更重要 况且 他对我们的国家项目也很支持 乘接任务的费用都很优惠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不会把计划往后推一些 除非是技术原因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才传来上级的声音 锐气 锐气 我们是不是也韬光养晦了太久 其实忘记了 我们就是靠着一股锐气 在猎强的包围中横冲直撞 杀出一片安宁的天空呢 蛇院士 航天局 能想办法在三年内登月吗 只要求把人送到月球表面的话 在座的专家听懂了这句话的潜在意思 以前政府对登月的看法是 有钱有实力了 自然就做了 要做也不要弄面子工程 一次整个又大又好的科研站 而现在上级的思路明显有了些许改变 或许争一争这个面子也很有必要 而且 最耗时面子 李子全都要 这可不能依靠私人航天了 要是靠私人企业才能载人登月 航天局干脆解散算球 这不单是上级的想法 更是直截了当地被说了出来 让在座的专家们一时低下了头 新元宇航动力公司创办时间不长 但是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少 就算是规模 在国内也是不折不扣的大企业了 今年的载人计划 他们的火箭只用了不到一年 但是长征5号从立项到成功用了多久 当然确实 他们通过商业手段获得的资金要充足得多 但是 如果我们也给予同样的资金支持 以航天局和整个国家的力量 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 就在8月的救援任务里 他们表现出的技术实力 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航天局 上级说话不算客气 先是可回收火箭 然后是重型火箭 航天飞机等等 哪一个都是航天局需要花费大力气 才能完成的项目 星远一年里接二连三的成功 而且还是以民营企业的身份 导致上级甚至对航天局 都要有些不信任 以及开始怀疑航天局的发展路线是不是错了 所以才成立了航发委 太空竞赛哈拉少 一众专家也是老人精 明白这是真的一场硬仗 不得不打了 但是现在规划三年时间实现登月 麻烦可不少呢 蛇院士沉没了很久 然后抓住笔缓缓开口 最大的问题是火箭 其他的专家们被他一开头 也就分析了起来 没错 我们有载人飞船研制经验 还发射了嫦娥三号探月 前期的技术积累怎么也比阿美当年强多了 技术上不是障碍 着陆器得到先期方案都有好几个 月表软着陆并不是毫无准备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至少55吨 这是不可妥协的硬指标 我们的航天员做的可不是洗衣机 长征五号的基础上改 没有必要 毫无改进潜力的保守构型 这样的讨论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其实这些内容早就被想过千百次 从阿美开启太空竞赛的时候 华国也同步开展了自己的航天工程曙光计划 前老还设计了用于载人登月的巨型火箭长征10号 后来 92年航天工程重启的时候 每出现一款新火箭 航天局的专家都会琢磨 怎么利用现有的技术登月 包括地月转移轨道运力 只有8吨的长征五号 设计的时候 设计者都在想怎么让他去登月 可以一个一个分开发射 5到6次发射进行组装 然后再发射载人飞船上去奔月 但这种拼凑是登月欧不说 主要还是风险大 成本高 意义小 除了能登月外什么用都没有 而且由于需要多次对接 风险和难度都很高 除非是登不上月球外星人 就来侵略地球了 所以这个方案最好还是排除 那么无论怎么讨论 都绕不过去巨型火箭了 星远2号都不行 得是星远2号甲 或者星远3号这个级别的巨型火箭 但是想一想 长征5号开发的磕磕绊绊 从09年力向到现在都没首飞 相反土星5号也才不过用了7年时间 当然阿美那个时候是举国体制 不可一概而论 但差距那么大 还是让人看着难受 上集多多少少也明白 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难道以我们多出的半个世纪时间 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实力 不能憋出一枚重型火箭吗 蛇院士握扣住双手 抵着头思考了十几秒后抬头 征求什么一样看向猎袭的专家 长征9号是来不及了 10米级箭体开发需要太久时间 我们必须尽量多的利用现有技术 只能采用5米直径箭体 长征5号火箭虽然还没有首飞 但5米直径的箭体早就通过了验收 这是合格可用的 10米级还是一片空白 时间太久 箭体解决了 那就是发动机 这才是关键 所有人看向了六院的专家 后方沉思片刻 这 我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并联多个YF100 还有就是YF130 并联两个燃烧室与YF100同源 这个设计 除了推力一无是处 你们也知道 也不能复用 所以也一直没下决心 要是现在确定下来 一年 9个月吧 先期必须有10亿预算 我们努力用7个月的时间造出样机 尽量再用1-2个月内 让它质量稳定下来 嗯 大推力火箭发动机也有了 那最后就是够行 航天医院的院士科学家云红军 拿出一张白纸 边写边画 5米直径 那就只能多捆绑鞋助推器了 助推器也必须用5米的 绑4根助推器 每个助推器两台YF130 星级的话也使用两台 10台YF130 按照今年交流会的数据海平面推力 那就是4890吨推力 舰体重量3600吨 近地轨道运力120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 要看二级发动机 4台YF77吧 总推力270吨 往月球送45吨再合 应该没问题的 YF100并联方案不考虑 太多了 少说也要30台 会出事 上集看了看白纸上的简笔画 和数据概要 皱了皱眉 45吨 离55吨 还差接近20 那就再来两个助推器 说话的是舌院士 他也是被星约宇航动力 或者邻居逼到有些崩溃了 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在周围画了 六个差不多大小的圆圈 六枚助推器 14台YF130 推力6486吨 起飞质量4930吨 近地轨道运力150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55吨 够了 绝对够了 其他人想象了一下 星级5米的火箭 混绑6个5米直径 助推器的场景 顿时打了个寒劲 不行 六枚助推器的阵战太大了 舰体之间的间隙 恐怕只有30厘米 容错率太小了 而且整整14台发动机 28个喷口 不行 绝对不行 分两次吧 六个助推器 确实风险太大 两次 能送90吨过去 不仅能登月 月面科研站也能凑齐了 向左调整一点 45吨载人登月够了 其他的下一发火箭解决 或者是在轨对接也行 现在不是50年前了 月轨对接的风险可以接受 医院的云红军再次发言 这一次赞同他的人很多 都在点头 蛇院士也想了想 那我没意见 我们 姑且叫他长征10号吧 一发验证 一发带载人飞船验证 一发载人绕月 一发载人登月 一发送科研站 一共5枚火箭 完成初期登月计划 我们把着陆器的一部分质量 转移到科研站那里 或者是在载人绕月时扔下去一部分 那就没问题了 三年多 25个5米直径舰体 敢一敢 肯定能做得到 上集看了看其他人 似乎再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于是身体前倾又严肃的问了一遍 那么 这个 长征10号 倒也配得上名字 告诉我 你们要用多久 一群专家交头接二 过了一会儿后舌院士总结 一级舰体马上就能够制造 YF130在10个月内交付 二 三级用的 YF77 YF75 都是现成的 让金箍火箭制造基地加加班 明年的8月 首发长征10号 可以在这之前首飞 每一发制造和检验 需要间隔8个月 不过到后面金箍火箭基地的产能上来 应该会快些 预计在2018年8月 实施载人登月任务 最晚不超过2019年3月 如果出现意外 有一枚火箭没有成功 那我们就把发射月表基地的那一发 火箭省下来 先进行载人登月 最早最早是2018年的3月 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舌院士说完 又想了一会儿 每一枚火箭造价约15亿人民币 研发费用至少40亿 载人用的新一代飞船 着陆器等开发至少也要50亿 算上备件和验证 我申请为载人登月工程审批200亿元预算 今年至少批复40亿 而且要对火箭制造基地和发动机制造基地 进行大规模扩张 额外投入怎么也要20到30亿 舌院士说着自己都有些害怕 航天局从来没有在单个项目中取得如此多的预算 连说起来声音都会颤抖 不过 这也是必然的 刚刚他们所有的讨论 全部建立在超额预算支持的基础上 否则时间至少要延长一倍 但他其实清楚 这还远未到华国航天的潜力上限 要是真的让世界第一工业国全力以赴 长征10号三个月录一发都行 只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要求你们 在2018年8月之前将华国人送上月球 我命令 长征10号即刻立向这份意见 我会在最高会议上提交 但我要你们保证 航天局要在私人航天之前 把第一个华国人送上月球 上级着重在第一个上面加强语气 因为这个第一 才是长征10号存在的意义 否则根本就没有必要 邻居万万不会想到 而是因为星远宇航动力 从曙光计划开始 1972年到2015年 总共43年时间 关于登月有太多的争论 太多的思考 一直迟迟没有定下来 然而 在连续几天的专家组会议后 当上级确信 邻居不是在吹牛 是真的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 也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应对 就算是被阿美 欧洲超过了都没什么 但这可只是一家私人企业 航天局根据星远B级和C级基地的产能估算 星远公司最早能在2018年的5月左右实现登月 所以上级几经考虑后 要求将航天局载人登月的时间 也提前到2018年5月之前 航天局答应了 因为在讨论的载人登月工程的过程中 上级决定对这个项目注入300亿 而不是200亿资金 31个月 50亿美元 这是航天局有史以来 单个项目最大的经费数额 但任务也颇为棘手 长征10号可是起飞推力4890吨 重量3600吨的怪物 七枚长征2号F都没有它重 是长征5号的四倍重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研制 也将进入尾声 登陆器 航天服都是小问题 简单的论证会过后 上级立刻召开了常务会议 对载人登月进行讨论 最开始 常务会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 包括经济性 安全性 必要性等多个方面 但上级只用一句话 就压倒了所有意见 星远公司有能力在2018年 实现载人登月 而且 他们得到了充足的资金 正在实施中 如果让邻居率先登月成功 那造成的冲击 他们无法想象 所有的因素 都在这一条下被撇开 并且同意提前开展月球计划 但是 抢在星远前登月 是不可妥协的前提条件 2015年9月21日 距离1992年9月21日 过去了整整23年 那一年 华国载人航天工程批准实施 23年后的同一天 航天发展委员会召开发布会 提前通知媒体 然后航天局发言人站起身 面无表情的宣读稿子 今天的发布会主题是 关于我国立即实施载人登月工程 以及配套火箭和航天器计划的重要说明 基于我国国立以及伟大复兴的使命要求 从国内航天产业发展现状出发 政府通过了立即开展载人探月工程 和月球表面科研站建设的计划 代号2921工程 总月球项目计划名称曙光计划 由航天发展委员会论证后 使用正在研制的长征10号巨型运载火箭实施 台下 各国记者听完后都愣了一下 然后立刻沸腾起来 坐在第一排 没提前收到任何消息的星远公司常驻联络人 发言人看着一片嘈杂的记者团体 示意安静 然后第一个就直接抽CCAV的记者起来 您好 请问我国为什么突然要实施载人登月工程呢 按照以前的时间表 原定的时间应改在10年以后 发言人 你说的已经是世纪之交的时候了 由于我国经济科技快速发展 基于实际情况做出了实施登月计划的判断 这完全是合理 慎重的 下一位 ABC的记者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还是个金发女人 她的脸上是夸张的表情 发言人先生 NACA的阿尔特密斯计划也是要在五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 华国是要重启太空竞赛将世界拉入冷战吗 发言人 我们无意与任何人竞争 载人登月计划没有遭到任何政治因素干扰 完全是处于科学探索目的 冷战早就已经不复存在 下一位 岛国记者 那么 请问发言人先生 贵国航天局的登月计划将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呢 有具体计划可以参考吗 发言人低头看了看稿子 快速和旁边对了一下眼神 然后坚定地说道 根据计划时间表 我国将会在2019年之前 将不少于两名航天员送上月球表面并安全返回 记者 星远联络员 后者的震惊一点都不比记者少 因为这么大的事居然未经航发为讨论 直接就立项了 而且这还不叫太空竞赛 NACA说2020 航天局 CASA你就说2019 不光是联络员 记者们也同样是如此想的 一时间激情踊跃 不停地举手发问 NACA 大门外一个年轻人高举着手机 一路欢呼着狂奔过来 警卫看清是NACA局长克莱尔的助理后才没有阻拦 这个不知道是中了百万大奖 还是取了卡戴山的助理发疯一样又唱又跳 把原本有序的NACA内部搞得吵吵闹闹闹 并且一路进入了克莱尔的办公室 此时 克莱尔正在和ISS负责人蒙塔尔商议 如何用马一龙的龙飞船进行载人任务 然后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 顿时心情就有些不好 随后他的门被光了一下 被人用肩膀撞开 被吓了一跳的克莱尔 这才发现自己的助理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一扇不整 手忙脚乱的拿着手机进来局长先生 局长先生 您快看看 看看啊 看你是怎么科嗨了 然后把幻觉带进NACA吗 这里是航天局不是家庭派对 皮尔 我 克莱尔还没发完火 就被皮尔一句话打断 华国宣布他们要登月了 2019年登月 一提到登月 克莱尔原本生气的大脑仿佛被按到了什么开关 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变化 夺过了助理的手机 上面是BBC记者刚发回报社的视频 主编为处理就先发给了NACA 画面中的发言人正在侃侃而谈 2921工程旨在将我国航天事业更进一步 同时也是对23年来航天发展的一次考验 航天发展委员会将会统领各方 以航天局为主要力量 在2019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 克莱尔看完 滑过去又重新看了一遍 还是难以置信 那些保守的家伙怎么会突然这么激进 月球上是有外星飞船吗 还是今天是愚人节 这时候同样震惊的蒙塔尔熟练地打开华国政务网站 然后满脸不可思议地将手机递了过去 一份官方文件出现在首页 翻译后正式载人登月 红头文件正式下发 绝无作假 克莱尔愣了好一会儿 愤怒和不解渐渐收敛 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从心底涌上来 办公室外的职员突然听到局里沉寂了一会儿后 突然传出更加声嘶力竭的狂笑 伴随的还有桌椅倒地和踹门的声音 纷纷探出头查看 然后NACA职员们就看到惊人一幕 克莱尔局长浑身发抖 一边高呼赞美上帝赞美华国人 同时蹦得老高 还撕开自己的衬衫挥舞破步 最后干脆一个华柜冲倒了正在拖地的黑人大妈 与后者宽如轮胎的臀部狠狠撞在一起 最后好不容易发泄完情绪的克莱尔放声大喊 重返月球 我们要重返月球了 我国航天发展委员会发言人在今正式宣布 启动对月球的载人登陆探索计划 以及相关月球科考站建设计划 登陆月球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梦想 几千年前就有嫦娥飞天的故事 在世人苏氏的水雕歌头中 也有唱响月球颈妇的诗句 我国航天人一直以来都秉持安全 可靠的航天思想 从921工程启动 为我国向太空送入了10名航天员 达成了多项成就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此 航发委经过决议后 决定开展我国自己的月球探索计划 据悉将采用完全自主设计的 长征10号新一代巨型运载火箭 完成登月 据悉 长征10号火箭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已经预想过 是我国航天领路人前学森院士设计的 用来执行载人登月的超级火箭 今天 我国登月以及后续的月球计划 将继续使用曙光这一代名词 并且为新研制的登月火箭 赋予长征10号的名称 以此 今年前老对华国航天的殷切期盼 已经弥补过去的遗憾 航天局对此表示 要发扬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不为困难的创新精神 坚决完成 曙光计划公布后一小时 百度热搜置顶 微博热搜置顶 在网络上就细卷起巨大的舆论 而等晚上的中央新闻播出 更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华国人要登陆月球了 这个消息的震撼性 一点都不亚于第一人飞上太空 火锅店里 哪里都能听到人们在谈论登月的事宜 要知道 按照以前的计划 航天局在2025年左右 才应该完成最后一次无人探月 然后在2030年左右进行载人登月 现在足足提前了10年 尤其是航天局大佬和重要领导讲话 都表现出了对登月的重视性 在航天爱好者的论坛里 随着长征10号的公布 一大群网友聚集在一起 讨论航天局的登月方案 同时也不断有阴谋论者认为 第二次太空竞赛已经开启 一篇标题冷战重启 华国提前一年与NACA抢夺重返月球第一人 的文章被到处转载 这本是一篇普通的自媒体编撰小文 结果狗屎运碰上热度 许多人信以为真 更离谱的是 当晚突然开始 有人呼吁为航天局登月捐款 几个航天局的基金会 12小时内就收到了超过1亿元捐款 吓得负责人连夜上报想办法处理 至于有没有人说登月没有名声重要 有 但是在民众的热情面前 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被淹没了 华国的百姓除了吃饭以外也是会向往星空的 山区儿童的救助计划也不需要挪用科研的费用 真是出乎意料 在航法委分部 邻居和航天局派来的专人进行了一番沟通 感慨地端向着拿到手的长征10号火箭模型 对于为什么突然实施2921工程登月的原因 大佬私下里传达给了邻居 后者也很理解 上级能接受被阿美超越 但绝不能接受被私人航天超越 后者关乎的问题干系太大 足以挑战稳定 但邻居也爱莫能助 反正长征10号准备2018年4月登上月球 才不到三年 系统给了48个月等一等又不碍事 而且 长征10号已经被系统工程师们分析评价过 结论是 技术上确实难度不算太高 大部分都是成熟的 也确实能达到要求 放在十年代前还是款优秀巨型火箭 但是它不可回收 从效益和未来上讲 设计理念是落后于时代的 航天局也是没办法憋出了这么个火箭 不过2921工程也不是航天局单干 计划是航发委发布的 就说明 载人登月工程 依然会拉入星源等私人企业 但必须以航天局为主 重要部件由他们研发生产 初步沟通后 航天局将部分电子器件和子系统分包了出来 价值也着实不小了 但这件事 其实对邻居有很大好处 因为那个无处下手的 飞得更高 系统任务 要求扩大航天影响力 和世界对航天的探索 现在不久 明显前进了一大步 航天局要拼了命 在三年内赶在星源前登月 NACA呢 露西亚 欧空局 怎么着也要有所动作吧 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想到全世界又开始激烈的太空竞赛 邻居感觉自己做梦都能小出声 阿美 国会 事发突然 阿美觉得隔着太平洋的邻居一向四平八稳 怎么会突然就宣布要登月 而且按他们的性格 说登月那就是真的一定要登 可不像NACA一样拖拖拉拉 经过多方求证 最后他们得到了官方确定以及肯定的回复 这个月球我兔子登定了 我说的谁来了也不好使 然后参议员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没等克莱尔收拾一下 就被急匆匆的拖到了国会接受老爷们的质询 首先 华国说要2019年之前登月 他们做得到吗 克莱尔这个时候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就在国会上一同分析 然后说 可以 以他们的投入规模 最早2018年9月就能登上月球 正好三年 再问 我们的重返月球计划呢 要多久 克莱尔 火箭SLS是有了 猎狐座飞船去年完成了一次测试 但是月面的着陆器没有 还没有确定对外招标 具体登月计划都还没确定 怎么也要2020年了 没错 这个时候老马的星舰都还没出生 所以猎狐座 星舰组合体登月的构想还不存在呢 议员们急了 克莱尔局长 从2000年我们就向NACA投入了几百亿经费 但你们的进度却比现在开始的华国还慢 你有独职的嫌疑 克莱尔 这数百亿美元用在SLS上的并不多 而且一直拖延并非是NACA的责任 好一番甩锅推卸责任以后 议员们发现登月还得靠克莱尔 总算放弃了弹劾他的想法 转到正经话题上来 NACA 你想一个办法 在华国人之前把人送上月球 克莱尔早就有了准备 他也知道抢时间的话 激进方案是来不及了 飞快给出自己的方案 SLS火箭原本最早也要在2018年才能完成首飞 但为了任务 至少需要在2018年11月之前制造出4枚SLS火箭 最好能有5枚首发 必须在2016年12月之前搭载猎座飞船首飞测试 然后2017年到2018年初发射两枚 一枚将着陆器和返回器发射过去 一枚有人绕月飞行 最后在2018年中发射第4枚登月 参议员 那就去造 看起来我们的进度要多一些 克莱尔 恐怕不是这样 NACA的制造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 实际上我们就算现在开始 2019年之前也最多只能改造出2-2枚半SLS 阿美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 做不到批量生产巨型火箭了 参议员 必须想办法 你是NACA的局长 我们批准经费 克莱尔 那就不能只依赖SLS 我们还能使用的重型火箭 是SpecX正在开发中的重型猎鹰火箭 在不考虑复用时 它能将26吨载荷送入月球轨道 两次发射可以抵一次SLS 这样我们差不多就能凑齐4-5次SLS的目标了 参议员 那就去找他们 现在 请你们拿出半个世纪前的态度 第二次将阿美人送上月球 克莱尔 拿出12位数的预算申请表 国会 P 美联储 印 美元 变大变高 阿美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这是阿美对2921工程的回应以及态度体现 SpecX 蓝色起源 诺斯洛普 格鲁曼 内华达山脉 洛克达因 波音 洛克希德马丁等多家航空航天制造企业 全部被拉进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立刻开始研究登月方案 着陆器 月球车 科考站等子系统项目一一分发 然后基于现有火箭组合出了阿美的登月方案 2016年12月一发SLS携带猎户座飞船升空测试 2017年2月一发重型猎鹰火箭不回收将越轨空间站门户 第一部分蹲送往月球轨道 2017年10月一发SLS携带SLS和四名宇航员进行有人绕越飞行 2017年12月一发重型猎鹰火箭不回收将由SpecX蓝色起源 波音联合制造的月面着陆部分送到月球轨道 2018年5月一发重型猎鹰不回收火箭将门户第二部分送往月球轨道 2018年8月一发SLS实施登月任务 总共六发火箭 间隔时间是火箭制造速度略微加上一点 同样达到了2019年之前的目标 如果加加速可以提前三到四个月完成任务 阿尔特密斯计划最终决定追加总经费达到600亿美元 最后将做到与华国一样向月球轨道投射90到100吨质量 建立起月面基地这些更改是在2921工程公布后4天 9月25日正式宣告 刚好是星期一和星期五被媒体成为是月球月周 因为同时 路西亚印度 岛国也展示了自己的登月计划 最后星元也公布了计划 路西亚的登月计划看上去就很敷衍 用RD181火箭攒了个PPT 印度的自然不用说 岛国航天也和印度半斤八两 只有星元的计划 才能仅从PPT上就感受到背后的巨大技术能力 当看到魔改版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邻居差点没一口水呛的 阿美方卫星的本事 还是一点都不弱呀 虽然零几年重返月球计划就已经启动 但到SLS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 有多后来 后来到2015年的7月 也就是上上个月 SLS火箭才应该完成总体设计 他们声称 要在2016年12月首射SLS 但在它的前世 这得挨到2022年的11月去 就算是按火箭出场算 至少也要2020年了 提前整整6年 不会真的搞太空竞赛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就只能再来加两把火 9月27日 在世界月球周的最后一天 星远宣布了 自己依靠H-2和热动力航天飞机 进行载人登月的消息 并且表示 这还是与阿博联合起来的国际登月行动 至于前进号空间站 目前邻居还在犹豫中没有公开 但即使是已发布的部分 也足够惊人了 和热火箭发动机 航天飞机登月 你比NACA和KASA都寄进 不过相比于几天内 就将火器值升到MAX的两家航天局 星远的登月计划表示 将在2020年之前完成 而不是2019年 要推迟一年 而在这之后 马一龙也出手了 除了宣布自家的重型猎鹰火箭 将很快首飞 打破星远2号的最大私人企业火箭记录的同时 他还表示 SpecX将会开展月球和火星移民计划 并声称用于星际殖民的飞船正在研发中 据悉 星际殖民飞船可以整体从太空返回 也能用于地球大气层内的快速旅行 并且将有前所未有的重量 顺便放了许多张火星殖民的PPT想象图 猎鹰9回收成功后的老马 现在还是很牛气的 在意被登月刺激 搞不好会弄出什么来 邻居的前世里 星剑最早要在2019年才有了成型设计 会不会提前好几年出来 不好说 一切的起因只是阿伯的65亿美元 却成功撬动了上千亿美元的航天舰 不知道老光知道 会不会兴奋猝死 航发尾 曙光计划和特批的300亿经费 立刻让原本悠哉悠哉的航天局 忙碌了起来 登月 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痒 跟随火箭起飞是去的 不止是燃料和经费 还有总师们 本就不多的发量医院的长武 只能往后推了 他们马上要开始长征10号的整体设计 由于要并连4个 能爆发出978吨推力的助推器 星级和连接器 肯定要经过特别设计 这就是一个难点 5米直径舰体制造 很消耗产能 还必须催一催金箍 加大人员力量 不然根本生产不了那么多火箭 六院开始加班加点搞定 YF130的设计 虽然它数据频频无法复用 但推力就是唯一的优点 要做到单燃烧式240吨推力 可不是个小工程 还有二级 三级用的氢氧机 也必须优化设计 五院要加速新一代载人飞船的收尾 这个质量21 六吨的新一代飞船 将作为登月飞船的生活和指令舱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环月的空间站 着陆器等等 麻烦很多 但好在外包出去不少 其他个院也没有闲着 都开始抢时间 完成自己分道的紫系统 不敢拖长征10号的后腿 不过这些尚未影响到天工一气工程 毕竟这个计划大部分火箭和航天器 都是现成的 这点精力还是挤得出来的 10月7日 国庆周的最后一天 天工2号达成几经改进的长征2号F火箭 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送入禁地轨道 一天后 星元5号以中型火箭在穷州首飞 星元5号已拥有星级和四个助推器 五个部分均可回收 虽然成本低 但用起来其实挺麻烦的 星元5号以太战地方不得不在穷州以分隔一 两公里为界修起了环形的八个着陆场 和中间的一个着陆场 其实就是一块铺了绝热材料的空地 星元5号以的发射没什么好看的 相当于是一个PS版的长征2号F 或者是长征7号 但回收的场面很壮观 一个三 五米直径星级在中央 四个二 五米助推器几乎是保持在同一高度 同步展开支撑腿落地 远远看上去就跟什么阵法一样 在尾燕的衬托下 尤其壮观 回收的事多了一些 但好在成本确实低 整备一次的全费用才3000万 星元2号是1 3亿 只是后者的零头而已 就是把H1装在3 五米直径火箭的上面有些不协调 看上去像个棒锤一样 头重脚轻 航天局对星元5号的首飞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欢喜的是用它来搭载 H1发射航天员 价格也低了一大截 愁的是6元 因为星元5号星级的那台380吨全流量 液氧没有发动机 实在是让人眼馋 单燃烧市 YF130真的是除了推力 毫无优点 羡慕 JPGE 不过很可惜 小老头唐伟天没空来了 作为负责引进K120的对接人之一 他所在的团队 在全力攻克 YF130的技术难关 K120 很多设计对航天局来说耳目一新 对后续的启发作用很大 所以才敢放下豪言 9个月搞定 YF130 不然至少两年左右才行 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啊 当邻居在说话的时候 他正蹲在一片玉米地的田笼上 像个农村留守青年一样 身穿运动外套休闲裤 看着远处忙碌的收割机 这不是普通的收割机 那是前行远镇拖拉机厂生产的 搭载了航天级零件 由XW151智能汽车驾驶系统 改进而来的 XW151F型智慧农机系统 它不仅仅是 能在四四方方的田地里 来回之自行收割 而是可以借助固定布设的信标 自己从车库出发 下地 收割 卸货 洗车后再返回车库 全程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 更不用发放工资和高温津贴 24小时随时作业 反正红外摄像头眼中 白天晚上都没有区别 等实现农机电力化 连给它加油保养都不用了 电驱动系统集成度高 不用检修维护 保修年线内自动充电 时间到了就回厂家维护 在努力往天上摸一摸的同时 脚踏实地感觉也挺好的 说到XW151 其实诞生历程很波折 首先 XW151是三进制系统 所以需要三进制芯片才能运行 XW151的基础技术来源于对SC09的模仿 SC09配套的是X32035芯片 这个异世界使用的三进制状态 不是0、1、2 而是1、0、1 又叫做对称三进制 它的好处是 使用到的元件少 效率高 结构稳定发热低 但有个很明显的问题 现代芯片的基础元素二极管 并不能作为它的基础单位 因为一个二极管 不能表示三种状态 之所以B级基地使用了碳化硅芯片 是依靠化合物的状态 来制造这个 1、普通的硅晶圆做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新远的微电子工程师 最后想出了个办法 还是用二极管 但是以两个二极管为一个基础单位 就能表示三种状态 一个二极管 能通过电路通断表示 01两种状态 两个二极管则可以表示 0011、0114种状态 工程师人为将 01和10都定义为第三状态 那么 这两个二极管 就可以作为三进制的基础元件了 虽然比起二进制 多使用一倍的元件 但并不用种 因为三进制效率更高 最后使用的晶体管数量 其实差不多 在各种不同的进制中 理论上 一进制效率最高 亦是数学上的无理数 通常取二 71828 很明显 人类没法实现二 71828进制的计算机 但越接近这个数字 效率越高 这也是总有人推崇三进制的原因 微电子工程师们 从X32035上精简 严割出了X321系列芯片 基于二极管模拟运行三进制的芯片 X32035太全能 能进行AI运算 能组成超算 对仅仅用于车机的X321系列来说 太奢侈了 321系列 砍掉了几乎70%的部分 只保留了 AI运算和双路并行处理 但由于使用二极管模拟构成 体积只缩小了10% 额定功率125W 按照年份后缀 第一批 由华星国际28N生产线生产的 X321-2015 简称32115芯片 将在11月生产出第一批 代工费用平均下来 差不多2700元一片 有点贵 但是对汽车来说 还可以接受 台积电因为量品率和生产线优势 可能会更便宜 但毕竟支持国货吗 不过这些农机的XW151F用的 可还是珍贵的X32035 后者现在很紧俏 在发现了X32035可以组成超算 和S109的强大AI逻辑后 星远就开始设计自用的超算 暂且被命名为星辰一号的超算 准备使用4178枚X32035芯片中的3700枚 构成一台峰值运算速度36亿一次 持续运算速度29亿一次的超算 不过 它依然需要等到12月才能完成 因为为了最大化发挥这台超算的力量 需要定制生产二极管模拟三进制的 存储芯片和内存颗粒 这个胶由磨度滑红半导体代工 星辰一号峰值运算速度是天河二号的7倍 后者使用了整整32000颗CPU 是星辰一号的15倍 这就是成熟的三进制芯片 配合三进制架构的威力 效率相比二进制提升太多 观看了半天的玉米地收割 邻居做上了自己的的CS75 还是之前那辆 但已经受到了工程师们的魔改 除了动力部分 还是南方汽车的 其他电子设备统统换掉 更重要的是 它继承了专用版的SC09 不是阉割又阉割的XW151 就是原汁原味的SC09飞船智能控制系统 现在 这辆CS75的内部 增加了钛合金加强框架 集成价值超过百万的高性能传感器 并将后备箱 靠着后排座椅的一半空间封闭 安装控制系统元件和散热 经过了特殊优化的SC09 现在已经成为邻居的行车助理小新 是一辆新旧结合的智能汽车 邻居上车后手虚握方向盘 防止电子抓拍 然后直接说道 小新 带我去航空动力部 收到 已规划好路线 现在出发 还是中性的语音包 汽车微微一震 用几乎不属于油车的丝滑半坡起步 一路向着基地进发 邻居本来是想看看 两款航空发动机进度的 没想到却被安德罗夫堵住了老板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邻居很警惕地问道 安德罗夫总是给他画饼 偏偏每次他都心甘情愿地吃下去 他怕好不容易充盈起来的腰包 又要被这个黑毛子掏空 星远三号的运输问题 他的星级11米直径 一级长度达到了77米 空重105吨 除了直接上最大的 安225飞机能勉强运输 没有任何飞机能够进行空运 那可以海运 何运啊 这对于水陆来说 不算什么 安德罗夫用震惊的眼光看着邻居 前进号空间站 需要整整16次星远三号发射 如果用水陆运输 光是花在这上面的时间 就要累计起一年多 况且星远三号整备起来 也至少要一个月 水陆绝对来不及 头痛 下滑线 买安225 安德罗夫上辈子 可是直到把它炸了都不卖 怎么可能轻易买到 别看总有人说 安225太大了没必要 但一架能够转运250吨货物 拥有6 4米 高度4 3米货舱的大飞机 怎么可能没任用 现在安225还在天天接货运单子呢 快头大但有需要空运的货物 还真就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这个摇钱树安东诺夫 怎么可能放手 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 邻居绝不去当院主 可建设前进号的的确确 又有快速运输要求 海运等太久了 星远二号甲不行吗 禁地轨道运里也有一百多吨 哪些舱段直径都有12米的老板 星远二号甲6米直径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干脆再在星远见的火箭 发射敞得了 也行不通 死死 我怎么就不是穷州人呢 出门就发射多好 邻居是真的想不出办法来了 在内陆还是大城市旁边 发射这种巨型火箭 绝对不可行 而且还是高强度发射 怕是要被老头老太太独捣流槽的 实在不行的话 再花钱穷州也整个基地 钱倒是小事 但星远的怎么办 这也太浪费了 而且很花时间 这个时候 见邻居已经烦躁到极点的安东莫夫 终于说话了 老板 要不我们造一架巨型运输机吧 我来设计 我们 你 我是空气动力学专业的鸭老板 您花点钱把我升到B家 再升个B级航空发动机工程师 搞安225这个级别大飞机没问题的 您要相信我们的力量 今天就暂时五更 试码字情况以及月票 会有计划外加更 头张 推荐票支持一下吧 赶忙追上转身就走的邻居 安德罗夫边走边解释 我们既然能造11米直径的火箭翘体 其实造七八米款的运输机机体 就更没问题了 别说安225 就算是比它大一号都能设计出来 航空航天的材料都是通用的 而且就造两三架 就算是手工装配制造一部分 那么多工人都够了 两三架 邻居回头说了句 然后继续走 总得有个轮换吧 老板你要相信我 其实我安德罗夫这个名字 和安东诺夫是一样的 只是因语有所不同 都是老安家的 造飞机同样是一把好手 邻居差点没被这句老安家的呛道 终于停了下来一脸无奈的说道 这个级别的大飞机 研制起来起码一年了吧 有着时间这经历 所以为什么我们不去折腾水运 大不了前进号延迟一段时间而已 不用一年 制造其实只需要四五个月而已 那设计呢 这么大一架飞机 光是零件图 恐怕就十几万张 基地的人全去汇图都不够 老板你忘了资金加速研究院任务进度 您投进去五个亿 只要状态为成功 不就是可行的 邻居愣住了 思考一方后 默默在研究院中兴建任务 什么飞机 造多大的 长度130米 翼展136米 高度24米 最大宽度8 9米 最大起飞质量1250吨 空重390吨 货舱尺寸7 5乘以6 9米 长80米 货舱再重360吨 鸡杯再重500吨 暂且我将它命名为安1250 代号 云鹏 起飞质量1250吨 是安225的两倍 果然配得上云鹏的名字 虽然对安德罗夫夸张的设计所震撼 邻居还是在系统中兴建了任务 兴建任务 按1250 云鹏巨型运输机的设计与建造 进度 0 邻居向此任务扔了1000万试水 然后在面板上的进度条一晃 变成了3 面前的安德罗夫仿佛心有所感 闭上眼几秒后 重新睁开 老板 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方案 我们去设计室 先给我升级 然后您再投资 两人一路进了设计室 安德罗夫在路上升级为B 即空气动力学专家 然后就叫来了20多个高级工程师 组成安1250设计团队 在服务器上开始制图建模 邻居再次追加2000万 系统进度条 随着一群工程师 疯狂电子绘图建模不断增长 一直过了5个多小时 进度涨到7 停了下来 高强度机械制图后的安德罗夫 看上去十分疲惫 拍了拍自己酸痛的肩膀466张图纸 我们已经完成了 安1250的草案设计 不需要吹风洞 它就是完美的 再投资两三亿亿左右 召集50名左右的工程师 40天加班到12小时 我们将完成13000多个零件 6000个种类的设计 然后就可以生产了 这么快 40天搞定这么一架巨型运输机的设计工作 邻居都觉得过于夸张了 光是零件数目就令人扎折 安德罗夫解释了一番 安1250是基于成熟机体设计的 差不多就是安225的放大版 也将会采用8台推力达到33吨的涡轮喷气引擎 它将被命名为XW-30 需要一名B加级航发设计师 和两名B级设计师才能完成 材料应该没问题 基地都有加工能力 既然安德罗夫设计都承诺搞定了 邻居也只能升级航空发动机部门 同时新建任务开始用资金进行任务加速 对于研究院任务的系统资金增加进度 并不是直接把资金投满就瞬间搞定 而是通过提高设计正确率体现 比如某个零件的设计和材料实验 原本可能要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调整 才能最终定型 但研究院干预的结果就是 可以让工程师们直接就做出了最接近正确道路的方案 堪称科研神器 不过由于大多数时候 产品都来自系统的成熟设计 邻居没怎么主动干预 一时间竟然差点忘记 还能这样开挂 而在了解航空发动机部门的状况后 邻居也了解到了XW9和XW10目前的进度 XW10大寒道比发动机还差一个月左右收尾 小寒道比的XW9已经基本完成设计目标 准备装上飞机测试了 但问题是找不到飞机 XW9最大推力13 9吨是为飞行到3万米高空设计的 星远工厂只有一架老图154 最多测试XW10XW9的性能根本无法得到校验 而且对测试机还有要求 一般的飞机在3万米以上高空 以3倍音速飞行哪里扛得住 铝合金机体直接软成面条了 必须是采用钛合金或者特殊标号不锈钢的机体 才能承受住 问题是 这种飞机国内找不到 国外买不着 XW9和XW10是寄予厚望的外售发动机 飞不出个性能奇迹怎么收个人民币啊 航发部的负责人在升到B加后就抓住了安德罗夫 要求再设计一架验证机专飞高空高速 这种验证机不需要什么性能指标 只需要保证进气口能够大能完美发挥出发动机的性能就行 其他凑合凑合就过去 安德罗夫接下任务后表示 会加大设计力量 与安1250基本上可以同时完成设计 系统面板里 研究院任务XF01高空高速验证机立项正式开始研发 设计到制造预计消耗3-5亿元资金XW30也立项 这台推力达到了33吨之巨的喷气发动机核心机 二 只有G190能超过它 仅仅是一个下午 邻居就又被这群系统工程师掏出去10个多亿 好在这些投入依然有希望变成回报 邻居只能期盼多振一点回来了 只是邻居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就有人想从他这里掏钱了 您好邻总 我们是代表华影股份集团过来的 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还能见我们 邻居坐在办公桌后面 迷茫地看着眼前的四五个人 其中一个他还认识 这些是华影集团的电影设置组 他们将要拍摄的电影是 《流浪地球》 2012年 华影股份买下了《流浪地球》的版权 准备翻拍成电影 但一直筹备了三年 今年才刚刚确定了导演 郭凡 按照原来的历史 郭凡接过任务后也还要两年 等到2017年才会正式开拍 最后是在2019年春节上映 现在按理说应该还在改剧本的阶段 那他们找上心愿是想做什么呢 邻居看了看有些不好意思躲在人后的郭凡 经过与华影的人一番沟通 邻居慢慢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硬科幻 一直是国内电影节梦寐以求想突破的领域 尤其是在某不知名电工老刘 以三体等一众科幻出名后 剧本也得到了解决 由于三体已经被人抢先买了 华影就只能买下《流浪地球》 琢磨怎么把它拍成一部好的科幻电影 今年他们正式确定郭凡为导演 后者在组织改剧本 树立世界观等同时 也在想以国内的基础条件 怎么拍好科幻电影 为什么好莱坞科幻大片多 主要就是 特效和道具公司 已经发展成了完备的产业链 都有成熟设计 马上就能用 而国内在这方面 只能说约等于零 尤其是关于太空的电影 国内不能说没有 2011年上映了一部《飞天》 讲述的是航天员的故事 但电影主要是符合主旋律 科幻方面着实没什么建树 难不成为了一部电影 还得自己筹备一条科幻道具 特效 设计产业链 郭凡接下导演后 苦思冥想很久 然后就看到了星远公司宣布的登月计划 H1 H2航天飞机 巨型火箭 太空飞船等等 别的不说 这CG就做的挺震撼的 更别提 他们已经将那么多航天员 送上部太空 如果有一家货真价实的太空公司 愿意投资剧组 不仅科学指导有了 道具有了 至今说不定也能解决 所以他们就来寻找灵石主画园 希望获得全面 至少是道具和科学指导的支持 这个啊 邻居摸了摸下巴 他其实挺愿意支持科幻电影的 而且 流浪地球虽然草点也不少 不过好歹算是这儿巴金的科幻电影 支持一下倒也没问题 就连投资也是小事 整部电影最后投资好像都不到六个亿 支持一下又能有多少钱 况且 这算不算扩展航空航天影响力的一部分 星远宇航动力可以提供资金 科学指导和道具帮助 不过 我也有点要求 您说 首先 作为商业化运作 星远宇航动力要在影片中出镜 并且有所正面体现 郭凡点点头 这是应该的 不过具体出镜多少 要是投资多少来定 星远室太空公司 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又不违和 郭凡不认为这有什么难度 第二 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许加入爱情系 这是我投资不可妥协的死条件 啊 郭凡有些错愕 但邻居的表情很认真 显然不是开玩笑 他不太懂这是什么原因 和同行的几人对了对眼神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 这不是什么大事 科幻电影这方面占比本来就很小 不过 我可以知道原因吗 邻居 因为一旦加入爱情元素 剧本就会不受控制的加上爱情标签 扰乱科学的严谨性 国产的爱情片太多了 什么类型都有爱情 不差流浪地球这一部 郭凡 好 邻居 最后 星远要求最后占的投资份额不少于30% 这时候 华银股份的人摇头了 林总 这太难为我们了 一部影片剧组有分成 院线有分成 发行方有分成 几出15到20已经是极限了 邻居看向郭凡 我的工程师们都非常繁忙 抽出时间来帮助电影拍摄 这完全是出于对科幻电影的扶持 况且 我能提供其他所有人都不能给你们的筹码 郭凡和华银股份的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邻居指的是什么 设置组可以有一次太空拍摄的机会 不超过6个人 在空间站最多停留10天 郭凡 华银股份 郭凡与无伦策了好半天 最后还是华银股份的人先回过神 天 林总 我看到过你们商业航天的报价 光是这个费用 已经比我们准备向剧组的投资额高出几倍了 实不相瞒 现在我们才准备筹集2到3亿资金 您这 这 邻居 那就把这个数字换成美元 先投个10亿人民币吧 我说的 太空拍摄不算 郭凡被这句先期投资10亿 太空拍摄不算震撼的头皮发麻 一想想去太空拍摄真正的科幻电影 感觉心脏都要跳了出来 要不是华银股份还在旁边 版权在他们手里 郭凡都想去拜邻居为义附了 轻描淡写一句先投个10亿吧 要是那些投资商有这个魄力 什么好电影拍不出来 华银股份的人感觉自己几乎要晕过去 扶着额头半天才挤出一句 抱歉林总 这个我们必须回去好好商议一下 邻居点点头 用手指了指郭凡 如果不成你就跳槽过来 我做主去把三体买下来 拍三体也一样 三部曲一部十五亿保底 就拍华国人的科幻片 郭凡再也抑制不住了 不顾华银在场 直接上前紧紧握住了邻居的双手 嗨 流浪地球就按您说的 凡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民主 今日得见 恨不得肝脑涂地 以尽全权之心 邻居安慰的拍了拍郭凡的手 其实我也就是个俗人 为国产科幻尽一点小帮助而已 主要还是靠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 华银一方终于看不下去 两人千里马玉伯乐的场面了 也跪倒在邻居的金钱攻势下 林总 就冲您的支持 电影星远战大头 华银就听明白 10月11日 像流浪地球设置组不失 功德加实 收获博乐一匹 加速国产科幻电影发展 大善 虽然流浪地球票房本就很不错 但邻居并不需要依靠电影赚钱 因为这才能赚几个钱 哪有一次发射任务来得多 而且 后者还快没有风险 没几天后 华银就表示 接受星远将投资增加到10亿的决定 但最后定下的总投资额不是10亿 而是20亿 太空拍摄算10亿 这是剧组绝对不会放弃的 超过3亿美元投资 这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是巨资投入了 只有少数不计成本的史诗大片能与之相比 得到了巨额资金支持的剧组 原本遇到的很多问题 在这笔钱面前都不再重要了 就算是从零开始 都能培养出许多专业团队 当即决定 2016年3月 春节过后就正式开拍 预计在2017年中上映 差不多算提前两年 林老板勉强满意 10月19日 航发委内部对月表探测器进行了招标 2013年 航天局已经向月球扔了一颗嫦娥3号过去 搭载了预途月球车 算是一次很成功的月表探测 但是载人登陆 需要更加仔细的确认着陆位置 尤其是科研站选址 既然2921工程启动 就不会仅仅是送上几个人后就停下来 而是将月表建设计划提前 这就需要寻找有价值的着陆区域 能够在月表发电 合成燃料等等 其中最有价值的 当然是月球南极 科学界一直盛传 那里有珍贵的水资源 冰 于是 航发委提出了嫦娥4号计划 月球南极再发射一个无人探测器 寻找资源 由于着陆点是在月球背面 所以还需要一颗中级卫星 被命名为雀桥 雀桥中级卫星 准备在2016年4月之前发射 嫦娥4号任务 决定于2016年6月之前发射 然后星圆宇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是雀桥中级卫星 航发委提出的指标只有400公斤 传输能力有限 星圆提出把这个数字扩大到3吨 用星圆5号甲发射过去 刚刚好是极限运力 这样的大型卫星通信能力将上涨一个档次 顺便还能进行探测任务 星圆也将为这颗卫星出资一半 将来可以共用 另外就是嫦娥4号 3 7吨质量太保守 翻一倍到8吨 加一个星圆公司的月球车上去 同样也是数据共享 还可以分开执行任务互不干扰 由星圆5号已发射 魔改后的两个计划行天剧出的资金 和之前相比超出不多 对双方都有好处 毕竟星圆公司对月球毫无经验 借助这两个项目 可以从航天局获得他们之前探测月球的数据 有利于后续工作开展 最后 这些改动意见都在航发委获得通过 由五院和星圆公司联合进行雀桥中级卫星 及嫦娥4号任务开发 除此之外 航发委的天宫17工程也正在快速的进行中 由于天宫17的核心舱现已被命名为 云宫的旅游空间站XS-62还未发射 已经上天的天宫2号还没有任何航天员进驻 只是完成一些无人小任务 云宫空间站准备在下个月中旬发射 此时还在星圆的B级基地里面进行制造 11月5日左右才会出场空运 等云宫进入轨道 天宫2号先与其对接 然后航天局发射神舟11号飞船进行对接 最后再由团结后将6名航天员的乘组送上空间站 提前一年完成载人航天任务 这些工程都会在随后向世界大力宣传 他们都将在航展上展出 星圆宇航动力将参加2015年珠海航空展会 航展虽然表面上是航空展示 但其实主要是各大企业卖货的平台 在这里可以放导弹、战斗机、坦克、步枪、火箭、雷达、拖拉机也可以展示 展示的目的有些是想卖卖卖 也有的只是展示一下自己的技术实力 刷刷名气 反正来就对了 星圆不但参展 而且还有大家伙可以看 10月28日 进步号搭乘1276 被背负着降落到了珠海机场 这是珠海航展第一次展出货真价实的航天器 跑道两边的人们都在热情拍照 由于是以载货为主 进步号的飞行任务并不多 它最大的用途其实应该是轨道航天器的维护 比如空间站或者大型卫星什么的 刚好可以空出来静态展览 星圆展出的航天器仅此一架 但却在展会的显眼位置要了个相当不小的展台 各种火箭、航天器模型即使都还处于PPT状态就足以令人挪不开脚步 还会不定时抽人送模型小礼物 邻居本来也很想去奈何实在走不开 它现在飞到了大漠里 在戈壁滩深处建设的大型基地里 邻居和郭森跟着大漠基地的主任豆瓶一起站在机场塔台的控制室中 随着不断的呼号响起 一架小小的飞机从远处接近慢慢降落在跑道上 然后邻居跟着豆瓶一起走下去来到了这架小飞机旁 这显然是一架航天飞机 它的下半机身是黑色的隔热材料 机身约三 五米宽 两边有两个小小的翅膀 没有闲窗 是无人航天器 这就是军方内部的空天飞机项目 重量8吨左右 具有侦察功能 机身上的隔热瓦还是星远生产的 基地内部给它的代号是神龙 显然寄予厚望 但还没有进行过太空飞行 目前依然在大气层内测试的阶段 神龙的存在是极高的机密 在前世 只有在进入太空飞行时会向国际上通报一句 除了能根据火箭运力估算重量尺寸外 一张图片都没有 但现在 它就在邻居旁边触手可及 豆瓶拍了拍神龙的机身 对邻居和郭身说道 这个项目 从立项开始已经进行了9年 它的目的是探索未来空天新战场 验证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 本来我们觉得 这是仅次于阿美的先进产物 但你们的H11出世 就将它扫进了垃圾堆 它的空气动力学不如H11身融合 起飞重量和体积相差接近3倍 材料方面也有所落后 这些隔热瓦 还是你们生产的 豆瓶边说边叹气 就像是在骂自家不争气的孩子 还在神龙的表面轻轻踹了一脚 神龙 对不起这个名字啊 所以豆主任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豆瓶点点头 是的 你们是可靠的 是可以相信的企业 国家需要你们的力量 不能因为身份就因耶费食 其实20年前开始 就有优秀私企加入军事工程 而且同样很深入 邻居是在前几天才知道 军方放弃了神龙 但隔热瓦订单倒是没有断 而是很出乎意料的邀请星远 加入到他们的新一代空天战斗机开发中来 神龙被毕掉并不意外 因为在设计和性能上 HE全方位碾压他 如果把HE改成神龙这样的无人太空飞行器 战斗能力至少上升四五倍 所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星远被邀请作为国防承包商 加入到计划中联合开发新一代的空天战斗机 关于更新时间 为了有时间修改存稿 以后就定早上8点到9点和晚上7点分别更新一次 作者并非全职 晚上经常马自到12点 所以可能会有些许错误需要修改 新一代空天战斗机项目所赚的钱倒是其次 上级给这个计划的总经费才200亿元 这里面可是算上了造首批四架战斗机前的利润不错 但对星远最大的吸引力还是作为国防承包商后的优势 星远将获得极大的航空航天许可 比一些国家单位还大 可以自行制造任意级别的飞行器航天器 无需手续在划定的空域里随便是非 并且商业运营也可以走内部通道颁发牌照许可证 与国家人才体系建立连接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企业的能力范围 这就是参与尖端工程的回报并没有多少金钱但比金钱更有用 邻居本人核心远高层和神龙计划的主要研发人员坐在一起 倾听郭深大家的想法 邻居注意到这些研发人员大多在30多岁左右 显然都是国家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说不定都有系统A级 可惜系统商城里没有A级技能卡 要是自己手下也能有A级以上工程师估计都是国保级别了 B家工程师郭深此刻站在最前面讲述着他对神龙计划的看法 恕我直言神龙计划从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体积重量过小根本没有实战价值 这话说的很不客气但现场并没有人起来反驳仅仅也只是几个人流露出几分不满而已 因为这是事实神龙计划其实没有作战能力 他那八吨重的机体只能执行一些侦察任务 如果要携带武器那么尺寸和重量都很小携带普通导弹压根就配不上他的定位 而要用核弹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弹道导弹 但神龙计划也不是没有攻击系统 它被设计可以用激光攻击敌方卫星航天器 不过所需功率很大 发射装置根本塞不进狭窄的机体 电力系统更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严格来讲神龙只是先驱者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好在郭深也没有喋喋不休的鼠落神龙计划 转身就贴出了自己的PPT 雪狐有人驾驶临近空间高超音速飞行器 长度42米一展19米最大起飞重量74吨 采用四台组合动力涡扇冲压WC209发动机 最高速度10马赫可飞抵临近空间 作战高度5万2000米航程3万公里 再弹量12吨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 或者将弹舱改为功能设备搭载激光武器 可攻击近地轨道卫星 郭深一口气介绍完参数放出了想象图 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 你们不要觉得这很夸张 动力系统WC209涡扇超燃发动机已经处于最后阶段 很快就可以定型 基地研究员 豆瓶 豆瓶看了看依然老神自在的邻居 轻可两声对郭深说道郭总师不是我们怀疑 而是血骨D指标是不是有些太超前了 世界最高飞行高度是S271黑鸟侦察机的26000米 血骨D数据是它的两倍 而且竟然能达到10倍因素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 另一个研究员也说话了 你们也在研究组合动力发动机 还是超燃冲压 推力多少千牛 郭深 可以持续输出90KN想要再扩大一点推力也问题不大 原始进度已经很高了 样机已经制造完成距离使用不远 这本就是星远未来空天飞机计划的一部分 自从商城开放 星远公司就开展了多个项目的研究 其中之一就是空天飞机 不过这个计划优先级并不高 毕竟可重复使用火箭已经降低了足够多的成本 而且空天飞机的科幻程度也比不上NAPE飞船XN90 只是现在为了参与到军方的计划 重新往前提了提而已 豆瓶和基地研究员们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只知道星远在航天上很厉害 没想到大气层内飞行器都走了这么远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三大难点 设计 材料 动力 设计好说就算没飞行器设计天才 靠风动一点点吹也能优化出来 材料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 而是成本太高或者有其他问题 动力才一直是华国飞行器研究最大的问题 但偏偏星远先告诉你 最难的动力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豆瓶和一众研究员有了终于体会到了 以前只有外国同行才有的待遇 先根据发动机设计飞机 而不是有了设计等发动机等到项目黄了都没等到 好半天 终于有人说道 设计部分我们来负责 这可以放心交给我们 机体材料就由双方共同合作怎么样 这个速度只有特殊标号的钢和钛合金才能承受得住了 雪狐 这个代号我们也用过 就当是一次重生吧 它的数据太优美了 让我想起了曙光女神 曙光女神 阿美曾经研发的 既SR-71以后的高超音速侦察机 号称设计能飞到3万米8马赫 不过随着联盟的轰然倒下而没了后续 只流露出来几张想象图 雪狐的指标比曙光女神更高 但有后者在前反而显得不是那么夸张 倒也符合对未来高速战斗机的想象 战斗机的发展就像是一个圈 最开始螺旋桨飞机竞争机动性 后来随着能量空战理论的出现开始向高空高速发展 在喷气机时代达到顶峰 那些二代机 截击机 随随便便都能飞到两倍音速 2万米以上 然而等到了三代机时代 因为导弹的成熟降低了对速度和高度的要求 开始强调机动性 等到了四代机 五代机 六代机 各国却又不约而同地向高空高速发展 甚至角逐太空那禁地轨道呢 雪狐虽然理论上能激光攻击卫星 但变数太大了 我们还是需要轨道飞行器 国神 那就用H1的无人版吧 这么大的空间很充裕 在太空可以停留数年 还能借助空间站加助燃料和维修 对了 我们有一个条件 作者的邻居心里一惊 强忍住自己的疑惑不表达出震惊的表情 他可没有和郭深谈过什么条件 豆瓶 不是过分条件我们都会满足 这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郭深 我们要激光技术 为什么要激光技术 邻居是坐着基地提供的RH21客机离开的 中间还有一次专场才回到新院 一直等坐在自家的商务车上 邻居终于对郭深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虽然基地也同意拿出超大功率激光技术作为交换 但邻居不太明白这有什么用 郭深 老板在深空航行中小型陨石碎片 很容易对航天器造成巨大损伤 必须在撞击之前消灭 而同时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并有足够威力的武器 目前只有一种 邻居 所以你要了激光技术 郭深 好好发展激光 这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 有可能使我们的地位达到不可撼动的程度 邻居 怎么改变 郭深伸出两根食指指尖相对 现在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和平 是建立在一种平衡技术上的 邻居立刻想到了答案 平衡最有力的保障是什么 邻居在心里说 火箭 郭深 在真空中 而在这样的环境里 激光在距离上是几乎没有衰减的 邻居浑身一震 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 郭深依然在继续向他描述 对于可能威胁航天器的小型陨石或者碎片 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全球卫星测控体系发现 然后及时引导激光进行攻击 这样就能消除威胁 只要卫星足够多 就能够防御来自各方位的陨石 是吗 邻居替他补充完下半句 是的 不需要很多 如果功率足够大可以在同步轨道运行 80到100颗激光卫星 就能保证禁地轨道内没有任何东西 就算没有那么多卫星 也可以将多个激光器集中在大型空间站里 只要能确保一片区域安全效果也是一样的 就算是对空间站的攻击也能够轻松拦截 此时已经是晚上 车里没有开灯 邻居看着道路两边璀璨的万家灯火 沉没了很久 最后轻轻吐出一句 把这个列为最高机密项目 是老板 今年的珠海航展 星远宇航动力的展位前游客是络绎不绝 可惜没什么合作商仅仅只是看看 毕竟除了阿博以外 星远拒绝了任何出售HE的意向 展览的进步号也只能做静态展示 被邻居寄予厚望的两款航空发动机模型也参展了 结果是异常惨淡 无人问惊 意料之中 毕竟谁会相信 一架太空公司航空发动机也做得不错呢 就好像SpecX要造客机一样滑稽 说到客机 商飞的C919也参展了 C919大飞机2010年就首次参加了珠海航展 然后感动了一大片人 2015年还在感动一大片人就是不见首飞 原因很简单 C919国产率太低 从航电到发动机关键部件全部依赖进口 任何一环卡住都要命 但还不得不被卡 毕竟试航标准掌握在国外手里 你用自己生产的部件 他就说不符合试航标准 不准在国外机场起降 阿美卡玩欧盟卡 零件卡玩标准卡 除非等你把关键部件都让出来 让巨头们吃到大头利益满意了 等每一架C919实质上都可以为国际合作商 提供不菲的报酬时 颁发试航证才有利可图 那就说C919只在国内飞 不出国门不就好了 也不行 因为民航和军机不一样 它需要在国内的各个民用机场随时维护保养 而这些维保体系 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市场占领中 为空客和波音设计的 国产客机必须去适应这套体系 而不是自己大费周折再去另建一套 那是要亏本的 而要适配这套体系 自然就要采用国外标准 于是又回到了起点 还是得给国际制造商交钱 所以就算商飞想给C919用上心愿的XW10也不行 只能选发国赛风和阿美通用电器合资生产的LIPXEC发动机 至于运输机方面 运20有国产的WS18和开发中的WS20 不需要没有绝对优势的XW10 XW10订单 5 XW9倒是尚不清楚 国内肯定没市场 带来航展的外国同样也没动静 显然也是有多种因素 不过 虽然纯国产大客机是指望不上 邻居还是可以自己弄一架相同效果的 他买下了回程的那架RH21 作为公司的公务机使用 现在星远的事情很多随时需要飞来飞去 等航班很麻烦 单脆买下一架RH21作为专机 从B级基地的机场就能起飞 加上星远的特权申请航线很方便 去哪里都很快 不过这架飞机一落地 就被星远的工程师们推进了机库 准备进行改装 他的两台输出9吨推力的G134发动机 将被替换成两台调整含道笔的XW10 总推力从18吨增加到30吨 这会大大提高RH21的起降能力 尤其是提高老板的舒心度 另外就是更改涂装和做内部改装 更适合远程办公 虽然邻居更像是橡皮涂装 站在庞大的总装机库面前 邻居看着工人们将RH21推进改装位置准备工作 匆忙的身影在巨大的机库的衬托下 就像是一群劳作的蚂蚁 突然升起了一股浓浓的自豪感 在疯狂的跨越式发展中 截至11月 新远现在的在职员工数量 已经超过了1300名 另外还有300多名从高校挖来的兼职人员 总数超过1700人 B级基地就像是一只巨兽 并且还在吞噬着各行各业的人才 一直要保持在职员工3000人才会罢休 考虑到基地极高的自动化水平 这1700人发挥的力量不亚于5000人 足以让每一个疯狂的梦想变成现实 邻居突然想念起自己的老本行 平平无奇地机械工程师了 他急匆匆地走向航空部 在一众工程师们诧异的眼光中 抽出一张足有桌子大小的专用绘图只展开 撸起袖子 一手拿着巨型三角板 一手拿着铅笔 老板 航空部的副主任工程师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你要做什么 有什么 我们能帮助的 邻居头也不抬 在纸上先划出中心线 我要设计一架飞机 并且要自己驾驶它 自从在系统的驱使下 开始夺命狂奔 邻居已经很久 没有为自己安排过时间了 虽然他并不参与繁忙的科技研发 但心愿的事一点也不少 尤其是上一个载人任务 交叉的部分太多 随时都在消耗精力 作为航天公司的老板 邻居一直有一个梦想 乘坐自己的航天器进入太空 很遗憾的是 这都遭到了公司高层的权力阻止 也不说不行 总可以吧 邻居在看到2-21准备改装时 才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现在星远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航空自主权 整个星远市 以及周边挨着的七个式的空域 15000米以下的空域 申请了就能飞 15000米以上随便飞 星远地盘的周边 100公里不用申请可以飞 有空军罩着 天空对于星远来说 几乎没有管制 所以邻居决定 组织一支飞行队 以系统那疯狂的速度 向太空进军 所需要的宇航员数量将极为庞大 估计507所都训练不过来 而且邻居可是打算把工程师们 也送进太空的 跑那么远去京城太麻烦了 不如自己建个训练中心 弄个飞行队 发扬一下员工们的飞行兴趣 顺便自己也练练 每天趁高管不注意 悄悄咪咪的坐上XN90飞船就上太空 连发射准备都不需要 而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性 邻居决定先自行设计一款入门小飞机 展开图纸 偶尔辈分流荡用的图纸没几张 你叫什么名字 入职多久了 我叫王寻 之前在石飞做副总工 入职四个月 之前设计过一种运输机 邻居一愣 他只听说过 成飞 沈飞 闪飞 哈飞 宏都 这个石飞是哪里 石飞SJZ飞机制造厂 见王寻点头 邻居不由的疑惑起来 我感觉都没听说过石飞啊 你还是运输机的副总工 怎么这么轻易的就被放过来了 王寻吱吱吱吱半天 满脸尴尬 然后才说道 我设计的运输机是 运武币 运武 就是五十年代 我们访联盟四十年代的 安二哪个运武 邻居的脑海中 浮现出一架双翼螺旋桨老爷机 顿时明白 王寻为什么轻松跳槽了 算了算了 做到航空部主任这一步 肯定系统升过级 我打算成立一支航空队 培养我们自己的宇航员 你觉得该怎么做 见邻居掠过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王寻松口气赶忙回到 那至少要有一种低速初级教练机 一种中级亚音速教练机 一种高级超音速教练机 飞行员是循序渐进培养的 周期至少两年 邻居 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飞机设计出来 可以买星远自己生产 买太贵了 王寻赶忙拍胸脯保证 绝对没问题老板 这些飞机我就能设计 用不了多少时间 在他看来 这可是提升航空部地位的好机会 现在公司内排第一位的是 郭森领导的宇航动力部 第二位是安德罗夫的火箭 飞行器设计部 第三是电子部门 航空部几乎都要排到末尾去了 区区几架教练机 他这个B级工程师还设计不出来 王寻的动作比邻居力所多了 打开电脑随便几下就画出了一张三式简图 低级教练机 时速要控制在300公里每小时以下 这是给新学员练手的飞机 可以采用便宜皮式的活塞发动机 马力300匹就够了 用前三点起落架滑动坐舱 邻居看了看简图 这不就是初教六吗 但王寻也知道这一点 辩解道 这种初级教练机的构型都是大同小异 直接超成熟的设计就行 不需要怎么修改 邻居 不行 初教六太落伍了 不符合我们的定位 这个坐舱给我改成流线型的水滴坐舱 成本不管 王寻表示 你是老板你说的对 马上修改测试图的坐舱为水滴坐舱 还有 我记得螺旋桨飞机是不是有旋转扭矩 需要飞行员手动登斗配屏 是的 不过低级教练机问题不大 学员能克服的 给我改电传飞控 让计算机配屏 要让学员像游戏中那样轻松的飞行 给着破螺旋桨机上电传飞控 王寻觉得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老板的奢侈了 但邻居的意见还远没有结束 前轮也要整流罩 要让飞机的表面光滑且轻盈 机头 为什么还有裸露的操控线 全部机内部线 液压传动 最后 王寻在心里估算了这架豪华Pro-X版的初级教练机 觉得成本至少翻了三倍 而这时邻居才勉强满意 又问了句 发动机呢 我们就没必要造活塞发动机了吧 王寻 确实没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找南方汽车 弄一台风冷增压的V8航空发动机就行 这个也简单 那就定型 就以首字母命名叫CJ01出轿机吧 多久能生产出来 20天 成本35万左右 邻居想了想 觉得这个级别的飞机可能确实没啥难度 以星远的生产能力20天还真不夸张 那就先生产50架吧 终极教练机呢 是用螺旋桨还是喷气发动机 王寻随意在纸上写写画画了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 小型喷气发动机效费比不高 但这个级别的螺旋桨飞机 起码要1200马力 成本也不低 不如就用涡桨发动机 成本和功率都不错 重新设计也要不了什么时间 而且马力够大 我们用共轴反桨设计 从根源上避免了牛局产生的滚转力矩 要是有2000马力的话 飞到1050KH没问题 成本控制在180万左右 涡桨发动机也是喷气发动机 不过输出功率的方式 由主轴带动螺旋桨和喷气同时输出 因设计不同 输出功率的比例也会有差异 大马力涡桨发动机成本 反而会比活塞发动机更低 王寻这一次画图的速度慢了些 毕竟要考虑到 涡桨发动机的体积和重心 以及外部阻力 最后让一张整体成流线型的 共轴反桨螺旋桨飞机 这张飞机设计早就被前人用完了 这也只能输途同归了吗 D级教练机CJ01采云 魔改电传加强版初教6 中级教练机ZJ11飞龙 现代化改装版维斯特兰飞龙 高级教练机GJ21流星 装备单台XW9的防板雅克130 虽然说起来是全字眼 但由于这些类型的教练机最优构型 几乎都被人用过了 王寻也就直接开抄 邻居最后也只能如此 就当是节省点研发时间了 三种教练机各50架 平时各类一次启用40架作为训练 10架作为备用 这150架各型飞机准备用20亿完成 其中17亿都是为了造流星式高教机 第一批10架采云20天完成 飞龙需要60天 流星需要90天 其中 首批采云出教机 将由邻居董事长担任荣誉总师 负责了座舱内油门拉杆的设计 与此同时 邻居宣布 公司内所有员工 下至安保和食堂大厨 上至董事长自己 只要体检合格 全部要每周日抽出4个小时 学习飞行技术 参与公司内部的飞行学校轮流培训 合格的兼任未来驾驶员 不合格也要掌握基础航天知识 成为载荷专家 按照获得的飞行技能级别 可以每个月拿到不同金额的津贴 1000打底 全公司都深深震惊于邻居的周末 还要压榨他们的疯狂举动 但考虑到有津贴 上下倒是没有什么反对声音 虽然星远实行双修制 是 但由于近一年来的疯狂工作 实际上加班很严重 周末要是能去开开飞机也挺不错的 11月11日 第一批彩云还没有下线 但是穷州发射场又竖起了一枚星远2号 这枚星远2号 和以前的不一样 头顶的整流罩 要大出舰体一圈接近8米 而且包裹的载荷明显很长 使这枚6米直径粗的重型火箭 都看起来有些单薄 X-62型云工空间站 在5天前总装测试完成 由1276背负空运到穷州 放下了重型火箭短时间内发射次数的记录 航天局对可回收火箭的渴望更加迫切 星远在穷州摆了两发星远2号 工厂里存着一发 可光是那两发回收轮替使用 就能轻松短时间不断向太空投射质量 那可是重达1300吨的火箭 制造这样一枚火箭怎么也要两个多月 但如果可以回收 就只需要准备10天左右 装上新的二级就能快速发射 成本低环效率高 虽然星远2号已经成为穷州的老熟客 但来看火箭发射的人却丝毫没有减少 全国有多少人想到现场看火箭发射 不知道就算只有2000万 20万人一场也有100次了 穷州政府粗略统计了一下 今年光是火箭发射带来的游客 就是当年的旅游经济总额 相比去年上涨了整整30% 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次的云工核心舱发射 同样也吸引了很多人 其包括很多老外 比如在习的路西亚航天局局长尤里 上次联盟TMA17M事故 对整个路西亚航天造成了重创 国际上对路西亚的不满更多 纷纷寻求其他航天机构或者私人航天支持 也不愿意做毛子的铁罐头了 好在游里的官位没丢 反而戴罪立功 跑到华国来寻求合作了 合作的内容有两个 一是航发尾在推动的大型空间站计划 二是载人登月计划 不过华国航天局的态度明显不怎么热情 可能是因为太忙 也可能是觉得路西亚的航天技术 已经没太多是他们需要的了 就算是真有眼馋的技术 为什么不去找星远呢 游里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即使被赶到穷州看火箭发射 也还是赖着不走 好在发射管理局的黄局长接待他 还是很客气的 还挺聊得来 游里指了指星远二号遥六的整流罩 黄 这个空间站仅次于阿美的天空实验室 但技术要先进得多 空间也大得多 将它仅仅是作为旅游用途太奢侈了 如果说我们的航天员是挤在单人帐篷里 你们的就是戴泳池的豪华庄园 黄局长 云宫核心舱其实是商业性质的 这本就正常 明年发射的天和空间站才完全是科学属性 到时候云宫核心舱会完全对外运营 游里 天空空间站 它也会对国际合作开放的 对吗 黄局长 我觉得是这样 但很抱歉 我和这些没有关系 我只是个发射中心的管理员 看 火箭要发射了 星远二号遥六火箭的七台甲烷机点火 甲烷燃料发动机 在飞离地面后几乎看不出颜色 只有底部的发动机喷口 发出浅蓝色的光芒 但隆隆的声音丝毫不减 发射控制室里都能感受到 哎呀 星远这么高频次的发射 隔几天还有一发星远五号 还是送我们的航天员上去 五个呢 比神舟飞船还要多一个 嗯 第一批空间站进驻的航天员数目也确定了 航天员大队一老带三星四个人 星远也是一老带一星 老指的是周锐 他将会和一名星远招募的 只有五个月训练的专业飞行员一起上去 原本赵小文是要上去的 但星远好像开展了激光项目 正好赵小文是这个方向 现在估计在筹备团队呢 所以 周教授只能在刚交了两个月星生后 又不得不上天凑个名额 作为本次任务唯一的载荷专家 本次任务由航天员大队柳明担任指令长 兼团结号驾驶员 总共六名航天员一次性送上太空 仅次于阿美航天飞机的七人 尤里只感觉羡慕不已 明面上路西亚一直是国际空间站 唯一的载人任务承接方 但其实都是为了美元再给阿美打工 依然是处处受排挤 他们几乎没怎么往上送载荷专家 因为现在的路西亚 已经没有进行这样太空实验的经济实力了 他想到了来华国前PUT的要求 想办法参与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 一起建设科研站 把路西亚人送上月球 再不计也要在这一次谈妥天空空间站 ISS虽然201年才算正式建成 但由于技术较老 以及前期舱段使用强度高 寿命顶多还有五年 NACA暂时也没有力量在组织造星的ISS 所以提前找好下家很重要 不过路西亚倒也不是第一个如此想法的 意大利早就开始行动了 除了路西亚的尤里 安托万和巴迪斯 这两个来自法国和意大利 国中奇葩的航天局负责人也低调的到了华国 他们的目的和尤里相同 也是奔着月球和空间站来的 世界四大航天机构 欧空局 NACA 路西亚航天局 华国航天局 理论上 华国航天局的实力是最弱的 欧空局联合起来的技术力量其实很强 路西亚航天局属于是技术底子 有蛋没钱 NACA是太杂加大业大 干啥都费钱 欧空局有钱有技术 然而确实最混乱的 整个欧洲那么多国家 基本都是你擅长燃烧式 我擅长涡轮泵 它设计舰体很厉害 都有在某个领域有非常不错的实力 却缺少全方位整合 不能亲密无间的团结起来 就比如现在阿美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和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很不一样 对11个国家开放了合作 其中自然包括欧洲国家 但问题是 阿尔特密斯计划是要排队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NACA搁起来 那也是一个遥遥无期 指望他们没戏 虽然华国航天局 现在连重型火箭都没有 但作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 钢铁产量超过第二到第二十名总和 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要是真发狠 一定要登月 没有谁会怀疑不成功 更离谱的是 华国竟然还养起了一家 与各大航天机构 并肩的私人航天企业 同样有进行载人登月的潜在实力 着实让人羡慕不已 两人和尤里一起在京城赖了几天 航发委内部也在讨论要不要接纳他们 航天局当然是接受的 不说法国和意大利 还是有不少独门技术 单单这件事的国际意义就必须争取 只是天宫空间站是航发委运营 星远与航动力的意见同样重要 所以把问题抛了过来 星远的联络人得到邻居的授权后 表示同意 除了一些必要但能理解的限制措施外 几乎是对天宫空间站放任不管的态度 航天局有些欣慰的同时也暗自疑惑 这么重要的空间站怎么邻居都不上心 直到11月13日 航天局向已经对接的云工天宫二号组合体 发射神舟11号飞船的时候 才了解到一个消息 星远向下游企业发送了新一轮订单 其中一个企业属于航天八院旗下 经过这批零部件推断 他们将用于直径至少10米的巨型火箭 大佬立刻在星远公司的官网上找 迅速找到了对应的火箭 是星远三号巨型火箭 这枚火箭之前定下的参数出现了小幅度变化 11米直径和底部19台K380的布局没变 推力从7300吨涨到了7500吨 起飞质量5900吨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2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101吨 比之前宣称的运力参数要低一些 但也代表着这已经不是PPT 而是进入了实质的论证研发制造阶段 是真的打算造出来了 真是见了鬼了 大佬翻看数据的时候 正在载人航天办公室 正好来这里修改月球科考战计划的蛇院士也在 蛇院士探头过来 了解到星远宇航 现在很可能正在制造星远三号巨型火箭 脸上的惊讶 让一张老脸都有些变形 星远二号的CBC构型都足够登月了 他们的火箭可靠性也不错 怎么还在研究巨型火箭 这比长征九号都夸张了 现在说的长征九号还是最初的老构型 四个助推器各两台YF130 星级四台YF130总推力5700吨 设计禁地轨道运力150吨 已经比土星五号强多了 结果星远三号就已经夸张到了 起飞推力7500吨 蛇院士不是怀疑星远的技术实力 毕竟这家公司跟开了挂一样是真的离谱 那些就算是从国外偷都偷不到 但是他们造这么强大的巨型火箭干什么 登陆火星吗 等等 还真有可能 大佬见蛇院士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脸色铁青像便秘一样难受 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听到了邻居可能在准备登陆火星的说法 你确定 登陆火星 那恐怕不只是火箭够了就可以吧 登陆火星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箭 从上个世纪各国就认证过至少要300吨重的飞船 但星远三号发射两次就够了 十米直径的舱体也只可能是为了远航而准备 只有这样大体积的飞船需要巨型火箭 而且 星远现在不是在开展和推进计划吗 加入A100的话 成功率就接近99%了 聚月球才几天 根本用不上 嘶 大佬一口吸掉了半屋子的凉气 另一半舌院士已经先吸走了 导致其他人都感觉温暖了不少 他又双弱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缓了好半天才说到 这事先不要上报 这探娘的 我们总不可能跟一家私人企业 无止境的太空竞赛吧 这也仅仅是个猜测而已 不要先下结论 舌院士 可看看他们对空间站那么不上心的态度 还有什么比这更迷人呢 不会的 这些子系统即使要做也要三四年以上 再说登陆火星也有窗口限制 至少登月计划结束的时候也不会开启 舌院士一拍脑门 还忘了这茬 下一次火星探测窗口期是2018年的5到6月 要是真去的话 肯定要先送无人探测器过去 在后面的窗口期都是2020年和2022年9月了 再怎么激进也得到7年后去了 是我起人忧天了 只要不是登陆火星 还有什么比登月更厉害呢 五院 李喜作为长征五号总师 向团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两个坏消息 坏消息 长征五号计划终止 项目取消 好消息 团队不会解散 并且将会追加30亿元的经费 换消息 他们要搞新火箭 比长征五号更麻烦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代替长征五号的 不是私人公司新元宇航的火箭 而是长征十号 长征十号禁地轨道运力110吨 看上去和定位30吨 利用运力的长武似乎没有关系 但不要忘了 长征十号捆绑了4枚助推器 医院经过研讨后 又把拆除了长征十号甲 和长征十号乙两种火箭 长征十号甲 将4个助推器减少到2个 起飞推力1956吨 起飞质量1500吨 利用运力70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27吨 长征十号乙 光感型 没有助推器 只有星级的两台 YF130 起飞推力978吨 起飞质量777吨 利用运力24吨 长征十号乙 与长征五号运力接近 所以 长武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反正都不能复用 不如缩减一个项目 不过团队依然要继续工作 而且交给了李喜一个重任 发展星 长征五号 航天局要求新长征五号 使用6米直径舰体 塞下7台YF135 制造起飞推力2600吨 起飞质量2000吨 近地轨道运力60吨的 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火箭 二级火箭发动机 将采用全新设计的YF90 220吨级分级燃烧循环氢氧发动机 月球轨道运力可以达到24吨 同时发展新长征五号的CBC构型 初步命名为长征15号 21台YF135起飞推力7812吨 起飞质量5780吨 将近地轨道运力增加到185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74吨 作为未来的廉价重型火箭 和后续月表建设的主力 要求在2020年前首飞 长五光感型和长五CBC的长征15号 足以取代长征10号系列 够强大也够便宜 要知道老长五从2009年立向 预计2017年才能首飞 历时8年 而更加疯狂的新长五连发动机 都还没影子呢 就要求5年首飞 YF135是YF130的后续型号 早就有所规划 但燃烧是360吨推力 刚好可以用作未来 可重复使用巨型火箭的发动机上级 也是真被逼急了 使劲加大投入 航天局的未来 将会是快乐与痛苦并存 今天有点忙 晚上没时间叫对稿子 就一起发了 11月19日凌晨6点 穷州航天发射场 6名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上宣誓 穿着星远的舱内航天服 各自提着小空调 通过媒体夹道的红毯 坐上考斯特 星远公司委托制造的航天服更先进 轻便 航天局经过思虑后 便在本次团结号任务中 统一使用星远的制式航天服 反正都是用撕起火箭 和撕起航天飞机了 就没必要再坚持 用自己的笨重航天服丢人 况且 团结号是航天飞机 指令长要是穿得太厚重 在手动操控的时候不太方便 可能会误处 之前发射神舟11号飞船的时候 航天局也有过 要不要也用神舟飞船 送上去三名航天员的讨论 最后还是被否决了 天宫一期三个部分 容纳六名航天员刚刚好 神舟飞船送三个团结号航天飞机 送三个图什么 干脆直接把神舟11号当货运飞船 用塞进去了不少补给 在以后 神舟飞船主要充当的应急逃生船 和为组合体提供动力与电能 航天飞机不方便时 也方便接航天员返回地面 六人在发射前四小时 钻进了团结号内部 各自在固定好后 就等待一遍遍重复性的字简 还能彼此聊会天 这次飞行任务科研卫并不浓 除了周瑞是实打实的载荷专家 其余都属于职业航天员类型 航天局三个 星远一个 四个星人和两个有经验的 要在天空进行三十天到九十天的太空生活 下来以后 就都变成有经验的航天员了 之所以浮动这么大 是因为此前 航天局在太空人员驻留的最长时间 也不过十五天 虽然天工一期 已经足以支持航天员长时间生活 但能不能适应 还是看实际情况 整个航天飞机机舱里 周瑞是最轻松的 反正对他来说 每一次飞行都是绝妙的享受 鬼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 赵小文本来都准备好了 却被拉去搞激光 星远就把他推了出来 邓磊则是因为 连续执行三次高强度飞行 在地面为公司培养菜鸟 下一批轮换才到他 柳明 指令长 驾驶团结号的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哈哈 柳明此时已经设定好自检程序 伸出手来给 柳明执行了航天局第三次载人任务 当时的情况他 现在都记得 那是华国第一次太空行走任务 先是舱门打不开 被张志光硬生生撬开 然后又是轨道舱暴火警 两人都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而且舱外语航服太急 两个人在飞船里行动 都要小心翼翼 哪里像团结号 每一个座位旁 都有大面积闲窗 几亿几能布设四个座椅的成员舱 只宽松地放了两个 并排的成员互相伸胳膊 都很难摸到 他现在很庆幸 当初星远公司和航天局 开展联合训练 他去乌兰哈山基地时 蹭了接近200小时的模拟机 选拔团结号摇四任务时 全队就他的模拟石长排第二 当选了指令长 第一 李队长是被载人航天办公室 合力按住的 说什么也不让他去 团结号现在挺出名的 在执行摇二任务 救了三名ISS航天员后 进步号也被政府授予了 英雄航天飞机的称号 专门在尾翼上刷了一颗红星 上午9点 搭载团结号航天飞机的 星源5号火箭 在穷州航天发射场03工位发射 将6名航天员 送入400千米轨道的天宫空间站 在进入禁地轨道两个小时后 团结号接近天宫空间站 用机背上的对接口 对准云宫核心舱的节点舱 此时的天宫空间站 是一个钉字形 天宫2号和神舟11号 相互对接在一条直线上 占用了两个0 9米远口 节点舱还胜轴向的一个2 5米方口 以及一个与团结号对接的0 9米远口 对接程序是完全自动的 柳铭的任务只是起备份作用 此时他和副驾驶的星源职业航天员胡东 一起紧张地看着对接口摄像机 在RCS的作用下 团结号不断移动 终于在激光对准后轻轻上行 一下微小的轻震过后 稳稳地被节点舱抓住 头顶舱门的指示灯变为绿色 显示节点舱积压与团结哈内部相同 可以开门 六人开始解下安全带 胡东在控制台上按下电动开关 舱门发出电击动作的嗡嗡声 然后向外打开 柳铭抓住对接口的内壁 轻轻用力就飘到了节点舱内 然后就忍不住狠狠吸了一口 空间站的循环空气 节点舱的长度是6米 宽度7米 出去对接通道的内部方形空间 是3乘以3乘以4米 这就是36立方米的空间 已经和天宫二号的40立方米差不多了 而且由于舱壁是柔和的白色观感更大 感觉一般的大卧室也不过如此 随后其余五人也一个个进入节点舱 同样发出了感慨 仅仅是节点舱 容纳六个人都不觉得拥挤 然而和他们不同 在地面指挥中心和例行的新闻直播里 画面中的航天员居然半天愣在节点舱 地面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六人在回过神来之后 就按照预定程序 先进入核心舱 XS62行旅游舱 云宫二 五乘以二 五米的超大型方口 比以前神舟飞船狭窄的对接口大太多 但看可能不觉得 但当三个航天员几乎是同时并排通过时 一下给了所有观众巨大的震撼 那可是二 五米方口 航天员平均身高才一米七出头 可以站着通过 而不是跟爬下水道一样 小心地从通道中钻出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周锐 他看到的是云宫核心舱的内部 入眼就是宽度和高度均为四 七米的方形舱是 云宫核心舱内部的形状有两部分 挨着核心舱是宽度四 七米的正方体截面空间 后半部分是直径六 八米的圆形空间 由于改成了六个单间卧室和增设服务设备 空间体积从620立方米降到了560立方米 但依然宽大的令人不相信这是能在太空获得的享受 而在地面的主要直播群体电视机前 也有无数人挖的叫了出来 他们的印象中太空舱就是一个闷罐子 又小又窄 结果这宽敞程度完全是将过去的想法颠覆掉 仅仅是计算方形空间的面积就有96平方米 不算公摊的30一厅也就这么大 而圆形空间还提供了360立方米的空间呢 不过相对于地面观众只会挖的感叹 天生的人更关注的是其他 比如ISS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 他们也在看直播 云宫空间站的大确实令人羡慕 但最最让人眼红的是画面中 周锐随手拉开了一个舱门 那是一个面积4平方米 配备马桶和浴室的独立卫生间 还是两个之一 看着画面中近5米宽度的超大舱内空间 老马问自己的助理 我们可以造这么宽的舱段吗? 可以 但猎鹰9的直径只有3 7米 这么大的空间站加上整流罩后接近8米 太大了 重型猎鹰有足够的运力 但是不能把它发射上去 老马不说话 只是用手撑住嘴 拇指放在鼻尖 原本SpecX一直以天空领域的探索者自居 即使猎鹰9之前不断失败也没有打击它的信心 但星远公司的出现确实给了老马极大压力 虽然即将出现的重型猎鹰足以与星远2号火箭抗衡 但却是这个构型的极限 舰体也不如对方 载人方面也是 极大落后 二代龙飞船其实已经具备载人飞行能力 但离承接载人飞行任务估计还有不少麻烦 阿尔特密斯计划的基础部分已经竞标完成了 猎鹤座飞船由洛克马丁炎制 服务舱由欧空局负责 着陆器大头是蓝色起源 小部分交给SpecX 不过SpecX的作用还是很重要 重型猎鹰火箭是目前唯一能向月球投射26吨物质的重型火箭 只是这样无法复用 所以得制造两发重型猎鹰 而且最后全都会被丢弃三发SLS 三发重型猎鹰 SpecX已经在阿尔特密斯计划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但老马还是不满意 因为星远又提出了更加强大的星远3号巨型火箭和核动力航天飞机 而它的星际飞船还在设想之中没有具体方案 后世为新建奠定基础的猛禽夜阳甲烷发动机还没有出事 要2016才有第一代猛禽式车 但已经被定位了SpecX未来的主力发动机 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B14发动机本来进度也十分缓慢 但在星远2号成功后立刻加大了资金投入 一旦成功250吨的推力会比星远的M220更强 阿尔特密斯计划太落后了 老马突然说了一句 助理知道老板又要有新想法了 NACA选定了贝佐斯的蓝月着陆器 它除了大以外和阿波罗计划没有任何区别 飞船和着陆器依然分开 依然需要多次对接程序复杂 SpecX要比所有人更领先 我们想个办法 别让宇航员在一个个舱段里跑来跑去 让飞船能够降落在月表并返回 马一龙打开手机的备忘录 用扭曲的线条画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是一个头部扁平的子弹型飞船 上下各有两个小翼 这样的飞船既能登陆火星和月球 也能在大气层内着陆 它是真正的飞船 我管它叫Starship 星剑 我知道工厂里有推力更大的夜氧没有发动机 但是甲烷才是在未来的行星是可以制取的燃料 所以下一步我们依然坚持甲烷动力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三天后 当邻居坐在彩云教练机的后座由邓伟带飞 起飞前刷了刷手机 逛小蓝鸟发现了特别关注的消息提示 老马发布了SpecX的下一步目标 是星剑和他印象中的有所不同 但大体上的设计已经出现了 这该死的世界线修正里 啊 老板你说什么 座舱盖尚未关闭 由南方汽车制造的V8风冷汽油机带动螺旋桨产生巨大噪音 邓伟一时间没听清邻居在说什么 我说好好干 下一批空间站轮换你上去 邻居的声音和之前差不多 但神奇的是邓伟居然听得很清楚 兴奋的带着自家老板快速起飞 在机场周围的树林上高速飞行 彩云的平飞速度只有290KH 对于邓伟来说慢的和风筝没区别 但对于只顾着看地面景色的邻居来说就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激动地在无线店里大呼小叫 而空管则只是不断要求邓伟不许做特技动作 以使弹射座椅的成功率最高 作为老板邻居当然是特技飞行员代飞一对一教导 上理论课后每天还能体验飞行 其余公司学员则是由聘请的退役飞行员小搬交也能被代飞 不过时常要少得多 11月24日 长征6号摇四火箭在宾州航天发射中心竖起 这枚火箭没有卫星任务 一级以上全是配重 显然是测试用的 在8月份利用从星远购买的回收控制系统进行一次成功回收后 8月的压力其实更大 利用摇三任务的一切数据对自己的回收系统进行改进 总线改了购买了RX-01版卡 并行处理能力翻倍提升 姿态库增加了很多数据 毕竟有一次成功经验 努力往这上面靠就对了 虽然星远的回收控制系统进行了加密 但外围部分还是不可避免的被解析套在了自家的系统里 为了最大化成功率 8月极具创造性的制造了一套模拟软件来模拟进行火箭回收测试 而且为了真实性采集了相当多数据 然后拿到超算里跑 新一代的回收系统内部代号云开 在超算里已经模拟了上千次 实在是挑不出毛病了 下午14点 长征六号摇四火箭进行了自研回收系统的第四次测试 在一众研究员紧张的担忧中 火箭顺利拖着菊黄的尾燕升空 顺带一提 拼了命搞YF-130的六院居然有余力再小改了一下YF-100K 增大压力将推力提高到了130吨 数分钟后 长征六号摇四火箭已一定轻角向着陆场降低高度 这并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为了流足调整余地 随着火箭慢慢逼近地面 河唐的脸上不断涌出痘大的汗珠 几乎忘记了呼吸 100米 80米 15米 支撑腿在一秒内展开 发动机持续降低推力 当支撑腿的尖角快要触底时 立刻关机 以免回流对底部的管路产生烧食 一击火箭在地面上重重弹了一下 然后立住了 一众研究员强行按耐住 跑进热浪滚滚的着陆场的冲动 激动地将河唐抛了起来 现场不断响起了掌声 今日下午15点许 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运载火箭回收试验 火箭类型是长征六号复用型 由航天局第八研究院负责研制 研制过程中 团队遭遇了许多困难 也经历过失败 但在团队总师 八院副院长河唐的带领下 创新研究手段 加强人员斗志 通过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 大大减少了数据收集成本 使我国拥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回收技术 晚上 邻居看着CCAV新闻里的播报内容 不服气的撇撇嘴 长征六号成功回收 华国航天局 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火箭垂直回收技术的机构 拿到了铜牌 不仅是八院洗劫而弃在庆功 其他火箭团队也都纷纷松口气 因为这起码说明 他们正在发展的可回收火箭不再是空想 确实有基础了 然后六院也传来好消息 在研制YF-130后 他们将获得高压燃烧式技术 YF-482单燃烧式的推力是240吨 而六院将会在YF-130后 有信心开发在YF-130上出来的 单燃烧式推力360吨级的YF-135 YF-135推力预计360吨左右 推力是YF-130倍 并且因为是单燃烧式所以可复用 预计2018年研制成功 回收控制技术有了 发动机也将要有了 航天局立刻规划了自己的巨型火箭长征9号 长征9号 预计采用11米直径舰体 光感构型 一级安装29台YF-135发动机 以16架10加3布局放置 起飞推力10788吨 起飞质量8500吨 利用近地轨道运力380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150吨 从直径和发动机布局上 看长征9号和星远3号一模一样 后者只不过是装备19台380吨 即发动机K380而已 总推力7500吨 长征9号回收时 准备用星级的三台发动机 进行减速调整 还是11米直径 这显然又是一个难关 不过航天局对长久的研制时间 放得比较长 那个时候的控制系统 应当已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可复用的长征9号航天局觉得 差不多已经是化学火箭的极限了 再往上也没有什么必要 那是空天飞机该干的事 没错 空天飞机计划也随着因登月引起的 对航天的资源倾斜加速了 并没有因为火箭回收而被放弃 原因很简单 这是前老留下的计划 对于航天界的大智圣先师 政府选择无条件相信 星远宇航动力附属专科学校 不 是南方航空航天大学 这块牌子在航空航天学院成立 周教授和赵教授从太空中返回后 就拿到手了 年纪近70的校长 亲自帮着 把早已准备好的流金招牌换上 周围的高校都说 他是背离了公办学校的初衷 做了星远的走狗 蒋校长想说 做狗有什么不好的 在暑假里 学校就开始扩建施工 准备用一年的时间将面积扩大三倍 增设约二十个专业 师资力量再扩大一倍 不过不行 实力优秀的 只在学校挂置人都关在BG基地了 实力不错的大多数时候 也在搞星远发的研究任务 再不扩招真不行了 此时 邻居正饶有兴致的参观学校 这里已经大变样 和以前相比有太多变化 首先是校门就很夸张 原本的两边的建筑被削平了 摆了两个一 一的刚至星远二号火箭模型 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怎么说呢 要说土吧 又是真高科技 但是看着又是真的土 校门的后面是一个巨大的带水池绿地公园 外面是环形栽种的灌木和树 正中间的老绒树被移走了 换成了一个上翘的H1进步号模型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他们新建的教学楼 还是环形宇宙飞船造型 准备以后把航空航天学院搬过去 其他人什么想法 邻居不知道 但林总很开心 童培强 童副校长带着邻居 走到航空航天学院的教学楼里 自豪地展示上课中的学生们 林总 我们可是把最优秀的学生都集中到这里了 只要是工科专业 成绩好的都从其他学院调集过来了 以后 这里就是航空航天人才的摇篮啊 两千多名学子 怎么也有一千个能有出息吧 邻居看了看教室里面上课的学生们 此时是12月 天气已经很冷 但教室里竟然没有空调 或许是看到邻居皱眉 童培强马上说道 有中央空调的 学校的预算那么多 不差这点钱 今天这栋楼的空调在清洗 所以没开 邻居抬头一看 果然天花板上是有空调的 但他也只是点点头 看着这些活力四射的大学生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童主任 我觉得现代大学生 越来越不注重体育了 得开展一些活动 增强体魄 童培强搞不清楚邻居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直觉告诉他邻居肯定有什么想法 我们一直很注重体育课程和户外活动 体育学分的比重很高 我们也在积极组织学生们进行课外运动 邻居点点头 然后说了一句 童培强始料未及的话 不如让他们来学开飞机吧 就初级的螺旋桨教练机 我们公司生产的 童培强 一众校领导 不是你们心远路子这么野的吗 这就是你们开展的活动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而邻居还在自顾自说下去 既然是航空航天学院 不会开飞机怎么行 只要身体合格的 视力带了眼镜没问题的都可以来 星远为每一个学员 提供80个小时的免费飞行时间 这80个小时是上机飞行的时间 中间时速参履星远全包 飞行学费免费 也没什么额外条件 愿意来的只要报名 我们商量的时间直接来基地飞 反正这片天空是属于星远的 无需寝视就能飞 那个 教职工可以参与吗 好半天 童培强才问出一句 与星远有合作关系的 可以有200小时免费时长 过了时间后 星远补贴200 就按400亿小时算吧 其余人吗 或许会有对外开放计划 现在还不确定 星远公司采购汽油 自然也是很低的优惠价 只不过对外肯定是报市价而已 其实每小时飞行成本 是不到400元的采云出教机 又是活塞机 皮是耐操几乎不怎么需要准备 对内自然可以收低价 就算是免费 其实也问题不大 顶多不过几个亿的开支 但收获的是一大群预备工程师 还是身体素质良好 能上太空的那种 这 我觉得可以 佟主任本来想说他回去商量一下 但出口却变成了同意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邻居的想法他也一清二楚 但他还巴不得拉近关系呢 要是航空航天学院出来的 都去星远工作 关系就更牢靠了 在决定推行和计划后 星远公司内部开展了 正式的登月方案计划制定 七八个工程师和邻居 待在阴暗的小黑屋里 一起进行着头脑风暴 首先登陆月球要准备什么 第一 你需要至少完成一次无人探月 发射一颗卫星抵达或者飞掠月球轨道 寻找合适的降落地点 第二 通信中级卫星 尤其是在需要到月备执行任务的时候 由于背对地球什么都发不出来 必须有还月运行的中级卫星 这个中级卫星可以提前发射 也可以后续跟登月飞船一起发射过去 第三 登陆器 返回飞船 着陆器 在过去这些是装在一起 作为登月飞船整体被巨型火箭发射到月球轨道的 阿波罗计划和前联盟策划的N1火箭登月都是这样 而在内部正式提出登月计划后 星远的工程师们想的周到的多 写出了两个版本的登月草案 第一种 前提是NAP无法按时投入使用 较为保守 先用一发星远2号甲 即CBC构型的星远2号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50吨 往月球轨道送一个大型舱段作为空间站 然后取消中间的二级火箭 在侧面挂上大型航天飞机实施登月 制造H2型大型航天飞机 长度约74米 自重85吨 最大起飞重量132吨 搭载三台A100核热发动机 12吨甲烷 可搭载成员5人 服务舱和成员舱加起来 共70立方米空间 同时也建造甲烷机的常规版 除了不能远行外 其他指标差不多 专用于禁地轨道任务 H2可以先用一次无人任务 用货舱送过去35吨载荷 包括月球车 居住舱和电站 第二次载人任务送过去5名航天员 回月球轨道 将上升器与空间站对接等待重复使用 然后5名成员坐着航天飞机 回到地球 完美 第二种 NAP如期研制成功 制造采用6台NAP的行星飞船 XN90 取星远的首字母X 原子动力的M 数字是自重90吨左右 自己就从地面起飞到太空 然后在地球轨道的空间站 加住燃料 飞往月球 着陆 起飞回地球轨道 空间站加住燃料 着陆到地表 XN90同样可以带5名航天员 将返回舱 轨道舱 着陆器 上升器 融为一体 着陆和起飞 就像星球大战电影里一样 喷着火焰就飞向宇宙 科幻程度MAX 不过 虽然两个计划区别很大 但都可以用得上还月空间站 以及先发射过去无人建设的月面基地 郭深规划的星远 现在就能做得前期准备 先发射两颗卫星到月球轨道 一颗探测月球背面可能存在水的地方 一颗作为通信卫星保持不间断联系 找到水源后 就先用星远2号或者星远3号去建设基地 发电站 居住舱 飞船着陆场 以及能合成甲烷的燃料站 然后是还月空间站 提供居住场所和载轨燃料加注 月面的燃料站 可以通过无人的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 燃料上升器 没事就运点甲烷上来 以及建设禁地空间站 可以和天宫空间站一起 也可以独立运行 不管是H2还是XN90 都用得上这些设施 以上任务 都需要发射5-6次星远2号甲 或者星远3号这样的巨型火箭 加上空间站等 前期投资准备80亿元 内部计价不公开 而H2或者XN90的造价 将在20-40亿元一艘 非常昂贵 NAPE和A100和推进计划 耗资约在300亿以下 整个登月计划的预算 初步定位400亿元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没有 关于禁地空间站 安德罗夫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 前进大型离星式空间站 回转半径60米 以每分钟二圈旋转 可产生零 28G重力 空间站有两个纵向的 14米直径核心舱 和中间的节点舱 作为旋转中央 向外辐射出6个辅条舱 连接外圈的舱室 外圈上有12个舱室 是边长11 8米的长方体 其中6个与辅条舱相连 彼此之间通过环形管道连接 轴线两个大型舱段 和一个节点舱 重量共220吨 6个连接通道直径5米 每个长度43米 重量30吨 离星舱每个长度44米 重量90吨 连接的环境管道 每个重5吨 组装质量220加30 乘以6加90 乘以12加5乘以12 等于1540吨 而后续在添加燃料或者物资后 可以超过1800吨 12个离星舱中 6个是成员舱 一起提供2400平方米空间 6个电力 燃料 储备的服务舱 整体可供成员的活动空间 高达32000立方米 在轴线上还有4个大型对接口 可以停靠XN90飞船 或者H2 H1航天飞机 但必须有两架在对称面 以供转动的平衡 这将是人类第一个离星式低重力空间站 停靠两架H2或者XN90 就能突破2000吨 更重要的是 0 28具重力加上不断的锻炼 已经足以保证 宇航员在太空中 两年不发生严重的身体技能衰退 而两年 应用核火箭发动机 已经能在太阳系内 完成任意行星的探测了 到时候 在前进号空间站 就能依靠在轴线上 增加不超过500吨的质量 增加包含和发动机和燃料的推进舱 当然了 前进号的整体预算也比较高 14个大型舱段 一共需要发射14次星远3号巨型火箭 12个弧形管道连接舱段 需要6次H2运送 6个副条舱 需要331组 由两发星远3号发射 光是各部分 就要发射一共16次星远3号巨型火箭 需要发射6次星远2号甲巨型火箭 运送H2 火箭发射费用就是878亿元 至于舱段 6个服务舱 每个需要5亿 6个服务舱每个0 3亿 12个弧形管道连接舱每个0 1亿 总价39 4亿 两架H2交替执行 连研发费用造价40亿 6次飞行任务成本单次1亿 所以前进号空间站的总造价就是87 8加39 4加40加6 已经来到了137亿 但这都是理想状态 算上其他支出 耗资约160亿元左右 其实 安德罗夫对前进空间站 还有过更进一步的设想 就是让离星部分转 而中轴舱段不转 需要做两个大型滑环 这个滑环必须同时保证强度 气密性 低阻力 信号核电力 交互等等 这个结构带来的问题相当复杂 气密性就不说了 单说阻力问题 离星部分可是1000吨的质量 哪怕摩擦系数很低 也会给中轴舱段带来巨大的偏转扭矩 想要解决很是麻烦 轴承都不行 安德罗夫设想的是磁悬浮 滑环的内环和外环之间抽高度真空 然后利用磁力悬浮起来 几乎没有阻力 但气密性又是个很大的问题 还有连接舰可能要承受加速的强度等等 最后干脆放弃了这个设想 以后再说 现阶段就先用着吧 转起来对接的问题解决办法也比较简单 那就是别转了 对接的时候停转 再以二转 分钟的速度自转的前进号空间站末端 最大速度也不过13米每秒 减速起来并不需要很久 就是需要生活舱的航天员好好收拾收拾 免得失众把生活舱搞得一团糟 反正是验证式的产物 这点缺点能忍受 就算是一个月停转一次都可以接受 而将登月计划的禁地空间站改成前进号 预算就不是400亿而是500亿 现在星远账上还有多少钱呢 在发射场 B级基地建设 火箭制造和人员开支以外 公司能动用的资金还剩差不多140亿 别忘了 和推进小组前期就要80亿 计划总支出300亿 等阿伯支付的尾款到账还有差不多50亿 所以和推进小组还有110亿的缺口 总的来说 星远宇航动力必须在接下来的三年多里 筹集至少390亿资金 邻居 阿伯你过来一下 9月10日 航天员训练中心 航天英雄邓蕾正在食堂跟航天大队一起吃饭 突然接到电话 喂 李阿姨啊 介绍了个女孩给我认识 周几啊 下周四啊 下周四我没空 周三也不行 诶 对 我17号还有个飞行任务 送五个航天员去国际空间站 就是一个阿美佬 两个欧洲的 一个路西亚和一个哈萨克的19号见面行步 嗯 好 谢谢莉莎 挂断电话 邓蕾看到周围的队员们都是黑着脸 想上来揍她的表情 连忙低下头加快吃饭速度 坐在她对面二代李胜 长叹一口气 哎呀 邓大航天英雄真是辛苦啊 这非一次天说的跟跑出租一样 还有些不情愿 她话一出 立刻就有很多人带着酸味复合 就是啊 三个月三次上太空 我坐飞机都没这么勤过 邓蕾你这么高强度飞行 身体扛不住吧 要不让我来 我飞HE模拟机十次九十分 就当是我帮你 不要临场掌的飞行津贴 就你这成绩 我模拟机飞行小数500说什么了吗 不如请我去 我飞过歼8-2 超音速飞行经验多得很 嗯 作为商业航天员 邓蕾每飞一次 都有20万元的飞行津贴 独立于工资之外 不过邓蕾忙碌的时间不会太长 其余招聘的4名专业飞行员 11月左右应该就能驾机上天 而且传闻邻居 会在B级基地人手充足以后 调配工程师去兼职航天员 但即使知道这样 航天员大队还是十分羡慕 邓蕾可以平凡飞天 单论太空飞行经验 很多年龄比他大的航天员 都得将他认为前辈 不过这一切很快也会扭转 因为天工一七工程 就准备在春节前 送上去6名航天员 肯定是要学习HE驾驶的 现在航天员大队 新增了个科目 非HE模拟机 120个飞行小时后 才有选拔HE指令长的资格 实际上这个数字 可能是300甚至更高 而且大队内部还有船员 李队长可能会再执行一次飞行任务 这个船员也不知道是哪来的 但是最近李队长的训练时间 明显增加了 搞得大家将信将疑 9月13日 礼拜日 阿伯航天局高层成员 大使馆全部成员 来华授训阿伯航天员 哈曼德王储 以及阿伯的一些名流 聚集在星远原来的C级基地 在忙碌自己的载人任务 制造团结号 进步号的同时 星远生产了不少的备件 7月21日载人发射成功后 C级基地也没有停工 用一部分备件和新生产的一些零件 新造了一架HE科运板 也就是理论上属于阿伯的自卖家号 工厂特意选在礼拜日下线 提前得到消息的阿伯各界人士 都赶来了这里 共同出席下线仪式 同时 阿伯国内的电视台 也第一时间飞了过来 以最隆重的布置准备拍摄 上午10点 封闭的总装机库前方 阿伯国内的乐团开始奏乐 机库的滑门向两边移动 缓缓露出里面正中央披红挂彩 机头上搭着大红花绸布的自卖家号 虽然HE的样貌 早就活跃在媒体上广为人知 但当阿伯人看见 充满忠实喜气的自卖家号 露出真面目时 还是如初次见到一样震动 领导航天局的亲王 陶醉于自卖家号的闲窗 赞美真主 看看那蓝色的闲窗 简直就像是一颗颗宝石 他看了一眼 站在旁边露出职业微笑的邻居 表情一速 在后者的一头雾水中 取下用手指上 那枚镶嵌着鞍唇但大小蓝宝石的戒指 不由分说的塞进邻居的手里 林 你永远是阿伯的朋友 华国人总是最友好的 只有你们是真心实意的 只想赚钱 邻居想要松手 但亲王身材高大 力量也不弱 牢牢将巨大的宝石扣在邻居的手心里 后者几番推脱 只能勉强接受 就在这个时候 两边的欢迎人群突然再度爆发欢呼 原来是哈曼德王储坐在牵引车里 将自卖家号缓缓从机库中拖出 两边早有准备的人们 开始向道路中间撒出大量花瓣 狂热地迎接自卖家号的出场 接着在外面的红毯上 邻居和哈曼德王储共同为自卖家号剪彩 然后邻居将一把放在透明礼盒中的钥匙 移交给哈曼德王储 象征着所有权的移交 这之后 自卖家号就正是属于阿博航天局了 然后航天飞机舱门打开 每次可以让两个人在引导下参观一圈 作为制造商 邻居首先带哈曼德王储和亲王进入 一进舱内 哈曼德王储就看到了 机舱内部有相当多的金色部分 一看就是特别设计过 使内部看起来豪华又高贵 忍不住问道 这些金色的是黄金吗 为什么团结号和进步号没有 是中文 在华国经过几个月培训后 人上人上人哈曼德已经能用中文流畅对话了 邻居和哈曼德几个月里接触也不少 一下就明白他为什么这么问 阿博人非常喜欢用黄金作为装饰 但由于自己的爆发户身份 其实一直隐隐被看不起 被觉得用大面积黄金装饰很土 哈曼德在西方留学 相比国内其他人感受更深刻 虽然喜欢却也有些害怕被说土 邻居对此则是一本正经的回答 每一批次的航天飞机我们都会有改进 金箔可以防止宇宙射线 我们加装这些金箔只是为了增强抗辐射能力而已 这个回答让亲王和哈曼德王子都满意的点头 不停地在自卖家号里都摸摸戏摸摸 哈曼德还做到驾驶时拍照发推 对亲王和邻居说道 再过不久 我就能驾驶自卖家号上天了吧 邻居 微笑 亲王 意味深长 老国王 不 你不想 在随后的参观中 其他阿博人甚至朝着自卖家号礼拜 据说阿博还请了好几位神棍 正在沐浴斋戒 不日还要来为自卖家号洒圣水开光 自卖家号的交付产生的影响力超乎邻居的想象 消息传回阿博三天后 就有无数真主信徒向阿博航天局捐款 总额超过了40多亿美元老国王阿勒特也是猛 直接宣布将天道100亿美元 花给阿博航天局 要将阿博的航天计划再次扩张加大投入 送整个中亚世界的兄弟国家航天员上天 100亿美元 哇 真是难以想象 到底是怎样的强大力量才能造出这样的空间站 在B级基地的小黑屋里 哈曼德王储和斯维坦亲王最先看到了前进号空间站的一 二十巨大模型 几乎占据了整个空间站的正中央 空间站模型用细绳吊挂在空中 在黑暗的布景和模拟的惨白灯光下 仿佛就已经置身于宇宙中一样 房间里也摆放了地球 月球 火星的模型 小半个太阳系都在这里 模型轴线舱室的上面是一个等比例的宇航员玩偶 衬托出了前进号空间站的伟案 斯维坦 零 这就是你们未来将要建造的空间站 灵具 是的 而且它将在二零二零年之前完成 并且承担载人登月的禁地轨道中继任务 还有一个小一些月球轨道用 载人登月 斯维坦亲王和哈曼德同时叫出声 接着 安德罗夫从黑暗中手持H2航天飞机的模型走出 先是放在地板上的地球一上 模拟发射对接补充燃料奔月着陆返回的路线 安德罗夫已经任命为了探月任务的总师 他绘声绘色地向两人描述了登月的全过程 加上精致模型的演示 对两人堪称绝杀 阿伯宣布 在头100亿美元进入航天 吸引了全世界的航天机构和私人公司 都在热切地上门推销 所以当邻居提出邀请 还在华访问的斯维坦亲王过来一续时 对方就知道了星远的意思 顺便把哈曼德王储也带了过来 由于研发和制造上的巨大优势 星远曾经和他们开出了相当优惠的报价 阿伯对此还是有数的 已经被阿伯仁视为中亚世界的伙伴 也希望能有更多合作 邻居当然也不辜负他们的期望 等安德罗夫演示完之后就倾咳一声 王储 亲王殿下 你们应该已经了解到 华国航天发生了重大改革 也就是航发尾的存在 斯维坦点点头 我知道 星远在航天方面的话语权 和潜在市场大大增加了 航天局有很多任务 你们都可以承接 恭喜你们获得了这样的成就 然而令斯维坦意外的是 等他说完后 邻居非但没露出笑容 反而转身叹气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怎么了 邻 看上去 你好像并不是很开心 邻居摆摆手不想说话 安德罗夫走上前 愁眉苦脸的说道 表面上看 我们是和航天局平起平坐 还可以参与重点的航天工程 但实际上完全不一样 航发尾其实是对我们更加严厉的约束 逼迫我们廉价出售技术 可以仅仅略高于成本的价格 帮助他们发射航天器 航天局将困难的项目全部抛给我们 却只以人民币计价支付 每一笔生意其实都是在亏本 就比如 我们想要执行登月任务 航天局今年的预算 采不到20亿美元 分给我们的能有多少呢 然而又是空间站 又是载人任务 其实星远现在的财务状况非常糟糕 今年全靠你们支付的一点尾款 维持工厂运转 你看我们的基地 连三分之一都没有填满 怎么能够这样 哈曼格王储听不下去了 仗义的拍着胸脯 我个人出资10亿美元 包下你们宣传的空间站 旅游10天好不好 林 我们是朋友 我应该支持你 不能这样啊 王储殿下 我应该送你一次发射 我做主 自卖家号首次发射 星远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你们在星远落小的时候 已经支持过一次 不能再这样了 邻居痛心疾首 一赴你再说 我们就绝交的模样 硬是让王储不好意思接受了下来 心里感觉更加愧疚 那么 阿伯有什么能帮得上忙的吗 如果是资金问题 皇家银行可以马上给星远 提供50亿美元贷款 暗中观察的斯维坦亲王说话了 毕竟人老成精 对邻居的话多多少少有些怀疑 不过依然表达了善意 安德罗夫适时走上前 将H2的模型放在亲王的面前 亲王殿下 我们不能用友情取换取金钱 虽然星远确实需要帮助 但等价置换才是我们的原则 说着 他在把宇航员小人的模型 放在H2航天飞机上面 距离阿美登月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世界上只有阿美人登上过月球 而我们正在努力使更多人的足迹 也踏上月球表面 斯维坦和哈曼德都捕捉到了关键词更多人 顿时心中一颤 呼吸都变得有些急促 看向安德罗夫的眼神也小心了许多 您是说 第一次登月行动的名额 我们可以为好朋友争取一个 而且 就连踏上月球表面的顺序都可以讨论 除了第一个不行 其他都好商量 好商量? 怎么商量? 当然是用钱商量 哈曼德 那阿博能插上自己的旗帜吗? 国际合作当然是可以的 不过规格必须是同样高度同样地点 只要你们出钱 好了 邻居打断了安德罗夫 看上去很自责 明明我们是为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 却好像和路边的摊贩一样 资助比较 两位殿下实在抱歉 你们还是请回吧 我不能这样做 你们已经在心愿最困难的时候提供了帮助 我不能昧着良心拿朋友的钱 这是对我人格最大的侮辱 邻居说着就要走出大门 然后被哈曼德和斯维坦同时抓住 转过身 看到的是思维坦诚之中带着恳求的眼神 林先生 阿伯也有自己的太空梦想 可是我们只有钱 就请您为了真主的子民委屈一下吧 这 这真是 安德罗夫看着上演苦情戏的三人 悄悄借着模拟恒星的灯光 看了一眼用笔写在手腕上 用袖子隐藏起来的价格表 一个登月名额 100亿美元 第二个卖出着陆器 10亿美元 与第一个人同时卖出着陆器 30亿美元 从木卡拉发射厂 用自卖家号 将本国的登月宇航员送入禁地空间站 再进入H2 返回时也用自己的航天飞机 调度和对接费用 20亿美元 第一次登月后 一个登月名额5亿美元 25亿美元购买一个月表专属居住舱 再用三分无奈 三分感激 三分犹豫 一分犹豫的表情将哈曼德和斯维坦送出门后 邻居和安德罗夫对视一眼 身体不断颤抖 泄露出恐怖的笑声 登月 第二人 自卖家号禁地接送 一共130亿美元 资金缺口解决进度200 还有些项目阿博现在还不太敢买 但登月成功后 安德罗夫还不幸抠不出钱来 从阿博穆卡拉起飞自卖家号 对接去登陆月球 然后返回的时候 也从禁地轨道搭自卖家号 这就是斯维坦和哈曼德 保证老国王会百分百赞同的方案 因为这实在是太仗阿博面子了 即使花去798亿人民币 依然被认为完全值得 当安德罗夫说出一个人的价格时 为了给自己留下余地 只竖起了一根手指 吐出了113个字 他很想喊美元 可是怕这个价把人吓走 干脆略去货币 没想到哈曼德当即就眼睛一亮 100亿美元 首次登月只要100亿美元 邻居几乎被狗大户的石油淹没到窒息 呼吸都不顺畅了 就是不知道航天局怎么想 管他呢 钱到手再说 9月17日 做得满满当当的团结号 数在已经是第四次重复使用的 星月2号上面等待升空 第三次上太空的邓磊显得游刃有余 一边轻松地检查电器设备 还有精力不时跟五个成员开玩笑 来自不同五个国家的航天员坐在成员舱里 享受地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 同时表示这才是真正的太空飞行 12点 国际空间站已经越过了哈萨克 星月2号点火 执行团结号的第二次载人飞行任务 下午13点55分 经过一圈多的追赶 团结号成功追上国际空间站 小心地与和谐号节点舱对接 改造后的基顶舱门打开 五名国际空间站航天员在接应下一次离开 然后四名返回者爬进来 在邓磊的帮助下系好安全带 这个过程中邓磊应ISS航天员的热情邀请 短暂地进入了和谐号节点舱 拍摄了一堆照片 作为华国人造访ISS的证据 当一个多小时后 邓磊准备脱离返回大气时 ISS航天员在对接舱关闭前 拍摄了最后一张邓磊漫步精心调整路线的照片 看上去就好像是你叫的滴滴打车 司机确认路线一样 这些照片和邓磊几乎是同时返回地球 这次邓磊落地连面都不吃了 一撕一撕就快速离开去见没人 就好像刚刚下班匆匆离去的职员一样 其余四个ISS航天员则各自坐着飞机走了 他们又不是华国航天员曝光度也不高 一切显得是那么平常 但是对于航天局来说 邻居又双弱卓搞事情了 阿伯往华国的境外汇款管理账户打入了65亿美元 声称是为他们为合作登月项目费用支付的定金 航天局 外交部 这个时候他们才发现当天星远和阿伯航天局低调地签署了协议 连金额都没有公开 只说阿伯将会与星远宇航动力联合进行月球开发工作 问星远回答是商业机密 无可奉告 月球开发 什么月球开发定金就要65亿美元 你是要去月球挖海三吗 航天局的大佬满脑子问号 但是又问不出结果 直觉告诉他们肯定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 赶忙动用特殊渠道获取到了一些内幕 然后就都骂了 2020年之前登月还有月球科考站 怎么听起来好像有点熟悉 可你只是一家私人航天公司阿伯 要不要这么激进 还都开始卖票了 但关乎如此大的是 上级非常的重视 直接把航天局叫过去问 星远宇航动力要登月 有没有可能 是吹牛还是真的 航天局和工程院的专家 到场对星远宇航动力的实力进行分析 一一列举 然后发现好像真的可以 既然能造小型航天飞机 那登月的飞船自然就没问题 着陆和上升器也问题不大 最重要的是能登月的巨型火箭 他们估计星远大概有半年生产 两枚星远二号的能力 扩张后这个数字可能是四枚 星远二号可以轻松利用 CBC构型生产星远二号甲 禁地轨道运力135吨 登月轻轻松松也就是说 三枚星级的星远一号甲 三年可以至少生产四枚 即使是一次性使用也足够了 一次火箭试射 一次登陆飞船太空测试 一次有人绕月飞行 一次登月 如果加上大型航天飞机试飞和准备的时间 会再多几次发射任务 但不会太久 更何况星远二号甲是可服用的 按照他们的推测 算上相关着陆器以及配套设施研发部署时间 如果星远宇航动力铁了心 真要去登月 差不多要用掉200亿资金 耗时三年多左右 200亿听起来很多 但是换算成美元也就32亿 而阿博已经送来了65亿美元定金 显然资金上几乎是没问题的 一众专家当着上级的面推出这个结果后 整个场面一下就僵住了 按照华国的时间表 大概是在2025年到2030年完成载人登月 用来登月的火箭别说研制 甚至连设计都没有呢 上级万年不变的表情开始如冰山一般凝固 过了好半天才带着一丝丝侥幸问道 登月是个很耗费资金的事情 为什么一家私人公司如此热衷于太空探索 他们真的回去吗 哪个空间X公司为什么没有 大佬 这一点我或许有一点猜测 邻居很年轻 所以带有年轻人的锐起 现在又获得了一大笔资金 又有实力 肯定会去的 或许在这个时候的他看来登月比多赚钱更重要 况且 他对我们的国家项目也很支持 承接任务的费用都很优惠 也就是说 他们可能不会把计划往后推一些 除非是技术原因 我是这么认为的 又沉默了一会儿 才传来上级的声音 锐起 锐起 我们是不是也韬光养晦了太久 其实忘记了 我们就是靠着一股锐起 在猎强的包围中横冲直撞 能想办法在三年内登月吗 只要求把人送到月球表面的话 在座的专家听懂了这句话的潜在意思 以前政府对登月的看法是 有钱有实力了 自然就做了 要做也不要弄面子工程 一次整个又大又好的科研站 而现在上级的思路明显有了些许改变 或许争一争这个面子也很有必要 而且最耗时面子里子全都要 这可不能依靠私人航天了 要是靠私人企业才能载人登月 航天局干脆解散算球 这不单是上级的想法 更是直截了当的被说了出来 让在座的专家们一时低下了头 新元宇航动力公司创办时间不长 但是取得的成就一点也不少 就算是规模在国内也是不折不扣的大企业了 今年的载人计划 他们的火箭只用了不到一年 但是长征五号从立项到成功用了多久 当然确实 他们通过商业手段获得的资金要充足得多 但是 如果我们也给予同样的资金支持 以航天局和整个国家的力量 难道不能做得更好吗 就在八月的救援任务里 他们表现出的技术实力在我看来已经超越了航天局 上级说话不算客气 先是可回收火箭 然后是重型火箭 航天飞机等等 哪一个都是航天局需要花费大力气才能完成的项目 新元一年里接二连三的成功 而且还是以民营企业的身份 导致上级甚至对航天局都要有些不信任 以及开始怀疑航天局的发展路线是不是错了 所以才成立了航发尾 太空竞赛哈拉少 一众专家也是老人精 明白这是真的一场硬仗 不得不打了 但是现在规划三年时间实现登月 麻烦可不少呢 舌院是沉没了很久 然后抓住笔缓缓开口 最大的问题 是火箭 其他的专家们被他一开头 也就分析了起来 没错 我们有载人飞船研制经验 还发射了嫦娥三号探月 前期的技术积累怎么也比阿美当年强多了 技术上不是障碍 着陆器得到先期方案都有好几个 月表软着陆并不是毫无准备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至少55吨 这是不可妥协的硬指标 我们的航天员做的可不是洗衣机 长征五号的基础上改 没有必要 毫无改进潜力的保守构型 这样的讨论没有持续多久 因为其实这些内容早就被想过千百次 从阿美开启太空竞赛的时候 华国也同步开展了自己的航天工程曙光计划 前老还设计了用于载人登月的巨型火箭长征10号 后来 92年航天工程重启的时候 每出现一款新火箭 航天局的专家都会琢磨 怎么利用现有的技术登月 设计的时候设计者都在想怎么让他去登月 理论上长征五号当然也可以 毕竟登月飞船不是一个整体 可以一个一个分开发射 五到六次发射进行组装 然后再发射载人飞船上去奔月 但这种拼凑是登月low不说 主要还是风险大 成本高 意义小 除了能登月外什么用都没有 而且由于需要多次对接 风险和难度都很高 除非是登不上月球外星人 就来侵略地球了 所以这个方案最好还是排除 那么无论怎么讨论 都绕不过去巨型火箭了 星远二号都不行 得是星远二号甲 或者星远三号这个级别的巨型火箭 但是想一想 长征五号开发的磕磕绊绊 从09年力向到现在都没首飞 相反土星五号也才不过用了七年时间 当然阿美那个时候是举国体制 不可一概而论 但差距那么大 还是让人看着难受 上级多多少少也明白 有些不甘心地说道 难道以我们多出的半个世纪时间 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实力 不能憋出一枚重型火箭吗 蛇院士握扣住双手 抵着头思考了十几秒后抬头 征求什么一样看向猎袭的专家 长征九号是来不及了 十米级舰体开发需要太久时间 我们必须尽量多的利用现有技术 只能采用五米直径舰体 长征五号火箭虽然还没有首飞 但五米直径的舰体早就通过了验收 这是合格可用的 十米级还是一片空白 时间太久 舰体解决了 那就是发动机 这才是关键 所有人看向了六运的专家 后方沉思片刻 这 我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并联多个YF100 还有就是YF130 并联两个燃烧室与YF100同源 这个设计 除了推力一无是处 你们也知道 也不能复用 所以也一直没下决心 要是现在确定下来 一年九个月吧 先期必须有十亿预算 我们努力用七个月的时间造出样机 尽量再用一到两个月内 让它质量稳定下来 嗯 大推力火箭发动机也有了 那最后就是够行 航天医院的院士科学家云红军 拿出一张白纸 边写边画 五米直径 那就只能多捆绑鞋助推器了 助推器也必须用五米的 绑四根助推器 每个助推器两台 YF130 星级的话 也使用两台 十台YF130 按照今年交流会的数据海平面推力 那就是4890吨推力 舰体重量3600吨 近地轨道运力120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 要看二级发动机 四台YF77吧 总推力270吨 往月球送45吨再合 应该没问题的 YF100并联方案不考虑 太多了 少说也要30台会出事 上集看了看白纸上的简笔画 和数据概要 皱了皱眉 45吨 离55吨还差接近20 那就再来两个助推器 说话的是舌院士 它也是被星元宇航动力 或者邻居逼到有些崩溃了 在白纸上画了一个圆圈 然后在周围画了 六个差不多大小的圆圈 六枚助推器 14台YF130 推力6486吨 起飞质量4930吨 近地轨道运力150吨 地月转移轨道运力55吨 够了 绝对够了 其他人想象了一下 星级5米的火箭 捆绑六个5米直径 助推器的场景 顿时打了个寒劲 不行 六枚助推器的阵战太大了 箭体之间的间隙 恐怕只有30厘米 容错率太小了 而且整整14台发动机 28个喷口 不行 绝对不行 分两次吧 六个助推器确实风险太大 两次 能送90吨过去 不仅能登月 月面科研站也能凑齐了 向左调整一点 45吨载人登月够了 其他的下一发 火箭解决 或者是载轨对接也行 现在不是50年前了 月轨对接的风险可以接受 医院的云红军再次发言 这一次赞同他的人很多 都在点头 蛇院士也想了想 那我没意见 我们 姑且叫他长征10号吧 一发验证 一发带载人飞船验证 一发载人绕月 一发载人登月 一发送科研站 一共5枚火箭 完成初期登月计划 我们把着陆器的一部分质量 转移到科研站那里 或者是在载人绕月时 折下去一部分 那就没问题了 三年多 25个5米直径舰体 赶一赶 肯定能做得到 上集看了看其他人 似乎再没有反对的意见了 于是身体前倾又严肃地问了一遍 那么 这个 长征10号 倒也配得上名字 告诉我你们要用多久 一群专家交头接二 过了一会后舍院士总结 一集舰体马上就能够制造 YF130在10个月内交付 二、三集用的 YF77 YF75 都是现成的 让金箍火箭制造基地加加班 明年的8月 首发长征10号可以在这之前首飞 每一发制造和检验需要间隔8个月 不过到后面金箍火箭基地的产能上来 应该会快些 预计在2018年8月实施载人登月任务 最晚不超过2019年3月 如果出现意外 有一枚火箭没有成功 那我们就把发射月表基地的那一发 火箭省下来 先进行载人登月 最早最早是2018年的3月 但这是最理想的情况 舍院士说完 又想了一会儿 每一枚火箭造价约15亿人民币 研发费用至少40亿 载人用的新一代飞船 着陆器等开发 至少也要50亿 算上备件和验证 我申请为载人登月工程审批200亿元预算 今年至少批复40亿 而且要对火箭制造基地和发动机制造基地 进行大规模扩张 额外投入怎么也要20到30亿 舍院士说着自己都有些害怕 航天局从来没有在单个项目中取得如此多的预算 连说起来声音都会颤抖 不过这也是必然的 当当他们所有的讨论 全部建立在超额预算支持的基础上 否则时间至少要延长一倍 但他其实清楚 这还远未到华国航天的潜力上限 要是真的让世界第一工业国全力以赴 长征10号三个月录一发都行 只是那样代价就太大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要求你们 在2018年8月之前将华国人送上月球 我命令 长征10号即刻立下这份意见 我会在最高会议上提交 但我要你们保证 航天局要在私人航天之前 把第一个华国人送上月球 上级着重在第一个上面加强语气 因为这个第一 才是长征10号存在的意义 否则根本就没有必要 邻居万万不会想到 航天局魄力开展竞赛 竟然不是因为阿美 而是因为星远宇航动力 从曙光计划开始 1972年到2015年 总共43年时间 关于登月有太多的争论 太多的思考 一直迟迟没有定下来 然而 在连续几天的专家组会议后 当上级确信 邻居不是在吹牛 是真的有能力把人送上月球 也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应对 就算是被阿美 欧洲超过了都没什么 但这可只是一家私人企业 航天局根据星远B级和C级基地的产能估算 星远公司最早能在2018年的5月左右 实现登月 所以上级几经考虑后 要求将航天局载人登月的时间 也提前到2018年5月之前 航天局 答应了 因为在讨论的载人登月工程的过程中 上级决定对这个项目注入300亿 而不是200亿资金 31个月 50亿美元 这是航天局有史以来 单个项目最大的经费数额 但任务也颇为棘手 长征10号可是起飞推力4890吨 重量3600吨的怪物 7枚长征2号F都没有它重 是长征5号的4倍重 好在除了发动机舰体技术成熟 新一代载人飞船试验船研制 也将进入尾声 登陆器 航天服都是小问题 简单的论证会过后 上级立刻召开了常务会议 对载人登月进行讨论 最开始 常务会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 包括经济性 安全性 必要性等多个方面 但上级只用一句话 就压倒了所有意见 新远公司有能力在2018年实现载人登月 而且 他们得到了充足的资金正在实施中 如果让邻居率先登月成功 那造成的冲击他们无法想象 所有的因素都在这一条下被撇开 并且同意提前开展月球计划 但是 抢在新远前登月是不可妥协的前提条件 2015年9月21日 距离1992年9月21日过去了整整23年 那一年 华国载人航天工程批准实施 23年后的同一天 航天发展委员会召开发布会 提前通知媒体 然后航天局发言人站起身面无表情的宣读稿子 今天的发布会主题是 关于我国立即实施载人登月工程 以及配套火箭和航天器计划的重要说明 基于我国国力以及伟大复兴的使命要求 从国内航天产业发展现状出发 政府通过了立即开展载人探月工程 和月球表面科研站建设的计划 代号2921工程 总月球项目计划名称曙光计划 由航天发展委员会论证后 使用正在研制的长征10号巨型运载火箭实施 台下各国记者听完后都愣了一下 然后立刻沸腾起来 坐在第一排 没提前收到任何消息的星远公司常驻联络人 发言人看着一片嘈杂的记者团体 事宜安静 然后第一个就直接抽CCAV的记者起来 您好 请问我国为什么突然要实施载人登月工程呢 按照以前的时间表 原定的时间应改在十年以后 发言人 你说的已经是世纪之交的时候了 由于我国经济科技快速发展 基于实际情况做出了实施登月计划的判断 这完全是合理 慎重的 下一位 ABC的记者蹭的一下站了起来 还是个金发女人 她的脸上是夸张的表情 发言人先生 NACA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也是要在五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 华国是要重启太空竞赛 将世界拉入冷战吗 发言人 我们无意与任何人竞争 载人登月计划 没有遭到任何政治因素干扰 完全是处于科学探索目的 冷战早就已经不复存在 下一位 导国记者 那么 请问发言人先生 贵国航天局的登月计划 将会在什么时候实施呢 有具体计划可以参考吗 发言人低头看了看稿子 快速和旁边对了一下眼神 然后坚定地说道 根据计划时间表 我国将会在2019年之前 将不少于两名航天员 送上月球表面并安全返回 记者 心远联络员 后者的震惊一点都不比记者少 因为这么大的事 居然未经航发为讨论 直接就立项了 而且 这还不叫太空竞赛 NACA说2020 航天局 CASA你就说2019 不光是联络员 记者们也同样是如此想的 一时间激情踊跃 不停地举手发问 NACA 大门外一个年轻人高举着手机 一路欢呼着狂奔过来 警卫看清是NACA局长克莱尔的助理后 才没有阻拦 这个不知道是中了百万大奖 还是取了卡戴山的助理 发疯一样又唱又跳 把原本有序的NACA内部 搞得吵吵闹闹 并且一路进入了克莱尔的办公室 此时 克莱尔正在和ISS负责人蒙塔尔商议 如何用马一龙的龙飞船进行载人任务 然后就听到外面吵吵嚷嚷嚷 顿时心情就有些不好 随后他的门被光的一下 被人用肩膀撞开 被吓了一跳的克莱尔 这才发现自己的助理 不知道吃错了什么药 一扇不整 手忙脚乱地拿着手机进来局长先生 局长先生 您快看看 看看 看你是怎么科嗨了 然后把幻觉带进NACA吗 这里是航天局 不是家庭派对 皮尔 我 克莱尔还没发完火 就被皮尔一句话打断 华国宣布他们要登月了 2019年登月 一提到登月 克莱尔原本生气的大脑仿佛被按到了什么开关 脸色肉眼可见的发生变化 夺过了助理的手机 上面是BBC记者刚发回报社的视频 主编未处理就先发给了NACA 画面中的发言人正在侃侃而谈 2921工程旨在将我国航天事业更进一步 同时也是对23年来航天发展的一次考验 航天发展委员会将会统领各方 以航天局为主要力量 在2019年之前将人类送上月球 克莱尔看完 划过去又重新看了一遍 还是难以置信 那些保守的家伙怎么会突然这么激进 月球上是有外星飞船吗 还是今天是愚人节 这时候同样震惊的蒙塔尔熟练的打开华国政务网站 然后满脸不可思议的将手机递了过去 一份官方文件出现在首页 翻译后正式载人登月 红头文件正式下发 绝无作假 克莱尔愣了好一会儿 愤怒和不解渐渐收敛 一股抑制不住的喜悦从心底涌上来 办公室外的职员突然听到局里沉寂了一会儿后 突然传出更加声嘶力竭的狂笑 伴随的还有桌椅倒地和踹门的声音 纷纷探出头查看 然后NACA职员们就看到惊人一幕 克莱尔局长浑身发抖 一边高呼赞美上帝赞美华国人 同时蹦得老高 还撕开自己的衬衫挥舞破步 最后干脆一个华柜冲倒了正在脱地的黑人大妈 与后者宽如轮胎的臀部狠狠撞在一起 最后 好不容易发泄完情绪的克莱尔放声大喊 重返月球 我们要重返月球了 我国航天发展委员会发言人在今正式宣布 启动对月球的载人登陆探索计划 以及相关月球科考站建设计划 登陆月球是我国自古以来的梦想 几千年前就有嫦娥飞天的故事 在世人苏氏的水雕歌头中 也有畅想月球景色的诗句 我国航天人一直以来都秉持安全 可靠的航天思想 从921工程启动 为我国向太空送入了10名航天员 达成了多项成就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为此 航发委经过决议后 决定开展我国自己的月球探索计划 据悉将采用完全自主设计的 长征10号新一代巨型运载火箭 完成登月 据悉 长征10号火箭 其实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已经预想过 是我国航天领路人前学森院士设计的 用来执行载人登月的超级火箭今天 我国登月以及后续的月球计划 将继续使用曙光这一代名词 并且为新研制的登月火箭 赋予长征10号的名称 以此 纪念前老对华国航天的殷切期盼 以及弥补过去的遗憾 航天局对此表示 要发扬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 不为困难的创新精神 坚决完成 曙光计划公布后一小时 百度热搜置顶 微博热搜置顶 在网络上就细卷起巨大的舆论 而等晚上的中央新闻播出 更是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华国人要登陆月球了 这个消息的震撼性 一点都不亚于第一人飞上太空 第一颗卫星升天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在无数个高校 工厂的晚上 在道路边的小池滩 烤于火锅店里 哪里都能听到 人们在谈论登月的事宜 要知道 按照以前的计划 航天局在2025年左右 才应该完成最后一次无人探月 然后在2030年左右 进行载人登月 现在足足提前了10年 尤其是航天局大佬和重要领导讲话 都表现出了对登月的重视性 在航天爱好者的论坛里 随着长征10号的公布 一大群网友聚集在一起 讨论航天局的登月方案 同时也不断有阴谋论者认为 第二次太空竞赛已经开启 一篇标题冷战重启 华国提前一年 与NACA抢夺重返月球第一人 的文章被到处转载 这本是一篇普通的自媒体编撰小文 结果狗屎运碰上热度 许多人信以为真 更离谱的是 当晚突然开始 有人呼吁为航天局登月捐款 几个航天局的基金会 12小时内就收到了超过1亿元捐款 吓得负责人连夜上报想办法处理 至于有没有人说登月没有名声重要 有 但是在民众的热情面前 还没来得及发出声音就被淹没了 华国的百姓除了吃饭以外 也是会向往星空的 山区儿童的救助计划 也不需要挪用科研的费用 真是出乎意料 在航法委分部 邻居和航天局派来的专人进行了一番沟通 感慨地端向着拿到手的长征10号火箭模型 对于为什么突然实施2921工程登月的原因 大佬私下里传达给了邻居 后者也很理解 上级能接受被阿美超越 但绝不能接受被私人航天超越 后者关乎的问题干系太大 足以挑战稳定 但邻居也爱莫能助 反正长征10号准备2018年4月登上月球 才不到三年 系统给了48个月等一等又不碍事 而且 长征10号已经被系统工程师们分析评价过 结论是 技术上确实难度不算太高 大部分都是成熟的 也确实能达到要求 放在十年代前还是款优秀巨型火箭 但是它不可回收 从效益和未来上讲 设计理念是落后于时代的 航天局也是没办法憋出了这么个火箭 不过2921工程也不是航天局单干 计划是航法委发布的 就说明载人登月工程依然会拉入星源等私人企业 但必须以航天局为主 重要部件由他们研发生产 价值也着实不小了 但这件事其实对邻居有很大好处 因为那个无处下手的飞得更高系统任务 要求扩大航天影响力和世界对航天的探索 现在不久明显前进了一大步 航天局要拼了命 在三年内赶在星源前登月 NACA呢 路西亚 欧空局 怎么着也要有所动作吧 牵移发而动全身 一想到全世界又开始激烈的太空竞赛 邻居感觉自己做梦都能笑出声 阿美 国会 事发突然 阿美觉得隔着太平洋的邻居一向四平八稳 怎么会突然就宣布要登月 而且按他们的性格 说登月那就是真的一定要登 可不像NACA一样拖拖拉拉 经过多方求证 最后他们得到了官方确定 以及肯定的回复 这个月球 我兔子登定了 我说的 谁来了也不好使 然后参议员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还没等克莱尔收拾一下 就被急匆匆的拖到了国会接受老爷们的质询 首先 华国说要2019年之前登月 他们做得到吗 克莱尔这个时候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就在国会上一同分析 然后说 可以 以他们的投入规模 最早2018年9月就能登上月球 正好三年 再问 我们的重返月球计划呢 要多久 克莱尔 火箭SLS是有了 猎狐座飞船去年完成了一次测试 但是月面的着陆器没有 还没有确定对外招标 具体登月计划都还没确定 怎么也要2020年了 没错 这个时候老马的星舰都还没出生 所以猎狐座 星舰组合体登月的构想 还不存在呢 议员们急了 克莱尔局长 从2000年我们就向NACA投入了几百亿经费 但你们的进度却比现在开始的华国还慢 你有独直的嫌疑 克莱尔 这数百亿美元用在SLS上的并不多 而且一直拖延并非是NACA的责任 好一番甩锅推卸责任以后 议员们发现登月还得靠克莱尔 总算放弃了弹劾他的想法 转到正经话题上来 NACA 你想一个办法 在华国人之前把人送上月球 克莱尔早就有了准备 SLS火箭原本最早也要在2018年才能完成首飞 但为了任务 至少需要在2018年11月之前制造出四枚SLS火箭 最好能有五枚首发 必须在2016年12月之前搭载猎座飞船首飞测试 然后2017年到2018年初发射两枚 一枚将着陆器和返回器发射过去 一枚有人绕月飞行 最后在2018年中发射第四枚登月 参议员 那就去造 看起来我们的进度要多一些 克莱尔 恐怕不是这样 NACA的制造能力已经大幅度下降 实际上 我们就算现在开始 2019年之前也最多只能改造出两到两枚半SLS 阿美已经不是半个世纪前做不到批量生产巨型火箭了 参议员 必须想办法 你是NACA的局长 我们批准经费 克莱尔 那就不能只依赖SLS 我们还能使用的重型火箭是SpecX正在开发中的重型猎鹰火箭 在不考虑复用时 它能将26吨载荷送入月球轨道 两次发射可以第一次SLS 这样我们差不多就能凑齐四到五次SLS的目标了 参议员 那就去找他们 现在 请你们拿出半个世纪前的态度 第二次将阿美人送上月球 克莱尔 拿出12位数的预算申请表 国会 P 美联储 印 美元 变大变高 阿美正在遭受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挑战 这是阿美对2921工程的回应以及态度体现 SpecX 蓝色起源 诺斯洛普 格鲁曼 内华达山脉 洛克达因 洛克希德马丁等多家航空航天制造企业 全部被拉进重返月球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立刻开始研究登月方案 着陆器 月球车 科考站等子系统项目一一分发 然后基于现有火箭组合出了阿美的登月方案 2016年12月 一发SLS携带猎户座飞船升空测试 2017年2月一发重型猎鹰火箭不回收 将月轨空间站门户 第一部分 蹲送往月球轨道 2017年10月 一发SLS携带 SLS和4名宇航员进行有人绕月飞行 2017年12月一发重型猎鹰火箭不回收 将由SpecX蓝色起源 波音联合制造的月面着陆部分送到月球轨道 2018年5月 一发重型猎鹰不回收火箭将门户第二部分送往月球轨道 2018年8月一发SLS实施登月任务 总共六发火箭 间隔时间是火箭制造速度略微加上一点 同样达到了2019年之前的目标 如果加加速可以提前三到四个月完成任务 阿尔特密斯计划最终决定追加总经费达到600亿美元 最后将做到与华国一样 向月球轨道投射90到100吨质量 建立起月面基地这些更改是在2921工程公布后四天 9月25日正式宣告 刚好是星期一和星期五被媒体称为是月球月洲 因为同时 路西亚、印度、岛国也展示了自己的登月计划 最后 星元也公布了计划 路西亚的登月计划看上去就很敷衍 用RD-181火箭攒了个PPT 印度的自然不用说 岛国航天也和印度半斤八两 只有星元的计划 才能仅从PPT上就感受到背后的巨大技术能力 当看到魔改版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邻居差点没一口水呛的 阿美方卫星的本事还是一点都不弱呀 虽然零几年重返月球计划就已经启动 但到SLS已经是很后来的事了 有多后来 后来到2015年的7月 也就是上上个月 SLS火箭才应该完成总体设计 他们声称要在2016年12月首射SLS 但在它的前世 这得挨到2022年的11月去 就算是按火箭出场算 至少也要2020年了 提前整整6年 不会真的搞太空竞赛了吧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它就只能再来加凉把火 9月27日 在世界月球周的最后一天 星远宣布了自己依靠H2和热动力航天飞机 进行载人登月的消息 并且表示 这还是与阿博联合起来的国际登月行动 至于前进号空间站 目前邻居还在犹豫中没有公开 但即使是已发布的部分也足够惊人了 和热火箭发动机 航天飞机登月 你比NACA和Kaiser都激进 不过相比于几天内 就将火器值升到MAX的两家航天局 星远的登月计划表示 将在2020年之前完成 而不是2019年 要推迟一年 而在这之后 马一龙也出手了 除了宣布自家的重型猎鹰火箭 将很快首飞 打破星远2号的最大私人企业火箭记录的同时 他还表示 SpecX将会开展月球和火星移民计划 并声称用于星际殖民的飞船正在研发中 据悉 星际殖民飞船可以整体从太空返回 也能用于地球大气层内的快速旅行 并且将有前所未有的重量 顺便放了许多张火星殖民的PPT想象图 猎鹰酒回收成功后的老马 现在还是很牛气的 在意被登月刺激 搞不好会弄出什么来 邻居的前世里 星剑最早要在2019年才有了成型设计 会不会提前好几年出来 不好说 一切的起因只是阿伯的65亿美元 却成功撬动了上千亿美元的航天舰 不知道老光知道 会不会兴奋猝死 航发尾 曙光计划和特批的300亿经费 立刻让原本悠哉悠哉的航天局 忙碌了起来 登月 光是想想 就让人头皮发痒 跟随火箭起飞是去的 不只是燃料和经费 还有总师们本就不多的发量医院的长武 只能往后推了 他们马上要开始长征10号的整体设计 由于要并连4个能爆发出978吨推力的助推器 星级和连接器肯定要经过特别设计 这就是一个难点 5米直径舰体制造 很消耗产能 还必须催一催金箍 加大人员力量 不然根本生产不了那么多火箭 六院开始加班加点搞定YF130的设计 小工程 还有二级 三级用的氢氧机 也必须优化设计 五院要加速新一代载人飞船的收尾 这个质量21 六吨的新一代飞船 将作为登月飞船的生活和指令舱 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还有还月的空间站 着陆器等等 麻烦很多 但好在外包出去不少 其他各院也没有闲着 都开始抢时间 完成自己分道的子系统 不敢拖长征10号的后腿 不过这些尚未影响到天工一气工程 毕竟这个计划 大部分火箭和航天器都是现成的 这点精力还是挤得出来的 10月7日 国庆州的最后一天 天工2号达成几经改进的长征2号F火箭 与九泉卫星发射中心送入禁地轨道 一天后 星元5号以中型火箭在琼州首飞 星元5号已拥有星级和四个助推器 五个部分均可回收 虽然成本低 但用起来其实挺麻烦的 因为一个回收部分就需要占用一个场地 所以需要同时在五个着陆场回收 原本对于光杆火箭发射场和着陆场可以通用 但由于星元5号已太战地方不得不在琼州一分隔一 两公里为界修起了环形的八个着陆场和中间的一个着陆场 其实就是一块铺了绝热材料的空地 星元5号已的发射没什么好看的 相当于是一个PS版的长征2号F或者是长征7号 但回收的场面很壮观 一个三 五米直径星级在中央 四个二 五米助推器几乎是保持在同一高度 同步展开支撑腿落地 远远看上去就跟什么阵法一样 在尾烟的衬托下尤其壮观 回收的事多了一些 但好在成本确实低 整备一次的全费用才3000万 星元2号11 3亿 只是后者的零头而已 就是把H1装在3 五米直径火箭的上面有些不协调 看上去像个棒扯一样 头重脚轻 航天局对星元5号的首飞 有人欢喜 有人愁 欢喜的是用它来搭载 H1发射航天员价格也低了一大截 愁的是6月 因为星元5号星级的那台380吨全流量液氧没有发动机 实在是让人眼馋 单燃烧市 比冲高达340秒 全流量可复用 相比之下 YF130真的是除了推力 毫无优点 羡慕 JPGE 不过很可惜 小老头唐伟天没空来了 作为负责引进K120的对接人之一 他所在的团队 在全力攻克 YF130的技术难关 K120 很多设计对航天局来说耳目一新 对后续的启发作用很大 所以才敢放下豪言 9个月搞定 YF130 不然至少两年左右才行 多事之秋 多事之秋啊 当邻居在说话的时候 他正蹲在一片玉米地的田笼上 像个农村留守青年一样 身穿运动外套休闲裤 看着远处忙碌的收割机 这不是普通的收割机 那是前行远镇拖拉机厂生产的 搭载了航天级零件 由XW151智能汽车驾驶系统 改进而来的 XW151F型智慧农机系统 它不仅仅是 能在四四方方的田地里 来回置自行收割 而是可以借助固定布设的信标 自己从车库出发 下地 收割 卸货 洗车后再返回车库 全程不需要任何人工干预 更不用发放工资和高温津贴 24小时随时作业 反正红外摄像头眼中 白天晚上都没有区别 等实现农机电力化 连给它加油保养都不用了 电驱动系统集成度高 不用检修维护 保修年线内自动充电 时间到了就回厂家维护 在努力往天上摸一摸的同时 脚踏实地感觉也挺好的 说到XW151 其实诞生历程很波折 首先 XW151是三进制系统 所以需要三进制芯片才能运行 XW151的基础技术来源于对SC09的模仿 SC09配套的是X32035芯片 这个异世界使用的三进制状态 不是0 1 2 而是1 0 1 又叫做对称三进制 它的好处是使用到的元件少 效率高 结构稳定发热低 但有个很明显的问题 现代芯片的基础元素二极管 并不能作为它的基础单位 因为一个二极管不能表示三种状态 之所以B级基地使用了碳化硅芯片 是依靠化合物的状态来制造这个 1 普通的硅晶圆做不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星远的微电子工程师最后想出了个办法 还是用二极管 但是以两个二极管为一个基础单位 就能表示三种状态 一个二极管能通过电路通断表示 01两种状态 两个二极管则可以表示 0011 011 14种状态 工程师认为将01和10都定义为第三状态 那么 这两个二极管就可以作为三进制的基础元件了 虽然比起二进制多使用一倍的元件 但并不用种 因为三进制效率更高 最后使用的晶体管数量其实差不多 在各种不同的进制中 理论上一进制效率最高 一是数学上的无理数 通常取二 71828 很明显 人类没法实现二 71828进制的计算机 但越接近这个数字 效率越高 这也是总有人推崇三进制的原因 微电子工程师们从X32035上精简 严割 除了X321系列芯片 基于二极管模拟运行三进制的芯片 X32035太全能 能进行AI运算 能组成超算 对仅仅用于车机的X321系列来说 太奢侈了 321系列砍掉了几乎70%的部分 只保留了AI运算和双路并行处理 但由于使用二极管模拟构成 体积只缩小了10% 额定功率125W 按照年份后缀 第一批 由华星国际28N生产线生产的 X321-2015 简称32115芯片 将在11月生产出第一批 代工费用平均下来 差不多2700元一片 有点贵 但是对汽车来说 还可以接受 台积电因为量品率和生产线优势 可能会更便宜 但毕竟知识国货嘛 不过这些农机的XW151F用的 可还是珍贵的X32035 后者现在很紧俏 在发现了X32035可以组成超算 和S109的强大AI逻辑后 星远就开始设计自用的超算 暂且被命名为星辰一号的超算 准备使用4178枚X32035芯片中的3700枚 构成一台峰值运算速度36亿一次 持续运算速度29亿一次的超算 不过 它依然需要等到12月才能完成 因为为了最大化发挥这台超算的力量 需要定制生产二极管模拟三进制的 存储芯片和内存颗粒 这个胶由魔都滑红半导体代工 星辰一号峰值运算速度是天河二号的7倍 后者使用了整整32000颗CPU 是星辰一号的15倍 这就是成熟的三进制芯片 配合三进制架构的威力 效率相比二进制提升太多 观看了半天的玉米地收割 邻居做上了自己的的CS75 还是之前那辆 但已经受到了工程师们的魔改 除了动力部分 还是南方汽车的 其他电子设备统统换掉 更重要的是 它继承了专用版的SC09 不是阉割又阉割的XW151 就是原汁原味的SC09飞船智能控制系统 现在 这辆CS75的内部 增加了钛合金加强框架 集成价值超过百万的高性能传感器 并将后备箱 靠着后排座椅的一半空间封闭 安装控制系统元件和散热 经过了特殊优化的SC09 现在已经成为邻居的行车助理小新 是一辆新旧结合的智能汽车 邻居上车后手虚握方向盘 防止电子抓拍 然后直接说道 小新 带我去航空动力部 收到 已规划好路线 现在出发 还是中性的语音包 汽车微微一震 用几乎不属于油车的丝滑半波起步 一路向着基地进发 邻居本来是想看看 两款航空发动机进度的 没想到却被安德罗夫堵住了老板 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邻居很警惕地问道 安德罗夫总是给他画饼 偏偏每次他都心甘情愿地吃下去 他怕好不容易充盈起来的腰包 又要被这个黑毛子掏空 星远三号的运输问题 他的星级11米直径 一级长度达到了77米 空重105吨 除了直接上最大的 安225飞机能勉强运输 没有任何飞机能够进行空运 那可以海运 何运啊 这对于水陆来说 不算什么 安德罗夫用震惊的眼光看着邻居 前进号空间站 需要整整16次星远三号发射 如果用水陆运输 光是花在这上面的时间 就要累计起一年多 况且星远三号整备起来 也至少要一个月 水陆绝对来不及 头痛 下化线 买安225 安东罗夫上辈子 可是直到把它炸了都不卖 怎么可能轻易买到 别看总有人说 安225太大了没必要 但一架能够转运250吨货物 拥有6 4米 高度4 3米货舱的大飞机 怎么可能没任用 现在安225还在天天接货运单子呢 收费那么贵 还不是有忙不过来的订单 有些块头大 但有需要空运的货物 还真就只有他有这个能力 这个摇钱树安东罗夫 怎么可能放手 要么就是狮子大开口 邻居绝不去当院主 可建设前进号 的的确确又有快速运输要求 海运等太久了 星远二号甲不行吗 禁地轨道运里也有一百多吨 哪些仓段直径都有12米了老板 星远二号甲6米直径真不行 那你说怎么办 要不干脆再在星远见个火箭 发射场得了 也行不通 死死 我怎么就不是穷州人呢 出门就发射多好 邻居是真的想不出办法来了 在内陆还是大城市旁边 发射这种巨型火箭绝对不可行 而且还是高强度发射 怕是要被老头老太太独捣流槽的 实在不行的话 再花钱穷州也整个基地 钱倒是小事 但星远的怎么办 这也太浪费了 而且很花时间 这个时候 见邻居已经烦躁到极点的安东莫夫 终于说话了 老板 要不我们造一架巨型运输机吧 我来设计 我们 你 我是空气动力学专业的鸭老板 您花点钱把我升到B家 再升个B级航空发动机工程师 搞安225这个级别大飞机没问题的 您要相信我们的力量 今天就暂时五更 试码字情况以及月票 会有计划外加更 头张推荐票支持一下吧 赶忙追上转身就走的邻居 安德罗夫边走边解释 我们既然能造十一米直径的火箭壳体 其实造七八米款的运输机机体 就更没问题了 别说安225 就算是比他大一号都能设计出来 航空航天的材料都是通用的 而且就造两三架 就算是手工装配制造一部分 那么多工人都够了 两三架 邻居回头说了句 然后继续走 总得有个轮换吧 老板你要相信我 其实我安德罗夫这个名字 和安东诺夫是一样的 只是因译有所不同 都是老安家的 造飞机同样是一把好手 邻居差点没被这具老安家的枪道 终于停了下来一脸无奈的说道 这个级别的大飞机 研制起来起码一年了吧 有这时间这经历 为什么我们不去折腾水域 大不了前进号延迟一段时间而已 不用一年 制造其实只需要四五个月而已 那设计呢 这么大一架飞机 光是零件图 恐怕就十几万张 基地的人全去 绘图都不够 老板你忘了资金加速研究院任务进度 您投进去五个亿 只要状态未成功 不就是可行的 邻居愣住了 思考一番后 默默在研究院中兴建任务 什么飞机 造多大的 长度130米 最大宽度8 9米 最大起飞质量1250吨 空重390吨 货舱尺寸7 5乘以6 9米 长80米 货舱再重360吨 鸡杯再重500吨 暂且我将它命名为 安1250 代号 云鹏 起飞质量1250吨 是安225的两倍 果然配得上云鹏的名字 虽然对安德罗夫夸张的设计所震撼 邻居还是在系统中兴建了任务 兴建任务 安1250 云鹏巨型运输机的设计与建造 进度 0 邻居向此任务扔了1000万试水 然后在面板上的进度条一晃 变成了3 面前的安德罗夫仿佛心有所感 闭上眼几秒后重新睁开 老板 我现在已经有了初步的设计方案 我们去设计室 先给我升级 然后您再投资 两人一路进了设计室 安德罗夫在路上升级为B 即空气动力学专家 然后就叫来了20多个高级工程师 组成安1250设计团队 在服务器上开始制图建模 邻居再次追加2000万 系统进度条 随着一群工程师 疯狂电子绘图建模不断增长 一直过了5个多小时 进度涨到7 停了下来 高强度机械制图后的安德罗夫 看上去十分疲惫 拍了拍自己酸痛的肩膀466张图纸 我们已经完成了 安1250的草案设计 不需要吹风洞 它就是完美的 再投资2-3亿亿左右 召集50名左右的工程师 40天加班到12小时 我们将完成13000多个零件 6000个种类的设计 然后就可以生产了 这么快 40天搞定这么一架巨型运输机的设计工作 邻居都觉得过于夸张了 光是零件数目就令人扎舌 安德罗夫解释了一番 安1250是基于成熟机体设计的 差不多就是安225的放大版 也将会采用8台推力达到33吨的涡轮喷气引擎 它将被命名为XW-30 需要一名B加级航发设计师 和两名B级设计师才能完成 材料应该没问题 基地都有加工能力 既然安德罗夫设计都承诺搞定了 邻居也只能升级航空发动机部门 同时新建任务开始用资金进行任务加速 对于研究院任务的系统资金增加进度 并不是直接把资金投满就瞬间搞定 而是通过提高设计正确率体现 比如某个零件的设计和材料实验 原本可能要经过不断的修改和调整 才能最终定型 但研究院干预的结果就是 可以让工程师们直接就做出了 最接近正确道路的方案 一时间竟然差点忘记还能这样开挂 而在了解航空发动机部门的状况后 邻居也了解到了XW9和XW10目前的进度 XW10大寒道比发动机还差一个月左右收尾 小寒道比的XW9已经基本完成设计目标 准备装上飞机测试了 但问题是找不到飞机 XW9最大推力13 9吨是为飞行道3万米高空设计的 星远工厂只有一架老徒154 最多测试XW10 XW9的性能根本无法得到校验 而且对测试机还有要求 一般的飞机在3万米以上高空 以三倍音速飞行哪里扛得住 铝合金机体直接软成面条了 必须是采用钛合金或者特殊标号不锈钢的机体才能承受住 问题是这种飞机国内找不到 国外买不着 XW9和XW10是寄予厚望的外售发动机 飞不出个性能奇迹怎么收个人民币啊 航发部的负责人在升到B加后就抓住了安德罗夫 要求再设计一架验证机专飞高空高速 这种验证机不需要什么性能指标 只需要保证进气口能够大能完美发挥出发动机的性能就行 其他凑合凑合就过去 安德罗夫接下任务后表示 会加大设计力量 与安1250基本上可以同时完成设计 系统面板里 研究院任务XF01高空高速验证机立项正式开始研发 设计到制造预计消耗3-5亿元资金XW30也立项 这台推力达到了33吨之巨的喷气发动机核心机 依然是基于WC209的喷气部分 寒道比将增加到惊人的8 二 只有G190能超过它 仅仅是一个下午 邻居就又被这群系统工程师掏出去10个多亿 好在这些投入依然有希望变成回报 邻居只能期盼多振一点回来了 只是邻居想不到的是 第二天就有人想从他这里掏钱了 您好邻总 我们是代表华影股份集团过来的 感谢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还能见我们 邻居坐在办公桌后面 迷茫地看着眼前的四五个人 其中一个他还认识 这些是华影集团的电影设置组 他们将要拍摄的电影是《流浪地球》 2012年 华影股份买下了《流浪地球》的版权 准备翻拍成电影 但一直筹备了三年 今年才刚刚确定了导演 郭凡 按照原来的历史 郭凡接过任务后也还要两年 等到2017年才会正式开拍 最后是在2019年春节上映 现在按理说应该还在改剧本的阶段 那他们找上心愿是想做什么呢 邻居看了看有些不好意思躲在人后的郭凡 经过与华影的人一番沟通 邻居慢慢明白了他们的来意 尤其是在某不知名电工老刘以三体等一众科幻出名后 剧本也得到了解决 由于三体已经被人抢先买了 华影就只能买下《流浪地球》 昨末怎么把它拍成一部好的科幻电影 今年他们正式确定郭凡为导演 后者在组织改剧本 树立世界观等同时也在想以国内的基础条件 怎么拍好科幻电影 为什么好莱坞科幻大片多 主要就是特效和道具公司已经发展成了完备的产业链 都有成熟设计马上就能用 而国内在这方面只能说约等于零 尤其是关于太空的电影国内不能说没有 2011年上映了一部《飞天》 讲述的是航天员的故事 但电影主要是符合主旋律 科幻方面着实没什么建树 难不成为了一部电影 还得自己筹备一条科幻道具 特效设计产业链 郭凡接下导演后苦思冥想很久 然后就看到了星远公司宣布的登月计划 H1、H2航天飞机 巨型火箭、太空飞船等等 别的不说这CG就做的挺震撼的 更别提他们已经将那么多航天员送上部太空 如果有一家货真价实的太空公司 愿意投资剧组 不仅科学指导有了 道具有了 至今说不定也能解决 所以他们就来寻找灵石主画园 希望获得全面 至少是道具和科学指导的支持 这个邻居摸了摸下巴 他其实挺愿意支持科幻电影的 而且《流浪地球》虽然草点也不少 不过好歹算是这儿八经的科幻电影 支持一下倒也没问题 就连投资也是小事 整部电影最后投资好像都不到六个亿 支持一下又能有多少钱 况且这算不算扩展航空航天影响力的一部分 星远宇航动力可以提供资金 科学指导和道具帮助 不过 我也有点要求 您说 首先作为商业化运作 星远宇航动力要在影片中出镜 并且有所正面体现 郭凡点点头 这是应该的 不过具体出镜多少 要是投资多少来定 星远市太空公司 出现在科幻电影里又不违和 郭凡不认为这有什么难度 第二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不许加入爱情系 这是我投资不可妥协的死条件 啊 郭凡有些错愕 但邻居的表情很认真 显然不是开玩笑 他不太懂这是什么原因 和同行的几人对了对眼神 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才回答 这不是什么大事 科幻电影这方面占比本来就很小 不过 我可以知道原因吗 邻居 因为一旦加入爱情元素 剧本就会不受控制的 加上爱情标签 扰乱科学的严谨性 国产的爱情片太多了 什么类型都有爱情 不差流浪地球这一部 郭凡 好 邻居 最后 星远要求最后占的投资份额 不少于百分之三十 这时候 华银股份的人摇头了 林总 这太难为我们了 一部影片剧组有分成 院线有分成 发行方有分成 几出十五到二十 已经是极限了 邻居看向郭凡 我的工程师们都非常繁忙 抽出时间来帮助电影拍摄 完全是出于对科幻电影的扶持 况且 我能提供其他所有人 都不能给你们的筹码 郭凡和华银股份的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邻居指的是什么 设置组可以有一次太空拍摄的机会 不超过六个人 在空间站最多停留十天 郭凡 华银股份 郭凡与乌伦策了好半天 最后还是华银股份的人先回过神 天 林总 我看到过你们商业航天的报价 光是这个费用 已经比我们 准备向剧组的投资额高出几倍了 实不相瞒 现在我们才准备筹二到三亿资金 您这 这这 邻居 那就把这个数字换成美元 先投个十亿人民币吧 我说的 太空拍摄不算 郭凡被这句先期投资十亿 太空拍摄不算震撼的头皮发麻 一想想去太空拍摄真正的科幻电影 感觉心脏都要跳了出来 要不是华银股份还在旁边 版权在他们手里 郭凡都想去拜邻居为义附了 轻描淡写一句先投个十亿吧 要是那些投资商有这个魄力 什么好电影拍不出来 华银股份的人感觉自己几乎要晕过去 扶着额头半天才挤出一句 抱歉林总 这个我们必须回去好好商议一下 邻居点点头 用手指了指郭凡 如果不成你就跳槽过来 我做主去把三体买下来 拍三体也一样 三部曲一部十五亿保底 就拍华国人的科幻片 郭凡再也抑制不住了 不顾画影在场 直接上前紧紧握住了邻居的双手 拍 流浪地球就按您说的 凡飘零半生 只恨未逢民主 今日得见 恨不得肝脑涂地 已经全权之心 邻居安慰地拍了拍郭凡的手 其实我也就是个俗人 为国产科幻尽一点小帮助而已 主要还是靠你们这样的文艺工作者 画影一方终于看不下去 两人千里马玉伯乐的场面了 也跪倒在邻居的金钱攻势下 林总 就冲您的支持 电影星远战大头 华影就听明白 10月11日 向流浪地球设置组布施 功德加石 收获伯乐一匹 加速国产科幻电影发展 大善 虽然流浪地球票房本就很不错 但邻居并不需要依靠电影赚钱 因为这才能赚几个钱 哪有一次发射任务来得多 而且 后者还快没有风险 没几天后 华影就表示 接受星远将投资增加到10亿的决定 但最后定下的总投资额不是10亿 而是20亿 太空拍摄算10亿 这是剧组绝对不会放弃的 超过3亿美元投资 这在整个世界上都属于是巨资投入了 只有少数不计成本的史诗大片能与之相比 得到了巨额资金支持的剧组 原本遇到的很多问题 在这笔钱面前都不再重要了 就算是从零开始 都能培养出许多专业团队 当即决定 2016年3月 春节过后就正式开拍 预计在2017年中上映 差不多算提前两年 林老板勉强满意 10月19日 航发委内部对月表探测器进行了招标 2013年 航天局已经向月球扔了一颗长额3号过去 搭载了玉途月球车 算是一次很成功的月表探测 但是载人登陆 需要更加仔细的确认着陆位置 尤其是科研站选址 既然2921工程启动 就不会仅仅是送上几个人后就停下来 而是将月表建设计划提前 这就需要寻找有价值的着陆区域 能够在月表发电 合成燃料等等 其中最有价值的 当然是月球南极 科学界一直盛传 那里有珍贵的水资源 冰 于是 航发委提出了嫦娥4号计划 月球南极再发射一个无人探测器 寻找资源 由于着陆点是在月球背面 所以还需要一颗中继卫星 被命名为雀桥 雀桥中继卫星准备在2016年4月之前发射 嫦娥4号任务决定于2016年6月之前发射 然后星元宇航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首先是雀桥中继卫星 航发委提出的指标只有400公斤 传输能力有限 星元提出 把这个数字扩大到3吨 用星元5号甲发射过去 刚刚好是极限运力 这样的大型卫星通信能力将上涨一个档次 顺便还能进行探测任务 星元也将为这颗卫星出资一半 将来可以共用 另外就是嫦娥4号 3 7吨质量太保守 翻一倍到8吨 加一个星元公司的月球车上去 同样也是数据共享 还可以分开执行任务互不干扰 由星元5号已发射 魔改后的两个计划 航天局出的资金和之前相比超出不多 对双方都有好处 毕竟星元公司对月球毫无经验 借助这两个项目 可以从航天局获得他们之前探测月球的数据 有利于后续工作开展 最后 这些改动意见都在航发尾获得通过 由五院和星元公司联合进行雀桥中继卫星 及嫦娥4号任务开发 除此之外 航发尾的天工17工程也正在快速的进行中 由于天工17的核心舱现已被命名为 云宫的旅游空间站XS-62还未发射 已经上天的天工2号还没有任何航天员进驻 只是完成一些无人小任务 云宫空间站准备在下个月中旬发射 此时还在星元的B级基地里面进行制造 11月5日左右才会出场空运 等云宫进入轨道 天工2号先与其对接 然后航天局发射神舟11号飞船进行对接 最后再由团结后将6名航天员的乘组送上空间站 提前一年完成载人航天任务 这些工程都会在随后向世界大力宣传 他们都将在航展上展出 星元宇航动力将参加2015年珠海航空展会 航展虽然表面上是航空展示 但其实主要是各大企业卖货的平台 在这里可以放导弹 战斗机 坦克 步枪 火箭 雷达 拖拉机也可以展示 展示的目的有些是想卖卖卖 也有的只是展示一下自己的技术实力 刷刷名气 反正来就对了 星元不但参展 而且还有大家伙可以看 10月28日 进步号达成1276 被背负着降落到了珠海机场 这是珠海航展第一次展出货真价实的航天器 跑到两边的人们都在热情拍照 由于是以载货为主 进步号的飞行任务并不多 他最大的用途其实应该是轨道航天器的维护 比如空间站或者大型卫星什么的 刚好可以空出来静态展览 星元展出的航天器仅此一架 但却在展会的显眼位置要了个相当不小的展台 各种火箭 航天器模型即使都还处于PPT状态 就足以令人挪不开脚步 还会不定时抽人送模型小礼物 邻居本来也很想去 奈何实在走不开 他现在飞到了大漠里 在戈壁滩深处建设的大型基地里 邻居和郭深跟着大漠基地的主任豆瓶 一起站在机场塔台的控制室中 随着不断的呼号响起 一架小小的飞机从远处接近 慢慢降落在跑道上 然后邻居跟着豆瓶一起走下去 来到了这架小飞机旁 这显然是一架航天飞机 它的下半机身是黑色的隔热材料 机身约三 五米宽 两边有两个小小的翅膀 没有闲窗 是无人航天器 这就是军方内部的空天飞机项目 重量8吨左右 具有侦察功能 机身上的隔热瓦 还是星远生产的 基地内部给它的代号是神龙 显然寄予厚望 但还没有进行过太空飞行 目前依然在大气层内测试的阶段 神龙的存在是极高的机密 在前世 只有在进入太空飞行时 会向国际上通报一句 除了能根据火箭运力 估算重量尺寸外 一张图片都没有 但现在 它就在邻居旁边触手可及 豆瓶拍了拍神龙的机身 对邻居和郭深说道 这个项目 从立项开始已经进行了九年 它的目的是探索未来空天新战场 验证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 本来我们觉得 这是仅次于阿美的先进产物 但你们的H11出世 就将它扫进了垃圾堆 它的空气动力学不如H11深融合 起飞重量和体积相差接近三倍 材料方面也有所落后 这些隔热瓦 还是你们生产的 豆瓶边说边叹气 就像是在骂自家不争气的孩子 还在神龙的表面轻轻踹了一脚 神龙 对不起这个名字啊 所以豆主任 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 豆瓶点点头 是的 你们是可靠的 是可以相信的企业 国家需要你们的力量 不能因为身份就因耶费时 其实20年前开始 就有优秀私企加入军事工程 而且同样很深入 邻居是在前几天才知道 军方放弃了神龙 但格热瓦订单倒是没有断 而是很出乎意料的邀请星远 加入到他们的新一代空天战斗机开发中来 神龙被毙掉并不意外 因为在设计和性能上 H1全方位碾压它 如果把H1改成神龙这样的无人太空飞行器 战斗能力至少上升四五倍 所以在经过深思熟虑后 星远被邀请作为国防承包商加入到计划中 联合开发新一代的空天战斗机 新一代空天战斗机项目所赚的钱倒是其次 上级给这个计划的总经费才200亿元 这里面可是算上了造首批四架战斗机钱的 利润不错 但对星远最大的吸引力 还是作为国防承包商后的优势 星远将获得极大的航空航天许可 比一些国家单位还大 可以自行制造任意级别的飞行器航天器 无需手续 在划定的空域里随便是非 并且商业运营也可以走内部通道 颁发牌照许可证 与国家人才体系建立连接 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企业的能力范围 这就是参与尖端工程的回报 并没有多少金钱 但比金钱更有用 邻居本人核心远高层 和神龙计划的主要研发人员坐在一起 倾听郭深带来的想法 邻居注意到 这些研发人员大多在30多岁左右 显然都是国家最优秀的科研人员 说不定都有系统A级 可惜系统商城里没有A级技能卡 要是自己手下也能有A级以上工程师 估计都是国宝级别了 B家工程师郭深此刻站在最前面 讲述着他对神龙计划的看法 恕我直言 神龙计划从最开始就是不合格的 体积重量过小 根本没有实战价值 这话说得很不客气 但现场并没有人起来反驳 仅仅也只是几个人流露出几分不满而已 因为这是事实 神龙计划其实没有作战能力 他那8吨中的机体只能执行一些侦察任务 如果要携带武器 那么尺寸和重量都很小 携带普通导弹压根就配不上他的定位 而要用核弹 那为什么不直接用弹道导弹 但神龙计划也不是没有攻击系统 它被设计可以用激光攻击敌方卫星 航天器 不过所需功率很大 发射装置根本塞不进狭窄的机体 电力系统更是都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严格来讲 神龙只是先驱者 这是所有人的共识 好在郭深也没有喋喋不休的鼠落神龙计划 转身就贴出了自己的PPT 雪狐有人驾驶临近空间高超音速飞行器 长度42米 翼展19米 最大起飞重量74吨 采用4台组合动力涡扇 冲压WC209发动机 最高速度10马赫 可飞抵临近空间 作战高度52,000米 航程3万公里 再弹量12吨 可以携带高超音速导弹 或者将弹舱改为功能设备搭载激光武器 可攻击近地轨道卫星 郭深一口气介绍完参数 放出了想象图 最后还不忘补充一句 你们不要觉得这很夸张 动力系统WC209涡扇超燃发动机 已经处于最后阶段 很快就可以定型 基地研究员 豆瓶 豆瓶看了看依然老神自在的邻居 轻壳两声对郭深说道 郭总师 不是我们怀疑 而是雪骨低指标是不是有些 太超前了 世界最高飞行高度是S271黑鸟侦察机的26000米 雪骨低数据是它的两倍 而且竟然能达到10倍因素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 另一个研究员也说话了 你们也在研究组合动力发动机 还是超然冲压 推力多少千牛 郭深 可以持续输出90KN 想要再扩大一点推力也问题不大 原始进度已经很高了 样机已经制造完成 距离使用不远 这本就是星远未来空天飞机计划的一部分 自从商城开放 星远公司就开展了多个项目的研究 其中之一就是空天飞机 不过这个计划优先级并不高 毕竟可重复使用火箭 已经降低了足够多的成本 而且空天飞机的科幻程度 也比不上NAPE飞船XN90 只是现在为了参与到军方的计划 重新往前提了提而已 豆瓶和基地研究员们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只知道星远在航天上很厉害 没想到大气层内飞行器都走了这么远 高超音速飞行器的三大难点 设计 材料 动力 也能优化出来 材料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 而是成本太高或者有其他问题 动力才一直是华国飞行器研究最大的问题 但偏偏星远先告诉你 最难的动力部分我已经完成了 豆瓶和一众研究员有了终于体会到了 以前只有外国同行才有的待遇 先根据发动机设计飞机 而不是有了设计等发动机等到项目黄了都没等到 好半天 终于有人说到 设计部分我们来负责 这可以放心交给我们 机体材料 就由双方共同合作怎么样 这个速度 只有特殊标号的钢和钛合金才能承受得住了 雪狐 这个代号我们也用过 就当是一次重生吧 它的数据太优美了 让我想起了曙光女神 曙光女神 阿美曾经研发的 既SR-71以后的高超音速侦察机 号称设计能飞到3万米8马赫 不过随着联盟的轰然倒下而没了后续 只流露出来几张想象图 雪狐的指标比曙光女神更高 但有后者在前反而显得不是那么夸张 倒也符合对未来高速战斗机的想象 战斗机的发展就像是一个圈 最开始螺旋桨飞机竞争机动性 后来随着能量空战理论的出现开始向高空高速发展 在喷气机时代达到顶峰 那些二代机 截击机 随随便便都能飞到两倍音速 2万米以上 然而等到了三代机时代 因为导弹的成熟降低了对速度和高度的要求 开始强调机动性 等到了四代机 五代机 六代机 各国却又不约而同的向高空高速发展 甚至角逐太空 那禁地轨道呢 雪湖虽然理论上能激光攻击卫星 但变数太大了 我们还是需要轨道飞行器 国深 那就用H1的无人版吧 这么大的空间很充裕 在太空可以停留数年 还能借助空间站 加助燃料和维修 对了 我们有一个条件 作者的邻居心里一惊 强忍住自己的疑惑 不表达出震惊的表情 他可没有和国深谈过什么条件 豆瓶 不是过分条件 我们都会满足 这也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国深 我们要激光技术 为什么要激光技术 邻居是坐着基地提供的RH21客机离开的 中间还有一次专场才回到新院 一直等坐在自家的商务车上 邻居终于对郭深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虽然基地也同意拿出超大功率激光技术作为交换 但邻居不太明白这有什么用 郭深 老板 在深空航行中小型陨石 碎片很容易对航天器造成巨大损伤 必须在撞击之前消灭 而同时能在短时间内消灭并有足够威力的武器 目前只有一种 邻居 所以你要了激光技术 郭深 好好发展激光 这将是改变世界格局的技术 有可能使我们的地位达到不可撼动的程度 邻居 怎么改变 郭深伸出两根食指指尖相对 现在的世界之所以能够和平 是建立在一种平衡基础上的 邻居立刻想到了答案 平衡最有力的保障是什么 邻居在心里说 火箭 郭深 在真空中 而在这样的环境里 激光在距离上是几乎没有衰减的 邻居浑身一震想到了一个可怕的情景 郭深依然在继续向他描述 对于可能威胁航天器的小型陨石或者碎片 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全球卫星测控体系发现 然后及时引导激光进行攻击 这样就能消除威胁 只要卫星足够多 就能够防御来自各方位的陨石 是吗 邻居替他补充玩下半句 是的 不需要很多 如果功率足够大可以在同步轨道运行 80到100克激光卫星 就能保证禁地轨道内没有任何东西 就算没有那么多卫星 也可以将多个激光器集中在大型空间站里 只要能确保一片区域安全效果也是一样的 就算是对空间站的攻击也能够轻松拦截 此时已经是晚上 车里没有开灯 邻居看着道路两边璀璨的万家灯火 沉默了很久 最后轻轻吐出一句 把这个列为最高机密项目 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 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技术 这 是为了世界和平 是 老板 今年的珠海航展 星远宇航动力的展位前游客是络绎不绝 可惜没什么合作商 仅仅只是看看 毕竟除了阿博以外 星远拒绝了任何出售HE的意向 展览的进步号 也只能做静态展示 被邻居寄予厚望的两款航空发动机模型 也参展了 结果是异常惨淡 无人问津意料之中 毕竟谁会相信 一架太空公司航空发动机也做得不错呢 就好像SpecX要造客机一样滑稽 说到客机 商飞的C919也参展了 C919大飞机 2010年就首次参加了珠海航展 然后感动了一大片人 2015年还在感动一大片人 就是不见首飞 原因很简单 C919国产率太低 从航电到发动机关键部件全部依赖进口 任何一环卡住都要命 但还不得不被卡 毕竟试航标准掌握在国外手里 你用自己生产的部件 他就说不符合试航标准 不准在国外机场起降 阿美卡玩欧盟卡 零件卡玩标准卡 除非等一把关键部件都让出来 让巨头们吃到大头利益满意了 等每一架C919实质上 都可以为国际合作商提供部份的报酬时 颁发试航证才有利可图 那就说C919只在国内飞 不出国门不就好了 也不行 因为民航和军机不一样 它需要在国内的各个民用机场随时维护保养 而这些维保体系是在长达几十年的市场占领中 为空客和波音设计的 国产客机必须去适应这套体系 而不是自己大费周折再去另建一套 那是要亏本的 而要适配这套体系 自然就要采用国外标准 于是又回到了起点 还是得给国际制造商交钱 所以就算商飞想给C919用上心愿的XW10也不行 只能选发国赛峰和阿美同用电器和自生产的LIPXEC发动机 至于运输机方面 运20有国产的WS18和开发中的WS20 不需要没有绝对优势的XW10 XW10订单 5 XW9倒是尚不清楚 国内肯定没市场 但来航展的外国同样也没动静 显然也是有多种因素 不过 虽然纯国产大客机是指望不上 邻居还是可以自己弄一架相同效果的 他买下了回程的那架RH21 作为公司的公务机使用 现在星远的事情很多随时需要飞来飞去 等航班很麻烦 干脆买下一架RH21作为专机 从B级基地的机场就能起飞 加上星远的特权申请航线很方便 去哪里都很快 不过这架飞机一落地 就被星远的工程师们推进了机库 准备进行改装 他的两台输出9吨推力的G134发动机 将被替换成两台调整含道比的XW10 总推力从18吨增加到30吨 这会大大提高RH21的起降能力 尤其是提高老板的舒心度 另外就是更改涂装和做内部改装 更适合远程办公 虽然邻居更像是橡皮涂章 站在庞大的总装机库面前 邻居看着工人们将RH21推进改装位置准备工作 匆忙的身影在巨大的机库的衬托下 就像是一群劳作的蚂蚁 突然升起了一股浓浓的自豪感 在疯狂的跨越式发展中 截至11月 新远现在的在职员工数量已经超过了1300名 另外还有300多名从高校挖来的兼职人员 总数超过1700人 B级基地就像是一只巨兽 并且还在吞噬着各行各业的人才 一直要保持在职员工3000人才会罢休 考虑到基地极高的自动化水平 这1700人发挥的力量不亚于5000人 足以让每一个疯狂的梦想变成现实 邻居突然想念起自己的老本行 平平无奇的机械工程师了 他急匆匆地走向航空部 在一众工程师们诧异的眼光中抽出一张 足有桌子大小的专用绘图纸展开 如起袖子 一手拿着巨型三角板 一手拿着铅笔 老板 航空部的副主任工程师 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 你要做什么 有什么我们能帮助的 邻居头也不抬 在纸上先画出中心线 我要设计一架飞机 并且要自己驾驶它 自从在系统的驱使下 开始夺命狂奔 邻居已经很久 没有为自己安排过时间了 虽然他并不参与繁忙的科技研发 但心远的事一点也不少 尤其是上一个载人任务 交叉的部分太多 随时都在消耗精力 作为航天公司的老板 邻居一直有一个梦想 乘坐自己的航天器进入太空 很遗憾的是 这都遭到了公司高层的权力阻止 也不说不行 反正就是往后拖 说什么等太空飞行稳定下来 可进入300千米的天空不行 30千米以下的总可以吧 邻居在看到R21准备改装时 才突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现在星远已经获得了相当大的航空自主权 整个星远市 以及周边挨着的七个市的空域 15千米以下的空域 深情了就能飞 15千米以上随便飞 星远地盘的周边 100公里不用深情可以飞 有空军罩着 天空对于星远来说 几乎没有管制 所以邻居决定 组织一支飞行队 以系统那疯狂的速度 向太空进军 所需要的宇航员数量将极为庞大 估计507所都训练不过来 而且邻居可是打算把工程师们也送进太空的 跑那么远去京城太麻烦了 不如自己建个训练中心 弄个飞行队 发扬一下员工们的飞行兴趣 顺便自己也练练 每天趁高管不注意 悄悄咪咪地坐上XN90飞船就上太空 连发射准备都不需要 而为了彰显自己的专业性 邻居决定 先自行设计一款入门小飞机 展开图纸 就准备一展身手 然后被航空部工程师一句话 就不得不放弃 老板 我们都用电子绘图的 这是偶尔备份流荡用的图纸没几张 你叫什么名字 入职多久了 我叫王寻 之前在石飞做副总工 入职四个月 之前设计过一种运输机 邻居一愣 他只听说过 陈飞 沈飞 闪飞 哈飞 宏都 这个石飞是哪里 石飞 SJZ飞机制造厂 见王寻点头 邻居不由地疑惑起来 我感觉都没听说过石飞啊 你还是运输机的副总工 怎么这么轻易的 就被放过来了 王寻支支吾吾半天 满脸尴尬 然后才说道 我设计的运输机是 运武币 运武 就是五十年代 我们访联盟四十年代的 安二哪个运武 邻居的脑海中 浮现出一架双翼螺旋桨老爷机 顿时明白 王寻为什么轻松跳槽了 算了算了 做到航空部主任这一步 肯定系统升过级 我打算成立一支航空队 培养我们自己的宇航员 你觉得该怎么做 见邻居掠过 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 王寻松口气赶忙回到 那至少要有一种 低速初级教练机 一种中级亚音速教练机 一种高级超音速教练机 飞行员是循序渐进培养的 周期至少两年 邻居 那我们就 先把这些飞机设计出来 可以买星远自己生产 买太贵了 王寻赶忙拍胸脯保证 绝对没问题老板 这些飞机我就能设计 用不了多少时间 在他看来 这可是提升航空部地位的好机会 现在公司内排第一位的是 上空部几乎都要排到末尾去了 区区几架教练机 他这个B级工程师 还设计不出来 王寻的动作 比邻居力所多了 打开电脑随便几下 就画出了一张三式简图 低级教练机 时速要控制在300公里每小时以下 这是给星学员练手的飞机 可以采用便宜皮式的活塞发动机 马力300匹就够了 用前三点起落架 滑动坐舱 邻居看了看简图 这不就是初教六吗 但王寻也知道这一点 便解道 这种初级教练机的构型都是大同小异 直接超成熟的设计就行 不需要怎么修改 邻居 不行 初教六胎落伍了 不符合我们的定位 这个坐舱给我改成流线型的水滴坐舱 成本不管 王寻表示 你是老板你说的对 马上修改测试图的坐舱为水滴坐舱 还有 我记得螺旋桨飞机是不是有旋转扭矩 需要飞行员手动登陆配屏 是的 不过低级教练机问题不大 学员能克服的 给我改电传飞控 让计算机配屏 要让学员像游戏中那样轻松的飞行 给着破螺旋桨机上电传飞控 王寻觉得他这是第一次见到老板的奢侈了 但邻居的意见还远没有结束 前轮也要整流罩 要让飞机的表面光滑且轻盈 机头 为什么还有裸露的操控线 全部机内部线 液压传动 最后 王寻在心里估算了这架豪华Pro-X版的初级教练机 觉得成本至少翻了三倍 而这时邻居才勉强满意 又问了句 发动机呢 我们就没必要造活塞发动机了吧 王寻 确实没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找南方汽车 弄一台风冷增压的V8航空发动机就行 这个也简单 那就定型 就以首字母命名叫CJ01出教机吧 多久能生产出来 20天 成本35万左右 邻居想了想 觉得这个级别的飞机可能确实没啥难度 以心远的生产能力 20天还真不夸张 那就先生产50架吧 终极教练机呢 是用螺旋桨还是喷气发动机 王寻随意在纸上写写画画了一会儿 然后抬起头 小型喷气发动机 效费比不高 但这个级别的螺旋桨飞机 起码要1200马力 成本也不低 不如就用涡桨发动机 成本和功率都不错 重新设计也要不了什么时间 而且马力够大 我们用共轴反桨设计 从根源上避免了扭矩产生的滚转力矩 要是有2000马力的话 飞到1050K H没问题 成本控制在180万左右 涡桨发动机也是喷气发动机 不过输出功率的方式 由主轴带动螺旋桨和喷气同时输出 因设计不同 输出功率的比例也会有差异 大马力涡桨发动机成本 反而会比活塞发动机更低 王寻这一次画图的速度慢了些 毕竟要考虑到 涡桨发动机的体积和重心 以及外部阻力 最后让一张整体成流线型的 共轴反桨螺旋桨飞机 跃染指上 这一次邻居更熟悉了 维斯特兰飞龙 王寻急了 螺旋桨飞机设计 早就被前人用完了 这也只能殊途同归了吗 等于等于 低级教练机 CJ01 彩云 魔改电传加强版初教6 中级教练机 ZJ11 飞龙 现代化改装版 维斯特兰飞龙 高级教练机 GJ21 流星 装备单台 XW9的防板雅克130 虽然说起来是全字眼 但由于这些类型的教练机 最优构型 几乎都被人用过了 王寻也就直接开抄 邻居最后也只能如此 就当是节省点研发时间了 三种教练机各50架 平时各类一次 启用40架作为训练 10架作为备用 这150架个型飞机 准备用20亿完成 其中17亿都是为了 造流星式高教机 第一批10架采云20天完成 飞龙需要60天 流星需要90天 其中 首批采云出教机 将由邻居董事长 担任荣誉总师 负责了座舱内 油门拉杆的设计 与此同时 邻居宣布 14个小时 学习飞行技术 参与公司内部的飞行学校 轮流培训 合格地兼任未来驾驶员 不合格 也要掌握基础航天知识 成为载荷专家 按照获得的飞行技能级别 可以每个月 拿到不同金额的津贴 1000打底 全公司都深深震惊于 邻居的周末 还要压榨他们的疯狂举动 但考虑到有津贴 上下倒是没有什么反对声音 虽然星远实行双修制 但由于近一年来的疯狂工作 实际上加班很严重 周末要是能去开开飞机 也挺不错的 11月11日 第一批彩云还没有下线 但是穷州发射场 又竖起了一枚星远2号 这枚星远2号 和以前的不一样 头顶的整流罩 要大出舰体一圈接近8米 而且包裹的载荷明显很长 使这枚6米直径粗的重型火箭 都看起来有些单薄 X-62型云宫空间站 在5天前总装测试完成 由1276背负空运到穷州 今日就准备发射 明天再与天宫2号对接 这是自5月底以来 星远2号的第6次发射 创下了重型火箭短时间内 发射次数的记录 航天局对可回收火箭的渴望更加迫切 星远在穷州摆了两发星远2号 工厂里存着一发 可光是那两发回收轮替使用 就能轻松短时间不断向太空投射质量 那可是重达1300吨的火箭 制造这样一枚火箭怎么也要两个多月 但如果可以回收 就只需要准备10天左右 装上新的二级就能快速发射 成本低环效率高 虽然星远2号已经成为穷州的老熟客 但来看火箭发射的人 却丝毫没有减少 全国有多少人想到现场看火箭发射 不知道 就算只有2000万 20万人一场 也有100次了 穷州政府粗略统计了一下 今年光是火箭发射带来的游客 就是当年的旅游经济总额 相比去年上涨了整整30% 夸张到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次的云工核心舱发射 同样也吸引了很多人 其包括很多老外 比如在习的路西亚航天局局长尤里 上次联盟TMA17M事故 对整个路西亚航天造成了重创 国际上对路西亚的不满更多 纷纷寻求其他航天机构 或者私人航天支持 也不愿意做毛子的铁罐头了 好在尤里的官位没丢 反而戴罪立功 跑到华国来寻求合作了 合作的内容有两个 一是航发尾在推动的大型空间战计划 二是载人登月计划 不过华国航天局的态度明显不怎么热情 可能是因为太忙 也可能是觉得 路西亚的航天技术 已经没太多是他们需要的了 就算是真有眼馋的技术 为什么不去找星远呢 尤里也知道这一点 所以即使被赶到穷州看火箭发射 也还是赖着不走 好在发射管理局的黄局长接待他 还是很客气的 还挺聊得来 尤里指了指星远2号16的整流罩 黄 这个空间站仅次于阿美的天空实验室 但技术要先进得多 空间也大得多 将它仅仅是作为旅游用途太奢侈了 如果说我们的航天员是挤在单人帐篷里 你们的就是带泳池的豪华庄园 黄局长 云工核心舱其实是商业性质的 这本就正常 明年发射的天和空间站才完全是科学属性 到时候云工核心舱会完全对外运营 尤里 天工空间站 它也会对国际合作开放的 对吗 黄局长 我觉得是这样 但很抱歉 我和这些没有关系 我只是个发射中心的管理人员 看 火箭要发射了 星远2号摇六火箭的七台甲烷机点火 甲烷燃料发动机在飞离地面后 几乎看不出颜色 只有底部的发动机喷口 发出浅蓝色的光芒 但隆隆的声音丝毫不减 发射控制势力都能感受到 哎呀 星远这么高频次的发射 隔几天还有一发星远5号 还是送我们的航天员上去 五个呢 比神舟飞船还要多一个 嗯 第一批空间站进驻的航天员数目也确定了 航天员大队一老带三星四个人 星远也是一老带一星 老指的是周锐 他将会和一名星远招募的 只有五个月训练的专业飞行员一起上去 原本赵小文是要上去的 但星远好像开展了激光项目 正好赵小文是这个方向 现在估计在筹备团队呢 所以 周教授只能在刚交了两个月新生后 又不得不上天凑个名额 作为本次任务唯一的在河专家 本次任务由航天员大队柳明担任指令长 兼团结号驾驶员 总共六名航天员一次性送上太空 仅次于阿美航天飞机的七人 尤里只感觉羡慕不已 明面上路西亚一直是国际空间站 唯一的载人任务承接方 但其实都是为了美元再给阿美打工 依然是处处受排挤 他们几乎没怎么往上送载荷专家 因为现在的路西亚 已经没有进行这样太空实验的经济实力了 他想到了来华国前PUT的要求 想办法参与华国的载人登月计划 一起建设科研站 把路西亚人送上月球 再不计也要在这一次谈妥天空空间站 ISS虽然201年才算正式建成 但由于技术较老 以及前期舱段使用强度高 寿命顶多还有5年 NACA暂时也没有力量再组织造星的ISS 所以提前找好下家很重要 不过路西亚倒也不是第一个如此想法的 意大利早就开始行动了 除了路西亚的尤里 安托万和巴迪斯 这两个来自法国和意大利 国中奇葩的航天局负责人 也低调的到了华国 他们的目的和尤里相同 也是奔着月球和空间站来的 世界四大航天机构 欧空局 NACA 路西亚航天局 华国航天局 理论上 华国航天局的实力是最弱的 欧空局联合起来的技术力量其实很强 路西亚航天局属于是技术底子 有蛋没钱 NACA是太杂加大业大 干啥都费钱 欧空局有钱有技术 然而确实最混乱的 整个欧洲那么多国家 基本都是你擅长燃烧式 我擅长涡轮泵 它设计舰体很厉害 都有在某个领域有非常不错的实力 却缺少全方位整合 不能亲密无间的团结起来 就比如 现在阿美的阿尔特密斯计划 和半个世纪前的阿波罗计划很不一样 对11个国家开放了合作 其中自然包括欧洲国家 但问题是 阿尔特密斯计划是要排队的 而且大家都知道 NACA搁起来 那也是一个遥遥无期 指望他们没戏 虽然华国航天局 现在连重型火箭都没有 但作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 钢铁产量超过第二到第二十名总和 第二大经济体 他们要是真发狠 一定要登月 没有谁会怀疑不成功 更离谱的是 华国竟然还养起了一家 与各大航天机构 并肩的私人航天企业 同样有进行载人登月的潜在实力 着实让人羡慕不已 两人和尤里一起在京城赖了几天 航发委内部也在讨论要不要接纳他们 航天局当然是接受的 不说法国和意大利 还是有不少独门技术 单单这件事的国际意义就必须争取 只是天宫空间站是航发委运营 星远与航动力的意见同样重要 所以把问题抛了过来 星远的联络人得到邻居的授权后 表示同意 除了一些必要但能理解的限制措施外 几乎是对天宫空间站放人不管的态度 航天局有些欣慰的同时也暗自疑惑 这么重要的空间站 怎么邻居都不上心 直到11月13日 航天局向已经对接的云工 天宫二号组合体 发射神舟11号飞船的时候 才了解到一个消息 星远向下游企业发送了新一轮订单 其中一个企业属于航天八院旗下 经过这批零部件推断 他们将用于直径至少10米的巨型火箭 大佬立刻在星远公司的官网上找 迅速找到了对应的火箭 是星远三号巨型火箭 这枚火箭之前定下的参数 出现了小幅度变化 11米直径和底部19台 K380的布局没变 推力从7300吨涨涨到了7500吨 起飞质量5900吨 禁地轨道运载能力2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101吨 比之前宣称的运力参数要低一些 但也代表着这已经不是PPT 而是进入了实质的论证研发制造阶段 是真的打算造出来了 真是见了鬼了 大佬翻看数据的时候 正在载人航天办公室 正好来这里修改月球科考战计划的蛇院士也在 蛇院士探头过来 了解到星远宇航 现在很可能正在制造星远三号巨型火箭 脸上的惊讶 让一张老脸都有些变形 星远二号的CBC构型都足够登月了 他们的火箭可靠性也不错 怎么还在研究巨型火箭 这比长征九号都夸张了 现在说的长征九号还是最初的老构型 四个助推器各两台YF130 星级四台YF130 总推力5700吨 设计禁地轨道运力150吨 已经比土星五号强多了 结果星远三号就已经夸张到了 起飞推力7500吨 蛇院士不是怀疑星远的技术实力 毕竟这家公司跟开了挂一样是真的离谱 那些就算是从国外偷都偷不到 但是他们造这么强大的巨型火箭干什么 登陆火星吗 等等 还真有可能 大佬建设院士低头思考了一会儿 突然脸色铁青像便秘一样难受 连忙问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听到了邻居可能在准备登陆火星的说法 你确定 登陆火星 那恐怕不只是火箭够了就可以吧 登陆火星最大的问题就是火箭 从上个世纪各国就认证过至少要300吨重的飞船 但星远三号发射两次就够了 十米直径的舱体也只可能是为了远航而准备 只有这样大体积的飞船需要巨型火箭 而且星远现在不是在开展和推进计划吗 加入A100的话 成功率就接近99%了 聚月球才几天根本用不上 四 大佬一口吸掉了半屋子的凉气 另一半舌院士已经先吸走了 导致其他人都感觉温暖了不少 他又双弱感受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缓了好半天才说道 这事先不要上报 这他娘的 我们总不可能跟一家私人企业 无止境的太空竞赛吧 蛇院士 可看看他们对空间站那么不上心的态度 还有什么比这更迷人呢 不会的 这些紫系统即使要做也要三四年以上 再说登陆火星也有窗口限制 至少登月计划结束的时候也不会开启 蛇院士一拍脑门 还忘了这茬 下一次火星探测窗口期是2018年的5到6月 要是真去的话肯定要先送无人探测器过去 在后面的窗口期都是2020年和2022年9月了 再怎么激进也得到7年后去了 是我起人忧天了 只要不是登陆火星 还有什么比登月更厉害呢 五院李喜作为长征5号总师向团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和两个坏消息 坏消息 长征5号计划终止 项目取消 好消息 团队不会解散 并且将会追加30亿元的经费 坏消息 他们要搞新火箭比长征5号更麻烦 不过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代替长征5号的不是私人公司星元宇航的火箭 而是长征10号 长征10号禁地轨道运力110吨 看上去和定位30吨利用运力的长5似乎没有关系 但不要忘了长征10号捆绑了四枚助推器 医院经过研讨后 又把拆除了长征10号甲和长征10号乙两种火箭 长征10号甲 将四个助推器减少到两个 起飞推力1956吨 起飞质量1500吨 利用运力70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27吨 长征10号乙 光单行 没有助推器只有星级的两台YF130 起飞推力978吨 起飞质量777吨 利用运力24吨 长征10号乙与长征5号运力接近 所以长征5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反正都不能复用 不如缩减一个项目 不过团队依然要继续工作 而且交给了李喜一个重任 发展星 长征5号 航天局要求新长征5号使用6米直径舰体 在下7台YF135制造起飞推力2600吨 起飞质量2000吨 近地轨道运力60吨的可重复使用重型运载火箭 二级火箭发动机将采用全新设计的YF90 220吨级分级燃烧循环氢氧发动机 月球轨道运力可以达到24吨 同时发展新长征5号的CBC构型 初步命名为长征15号 21台YF135起飞推力7812吨 起飞质量5780吨 将近地轨道运力增加到185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74吨 作为未来的廉价重型火箭和后续月表建设的主力 要求在2020年前首飞 长武光甘型和长武CBC的长征15号 足以取代长征10号系列 够强大也够便宜 要知道老长武从2009年立下 预计2017年才能首飞 历时8年 而更加疯狂的新长武连发动机都还没影子呢 就要求5年首飞 YF135是YF130的后续型号 早就有所规划 单燃烧市360吨推力 刚好可以用作未来可重复使用巨型火箭的发动机 上集也是真被逼急了使劲加大投入 航天局的未来将会是快乐与痛苦并存 今天有点忙 晚上没时间叫对稿子 就一起发了 11月19日凌晨6点 穷州航天发射场 6名航天员在出征仪式上宣示 穿着星远的舱内航天服 各自提着小空调通过媒体夹到的红毯 坐上考斯特 星远公司委托制造的航天服更先进 轻便 航天局经过思虑后 便在本次团结号任务中 统一使用星远的制式航天服 反正都是用撕起火箭和撕起航天飞机了 就没必要再坚持用自己的笨重航天服丢人 况且 团结号是航天飞机 指令长要是穿得太厚重 在手动操控的时候不太方便 可能会误处 之前发射神舟11号飞船的时候 航天局也有过 要不要也用神舟飞船送上去三名航天员的讨论 最后还是被否决了 天宫一期三个部分 容纳六名航天员刚刚好 神舟飞船送三个团结号航天飞机 送三个图什么 干脆直接把神舟11号当货运飞船 用塞进去了不少补给 在以后 神舟飞船主要充当的应急逃生船 和为组合体提供动力与电能 航天飞机不方便时 也方便接航天员返回地面 六人在发射前四小时钻进了团结号内部 各自在固定好后 就等待一遍遍重复性的字简 还能彼此聊会天 这次飞行任务科研卫并不浓 除了周瑞是实打实的载荷专家 其余都属于职业航天员类型 航天局三个 星员一个 四个星人和两个有经验的 要在天空进行30天到90天的太空生活 下来以后就都变成有经验的航天员了 之所以浮动这么大 是因为此前 航天局在太空人员驻留的最长时间 也不过15天 虽然天空一期 已经足以支持航天员长时间生活 但能不能适应还是看实际情况 整个航天飞机机舱里 周瑞是最轻松的 反正对他来说 每一次飞行都是绝妙的享受 鬼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 赵小文本来都准备好了 却被拉去搞激光 心远就把他推了出来 邓磊则是因为 连续执行三次高强度飞行 在地面为公司培养菜鸟 下一批轮换才到他 柳明 指令长 驾驶团结号的感觉怎么样 太棒了哈哈 柳明此时已经设定好自检程序 伸出手来给 柳明执行了航天局第三次载人任务 当时的情况他 现在都记得 那是华国第一次太空行走任务 先是舱门打不开 被张志光硬生生撬开 然后又是轨道舱暴火警 两人都以为自己回不来了 而且 舱外宇航服太急 两个人在飞船里行动 都要小心翼翼 哪里向团结号 每一个座位旁 都有大面积闲窗 几一几能布设四个座椅的成员舱 只宽松地放了两个 并排的成员互相伸胳膊 都很难摸到 他现在很庆幸 当初星远公司和航天局 开展联合训练 他去乌兰哈山基地时 蹭了接近200小时的模拟机 选拔团结号摇四任务时 全队就他的模拟石长排第二 当选了指令长第一 李队长是被载人航天办公室 合力按住的 说什么也不让他去 团结号现在挺出名的 在执行摇二任务 救了三名ISS航天员后 进步号也被政府授予了 英雄航天飞机的称号 专门在尾翼上刷了一颗红星 上午9点 搭载团结号航天飞机的 星远5号火箭 在穷州航天发射场03工位发射 将6名航天员 送入400千米轨道的天宫空间站 在进入禁地轨道两个小时后 团结号接近天宫空间站 用机背上的对接口 对准云宫核心舱的节点舱 此时的天宫空间站 是一个钉字形 天宫2号和神舟11号相互对接在一条直线上 占用了两个0 9米远口 节点舱还胜轴向的一个2 5米方口 以及一个与团结号对接的0 9米远口 对接程序是完全自动的 柳铭的任务只是起备份作用 此时他和副驾驶的星远职业 航天员胡东一起紧张地看着对接口摄像机 在RCS的作用下 团结号不断移动 终于在激光对准后轻轻上行 一下微小的轻震过后 稳稳地被节点舱抓住 6人开始解下安全带 胡东在控制台上按下电动开关 舱门发出电击动作的嗡嗡声 然后向外打开 柳铭抓住对接口的内壁 轻轻用力就飘到了节点舱内 然后就忍不住狠狠吸了一口空间站的循环空气 节点舱的长度是6米 宽度7米 出去对接通道的内部方形空间是3乘以3乘以4米 这就是36立方米的空间 已经和天宫2号的40立方米差不多了 而且由于舱壁是柔和的白色观感更大 感觉一般的大卧室也不过如此 随后其余5人也一个个进入节点舱 同样发出了感慨 仅仅是节点舱 容纳6个人都不觉得拥挤 然而和他们不同 在地面指挥中心和例行的新闻直播里 画面中的航天员居然半天愣在节点舱 地面还以为出了什么事 好在只是虚惊一场 6人再回过神来之后 就按照预定程序 先进入核心舱 XS62行旅游舱云宫 2 5乘以2 5米的超大型方口 比以前神舟飞船狭窄的对接口大太多 但看可能不觉得 以下给了所有观众巨大的震撼 那可是2 5米方口 航天员平均身高才1米7出头 可以站着通过 而不是跟爬下水道一样 小心地从通道中钻出来 第一个进来的是周锐 他看到的是云宫核心舱的内部 入眼就是宽度和高度均为4 7米的方形舱是 云宫核心舱内部的形状有两部分 挨着核心舱是宽度47米的正方体截面空间 后半部分是直径6 8米的圆形空间 由于改成了6个单间卧室和增设服务设备 空间体积从620立方米降到了560立方米 但依然宽大的令人不相信这是能在太空获得的享受 而在地面的主要直播群体电视机前 也有无数人挖的叫了出来 他们的印象中太空舱就是一个闷罐子 又小又窄 结果这宽敞程度完全是将过去的想法颠覆掉 仅仅是计算方形空间的面积就有96平方米 不算公摊的三室一厅也就这么大 而圆形空间还提供了360立方米的空间呢 不过相对于地面观众只会挖的感叹 天生的人更关注的是其他 比如ISS国际空间站的航天员他们也在看直播 云宫空间站的大确实令人羡慕 但最最让人眼红的是画面中周瑞随手拉开了一个舱门 那是一个面积4平方米配备马桶和浴室的独立卫生间 还是两个之一 看着画面中近5米宽度的超大舱内空间 老马问自己的助理 我们可以造这么宽的舱段吗? 可以 但猎鹰9的直径只有3 7米 这么大的空间站加上整流罩后接近8米 太大了 重型猎鹰有足够的运力 但是不能把它发射上去 只放在鼻尖 原本SpecX一直以天空领域的探索者自居 即使猎鹰9之前不断失败也没有打击它的信心 但星远公司的出现确实给了老马极大压力 虽然即将出现的重型猎鹰足以与星远2号火箭抗衡 但却是这个构型的极限 舰体也不如对方 载人方面也是 极大落后 二代龙飞船其实已经具备载人飞行能力 但离承接载人飞行任务估计还有不少麻烦 阿尔特密斯计划的基础部分已经竞标完成了 猎虎坐飞船由洛克马丁研制 服务舱由欧空局负责 着陆器大头是蓝色起源 小部分交给SpecX 不过SpecX的作用还是很重要 重型猎鹰火箭是目前唯一能向月球投射26吨物质的重型火箭 只是这样无法复用 所以得制造两发重型猎鹰 而且最后全都会被丢弃 三发SLS 三发重型猎鹰 SpecX已经在阿尔特密斯计划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但老马还是不满意 因为星远又提出了更加强大的星远三号巨型火箭和核动力航天飞机 而它的星际飞船还在设想之中没有具体方案 后世为星舰奠定基础的猛禽夜洋甲烷发动机还没有出事 要2016才有第一代猛禽式车 但已经被定位了SpecX未来的主力发动机 杰夫贝佐斯的蓝色起源 B14发动机本来进度也十分缓慢 但在星远2号成功后立刻加大了资金投入 一旦成功250吨的推力会比星远的M220更强阿尔特密斯计划太落后了 老马突然说了一句 助理知道老板又要有新想法了 NACA选定了贝佐斯的蓝月着陆器 他除了大以外和阿波罗计划没有任何区别 飞船和着陆器依然分开 依然需要多次对接程序复杂 SpecX要比所有人更领先 我们想个办法 别让宇航员在一个个舱段里跑来跑去 让飞船能够降落在月表并返回 马一龙打开手机的备忘录 用扭曲的线条画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是一个头部扁平的子弹型飞船 上下各有两个小翼 这样的飞船既能登陆火星和月球 也能在大气层内着陆 它是真正的飞船 我管它叫Starship 星剑 我知道工厂里有推力更大的夜仰没有发动机 但是甲烷才是在未来的行星是可以制取的燃料 所以 下一步我们依然坚持甲烷动力 我明白该怎么做了 三天后 当邻居坐在彩云教练机的后座由邓伟带飞 起飞前刷了刷手机 逛小蓝鸟发现了特别关注的消息提示 老马发布了SpecX的下一步目标 是星剑和它印象中的有所不同 但大体上的设计已经出现了 这该死的世界线修正里 啊 老板你说什么 座舱盖尚未关闭 由南方汽车制造的V8风冷汽油机 带动螺旋桨产生巨大噪音 邓磊一时间没听清邻居在说什么 我说 好好干 下一批空间站轮换你上去 邻居的声音和之前差不多 但神奇的是邓磊居然听得很清楚 兴奋的带着自家老板快速起飞 在机场周围的树林上高速飞行 彩云的平飞速度只有290K H 对于邓磊来说慢的和风筝没区别 但对于只顾着看地面景色的邻居来说 就是一次新奇的体验 激动的在无线店里大呼小叫 而空管则只是不断要求邓磊不许做特技动作 以使弹射座椅的成功率最高 作为老板邻居当然是特技飞行员代飞一对一教导 上理论课后每天还能体验飞行 其余公司学员则是由聘请的退役飞行员小搬交 也能被带飞 不过时常要少得多 11月24日 长征6号遥四火箭在宾州航天发射中心竖起 这枚火箭没有卫星任务 一级以上全是配重 显然是测试用的 在8月份利用从星远购买的回收控制系统 进行一次成功回收后 8月的压力其实更大 利用遥三任务的一切数据 对自己的回收系统进行改进 总线改了 购买了RX-01版卡 并行处理能力翻倍提升 姿态库增加了很多数据 毕竟有一次成功经验 努力往这上面靠就对了 虽然星远的回收控制系统进行了加密 但外围部分 还是不可避免的被解析套在了自家的系统里 为了最大化成功率 8月极具创造性的制造了一套模拟软件 来模拟进行火箭回收测试 而且为了真实性采集了相当多数据 然后拿到超算里跑 新一代的回收系统内部代号云开 在超算里已经模拟了上千次 实在是挑不出毛病了 下午14点 长征六号遥四火箭 进行了自研回收系统的第四次测试 在一众研究员紧张的担忧中 火箭顺利拖着菊黄的尾燕升空 顺带一提 拼了命搞YF-130的六院 居然有余力再小改了一下YF-100K 增大压力将推力提高到了130吨 数分钟后 长征六号遥四火箭 以一定轻脚向着陆场降低高度 这并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而是为了流足调整余地 随着火箭慢慢逼近地面 河塘的脸上不断涌出痘大的汗珠 几乎忘记了呼吸 100米 80米 15米 支撑腿在一秒内展开 发动机持续降低推力 当支撑腿的尖角快要触底时 立刻关机 以免回流对底部的管路产生烧食 一击火箭在地面上重重弹了一下 然后立住了 一众研究员强行按耐住 跑进热浪滚滚的着陆场的冲动 激动地将河塘抛了起来 现场不断响起了掌声 今日下午15点许 我国成功进行了一次运载火箭回收试验 火箭类型是长征6号附用型 由航天局第八研究院负责研制 研制过程中 团队遭遇了许多困难 也经历过失败 但在团队总师 八院副院长河塘的带领下 创新研究手段 加强人员斗志 通过借助计算机模拟技术 大大减少了数据收集成本 使我国拥有了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回收技术 晚上 邻居看着CCAV新闻里的播报内容 不服气的撇撇嘴 长征6号成功回收 华国航天局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火箭垂直回收技术的机构 拿到了铜牌 不仅是八院洗劫而弃在庆功 其他火箭团队也都纷纷松口气 因为这起码说明 他们正在发展的可回收火箭不再是空想 确实有基础了 然后六院也传来好消息 在研制YF130后 他们将获得高压燃烧式技术 YF48两单燃烧式的推力是240吨 而六院将会在YF130后 有信心开发在YF130上出来的 单燃烧式推力360吨级的YF-135 YF-135推力预计360吨左右 推力是YF-130倍 并且因为是单燃烧式所以可复用 预计2018年研制成功 回收控制技术有了 发动机也将要有了 航天局立刻规划了自己的巨型火箭长征9号 长征9号 预计采用11米直径舰体 光杆构型 YF-135发动机 以16架10加3布局放置 起飞推力10788吨 起飞质量8500吨 利用禁地轨道运力380吨 月球转移轨道运力150吨 从直径和发动机布局上 看长征9号和星远3号一模一样 后者只不过是装备19台380吨 及发动机K380而已 总推力7500吨 长征9号回收时 准备用星级的三台发动机 进行减速调整 还是11米直径 这显然又是一个难关 不过航天局对长久的研制时间 放的比较长 那个时候的控制系统 应当已经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了 可复用的长征9号航天局觉得 差不多已经是化学火箭的极限了 再往上也没有什么必要 那是空天飞机该干的事 没错 空天飞机计划 也随着因登月引起的 对航天的资源倾斜加速了 并没有因为火箭回收而被放弃 原因很简单 这是前老留下的计划 对于航天界的大智圣先师 政府选择无条件相信 星远宇航动力附属专科学校 不 是南方航空航天大学 这块牌子在航空航天学院成立 周教授和赵教授从太空中返回后 就拿到手了 年纪近70的校长亲自帮着 把早已准备好的刘金招牌换上 周围的高校都说 他是背离了公办学校的初中 做了心远的走狗 蒋校长想说 做狗有什么不好的 在暑假里 学校就开始扩建施工 准备用一年的时间将面积扩大三倍 增设约20个专业 师资力量再扩大一倍 不过不行 实力优秀的 只在学校挂置人都关在BG基地了 实力不错的大多数时候 也在搞新远发的研究任务 再不扩招真不行了 此时 邻居正饶有兴致的参观学校 这里已经大变样 和以前相比有太多变化 首先是校门就很夸张 原本的两边的建筑被削平了 摆了两个一 一的刚至新远二号火箭模型 几公里外都能看见 怎么说呢 要说土吧 又是真高科技 但是看着又是真的土 校门的后面 是一个巨大的带水池绿地公园 外面是环形栽种的灌木核树 正中间的老龙树被移走了 换成了一个上翘的H1进步号模型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他们新建的教学楼 还是环形宇宙飞船造型 准备以后把航空航天学院搬过去 其他人什么想法 邻居不知道 但林总很开心 同培强 同副校长带着邻居 走到航空航天学院的教学楼里 自豪地展示上课中的学生们 林总 我们可是把最优秀的学生 2000多名学子 怎么也有1000个能有出息吧 邻居看了看教室里面上课的学生们 此时是12月 天气已经很冷 但教室里竟然没有空调 或许是看到邻居皱眉 同培强马上说道 有中央空调的 学校的预算那么多 不差这点钱 今天这栋楼的空调在清洗 所以没开 邻居抬头一看 果然天花板上是有空调的 但他也只是点点头 看着这些活力四射的大学僧 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同主任 我觉得现代大学生 越来越不注重体育了 得开展一些活动 增强体魄 同培强搞不清楚邻居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 直觉告诉他 邻居肯定有什么想法 我们一直很注重体育课程 和户外活动 体育学分的比重很高 我们也在积极组织学生们 进行课外运动 邻居点点头 然后说了一句 同培强始料未及的话 不如让他们来学开飞机吧 就初级的螺旋桨教练机 我们公司生产的 同培强 一众校领导 不是你们星远路子这么野的吗 这就是你们开展的活动 众人听得目瞪口呆 而邻居 还在自顾自说下去 既然是航空航天学院 不会开飞机怎么行 只要身体合格的 视力带了眼镜 没问题的都可以来 星远为每一个学员 提供80个小时的免费飞行时间 这80个小时 是上机飞行的时间 中间时速参履 星远全包 飞行学费免费 也没什么额外条件 愿意来的只要报名 我们商量的时间 直接来基地飞 反正这片天空是属于星远的 无需寝室就能飞 那个 教职工可以参与吗 好半天 同培强才问出一句 与星远有合作关系的 可以有200小时免费时长 过了时间后 每小时的飞行费用 邮费450 维护费用15万600元一小时 星远补贴200 就按400一小时算吧 其余人嘛 或许会有对外开放计划 现在还不确定 星远公司采购汽油 自然也是很低的优惠价 只不过对外肯定是报市价而已 其实每小时飞行成本是不到400元的 采云出教机又是活塞机 皮实耐操几乎不怎么需要整备 对内自然可以收低价 就算是免费 其实也问题不大 顶多不过几个亿的开支 但收获的是一大群预备工程师 还是身体素质良好 能上太空的那种 这 我 我觉得可以 同主任本来想说他回去商量一下 但出口却变成了同意 这又不是什么坏事 邻居的想法他也一清二楚 但他还巴不得拉近关系呢 要是航空航天学院出来的 都去星远工作 关系就更牢靠了 本章完 当星远宇航动力准备与航空航天学院对接 开展免费80小时出教机学习飞行活动时 对师生和周边高校都造成了强烈冲击 按照星远公司内部600元 小时的算法 每80小时光飞机的油料整备费用 就要4 8万 加上前期教官培训费用 专车接送费用等等 一个学员怎么也要花上7、8万 航空航天学院连教师2311人 共2077人审核通过 这就是1 8点到15点 中间一小时休息共6个小时的培训 前面4周不上基纯理论学习 前期40个飞行小时都是教学阶段 由教官代飞 40小时满后 合格可单飞 80个免费时长飞完后 优秀飞行学员评级后 可以每周获得2到10个小时的免费飞行时长 或者是通过专业排名也能获得一定免费飞行时长 其他的就要付钱了 不过依然是根据专业排名划分阶段 可以有每小时100到400元的优惠 邻居是在学校体育场宣布这个决定的 据当时的在场人士会议 伟大的邻总一挥手 豪气地说道 80小时 10万元培训费用心远全出 就为大学生强身健体 增强能力 没有合同限制 只要是身体满足要求的专业学员 报名就能来 当时被召集起来 还以为又是毫无意义灌鸡汤沸反迎天的学生们 瞬间安静 然后就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欢呼声 直接盖过了邻居的的麦克风 不知道是谁带头喊了句林场长万岁 然后整个体育场全是整齐一致的万岁声 搞得邻居浑身起鸡皮疙瘩 要不是保安和学生会拼死阻拦 怕不是当场就有学妹冲上来吃了邻居 原本被强行调剂进入航空航天学院的学生 还有所不满 这下因为天降献饼一下就扭转观念 恨不得为心远出生入死 其他学院则是全员眼红 大意的现在就琢磨怎么转专业到航空航天学院 其余学长则想办法进入心远工作 就连教授老师都羡慕不已 其实华国工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要是开放航空业的话 民用航空绝对会比阿美还普及 因为超大的市场会使价格不断降低 硬生生让航空也成为清明产业 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向往天空 花不少钱去坐直升机或者旅游小飞机 更有钱的还能学习驾驶 但由于天空由空军管辖 不管有多大全市申请航线都是个麻烦事 任何上天的玩意都要经过审批 像阿美一样在农场里起飞小飞机撒欢是不存在的 阿美对三千米以下空域完全开放 这在国内是不可能的 而心远公司恰好就能利用自己的能力解决掉这一障碍 而且还有条件免费 谁不想去 邻居对这样的反应很满意 决定也在合作的其他几个高校开展 凡是合作专业的学生通通想有这样的待遇 几天后 这件事就在网上彻底爆火连续三天 杜娘和伯克热搜第一都是林厂长亲你开飞机 最拥挤的是南基院的论坛板块 这里将心远公司的合作细则展示出来 涌入了疯狂的访问量 我宣布马云不是我爸爸了 现在林厂长才是我爸爸 没想到我四百度进食也有开飞机的一天 体检医生说我有点胖 可能要减肥 从明天开始健身 开飞机听说很消耗精力 明天开始借冲 林老板是钱多了没出花吗 有这些钱为什么不去捐给西部地区 上面的荣城可不就是西部地区吗 天天看监期 监时间二十飞来飞去 现在总算轮到我飞了 我要从辅导员办公室外面掠过 这老灯晚上还要查请 Tui 羡慕 我是隔壁石油大学的 考航空航天学院研究生后 也能上天吗 明年考研就爆了 虽然是双飞一本 但是能开飞机啊 现在能开飞机 以后是不是可以开火箭 六百一小时也太贵了吧 两个小时一个月生活费就没了 出教机一小时油耗七十升啊大哥 这个驾林厂长都要亏本的 都只对学生和教授开放 我想给林厂长生猴子 求问女生也能飞吗 敏感激行不行 邻居的大手笔 还引起了社会的舆论热潮 开始讨论国家会不会学阿美开放领空 一些专家出面开始呼吁空域开放 然后又有一些人开始说 为什么不能俨然一场社会大讨论的意思 不过要说最开心的 还是莫过于华国的飞机制造厂 采云出教机虽然简单 但却没有量产准备 星远也不打算专门开几条生产线 转航做飞机制造商 所以后续培训用的飞机 全部准备抛给国内市场 数量不少 2000架 电船飞控星远负责 代工厂搞定机体 单价30万 本来按市场价格要45万才差不多 但是依靠2000架的大订单 足以压下三分之一万元下来 要知道 从1958年开始生产的出教6到现在 总产量也才不过2500架呢 等于是一次买了一个华国空军的出教机 这订单谁不想要 总额6 6亿 还技术难度低 最后是实飞 红都联合吃下了这笔单子 约定一年内交付完毕 首月交付120架 另外 南方汽车也莫名其妙获得了好处 2200台专用的V8航空发动机 还有后续的技术支持和保养服务 同样不是一笔小钱 算上星远公司参与培训的员工人数 两三年后 就能拥有6000个稍加训练 就能进入太空的航天员 再和专家 还能拓展系统任务 起步美在航天局 大佬看到这个消息 也是好一阵迷茫 他当然知道 邻居免费带飞的真实目的 但就算一个月打一发团结号 一年也顶多上去72个人 这么多人预备上天 是要去太空造火箭 还是要殖民火星 同样惊讶的 还有戎城军区 他们盯上了采云教练机 虽然是出教机 但居然奢侈的 用上了电船飞控 比出教6好飞多了 再一问采购价 比出教6贵了几乎一半 顿时耸了 不过 空军还是来星远公司谈了很多事 这可是2000架飞机 就算是200架 同时在天上飞着 也是一团乱麻 必须得为这些学员 专门整一个空置 不然根本无法处理紧急状况 11月29日 赶在12月前 首批X32-115车载芯片 以及配套的三进制存储颗粒 内存下限 实话说 华星国际和魔都华红 对这两笔订单很疑惑 不是说他们不懂 他们的芯片工程师 在看图的时候 就知道这些芯片是三进制的 现在已经是2015年了 联盟销王24年 玩三进制的 基本都是些业余爱好者 用电子管或者计电器 做些简单电路拍视频 压根不存在实用化的 三进制电器元件 三进制计算机 在强宝之中就死亡了 和已经成熟壮大的二进制体系 完全没有可比性 也没有赤具自研究的必要 鬼知道芯圆怎么花大力气 去弄这玩意儿 而华星国际代工的这批28N制程 有18亿个晶体管 组成8 6一个模拟效应管 芯圆工程师 对以二级管模拟的 三进制基础元件的叫法 显然是极度复杂和成熟的设计 在进行良品率测试的时候 华星国际甚至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只能请芯圆工程师到场帮助 这才验收了第一批芯片 20万枚 总价5 9亿元 流片和测试多花了些钱 另外 华红生产的配套元件 总价也有1 8亿元 20万辆车所能使用的芯片组成本 就是7 7亿元 每辆车均摊下来3850元 再服役其他元件和安装测试 预估成本在9000到1万元左右 而有了这批芯片 已经提前一个月生产好的100辆XC4工程样车 终于有可用的芯片了 按照新安的设计 不管是电池管理还是智能驾驶 都会由X32115处理 所以没芯片的时候 只能测试一下跑车的机械性能和碰撞性能 然后就一直等芯片 在山城的新安汽车工厂 第一辆XC4被安装上了完备的X32115控制芯片组 然后刷入XW151智能驾驶系统 XW151智能驾驶系统要分两个部分 最重要的电池控制和驾驶部分 刷入主板上的三进制存储颗粒 剩下的人机交互 也是体积最大的部分 刷入连接到主板的传统固态硬盘 这主要是因为生产三进制存储颗粒的价格太贵 如果是纯粹的使用系统里的碳滑硅厂效应管 其实存储密度比固体硬盘的NAND闪存存储密度更高 但使用模拟厂效应管的成本太高 依据容量的价格就高达10元 比同时代的NAND闪存还要贵出两三倍 所以对于次要的人机交互部分 使用了美光的ET固态硬盘 这需要在主板上增加一个转换芯片 但还是比三进制存储颗粒便宜多了 安装好X32-115芯片和智能驾驶系统后 两吨重的XC4才算是完全踢 现由西安的工程师开到了南方汽车的封闭测试道路上 此时虽然4G技术已经出现好几年 但基站还远不如后世那样普及 所以这个时期的智能驾驶系统 不能依靠联网和密密麻麻的基站来辅助 大多数时候都要根据车辆自身传感器判断 对系统要求很高 环形的封闭道路里 不少南方汽车的员工也站在这里 观看传说中的太空跑车 上个月同样来了一次太空旅行 特别推出的CS105太空纪念版 以35万元的售价 竟然首月涨获4 1万辆含预售的绝佳成绩 一下就是140亿的销售额 硬生生拉出了不属于国产车的格调 毕竟CS105虽然从配置上来说确实能达到档次 但毕竟国产品牌在这里 哪里能轻松卖上架 能有首月4万辆的销售成绩 简直是神佛 其奥尔科夫斯基保佑 而且这还是供不应求 不少4S店都得加价提车 很多人还在等下一批呢 其他一众国产车商各种羡慕极度恨 可这种操作属于绝版 根本无法复刻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南方汽车一路爬高 同时对欣远亲儿子欣安汽车更加重视 在2015年 新能源汽车给人的印象 基本还是粗制滥造 像是四个轮子的电驴一样 安全性和性能都差劲 但欣安XC41出手格调就不一样 两吨重的轿跑车 百公里加速不到三秒 专用芯片组的电池管理和智能驾驶系统 还宣传航天级品质 确实让人非常期待 在测试车道上 首先由工程师驾驶 打开运动模式进入性能状态 测试百公里加速和电池性能 新安的CEO陈军就坐在副驾驶 紧张地盯着笔记本屏幕上的参数波动 XC4开到开始线 在信号灯转绿的时候 立刻油门到底加速 电机天生的特性 让653千瓦的功率在零 一秒内全部爆发 输出超过1100牛米的扭矩 陈军只感觉瞬间感受到一股强大的推力 然后汽车就猛地窜了出去 依稀还能感受到 岂不时轮胎有轻微的打滑电机的扭矩爆发 实在太恐怖 具有比优车原理上就先进的优势 以至于ABS系统都很难设计 只有在专用场地使用半热熔胎 才能保证起步的抓地力 笔记本屏幕上的数字 从0-3位数跳动的速度太快 都产生了残硬 好在测试工程师及时减速 慢慢停了下来 0-100K H加速时间 2 43秒 测试最高时速 186K H 电量剩余 98 2% 492公里可用 状态 优秀电池组最高温度 34度 100公里加速测完 成绩比原来预想的还要优秀 而且最重要的是 电池组在XW151的管理下 温度不高 输出电力的曲线也很柔和 这意味着 即使是猛然的大电流输出 电池组依然在电控的优秀调节下 没有伤到电池 延缓了寿命 不过可用公里数只是参考 是以最节能理想状态参考的 不注意随便开 最起码打个7折 随后测试工程师又开始跑圈测试急速 在完全放开限制的情况下 跑到了316KH的最高速度 对用户开放的运动模式下 限制最高260KH 这个测试是没有打开智能驾驶系统辅助的 接着测试工程师在启动XW151 打开高级辅助驾驶后 将模式定在运动档 就要测试XW151的性能了 首先是基础跑圈 测试工程师以重规重矩 但高速的方式跑圈 立刻感受到了不同 XW151介入后 踏板的反馈更加线性准确 动力还是那么多 但分配更好 踩下去一点就能明显感受到动力 完全没有到最后面 加速放缓乏力的感觉 而且 在开启车道保持后转换时 能感受到 系统在帮助微微修正方向盘和油门 比手动时更加平稳 就算是新手 也不怕过弯推头打滑 失去抓地力了 果然是航天企业的产品 质量就是高 还用专门的定制芯片 自研系统 为一辆车做到这个程度 怎么会不成功吗 初步对XW151有了些认识 陈钧就已经感慨非常 在2015年就有这样的表现 已经是超乎想象的优秀了 陈总 接下来是极限测试 您要不 不 我就在车上 要相信我们的合作伙伴 测试工程师想要他下去 但陈钧赖在副驾驶时不走 不过好在测试车是专门加强过的 他们还穿着全套护具 出大事故的概率也不大 XC4的底盘已经测试过多次不用管 所以今天主要还是对 XW151的极限进行摸底 下一个项目是车道保持 主要是为高速上巡航用的 让智能驾驶系统 自己沿着车道的边沿线条匀速行驶 减小驾驶员驾驶压力 虽然后是不断有驾驶员 因完全信赖车道保持系统 而分心睡觉 车毁人亡的事故 但这个功能还是很实用的 XC4切换车道 前面开来两辆工程车 然后一起加速到60KH左右 XC4前面一辆车 右边一辆车 模拟高速上小颗车道的情况 XC4的测试工程师 确认导航定位精准 然后开始语音唤醒XW151 小心 开启车道辅助 以60公里的速度巡航 0 5秒后 车机传出了柔和的女声 好的 我将为您开启车道辅助 请在高速上启用本功能 使用过程中 请不要将双手和右脚 离开方向盘和踏板 车道图像识别中 已发现车道 现在以60公里每小时速度巡航 您可以稍作休息 在陈军的注视下 测试工程师脚慢慢收了回去 然后双手也离开方向盘 悬浮在骑上约5的位置 中间的车机大屏幕上 出现了雷达和摄像头捕捉到的三个车道 前方和右方的两辆车也出现在屏幕上 还贴心地标出了它们的速度 但车辆状态没有任何变化 依然在稳稳地沿着划线跑到前进 遇到弯道方向盘缓慢转动 和其余两辆车完整地跑完了一圈 这时另外两辆车传来信号表示要加速 测试工程师也立即下达指令 小心 提高速度到90公里 收到 将为您加速到90公里每小时 XC4随即也开始加速 踏板自动往下 这时由于靠近弯道 前面车辆减速了一些与XC4的距离 进入了20米范围 XC4立刻自动减速 轻踩刹车保持安全距离 陈军安静地点了点头 可以开始进一步测试了 那您坐好 测试工程师说完 拿起通话器 进行变道测试 两车插队进来 话音落下几秒钟 三辆车开到了直线路段 右方的两车向左打转向灯 但是在模拟画面上的两车不断高亮 小心 右前方车辆可能有变道行为 请您注意 随时减速 连续提醒了三遍 测试工程师还是毫无动作 声音停了下来 同时 两车突然并线进入车道 插进XC4和E车的空隙中 系统 在两车插入车道时 就降低了油门 在并线过程中轻踩刹车 速度降低到80公里 一直等于两车 距离合适后 才继续加速到90公里 全程操作都很顺滑 一车和两车开始人为制造各种突发状况 包括连续变道 突然减速 压线行驶等多个项目 但XC4全都表现良好 一直在车道上稳定行驶 提前就避开了各种意外 然后是最后一项 一车和两车加速驶离测试路段 然后几个人开始在XC4未经过的路段上 用锥筒不设路障 此时 XC4已经在三公里的 跑道上行驶了10圈 过程中测试工程师全程没有操作一下 现在 是进行大考的时候了 站在赛道两旁的围观群众 新安和南方汽车的工程师此时也都知道了 这是智能驾驶系统在接管驾驶 都在嘖嘖称奇 这哪是辅助驾驶 明明就是自动驾驶了吗 减速和加速的时机都恰到好处 这车50多万是有贵的道理 现在哪家能有这技术 听说他们的那套智能驾驶系统 连传感器雷达一起 就是好几万都能买辆车了 都是钱啊 讨论的声音越来越小 因为XC4已经接近障碍路段了 首先是在车道的前方中央有一个路障 XW151 100多米外就看到了 但一直等到了15米距离 发现那个障碍物速度依然为0 在登登警告两声后 一甩方向盘切到了左车道 向左变道 这是系统内部的优先逻辑 在围观人群看来 XC4的转向并不激烈 错开的距离虽然有些近 但依然很优秀 车辆姿态也没有失稳 不过这才是第一道障碍 前面的三条车道全部被间隔一米的路障拦住 只有左车道中央留了2 3米的宽度只比XC4宽40 此时 XC4依然在执行90公里巡航的命令 他看到了障碍物也看到了这2 3米的空隙 然后速度丝毫不减的准确从正中央穿了过去 见到追捅一个没撞到 围观的人群立刻开始故障 刚刚XC4肯定看到了路障 但通过精准的操控轻松的过去了 再然后就是最难的科目 前方用高速上临时改道用的路障 从左车道到右车道拉了一条斜线 意思是全部回入右车道 XC4在50米时发现了占据两个车道的障碍物 猛踩一脚刹车 陈军都以为是要刹停了 结果车速仅仅是降到了40公里 然后XC4规规矩矩的向右变道 还不忘提前打灯 最后XC4变道成功 前面的路被路障为死 XW151慢慢减速停了下来 车里只剩下灯灯的不断提示声 因为测试工程师的持续三次以上不作为 现在XW151已经将驾驶员判定到无法继续行驶状态 除了用激烈的警报声试图让驾驶员清醒过来 还应该拨打110用自动语音报警才对 车机内置了SIM卡 只不过后一个功能被关掉了 赛道旁目睹了XC4惊人表现的人们疯狂故障 他们从未想过智能驾驶系统能有这么强力 在高速上的话恐怕已经可以不用管自动驾驶了吧 陈军下车狠狠的对车机比了两个大拇指 妈的电车没淘汰油车 倒是驾驶员要先被电脑取代了 B级基地 邻居开着XC4在空地上溜了几圈 然后停了下来 怎么样林总 手感不错吧 这车我是一路自动驾驶过来的 路上一点毛病都没出 副驾驶上陈军得意洋洋 听得邻居直冒冷汗 这辆XC4已经成为陆式车贴上伪装贴纸后上路了 陈军对XW151太过放心 竟然在路上直接让系统接管汽车按着导航走 也真不怕出事故 这可不是SC09 XW151系统和X32-115芯片都是几度阉割的产物 尤其是在这个物联网还不完善的时代 能过来八成都是运气 从山城过来加上充电两天多 也可能是陆式车的样貌 使人刻意远离和有车队跟随才让别人多注意 这套系统想实现完全自动驾驶还有点难说 但邻居也很满意了 X32-115芯片的极限就只支持到这里 再要加强要么提升工艺制程 要么让芯片代工厂普及碳化硅晶圆 生产真正的三进制芯片 显然后者比较麻烦 这基本是另件体系 需要从头到尾生产许多门类的设备 要想包干 需要消耗过多精力 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抛出来 就会有无数的企业主动要求推进 而这个时机不会太远 现在我们生产了100辆工程样车 准备在全国各地路市 顺便继续提升订车人数 林总你觉得怎么样? 邻居点点头 但摸着下巴显然是有些话想说 我觉得XC4还差一点炒作内容 也许可以再增加一些航天元素 这样 他思考了几秒钟 我想起来了 新月2号的二级残骸和整流罩 基本都掉落到海中的 落点很清楚 都被海警捞上来了 我们把这些材料回收做成引擎盖 或者车门 轮毂 门把手 然后加上总师或者工程师的签名 再写一句话上去 怎么样? 另外,车主提车后可以免费抽奖 前5万订车人里 随机抽取10个人 分两批可以到太空进行24小时的旅行 陈军 难道有航天飞机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便那送人上天当筹码吗? 难道你以为 这是万能的人们会趋之若鹜吗? 是的,他们会 一辆XC4最低配补贴后49万 最高配也才60万出头 去抽一张价值几千万上亿的太空船票 简直赚爆了好吧 这抽奖 不比648的回报率高到哪里去了? 陈军严重认为 消息流出后先订车的不是用户 而是自家集团的中高层 上太空 虽然是0 0200分号的几率 但是谁不想试一试? 普通人一辈子的几率是 无限趋近于0好吧 一万人里选一人 已经比航天员选拔轻松了 还有那个用火箭残骸制造零件的想法也是绝妙 这样开出去 就真的能感受到自己开的不是车 是火箭逢人必吹 你问我吃了没?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的 XC4轮毂是星月2号13火箭二级残骸锻造的 还有安德罗夫总师手写签名 这必格 恐怕比劳斯莱斯大师手画的腰线高吧 毕竟是航天 再怎么低端也比造车高出一个档次 陈军此刻真觉得跨界比传统厂商强多了 降维打击懂不懂 没问题 不过林总 我现在定一辆也在5万人里面 可不要把我派出在外啊 邻居摇摇头 心安和心远的一样 我可以提前透露给你 年终奖里有一项就是太空旅行机会 而且不少 太空旅游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并不是很奢侈的东西 4 陈军成功使12月的天气回升0 01度为全球变暖做出的贡献加1 如果年终奖有太空旅游 那他作为CEO岂不是机会非常大 几乎稳了的那种 林总 我要回去工作了 让用户等8个月太久了 新安公司争取在春节前交付第一批XC4 注意质量 没问题林总 我先走了 陈军来去如风 这个中年男人硬是又重新对工作 充满了年轻时候的热情 不过这不意味着新安的事情就结束了 除了XC4 新安与南方汽车一起在搞电动的渣土车 这个进度也快差不多了 南方汽车有很大的军车业务 重卡制造经验也很丰富 不过电动重卡可不是简单的 把油箱和发动机改成电池和电机就行 要想尽量完整发挥性能 还是得从底层开始修改设计 而且 电力渣土车的需求量还非常高 南方汽车派人在多个城市调研 询问工地和当地政府都得到了理想的答案 政府答应 如果是电动渣土车 可以放松部分道路和时间限制 开启专用时段的通道 工地上因为不是长途 对充电或者换电都没意见 很期待能通过电动渣土车降低成本 不用和交警躲猫猫 比较麻烦的 主要是50吨及以上卡车的电池堆叠太多 管理系统和散热要加强 另外 虽然电机扭矩够大 带卡车没问题 但散热和成本又要考虑 也打算明年才定行出样车 倒是电动工程机械遭到了冷遇 工地是反应平平 因为这些施工机械不但是耗油巨瘦 也是很多人额外的收入来源 问题不在技术上 此外还有一款SUV和家用轿车在开发 这两个车型花的心思甚至要比XC4更多 毕竟是为使用最广泛 场景最复杂的人群准备 必须更加可靠耐用 还有在各大城市建设特快充电站 普世型通用充电桩和电网打交道等等 毕竟还是新能源汽车的肯荒期 从培养用户到建设生态 都需要先驱者一点点去做好在 新远现在地位超然 南方汽车也是老牌国企兼军企 两个巨头背书的新安汽车 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阻碍 一路绿灯 在博客 各大视频平台 星远官网 油管 多了一个24小时休息的直播频道 天空空间站舱外直播 三个舱段的六个摄像头 从不同角度拍摄星球 宇宙 每隔一段时间自动切换 不时播放一段清零舒缓的音乐 这个直播 仅国内每天的访问量就上映 半夜都有几十万人在线 就仅仅是几个摄像头 就有如此大的号召力 最开始 因为某平台管理人员失误 忘了关打赏渠道 三个小时收到了六百多万礼物 最后全部被原路退回 天空空间站里 六名航天员的生活也是非常惬意 标准的六小时工作制 六个小时内完成地面的科研任务 其余时间自由分配 除了出舱任务地面批准 其他时间可以想干嘛干嘛 三个舱650立方米活动孔家 平均每个人就有108立方米 绝不会让人觉得拥挤 上天之前 航天员都要经历狭窄空间的适应性训练 以适应在航天器中的生活 但是在云宫核心舱内 不管是4 7米还是6 8米的高度 只会给人空旷的感觉 上天以前还觉得 六个人最长要在空间站待90天 还是个比较艰巨的任务 但如果是在云宫核心舱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仅是航天员觉得 地面观众更是这样认为 上去的第一天就是副职令长 新远培训的职业航天员胡东 向直播间介绍观众 而在1万多公里外的 ISS空间站上 不同国家的航天员 也聚集在一起 看着同行的直播 首先向全世界的朋友们问好 嗯 还有太空中也许也会有人看到我 我是胡东 先带大家来看看 我昨天晚上睡的卧室吧 胡东飘到方形舱段 然后暗动了在一片突出 约30的墙面上方的开关 占据墙壁约一半的电动滑门 向内划开 展示了里面的景象 那是一个长约3米 高度2 5米 侧边是舱壁弧形的卧室 占据核心舱圆形横截面 右侧上方的位置 六个卧室的安排 是对象各布置三个 下两个上一个 上下卧室内饰是镜像的 航天员睡觉相当于是背靠背 毕竟是没有重力的太空 只要没参照物 怎么躺都不会让自己感觉是倒着 ISS空间站内 六个正在看直播的航天员 同时吐出一句亲切的问候 他们看到了什么 卧室地板上是一张90的单人床 距离方形舱壁门 还留有一定的空隙 在床尾的正对面 约一米处墙面上有一个小桌板 上方是储物格和书架 可以让人坐在床尾自由地看回书 玩一回电脑什么的 那上面固定的笔记本就是证据 更令人嫉妒的是 弧形的侧面 两个圆形的玻璃弦窗 显示出星空 天宫二号空间站的一部分 以及占据了三分之一视野的地球 一个弦窗在书桌旁 一个在床头 只要在这两个位置 只要一转头 就能与宇宙相伴 第一次也是第一名 进入ISS的大英航天员地母 立刻想到了自己是如何睡觉的 在路西亚制造的星辰 服务舱的舱壁上 固定有两个睡袋 睡觉的时候就钻进去 与云宫核心舱一对比 就跟别墅草坪上扎帐篷一样 差距太大了 想想自己也躺在这样舒适的卧室里 坐在书桌上饮用红茶 转头就能看见星空和大地 E 狗屎 为什么不让华国人加入ISS 这样我们也应该是睡卧室 而不是像驯鹿的头一样挂在墙上 阿美宇航员斯科特回答了他 E 地母 你应该知道原因的 除了十月的那次团结号任务 ISS还想向星渊宇航委托一次货运任务 但是被龙飞船承接了 NACA排斥他们 地母 E 大应参与ISS是个错误 早知道就加入华国人了 如果我们先去肯定有优待 斯科特 E 确实会有 但你们赶不上了 法国和意大利已经和华国航天局确认了 要加入天空空间站 E 那两个欧洲的叛徒 天上在争吵 地面的网络环境则是另一个画风 在华国有美吹 俄吹 硬吹 甚至月吹 同样在国外 也有数量相当庞大的中吹群体 当然 中吹群体一般都是非华裔 华裔一般是竭力撇清自己与华国的关系 顺便踩两脚 而中吹 又以儒家文化圈里的 与华国相邻的安南最多 由于与自己的好邻居 有过一番亲切的过往 安南在老时候 几乎全盘照抄华国 甚至都粘贴副纸 有一次还因为没有替换干净 差点搞了其他事情 安南人最大的梦想 就是偷渡去昆明打工 精神华国人一点不比精神阿美人少 天宫空间站一期建成 他们看到后 基本就是 哇 哇 哇 在油管 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国 阿美已经落后了 文明依然是文明 比起野蛮人的空间站 宽大又整洁 航天员会坐着空间站去月球吗 亚洲人也能登月了 华国万岁 华国比联盟更强大 爱来自安南 如果我们并入华国 安南航天员就能够再上太空 没错 安南是有航天员的 在1980年 作为联盟的小弟 勋宗承诺 要为每一个小兄弟 送一个航天员上太空 范尊 PH Tang 就成为了第一个上太空的亚洲人 坐着联盟飞船上了天香比之下 岛国则是里中客居多 而且一旦隔壁有什么大成绩 就以同属黄种人为由 帮忙高兴 棒子 不说也罢 不过 只要天宫空间站的直播运行一天 就会源源不断的转化中吹 迟早有一天 都想当精神华国人 更何况 还有那震撼人心的登月计划呢 胡东大概也明白这些 所以依然继续着自己的解说 除了卧室 云宫核心舱最鲜明的地方 就是各种功能区 庞大的空间 可以为餐饮 娱乐 健身规划专门的空间 而不是都折叠在舱壁 以节省出宝贵的体积 餐厅 八台建在核心舱最尾端的球形观景舱里 这个直径一 六米 从舱壁向外突出的球形观景舱 可挤一挤可以将六名航天员全部容纳 做成一圈 头顶的圆形穹顶 由17块大面积弦窗组成 他们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餐饮 聊天 整个上半身都暴露在宇宙中 为了保证这个突出部的气密性和安全 整个舱室10%的预算都花在了这里 不过任何体验过它的人 都会觉得物有所值 ISS空间站与之一对比 在生活性和娱乐性上面毫无可避性 气得阿美国会立刻指示 改天就出了一篇报道 华国人堕落了吗 太空不是享乐胜地 二流日报下午就予以回应 头版文章 太空人文主义关怀至关重要 跑道上 一架发动机比原配大一圈的 R21客机启动发动机 一个漂亮的滑行后迅速拉起 以远超普通客机的速度升空 这架公务机在买回来后 将两个单台9吨推力的发动机 换成了推力15吨的XW10 而它的空重才24 9吨最大起飞重量40吨 作为公务机它肯定不会坐满设计的90个座位 平时成员最多10人 不会超过30吨 作为一架客机 它的推重比竟然超过1 这架R21不但更换了发动机 飞控也全部换成了SC09的自动系统 大气层内飞行对它来说太轻松了 甚至比普通民航飞行员靠谱 这次改装后的首飞就是无人的 拥有强大动力的R21最大声线提高到了13000米 最大航程提高到4600千米 属于是原厂见了都要贵 由于推重比超过1 SC09在地面指令下甚至尝试垂直爬升 让一直盯着这边的熔成军区空纸看得目瞪口呆 什么时候R21这么猛 民用机的推重比都这么离谱了 不过天空中的客机没飞多久就返航了 它要把空域让给学员们 星远公司把跑到附近的四个大机库 改成了临时飞行学校 周六教来自各高校的学员 周日教本公司的学员上理论课期间 教官每次会轮流带两个人上天一趟感受飞行 反正出交机机体寿命又长又不值钱 不过今天他们得先等呼号CDX0001号机升空 林厂长的专用坐机 邻居坐在前驾驶舱 加大节流阀推力的同时送掉机轮刹车 踩云教练机在充沛的动力下开始滑行 后座的邓磊紧紧抓住方向舵 这是邻居最后一次教官半飞 下一次就是单飞了 不过邓磊倒不是很担心 因为邻居除了每天进行飞行学习 还要飞HE的模拟机 驾驶技术已经相当不错了 毕竟是老板 每天的飞行时长完全自由 就是半夜想飞上天看月亮 地勤也得整备飞机 邻居起飞后保持在1000米高度 然后节流阀推到地以最大速度飞行 就着他还不满意 轻压机头俯冲 速度瞬间突破了350公里 然后再距离地面100米平飞 高速掠过树林和山丘 现在飞行成了邻居最大的爱好 他还在博客上直言不讳地表示 将会在未来乘坐自家的航天器上太空 和登陆月球火星 在他飞行了一个多小时后 机场上的学员和教官也陆续开始起飞 到了11点左右 这片空域有多达20架飞机在飞行 好在大多都是教官代飞 而且自主组成编队 虽然多到也不乱 而恰好在这片郊区的人们就遭了殃 这段时间天上就跟70年前的空袭一样 总是嗡嗡响 甚至有5架飞机组成编队刻意低空飞行 沿着公路和河流飞行 不时俯冲拉起 引得不少关注 荣城军区的空旨不断在无线电中 按规定不断呼叫 差点没泪晕过去 然后一想到星远未来有多达2000架飞机 要是组成编队 怕是一片黑压压的乌鱼能突袭城市了 顿感压力山大 但是当一列列飞机从山头上呼啸而过 那种直观体会到的自豪感和兴奋感 却是怎么也抹不去的 如果真的有成百上千架飞机这样飞过 怕是能申请世界纪录的奇景 邻居一口气飞了近两个小时 不过返场降落的时候等了一会儿 因为进步号搭在1276的背上 降落在了机场上 降落的时候 进步号已经被吊上转运车 准备运回总装厂房进行改装 他将换上SC09型智能飞控 然后姊妹集团结号也将在不久后 同样更换航电 使飞机更加安全可靠 同时在这个12月 还有三个连续的好消息 第一个好消息是 星辰一号超级计算机 在原件到位后终于安装成功 刚刚完成了一次式运行 搭配定制化系统跑出了35 9亿一次的峰值运算速度 整机峰值功率6000千瓦 比一般的超算省电的多 一小时电费才4000元 星辰一号预计将搭载的 从SC09上分离并加强的 AI模块工程师们 还在加班加点的完善 为两座基地提供强大的算力支持 和人工智能分析服务 另外像流体力学运动仿真 也可以通过星辰一号 之前偶尔用到 都是去租用魔都和精程的超算 人家是暗核时 每个CPU核心的使用时长 算钱 价格又贵 还要排队 当然 除此之外 星辰一号现在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算 也是唯一一台三进制超算 如果外界知道 恐怕会以为见了鬼 第二个好消息是 安1250总体设计 超期4天完成 已经交付生产 机体部分 由于基本是餐 罩 罩 班 安225 除了材料和结构上 要进行一些改动 很快就设计完毕 这架人类首个最大起飞质量破千吨 长度和一盏超过100米的巨型运输机 拥有多达32个起落架 比安225 还要多16个 前起落架就有6个 以三个一排布置 每个拥有两个气压高达130兆帕的高压轮胎 需要定制 主起落架是机身两侧个13个 所有起落架一共64个轮胎 但由于安1250的空重就达到了390吨 如果采用普通的轮胎 即使是最高标号40次起降就要更换 实在是太麻烦 为此 邻居在研究院里砸了一 两亿 硬生生用系统的力量推进度 自行研制了一款全新的轮胎 并申请专利 准备找化工厂代工 新轮胎只能安1250专用 90次起降更换一次 机体部分已经交给工厂进行生产 另外就是 适配安1250的大型涡扇发动机XW30 基础设计还差一点 但将会在春节前造出样机 2016年3月前交付正式版 最大推力340KN 使整机推力达到了272吨 安1250第一批将会生产两架 零件将直接涉及700家企业 其中40%需要定制化生产 预计2016年4月左右下线 届时完成总装首飞 第三个好消息 高山和经纬系列卫星平台研制成功 经纬系列是1100公斤 近地轨道多用途卫星平台 可根据需要搭配不同仪器 进行红外摇测 太空 地面制导 通讯等多种功能 也可以发送到太阳同步轨道 为两极地区提供服务 高山是大型卫星平台 重量5800公斤左右 是大型科学实验卫星 可以为所需要设备 提供强大的电力和散热支持 现在主要设计目的是 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6颗 提供全球通信制导服务 由星元5号甲火箭发射 同样在开发中 将搭载核反应堆提供电力 输出功率在百兆瓦级 目的 绝密 其实还有第四个好消息 飞得更高 扩大航空航天影响力任务 是按1月1日为准结算的 正好到了结算时间12月31日凌晨刚过 邻居就迫不及待地向系统询问结果 长期任务 飞得更高 在过去的一个公历年里 你通过各种努力 加强了民众对于航空航天的认识 使多个航天机构的政策 遭到人为干预性调整 注意 一次挑起事件太空竞赛 此事件将在竞赛方 第一枚登月火箭发射时确认 已登记火箭 长征10号 SLS太空发射系统 重型猎鹰 星远2号甲 星远3号 H2航天飞机 XN90飞船 竞赛节点 2019年之前 事件确认后将获得额外奖励 2015年度结算完成奖励物品 38%浓度77年式标准油棒信号100 灵具 直接拿出来辐射不会致死吗 77年式标准油棒有专用容器安放 对外辐射值不对人体构成伤害 邻居纠结了半天 很想对系统来几句亲切问候 要说价值吧 这100根油棒 那确实非常值钱 但现在 给它有什么用 卖给核电站 一想到自己为任务花了这么多钱 邻居就感觉要窒息 不过仔细想想 又觉得差不多 油棒这玩意以后飞船用得上 找国家买也挺贵的 就当省点钱吧 亏他心心念念这么久 只希望被额外提到的事件太空竞赛 能给出让人满意的奖励吧 戈壁滩 大漠基地 一架轰6H停在起飞位置 肌肤下方吊挂着一个奇怪的东西 它的前半部分 是个三角异形的小型飞行器 里面安装了一台WC209组合动力发动机 以及燃料箱和简单的控制部分 在首台WC209组合动力发动机制造完成后 印军方的强烈要求 心远没有自己试飞 而是搬到了大漠基地 由这里的研究员设计了试飞的小型机体 代号WE的三角体飞行器 是个纯粹的验证机 只是为测试WC209的性能是否达标 为了简化设计 甚至只有一次性起落架 起飞没法用 降落的时候 伸出两个华侨降落 磨完了换就行了 毕竟是验证飞10倍因素的飞行器 再掏个正经起落架很麻烦 干脆先不搞 此时已然是1月 但大漠基地还没到休假的时候 邻居站在温暖的控制室里 这里汇总了多方面对WE的监测数据 随着测试命令发出 轰6H滑行起飞 一路飞到西北大漠的中央位置上空 12000米高度 操作员按下电钮 固定WE的挂架上爆炸螺栓断开 将WE扔了下去 WC209的涡扇部分立刻启动 9吨的推力对重量不到5吨的W 已过于充沛 打开加力后几分钟 速度就突破了2马赫 而且还在上升 同时WE的高度也在持续上升 28马赫时就达到了3万米高度 而且动力还有剩余 依然在向上爬 最后 当涡扇部分达到极限时 WE高度已经达到了43000米 速度3 13马赫 大漠基地第一次感受到了WC209的技术制先进 那时涡扇不是涡喷 竟然能在4万米高度正常工作 一般航发早就熄火了 虽然推力小了些 但这高空高速性能确实就是为了空天而生 紧接着 冲压发动机部分显示已经达到了启动条件 地面随即命令进入高超音速模式 WC209的进气道内 原本封闭冲压部分的可活动隔板向下缓慢折叠 涡扇发动机开始降低推力 冲压发动机进气口涌入高速的西部空气 经过喇叭型进气口减速 但气流速度依然超过音速 燃烧室内 雾化后的复合燃料喷出 然后点火 随着一次暴震 超燃冲压发动机点火成功 涡扇发动机的进气口完全关闭 此时推力完全由冲压发动机提供 地面没有由于直接将发动机功率加到最大 因为W61没那么多燃料一点点加速 从3 2马赫到6马赫 WC209在超燃冲压发动机的推动下仅仅用了40秒 气流的速度越来越高 但这些狂暴的气流却在经过简单 却又极端精确设计过的进气口后变得可控 最后进入燃烧室混合着燃料点燃爆发出推力 冲压发动机其实原理非常简单 一根空气管道中间插入一个燃料喷嘴 一个点火器 完了 气流进入喷射燃料 点火产生推力 就这么简单 传统的喷气式发动机要先通过进气口将气流减速到压音速 再经过压气机叶片层层减速才能让燃烧室内的气压和气流状态稳定 点火已产生推力 冲压发动机什么都不要就是一根管道 区别只在于这根管道进气口的设计 燃烧室的设计只要改变进气口的角度就能制造出旋转暴震冲压发动机 亚燃冲压发动机等多种类型 神奇吧 但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设计 却代表着超级计算机没日没夜的流体力学模拟 在高超音速的气流下 任何微小的改变都会对发动机工矿产生巨大影响 当然 还有就是冲压发动机工作时的巨大噪音 在西江和蒙古的大地上 人们听到了来自天空隆隆的巨响 那是W6一冲破八倍音速屏障 产生的强烈激波传导在地面的声音 即使是在四万多米高空 地面上的人也能感觉到耳朵阵的嗡嗡响 人们好奇地抬起头观望了好一会儿 终于出现了一个橘白色的亮点 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在天空中画出弯曲的线条 最后伪计扩散形成一个螺旋 大漠基地 豆瓶狠狠打了自己的脸一下 肯定是绝热层失效 W1完了 地面的研究员冲出控制室 也看到了已经失控化作流星的W1 它最后将以超高速坠落在大漠的某个地方 成为一大片残骸 郭深浮了浮眼镜 应该是华侨的缝隙处理不好过热了 W1的设计比较匆忙很正常 最后正常状态的飞行速度是多少 我看看 700米 速度 10 6马赫 我累个去 豆瓶看着最后取得的数据 惊讶的喊出声 不靠火箭 超燃冲压发动机飞到了10马赫以上 其他研究员也是震惊非常 WC209的指标虽然高 但首飞就这么猛是 谁都没想到的 这才是真 大力飞砖 郭深倒是意料之中的样子 那雪狐可以进入正式设计了 机体设计 既然是你们负责 那进气口就我们来吧 我现在对空间飞机也有一些想法了 也许可以再把火箭部分整合进去 豆瓶摇摇头 你们心愿真的是激进的过分 雪狐的机体 我们打算使用三脚体 四台发动机放在腹部 怎么样 这是你们的事 只要WC209测试良好 我的任务就基本完成了 对了材料呢 W 也用的是导弹弹头的涂料 雪骨要是用这个那费用你们可承担不起 没头绪 豆瓶很光棍 因为临近空间飞行器也是大气侧内飞行器 如果像航天飞机一样 贴格热瓦太麻烦也太贵 所以 还是得走传统的蒙皮路线 泰和金路西亚是生产和资源大国 华国不是很多 高标号不锈钢的难度也不比泰和金难到哪里去 能用一年时间搞定就谢天谢地了 郭深不说话 但他可是很有头绪 H2航天飞机已经准备抛弃贴格热瓦的路线 将格热瓦与机身融为一体 满足至少100次起降的寿命 星远现在依然在努力研发中 这样全新的一体化表皮设计也能用在空天飞机中 到时候 大漠基地有没有搞定还不好说 几天后 多地又出现了西部地区经线不明飞行物 流星的新闻 发言人表示官方对此一无所知 但阿美认为这是导弹测试 容成611所 测试跑道上 编号2101的黄色蒙皮歼20试验机开始滑行 在两台俄制AL31F发动机的推动下顺利升空 杨伟总师看着2101号试验机在中绕圈飞行 思考着歼20的未来 4年前 2001号首架原型机首飞 按照预估 明年左右歼20会首批定型量产服役 但服役又一个问题 发动机 为歼20设计的涡扇15额媒发动机 现在看来持续难产 倒不是技术上难度有多大 而是指标在提高 现在歼20原型机使用的还是AL31F 虽然有涡扇时可用 但还不够成熟涡扇时是个曲折的产物 最开始 华国获得了阿美F110发动机和核心机设计 然后觉得 只要给它套个壳子和外含道 就把AL31F的外壳套上去就好了 结果 涡扇10原型机简直是个灾难 能往外喷零件的那种 后来改阿改 涡扇10A总算稳定了些 用在了歼11系列上 不过还是不敢给歼20用 这个飞机摔了就太难受了 还是等等吧 不过明年量产型号 就必须用涡扇10A或者其他改进行了 四代机还买AL31F属是有点那啥 但现在杨伟想的 不是涡扇10和AL31F 而是星远公司生产的XW9 在与大漠基地达成了深度合作后 星远就提出他们的 XW9枚试验机可用 希望从空军这里 抽一架高空高速的飞机 拿过去改改验证 高空高速 那自然就是老当义壮的巴爷了 军方于是就从荣城军区 调了一架歼8F过去 别说 虽然歼8F的发动机是两台窝喷13 按理说 安装不了推力10吨以上的涡扇发动机 但偏偏XW9体积是真的小刚好能塞得下 歼8F飞到B级基地改装的时候 杨伟也得到了消息拿到了XW9的参数 然后就非常惊讶 加利推力139KN也就是13 9吨已经与AL31F平级了 不过与正在改进的涡扇10C145KN的推力还是有差距 单看这一点倒没有引进XW9的必要 但XW9又很特殊 它是为高空高速设计的 发动机工况可以支持在33000米高空以三 4倍音速正常工作 3 33米 3 4倍音速 也就是双33指标 SR71黑鸟侦察机都没有这么快啊 而且 XW9含道比很小 也完全能塞进歼20的机体里 如果对歼20适当进行修改 装备两台XW9发动机 做一些高空高速优化 是不是可以发展出一个捷机 侦察型号呢 别以为现代空战速度和高度就不重要了 以隐身战机的优势 再搭配这样的高度和速度 将会对同代飞机产生巨大优势 几天后 喇叭 2016年1月17日 B级基地 一架通体灰白 机体表面包括驾驶舱 覆盖了减配隔热瓦的歼8F 在跑道上准备起飞 歼8F最高飞行速度才2 2马赫 最大声线2 2万米 是典型的双22 二代机 新远的工程师换上两台XW9后 又将歼8F的机身和连接处贴上 手工切割适配的隔热瓦 以提高极限飞行速度 反正就是为了测试XW9 这架歼8F废了就废了 都没花钱买 空军送的 在获得了SC09后 新远还方便进行各种飞行测试了 不用试飞员冒着生命危险去飞极限 大不要损失几片X32035而已 而且还可以拆掉飞行员的维生系统 减重早上10点 这架魔改的无人歼8F的空重只有12吨 但两台XW9不加力就提供了16吨的推力 所以 起飞也是相当激进 直接大仰角爬升 反正推重比超过一失速了也能硬顶上去 在发动机的加持下 不擅长低空机动的歼8F也能做出各种花样机动 容成军区的雷达站 是看着它近乎40度的角度向上疯狂爬升的 由于是白天 XW9的尾焰看得不是很清楚 但是可以看到歼8F尾部两天发动机喷口的深蓝 地面 航发部门的负责人不太确定地看着王寻 你们用歼8F改造的这玩意真能飞到2 8马赫 别给我摔了 这儿可是城市郊区 两台XW9也不便宜呢 放心 如果是有人驾驶的话那我不行 但无人肯定能保证 王寻一脸自信 我据出了大部分结构 关键的管道油路全部进行加强 26000米 2 8马赫坚持15分钟绝对没问题 只是机体内温度比较高 多高 43度吧 要是载人也不是不行 但肯定得穿上航天伏接空调 不然得热死 此时 尖8F已经飞到了23000米 而两台发动机才刚刚开加厉呢 燃料除了进入燃烧室 也直接喷入发动机尾部的喷口 物化燃料遇到高温燃气 立即混合燃烧 推力急剧增加 这架机灵29年的老爷机速度 瞬间突破了2 5马赫 化作雷达上的一个高量小点 在屏幕上快速移动 荣城空军雷达站 值班员看到82101号试验机高度从2 3万米跳到了28000米 速度在短短的几分钟内加到了2 93马赫 新远的地面指挥中心发现 歼8F在26000米时的状态还不错 SC09感知机体的传感器认为还能继续加速 于是地面干脆放手 让SC09在预定空域飞极限 然后在持续10分钟的飞行中 歼8F的最大飞行高度达到了30400米 最大飞行速度达到了惊人的3 02马赫 舱内最高温65度 多个电子器件告紧 是非产生的激波声整个熔程都听得到 但他们怎么也想不到制造动静的 是一架30岁的八爷 最后 当SC09返回准备降落的时候 才发现前起落架因为高温挡板变形卡死 几番尝试无果后只能破降 两个逐起落架接触地面 滑行了七八百米后 机头缓慢下压 然后摩擦力的不均匀 导致飞机直接偏转冲入草坪 早就因高温产生裂缝的机翼油箱 还在往下漏煤油 立刻被摩擦的火花点燃引起大火 好在消防车早有准备冲上来灭火 最后当杨维和熔程空军的领导赶过来时 只看到那架惊人的尖8F垂头丧气地趴在草坪上 机翼乌黑掉了一块 机体上的隔热瓦也是掉落了许多 看上去惨不忍睹 领导见到这一幕 转身握住杨维的手 这样的高空高速飞机还是很有必要的 我很确信 空军需要截击版的尖20 马上买 杨总师 你好啊 你好你好 不动声色正开邻居的手 杨维觉得这个小同志有点奇怪太兴奋了 看着自己的眼神都有些不对 他哪里知道 邻居的想法是 这个总师得在系统里凭几级啊 能设计出小展现比压抑涡流增升一身 融合怪物机动歼20的总师 怎么也得是A级吧 流口水 GPGE 不过更激动的是 XW9终于有买家了 而且还要安在歼20上 想想未来主力四代战斗机 安自家发动机的场面 瞬间地位就上升了好不好 不知道611所准备买多少台啊 邻居热情地询问 杨维张开五指 50台啊 邻居眉毛一阳 顿时笑容满面 既然你们要50台 那原价3200万一台 就抹个零 3000万 15亿交个朋友 杨维大炯 林总 不是50台 我们就要5台 5 5台 邻居一愣 5台够干什么用 算一台备件 顶多装两架飞机 怎么也不够吧 杨维 是这样 尖20机储型都还没最后定型 截机型至少要一年时间改进 5台已经能供应两架原型机 够了够了 等以后量产了再说 跟随的空军领导 也连忙打圆场 飞机都还没入练的林总 等量产了50台肯定有 再等等 邻居呕了一声 这就没什么意思了 XW9生产成本就是1600万 5台就赚7000万 光是一个上天的富豪 都不只能给这么多 现在光是国外富豪 通过贝尔蒙德 预定了上天服务的 就有11位 国内有7个人也在训练中 7000万 算了 就当把研发费用收一点回来吧 杨维和领导见邻居一下兴致缺缺 顿时对了下眼神 不再提技术引进的话了 看上去想要买下 XW9自己仿制是没戏 不过好在是自家企业 还是与军方高度合作的国防供应商 买就买吧 大批量购买的时候 肯定还能把价格压一压 邻居也想到了 兼20名年才入役 而且产量其实也不高 平均每年30到40架左右 于是他又推销自家的XW10 但611所也用不上 这是给亚音速运输机用的 他们的业务没这块啊 而且杨维还如实评价XW10 这个发动机体积和耗油量 确实控制很优秀 但盛京设计所搞的 WS20指标更高 不过杨维倒是给他出招 说XW10可以去竞争 C919的客机发动机订单 不过显然他对商飞不太了解 华国商飞集团的前身 是魔都飞机设计所 当年曾经搞过窄体四发大客机 以波音707为蓝本的运势项目 还造出了样机 都开始在全国机场飞了 结果当时和阿美蜜月期 尚飞想和麦道 引进麦道80和麦道90 于是把完成度极高的运势停了 设计团队解散 谁知道麦道转身就被波音收购 生意黄了 运势也只剩一架原型机 没法再召回团队重搞 自此华国大飞机死 虽然重组成为商飞 但他们还是喜欢对标国际 C919还想吃国际饭 哪会现在就用国产航发 况且这个项目还要难产四五年呢 但杨维的话 要不要611所和我们就基于XW10 联合开发客机 这 这个问题杨维确实始料未及 想了想说道 林总 客机的难度其实比军机更高 首先是平凡起降寿命要长 维护性要好降低成本 耗油量也要经济 这个XW10确实做得很不错 发电量要大 这也和军机不同 隔音和舒适性要好 以后客机的趋势都是双发 XW10也就能作为支线客机的发动机 前景是有 但风险很大 而且611所拿不出这么多钱 开发客机可不容易 一个支线飞机开发的直接项目经费 两三百亿很正常 如果算上其他的配套建设 数字可能要翻十倍 C919最开始的研发费用95亿美元 后期超到200亿美元 但是这国产化率到底实际有多少 是有成效的难说 邻居明白 611所对客机想法应该是有的 但是这么多资金必须国家批准立项 不然他们可没那么多钱搞 这个前行远也拿不出来 第一批造两架安1250 其中62%的技术是国内全都没有的 外包的9000多个零件涉及700家企业 半数还需要新远的技术指导才能生产 最后将设计费用包括进取 安1250的单价是24 6亿元 两架就是50亿 这可是50亿 都足够传运50年了 虽然飞机好好保养 飞个四五十年也问题不大 但保养费用也不低 火箭和航天器可以依靠系统省去大多数费用 客机系统却没有 必须得想办法推两把 以国家项目资金 搞反正国家都注资几百亿登月了 再批个两三百亿搞客机也许也不难 B级基地外 民用航空局西南分局副局长朱驰从车里探出头 看到了来迎接他的星远公司高层 邻居也在 下车后他连忙过去打招呼 星远公司现在可是重要的国防承包商 虽然是私企但地位相当高 邻居虽然没有行政级别 但明显不能当普通公司老板对待 他被邀请过来的目的是说 星远为了运输特种尺寸货物 建造了两架运输机 由于机体比较大希望取得试航证 顺便请他过来视察 先是参观了一圈忙碌的B级基地内部 然后朱驰才被带到了总装车间 看到了一个巨大的机头 这个高大到接近10层楼高度 露出复合材料绿色底气的巨大机头 此刻离总装机库的大门不到5米距离 宽度也接近10米 着实吓了朱驰一跳 然后安德罗夫用CG和模型 自豪地展示了自己设计的这架巨型型运输机 并希望朱驰给安1250申请各种证件 朱驰猛然摇头 你们不是造火箭的吗 什么时候还改航了 还有这么大的飞机 安225都才84米一展 你136米 是要袭击塔台 恐怕全国都只有几个超大型机场 才能起降这玩意儿 而且还必须清空空域 让其他飞机都等安1250降落后才行 不然光是庞大机体产生的涡流 就够小飞机 大飞机都要喝一壶 不行不行 你们这个 虽然我也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要造这么大的运输机 但真的不行 邻居 那如果注册成军机呢 朱驰愣了一下 一响以星远的能力确实可以 那安1250肯定是优先级第一 两架特殊军机也影响不太大 但你们能这样做 还要我来干什么 客机 这个是商飞的事 我们管不着啊 当安德罗夫拿出两个想象图 一个使用两台XXW10的宽体直线客机 一个使用两台XXW30的宽体干线客机时 朱驰才恍然大悟 这是有目的的呀 但是商用大飞机全都交给了商飞集团 他去掺和什么 也不对口啊 可C919 您凭着良心说话 他是国产的吗 他值得花那么多钱吗 朱驰一下又没话说了 C919到底国产化率怎么样 他肯定是明白的 说的也确实不错 邻居接过话查 继续进攻 我们设计的支线客机220座位 但线客机320座位 比C919强得多 最重要的是 发动机是全自产的 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做到不用一个国外零件 C919行吗 这 星远确实没有批量生产大客机的能力和财力 不过容称有611啊 我们出发动机 出技术 您看看 按1250就知道 技术上绝对没问题 民航局投资 两款纯国产大飞机 支线300亿 干线600亿 加一块建新工厂 成立新飞机集团 自己运营1000亿就能搞定 您说这个投资值不值 邻居和安德罗夫 跟推销员一样 像朱驰灌输想法 让后者的心理防线摇摇欲坠 华国每年花在进口客机上的钱 就是几千亿 如果真的用1000亿 就能造出来两款客机 朱驰确实有些异动了 安德罗夫 按1250 预计4月30日之前进行首飞 如果他飞起来 上级会怀疑我们的技术实力吗 朱驰摇摇头 如果真的亲眼目睹这架飞机起飞 世界第一大巨型运输机的名头就跑不掉 谁会怀疑 那大飞机能造吗 能 你们最好再拉上611 另外 还有省领导也告知一下 邻居瞬间想通 如果真的能在蜀川 再建一个生产大科技的基地 就算上级不给经费 省里也要砸锅卖铁 就算是拉着熊猫出去巡游马戏演出 创造的经济价值有多大 欣远在过去一年里 在蜀川实打实地花掉了150亿左右的现金 但给当地数百家企业直接创造了经济效益 引起的总经济增量就超过千亿 还有周边高校 房屋 娱乐建设 省里可是拿欣远公司当祖宗供着的 客机产业有多庞大 光是华国的民航市场 就养得下波音和空客两个巨头 还能挤出来给其他厂商奋一杯羹 蜀川的客机基地 只要飞机造出来满足要求 甚至性能略低于波音和空客同级飞机也绝对能大卖 要是一年能产500架客机 销售额就是几千亿 妥妥一家万亿制造业巨头企业 牵动整个系部发展都不过分 所以随后邻居就先找到了省里 拿出发动机说明了自己想要造客机的想法 又把杨伟总师也请了过来论证项目可行性 在确认技术上可行后 省领导已对客机项目表示了绝对支持 当即就动笔往上级那里写文件 附上一大堆资料 让一名高级领导亲自飞过去谈 611所在有省里的兜底承诺和新远的发动机支持后也不再犹豫 和132厂一起表示加入 在如此的重视下 1月20日上级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 7年前也是一次常务会议 批准了大飞机方案论证报告C919立项 7年后 蜀川省政府611所民航局联合递交一份提议 建议在西南以新远宇航动力611所132厂 民航局联合成立西南商用航空公司 制造完全自主产权的支线和干线客机由于递交提议的三方都很重要 而且新远公司的建议都默认有很高优先级 所以第二天就召开了一次常务会议 讨论三家的联合提议 与会的还有在京城的几位航空专家 他们将帮助判断这份提议内容的真实性 新远公司虽然是以航天为主 但有证据表明他们在航空方面也有极大成就 其中某先进发动机参与了军方某机密项目 取得了良好表现 提议的两款民用发动机也已经造出来并飞行过 并且他们老板的公务机就使用了自家的发动机 会议室的最前方 专家为领导们分析技术上的准确性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工业皇冠 只要它解决了其他问题 对现在的我国而言都不需要额外花太多精力研究 另外据悉新远公司正在制造 比当前全世界最大的运输机安225 还要大一倍的安1250巨型运输机 其起飞重量我国自研运输机运20的5倍以上 所以我认为提议的技术部分属实且可行 具备他们所说的两年以内实现首架客机首飞的目标 说到最后 讲解的专家还特意放了一张星远提供的对比图 上面是安1250和世界主流运输机客机的大小对比 让大家都不太相信自己国家能造这样的超大型运输机 交投接耳交流 还不时提问 就为了确认这个信息的准确性 过了好一会儿 领导们才进入正题 如果技术上确实可行 而且是完全自主建造的话 我支持西南商用航空公司的建立 国产化最重要 已经有商非集团了 干脆化给他们 一家独大不太好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 而且 蜀川多几个高新制造业基地也是好事 以后会源源不断的创造价值 中央也可以少点财政支援了 这句话说完 出现了一片笑声 每年地方对中央上缴的财政收入 蜀川总是倒数第一 而且数字还是负的 不说扭亏转赢 能让中央少补贴点 就心满意足了 星远公司已经是个巨头公司了 再让他们进入航空业 星远公司不是负责发动机和航电吗 巨头就巨头 干得好的民营巨头多了 这还是纯正的华国企业 难道还能飞到阿美去 讨论了一会儿 会议全体都表示了基本赞成 大飞机项目他们看得很重要 C919一根毒苗 不是因为舍不得钱 而是有实力的单位太少 所以在技术条件能满足的情况下 资金反而不是问题了 达到这个前提 最后就围绕两个问题 一是西南商用航空 简称商行的注资多少 十股比例 二是商非的C919以及后续项目C929怎么办 第一个问题最终决定是三加评分 各30% 剩下10%还有很多企业可以分 当然这实际上就是官方持股60% 新安 选址出布定在一周 为商行以及两个支线和干线客机项目总注资1000亿元 220座支线客机被命名为C822 320座干线客机命名为C832 C919的后两位数字代表190个座位 第一个9则代表9 C822和C832的8则负予协音发 同时8和9也代表着商非和商行两个兄弟企业 第二个问题则是继续 C919计划依然照常 但不会再是重点扶持目标 因为就算C919成功走出国门了 也没有指在国内飞的C822和C832好 更重要的是 C832是干线客机可以飞远程的跨洋航线 也就是说国家领导人专机总算可以不用期 做自己的飞机多有面子 这也是下决心推进C833的诸多原因中略有小小影响的之一 1月26日 政府通过了国产大飞机相关决议的计划书 批准西南商用航空公司在一周挂牌成立 同时对C822、C832两型大客机立项总经费1000亿元 蜀川省同时提供100亿专项拨款 以及200亿元政策性扶持贷款 并以一块超大的抵扣占据3%股份 使商行成为一个艰巨地方、军方、民间和中央的巨无霸企业 大多数人看着新闻都没有感受 只有商飞打出了问号 偷袭 不仅仅是商飞 还有预计参与C919项目的一众国际厂商 都非常关注C822和C832两个计划和新成立的商行 他们都知道 这份决议一通过 意义对于民众和政府而言就非常重大 完全国产化在华国就是绝对的政治正确 只要是以这个为目标注定就站在高位 C919在国家意义就不那么重要了 另外就是订单 航司肯定也愿意订购自家国产的飞机 国产就便宜是普遍共识 况且华国强大的工业能力也有实力降低成本 再也不会出现波音客机一个餐巾盒 都要购买指定产品的窘迫 再也不会有为国外工程师维修支付天价费用的情况 在多方利益驱使下 商飞向上一边卖惨一边打听情况 当知道是611所132厂联合民航局 星远公司一起制造时 就意味着项目已经铁板钉钉 鼠川本地也会全力保护 而且C822和C832都立下军令状两年内首飞 但这一点商飞就做不到光是制造翘体可以 但是其他国际供应的部件就难说 不过因货得福的是通用电器 霍尼维尔等公司突然放松了 对C919关键部件供应的拖延状态 开始上门磋商 尽快达成合作 商飞对此心知肚明 但还是顺畅接受 C919项目就这样以完全预料不到的方式加快了进步 同时 611所和星远再次被宣布制裁 虽然他们早就在制裁名单里 而国航却在这之后宣布 他们有一项从西南商用航空公司采购两架C832作为专机 要知道 华国是没有专机一说的 乘坐的飞机都是从国航平时运营的7里掉 之后恢复商业航班 当然这其中也有些其他因素 但已经随着C832的出现消失 为了表示支持国航毫不犹豫出手 并高调签订了一项合同 专机 当初运势能推动起来就靠的这一点 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倾斜不少资源 要知道 这时候商航公司连影子都没有吗 官方下场开始背书支持 一下让许多人明白C822和C832两个项目已经在高层挂了好 地位超过了C919 亲儿子和干儿子哪个重要 上级还是清楚的 后者就是再好 也不能让人完全放心 不过这些弯弯绕绕在普通人中影响不大 临近年关 新安汽车冲上了热搜 因为在这一天 首批1000辆XC4项用户交付 新安汽车的销售网络分两个 一是传统的4S电渠道 南方汽车本来就有直接挤一挤 二就是网络订车 工厂直接发车到收货地 前者的优势是有限车 后者则是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没有加价提车 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颜色款式 但是需要等待 毕竟为了节省运费 发出的车 要么是攒够一定量同意发货 要么是寻找有空位的货车把XC4调装上去 顺便带过去 这都需要不短的时间 现在新安汽交付的XC4数量 已经超过了8万辆 在陈军宣布了 前5万名车主能抽奖进入太空和 XC4将会随即安装来自航天器残骸 或编较料加工的零件后 一夜之间就多了近2万辆的订单 如果这些车全部交付 新安汽车仅在XC4的销售额就突破了400亿 就算是扣除了前期的种种投入 各种额外支出 光是XC4带来的利润 就足以保证新安汽车的第一个财年盈利为正 要不说后来那么多新势力下场造车 这东西和手机一样都赚钱啊 1月28日 新安汽车公布了10名幸运车主 9位男性一名女性绝对随机没有任何暗中操作 被选人年纪最大的48岁 最小的23岁 身体条件都符合标准 他们都将在接受一个月的训练后 预计在2016年8月左右 分两批乘坐有空前的航天飞机飞上太空 毕竟都是能花50万买车的主 几亿几一个月时间还是能凑得出来的 而且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拥有购买商业太空旅行的财力 这也成为了媒体聚焦的重点 还有 这可是10个人 整整10个人啊 进步好摇二任务之前 华国航天局送10个人上天也花了10年 然后星远公司说 来吧 你来买我50万的车 我送你5000万的上天 对于普通人而言 一下能感觉到自己与太空的距离在快速拉近 现在是50万的车主 再以后5万有没有可能呢 还真不一定 毕竟邻居算过账 其实抽奖送人上太空 对星远来说可能要比花几亿去打广告更划算 哪怕一辆车的工厂经历率只有8% XC4也带来了32亿元的纯利润 况且 XC4的利润率哪有这么低 平民级家用车8%还差不多 越贵的车利润率越高 附加价值占比原比配置增加的多 要是有一款10万级别的家用车 能销量100万 纯利润总计100亿元 从中拿出5个亿让航天飞机飞10次 送50个人上天很难嘛 但是对于这些车主来说 50个太空旅游的名额却是个庞大的数字 就算不去转卖也能赚一笔天文数字 仔细想想 这个概率已经比题材和福彩中千万大奖的概率高到 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者可是以一为基础单位的 所以购买新安汽车哪里是普通的买车 简直是绝佳的理财渠道啊 而且XC4的性能也具有绝佳的优势 虽然现在移动互联网还有点时间才能兴起 但网上已经开始流传各种XC4试驾的帖子和视频 其中最优秀的当然是跨世代的XW151智能驾驶系统 许多人一到手 车机因为处于运输状态 要先由车主进行指纹认证确认身份 在这之后 车机就会向用户讲述XC4智能驾驶系统的操作方式 人工智能小心 原生知识中 阴霜雨 还有少量的娱乐功能 另外就是向用户着重介绍的辅助驾驶功能 虽然宣传和名称一直都没离开辅助二子 但任何人听完介绍之后 都能感受到展示的功能几乎等同于自动驾驶 2016年没见过市面的土包子们 纷纷把自己与车机互动的过程拍成视频上传 不仅在国内一时间火了起来 还传到了国外 XC4取得的良好成绩表现也给西安公司带来了福利 今年的年终奖有三个特殊的奖品 24小时太空游星号2 7日空间站游星号1 空间站7日游当然是落在了CEO陈军的头上 别的不说 光400亿的销售额就够他骄傲的了 豪华汽车的吸睛能力让南方汽车十分眼红 也在迅速开发自己的豪华车型 两个24小时太空游则发给了两位表现突出 分别在BMS和制驾系统做出贡献的工程师他们 也将在今年年中完成太空旅行 所以今年H1的发射将十分频繁 传言第三架H1客运行监定后 正在制造中将专位高频次太空旅游服务 摩都 港口 一辆XC4跑车被装入集装箱固定好 然后被调机放在了集装箱货轮的上层 XC4也有少量出口订单 这就是其中之一车主订了最高配 而且要求出厂就调好知识英语 由于订车时间早今天也就准备装好发往阿美 同时 阿美海关打印了一张这辆车跨国需要收的200%税单 发往购车人的信箱 在寄出去的名字那一栏 写的是 埃隆 马斯克 2月4日 立春 既看病 搬迁 睡觉 以礼发 发射火箭 已经附用过三次的新元5号火箭输在了穷州发射厂4号工位 准备飞往太空 这是春节前新元最后一次发射任务 新元公司大部分人都放假了 少部分轮值的人员三来穷州负责本次发射任务后也休假 本次发射的新元5号甲型搭载了7颗经纬系列卫星 单颗质量1100公斤 单颗价格1200万 载轨寿命15年 同级别卫星一般差不多要3000-4000万 但由于新元决定连备份星采购75颗 大部分零件交给了供应商 硬是把定制件变成了流水生产件 大大压低了成本 况且 现在芯片是新元自产的三进制芯片 价格比外购便宜多多了 一共10次发射 70颗卫星将组成新元公司规划的经纬智慧网络 这批卫星分成8个批次 每一批次都具有测控、通信、制导功能 只是每一批次测中的功能有所差异 分布在地球同步静止轨道 倾斜地球同步轨道 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 近地轨道4个轨道 经纬智慧网络将投入约18亿元 建成后可以为全球提供通信和导航服务 是地面智慧出行的一部分 这个智慧网络计划曾经有两种方案设想 一是廉价小卫星方案 在低轨发射400到500公斤的小卫星 虽然现在的卫星这个重量也不小了 单价控制在200到300万元 发射500颗以上覆盖低轨 提供无死角且高速的信息服务 二就是现在的大而今 发射一吨重的大型平台 寿命更长 轨道更高 不需要时刻使用推进剂保持低轨 除此之外 6颗高山卫星将在明年发射到地球同步轨道 完美覆盖全球提供综合服务 预计投资14亿元 高山的作用是提供空间的高精度精确定位与导航 辅助深空飞行器修正轨道和提供信息终继服务 这些卫星项目虽然是奔着不赚钱去的 但它的用途久注定了只要想 有的是人愿意在这上面花钱 航天局对这些卫星任务保持沉默 只是要求报名轨道参数 另外表示商业应用需要取得一些牌照 但军方则是显得十分积极 卫星还未发射申报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不但同意帮忙搞定手续 甚至愿意买下几颗卫星的使用权 也不知道是有什么用 倒是国际上对星远发射卫星组网的通报有不小反应 一些人指责这些卫星的重量与用途不符 还有民间阴谋论说邻居要从太空统治世界 只有NACA默不作声 只是默默增加了几次空军的卫星发射计划 马亦龙也默不作声 他在2015年1月就提出了1 2万颗小卫星组成的星链计划 现在发现竟然有人比它更快 在全力配合登月的同时也加速了星链的具体技术认证 第二天的晚上 穷州邻居打开一台有黑粗重的笔记本 这是用X32035和配套三进制原件生产的笔记本 操作系统也是完全自研 已经在星远公司内部普及使用 在过去的日子里 郭深很早就考虑到泄密问题 所以要求内部网络与外界实现物理隔离 公司的服务器访问全线严格管理 禁止与任何可能向外界发送信息的设备连接 现在不用了 内部服务器已经嵌移到星辰1号 员工的工作资料及时上传 彻底断绝了网络入侵的可能性 这是体系的差异 就算是一个再牛的黑客 也不能在陌生的领域发挥 况且基于S109发展的大型 AI山海已经初步投入使用 同时存在于星辰1号超算和太空的卫星网络中 所以说 智慧网络是真的智能 初步完善的山海 足以对任何连接的设备实现监督 内置安全模块 绝对能保证数据安全 邻居的笔记本电脑内置了卫星终端 直接就连到了禁地轨道上的卫星 下行速度1000兆位每秒 上行速度300兆位每秒 已经比5G快多了 当然 卫星直连支持的终端是有限的 除非真的像老马的星链一样 发射上万颗卫星 那倒是可以实现高速上网 但实际上并不靠谱 小卫星抗干扰能力太差 而且密密麻麻的 过于威胁航天器安全 后世老马发射了一次星链卫星 逼得华国空间站 不得不两次紧急变轨 以防撞击 而且 那一次发射的49颗星链卫星 40颗摧毁于磁爆 经纬智慧网络 另一个重大作用就是智能驾驶 北斗组网成功还有5年 而且还有一定适应期 现在新安汽车用的依然是GPS制导 邻居打算以后分出去一家子公司 专做地图和导航软件 然后派人开着测汇车 全国各地到处跑 为智能驾驶提供基础 以及自动驾驶做准备 想想要抢北斗的生意 感觉还是挺刺激的 不过 经纬智慧网络的导航服务 主要是亚太地区 其他地区偏向测控 进入系统 UI界面和DOS差不太多 这也是为了适应使用者的操作习惯 里面只有少部分内置应用没办法 星远的技术力量 还做不到一己之力 重建整个三进制应用生态 需要合适的时间 让整个行业去创建 邻居打开一个应用 然后显示了一个部分区域高亮闪烁的地球 选中 放大 邻居看到了纽伯斯特造船厂船物里的一艘等待维护的航母 这是一张拍摄于三分钟前的静态照片 分辨绿灵 5M 对卫星来说已经足够了 什么叫监控世界啊 后仰 老板 掌握世界的感觉怎么样 郭神走过来 伸手在屏幕上放大 马上显示出了德克萨斯州某个小镇的图片 他的手刚好覆盖住半个屏幕 确实称得上掌握世界 不过邻居可没飘 转而想到了什么 老郭呀 你有30多了吧 嗯 马上32了 怎么了老板 邻居一脸苦口婆心的模样 老大不小了 该考虑个人问题了吧 郭神转身就走 留下邻居待在发射塔下哈哈大笑 只有旁边的一枚星远2号火箭陪着他 现在已经是2月5号晚上 后天晚上又是春节 星远一贯的准备了烟花 这枚星远2号火箭的一级上面 是整整9个单体15吨重 2米直径 带火箭助推器的烟花罐 它们会被发射到8000米高空后分离 然后均匀散开后 下坠并引爆 产生的巨大烟花 整个穷州岛的群众哪都不去就能看见 中央的烟花罐轻一些还带有降落伞 里面的配方与照明弹一致 能在空中停留200秒 使周围数公里亮如白昼 魏杨烟花表演 已经正式出现在了春晚的节目名单上 到时候专门留5分钟放送 面对这种对环境的重大污染破坏 穷州政府做出了坚决应对 已经提前通告全省人民准点出来看 可不能浪费 2月5日天宫空间站 现在是6名成员上天后的第78天 这期间其中3名成员共进行了5人次的出舱任务 做了一些没有实际意义的活动 进步后执行了一次无人补给任务 地面一直在监测他们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 都非常良好 唯一有点辛苦的是周锐 年纪大了又不是专业航天员 每天必须花2-4个小时锻炼 不然回到地球后 怕是会因为重力技能出现问题 倒是有一点小问题 好几个航天员在云工空间站生活惯了以后 进入天宫二号空间站和神舟飞船 需要些时间适应 有点幽闭恐惧症的倾向 所以说有减入奢益 有奢入减难 好在新的有五院和新院联合研发的 X62同等级别天和核心舱即将发射 天和核心舱有一个对接口和一个节点舱 这样连接后就能在未来拥有9个对接口 扩展性MAX伴随天和核心舱开启的是天宫二七工程 将在2016年4月到2017年4月发射一个核心舱 一个天舟货运飞船 两个实验舱在内的四个舱段 在太空组成七个舱是总重280吨重的组合体 天和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 梦天实验舱 全部都是使用星月二号发射直径期 6米的巨型舱段 重量在38吨到43吨不等 届时 最大可同时容纳人数将升到12人 天和6人 两个实验舱各3人 整个组合体拥有2040立方米空间 已经超过国际空间站 因为等天和核心舱发射 云工核心舱就将作为星月商业运营的舱段 对首批授训完成的游客开放 2017年4月到2018年4月的天工三期 也是收尾工程会发射一个寻天太空望远镜 以及意大利阿莱尼亚宇航公司制造的太空酒店也会来对接 最后整体质量在330吨左右 已经与国际空间站同级 整个组合体同时最大可容纳人数是27人 ISS都才13人呢 这样庞大的空间站计划获得了航天局的一致好评 不过在这之前 天工空间站的任务是拜年 按照流程 6名航天员将一起贴春联 然后在春晚直播中拜年 也是庆祝华国人在太空的第一个新年 然后在3月10日 他们上天后的第112天 团结号再次发射 将新的6名航天员送入太空 同时将他们接下来 不过在观看大气层外的拜年之前 也可以看看大气层内的拜年 4班 庄涛 出列 到 5班 赵维豪 机库扩张改装的临时飞行学校内 28名教官轮流在每个教学班抽调 已经拿到初级飞行认证的优秀学员 这28名教官里 12名是新远招募的退役飞行员 准备培养成职业航天员 8名是新远基地里飞得很不错的员工 8名是西部空军派来的 B级基地的员工和学员不一样 他们获得飞行小时非常容易 每个月车间平优 技术考核 都能获得飞行时长 很容易就拿到几百个小时的免费时长 可以说 只要不是纯混子不想去 在基地里 只要有时间想飞就飞 完全不需要担心金钱问题 所以部分有天赋的工程师很快就涌现出来 下班后去飞一圈 已经成为了新远公司员工的休闲活动了 每天晚上5点过后 附近的居民就能听到 天上不断响起V8航空发动机和螺旋桨的声音 就看到成群结队的采云出轿机 从天而降 呼呼的贴着树皮飞过 留下一地落叶 这些航空航天工程师仗着自己的技术功底 对出轿机的性能很了解 飞起来一点也不保守 每天飞的时候 恰好赶上学生放学 于是中小学生又多了个保留节目 看飞机 附近的中小学也积极和星远联络 希望让飞行队来自己的学校开展活动 所以 在投诉飞行学校扰民的同时 大家其实又挺欢迎的 空军就有趣多了 他们名义上 说是为了保证大批量学员的培训安全 派人来驻场监督 同时担任一下义务教官的角色 看起来挺热心的 实际上 这些教官整天没事就翻学员的培训记录 专门找好苗子拉关系 感情把星远当成人才储备库了 空军领导原本觉得飞机太多 有点后悔给星远批了这么大的权力 可后来一想就想通了 来B级基地受训的 基本都是航空航天相关专业的大学生 专业对口 数量接近3000 而且每年绝对还会增长 这么多人 就算20个里出一个优秀飞行员 都不夸张 这简直就是白嫖来的优秀人才储备基地 还能提前挑选 每年挖一点 还能减少自己的培养成本 不过让他们有些失望的是 挖墙脚的效果 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如果是原来空军愿意来大学招飞 当然受欢迎 不过现在航空航天学院 以及其他院校合作专业的学生 可不一样了 既能毕业后 进入全国乃至世界都数一数二的 航天企业工作 还可以把飞机当小车开 以后还有机会上太空 与之相比 飞行员的吸引力 已经没那么强了 想想以后撩妹的时候来一句 想不想坐飞机 哥带你飞 简直不要太苦 虽然星远的工资水平不算特别突出 但光是养着庞大的机会花费 就很夸张了 一般工程师一个月的工资 也不一定养得起 每天飞一两个小时的出轿机 2月6日 28名教官和14位优秀学员 驾驶18架飞龙中级教练机 和24架采云出轿机 陆续从机场起飞 然后汇程编队 由边上的一架直升机负责拍照 第一批飞行学员还没有结业 但第一批飞龙教练机顺利下线 甚至被特批在市区上空进行飞行表演 在整个市区上方做出各种花式机动 表演了40分钟才离场 可这无助于星远市交居民的抗议 星远的飞机一天比一天多 政府已经不得不牵走了一小霹雳机场较近的居民 倒是省里对此大力支持 星远这边才订购一点飞机 他们就说要打造航空之城了 有人把飞行表演上船外网 然后已经被收购的 戴因维斯特兰公司惊讶的发现 星远飞龙和自家飞龙怎么出奇的相像 要不是过去了六七十年早就过了追溯期 恐怕就要起诉对方侵权了二月七日除夕夜 春晚播放到了尾声 连线地方的时候多了一个地方 天宫空间站 六个身穿深蓝色便服的航天员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在云宫核心舱方形区和圆形区的交接面贴上了春联 除了一起拜大年 由于云宫空间站的特殊性 还能围在观景舱 用上地面想尽办法保存湿润的饺子皮包饺子 让航天员在太空活面是不可能的 面粉是毅然一爆物品 飘到哪个小缝隙钻进去可太难受了 被吸入人体也不好 这些饺子包好后 想煮着吃也有点困难 需要特别改造的微波炉蒸出来 仅仅是为了航天员在太空吃上现包现煮的饺子 地面就耗费了巨大的心力 不过效果还是显而易见且值得的 华国人对于现做热食有种特殊的执念 包括航天员也是 只有在空间站亲手做过饭 才能感觉到一种家的归属感 不然老是吃素食食品虽然也挺好吃 但总感觉是在出差 再然后就是连线各地区春晚现场 这次穷州现场依然如故 依然是火箭发射塔架前方两公里处的特色歌舞 只是白雾缭绕的星月二号 比去年的小不点星月一号大太多 占据了画面的整个高度 北魁烟花禁令还没有严格实行 所以当春晚谈到下一项节目是大型烟花表演时 主持人还没有多大的后怕 节目开场 巨大的背景 屏幕出现了星月二号的发射现场 由于星月二号今年的高频次发射 不少人都见过这样的场面 但夜间发射还是第一次 有去年烟花经验的观众 已经明白要发生什么了 发射中心听到导播的信号 立即下达发射命令 在整个春晚会场和电视机前 全国无数人 甚至海外都有很多人在一起倒计时 毕竟这种一听 就要被环保团体拼死攻击的节目 也只有华国现在能不受干扰的进行 而且还是这么大的火箭 谁不想看看热闹 倒计时归零 新月二号提前一秒点火 然后快速地拖着尾焰上升 在没有月亮的黑暗夜空下 7台M220液氧甲烷发动机的光芒 就照亮了天空 场面比去年壮观多了 60秒后 二级的15个烟花罐达到预定高度分离 一级火箭偏向一边去降落 摄像机的画面中 天空突然多出了8颗流星 那是8枚在固体火箭作用下 向四周散开的烟花罐 在穷州本地 很多人要么走出家门 要么站在阳台上 已经能看到天上的几条亮线 再然后 是8个亮点同时爆炸 产生无数遮盖天际的 正在剧烈燃烧的金属 并且急速扩散 像是一片星海在扩张与此同时 最中央的那颗照明弹 PU版爆炸 黑暗中骤然发出一道极度明亮的闪光 然后整个云层都被照亮 地面的每个人都被惨白的光芒照射出影子 那可是15吨 以最疯狂的速度 疯狂燃烧的照明弹 附近军事基地的士兵精神恍惚 想起了联合演习的时候 蓝军部队往天上打了几百颗照明弹 都不如这一颗亮 这是搬动了太阳的开关吧 由于没有预演 发射中心的星远工程师也有些吃惊 太亮了 已经盖过其余的烟花了 春晚现场 一群观众目瞪口呆 观赏性和艺术性暂且不论 但这堪比核弹爆炸的场面 确实让人印象深刻 2015年的彻底离开 以一颗闪亮的星星收尾 林厂长 早啊 你也是啊 早 从2月5号到2月14号 是星远的年假时间 不过在1月底 许多员工就可以凭借平时积攒的休息日离开 所以 基本上有20天时间 B级基地就是半停摆的 这期间 除了少数岗位必须留下的人员 系统工程师 保卫科 以及邻居 连厨师都没剩下几个 保卫科只有几个星远本地的 家里冷清从拖拉机场就过来的 快要60的大爷看着 不过也没问题 因为B级基地外是有士兵巡逻的 在基地的外围 是本地军区组织的巡守部队 周边10公里区域各种民房暗哨 没有什么外来人员可以随便混进来 邻居不时就能接到一些通报 周围村 县出现不明人员的数量在快速增加 好在都不可能冲过层层守卫靠近基地 再者 基地内外拥有巨量的摄像头和传感器 山海忠实地进行监测 绝对不存在保安打瞌睡 把什么东西放进来的可能 邻居早上在暗处数不清的人员保护下 再晨跑一段呼吸新鲜空气 后来发现了一个现象 大老板和几个高工竟然全部单身 简直是奇景 浑然不知自己被Disk的邻居 还在和工程师们讨论下各年度的计划 最重要的是NAP和推进计划 城南开用7个多月的时间 已经基本吃透了基础的反应堆设计 其中共设计到1300多项新技术 200多项是重大难点技术 2016年度的预算要求增加到60亿元 其中40多亿是给配套企业 进行新技术和设备制造公关的 第一个试验队预计10月到11月 进行试运行 并进行XN90飞船的设计工作 进行技术准备 同时先对电离 期间联合推进进行技术验证 将在7到9月份制造样机 而在2017年和推进小组认为 至少要用大半年年时间 才能掌握三者的完美联合推进 一共制造5台样机 同年初A100要定型生产 年底之前装备核热发动机的H2 必须首飞 以作为NAP延期的后备 虽然系统有全套技术资料和实验数据 但要想完全掌握并拥有这方面的自研能力 还是得自己走一遍 真正的NAP可用 发动机得在2017年10月开始制造 XN90飞船首艘也开始建造 在2018年的年中 装备6台NAP的XN90飞船下线 当年进行两次试飞 最早在2019年的1月 执行载人登月任务 距离系统的期限只剩6个月 足够一次意外情况 保险起见 2016年的目标是完成H2航天飞机的 机体设计与制造 因为在今年 星远正式开始前进离星式空间站的建造工作 这需要大型航天飞机进行辅助 要再制造五枚星远2号 组成两发星远2号甲 两发星远2号 前者要专门改装拿来送H2那130吨的体重上天 以及两枚星远3号巨型火箭也将很快首飞 今年预算保守投入300亿元 资金尚且充足 而且还会密集进行多次载人商业飞行 能赚回来不少 2月15日 星远公司两个基地正式开工 经过全力扩招 正式入职的员工数量终于突破了3000人 其中400多人竟然都是从国外回来的 被星远公司所吸引入职 很多人都是在年末面试通过 开年才正式上班 再加上从高校借掉的人马 B级基地总算是能够全力运转起来 发挥出恐怖的制造能力了 安德罗夫又往安1250的车间塞进了100多个人 一来就进行两班到加快效率 同时派工程师去各个配套企业催促 要求尽快交货 他现在要负责多枚火箭 航天飞机 飞机的制造 四枚星远三号的舰体同时进入制造 航天动力部光K380V的生产计划就是100台 而且要在三个月内完成 平均每天一台 那条碳化硅生产线过年期间生产的4000多枚芯片 一天时间就被各部门瓜分完毕 也不知道是要用在哪里 六月 长安发动机制造基地 经过了四个月的奋斗 YF130设计定型 已经向各单位发去零件要求准备生产 三月份 进行燃气发生器与涡轮泵连式 四月份样机制造 最迟六月份开始生产第一批16台YF130 现在YF130的参数又有了些许提高 双管推力510吨 比充294秒 可以让长征10号的起飞推力达到5100吨 让航天员返回地球时可以多带100公斤质量 在2921工程的刺激下 六院的科研团队规模扩大到15倍 也成功利用未来长征10号的需求 建立了发动机生产线 可以量产大推力发动机 而不是一台台半手工制造 接近了SpecX和星远的路线 这也能大大节省时间 因为量产使成本更低 可以连续拿几台样机去试验 试车不再是需要谨慎准备的东西了 所以六院甚至有余力决定开展YF90 220吨级氢氧发动机研制计划 长征10号二级用四台YF77真空版虽然也行 但YF77本身的参数是比较落后的 未来一定要升级 所以为长征9号准备的YF90上马 三级火箭使用的YF79 新的25吨级必是膨胀循环氢氧氧机进度更快 设计工作正在逐步收尾 但六院并不觉得这些未来的大推力发动机先进 因为这时候他们也才逐渐知道 新远的核动力发动机已经推进几个月了 知道的原因是B级基地旁边的核试验基地完工 航天局 具体项目不得而知 但极有可能是安德罗夫曾经说过的A100发动机 那可是比充2万多的核动力发动机 任何化学动力发动机在它面前都是一堆垃圾 六院自己也开展过核发动机的论证计划 比充才1800秒左右 虽然也足够高 但相比起来还是差多了 而上级依然没有跟进的打算 这让六院有些着急 一边自行组织一个小组进行和推进研究 同时向上打报告 大佬 你也不想我们处处落后吧 航天局 不批 核发动机计划太费钱了 华国电头与星远公司合作的时候认为 完成整个计划保守需要400亿左右 而且这400亿对核电队来说 难以收回这么多的价值 而且即使是去火星 传统引擎一样能做到 核引擎那是探索土星木星 下一代人才做的事 所做的准备也不是仅仅有飞船就行的 在上级这里碰了别的六院 却依然在以唐伟天的主导下 决定将核推进的理论研究进行下去 同时决定促进甲烷燃料发动机开发 甲烷机倒也没有特别的难度 构型和氢氧机差不多 只是以前的甲烷机性能很糟糕 尤其是比充不高 不如煤油机和氢氧机 但这方面的研究 六院也不想落下 甲烷在获取和保存方面比叶氢优势更大 而且同为低温燃料 供底铸箱设计也要容易得多 2月29日 SpecX为重型猎鹰生产的连接件制造完成 CBC使用的三枚星一级也准备完毕 正在工厂进行组装 3月25日 重型猎鹰就将进行第一次静态点火测试 预计5月或者6月进行第一次首飞 明年的2月 它就将搭载依然还处于PPT状态的Gateway 门户 月球空间站 将其送入月球轨道 Gateway空间站 虽然据设计有国际空间站的六分之一大小 由多个部分组成 但空间十分狭小 一个国际居住舱 Iano Habitation Audio IHAB 另一个是Habitation and Logistics Outpost HALO 由美国诺斯洛普、格鲁曼开发 设计可以为4名宇航员提供生活环境 总容积 8立方米 也就是2×2×2的空间 还要塞下4个人 就这么个小玩意 还要分多个舱段 只能说NACA是真抠 工程师们甚至认为 宇航员在这个所谓的空间站里面都站不直 但这与老马无关 他在总装车间上方拍下等待组装 但已经并拢的重型猎鹰 上传推特后就出去了 因为刚刚物流公司打来电话 他的跨洋拖运货物马上运到工厂 当他带着几个工程师抵达空插的厂房外 工人正敲开集装箱大门 搭好板子 然后慢慢把车开了下来 老马靠近他 你是西安公司的海外经销商吗? 哦 不 我是雪佛兰的本地经销商 不过西安公司也和我们签了协议 他们公司在华国太远了 委托我们进行售后业务 有事也可以打我的电话 或者官方网站上申请服务都行 对方话不多 汽车和手续交付完后就离开了 留下老马和一众工程师 好奇地盯着这辆XC4跑车 他将车钥匙拿在手中观察 立刻发现这个钥匙背面有按键 正面居然是一小块触屏 有远程启动 打开空调 防盗模式等多种功能 走到车门面前 他看到没有门把手 咔嚓一声向车主提醒把手已经展开 钥匙拿远一些 把手又关上了 感应芯片 一个小东西 对吗? 老马回头对工程师们说了一句 然后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中控台上有个显而易见的区域 让他很自然地就把钥匙放上去 车里大大小小的灯光立刻亮起来 他又打了个手势 让一名工程师也做到了副驾驶 车机中间那块10英寸屏幕开机 弹出了一个圆润的提示框 表示现在是车主的新手引导 XC4的运输模式已经被刚刚离开的经销商退出了 现在才算是正经的工作状态 先是设置自己的指纹 在手机上下载安装车辆状态远程监测AP 完成了基础的设定后 老马根据提示 用尽量标准严肃的英语大声说道 X turn on the air conditioner 新打开空调 E 空调已开启 根据当地天气 温度设定为26度 风力 自动 天气 老马意识到了什么 E 你是联网的吗 E 我通过经纬智慧网络卫星服务网联网 为您提供生活和智能驾驶服务 E 你能够帮我开车到某个区域吗 马一龙问出了所有车主都问出的话题 复读机加一 E XW151智能驾驶系统暂不支持全自动驾驶 但您可以设置导航路线后 挂上D档 开启新手模式并打开辅助B站 车道保持功能降低驾驶强度 这时坐在副驾驶的工程师说话了 西安的工程师知道 自动驾驶会带来法律上的问题 所以将其拆分成了几个功能 并且刻意引导用户去使用 老马点点头 西安公司 这就是既想拿自动驾驶宣传 又不想背上官司 所以才会这样做 不过他们对智能驾驶系统如此有信心 竟然敢故意引导用户吗 他思考了一会儿 然后打开导航软件 设定了工厂外一公里左右路边的一个地点 按照小新的提示 开启了诸多辅助功能 挂上挡 然后松开了刹车 XC4立刻动了起来 方向盘快速向左打死 老马下意识想去抓 但却忍住了 副驾的工程师死死盯着老马的脚 随时准备爬下去 帮着踩刹车 然后在两个人和周围一群工程师大呼小叫中 XC4跑车流畅地转过一个大弯进入道路 打着转向灯进入车道 快速加速到40码 然后在距离目的地30米时 向右打转向灯 靠边停车 这个过程行云流水 只有结束时 车内响起一声导航结束 旋牛挡位自动挂到屁 老马赶紧拉上手刹 活动了下自己僵硬的腿脚 这智能驾驶也太硬核了 幸好工厂附近没什么车 要不然这么快的速度 他自己都不敢开 倒是工程师惊魂未定之余 有些惊讶地抚摸着车机 E 把这辆车拿给特斯拉团队测试一下吧 控制系统显得那么激进 我有预感 它可能会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成果 E 那就让我先试试 如果出事了 我们可以打一场跨国棺子 老马说了句让工程师错愕的话 然后继续设置导航点 设定到高速的一个加油站 XC4立刻启动 以一个舒适的加速度加速到40麦 在公路上高速行驶起来 在行驶了几百米后 车机自动拐弯进入高速路 车流一下从零变成了不少 老马虚握在方向盘的手略微抓紧了些 它的小命还是很重要的 进入高速 XC4立刻开始加速 一直到当地的限速80麦 并自动打左转灯 改道进入中间车道 车机的画面变成了三条车道 雷达探测出 前后80米范围内的车辆 标记在画面上 老马仔细对比 发现除了车型判断错误外 分毫不差 两边路过的司机 有人注意到了 这辆没有排气管 且充满异国情调的跑车 拿起手机拍照 将注视前方的老马 侧连也拍了进去 由于是顶着限速跑 XC4比大多数车辆快一些 不断对车辆进行超车 变道 老马完全不懂这套变换后的逻辑 只是在想 XW151到底是如何在缺少配套设施的状况下 做到这些的 十多公里的路途 没有花太久时间 XC4驶入加油站旁汽车旅馆的停车区中央 然后自动停了下来 提示已安全到达 由于靠近一个停车空位 车机中央自动弹出提示 询问是否自动驳车 老马选择确认 然后 XC4向右前方开了一小段斜着车身 一把倒了进去 正好停在画线区的中央 等于等于 2月29日 马逸龙驾驶XC4行驶了4小时22分钟 其中4小时04分钟处于自动驾驶状态 期间在高速公路 荒野 工厂小镇等多个区域进行了测试 这些都被卫星精准地记录下来 并总结下载到了新安公司的终端 为了给老马更好的用户体验 新安特别给了老马那辆XC4提供两倍的算力支持 让AI发挥更好 谁叫老马太高调 没有严谨的使用假名 一早就被列为了重点车主 以现在的科技发展程度 新安的智能驾驶系统差不多能领先5 6年左右 之所以会存在隐秽的诱导用户 多使用智能驾驶 是为了尽量多的收集数据 让下一代的XW161车机进化的更加智能 已有优势 加上现在就开始布局的数据收集 能让培养的人工智能拥有更加领先的数据库 产生的AI自然更强大 不过一想想老马 连自家的Roadster跑车都还没开上 就先用上对手家的XC4 这画面还是挺喜感的 3月4日 穷州航天发射中心 一大群带着白头巾的人聚集在竖起的星远2号 发射台 来自六个国家的十多名神职人员绕着粗大的火箭尾部转圈 念念有词的同时 将手伸进金色的瓶子里 把圣水洒向发动机和外壳的表面 这枚星远2号的表面也是不同寻常 写上了歪歪扭扭的奇怪字体 甚至还有金色的印花 最后 这群白衣白头巾的人浮在地上 做了一大堆的繁杂礼节后才肯罢休 发射台上的神职人员也停止了祝福 一个年纪最大的人闭上眼睛一会儿 然后神圣地开口 主说 他的居所要在黎明升起之时建成 躲在一旁的发射场人员看了看发射计划 原定是明天早上8点 应该算黎明升起之时 邻居说道 真主的使者说 最好在明天的黎明发射 穷州的黎明是在多久 这邻居哪知道 好在发射管理局的黄局长出面回答 差不多6点20吧 邻居也连忙沉默 亲王殿下 那么希拉空间站一号舱就于3月5日的6点20分发射怎么样 思维坦 谢谢你 零 不过真主的子民不会让朋友失望 发射场的每一个人都要领到一千美元 邻居 黄局长 黄局长 您放心 发射中心全体人员一定会保证希拉空间站一号舱发射任务顺利进行 不过这钱 思维坦 这是真主的祝福 你们一定要收下 不然真主会生气的 黄局长 这 我们尊重你们的信仰 配合一下也可以 当初阿伯以5亿美元一个舱室联合其余三个国家一共购买了5个XS-62舱段 构成希拉空间站 按照计划 希拉空间站将独立运营 由于这些狗大户的豪舍 单个空间站只住4人 所以整体空间达到了整整3100立方米 就算住满20人 人均生活空间就达到了150立方米 宽敞的过分 由于现在B级基地的产能已经能全部发挥 5个简单的旅游舱段可以同时开建3个 预计6月份就将发射最后一个舱段 平均一个月一枚 第一个舱段被他们命名为哈希姆号 被认为是莫罕默德在天上的居所 神之居住之地 所以他们从多个国家请来了最有名的神职人员 为空间站和火箭进行祝福活动 他们最开始是想要把圣水撒到舱段上的 不过最后还是被一顿忽悠撒火箭了 对火箭撒撒水确实只是撒撒水 虽然理论上空间舱段也没这么脆弱 但还是小心微妙 第二天一大早 发射人员几乎是没怎么睡觉 以轮班确保人员清醒 好在狗大户的一千美刀确实给力 所有人拿了钱都精力旺盛 六二十分准时进行了发射任务 此时太阳确实刚好升起 火箭喷出的强大尾焰几乎与太阳的亮度平起 一堆白头巾激动的不停祷告 似乎他们也飞到了天上去 事实上也差不多 在阿博世界 他们的解释是希拉空间站将是为真主提供冥想的场所 上去的航天员生活在里面实际上是服侍主与神之居住在同一个地方 在这番说辞下 希拉空间站已经成为阿博人心中的另一个圣地 说不定以后都要再学习怎么看运行轨道 以便黄昏的时候对着经过的空间占行婚礼了 最后一个5号舱发射日期也已经定下来 6月26日进行朝圣活动 正好聚集SL兄弟看火箭发射 而且听说 阿博又给在穆卡拉修建发射场的华箭一局增加了10%预算 要求5月左右把发射场完工 最好在6月28日 再升级的第一天 让自麦加号航天飞机再次升空 将6个阿博航天员送入已经组装完成的空间站 赛博迷信了属于是但这跟邻居没多大关系 不管是自麦加号还是火箭星远都毫无问题 空运过去也够快 7到10天左右完成发射准备都来得及 早上6点32分 希拉空间站1号舱段哈希姆号成功进入400千米轨道 于是在太空中同时运营起了天工 ISS希拉三个空间站 听起来似乎很神奇 NACA也觉得很神奇 路西亚也觉得很神奇 ISS的成员国都觉得很神奇 当他们监测到哈希姆号入轨 然后才发觉一个严重的问题 星远宇航玩真的 他不是话PPT忽悠人啊 之前阿博与星远签订了直接100亿美元 包括空间站 航天飞机 发射场在内的合作计划 其实各航天局是不看好的 这点钱哪里搞得起来 肯定是邻居在忽悠人 或者就是要求后续追加投资 结果不到两年 第一个空间站舱段就建起来了 对于阿博拥有XS-62这样的舱段 ISS各国都十分羡慕 那可是40多吨600多立方米的超级舱段 对接口直径能做到2 5米X2 5米 于是 ISS做出了一个符合祖宗的决定 邀请希拉空间站与国际空间站组合 联合运行 为了获得3000立方米的广阔空间 ISS给阿博开出了相当优良的条件 甚至包括免费为阿博提供两次联盟发射任务 送6个阿博航天员进入太空 以及在地面上 也有不小的利益许诺 但都被阿博坚决拒绝 拒绝的原因 不是他们有多么坚定的反对意识 而是欣元表示 ISS国际空间站太老了 协议与接口也不通用 如果对接产生安全风险 欣元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且不提供后续技术支持 所以 阿博还是强忍着蛊惑拒绝了 而邻居为了表示安抚 表示将对希拉空间站后续的4个舱段 进行免费升级 邀请一代利贝尔蒙德酒店集团 进行内饰设计 提供更优良的生活环境 同时 邻居向斯维坦和哈曼德 各赠送了一辆特别定制版 基于XC4进行了全面改装 应用大量航天材料的XC5限量版跑车 由于基本是小批量掺杂手工打造 光是成本就要两三百万 不过哈曼德王储并不怎么开心 因为老国王阿勒特对他上天的请求 表达了强硬的拒绝态度 这种心情邻居很理解 因为他自己也有相同的感受 B级基地 H1型航天飞机第四架 客运版监定号被吊上1276 准备发往穷州 相比于前三架 监定号有了重大升级和改变 由于是转为旅游定制化的客运版 监定号的取消了货舱 只有一个放置作业 机械臂的狭小空间 质量减轻到20 3吨 加强后的成员舱 可以容纳最多10人 也可以拆掉一些座位 执行一些小型物资运送任务 最大的变化是 尾部的单台液氧液氢发动机 变成了分布在两侧的 两台12吨及液氧甲烷发动机 尾部的中央是一个圆形的对接口 兼气炸舱 从尾部对接能够更好地保证隔热性能 出舱活动也更方便 不过还有一个重点是 飞行控制系统 从底层原生支持SC09智能驾驶系统 一切命令全面由SC09接管 安全性更高 以及采用了新一代的隔热瓦 属于研究H2隔热瓦中产生的过渡品 可以重复使用8次之后更换 再次将成本降低 如果使用星元5号发射 人均费用已经降低到了400万人民币 不过 要想实现真正的太空平民时代 这个数字还要降低100倍 4万元左右才能实现 大多数人都能咬咬牙上去坐一回 但要实现这一点 靠航天飞机或者火箭是绝对不行的 只有未来的新路线或许可以 邻居自然不需要去等未来的新路线 3月11日团结号将会去替换天宫空间站的6人组 新的6名航天员 是航天局的两男一女三名职业航天员 星远公司邓瓊在内的两名职业航天员 以及一名系统工程师科云 科云是当初与安德罗夫一起召集的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空间技术 在基地内暂时没有紧要任务 于是在去年的时候 就被邻居酝酿送上去试水 这位已经是B级的工程师 身体状况也足够好 作为乘客几乎不怎么需要训练 只进行了一个月的密集培训 就将作为载荷专家上太空了 另一位载荷专家赵小文 已经暗戳戳的被升到了B家 带领激光实验室单独化了一块区域搞秘密研究 他上天估计要等到很久以后了 邻居尝试说服公司 希望在天工二气工程完成后 跟随第一批空间站旅游团上天待几天 他的身体素质现在已经基本满足要求 H1的状态也足够稳定 但这还是遭到了巨大的阻力 不过好在最后还是勉强被同意 不出意外的话 邻居将在7月左右搭乘进步号进入太空 而邻居在避免这种意外发生 3月11日 三名航天大队航天员 三名星远航天员宣誓出征 指令长由航天英雄邓伟担任 他们将挑战新的空间站生活时间 预计将不少于180天 也就是半年 不过全世界在太空生活最久的人 在1992年是克里卡列夫 这位老兄上天后半年联盟解体 在太空生活了311天才被路西亚接下来 但他也不是最久的 1995年3月22日 瓦列里 波利亚科夫在和平号空间站上 连续工作了437天17小时58分17秒 成为人类单次太空铸留的最长时间记录 前联盟的和平空间站可远不如天宫叔父 所以理论上在天宫生存一年半载也没什么问题 星远 航天局以及航发委的官微同步转发了发射动态 邻居也发了 只是看着有点奇怪 那是一张照片 邻居穿着训练服坐在航天飞机的驾驶位 那是在进步号进入工厂改造的时候拍的 照片上的邻居看上去非常专业 朝镜头伸出两根大拇指 配上夸张的表情很是喜感 伴随这张照片的还有一行文字 只有老板也使用的自家产品 才是最令人放心的 网友 航天局 这在明显不过的暗示瞬间引爆了网友们的猜想 得益于4G网络已经开始大规模普及 就连邻居发微博后评论增加的速度都增加了许多 大量明星大V都将他列为关注对象 第一时间在 林厂长要上太空了 这么自信的吗 别人还在炫耀私人飞机 林总直接上太空 林厂长是我们亚洲人的领导者 最后一句是有景归美 这个老鬼 预计将在明年再次前往国际空间站 现在倒是很珍惜生活的样子 整天在中文互联网发太空科普 还有不少粉丝 林厂长大气 可惜不能一起拼坐了 是陈伟章 这老头训练几个月减重20斤 身体素质好了许多 马一龙他要是敢坐自己的龙飞船 早就可以往国际空间站送人了 还是林总自信 厂长我在空间站等你 动态发出去没半小时 邻居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一看是航天局大佬 小林你胆子够大的 上去不怕被人用竹竿捅下来 您说的 我也有竹竿啊 还是大竹竿呢 电话里传来一阵笑声 然后语气变得严肃 你可是想好了 航天事业没有绝对把握 意外是说不准的 邻居 我对我的工程师们有充分信心 如果您想来的话 我给您免费怎么样 大佬 邻居 作为一个航天企业的掌舵人 我觉得亲自看一看太空 上去体验一下是很重要的 不仅是我 星远公司所有高管 都要至少去一次 电话另一端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问道 这么多人上去 恐怕H1发射的费用 不是五千万美元 是五千万人民币吧 嗯 啊 这破手机怎么听不清 下次我来今再聊啊大佬 挂了挂了 不多 京城 大佬用怀疑人生地目光 看着桌面上被盘到包疆的进步号模型 只在想一个问题 五千万一次 一发神舟飞船购打二十发 这个荒唐的念头 短暂地出现在脑海中 然后就被他甩了出去 太荒谬了 就算是以最疯狂的速度降低成本 也绝不可能做到如此之低的价格 虽然五千万美元也不可能 但怎么找着一两个亿也是要的 而且再何况 星远是华国企业 只要用人民币支付 政府就不会对数字那么敏感 坦白说和星远合作 还是很不错的 尤其是他们的效率 简直是超乎常理的快 却瞧终极卫星 硬是在三月份就搞定了 三吨重的大卫星 作用是几颗小卫星取代不了的 光是面积巨大的太阳能板 就能提供充沛的电力 可以为向地球传送8K的超清 黑白影像 或者是2K的流畅音视频 登月的时候 任何细节都清清楚楚 绝对不存在被人质疑造假 3月13号的时候 这颗合作共用的卫星 就有两枚助推弃的星远5号甲火箭发射 进入月球转移轨道 将在 预计在3月27日抵达月球轨道 德克萨斯 老马刚回到家 打开推特 就看到了忘不到尽头的新消息 at他的人多得不正常 显然 是那位比他小一轮的林厂长 又整出了什么星火 随便翻了几下 邻居微博的截图就找到了 老马看完 眼睛微眯 居然打算乘坐自己的航天飞机上太空 华国人都这么激进的吗 可仔细想想 似乎也不是很激进 HE已经进行了5次载人太空飞行 还有更多的无人飞行 全部成功没有失败 在航天界 已经足够证明自己的可靠性了 除了惊讶以外 老马还生出了一种向往 和稍微的嫉妒 二代的载人龙飞船 还在开发当中 虽然从NACA 拿到载人许可证书不难 但承接任务 可能还要等一年 他也想上天啊 可龙飞船一次发射的费用很贵 要想先来几次无人飞行 再几次有人飞行的费用 是现在的SpecX承受不起的 再者 对自家飞船载人飞行的可靠性吗 老马平时是自信 但是对载人航天 还是比较小心的 除非龙飞船 飞个七八次稳定下来 不然是不敢的 他发了一条简短的推文 太空属于最有勇气的人 然后又连发三张重型猎鹰 整装待发的图片 还是来看看火箭吧家人们 最近一段时间 SpecX热度又起来了 似乎要重新夺回 最强私人航天企业的宝座 因为重型猎鹰的最大 Leo运力达到了69吨 是世界最强现役火箭 星远公司的星远2号 以45吨将屈居第二 后面的宇宙神V 阿利亚纳5 德尔塔4等火箭运力 都在28吨左右 华国航天局的最强火箭 依然是长征2号F的14吨 不过等长征10号出世 将以Leo运力110吨居世界第一 阿美登月的SLS Block-E火箭 禁地轨道运力也不过95吨 但货运版的Block-2运力达到了140吨 长征10号预计在今年8月左右首飞 重型猎鹰已经确定5月25日首飞 SLS预计12月首飞 但是今年还有两个重量级玩家将登场 星远2号甲和星远3号 第一枚星远2号甲的星级和助推器 已经制造完毕 星级经过了加强处理 以承受助推器的推力 5月份就将分三次飞往穷州组装第一次试射 预计时间是5月29日 而星远2号甲135吨的运力在SLS Block-2发射前 将一直保持第一 后者至少要拖到2019年 而在那之前 2吨Leo运力的星远3号早就飞了 所以 重型猎鹰的世界第一记录只能保持4天 留给重型猎鹰的时间不多了 3月14日 距离星远B级基地80公里 虎山机场动工 虎山机场将为多个飞行俱乐部和跳伞俱乐部 提供飞行场所 并将旁边的大片山谷滑进来 作为飞行区 面积特别大 离市区不算太远 但又能将飞行的噪音降到最小 虎山机场的想法最早来源于邻居B级基地的机场也不小 但是对外城街学员难以管理 第一批50名学员达到飞行小时 就让空域变得难以管理 后续实在是不敢想象 别以为50架飞机很少 3月10日飞行学校新一期学员培训的开始的时候 50名已经能飞得起编队的学员和11名教官 61架飞机组成超大型编队高速通场 即使没有做任何飞行动作 但61架飞机依然组成了一片黑云 给所有人留下了相当大的心理震撼 要知道彩云教练机的驿展是12 2米排成4排的编队最多一型35架 编队的间距保持在50米 最大宽度可是2公里啊 于是向当地政府提议挑一块偏远的地方 修建新机场作为飞行学校 这件事层层上报 然后省里来人了 省里说这样吧 再修大一点 六横四纵 推平一座山弄个超大型机场 但是规格很低 反正起降的都是小飞机 就算是流行高轿机也不过七八吨重 没必要像民航机场那么高要求 8条就铺水泥地的建议跑道给中小型飞机用 喷气的高轿机用两条高标准跑道 五六个月就能搞定 这样的机场可以容纳三四千架小型飞机 开放给全国的飞行俱乐部 借助星远在周围空域的自由性 把这里打造成全国最热闹的飞行场地 省政府对虎山机场出全资 每架飞机按级别每年交点费用就行 星远公司一分不出 还有三成机场收益分红 前两条给螺旋奖用的简易跑道最快四十天就完工 这其中还要包括道路修缮的时间 邻居答应得很痛快 正好有地方摆飞机 石飞和宏都已经交付了220架采云出轿机 现在都在路上等着呢 这样还能免了自己花钱 而空军对这种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视若不见 这片空域反正也没什么保密的 周围雷达又多不怕有什么意外 只是例行派几个人进驻而已 而国内诸多飞行爱好者随即就看到了蜀川政府发布的通知 在地图上标出了虎山机场以及周围一大片可以三千米以下无管制的空域 瞬间激动起来 当即就有一大批飞行俱乐部准备搬迁 这些俱乐部可能只有一到三四架飞机 还有更多人有了搬到熔城的想法 一架轻型小飞机在国内多半是自制或者购买国外套件 因为没有量产都挺贵便宜的十多万贵的三十多万 能飞得起的人放大到全国是相当不少 对于他们来说飞行升空才是最麻烦的 而现在居然有一块无管制区域 那岂不是就轻松了许多 蜀川政府也是相当开心 未来虎山机场少说三千架飞机 这样养活多少改装厂有多少人愿意来飞 岂不是又有一个旅游亮点 建虎山机场根本花不到什么钱 地皮就那地方就是白用 机场标准也简单 轻型飞机就是一块平整的空地都能起降 铺一层水泥就完事 高标号的也高不到哪去 而且只有一小片区域 反而预算里将修建虎山机场的15公里路 花钱挺多 但也还好 在省领导们不断的努力下 蜀川的航空航天产业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兴盛起来 以后就是工业大省了 3月28日 由航发委组织的航天交流会再次在京城开幕 前一天 雀桥中继卫星入轨 这颗卫星星远承接了动力部分 给它安装上了一台性能相当不错的 EN大推力霍尔推进器 使之能够在消耗极少燃料的情况下 减速进入轨道 而且可以自行调整轨道 非常好用 抵达的第一天 它就传回了月表的超高清影像 航发委从中选了一张最好看的 作为本次大会的宣传与背景图片 这一次 星远公司没有再派重量级人物来了 讲的PPT和之前差不多 NAP依旧保密 所以 风头全在航天局上 尤其是医院的长征10号 以及六院的YF130 长征10号 不管怎么说 都是近地轨道100多吨 起飞推力超过5000吨的巨型火箭 哪怕利用了部分成熟技术 依然有许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医院在春节前就完成了总体设计 7月份第一枚火箭出厂 8月27日之前进行首飞 六院的涡轮泵和燃气发生器 连是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但并非致命 所以 4月的样机照样生产 一旦是车成功马上量产 这个效率 相比过去快了10倍 真不夸张 花小钱办大事 是建立在进度时间长的基础上的 现在是花大钱办大事 资金前所未有的充裕 科研团队也是相当的给力 只是在交流会结束的时候 4月1日于人节 一个消息从穷州发射场传来 新远发射场将对两个发射工位 进行小幅度改造 使之能够容纳最大直径18米的火箭 另外穷州几个发射工位 也进行了小调整 主要是作业方面的 已经早就宣传的 新远2号假要准备发射了 三个6米直径的星级并连 最大长度18米 但并不需要建新的发射塔 文昌发射中心和新远发射中心 都是垂直转运 活动发射平天 能够容纳18米宽度的火箭 只是得斜着在对角线方向上 18米刚好摸到极限 所以 新远2号假发射的时候 得测过45度 人们必须变换角度 才能看到它宽阔的一面 虽然长征10号的禁地轨道运力 已经达到了120吨 但是新远2号的载荷系数很高 回收都有135吨 非常夸张 不过起飞推力还是长征10号第一 虽然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值得夸耀的事 但相比于新远2号假和新远3号 另一样东西会给世人带来更大的震惊 4月3号 五远和新远公司联合制造的天河核心仓出场 在装上1276准备运走的同时 五远专家看到了不远处高大机库 伸出来一个从未见过的超大机头 他们询问那是什么 然后就见新远的航空部负责人一脸淡然地说道 那个啊 我们造了架大飞机来运火箭 太长了 总装必须伸出来一部分才行 没办法130米 确实是有点长啊 5月 也是在同一天 安1250在民航局正式注册 两架飞机编号分别为B4043 B4143 B开头是按照国际标准 民航一切飞机都以B作为开头 四代表是军机 在空军挂号 零和一代表安1250的第一架和第二架 43则代表注册日期4月3号 如果是作为普通民用机的话 安1250体格和运输类型申请太麻烦 所以直接动用关系注册为军机 起降和管理单独分开轻松许多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 按1250的具体数据和尺寸 才小幅度在华国科研界传开来 驿站136米 长度130米 起飞重量1250吨 这么夸张的数据被大多数人直接认为是谣言 4月15日 星远公司对外发布公告 4月16日到4月20日 周边空域禁止飞行 飞行学校 停 商业飞行 停 当地公安配合军队 保证周围空域绝对进空 同时在前一周 星远向多个单位发出邀请 4月19日来观看他们的新机型首飞 包括省 是领导 航天局大佬 上级 各航天院所的老熟人 以及参与了安1250零件制造的部分企业 通知的过程中 安1250的具体性能数据也同时送了出去 许多配套企业这才知道自己参与了一项多牛的航空项目 而一众上级和领导们也才明白 星远公司不声不响 居然在航空界也投下一个重磅炸弹 你们可是航天企业啊 这么夸解真的好吗 与此同时 华国的各飞机设计所也突然接到上级通知 让他们去星远公司看新飞机试飞 众设计所起初摸不着头脑 然后一看安1250的数据就抹了 长安 严良 陶长红领导设计小组 刚刚完成了运游20的基础设计 运20早就基础定型 接下来就是要以它为飞行试验平台 衍生出多种机型 运20载重66吨 最大起飞重量220吨 已经成为旧机安225 C5 安124 安22 C17之后的D6大运输机 基本满足了当前需要很不错了 这天突然收到命令 说星远宇航动力公司 那个航天企业为运输航天器 造了一架运输机 首飞还邀请了很多人 上级决定让每个飞机设计所 也去几个人 陶长红很是疑惑 星远公司他不陌生 当初星远还租用一架1276改装 用来运航天器 怎么还自己造 一个航天企业 跨航最多造的小型运输机吧 上级让自己去干嘛 然后 他拿到了星远分享的小运输机数据 安1250 由安德罗夫设计最大起飞重量 1250吨 驿站136米 长度130米 8台330KN的XW-30发动机推动 第一时间他想的是 这不是不是谁开的玩笑 不说别的 就这个330KN发动机 这么强大的发动机 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 无声无息就冒出来了 涡扇20推力也不过160KN XW-30这是要一台顶两台啊 他所知道的 星远拥有的最大推力发动机 还是150KN的XW-10 这差距也太大了吧 在反复向上级确认过后 他才意识到 这真不是玩笑 安1250是一架起飞重量达到 安225两倍的巨型运输机 这玩意是怎么造出来的 陶长红盯着这些参数 想象了好半天 也不明白 这个超级巨物 是怎么不声不响出现的 而在他疑惑的时候 杨伟也在疑惑 4月16日 安1250地面滑行试验 杨伟 本地军区领导都在场 以及部分供应 安1250配件的企业 鼠相集团就是承接了 安1250专用轮胎的研发任务 并接受星远工程师技术指导生产轮胎的企业 是鼠川本地有名的轮胎企业 属于五粮业集团旗下 来的人是分管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说实话 这批轮胎要的不多 单价虽然不低 但总额并不突出 完全是看在星远集团的面子上来的 负责人当初接手这个项目时 就很惊讶 不知道是什么工况 才会用得上这么高标准 还需要进行技术难度攻关的轮胎 现在算是明白了 当安1250 当时缓缓被两台串联的拖车 从总装机库拖到跑道上时 所有人都被这架史无前例的巨型飞机 所震惊136米的驿展什么概念 幸好星远当初弄得地皮够大 机场还考虑了扩建 所以很空旷 但这一架飞机出现在机场上 给人的观感 就好像是一艘巨轮在陆地上移动 由于130米机体太长 拖车为了让飞机转弯 不得不绕一个大圈 也正好让所有人看个真切 正前方两排六个机轮 竹起落架一边13个理论密密麻麻 而且使用的还是最大号的定制轮胎 但在27米高的机体面前 还是显得分外小巧 现在是上午10点 太阳已经升起 但在安1250所处的地方 直接形成一大片阴影 庞大机体造成的视觉冲击 会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幻世 鼠相集团的负责人 已经完全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好半天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归而 这么大的飞机 怪不得轮胎使用寿命只有90次 这么大的飞机 确实只有这种定制的专用轮胎扛得住了 由于空重就达到了390吨 安1250的准备过程也是漫长的 但杨维丝毫没有不耐烦 他的疑问太多太多了 他直接问航空部的王巡 这架飞机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研发的 王巡 不太清楚 去年吧 发动机跟飞机是同时立向的 杨维满脸不可置信 伸出一根手指 一年 一年时间你们从 力 向 道 制 造 这么大的飞机 就算是设计也要一年吧 还有33吨级航空发动机 这些项目最少四五年 光是试车就要一年 接着他还指着安1250那单测 就近60米的驿站 这么大的机翼 不做疲劳测试 不做恶劣机矿下的承受能力测试 就算是机翼除兵管路的开发 也要七八个月吧 研发过程再怎么缩减 试验是绝对不能减的吧 难道你们都不进行各种测试 直接就安上飞了 王巡星道你猜的真准 安1250研发制造过程中 确实没经过什么试验过程 就是造好了 安上就完了 为什么 因为研发过程中 邻居提前把所有设计参数 以及工作条件写进系统研究院 系统研究院的任务 只要资金加速是一定成功的 所以只要按照获得的技术成果生产 根本就不需要验证 但这肯定不能跟杨维说 王巡想了想 我们用了超级计算机模拟测试 而且试验太费时间了 飞起来测试也是一样的 而且 这两架飞机的单机造价达到了50亿 全部应用了超过标准的材料和工艺 不会有问题的 况且 这架飞机是安德罗夫总是设计的 他是个天才 而且据说 跟安东诺夫家族有血缘关系 你看 安1250的布局 和安225都是差不多的 杨维 这是什么鬼理由 什么叫和安东诺夫家族有血缘关系 就能造大飞机 那天下不早乱了套了 单说华国就得有多少人能当皇帝 不过他也看出 王巡有些逃避话题 也没有再追问下去 但星远公司成立以来 在技术上的惊人表现确实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几乎没有失败 研发团队紧密合作 老板对手下百分百放心经费随便批 也确实没哪个地方能做到这样 单说这个王巡他也知道 以前是在实飞改运武的 结果到了星远 就成了安1250的副总设计师 这差距怕是有点夸张 跑道上 通体式复合材料绿色底色的安1250 终于调整到了起飞位置 准备进行地面滑跑 地面滑跑 其实就是进行模拟起飞 除了在最后不拉起 减速刹车以外 和起飞程序是一样的 也是对飞机性能的实际检验 安1250的试飞员 星远从军队招募的两名转业飞行员 他们之前是飞1276的 转业后开始作为航天员训练 和飞行学校教官 然后上个月突然接到通知 问他们愿不愿意当试飞员 两人都选择同意 然后就开始学习 自己将试飞的飞机参数 可直到上了飞机 还是不敢相信自己 是开这么大的飞机 由于机体太高 安1250的驾驶室又在最上方 他们上飞机 只有还得坐内部电梯 爬备用的登机梯 能累死人 坐在这台超级巨瘦的眼睛里 两名飞行员的视野都不是很好 必须依靠机舱内部多个显示屏 通过周身的摄像头 观察地面情况 这么大的飞机 本来按理说至少四五个乘组 但由于采用了改版的 SC09智能控制系统 简化了绝大部分操作 最少一个人也能驾驶 甚至自动飞行都可以 不过 为了避免太惊世骇俗 还是配备了飞行员 塔台通知 让全机自检并发动机开车 两名试飞员 快速在机舱内打开各种开关 拉上刹车 然后等待漫长的自检过程 而在地面上的人们看来 安1250周身的信号灯 一个个亮起 不时闪烁 然后八台XW30发动机 开始逐个开机试运转 当所有发动机启动 即使是以很小的功率 尖锐的轰鸣声 还是让整个机场都充满了噪音 所有人都不得不戴上耳机 而在塔台里 安德罗夫看向安1250的眼神中 满是自豪 安1250的油箱非常夸张 如果加注满能够达到700吨 需要140辆加油车 加注三天三夜才行 到时候 自身重量就有1090吨 如果是满油空载 XW3发动机启动时 每小时消耗约3 25吨燃油 起飞后巡航消耗2 4吨 可以关掉四台发动机 以一半推力飞行 那么可以在空中停留57个小时 以84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 航程可达800公里 这是什么概念 赤道周长是4万公里 多出来的零头7800公里 差不多就是一次跨洋航线的距离 也就是说 从星远起飞 安1250空载满油时 可以不停机飞到南洋 绕着赤道飞过太平洋 飞过美洲 飞过大西洋 飞过非洲 飞过中亚 最后再回到星远机场 这是首架 可以不停机步空中加油 仅凭自己 就能绕地球飞行一圈的奇迹飞机 而在平时 飞行远到穷州的任务中 航程不到2000公里 只需要给安1250加注120吨燃油 就能载着130吨重的H2航天飞机 跑一个来回 但依然需要12小时来加注燃油 所以 任何一个航空人都将明白 这将是人类航空业史无前例的进步 4月19日 上午10点 B级基地机场 来自114个 为安1250重要部件供货的配套企业 派出的207名代表 陕飞 西飞 哈飞 陈飞等中航工业旗下重设计院的代表 航天局 航法委高层 省政府 中央上级等400多人聚集在跑道的一边 上级领导本来是按照日程去荣城例行视察的 听说星远那架超越世界的超级运输机将在今天试飞 还特意邀请他 干脆就赶来了 他的周围 拱卫着一大群省市领导 还有星远的高层 为他介绍这架飞机所代表的意义 上级领导一百首 你们说的技术参数 我可能听不太懂 但是这么大的飞机 比我看到的运20大的多 这架飞机往那里一摆 就跟一座小山一样 哪怕是外行都知道这是驾了不起的飞机了 安德罗夫总是 你是华国籍 这架飞机也在华国制造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架华国产大飞机 并且以后还能继续生产 对吗 安德罗夫 的祖父是达达人 我也是达达人 以前在蒙古 后来把我送进了莫斯科 严格说来 我还记得我的姓氏是博尔之金 现在我觉得我是华国人 这架飞机全产业链 从螺丝到发动机叶片 除了我以外 全部是华国工程师设计制造的 他们没有其他国家的印记 王巡 我负责了这架飞机机翼精翼 副翼等活动舰的设计与监督制造 航空发动机也是航发部 在我们的XW系列上衍生开发而来 八台发动机均为星远工厂完全自产 上级 推力33吨的发动机 是我们军队正在研制的最强发动机的两倍 你们解决了这个心脏病问题 这很好 邻居这时候凑上前来 让两个工程师抬来一张硬板 上面是铺好的宣纸和墨水 这架飞机我们已经命名为云鹏 我们希望您能为它提名 然后邻居就拿到了上级亲自书写的云鹏两个大字 这两个字将被踏印放大 以后将作为安1250的飞行涂装 现在的安1250仅仅是刷了一层简单的亮白色底漆 以及机头下方硕大的编号B4043 安1250早在凌晨3点就被拉了出来 本次试飞仅仅灌注了50吨燃油 飞一小会儿就得下来 趁着离预定的试飞时间还有半个小时 上级还在问更多问题 这么大的飞机机翼是什么材料 会不会有强度问题 王寻 安1250的机翼是高强度复合材料 但主要材料还是铝合金 我们在它的骨架里植入了特殊纤维 内部灌满燃油后还要多承受500吨左右的重量 但强度是完全富裕的 上级 这架飞机 你们造出来花了多少钱 准备造几架 邻居 算上研发费用 每一架安1250差不多需要48亿元左右 如果生产实价成本会降到35亿 但是没有那么多需求 前联盟为了运输暴风雪号航天飞机 才打算造两架安225 我们也只需要运输大型和超大型火箭 航天器 大型航天飞机的结构件 两架轮换使用 完全够了 上级 也就是说 你们花费100亿 仅仅是为了省去一些时间 凌聚 不是一些时间 今年我们将实行一个计划 的发射频率会非常高 仅仅是重型火箭和巨型火箭 可能就不下十次 靠船运太慢了 来不及 上级 我可以等会儿听听这个计划吗 塔台 云鹏自检完毕 状态良好 可以起飞 可以起飞 4043 保持状态 等待起飞指令完毕 一个工作人员小跑 来到邻居和上级一行人面前 递过通话器 林总 飞机准备好了 由于安逸1250的发动机 已经启动热车 从人群望过去看到的景象 已经被尾流扭曲了 刺耳的轰鸣声 需要大声说话才能盖过去 邻居将通话器转交给上级 后者很意外 但还是接过了通话器 邻居大声说道 领导 这一次我请您为安1250 下达首飞指令 他将带着我们的航天梦想起飞 下一次我还希望您来 最多两年C832就起飞了 那一架就作为您的专机 也由您亲自下令试飞 上级握着通话器的手 环抱在胸前 笑容满面地说道 好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然后才拿起通话器 深吸一口气 朗声说道 允许起飞 话音结束约四五秒钟 引擎的声音明显开始增大 陶长红站在杨维的身旁 声嘶力竭地在后者耳边大喊 妈的 见了鬼了 杨维转过头 同样用尽全力喊道 就算是鬼 那也是个能推磨的好鬼 在接下来 他们还想说些什么 但XW30的引擎声越来越大 人们赶忙带好早就有准备的耳机 加上基地人员上千人 注视着700米外停着的那架巨兽 1250的驾驶舱里 两名试飞员坐得比较开 而且机舱布局也很有意思 是一个横过来的三字形 将两个驾驶员半包围起来 各种开关环绕 像是在驾驶宇宙飞船一样 实际上的感觉也确实如此 坐在27米的高度看跑道 会感觉跑道还没有机体宽 地上的景物 好像都等比例缩小了一样 天然就有一种俯视感 塔台 请报告金翼是否放下 金翼已放下 目测状态良好 完毕 塔台确认了 安1250的状态非常正常 两名试飞员这才敢继续操作 与一般的运输机不同 安1250的隔音非常好 如果机体太重 飞行姿态会相当平稳 所以很可能机翼发生了状况 飞行员都一无所知 需要传感器和地面辅助 得到明确的指令 机长01继续增大油门推力 同时松开机轮刹车 原本在机翼上方推力形成的扭矩作用下 机头下沉前起落架液压减震下压的机体 瞬间松开束缚 随即向后微抬机头 然后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高昂 像是挣脱缰绳的骏马一般 向前跃出 站在最前排微眯眼睛的大佬 稍稍拉开耳罩露出一点缝隙 响彻天际的轰鸣 立刻让他浑身发抖一个机灵 条件反射地将耳罩扣了回去 安逸1250以440吨的质量在地面开始滑行 人们只感觉腿也随之一重 仿佛和地面一起承受了重压 安逸1250的驾驶舱里 机长手动将油门推到了最底 八台发动机合计爆发出264吨的推力 直接扰乱了整个机场的上空 飞机的加速比想象中的快 现在的安逸1250空仔且少油 推重比达到了0 六 早期的战斗机也就这个水平 数量众多的机轮 也使平均地面压强并不夸张 所以安逸1250实际上是个 行动起来身轻如燕的超级胖子 在上级的眼中 高大的安逸1250 不管是长度还是高度 都超过了他见过的7000多吨的军舰 更何况还有夸张的驿展 此刻就仿佛是一艘战舰 在跑道上快速滑行 仅仅是不到10秒钟 就掠过了众人 当安逸1250 从他们面前的跑道掠过时 已经加速到了200公里每小时 如果是一辆小轿车 可能一下就过去了 但对于长度130米的安逸1250来说 硬是在他们的视线中 停留了整整三秒钟 有那么一会儿 占据了所见到的完全视野 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列火车 200多公里的时速 放在他身上 一点都不显得快 巨大的体积 让人觉得他的速度 连100公里都没有 但是安逸1250卷起的气流 马上告诉他们这是错觉 巨大机头硬生生 在空气中撞开了一条通道 飞机经过后 来自周围的空气 立刻涌向机尾后方的低压区 人们感受到了 从背后吹向跑道的飓风 陶长虹几乎是根据风力 就推算出了 安逸1250 巨大到恐怖的机体横截面积 连被风吹的凌乱的外套 都没有整理 只顾着转头看向 速度已经达到290公里每小时 已经开始拉机头的安逸1250 由于静翼下方产生的额外省力 坐在驾驶舱的两名试飞员 一点沉重的感觉都没有 只是轻轻向后拉舵 电船飞控就让负义偏转 前面的6个机轮轻松抬起 在飞机后方的人群看来 巨大的体型 几乎毫无变化的 安逸1250突然向上抬起 此时那宽阔到感觉 能遮盖半个机场的机翼 才显现出来 像是一只大展双翼的海东青 只用了不到4秒钟 安逸1250 就以22度的爬升角完全离开地面 440吨的机体腾空而起 8台330KN发动机喷出的尾流 在此时看上去非常明显 像是在沙地上走过的印记一样 描绘着安逸1250的起飞路线 而在B级基地10多公里外 一群飞行爱好者 原本是来虎山机场 看看实地情况的 突然感觉自己的车窗玻璃 在轻微震动 外面好像有很大的声音 他们摇下车窗的时候 同时降低车速 作为飞友一下听出了 是喷气发动机引擎产生的轰鸣 而且必须是亚音速的客机 或者运输机 声音越来越大 代表着这架喷气机 在向他们所在的方向飞行 于是干脆停下来 下车驻流 因为他们都通过自己的经验 判断出了这是一架相当不小的飞机 可能是运20这样的大型运输机 有人毫不犹豫地拿出相机 提前对准天空 然后他们看到了永生难忘的景象 蔚蓝的天空布满了淡白色的云朵 一条纹状均匀散开 然而此时 一个大到惊人的夸张飞行物 正强行突进云层 巨大的体积 像是有一艘航母在天上 让人忍不住站立 安逸1250太大了 太宽了 引起的紊乱气流太强了 当它升到800米以上高空 开始接触云层的时候 就像是一把刮刀 从女友涂满脱毛高的腿上经过 用庞大机身清空了经过的区域 身后是蔚蓝的天空 手持相机的那位最先反应过来 直接打开录像完整地录制了 安逸1250 从出现到消失在云中的全过程 期间由于飞机太大 甚至有相机的屏幕装不下的感觉 当这架完全陌生的巨兽继续爬高消失 它经过的痕迹依然相当明显 云层出现了一条至少宽度200米 长几公里的长方形空洞 好一会儿 才从震撼中回过神来的几人 赶忙凑到相机旁 将那只怪物经过的画面不停回放 才敢相信自己 真的看到了如此之大的飞机者 是安225吗? 不是 它有8台发动机 整整8台 而且 就算是安225 也比它要小一圈 等等 你们看到它机身的编号没有 是民航局的 我们可以马上去查 网站上肯定有信息 去把电脑拿出来 快去 安逸1250的首飞流程很简单 只是绕着基地飞一圈 然后就飞回来 但由于它的机体实在太大 转弯半径也很夸张 所以 最后的实际情况 是基本贴着星远所管辖的空域边界 绕了一个大圈 有无数人都看到了它 不过 即使是以这么大的转弯半径飞行 但它依然时刻处在人们的视野中 可以毫不费力地观看 上级欣慰而感慨地 看了半圈的飞行 然后看向几个飞机设计所研究员们 所处的区域 他们的表情此刻十分统一 迷茫且震惊 因为根据他们接受的教育体系和工作经历 这么大的玩意儿 怎么可能就轻轻松松成功 可安1250已经完成了一整圈的飞行 马上进入降落航线 对准跑道要开始降落了 完全向他们表明 这个项目已经成功了 航天局的大佬脸色也是颇为复杂 把手放在邻居的肩膀上 老实说 星远3号几月飞 6月10号左右吧 7月就开始执行任务 两架安1250至少要飞一个月 才能进行运输任务 时间差不多 所以 你就为了他造安1250 邻居 不止 还有星远2号甲 CBC构型需要三枚星级 安1250肚子里 就能轻松赛下一个 背上用整流罩 可以色两个 一次就运过去了 一耳76要飞三趟 效率哪有这个高 大佬听完叹了口气 背着手转向 已经开始降低高度 准备降落的安1250 声音突然格外显老 长征时候 也要7月发射 我们的计划 不像私人企业那样 可以随便调整 就算是权力动员 也不过半年一发 但太空本就是争分夺秒的事业 其实只是态度不同而已 对于星远来说 太空是它存在的唯一目的 为此可以不择手段 太空是星远存在的唯一目的 是的 或者说 是我存在的唯一目的 其他人没有注意到 最后一句话 是略带苦笑说出来的 安1250下压机头 前机轮只比逐起 落架晚了一点点时间触底 然后8台发动机 同时打开反推 全力刹车 这还是空载 只有440重量 如果要搭载一架 H2航天飞机 或者是星远2号甲的三枚星级舰体 那么重量就接近700吨 每一次降落的时候 都得全力主动减速 由于降落是在2号跑道 安1250 离众人的距离远了些 最后在经过跑道末端的时候 两辆消防车 从两边喷水产生水木 通常而言 飞机会从水木 但安1250巨大的体积 只能使水木稍稍冲过机头 这还是消防员 已经把水枪高度调到极限才能做到的 这架超级巨兽 凭借自己的动力 绕过一个大弯 重新回到1号跑道 从起飞的反向缓缓前进 最后停在了人群面前 众人立刻让开一条通道 上级领导在邻居的陪通下 大步走上前 此时 机头侧边打开了一个舱门 当他们走近的时候 有两名试飞员 刚好从电梯上下来 就站在舱门出镜里 上级和他们两个人分别握手 亲切地问道 这么大的飞机 开起来困不困难 报告首长 安1250 采用了先进的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全机都由电子系统操控 开起来很轻松 而且还具备紧急状况下 AI接管 全自动驾驶的能力 上级点点头 然后就跟着星远的工程师们 先沿着飞机的侧面 往尾部的货舱走 当路过那一列13个G轮的 主起落架时 上级也忍不住摸了摸坚硬的轮胎 这个轮胎 也一定很贵吧 属相公司的负责人 连忙挤了上来 按1250所需要的轮胎标准非常高 是我们联合星远公司 开发新技术 组建新团队才生产出来的 生产成本并不算太高 但是光研发投入 就达到了一个多亿 突破了多项新技术 上级 很好 这一架飞机的轮胎 就带动了一个企业的重大项目 整架飞机就能牵起 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升级 接着 一行人来到了货舱 分左右和下方的舱门已经开启 露出犹如深渊的高大货舱 仅仅是离地高度 就有近三米 当十几个人沿着尾门走进去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按1250的货舱宽度7 5米 高度6 9米 宽敞到可以并排停下两辆重卡 而且长度也达到了恐怖的100米 一行人在货舱里走了好久才 走到驾驶舱的位置 一名身穿便服 但藏不住风锐气息的中年人 摸了摸货舱的内壁 感慨地说道 这个飞机 两辆99A主战坦克并排停着 可以放下足足6辆 高原前线废字就是两个牌啊 要是运人 改一改装上一个旅七八千人都没问题 说着 他把目光看向同样在四处摸摸的陶长红 后者假装没看见 转过了头 运20最大载重66吨 刚好能塞下一辆99A 安1250 这不是一个至少顶6架运20 但如果对军方说 让他们拿6架运20换一架安1250 他们绝对同意 因为战略空运能力 不是多几架飞机凑一起就算的 一次投放的能力才算 况且一架运20采购价也要8亿了 6架48亿 和一架安1250价格差不多 明显是后者更好 摆个两三架就让人放心 而且这种有架无事的超级飞机 竟然是国产的 中年人此刻内心是汹涌澎湃 已经在想 最需要空运能力的西部军区 要买几架放在哪里了 上驾驶舱就没几个人了 除了上级和其他领导不超过6个人 乘坐电梯上驾驶舱的经历 也让他们嘖嘖称奇 而且连同新远的四五个人进入驾驶舱 竟然一点都不拥挤 上级还坐上了驾驶位 和S109进行了语音互动 眼中的惊喜怎么也藏不住 以后的C832和C822 也会配备这种智能驾驶系统吗? 邻居? 会的 我们的S109智能驾驶系统 原本是为航天飞机开发的 后来简化衍生出了飞行版本 它非常可靠 而且也能缓解驾驶员飞行过程中的疲劳问题 很注重人机交互 中午 上级推迟了自己的行程 就在星远公司的食堂吃了午饭 同时观察着B级基地的员工们工作时的状态 他发现这里虽然异常忙碌 但氛围还是很轻松 部门上下级也不是精卫分明 可能是邻居带头的原因 所有管理层与最普通员工都在食堂用餐 长期下来早就习惯了 吃过午饭 上级和航天局大佬 以其他一些人在小会议室 看到了安德罗夫规划的前进空间站 上级动容了 大佬傻眼了 其他人也是惊诧莫名 这可是运行时预计质量达到2000吨的空间站 还是离心式的 安德罗夫 今年我们将发射两个核心舱 然后把六个浮条舱发射上去 并由H2大型航天飞机安装 通过在外部固定碾架提高强度 然后继续发射成员舱 至于六个服务舱和六个成员舱 可能要持续到明年才能发射完毕 前进号空间站也会在2018米那之前 投入试运行 大佬 这么多东西 至少要发射二三十次重型或者巨型火箭了 灵具 安德罗夫继续补充 人体能正常生活的旋转最大角速度也不过二圈每分钟 所以前进号仅仅是一个开始 或者说验证型 未来的离心式空间站要提供0 6G左右的重力 旋转速度降到1 5转每分钟 半径约在240米左右 这样才能支撑数年的太空生活 为进入深空做准备 跟随大佬一起来的舌院士思考了半天 听了安德罗夫的话之后 思路马上被打开 你们已经在计划深空航行了 安德罗夫点头 火星旅行如果用上核热发动机 可以将来回缩短到4个月到6个月 但如果再远些 木星 土星 甚至是到科医博代 乃至于星际旅行 在没有以引力为原理 直接作用的重力装置或者压光速飞船的前提下 离心式空间站是我们唯一保持重力的手段 当然 这些离现在还很远 但早做准备是很有必要的 况且前进号还可以作为太空港口的雏形 为人类提供画世代的常驻型太空港 使航天员不再需要每天长时间锻炼 保证身体机能节省出来的时间对于太空来说很宝贵 深空航行或许对于地球上的其他人来说是只是一个设想 就算是看推到下个世纪都没问题 但邻居相信系统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难 载人航天到载人登月的跨度就已经不小了 要是之后直接来一个建设木星科考站 那才真是傻眼 小房间内的人们哑然 他们相信在这里听到的就是整个星元宇航未来的方向 但也因此更加无言 至少从现在看来 心思不在大转特转上的奇葩资本家邻居 和这些过分聪明的工程师目光早就越过了大地 虽然还站在他们面前 但思想已经抵达星海了 他们仍不知道这些疯狂的家伙目的所在 或许真的只是为了星辰大海 但也是因此才显得更加震撼 上集开来的小玩笑 打破了沉默 小林厂长就是当代的万户吗 万户是个古人 但对天空的向往 就让他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坐在椅子上飞天 只是科学技术让椅子更安全了而已 而且 你过不久还要亲自上太空看一看 说实话 我也很想从太空俯瞰大地 在四百公里的高度 对脚底下的星球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只是林厂长有能力将其变为现实 航天局的几人也赞同的鼓掌起来 对啊 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捉遍 我们只能捉憋了 但还是要有人去揽月的 国深 我们一直认为太空企业的领导人 不知道太空是什么样子 是一种巨大的失败 所以从老板开始 每一个高管都会在几年内 完成一次太空飞行 上级的目光从众人脸上扫过 最后站起来速声报 星元宇航动力公司 有梦想 有技术 有实力 有信念 要是全国的企业都这样就好了 你们说的也很有道理 航天人连地球和宇宙 都没有看过算什么航天 大佬和舌院士 互相对视一眼 觉得有大事要发生 但上级没有再说下去 基辅西郊 安东诺夫航空科学技 数联合体 安德烈 西德尼科夫 站在冰雪覆盖的机库里 仰头望着一架残缺的飞机 这是安225的二号机 但建造只开了的头就被终止 之后 不管是联盟分家后的老大 还是老二 都没有能力将它继续完成 就这么一直放在这里 当然 最大的问题不是技术 而是资金 二毛太窘迫了 而且 安225的后续建造过程 可能还需要大毛的一些配套工厂支持 所以很难谈拢 安东诺夫设计局 很想将这架二号机完成 但一直遭遇很大困难 安225一号机 被改装去执行各种运输任务 来补贴设计局 这点钱 对于完成二号机 还是差得太远了 作为生产部负责人 安德烈长官的厂房生产能力低得可怜 谁能想到 这个生产联合体在联盟时期的辉煌 安德烈 安德烈 快看看这个 世界第一大飞机 你是红菜汤里加了福特加玛瓦西里 世界第一大飞机 马上就好返回这里整备了 在冰天雪地里 一路跑过来的瓦西里 全身冒着热气 一边喘气 同时把手机递了过去 契单 契单人造了一架超越安225的大飞机 安德烈怀疑的瞥了眼手机 上面正在播放一小段视频 是一架大飞机 从头顶飞过的镜头 背景似乎是在山区 一看一行他就知道 是安225 H型的尾翼 可是梦幻的标志 瓦西里 你是真的昏了头 这就是我们的安225 看看这个异形 你连自家的飞机都认不清楚了吗 安225又不是没去过华国 这些视频到处都是 您应该数一数发动机 它有八台 那不是安225 安德烈再次低头 这一下他看仔细了 好像确实不是安225 视频稍微有些模糊 但八台发动机 还是看得出来的 而且这架飞机的机身 与机翼比例 也有所不同 而且连涂装都没有 只是纯粹的白色 和红色注册号 但他还是不敢相信 因为现在是2016年 大家都知道 视频是可以P的 瓦西里切换手机页面 打开了民航局的网站 输入编号B4043搜索 然后跳出来一条 没有照片的信息 点进去 他们看到了安1250的基本参数 这架飞机 是星元宇航动力公司造的 安1250的总师是安德罗夫 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已经由他们的官方渠道发布 据说是为了运输大型航天器 和火箭零部件建造 安德烈盯了手机一会儿 又去油管上搜索 发现了好几段 安1250飞行的视频 在那一天 除了碰巧路过的飞友 用相机录下了最清晰的画面 还有很多人用各种手机拍摄了 安1250低空是非的照片和视频 随之发到了网上 根据注册号 安1250的基本信息也公开了 最后星远官威更是 直接发布了完成的是非视频 向世界宣告了 安1250巨型运输机的诞生同时 邻居更是发文表示 安1250的二号机 B4143号机 将在不久后 进行全球首次绕北纬 30度不间断环球航行 十名乘组 包含三个机组 和四名工程师 将会乘坐B4143号机 灌满燃油后 从星远机场起飞 直线向东飞行 跨过太平洋 岛国南部 夏威夷 阿美 大西洋 中亚 路西亚 最后从华国西北方入境 抵达星远机场降落 航线并不是完全的圆形 全程预计42000公里 飞行48个小时 消耗约650吨航空煤油 剩余50吨左右燃油 之所以不飞赤道航线是做不到 高空飞行的距离 比赤道周长更长 而且需要在赤道加油起飞整备 想要在星远起飞再返回 需要在飞行后半段质量减轻的时候 开启的发动机 要比四台更少 只用三台甚至两台 估计 所以才能勉强完成一次赤道环球飞行 当然 这些前提都是完全不进行空中加油 以前有一架路西亚的安124 完成了总航程5万公里的环球飞行 用了72小时 但那是经过了好几次空中加油完成的 不算数 赤道环球航行就交给以后再挑战 但即使是绕北纬30度线飞一圈 也是相当夸张了 这可是全程依靠自己的燃油支撑 世界上没有哪架有人驾驶飞机做得到 况且北纬30度线附近有很多国家 在赤道上飞 只能给原始部落的土著看 哪有让人拍照吸引目光有意思 当然 随之而来的就是 各界对于安1250的巨大关注 以及创造了奇迹的星远公司的关注 CCAV4 房屋新观察 主持人 欢迎收看今天的房屋新观察节目 我是李李 另一段的沙发上 今日特邀的嘉宾张局作也面向镜头打招呼 大家好 主持人好 我是张局作 主持人 张局作 前两天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有我国民营企业独立研制的 超大型巨型运输机首飞成功 很多网友都很兴奋 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呢 局作 这个运输机呢 全称叫安1250 设计师呢 是一个达达人安德罗夫 当然 现在是我们华国人了 他们设计的 这架飞机很大 长度和驿展都达到了安225 前世界最大运输机的1 5倍 起飞重量更是翻了一番 达到1250吨 这在整个人类的航空史上 都是惊人的 主持人 这么大的飞机 是拿来干什么用的呢 局作 飞机肯定是拿来运货的 而新元宇航动力公司 我们知道它是 航天企业 据他们说呢 这架飞机是来运火箭和航天器的 就比如 我们之前就看到 H1航天飞机 比如英雄机团结号 就是一二七十六运的 还有像新元二号火箭等等 都是用飞机运 网上的图也不少 主持人 所以他们将会用安1250来运输 比这些重型火箭更加庞大的火箭 并专门为此夸航造了两架飞机 局作 航空与航天是不分家的 就比如阿美的几个航空巨头 波音 洛克马丁 还有洛克达音等等 他们最著名的 当然是各种飞机 但其实美军的导弹 也是他们承包的 所以说 航空航天之间交集很深 其实不算跨界 主持人 在安1250出来之前 我国最大的飞机 是自主研制的运20运输机 载重量达到了66吨 那么安1250的载重量 达到了运20的6倍 这是否意味着 军方也很需要这样的运输机呢 局作 语气开始含糊不清 需不需要是看需求的 在这里讲 运力自然是越大越好 主持人 按照已经公布的数据 安1250的长度和宽度都非常大 那么是不是绝大部分机场 都无法起降它呢 局作 逐渐认真 这个问题其实不存在 绝大多数大型机场 都可以起降安1250 只是说 调动上存在一些问题而已 再宽也只有一百多米 能起降安225 基本上起降安1250 就是没问题的 主持人 那么是不是说 安1250 其实应用范围非常广阔 局作 是的 很多有实现要求 却受限于体积和重量 无法进行空运的物品 都可以借用安1250进行运输 而一般像这种用户 根本不会在意一点点运费 比如一些重型工程机械等等 呵呵 对于华国人来说 安1250造成的冲击 丝毫不亚于2011年首飞的歼20 尤其是航空爱好者中 无数人从蹲611所是飞机场 变成了蹲臂及基地的机场 甚至不用蹲 歼20飞上天 几下就看不见了 安1250这么大块头 又不是战斗机不飞高空 隔得老远那个稍微好点的正经摄像机 就能拍得清清楚楚 在4043号机完成首飞后的一周 4143号机也完成了首飞 然后两架飞机有事没事就出来飞几圈 这段时间 整个新远市都能看到空地上站着的人群 不时就能听到八台XW-30引擎的轰鸣 当初拍摄了安1250最清晰画面的飞友 将其上传到 那一论坛时 还被许多人嘲笑是屁的视频 指出了许多地方有明显破绽结果等官方验证 这个帖子 直接一夜之间多出了上万楼 安1250成为国内航空板块新的处 不仅是国内 国外更多的航空爱好者也是十分兴奋 这些主又不差钱 连夜买飞机票来拍摄素材 况且 不少人可是拿着钱来的 更是仔仔细细的拍摄 对于这架刷新世界纪录 超越安225亿倍的超级运输机 各大航空公司都表达了强烈的关注和震撼 新元宇航动力 听听你的名字 你是太空企业 不是航空企业 不能跨航竞争啊 安1250单从商品竞争性上 当然对波音 空客毫无影响 但是它代表了 新元在航空方面 也有着相当可怕的技术实力 那巨大的一辆波音的工程师 只是看了一眼 就不断摇头 连说不可能 那样大的部件传统方法 只有万吨断机断造 或者真空电子数焊接 才能承受如此强度 而且难度极高 光是加工这个一辆少说 就要三个月 麻烦还特别多 他哪里知道 新元基地的3D打印框架技术 这个加工工艺 也只有国内一小部分知道 3D打印航空气机体 国内可不陌生 2006年 程飞就应用了3D打印技术 制造歼20的主要框架 强度完全合格 效率更是远超传统断压制造 所以虽然新元的3D打印技术很离谱 但至少他们能接受 更震撼的是 通用电器 普惠 啰啰等发动机生产商 他们看到XW30的简略数据后 完全不明白 这么一款大推力发动机 是怎样快速出现并成熟的 仿制都不可能 虽然通用电器和啰啰都有推力接近的型号 但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绝不会是泄密被仿制 航发这玩意 当年联盟的156圆滑工程 老师技术资料专家全给 手把手交都是困难重重 绝不是一点资料泄露就能仿出来的 按1250就像一个谜团 看上去全是问题 可是深究的话 又不清楚问题在哪里 毕竟实物都在 新远还在去年航展推出过XW9 XW10两款发动机 也不能说凭空冒出来 但是 但是 就跟国内的几个飞机设计所一样 全是但是 就是不理解 不过他们不理解 普通民众则不用理解 现在人们对大飞机的好奇 远大于噪音带来的困扰 不少人是携全家老小组团来看飞机 各地的摄影爱好者 航空爱好者 情报爱好者 都聚集在周边 新远市的旅游经济发展 又上一层楼 蜀川省的领导也是 拐着万一考察名义 没事就来新远市周边转啊转 特别喜欢看安1250 这可是全世界最大 最重的飞机 绝大多数配套企业都在蜀川 也正是在安1250正式首飞的那一天 许多企业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居然参与了这一牛逼的项目 于是蜀川很多街边印刷店 突然多了类似的业务 就是定制安1250巨型运输机零部件 合作供应单位的招牌 挂在厂子最显眼的地方 可敬宣传 这跟军机不同 安1250是纯粹的民用项目 不涉及任何保密问题 可以随便宣传 而对安1250迟疑态度的 就是全世界的飞机设计制造商了 二毛的安东诺夫航空科学技术联合体 据称在准备材料 要起诉安1250对安225的侵权问题 虽然安1250看起来确实就是安225的放大版 但任何一个航空人都知道 这玩意哪是山寨出来的 顶多算是参考而已 空气动力学是一门全靠吹的学科 气动外形方面绝对不存在侵权一说 因为根本没法超 只能说选择的技术路线相同 安东诺夫设计局其实也心知肚明 只是想讹一讹心愿 顺便蹭蹭热度 想吸引目光完成安225的二号机 心愿可不是基辅 背靠全球第一工业国拥有全套产业链 只要他们想安1250可以造1000架都没问题 绝不存在唯一一说 可以使劲用 随便用 废了换新的就行 不像安225那么小心翼翼 所以安东诺夫设计局对安德罗夫这个俄语理 与康斯坦丁诺为奇 安东诺夫同名的家伙很是羡慕 能有这样一个地方发挥自己的才能 国内科学界也做出了巨大反应 安德罗夫以及安1250项目组的几个副总师 直接被内定今年的科技进步奖 虽然是在体制外 但也有评为工程院院士的倾向 毕竟 安1250潜在的用途太大了 即使邻居透露的成本就接近50亿元 但是在高原等道路不变的地区 人们就明白空运恐怕比陆运的时效 甚至经济效益更高 而安1250机舱360吨 机杯再重500吨的指标 还能快速运抵 在军事上就相当重要 国内很多地方同样也有需求 比如电网 工程抢险等部门 所以虽然安1250并非为了商业而生 但刚刚露面就迎来了相当多的订单 女票病了 每天分出来码字的时间都少了一些 累 你们这个飞机 每小时飞行成本多少 单飞机的话 15万左右吧 这么便宜 先来一架 这一幕发生在星远公司 为安1250巡价的是SF顺丰 民航货运 价格不能单纯的以飞机的油耗来算 民航运输成本是多方面的 第一 油钱 航空没有差不多就要4500元一吨 按1250飞一个小时 最多26吨油 是普通客机货机的5-10倍 假设2000公里飞两个半小时 就是最多29 25万元的费用 第二 机组费用 按四名乘组 平均实行500元 这就是05万元 第三 维护费用 先是在机场停机一次 要收1100左右 然后是计算轮胎损耗与平均检修 飞行一次算5万 这就是5 11万元 第四 起降费用 要给机场差不多交3万 第五 机场的服务费用 机组和地勤使用要给钱 引导车要给钱 除兵服务等等 起降一次算10万 第六 折旧费用 假设以60亿的价格 出售安1250 用8000次起降收回成本 那就是折旧费75万 第七 航路费用 这个几千 算0 5万 第八 指挥费用 给塔台的 算0 5万 杂七杂八算下来 航司如果运营安1250的成本计算 就是122万元 假设装满货舱360吨 平均每吨3358元 一公斤才3 36元 挺便宜的 前提是装满 而且 其实还可以想办法再便宜一些 比如 6台发动机也能飞的 波音7-200货机常见载重90吨 飞2000公里的成本在48万左右 平均每公斤5 3元 还比安1250贵2块 别小看这2块钱 每公斤的运输单价 可是降低了36 6% 同样是运输360吨货物 假设价格都按10元一公斤算 安1251次飞行 和波音7货机4次飞行 前者的利润能多出70万 利润上升40% 而且 安1250设计 可是机舱塞360吨 机杯还能杯500吨 机杯不放东西 实际上 油耗还可以降低一些 飞起来后 可以只开4台或者6台发动机 节约燃油 只要安1251次性货舱塞 超过245吨货物 就能在经济性上超越波音7 但这是顺风 以他们的庞大快递网络 得到安1250之后 就能接更多大件 凑足360吨载荷 还是不难的 买一架专飞繁忙 且机场标准高的航线 有大型机场作为依靠 的确比老旧的波音7更省事 更何况 有这么大一架飞机 刷上顺风的涂装 可是一见既长面子 又长骨架的好事 只不过 安1250的使用条件有些苛刻 能协调到的机场 和刚好能在期望的时间 凑满货物的航线都不多 所以 顺风决定先买一架试试 所以 在星远公司 就发生了顺风公司 打算豪制60亿 购买一架安1250的一幕 其实还真不算太贵 换算成美金差不多10亿 波音7一架 也要三个多亿美金 安1250 和三架 波音7哪个更值钱还是有数的 单档货机用绝对划算 而且还能带来一个华国特有buff 国产 你使用的国内快递公司 使用的全华国自产的华国大飞机 给你运件哦 就冲这一点涨一块运费 就问题不大 相信也有很多人愿意支持国产 还有一点 任何东西国产化 都有一个特点 维护保养更便宜 就算是都看在华国企业的份上 他们就都相信 安1250的保修政策 绝对没波音和空客一样霸道 对于这样的买主 星源也没有理由拒绝 更何况60亿是真的赚 安1250算上研发费用 单价才花了25亿 如果生产三架平均成本 就只有20亿左右 等于这一架飞机 就赚回来40亿 把研发成本 和两架飞机的钱全补上了 当然 订单不止这么一架 更多的来自军方 一架安1250有多重要 货舱尺寸的7 5乘以6 9乘以100米 99A坦克55吨 长宽高分别为7 6米 3 50米和2 45米 安1250的货舱 是特别加强过的 塞6辆99A当然不能并排放硬力太集中 但如果是两侧错开分布 还是没问题的 即使这样排开 也不过占用46米长度 330吨重量 货舱还能塞30吨 相当于半个运20 这30吨再掉两辆坦克抢修车 直接就是一次性空运两个坦克牌 而想要运20做这些 需要飞7次 战争的最佳时机 早就错过了 尤其是挨着高原的西部军区 那叫一个馋啊 一架安1250空运的物资 就够用好久了 要是在在背上加装货舱 这个运力不得翻倍 可惜 这样卸货的时效性就太差了 不太方便操作 西部军区强烈要求 至少订购两架 安1250 不管是前线运输 还是平时的物资保障 都大有好处 就算是空投物资 那一次投射的重量 也是吓死人 三哥的C17想都不敢想 其他几个军区 也觉得这是好东西 最少都有一架的意向 首都军区认为 安1250 对战略支援很有用 甚至认为可以要两架 最后各个军区 加起来的意向 竟然有15架之多 不过15架的订单 注定是无法实现的 军方每年采购的 运20产量都才10架 一年也就80亿 要是一年交付三架 安1250 岂不是就要支出180亿 不行不行 军费哪能这么糟啊 一架就贵的不行了 而且这种运输机 涉及到军方的 战略重心调整 一时半会儿是做不了决定的 但邻居相信 至少会有那么一两架订单 对于安1250 这个级别的飞机来说 已经足够了 4月27日 顺丰与星远宇航动力 正式达成协议 以60亿人民币的价格 向顺丰交付一架 安1250货机 少许改动 约定8个月后交付 也就是12月27日 之所以要8个月 是因为星远今年 要搞大动作 年终要折腾太空 没那么多精力放在飞机上面 但8个月交付还是很惊人了 虽然这笔订单 与每年几大航空公司 与波音空客签订的购买合同 几百上千亿比起来差得多 但却创造了单价货机 最高价的记录 并且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顺丰已经开始筹备明年的上市 这架价值60亿元的大飞机 更坐实了国内物流 行业老大的地位 此时他们拥有的货机 已经超过50架 是行业里遥遥领先的王者 投资者的信心大涨 王维也是 非常兴奋 虽然飞机都还没正式开始建造 但已经提前雇人画了张顺丰涂装的 安1250想象图 狠狠细了一波粉丝 并特意强调 自己的行为是支持国产 安1250首次商业运营的全部货物 将附赠一张机组亲笔签名的纪念卡 更是引起了热烈反响 热烈祝贺天舟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4月29日 天舟一号货运飞船搭载长征二号F火箭 有100公斤蔬菜 之所以没用星远系列的火箭 是因为与长征二号F运力相当的星远5号甲 也不算便宜 对外报价1 5E 其实比长征二号F便宜不了多少 长征二号F是常温燃料火箭 价格也就多几千万 还是支持一下自家航天吧 已经在太空里待了近50天的6名航天员 吃到了采摘时间不超过10小时的新鲜蔬菜 狠狠为地面点赞 在天空空间站也是能吃上新鲜蔬菜的 天河核心舱经过了深度改造 有专门的无土培育室 有小白菜 小油菜 茄子 西红柿等等 但这100公斤蔬菜来自地面 品种更多 显然更令航天员们兴奋 下一次返回任务的时候 他们也能准备出大概30公斤的蔬菜带回 可以让地面除了科研以外 浅尝几口真正的太空蔬菜了 这也等不了多久了 首批购买了空间站旅游套餐的富豪 预计5月10号左右就要上天 就是陈伟章和另一个没老板 以及老鬼子稳前则有 他们将在圆云公空间站 也就是XS-62旅游舱待7天后返回 并且将被带着完成一次出舱 他们所使用的舱外航天服是真的一次性 报价5000万 利润率100%也不算高 等他们下去了是可以带回家纪念的 很有意义 5月份还有一次官方发射任务 或者说半官方 嫦娥4号任务 由于星远的插手 准备由星远5号已发射的嫦娥4号总体质量 已经达到了8吨 着陆器必须重新研制 落到月球表面后将放出去两个巡视器 着陆地点在雀桥一个月的密集观测中确定 将在月球背面的缝卡门撞击坑着陆 这将是人类首次让航天器在月球背面着陆并考察 最大的特点是借助了中极卫星进行通信和导航 这才能一探月背的真面目 此次嫦娥4号任务的着陆器重量达到了34吨 搭载了航天局重量150公斤重的玉途2号月球车 以及420公斤重的星远的探索者型机器人 没错是机器人 这个就是探索者 邻居迷茫地看着空白场地上的丑陋机械八足蜘蛛 在当初系统商城开放的时候 他顺手买了月表不足是机器人的技术 然后交给工程师们搞月表探测器 结果就是个大蜘蛛 别的不说这玩意太丑了吧 工程师们向他解释 别看探索者一行长得其实也挺不错的 性能也很好 他最快能在月球上每小时移动3000米 而玉途2号一小时也才200米 探索者一行强太多了 这么快 邻居有些不敢相信 哪怕是在月球的低重力环境下 能做到爬这么快 电池真扛得住 他刚刚已经看过数据 探索者可没有什么黑科技电源 就是很普通的孽氢电池 最长连续活动时间150分钟 就要会着陆器用超大面积的太阳能板阵列充电 或者说自己背上的折叠小太阳能板 2.8吨重的着陆器 除了使用航天局传统的折叠式太阳能板 还额外装了很多块太阳能电池板 准备用探索者搬出来放好 以作为充电源 当然探索者也有核电池 那是一块最大功率 只有可怜的2 同位素电池 以同位素衰变的热量发电 功率只够保证芯片组工作 以及通过热量维持关键部件温度 玉图2号也有 但是功率更低 就5W了 这两型同位素电池 都是航天局提供的 技术都差不多 探索者的 只是放大了一些 凑合用用就行了 阿美将在几年后发射的好奇号 火星探测车 那台45公斤 就能提供140W功率的核电池 才真的让人眼馋 不过星源也快要有了 程南开说 这就是个小玩意 年底之前就能制造出50公斤 提供280W功率的大家伙 效率非常高 已经能满足很多航天器需要了 当然在这之前 探索者还是得想办法节能 工程师 探索者的移动方式有两种 一是爬行 但这是负重或者工作的时候采用 每秒能移动0 3米左右 但非常消耗电能 8条机械腿运转起来40多分钟 就没电了 第二种是节能又快速的赶路模式 以跳跃方式行进 8条机械腿脂需要提供200公斤的弹跳力 就能跳得很高很远 在空中依靠各个方向的机械腿 调整重心安全落地 一次弹跳 制空约1 22秒 前进2 48米 每完成一次弹跳 蓄力到下一次弹跳花费3 2秒 1分钟前进46 5米 1小时前进3000米没问题 电池能撑这么久吗? 在保证30分钟科研任务 以及往返的情况下 240公斤的蓄电池能保证800次左右跳跃 前进约2790米 如果以着陆器为充电站 那么活动范围就不能超过1500米 当然也可以让探索者 用自己的太阳能电池充电 但起码要充100个小时 还得是有太阳的时候 差不多半个月能充满 邻居不住点头 可以了 非常好 探索者机器人 完全超乎了我的想象 探索者机器人 其实在2月就完成了 和航天局交流的时候 对方都很震惊 探索者技术路线的大胆和先进 不过已经被震惊到麻木的航天局 最后 只是根据探索者的性能 给他匹配了任务 比如 也可以帮助玉图2号脱险等等 至于探索者本身的不足技术 在地球上 其实没法测试 只能用模型试验 因为在地球上 420公斤的自重 根本无法被额定总弹跳力 约200公斤的机械腿顶起来 没法试 5月1日当天 嫦娥4号任务正式对外公布 并准备于一周后的5月8日发射 任务标志上是 CASA与ZAP的交叉 显然是说明 这是航发维组织的公司合营项目 同时 探测器中的奇葩 探索者机器人也随之公开 你们这个机器人真是 虽然嫦娥4号项目是两家一起完成的 但沈作舟见到探索者机器人 还是忍不住吐槽 对于航天局来说 嫦娥4号本来应该是嫦娥3号任务的延续 技术层次和任务内容相差不大 但因为心远的插手 进行了魔改 登陆器的质量高达2 8吨 比原定的1 两吨翻了一倍还多 玉图2号也得益于着陆器的质量 从135公斤长到了150公斤 但依然是全世界最小的月球车 就算是420公斤的探索者机器人冒出来 也还是小了 前联盟发射的月球车1号月球车2号的质量 差不多在800公斤 阿美的月球车210公斤 但那是阿波罗任务给宇航员开的 当然 以质量就轻率的判断能力是不正确的 玉图2号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旁边的探索者太黑科技 在月球上用跳跃式行径 还有8条机械腿 探索者的8条机械腿还是有差别的 前面两条是副族 比较灵活搭载了很多设备 后面6条主族主要用来行进或者干重活 前面两条副族和后面6条中间的那一对 族可以用来加持或者运输东西 别看每一对机械腿的最大输出力量 只有50公斤 在只有地球1 6的月球上 这可是300公斤的举重能力 万一遇到外星人 两对族就能抓起两个宇航员逃命 每一条猪族的完全展开长度都有16米 探索者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玩具 所以真的能当再具用就是没地方做只能站着 而且稍微有点颠簸 探索者的姿态系统最少能支持用3条族行动 不过4条族稳定一些 当然也不是没有代价 420公斤的重量里 240公斤都是遍布周身的轻涅电池 科研设备50公斤 剩下130公斤是探索者的身体 平均每条族只有10多公斤 已经做得相当轻了 但是一个探测器差不多60%的重量都给了电池 航天局派出的总师沈作舟是看不惯的 觉得太浪费了 要是让他来 顶多划80公斤给电池 剩下的空间多带点太阳能板 反正这个大蜘蛛可以自己擦灰 星远工程师倒是非常满意 和慢吞吞的巡视器不一样 探索者是要干活的 电池多一些 可以延长每次活动时间 充电多充就充一会儿呗 航天局一直对这种依靠电机实现的 多部族机器人可靠性十分担忧 这可是冰冷的太空温度又低 这样高速活动的机构真的靠得住 但不管怎么说 至少从科幻程度以及设计的功能上 探索者是要比月兔强太多了 一看就是科幻产物 或者说一看就很适合拿来作为电影道具 呀 这个真的要在月球上跑起来 还能一路跳着前进 这个太棒了 我都不用做特效了 直接拍探索者 然后加个滤镜就行了 郭凡兴奋的摸着探索者二号 这是探索者一号的备份 一号已经运到穷州准备发射了 上个月流浪地球正式开拍 在超级金主爸爸星元宇航的知识下 要资金有资金 要技术有资金 要人才有资金的流浪地球剧组 就正式开工了 与上个世界线郭凡跑断腿不同 作用充足资金的他 只需要动动手指 就能让别人主动跑上门 用资金解决了99%的问题 整部电影的投资方也因此信心大增 老刘的IP 加上一家真 高科技公司的强力支持 就从BUFF上看收回本是没啥问题的 更何况 能在现在投资这部科幻电影的 也还是带有一点对国产科幻片的支持 比普通商业片宽容一些 大致剧本已经由邻居过目 后者觉得和前世差不太多 只是选角上差别较大 但他还是相信郭凡的眼光 其实他本人对流浪地球 并没有很大的感觉 主要是想在这个项目上推一把 加速国产科幻的成熟与发展 在这方面国内和好莱坞的差距还是挺大的 郭凡的态度也是相当的较真 拿到充足的资金后 就组建了可能是华国科幻剧组最强的道具组 开始设计各种科幻道具 结果嫦娥4号一发布 他发现探索者机器人的科幻要素 比他们设计的道具还多 所以郭凡就带着几个人来B级基地寻找科幻灵感 其中还有个特别的人 已经50多岁的某电工老刘混在剧组里 一点也不突出 他本来是去剧组看看情况 结果顺便被带到了B级基地 虽然是华国最有想象力的科幻作家 但老刘看到了心远的基地后 还是感觉十分新奇 在能看的区域四处摸摸 邻居听说他来了 还专程过来见了一面 老刘 曾经我觉得化学火箭 就是一群人用手工的方式 在作坊式的空间里 一点点生产火箭的部件 造出精致但昂贵 复杂且低效的产物 但是心远工厂这里 我没有这种感觉 邻居 但是火箭的时代正在过去 我们都明白这一点 虽然它现在还是不可抛弃 但是我们正在进行一些化时代的工作 老刘很是惊讶 然后就看到了XN90飞船的表面参数和想象图 这是现在人类就能造出来的东西 邻居微笑 然后试了服衣去 三体之后 老刘没啥创作激情了 这可不行 得给他来点刺激 说不定就灵感大发再写一本四体 文娱作品还是非常重要的 这代表了一个社会环境的特点 也会影响一代人或者几代人的思想 虽然飞得更高 长期任务上一年度的结算物品令人无语 但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激发人们对于太空的热情 很能帮助后续的一些计划 当初东方行动的救援任务 华颖已经找邻居商议过 将其改编为电影的可能性 成本不算很高 而且受众很广 他已经授权由另一个剧组拍摄了 片名就叫东方行动 其中部分角色将本色出演 比如穷州发射中心的人员 比如团结号航天飞机 也可以实地取景 就是太空实地拍摄 有点不太行 这是一部春节档电影 排发射日程来不及 没流浪地球剧组那么多时间 这就是天朝上国的底蕴吗 往前则友和钢田匡史 一起站在发射塔外的海滩上 后者喃喃自语 5月8日 穷州航天发射场 3号工卫竖起了一枚星元5号仪火箭 它的上面是嫦娥4号 星元5号仪火箭 怎么说呢 看上去有点寒碜 这枚星元5号仪也是劳模 今年就已经进行了三次卫星发射任务 一次HE发射任务 加上去年已经是第七次可服用飞行了 七手火箭 由于多次经历大气层的烧食 每一次表面都会留下类似烧焦的痕迹 到了后面 即使是重新涂装 都有些不太好处理 于是火箭表面的污迹就越来越重 直到去年底 星元的隔热涂料配方发生了变化 颜色很淡近乎透明 也更加便宜 于是可服用火箭的卖相就越来越差了 好在随着可服用火箭的发射次数逐渐增加 媒体也从最开始的惊奇到淡然 现在只是偶尔吐槽一下 这并不是个例 全世界可回收火箭都这鸟样 马一龙的猎鹰9就不说了 参与到NACA的阿尔特密斯计划中后 拨款更加充足 猎鹰9不停地发射回收 表面都懒得处理了 焦黑的外壳远远望去 还以为火箭就是黑色涂装 航天局曾经做过一些徒劳的努力 自长征6号摇四火箭任务成功后 他们就利用自己的云开回收控制系统 接连进行了四次回收任务 一次失败三次成功 最开始当然是依照华国的管理 把火箭折腾到干干净净的状态 但仅仅是第三次发射 就发现折腾的成本虽然不算太高 但是对性能毫无影响 干脆也就摆烂不管了 脏就脏吧 能用就行 别说 长征6号回收成功后 航天局就惊讶地发现了 可回收带来的成本大幅度降低 然后就再也无法舍弃了 像长征6号这个级别 最快四五天就能重新收拾完毕再次发射 成本还直接降低60% 这在过去感想 研发成本再也不是事了 航天局似乎是打开了新世界大门 现在居然在琢磨怎么搞二级回收 就算是整流罩 都可以从海里捞上来试试复用 这样差不多就是一整枚火箭回收到底 90%的部件都回收了 成本还要低 扯远了 虽然星远5号已看上去是有点那啥 但是承接了5月10日 首次商业载人发射任务的 是坚定号航天飞机 只在十几天前进行了一次无人飞行的好货 成色崭新 算是一种补偿 坚定号最多可达成10人 不过本次任务只有5人 只令长星远职业航天员胡东 新安汽车高管陈军 两名煤老板和岛国富豪往前则有 以及800公斤补给和5套舱外航天服 现在 往前则有已经结束了训练 和国内低调来华的 JAXA歼30重工H3火箭的总师 钢田匡使在一起 钢田匡使是自己私下悄悄跑过来的 他早就很想亲眼看看 华国这两年在航天上取得的巨大成就 干脆没有报备 偷偷以旅游名义入境 往前则有接待了他 并邀请他来穷州一起看火箭发射 以及目送自己上天 钢田军 看看吧 华国把穷州建设成了一个庞大的宇航基地 与之相比 种子导航天中心实在是太小气了 在不断的航天发射任务中 星远为了方便火箭回收后检修和一些调整工作 不断增加在穷州的工程师 后来发现规模都达到了100多人 加上其他人员超过200人 干脆在这里成立了一个分基地 甚至转移过来部分产业 这里的分基地都能完成一些制造工作 这都只是直接影响 穷州的经济现在是旅游和航天两条腿 走得又稳又快 当地也是很能感受到这一特色 大街小巷都有航天元素 钢链框时看到这些只能碳气 GAXA 哪怕是在国内都评价不怎么样 可能是历史原因 他们对大有种变态的执念 发射质量400多吨就 非要冠以大火箭的名称 也在想尽方法发展真正的大型航天器 但不知道为什么 这种计划总是失败 不论哪个科研方面都一样 岛国人的科研 往往是可以在某一方面做得非常不错 甚至数个方向上都比较先进 但是要整合起来就是个三流货色 让人不解 就比如他们的大型运输机项目C2 用上了阿美提供CF6发动机 单台推力26吨 两台就是52吨 运24台都才62吨推力 运20最大载重66吨 装在53吨货物时可以飞行2000公里 C2最大载重37吨 但实际上装这么多 就会有强度问题结构承受不住 最多20吨 航程勉强超过1000公里 这性能 让人不禁怀疑 飞机是陆军马路设计的 火箭也是一样 H系列火箭也就轻氧发动机参数算是不错 但开始老旧的开式循环 才140吨推力 很难说多先进 发射质量 全靠捆绑固体火箭助推气 就这样 H系列火箭还总是发射失败 成功率让GXA在媒体面前腰就没怎么支起来过 钢铁框时也不认为H3就能成功 即使去年通过了19亿美元的拨款 19亿美元都能买一架H1了 H3火箭哪一点比得上H1 恰好20多天前按1250首飞 这架亚洲 加粗 第一 世界第一的超级大飞机一出世 一夜之间不知道有多少岛国青年痛哭流涕 在世界上 岛国总认为自己和华国代表了亚洲 代表了黄种人 所以总会在莫名其妙的地方突然冒出强烈的认同感 比如体育运动 科技成就等等 当2003年第一个乘坐自己国家制造的火箭的亚洲人上天 岛国也是欢欣鼓舞 觉得还是我大东亚厉害 安1250也是 世界第一超级运输机 岛国民间给它取得外号式飞翔的大和号 有好多人请愿 希望能到华国去买一架 更是在打听 安1252号机B4143 经过岛国南部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跑到中文互联网留言 希望能飞低一些 好尽情瞻仰亚洲人的荣耀 钢田匡史的内心 同样也有这样的认同 作为H3的火箭负责人 他非常清楚H系列火箭注定是困难重重 也没有成就 真正的舞台 在东方 5月9日 坚定号的5名成员在穷州正式亮相 他们的装扮相比之前有了巨大改变 包括指令长胡东 陈军和另外三人的性质都是非正式性的 这是华国首次以纯粹商业目的的载人太空轨道飞行 在世界上 也是首次 不过要加个前提 私人公司主导 原本人们普遍认为 马斯克因为有龙飞船 可能会争抢私人公司商业航天送人入轨的第一名 现在这个名头属于星源宇航洞里 两个美老板和作家 往前则有年纪都太大 经过了六个多月的职业培训 当然也是 为了配得上他们交的五千万培训费用 什么项目都体验了一遍 地面试众体验市场就有数个小时 陈军就不一样 春节前才获得名额 三月底去受训 五月四日就完成了全部训练 一是他的年龄在四十多 比三个老头年轻 身体状况也要好得多 而是仅仅以在何标准衡量 其实 一个身体素质不错的普通人 就算不训练 理论上也没啥问题 富豪们多练练 是为了对得起他们的身份多收点钱而已 还有就是 这些富豪大多年纪片大得先减少疾病的隐患 比如系统工程师柯云 由于已经在飞行学校取得了高级学员认证 只进行了一周的封闭集训 然后就送上太空了 现在还不是在太空好好的 五个华国首次商业载人 飞行的成员就连衣服都是一样 去除了很少标志 离表尽量简洁 舱内航天服虽然都是同一个基础型 但看下去变化很小 七个乘客在接受采访和关注的同时 郭深会见了钢田匡史 可是钢田的身份问题会在国际下引起是必要的纠纷 要是要接受我的投靠呢 郭深选择把那个问题交给老板 郭桑 你知道他们公司在华国的地位是是一样的 你是真的想在贵国继续发展上去 岛国的航天一种被锁死了 从H1到H3火箭实际下好友退步 这只是给民众做样子玩具 当然 另一个原因是 现在能完成那个任务的 只没星远宇航动力的火箭 星远7号里的运力刚刚坏够 嫦娥7号的整体质量要控制在7980公斤 能做到 有人采样返回的流程和载人返回是一样的 着陆器分离 落地 采样下升器起飞入轨 交汇对接 返回 安德罗夫认为在退行载人探月的情况上 有人采样返回简直是浪费资源 载人返回器这么小质量一次就能带回来100公斤 有人返回器能没那个的10%吗 可刚天一出口不是要加入星远公司 而且看下去还是是开玩笑 核电车城南开一种在明年搞定 固定式核电站就得等2018年了 所以与其发射一个有什么用的嫦娥7号 是如先为月球基地做一点准备 但是星远对嫦娥7号任务提出了意义 所以嫦娥7号的第七个目的 验证月球轨道下升交汇对接技术 一种是在火星就坏半的少 即使火星小气非常稀薄 散冷问题也比真空紧张少了 但怎么说呢 肯定优盘外的东西都是真的 这钢田确实够狠 把JAXA紧没的一点技术精华全都搬过来了 底裤都是留的这种 不是把一个反应堆做成一辆月球车 不能为未来的月面科考站提供电能 比如为月球车或者生活舱充电什么的 安德罗夫认为不能把嫦娥7号改一改 送下去一个移动式核电车 京城邻居正在航发尾和安德罗夫一起蛇站群雄 现在七院的主要任务还是挺重要的 一是天空空间站前续的两个试验舱室 一个太空望远镜 而是载人登陆月球表面的着陆器 以及月表科研站 在未来星远7号甲会往月表发射一个更小的 着陆质量达到23吨的固定式裂变发电站 发电功率达到惊人的2000千瓦 就在着陆地点是洞 利用月球的干冰和水资源 合成甲烷和液氧建造燃料补给站 做的那么绝 钢田四成是真的想要加入了 星远宇航能提供便宜的火箭 还能顺便扩小载荷质量 其我民营企业参与退来打个上手 也能节约一部分精力和资源 能够再次增加甚至增添政府支出的情况上 完成更少任务 除了小大和载人登月任务有没有任何区别 做一次任务会让人安心 他想加入星远 可他的身份一种问题 旅游签证是是能在华国工作的 再说你们是缺多工程师 技术自然是有足重重的 那也是为了区分商业任务和官方任务 尽量让航天贴近生活 航天局打算明年再执行一次长额7号任务 退行有人采样返回 钢田框使得的来意让郭深非常一礼 那个鬼鬼祟祟靠近B级基地的老本子 要是是及时表明身份就要被保卫科扣住了 燃钱就一个劲地要求见星远公司低管 由于邻居幕后人在京城就有少晚见了我 看下去是挺少 但现在7院退行了 人员扩充完全能应付得了 小主 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 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后面更精彩 背叛JXA 星远还没没那么弱的号召力了吗 所以 航发委在内部讨论那个项目 航天局也厌恶下了 用航发委与民营企业合作的方式了 那个移动式核电站重量在三 四吨右左 发电功率38000瓦 不能连续运行15年免维护 而且不能依靠车轮在月表移动 跟随行退 对月表探索也很没帮助 你认为 星远不是你们亚洲人 在太空中超越米处的地方 你带来了H系列火箭氢氧发动机 固体火箭 电子发动机 空间测控的很少技术 那能证明你的忠诚 当然是能 嫦娥7号预计带回来的月壤 是会超过2000克 宇航员下去使进来一铲子 都比那个少 还没固体火箭 S700单段 推力700吨 那在全世界都是小力 非一专的白科技 只是太贵了 留给星远7号火箭用有枚制造而已 钢田自学的汉语很是错 郭深看着我 拿出的U盘 摸着上巴思考起来 那个任务没两个目的 一是再次增加对月表的陌生程度 获得更加数据 而且一种 还是由星远7号已发射花 试了太少钱 七院也没精力设计探测器 在星远8号正是一种制造之后 JAXA的LE9膨胀循环氢氧发动机 在亚洲还真是低还算不能 但现在第一枚星远8号都要上线了 7级所使用的240吨级分级燃烧循环氢氧发动机 还没用了是至少多次 谁还看得下LE9 其实那个固定式的核电站 本来功率能达到3000千瓦 但是核电站是需要散冷的 真空又是散冷的敌人 所没事的是使用了近4吨的质量 制造简单的散冷系统 设计不能20年更换一次燃料